一个反派得到大陆最强功法后会有多嚣张 即便面对正道修炼者的大军 他依旧显得泰然自弱 此人就是圣域第一强者 魔皇卓亦凡 只见他倾笑一声 随即飞身向着大军冲过去 只一招就解决了这些虾兵卸将 然而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 与他同为圣域八皇的其余七皇 竟也加入了战斗 不过卓亦凡仍旧不屑一顾 哼 你们七皇 何必都过来一起送死呢 就在他摆造型的时候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卓亦凡 本圣者代表圣域收回魔的遗物 只要你交出解忧秘露 可饶你不死 身后的小徒弟一看 不好师父 是圣域最强的圣者 什么圣者 卓亦凡听后狂笑道 还不禁是些剑裁起义的奸鞋小人 说着便准备冲杀上 可就在这时 一把刀突然从他身后穿体而过 卓亦凡没想到 偷袭自己的 竟然是他亲手养大的徒弟 赵成 师父 你虽然带我恩重如山 但您不该得到九幽秘露后 独自修炼 防我如防贼 连看一眼都不给我看 原来也是为了这魔地鱼 我本想之后将所有绝学一一传授 你却如此着急 看来这世间已经没有人可以信任了 想到此 他突然放声大笑 好 很好 今天老子就毁了这九幽秘露 你们谁也别想得到 最终 卓亦凡以自曝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同时也永远带走了九幽秘露 画面一转 在一处树林里 地上到处躺满了尸体 突然一道流光缓缓没入 其中一位少年的身体中 下一秒他猛然睁开双眼 疑惑地打烂着自己 哎 这是现在的我 原来刚刚那道流光 竟是卓亦凡的灵魂 如今借助这少年的身体再度复活 然而他刚站起身 不远处就传来些许声响 转身望去 发现是一群躲在暗处的妖兽 乔治状态 应该是认准了眼前的少年 就是今天的晚餐了 可就当他们准备冲上去开餐的时候 却见卓亦凡突然双眼一瞪 煞时见一股骇然的煞气迸发而出 朕的这些妖兽当下就怂了 纷纷夹着尾巴撕散逃离 就当卓亦凡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听见一旁传来孱弱的声音 救 救命 卓凡 救救我 看来是与这身体的原主人认识 再看看对方这具弃进二重的修为 卓亦凡缓缓走上前 突然伸出手 一把扣在对方的脸上 男子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少年并不是他认识的琢磅 可现在说什么也迟了 随着卓亦凡运转天魔大化卷 男子全身的原力瞬间被吸走 经过一夜的炼化 他成功将这具身体的修为 提高到了筑基五层 对于这样的结果 卓亦凡还是比较满意的 看来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重回圣物 随即他纵身一跃跳上树梢 打算尽快离开此地 可还没走多远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打斗声 什么情况 卓亦凡寻声望过去 只见下面正有两方人在对峙 其中一方便是 自己这具身体所在的落甲 之所以在此遇险 却是因为府上的管家 与山贼串通所持 不过这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想到此他便准备就此离开 谁知刚一跳起 心脏却陡然一脱 我这是怎么了 趟一代魔皇刚一运功 居然差起了 怎么回事 难道我练功走火入魔了 不可能啊 想到这里 男主心中开始恐慌起来 不会自己夺舍的 这具身体无法修炼 是个废柴吧 可经过他运转调息后却发现 一切都很正常啊 这让男主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突然他心头一动 想到一种可能 于是连忙跳上树梢 验证自己的猜测 果然 自己只要一面对落甲小姐 痛感就会消失 相反 如果离他而去的话 胸口就会剧痛 我靠 该不会是心魔吧 这不废了吗 要知道对于修炼者来说 若是放任心魔不管 那离走火入魔也就不远了 无奈之下 男主决定先融合 这具身体的记忆 看看到底是什么心结 原来 这个叫卓凡的少年 从小就在落甲长霸 并且一直受到 落甲大小姐的恩惠 所以他立志 一定要努力变强 保护好大小姐 保护好落甲 然而当山贼洗劫落甲的时候 他却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泥流之际 他的心里始终 不能放下这份执念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男主心中那个憋屈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如此一来 自己岂不是一辈子 都要给人家做无惨 愤怒之余 他一拳轰在身旁的树干上 巨大的声响 立刻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山贼中的一名大块 投力声喝道 什么人 出来 见此情形 男主也不再躲藏 缓缓走出来 大小姐 一部灵界武器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给他们吧 落甲大小姐一看来人 卓凡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男主随意敷衍道 我命大 活下来了 一旁的山贼健壮讥笑道 哼 我当是谁呢 你这小子好大口气啊 难道就凭你这 做了15年的家努吗 就当他们还在嘲讽的时候 男主已经开始分析 七场上的局势 这个孙管家 俱七六重镜 与我现在的实力 冲突起来必死 想到此 他决定做一个 能驱不能深的大仗 孙管家 我们已经是强母之末 何必拼得鱼死网破了 这话说的 大小姐都听不下去 但他赶紧闭嘴 抱自己这边来 孙管家一瞧 哟 小娘皮这么关心吓人吗 那就从这小子 开始杀光你身边所有人 直到你交出回笼掌 说吧 他便招呼身旁的壮汉动手 壮汉咧嘴一笑 直直向男主冲过去 假眼间便来到身前 举刀就要向男主劈砍下去 去洗吧 然而就在此时 男主的嘴角却突然微微上扬 随即闪电般出手 壮汉没料到这小子竟会不夺反攻 反应不及之下 手里的刀被击落 男主顺势稳稳接住 说时时内时快 反手一刀挥出 蓝腰将壮汉斩断 同时他身形一闪 瞅准时机 向着大小姐和小少爷他们飞升过去 倒气两人就甩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等到孙管家一行人反应过来时 他们已经走远了 于是连忙准备追赶 谁知却被旁护卫带人拦住了去了 这些忠服决定用自己的生命 为少爷小姐争取跑跑的时间 这把孙管家气得够强 没想到主熟的鸭子竟然飞了 臭小子 等老夫抓到 一定要让你死无全是 同堂一代魔皇重生后 却发现自己的心结 竟是要护着女人一世平安 没办法 她只能先救出这个脱油品 谁知这位大小姐圣母心泛滥 说什么都要回去和洛家的下人同声共死 一旁的洛云海也不停叫了 你个狗奴才 快放开我和姐姐 卓凡何曾受过这等气 随手将洛云商丢在地上 你回去有个屁友 能打败那些山贼吗 洛云海一看 你这个狗奴才 竟然敢这么跟主子说话 信不信我削你 看着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卓凡的脸上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这把洛云海看得一脸问好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她就切身感受了一把菊花盛开 见到这一幕 洛云商也怒了 怒斥卓凡太放肆 而卓凡却不屑地冷哼一声 我现在顶多打这小子几下屁 但我们再不跑 等被山贼追上 可是会要这小子命的 你要是还想救他 就赶紧想想这附近有什么可藏身的地 此话一出 洛云商也意识到 现在不是耍大小姐脾气的手 于是便告诉他 在飞风山西侧有一处迷雾森林 那里常年雾气环绕 好 我们就去那儿 不多时 三人就来到了迷雾森林 看着这天然的屏障 卓凡的嘴角突然微微上扬 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灭掉孙管家一伙 可好 一听此话 洛家姐弟都认为这家伙肯定是疯了 那孙管家可是聚气六重镜的实力 你凭什么灭人家 谁知卓凡却邪媚一笑 一帮乌合之众而已 还不配入我的法眼 反正你现在要么听我的 搏一把 要么被他们追上等死 怎么样你自己选了 趁他们还没追上来 把身上的灵石都给我 洛家最后的希望可就把握在你手里 洛云商咬了咬牙 心想与其等死 还不如像他说的那样活一把 于是摘下手上的储物戒交给卓凡 这是我的全部家财了 你要是敢骗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不会后悔的 在这里等我 说吧 卓凡竟直向迷雾森林中走去 他之所以如此自信 是因为看出了这片迷雾森林 其实是个天然大阵 只要稍加改动 便可以为自己所愿 紧接着他取出储物戒中的灵石开始固阵 随着他一指点下 周身突然迸发出浩瀚的灵气 并且以他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散 与此同时 在迷雾外的洛家姐弟也惊讶地发现 一直盘旋在森林中的雾气竟然消散 就当他们震惊之际 不好震的卓凡也回到了镇 洛云商当即询问这一项是不是他倒出来的 卓凡一脸淡然 因煞震而已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跟我来 我教你因煞震的震法守绝 等孙管家他们到了 你操控震法杀了他们 什么 此话一出 洛云商瞬间震惊了 这是震法 要知道震法可是比功法五计还要宝贵的东西 一般震法都是宗门世家不外传的秘书 他一个家奴居然随随便便就雇下一套震 想到此 他呼吁着询问卓凡为什么会震 你先别管我怎么会的 震我已经不好了 我现在教你口诀 就等他们来送死了 没过多久 孙管家一行人便压着旁护卫追了上来 得知洛家姐弟躲进了迷雾森林 他打算用旁护卫的性命逼迫洛云商现身 就在此时 他突然发现前方的树荫下坐着一个身影 此人正是被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卓凡 只见他一脸惬意地微笑道 孙管家 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孙管家一看 卓凡 这丝毫大的胆子 竟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当即吩咐身旁的小弟过去撕了他 当一旦魔皇却意外重生到了一名普通家丁的身上 这就如同满级boss进入了新手村 完全属于降维打击 面对孙管家一行人的追杀 即使重生后的卓凡修为不高 但身怀诸多上古秘法 又岂是这些小垃圾可以比的 就当一名小弟冲上前准备披了他的时候 卓凡的口中缓缓飘出四个字 落实姐弟 听到这话 孙管家当即一阵 且慢 小弟闻言连忙收刀 停止手上的动作 孙管家冷冷道 卓凡 你好深的心机 这么多年老夫真是看走眼了 只见卓凡缓缓站起身 孙管家 我们做笔交易如何 孙管家一脸狐疑的看向他 什么交易 我将落家姐弟交给你 你保我在黑风山有个好前程 此话一出 孙管家彻底愣住 随即饶有兴趣的看向对方 你为什么这么做 落家带你不薄吧 谁知卓凡却不打反问 那您又为何出卖落家 落家带您似乎情意更厚吧 一时间孙管家背对得哑口无言 都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拿错剧本 只听卓凡继续说道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如今落家已经带往 以我一人之力也无法流转乾坤 用他们姐弟的命为自己谋个后路 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我又何必自寻死路呢 这番话蜀是说到了孙管家的心理 当即便答应道 好 成交 前面带路 不过 你可别耍花样 卓凡微微一笑 我可是老实人 孙管家文言有些无语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小狐狸 随即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放声大笑起来 双方达成协议后 一行人便在卓凡的带领下进入迷雾森林 可走了一会 卓凡却突然停了下来 孙管家还在奇怪 怎么 这么快就到了 谁知卓凡却转头邪笑了 我就送你们到这 黄泉路还是由你们自己走下去吧 孙管家当下一惊 知道自己上了这个小贼的当 连忙飞身向对方抓过去 你找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面前的人影只不过是对方的障眼 瞧着熟悉的画面 保不期卓凡在某夜村也待过 言归正传 反应过来的孙管家刚准备撤退 却发现已经找不到来使的路 同时旁护卫也不见了踪影 这下孙管家差点没当场气炸 愤怒之余 他猛的一拳砸在地上 臭小子 老夫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你别以为一个小小的迷雾森林就能把我困住 等老夫出去 一定要把你给碎尸万段 话音刚落 周围的雾气却突然变成了红色 孙管家立马警觉起来 同时吩咐手下的人提高警惕 然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再看看四周 哪里还有人 他的这些手下竟然全部消失了 好像根本不曾存在过 他这才意识到 难道 是阵法 另一边 骆云商在卓凡的指挥下正操控着反阵 见已经成功困住了孙管家 他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卓凡文言突然闪身到他面前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得骆云商有些固执所措 此时却听卓凡诞声道 别动 跟着我做 集中注意力 说着便抓起对方的手 按在阵法上 煞世间 骆云商只感觉一道惊人的力量喷涌而出 下一秒阵法突然光芒大射 竖到煞气冲天而起 眨眼间便冲到那群山贼的面前 就当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身边的人已经接连领了盒饭 见到这诡异的一幕 一名小弟被吓得冷汗直流 随即发疯似的向远处狂奔 可还没跑多远 就和他的同伴一样隐恨西北 孙管家见状当下一惊 此时就剩下了他一人 忽然 一道煞气也向他迅速冲过来 孙管家深知这鬼东西的厉害 决定放手一搏 然而煞气却静止钻进了他的手掌 煞世间 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席卷全身 很快就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切竟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家丁 卓凡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黑暗中缓缓出现一道声音 他的脸上露出森然的冷笑 到地狱去问阎王吧 扶得孙管家串通山贼造反 却不巧遇到了魔皇转世重生 面对这个自己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小垃圾 孙管家一副我吃定你的样子 谁知最后却被卓凡随手 一个阵法给团面了 只听卓凡口念法诀 尘归尘土归土 九幽魔煞归我属 下一秒所有的煞气 全都向他的体内汇聚 刚刚还杀人于无形的煞气 此刻竟全被他当作养分给吸收了 转眼间 卓凡的修为便从筑击五层秒升至聚气景 这种修炼速度 恐怕也只有他这个魔皇才能办到 而躺赢的三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颠颠地跑过来 卓凡 你刚刚跑哪里去了 哦 我只是过去看看孙管家他们有没有死透 可喜可贺 一个都没有逃掉 话音刚落 一旁的庞护卫突然默默走上前 阴沉着脸死死地盯着卓凡 难道刚刚的动作被他发现了 然而下一秒 只见庞护卫突然单膝跪地 抱拳道 先前是在下鲁莽 不知你是幼敌深入 还出言辱骂 卓凡兄弟 你要打药罚都西听尊便 靠 你压倒的欠干嘛一副仇身四海的样子 不过话说回来 这姓庞的倒是一个忠谱 若是赵成有他一半忠诚 我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 想到此 卓凡上前扶起对方 杭统领 我只是一个小小家伙 又怎敢受您的大恩 况且这次能够将孙管家他们全歼 最终还是靠着小姐摆下的阵法 这个二傻子一听 小姐还会阵法 随即仰天长孝 真是天佑洛家 小姐会阵法 还有卓兄相助 从政洛家指日可待了 这时卓凡问道 如今已经没有孙管家等人的威胁 不知小姐有何打算 原本我们打算护着小姐去投奔蔡 你应该知道 蔡公子与我们家小姐有婚约的 哦 是封铃城蔡家 卓凡心想这个提议不错了 这蔡家在封铃城也是第一大家族 若是能把洛家姐弟托付给他们 那我的心魔岂不是就能彻底消除了 想到此 她当即同意道 好 就去投奔蔡家 画面一转 一行四人很快就抵达了封铃城 看着城内繁华的景象 骆云商略显兴奋 云海 你看那里 嗯 姐 我看着呢 但你别挡着我了 庞同龄也兴奋地拉着卓凡 我记得你还从没来过封铃城吧 怎么样 是不是很繁华 然而卓凡却显得兴致缺缺 心想这跟小山村有什么区别 想到此她出声问道 蔡家还没到吗 我们不能直接去蔡家 应该由我和云海先去府上拜会 然后再来接你们 庞护卫也解释道 谁让我们是来投奔的 若是直接上门会让人家笑我们没礼数 我们可以先去前面的客栈落脚 卓凡叹息一声无奈道 好 你们先去吧 反正他们一时半会也回不来 老庞 我们去其他地方逛逛 谁知这时洛云海却突然跳了出来 哼 狗奴才 封铃城可是我姐夫的地盘 你等着 到时候我让姐夫好好教训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卓凡直接一脚踹了过来 不用等你姐夫来 我现在就先收拾了你 看到弟弟的屁股再一次惨遭蹂躏 骆云山微怒道 你干嘛老是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是你弟弟欠走 卓凡不耐烦地催促道 赶紧去吧 等你们安顿好后 若是还看我不顺眼 把我赶走就行了 看着他的背影 骆云山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卓凡和旁护卫这边则开始漫无目的地逛请街 突然他注意到不远处似乎有人在争执 女子说他不懂行 还乱评价自己的墨浴是假货 女子看上去温文雅 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 显然不善于争论 但他仍旧坚持贪主的墨浴就是假货 就当两人争论不休之际 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这块墨浴的确是假的 只见浊凡面带微笑地走过来 我有办法证明这是假的 虽然看起来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但身体里的灵魂已经有数千年之久 看见美女被奸伤欺负 她果断上前酒 小姐眼光独到 这块墨浴的确是假的 摊主一看哪冒出来的小仔 凭什么说我卖的墨浴是假货 你有什么证据 卓凡淡定一笑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是真是假一世便知 随即他找来硫磺和墨序草熬制出药水 接着告诉摊主 你将墨浴放进水里 就能变出真假 摊主瞅了瞅药水 满脸不屑 放就放 你还能翻天不成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墨浴进入药水的一瞬间 便开始迅速退色 见到这一幕 众人均是一脸震惊 摊主也没想到 这药水竟然真的能起到作用 无必吃惊 浊凡取出玉石淡定的 这块墨浴本来就是仿制的 所以一入药水便开始窥走 听到这话 摊主不禁恨地咬牙切齿 却可恶的臭小子 就在这时 一块石头突然砸中他的后脑 摊主正愁有气没处撒 愤怒地转过头 谁打老了 结果去看见一条人正嚷嚷着要退路 下一秒他直接被一大波王八拳给淹没 卓凡身边先生真是好眼光 小女子只知他是假的 却不知如何变 幸亏先生出手相助 哪里 我也只是曾经上过这种当吧 卓凡看向他道 小姐 你不买他的吗 虽然只值三块零食 不了 我只是想告诉那人 他那块墨浴的价值而已 说吧女子便静止向远处走去 卓凡见状心中暗道 这女子眼光毒辣 幸亏经验不足 随即他看向庞同理 老庞 你先回客栈 顺便借我十块零食 我有点事情要办 虽然不知道卓凡要钱做什么 但这二傻子还是忍着心痛 拿出了自己的老婆 拿到临时的卓凡独自走进一处胡同 他的目的是来找躲在这里的摊主 呦 老板 我可算找到你了 一看是这个臭小子 摊主顿时心口火起 你还敢找我 胆子不小啊 卓凡却是不以为然的样子 老板 我是来找你做生意的 你那块墨浴我要了 我出十块零食怎么样 十块 此话一出 摊主顿时愣住 随即一脸狐疑的表情 你明知道这块墨浴是假的 还肯花十块零食买 卓凡玩耳一笑 在我手里也许能卖到上好的价钱 我明白啊 你是想把它转卖给不识货的人 听起来倒是不错 可是 说到此 摊主突然话锋一转 你害我赔了那么多钱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 十块零食太少了吧 卓凡的目光逐渐变得冷立起来 那你想要多少 只见摊主嘴角突然上扬 我要你的命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周围突然出现几名手持长刀的撞换 然而卓凡却依旧显得泰然自若 冷冷道 那就是没得谈了 说着他缓缓迈出脚落 红石一缕煞气从他的身上悄然钻出 摊主这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到领头 叫嚣着就要挥刀冲上去 可下一秒 所有人的身体便突然僵在原地 此时卓凡缓缓走上前 顺势接住掉落的玉石 在一片哀嚎声中 他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场 这一幕怎一个帅字了不 画面一转 卓凡来到客栈与庞统领会合 老庞帮我在门口守着 任何人都不能进来 交代好一切 他拿出玉石 在他的操控下 玉石的外壳逐渐脱落 显现出里面鲜红色的玉身 卓凡顿时双眼放光 我果然没看错 是血精灵 这东西一般生于奇事矿物之中 受千万人以精血灌溉 西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经千万年才可成行 乃是魔道修者的质宝 并且据九幽秘录记载 血精灵可修成本命血因 血因一出便可夺人精血而死 极为凶残 血因还能与修炼者一起成长 一旦达到圣级血因 即使地级强者也不敢随意遭遇 念及于此 卓凡立刻开始用自己的精血开始灌溉 想不到就连九幽魔帝都没有的好运气 虽然被我得到了 凡竟然无意中得到了一块血精灵 凭借这块质宝便可以炼化出传说中的血因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用精血字样 然而流了一吨血后 他却发现这血精灵依然毫无反应 此时他因为失血过多 整个人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恐怕血因没炼成 自己的小命就先不保了 就在他意识逐渐模糊的时候 眼前突然浮现出七皇的身影 以及那个道貌黯然的圣君 想到这一个个害过自己的卑鄙小男 卓凡顿时血压飙升 随即体内的精血开始滋滋地往外冒 果然按照惯有的套路 有了仇恨的加持后 血精灵终于被成功炼化 紧接着他使用天魔大化绝 将血精灵吸收进身体之中 经过十天的融合 终于成功炼制出了本命血因 当卓凡再次走出房门时 竟发现庞统领还守在门口 只见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说道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 太府那边早就来人催了 见到这一幕 卓凡略显意外 老庞 你这是在门口守了十天吗 是啊 有我在 任何人都不会打扰你 瞧着对方憨傻的样子 卓凡会心一笑 老庞 辛苦你了 嗨 为兄弟有什么辛苦的 只是不能让小姐少爷他们等得太急 快走吧 画面一转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蔡府 可当他们准备进去的时候 却被门口的守卫给拿了下来 你们是什么人 胆胆擅闯蔡府 在下是龟云庄洛家护卫统领 庞宇 这位是洛家管家卓凡 我家少爷小姐正在贵府做客 听到这话 卓凡当即无语 我什么时候变成洛家管家了 只见庞统领这时凑过来小声道 八天前蔡家来人说你是洛家管家 估计是小姐这么介绍 恭喜你了卓兄弟 然而当两个守卫听到庞统领的话后 却是表现出一脸不屑 切 又来了两个骗吃骗喝的 进去吧 一听此话 庞护卫当即大幕 做事就要上前理论 可却被一旁的卓凡突然打断 拉着他迅速向府里走去 看这两个吓人的态度 他意识到洛家姐弟的近况 可能并不太好 果不其然 当两人找到洛氏姐弟的住处时 发现这菜府给他们安排的 竟然是一间茅草物 见到这一幕 庞统领被气得清净暴起 卓凡的脸色也阴沉下来 冷冷的 我们进去看看 当两人进屋后 只见洛云海正一个人 可怜兮兮地坐在那 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 之前的盛起灵人 看到庞统领 这个小少爷终于绷不住了 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寻求安慰 卓凡见状立刻询问 他姐姐洛云伤哪去了 洛云海告诉他 姐姐去找蔡公子 求他帮忙重建龟云庄 卓凡差点没被这个 凶大无脑的女人给蠢哭了 都这个态度了 还求什么求 根本就是自取其辱而已 他一把拉过洛云海 就像外人 带我去找你姐姐 与此同时 在蔡府的后花园中 洛云商为了能重建洛家 正苦苦哀求自己的未婚妇 然而这个男人 却当着他的面 和另一个女人洗脑 完全不顾及曾经的情分 面对如此打脸的行为 洛云商也只能默默忍受 因为他还想指着蔡家 能帮扶自己 然而就当他再一次 开口祈求的时候 一旁的女人竟直接走上前 给了他一剑荒 哼 剑女人 蔡孝婷是我的人 你以后离他远点 此时此刻 洛云商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助感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还能去求助谁 就在这时 卓凡的身影 突然从他的身边飞掠过 闪身来到这对狗男女的面前 一巴掌直接扇在他们的脸上 此时他无比愤怒 盯着眼前的两人冷冷的 一对肩负淫妇 赶快老子大事 当主当重打脸蔡家老小 已经彻底跟对方撕破了我 但在听到孙宇飞威胁的话后 似乎这孙家才是个棘手的存在 走出蔡府后 男主询问洛云商 是否知道遇下七世家 谁知洛云商听后 脸上却露出惊骇之色 要知道七世家可是得到皇室客批 能与皇家比肩的存在 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实力 在一切世家之上 与他们为敌 便是与整个帝国为敌 听到这话 男主继续询问 这里面是否有孙家 洛云商奇怪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旁边的老庞难得聪明了一次 卓兄弟 他要是属于七世家的话 刚刚大小姐肯定一早阻止你去做他 被说重心思 洛云商不禁小脸一红 男主见状分析道 看来这孙家是与七世家有关的家族 洛云商闻言连忙追问 你怎么知道 刚刚那丫头喊过 要让我们常常遇下七世家的厉害 此话一出 三人顿时满脸震惊 怎么会这样 洛云商当即就要拉着男主回去盗戟 可却被对方一把挣脱 现在去了也只是送死 听男主这么说 洛云商心里顿时慌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在旁边响起 卓大哥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转头一看 洛云海正一脸崇拜地望着男子 满眼都是小星星 男主见状讥讽道 怎么 你不叫狗奴才了 卓大哥对我姐弟俩有救命之恩 恩同再造 以后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的亲哥哥 我的亲姐夫 求你再救我们一次吧 洛云商当即就懵了 云海 你就这么把姐姐给卖了吗 男主这边默默沉思了一会儿 随即问道 风铃城这里有七世家的人吗 有 乾隆阁 七世家中第一剑宝世家 富可敌国 好 那我们先回客栈 明天去乾隆阁 说着男主率先转身离开 然而洛云商却不明白 他要去乾隆阁做什么 男主头也不回地说出两个字 连忙 第二天上午 一行四人便来到了乾隆阁 当看到门口的两个守卫时 男主心中不禁感慨 不愧是遇下七世家 连看门的都有聚气劲巅峰的实力 四人刚走到门口 守卫便将他们给拦了下来 站住 乾隆阁的地方你也敢乱闯 只见男主看都没看人 缓缓开口道 麻烦通报一声 归云庄洛家小姐洛云商 求见这里的管事 守卫看这小子都快拽到天上的态度 顿时心里就不爽了 洛家 听都没听说过 我们管事不见这种无名小族 男主哪里会灌着这俩小嘎嘎的臭毛病 语气瞬间冷立下来 见不见那是你们主子的事 还轮不到两个奴才替主子做主 说什么 守卫文言顿时大怒 全身的修为瞬间倾泻而出 然而男主却丝毫不惧 原来遇下七世家就是如此待客的吗 哼 真是见面不如闻名了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 住手 只见一名女子从乾隆阁中缓缓走出 两名守卫见状赶紧跪地迎接 小姐 男主一看 这不是市集上遇到的那个骑女子吗 女子看着守卫开口道 刚刚你们说的话我在里面都听到了 是你们不对 来者是客不得无礼 随即他看向男主笑道 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小姐是乾隆阁的人 失敬失敬 小女龙魁 在乾隆阁做些杂物而难 不知先生前来何事 实不相瞒 在下洛家管家卓凡 英家道中落 又听闻乾隆阁乃帝国剑宝第一世家 所以陪同小姐来店卖家传宝物 听着男主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洛云商心头一惊 但又不敢打断他 而龙魁这边则是请几人到里面在谈 待众人落座后 龙魁便率先开口 不知先生有何宝物 快拿出来给小妹鉴赏一番 男主文言也没墨迹 拿出一份卷轴放在桌上 龙魁一看 当即面露震惊之色 难道这是 见他如此神态 洛云商和老庞却是一脸懵逼 这不是昨晚卓凡随手画的涂鸦吗 他怎么跟看宝贝一样 只见龙魁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 这才重新看向男主 卓凡先生 你们要卖多少 龙小姐是行家 你开价吧 听到男主这么说 龙魁试探着问道 二十万临时如何 什么 二十万 听到这个报价 洛云商和老庞全都敬得张大了嘴巴 然而男主却是一脸不信 龙小姐 你打个叫花子呢 老子不卖 朱本打算将洛氏姐弟托付给蔡家 谁知却看见洛云商被当众羞辱 这能忍 当即冲上去赏了这对狗男女一人一个耳光 直接把这两人给抽懵了 看着男主与他们年龄差不多 可出手的一瞬间 自己竟然连反应的时间都没 这个地界什么时候出了如此人物 就当蔡孝婷震惊的时候 男主心中也是颇为无奈 作为魔皇 她的心境早已看透世间一切苦难 可现在却为了一个小丫头而心痛 估计还是因为这具身体的原主 想到此 男主长叹一声 看来要有很长一段时间 跟着洛家纠缠不休了 情不自禁地上前为洛云商服去泪水 紧接着便准备带她离开此地 可这时 身后的狗男女却突然叫住他们 给我站住 打了人就想走没这么便宜 洛云伤闻眼转过头 问她想怎么样 女子冷笑一声 哼 很简单 你们所有人跪下来 给我们磕三个响头就可以离开 我靠 给你脸了是吧 听到这话的男主瞬间抱起 在两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闪身来到他们的面前 一把抓住两人的头就往地上砸 这对狗男女顿时被砸得七昏八素 抬头看去 发现又是这个嚣张到眉边的少年 当即面露争鸣的吼道 这下就算你们现在全都被地求饶 等小姐也直不放过你 然而她的话音刚落 男主直接一脚踹在蔡孝婷的脸上 使得她倒飞出去的同时 正好砸在女人的身上 这一幕直接看傻了洛云伤三人 也太暴躁了吧 只听男主淡淡道 要老子下跪 你们想太多了 就在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何人敢敢在蔡家撒野 只见一名中年男人缓缓走 浑身散发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当即便不再做小透目 指着男主就开始告状 就是这家伙在蔡家搞乱 男主转身打量着这位蔡家家 随即缓缓的断骨进八重 此话一出蔡家主顿时一乐 没想到对方竟能一眼看出自己的修为 当即便缓和了语气 好眼力 敢问阁下是哪位 男主微微一笑 落家管家 着烦 看着面前这个少年 蔡家主敏锐地察觉到 他身上有着一丝神秘的气息 如果是平时 谨慎的他绝不会招惹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 不过现在这里还有一个 他更加不能得罪的事 只见刚刚还嚣张跋扈的女人 此刻正一脸委屈地 要蔡家主为他做 蔡家主秒变慈父的样子 放心吧 有蔡伯伯在呢 说着他转而看向 骆云商沉声道 我好心收留你们 你们不图回报就算了 还竟给我惹是生非 就当骆云商不知所措的时候 男主再一次站了出来 蔡家主一把年纪还欺负小姑娘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还有 别一副对骆家有恩的样子 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 出来混不过图个例子 否则你也不会毁婚了 好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那老夫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今天这事 我要给与飞一个交代 你们每人接我一掌 老夫也不占你们便宜 只出两分力 生死有命 一听此话 骆云商顿时急了 要知道他的弟弟骆云海 还是个海 再看男主 此刻却是轻蔑一笑 好 我先来 说吧 他突然飞身上前 猛地派出一掌 蔡家主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还敢牵出手 仓促之间连忙出招迎击 两股力量碰撞 使得现场瞬间沉烟四起 下一秒 男主安然无恙地退了出来 去气境二重 竟然也能抵得住我两分力 不过你能侥幸存活 其他人可未必有你这运气 就当蔡家主摆造型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手里传来一阵巨谱 低头一看 自己的手掌赫然已是鲜血淋漓 此时男主嘴角微微上扬 我从来不相信运气 另外 再看看你儿子 蔡家主闻言赶紧转头看去 只见蔡孝婷正不停地渴起 用屁股想都知道是男主搞的鬼 蔡家主当即喝道 卓凡 你究竟干了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卓凡随时都能要了你儿子的梦 请你谨慎行事 说着他轻轻勾动了下手指 蔡孝婷立马开始疯狂不醒 蔡家主一看赶紧扶指道 好了 我相信 眼看自己的目的已达到 男主冷笑一声 随即便带着骆云商等人扬长而去 待到他们离开后 蔡家主脸色阴沉地看向身旁的孙宇妃 是侄女 那卓凡若不尽早铲除 日后必会威胁你孙家 望早做打算 哼 敢打老娘的脸 本小姐就让她知道 得罪御下欺世家的下场 主拿了服一级正式图 便跑来乾隆阁做交易 谁知当龙魁看到后竟视为珍宝 开出二十万零食的价格 这把骆云商两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不是卓凡昨晚随手画的吗 怎么这么值钱 然而让他们更没想到的是 男主还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 不愿意卖 见此情形 龙魁一时间有些犯难 这卷轴上虽然是一级正式图 但许多正法连他都没见过 可见此物的稀有程度 就当他纠结之际 男主便准备拿回卷轴 龙魁见状顿时极了 连忙涨价到三十万 谁知男主依然不为所动 落实就要拿回正图 无奈之下 龙魁只能挑软柿子捏了 洛小姐 这幅图顶多三十万 而且整个天语帝国中 只有我们乾隆阁有实力收这幅图 你到其他地方根本卖不了这个价钱 骆云商这个憨憨哪里懂这些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龙魁一看 有戏 于是决定乘胜追击 承诺他只要愿意交易 以后骆家就是乾隆阁的贵宾 说着整个人更是直接贴了上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准备给对方凹板和他 听到这话 骆云商天真的以为以后能抱上乾隆阁的大碗 于是他准备帮着劝说下男主 然而男主对于如此凶大无脑的女 他只说了两个字 闭嘴 随即强势回应 龙小姐 我是骆家管家 骆家一切事物由我做主 请把这幅画还给我 见此情形 龙魁也只能叹息一声 将阵图还给男主 卓凡先生 你的要求太高 我们实在满足不了 不过 我以前龙阁的名誉向你保证 这幅一级阵图真的最多只值三十万 说吧 他也不再纠缠 转身就要离开 男主见状却不以为然的本事 原来你真不懂 不知你们这儿还有其他健保师吗 一听对方说自己眼光不行 龙魁当即就怒了 卓凡先生 你的眼光虽然不错 但是千万不要太自负 然而男主压根不吊他 依然询问是否还有别的健保师 见男主如此态度 龙魁只能兴兴地转身离去 好 你等着 不多时 一个独眼老头便走了进来 骆云商一看 神眼龙九 他可是乾隆阁在风铃城的总管事 男主不禁暗暗赞叹 不愧是乾隆阁 竟有这种高手 此人的实力比起那蔡蓉 竟是高了一大几 以我现在的境界压根 看不出他的修为 而龙九在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 便让男主将阵图拿出来 让他过目 男主没有多言 直接将卷轴展开放在桌上 龙九扶手看过去 顿时心头一惊 一旁的龙魁还自信地认为 即便九术看过 也会觉得这幅图只值三十万 然而龙九却开口道 没想到骆家还藏有这种宝贝 小子 一百八十万如何 什么 此话一出 骆云商和老庞两人瞬间张大嘴巴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主依然觉得价格太低 这把一旁的老庞彻底整不淡定 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谁知龙九却说道 这一点老夫明白 可是一百八十万 是我们现在能调动的所有资金 再多也没有了 一听此话 骆云商连忙满脸堆笑地答应 那我们就卖酒一个面了 一百八十万就一百八十万吧 龙九闻言 当即展颜一笑 一付你这个小女娃子很伤道的表情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男主突然一把拍在卷轴上 既然你出不起更高的价钱 那么这笔生意取消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龙九瞬间爆起 一股磅礴的力量迸发而出 这玩意儿老夫要定 男主对此却丝毫不拒 兴奋地大喊 九爷 你这么做可是会有损乾隆阁为名啊 见对方如此态 龙九稍显意外 小子 你不怕 哼 乾隆阁可是七世家唯一的经商家族 强买强买有损家族荣誉 小子我烂命一条 你可是在拿家族荣誉和我对比 九爷 你不怕吗 听到男主的话 龙九突然大笑起来 这一幕却看得其余三人都有些懵 只见龙九缓缓站起身 洛家还有你这样的人撑着 不愁咸鱼翻不了身 小子 我知道你来乾隆阁不只是为了卖这副 有什么条件开出来吧 男主文言淡定地说道 开价一千万 你们先付一百万 以后慢慢还 当你们欠洛家了 好 到还清为止 龙九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答应下 小葵 给他们一百万 送客 带到男主几人走后 龙葵再次找到龙九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一级阵图 九叔会答应一千万的天价 龙九向他解释 根据古书记载 这应该是一幅上古阵图 什么 上古阵图 听到这话 龙葵当即惊讶出声 这时龙九又吩咐道 小葵 你让阿杰找四五个好手 去保护洛家那几个人 他们昨天得罪孙家了 龙葵文言不禁疑惑 为什么我们要去保护他们 龙九略显无奈道 刚当你没听见吗 这是我们欠他们的 龙玉的最强魔皇重生到小管家身上 随手画了张震图 竟被乾隆阁当成了绝世珍宝 洛家也因此成功抱上了乾隆阁的大脑 回到客栈后 男主正在打坐修炼 这时龙统领慌忙地跑进来 告诉他孙家已经包围了这里 然而这一切早已在男主的意量之中 我正等着他们呢 叫上那姐弟俩跟我一起出去吧 与此同时 孙玉飞正在门外不停地叫嚣 身边还站着一名风度翩翩的男子 只见洛云商四人从客栈中走不出来 不知孙小姐今日带这么多人来找我们何事 哼 明知故问 你不会忘了不久前在菜府对本小姐做的好事吧 今天我就让你们洛家在这里彻底灭族 见对方如此架势 洛云商顿时有些慌了 可看见男主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他又莫名地感到一丝心安 于是强装镇定道 孙小姐 我洛家屹立风陵城数百年 岂会说灭族就灭族 孙家迁来风陵城不过数十载 请注意你的言行 孙玉飞一看左顿说不过对方 于是打算冲上去跟洛云商撕逼 可谁知却被自己的表哥给拦了下来 罗小姐 请原谅我表妹的无理 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找贵府的管家 为我表妹讨个公道 与小姐无关 只要你交出那人 我保证不上洛家人一根毫毛 而且如果小姐愿意 在下还能帮你重现洛家网日的辉煌 然而洛云商听后 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了他 男子见状冷哼一声 我劝小姐不要意气用事 如果你知道我的身份恐怕就不会这么说 听到这话 洛云商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只见男子一副傲娇的样子往往开口 在下幽权 幽名古弟子 此话一出 洛云商顿时一惊 你是遇下妻世家的人 此刻他已经完全没了之前的阵地 满眼无助地看向身旁的男主 只见男主缓缓走上前大气道 我就是洛家管家着凡 你想如何 一对一还是你们一起上 哼 果然和我表妹说的一样 狂妄自大的狗奴才 对付你这种人 一起上只会辱莫幽名古的威名 说罢他直接飞身上前 一找向男主挥过去 没想到对方会直接动手 男主连忙侧身躲闪 可仓促之下还是被对方抓上了 没能一招秒了对方 幽权露出惋惜之色 然而就当他准备再次出手的时候 却看见男主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但没有一丝畏惧 反而好像有些乐在其中 正疑惑着 他猛然发现男主已经来到身前 糟了 来不及多想 幽权连忙出掌银机 可他没料到男主修的也是魔道 看着掌心的血迹 幽权此刻有些后悔 早知道对方也是魔修 他就不会来趟这趟浑水了 因为魔道永远在追求强大的力量 为了实力不择手段 与正道注重基础的修炼不同 与他们为敌 无异于与一群疯子作战 然而现在说这些已经迟了 为了防止在恒生试端 幽权打算尽快解决掉对方 下一秒他再次闪身来到男主面前 使出繁街高级武技 幽冥爪 一掌重重地拍在男主的身上 直接将他的心脉给彻底封住 如此一来男主便失去了抵抗之力 就当幽权洋洋得意的时候 谁知男主竟然再次使出武技 血云掌 如此近的距离 幽权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拍飞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心脉明明已经被我封住了 为什么还能使出武技 见到这一幕 骆云海秒边拉拉队 为男主呐喊助威 可下一秒 只见男主口吐鲜血 直接瘫软下来 幽权一看顿时恍然 我当他是如何使出武技的 原来是自爆心脉 不过这样一来 他也就离死不养 真是可惜啊 若是你我实力相当 刚刚那一掌恐怕可以拼得同归于尽 不过现在 你那只是莽夫所为吧 就算我现在受了伤 一样可以亲手送你一程 说着他闪身来到男主面前 口中大喊 去洗吧 但魔皇竟被人打得口吐鲜血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幽权趁气 不被封住了男主的心脉 无奈之下 他只能自爆心脉强行使出武技 可如此一来 他就彻底变成了带宰的羔羊 就当幽权准备上前了结男主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名男子阻止了他 幽权一看 这不是乾隆阁的龙杰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只听龙杰开口道 我奉九叔之命 保护洛家四人的安全 你要杀他 就要先过我这关 听到这话 幽权大为震惊 他没想到乾隆阁竟然会为洛家出头 可很快他便冷静下来 眼前的龙杰也只是跟他实力相当 想要仅凭一人护住洛家的四人 根本办不到 谁知龙杰此时却搬出了双方的家族 如果他们在这里交手 必定会引起两家的大战 一听此话 幽权顿时心头一惊 虽然幽冥谷和乾隆阁互有恩怨 开战是迟早的事 但却不是现在 不能因为我坏了家族的大事 想到此 他打算今天暂且先放过洛家几人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洞穿了他的身体 幽权艰难地转过头 发现偷袭自己的竟然是男主 此刻他哪里还有先前要死的样子 并且所展现出的实力 比刚开始的时候还要强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 然而现在才反应过来已经迟了 虽然心有不甘 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他隐恨西北的结局 见到这一幕 孙玉飞直接当场晕了过去 就连龙杰也被男主这杀法果断的做法给震慑住 这时男主突然看向他 你就是九爷派过来保护我们的人吧 多谢相助 请给九爷带个话 以后可以不必派人了 说罢便静止向客栈里走去 画面一转 来到乾隆阁分部 当龙九得知事情的始末后 瞬间暴露 没想到我纵横一事 今天会被一个黄毛小子给摆了一挡 一旁的龙葵不明白 那卓凡偷袭杀了幽权 关我们乾隆阁什么事 糊涂 龙九当即喝倒 当时阿杰就在现场 还跟幽权动手 这是有目共睹的 那小子当着阿杰的面杀了幽民古弟子 你说这笔账记在谁的头上 洛家呀 龙葵这个傻白甜依然没有反应过来 旁边的龙杰无奈解释道 小葵 你能相信一个小家族的人 敢杀御下七十家的弟子吗 龙葵想了想 果断摇头否定 连你都不相信 幽民古和孙家的人更不会相信 他们一定会把矛头指向我 一听此话 这个憨憨才反应过来 那我们也太倒霉了吧 凭什么替洛家背黑锅 这是龙九叹息道 这根本就是那小子设计好的 按阿杰所讲 那小子当时都快没气了 就算幽权要他的命 他也动都不动 偏偏阿杰出手后 他才趁机偷袭 实力还比一开始要强得多 这分明就是提前算计好 什么 龙葵文言顿感惊讶 那他是早就知道龙杰哥哥在旁边 所以才算计幽权的吗 傻丫头 他不是算计幽权 而是算计我们乾隆阁和幽民 我们两家打起来 他落家才能脱身 听到此话 龙葵觉得难以置信 难道他不怕因此得罪两大十家吗 这一点 他恐怕早就想好了 当时在变卖阵图时 他就已经摸清我对家族名誉的重视 所以我们若是对落家出手 或不管落家 那就是变相跟幽民补示弱 有损乾隆阁为名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对落家一保到底 说到这里 龙九长叹一生 这小子算是老夫见过最危险的男人 另一边 回到客栈的男主正在运工疗伤 此刻他无比愤怒 作为一代魔皇 曾经是何等的强大 可现在竟然被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给伤了 灰根究底还是因为现在这具身体太弱了 想到此 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心中打定主 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变强 紧接着他开始运转功夫 一道血光从掌心迸发而出 与此同时 在菜府之中 原本正在打坐修炼的菜校图 突然喷出一口老血 随即便倒地昏厥过去 这时从他的身体里缓缓渗出树道血气 最终汇聚成男主的本命血因 哼 老子先不娶你幸运 我要你亲眼目睹菜家是如何被灭门的 长自暴心脉后就会当场赶屁 可男主竟然没事 只因为他炼制了一句本命血因 此刻他正控制着血因在孙家到处吸收血气 转眼间 已经悄无声息地干掉了50个人 就在他准备打到回府的时候 突然感受到不远处有魔道高手的气息 过去一看 守在门口的护卫竟然都是具气境巅峰 男主更加好奇 是什么人物竟然如此正常 于是他悄悄来到窗口 向里面探去 只见孙家的家主孙荣 正像一位老者行人 简长老 不知您和孙家主今日大驾光临 所为何事 想必蔡家主已经知道 今日我幽名古弟子幽权 被乾隆阁所杀一事 我幽名古与乾隆阁早已结仇 只是双方都不敢先动手 打破七世家的平衡 这次乾隆阁假借洛家杀我弟子 不知异域何为 听到他们的对话 男主不禁暗自窃喜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七世家称霸多年 绝不会想到有人敢挑战他们的威严 他们宁愿相信这件事背后有阴谋 也不愿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 这时简长老继续说道 这次我来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帮我们去试试那乾隆阁 看他们到底想怎么样 若这件事由我们出面的话 两家势必要一战了 一听此话 孙荣顿时露出为难之色 简长老 那可是乾隆阁呀 我蔡家怎么可能得罪得起 蔡家主别误会 凭蔡家还不配与乾隆阁照面 我说的试探 是让你去对付洛家 看乾隆阁的反应如何 听到这话 蔡荣心中不禁暗骂 现在谁不知道洛家是乾隆阁照的 找洛家麻烦 不就等于打乾隆阁的脸 再看看旁边的老孙头 完全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姿态 他心中更加郁闷 今天你闺女不是闹得挺欢的吗 一看人家跟乾隆阁有关 就怂了 想到此 他佯装叹息一声 哎 话说那浊凡是老夫最恨之人 前些时日他不知用了什么邪术 竟让我儿偶血数日不止 我怕再去惹他 又会用邪法要了我儿的命了 说到这里 他突然话风一转 简长老 孙家主一向精明能干 与幽冥谷又关系清静 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办 必当不负您的祖国 见自己莫名躺枪 老孙头立马急了 蔡蓉 你啊这什么意思 两人刚准备争吵 一旁的简长老实在听不下去 大喝一声 够了 没用的废物 这次不靠你们了 老夫找其他人去做 还有孙蓉 让你呈上来的灵阶五计 断风腿准备好了吗 好了好了 孙蓉文言连忙双手奉上御简 简长老 我蔡家就这一门祖传的灵阶五计 话音未落 简长老直接打断了他 行了 不会白要你的 说着他拿出另一块玉简人给蔡蓉 这是灵阶终极五计 烈焰指 比你那灵阶低级五计强多了 这一幕看的男主十分不紧 用灵阶终极换低级 这幽名鼓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这时孙家主突然开口问道 简长老 不知对付洛家的事 您要找何人出手 简长老不屑地冷横 两个狗奴才 怕别人取代你们吗 哼 放心 那人是我们幽名鼓的人 孙家主文言更加不解 幽名鼓不是不想直接出面吗 简长老此时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是我们早就布下的一道案子 他在飞风山 听到飞风山 男主忍不住心头一惊 然而他这一晃声 泄露的气息瞬间被简长老发现 什么人 只见他朝着男主的方向一掌迅速挥出 好在男主的本命血应足够灵敏 才看看躲过这一掌 可谁知这简长老的速度几快 转瞬间便追了上来 不得已之下 男主只能钻进一名小嘎嘎的体面 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至极 他是斩出秘术 血抱 最终趁着混乱赶紧逃离此地 姗姗来迟的蔡蓉两人只看见了一抹红光 不禁疑惑那是什么东西 然而即便是身居高位的简长老 也从没见过血应这等存在 不过从气息来看 他判断出这一定是魔道之物 与此同时 豪出生天的血应已经重新回到男主的身体 他长呼一口气 没想到在蔡家能碰到如此强者 实力不在龙九之下 此时此刻 他越发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 想到此 男主立刻开始运转功能 炼化收集来的血气 当在睁开眼时 他的修为已然达到了聚气四重镜 不愧是血应 这实力飞跃来得也太过容易 先前突破聚气二重时还不到十 可这次又连连突破两重 此时 男主的嘴角微微上扬 黑风扇 呵呵 无怕死的就尽管来吧 谁会知道在这个税嫩的脸庞下 其实是个活了无数岁月的大魔王 虽然因为重生的关系 现在的修为还不高 但他所掌握的功法 阵法 武技等 随便拿出一个都会引起全天下的震动 就连超级世家在他眼里 也是娄一般的存在 只要他想 你就必须死 虽然与幽权的一战 男主也受了点伤 不过靠着本命血应的帮 只一夜的修养他便完好如初 第二天清晨 当他走出房门时 却发现洛云商躲在门口 他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是想偷窥我洗澡 那个 我怕你伤势加重 有什么意外 所以一直在外面照看 说罢洛云商便顶着张大红脸慌忙跑开 就当男主不明所以的时候 唐统领大咧咧地走了过来 卓兄弟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大小姐一直在你们前守着 生怕你出什么事 话音刚落 男主的心脏突然开始剧烈跳动 他没有想到自己堂堂模糊 竟然因为一个女人做这么点事就敢 肯定又是原主的心魔在作罪 好不容易稳定好情绪后 他准备带上老庞去一趟乾隆阁 可庞统领却放心不下洛家姐弟 男主自信一笑 放心吧 经过昨天那件事 现在没人敢动他们姐弟俩 不多时 两人便来到了乾隆阁 这一次当守卫看到男主后 脸上写满了恭敬二字 怎么 不用通报了吗 听到这话 守卫立马点头哈腰 先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您是大主顾 然而男主并没有因为他们转变了态度 就给出好脸色 丢下一句狗眼看人低后便大步向离走去 刚进院门就恰好碰到了龙奎 因为男主算计了他们乾隆阁 龙奎并不想给他们好脸色 冷哼一声便准备离开 男主微微一笑 龙奎小姐 乾隆阁就是如此待客的吗 龙奎不屑冷哼 你们也算客人吗 男主文言微微叹息一声 真是小女孩 还是太嫩了 听到这话 龙奎瞬间跳了起来 主凡 你说谁太嫩了 就是你 男主淡定道 无论是生意场上 还是七世家之间的关系 都是靠利益的算计 若是被算计了 就恼羞成怒 还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相较之下 那个叫龙奎的朋友 就比你成熟的多 他知道被我算计后 没有多说什么就走了 在我看来 肯认输也是一种实力 至少下次我再想算计它 不会那么容易 爱恨情仇帮不了你 利益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放下私愿 再谈场生意如何 面对男主这个人惊 龙奎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卓凡先生 还是让老夫跟你谈吧 只见龙九和龙杰 向这边缓缓走 当看到男主后 龙杰满脸差异 昨天他明明自爆新脉 但现在却根根没事人一样 难道说他一夜之间就好了 那怎么可能 见龙九过来 男主调侃道 九爷 不给年轻人个机会吗 龙九文言当即暴怒 废话少说 今天又来干什么 九爷息怒 我只是想找出宅院 作为落家安身之所 不知九爷有何好地方推荐 听到男主的话 龙九都无语了 前脚刚迈了前龙阁 后脚就来找自己帮忙 我凭什么帮你 很简单 这是前龙阁欠我们的 况且这不是也方便 你们监视落家吗 什么 此话一出龙九顿感惊讶 这小子真是把所有人的心思都摸透 自昨日一世 前龙阁便陷入被动 不知何时就会与幽冥举开战 落家更是一个不安定名字 一个不好 就会挑起两大世家的真正大战 所以必须将落家全面监视起来 可他却突然出现 说出了这番话 这小子究竟打什么主意 只听男主缓缓开口 这样吧 算我吃亏 再卖一份情报给你们 你们知道幽冥谷已经来人了吗 什么 一听这话 龙九大为震惊 龙杰当即出声反驳 这不可能 封灵城的眼线一直由我负责 没有人可以瞒着我随意进入阵 龙奎也满脸狐疑地看向男主 你有什么证据 男主淡淡笑道 那人的样貌是个秃顶老头 蔡蓉和孙家主都叫他姐长老 乌银解盘 突然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鲨鱼 见到这一幕 男主不禁疑惑 九爷跟那老头有过节吗 何止是过节 九叔的一直神眼就是被他毁 男主闻言忍不住暗暗窃息 不过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惋惜的样子 九爷节哀 好了 既然你能说出那人的相貌 老夫就相信你 距离这里百米外有一所愿的 你们去那里吧 达到了目的 男主两人也不再逗留 当即告辞离开 带到他们走后 龙九立刻吩咐道 阿姐 向家族传信 让他们多派些长老来 我不要减凡活着离开这里 借着对人性的把握 男主将两大施加玩弄于鼓掌之间 就在刚刚 他更是从乾隆阁那里白嫖了一套宅院 先前还被蔡府安排住茅草屋的九弟俩 此刻如同做梦一般 男主看向老龐 指着不远处的乾隆阁护卫 承诺以后会给他一支这样的队伍袋 老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能成为他们其中一员就不错了 哪敢有这样的奢求 然而男主却不以为然地告诉他 会有那么一天的 话音刚落 一道讥讽声传来 卓凡先生 原来你不光是忽悠别人 连自己人都忽悠 只见龙奎和龙杰走了过来 以这位庞统领的资质 顶多修炼到聚七六重 在我们这儿只是出击守卫 可当不了统领 我劝你们一个小家族 就不要做大家族的梦了 男主文言眉头微醋 龙奎小姐 有道是末期少年穷 你这话太过了吧 哼 什么末期少年穷 那都是安慰你们这些做白日梦的 你别以为靠小聪明 得到了我们乾隆阁的庇护 就觉得了不起 就算在这里称王称霸 也不过是井底之蛙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听到龙奎这番话 男主的嘴角突然微微上摇 随即他脚下一蹬 几个连跳便来到了屋底 龙奎一看 你跳那么高做什么 这可不是你家 快给我下来 然而男主根本不理睬他 望了望四周淡淡的 三级防守阵势 盘龙阵 此话一出 龙奎和龙杰当即心头一惊 这可是九叔亲自布下的阵法 他怎么会知道 这时男主突然纵身一跃 跳到空中 随即从储物界中拿出许多灵石 分别将他们散落在院落的各个方位 龙奎两人还不明白他这是要做什么 只见男主落地后开始双手结印 下一秒众人发现整个地面竟然震动起来 紧接着 树道金光从地底迸发而出 逐渐凝聚成一条条的金龙直冲天际 与此同时 幽冥古的剑长老 也感受到这不害人的气息 他本能地以为是龙九在布阵 不过很快就意识到 对方应该没有这个本事 另一边 龙九也看到了宅院的异想 起初以为是他自己布下的盘龙阵 可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阵法 比盘龙阵的威力还要大了 而男主这边 数条金龙在他的操控下 最终化为一道屏障将院落包裹在其中 这一幕看得龙奎和龙杰两人不明觉力 他看向男主 仍旧一副傲娇的样子 着烦 你到底干了什么 然而男主却不搭理他 对着骆云商躬身道 大小姐 刚刚我见着盘龙阵只是三级阵法 恐怕保护不了小姐的安全 所以小的私自决定 将阵法升级为五级阵势 九天盘龙阵 费了不少零食 请小姐责罚 什么 五级阵法 此话一出 龙奎两人大为震惊 五级阵法在整个天与帝国都没几个人会 就算七世家中也不见得有这样的人才 可这小子竟然随随便便就布置了五级阵法 难道说他是五级阵师 此时的骆云商虽然心中也同样翻江倒海 但他知道现在不能表现出来 于是配合着男主开始演戏 卓管家 你这次未经允许就挪用这么多灵石 本该受罚 但念你忠心一片 就不责怪你 说罢一行人扬长而去 留下龙杰两人呆愣在原地 看着他们的背影 龙奎面色凝重 原本以为他只会算计 实力不过区区聚齐二重 想不到竟然是名五级阵师 就在这时 龙九匆忙地赶了过来 刚一落地便问道 刚刚是谁在布阵 呃 是洛家管家 卓凡 什么 是他 听到龙杰的话 龙九一脸震惊 但凡阵法大驾 不仅对美级阵师极为了解 而且要通过常年修炼 感悟天地才能知晓阵中诀窍 老朽一把年纪 不过只能不知三级阵师 他小小年纪 是如何瞬间不出五级阵师来的 想到此 龙九当即吩咐两人去把男主请来 他要和对方好好谈一谈 画面一转 在一个凉亭下 当龙九再次看到男主后 表现得极为热气 卓凡老弟 请坐 听到这话 身后的龙奎两人心中震惊不已 没想到九叔如此高傲的人 居然会与对方平背论交 反观男主却表现得很是自然 不知九哥找我来 有什么事 听到这声九哥 对面三人当即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会顺赶爬 卓凡老弟 既然你已经称呼了我一声九哥 那老哥就不管弯抹角了 实话跟你说吧 老弟你能不出五级阵法来 有这样的能耐 可必我在洛家这个小家族里 不如来老哥这儿吧 乾隆阁供奉的位置给你坐 怎么样 一听此话 男主的脸上露出一抹一味深长的笑容 十几岁的少年竟然能布下五级阵法 得知这一消息的龙九 当即对男主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做乾隆阁的供奉 男主还未开口 一旁的龙奎立刻就炸锅了 什么 让他做供奉 那可是乾隆阁的最高待遇 地位更在长老之上 他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小子 凭什么能当此重任 此时男主却显得一脸淡定 我提一些条件没问题吧 龙九一听 有戏 当即满口答应 只见男主完威地看向龙奎 那我让他给我端茶送水 西娇满杯也没问题 听到这话 龙奎差点没气炸了 你做梦 呵呵 我开玩笑的 家里已经有个大小姐了 难道还要再添一个梦 说着男主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我要洛家姐弟 一世平安 此话一出 对面的三人揭露出意外之色 没想到他的条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洛家 好 我答应 龙九当即成梦 只要有乾隆阁在 洛家不但一世平安 生生世世 子子孙孙都会平安 放心吧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乾隆阁的供奉 我会将你的事情禀告家族 三日后我让阿杰送你去家族走 然而男主此时却画风一准 等等 我可没答应要当什么供奉 一听此话 龙九当即大怒 说老弟 什么意思 是在戏耍老夫吗 男主文言淡淡开口 如果在一刻钟前 你向我提出邀请 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而且条件就是我刚才所提出的 可是现在 说着男主撇向一旁的龙奎道 龙奎小姐 你先前说的话还记得吗 忽然被对方点名 龙奎顿感不妙 只见男主突然起身怒火 十年 十年后老子会让洛家屹立在七世家之上 说罢他头也不回的就转身离开 此时龙九也意识到 先前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即询问两人 于是阿杰把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 龙九听后叹息一声 老夫早就跟你们说过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你们如此羞辱洛家 难怪人家证明给你们看了 哎 我们差点就能请来一位五级阵法师当供奉 另一边 离开了乾隆阁的男主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 此刻仍旧心绪难平 刚刚他本可以趁机将洛家托付于乾隆阁 这样洛家安稳 他的心魔也可以解开了 可当他一想到龙奎的话 心中就充满不愤 说我白日做梦 都不会做那就只能安于天命 魔道本就逆天而行 所有的命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我现在帮洛家已不再是为了去除心魔 而是为了我的魔道 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可能 天若足我 就逆天杀之 总有一天 我要将这个落魄的家族 打造成天下最强的世家 画面一转 当男主回到宅院后 骆云商连忙走上前 浊凡 九爷找你有什么事 男主如是回道 他请我当乾隆阁供奉 骆云商文言神色顿时变得落寞 那恭喜你啊 乾隆阁不是洛家能比 你在那里一定更有钱 谁知男主却告诉他 叛什么气啊 我拒绝了 什么 听到这话 骆云商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这时男主突然开口道 以后洛家不管大事小事 都有我做主 你别干预 从今以后 我就是洛家的大管家 十年内 我要让洛家超越乾隆阁 说把他转身回去自己的房间 留下骆云商三人一脸蒙圈 深夜 男主再次操控血因 准备到菜肃吸收点血气 谁知刚出来就发现一名女子 正鬼鬼祟祟的蹲在墙头 为了搞清楚对方的身份 男主一路尾随他来到一个房间 意外发现他还有不少同伙在这里 从这些人的对话中得知 他们的目的 竟然是要抓住洛云商 霍辣的女山贼 在男主面前叼满耍横 可他却不知道 男主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一招就把他支得服服帖帖 就在刚刚 男主意外发现 有一伙人要对洛云商下手 从这些人的对话中得知 他们是黑风山的山贼 而抓洛云商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洛家的祖传功法 回龙掌 用他来救治老债主的伤 等到房间里只剩下两个女人时 男主趁机闯了进去 谁告诉你们回龙掌可以疗伤的 女山贼见状立刻警觉起来 你是什么人 哦 还没自我介绍 在下洛家管家 着凡 女山贼没想到对方竟然就是洛家的人 二话不说 当即施展武技冲了上去 受死吧 然而他的这点微末伎俩在男主面前根本不够看 只见男主轻念口句 本命血因瞬间来到他的身旁 眨眼间便钻进了女山贼的身体 下一秒 他整个人直接将在原地无法动摆 女山贼顿时慌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 只是控制了你的身体 说着男主上前一把抱住他 好了 跟我走吧 这时 一旁的丫鬟傻愣愣地跑过来 放开我家小姐 男主一看 呦 差点把你给忘了 那就一块走吧 说罢便抱起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满在而归 画面一转 男主很快便回到了宅院 守卫看到他这架时 立马露出了男人都懂的表情 卓管家 真是辛苦你了 好巧不巧 正好被一旁的龙魁给听见 见到这一幕 他的心里没来由地生起一股怒意 恨恨道 男人都一样 男主并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自顾自地回到房间 随手便将两个女人给丢在地上 紧接着他手指轻轻一勾 女山贼便重新获得了自由 谁知他立刻抱起 抛出匕首便向男主冲过来 眼看着就要得手时 他的身体却再一次降在原地 只听男主淡定道 好伸手 不过在我面前是没用的 我请两位来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绝没有恶意 只要你们老实回答 稍后我自会放了你们 还有 这样的凶器最好不要在我面前嫌恋 说着男主直接拿走了对方的匕首 随即目光扫向女山贼的全身 对了 你身上不会还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 听到这话 女山贼瞬间就明白了男主的意思 当即怒喝道 你敢 我敢不敢 就看你配不配合 这时男主突然目露凶光 你是什么人 来封凌晨干什么 面对男主的提问 女山贼果断地选择了沉默 下一秒 只听呲拉一声 男主直接扯破了对方的衣服 一旁的小萝莉立马挥着粉拳冲上来 滚蛋 你敢对我们小姐无礼 紧接着 又是一道衣服破碎的声音后 他果断选择了闭嘴 只见男主再一次看向女山贼 你是什么人 来封凌晨干什么 然而女山贼依然倔强地选择沉默不语 男主见状二话不说直接上手 随着女山贼的一声哑捏 他身上的布料又少了一块 随即男主再次提问 你是什么人 来封凌晨究竟干什么 面对如此不讲武德的人 女山贼也只能认损 我是黑风山山主的义女 雷雨婷 这次来封凌晨是为了除掉你们落架 男主闻言继续询问 如何除掉 幽冥谷会引开乾隆阁的人 我们趁机攻入这里 听到他们竟然和幽冥谷有关系 男主立刻来了兴趣 可当问到他们是如何与幽冥谷联系上市 雷雨婷却再一次选择了沉默 男主见状也不再多说 一把扯开他身上的衣服 你很美 这是你最后能保持尊严的机会 若是再不回答 外面可还有几十个饥渴的汉子等着 听到男主的话 雷雨婷虽然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却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好 你有种 见到这一幕 男主也不再迟疑 直接向他伸出了魔爪 看着男主就要扯掉雷雨婷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一旁的丫鬟实在看不下去了 雅面 求你不要再欺负小姐了 跟幽冥谷联系都是杨师兄一手经办的 男主文言嘴角露出一模糊度 杨师兄是谁 杨师兄名叫杨明 是山主的关门弟子 也是小姐的未婚服 可就在当日 山主却被洛家主暗算 身体瘫痪 口不冷言 所以 见对方说话吞吞吐吐 男主直接补充道 所以你们就偷袭了洛家 杀人偿命 报仇血恨 有什么不好说的 那接下来呢 然而小丫鬟此时却突然迟疑了 不知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男主见状 立马使出奈杀王找手 吓得小丫鬟连忙主捅到斗路 自从洛云商跑了之后 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路 最近杨师兄说你们在这里 还联系了幽冥谷来帮忙 听到这里 男主注意到一个关键点 你们怎么知道是被洛家主偷洗了 亲眼看到了吗 小丫鬟却说 是杨师兄看到了 那么 围龙掌能治疗山主的伤势 也是杨师兄说的咯 见丫鬟点头 就在这时 洛云商突然开门走进来 卓凡 你在屋里干什么呢 可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左管家 都干了什么呀 把不三不四的女人 带回家里胡搞 之前不还信誓旦旦说要变强吗 你不是要让洛家超越七十家吗 你就是这么做的吗 男主被骂得一脸懵逼 奇怪他平时不是很端庄贤淑的吗 今天怎么反应这么大 于是他解释道 他们是黑风山的山贼 我刚才只是在审问他们 洛云商一听 这俩女人竟然是黑风山的 当即就要冲过去掐死对方 可谁知这事 男主却制止了他 你冷静一点 我觉得黑风山与洛家的恩怨 并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遇下七十家搞的鬼 此话一出 在场的三个女人 均是露出震惊之色 不过男主却想不通 作为七十家的幽名鼓 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到此 他提出和雷雨婷 一起回黑风山搞清楚这件事 然而雷雨婷却认为 他是想借机混入黑风山 果断拒绝 男主听后并没有反驳 转身向骆云商 要过的回龙掌的功法 随即便递给雷雨婷 雷小姐 这就是你们要的回龙掌 不过这只是本武技 治不了你们山主的伤 我只请你带我去黑风山看看 查明真相 也许那个杨明一直在骗你们 否则的话 无论骆家还是黑风山 这次都会在七十家的恩怨中灭组 看着手里的功法 雷雨婷陷入纠结之中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眼前的男人 只听男主再次开口道 杨明能轻松将骆家 干了几十年的管家策判 又能轻松地搭上幽名 雷姑娘 你作为她的未婚妻 真的了解她吗 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 顿时在雷雨婷心中掀起波澜 当即便同意了男主的提议 画面一转 雷雨婷带着乔庄后的男子 一起向着黑风山出发 至于小丫鬟则被留在了宅院之中 男主告诉她 之所以扣下小丫鬟 一来是为了保险 二来也是为了她好 听到男主这么说 雷雨婷一脸问好 怎么就变成为我好了 看着这个胸道无脑的女人 男主长叹一声 也不打算多做解释 就在这时 山崖上突然出现一个小嘎嘎 什么人 可当她看清是雷雨婷后 连忙躬身行李 原来是小姐回来了 您不是去封灵城了吗 雷雨婷借口说回来半点事 随即便带着男主向李走去 这时男主突然开口 你去封灵城执行任务 是极为隐秘的事情 一个手扇的小喽喽怎么会知道 看着吧 等咱们上山后 那杨明就要出门迎接了 雷雨婷文言沉默不语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她此时也隐隐察觉到了不对 当两人来到山寨的大门时 眼前的一幕让雷雨婷心惊不语 正如男主所说的一样 杨明果然早早地就等在了这里 主发现黑风山的少寨主杨明 似乎与幽明骨有关系 于是他乔装成一名老中医 与雷雨婷一同返回黑风山 谁知杨明早早地就在寨门口等着他们 雨婷妹妹 你不是应该在封灵城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此时的雷雨婷已然发觉了其中的蹊跷 于是接口道 师兄 乾隆阁的确不好惹 幽明骨的人又不可靠 这次行动实在太过冒险 所以我让他们暂且安兵不动 静观其变 杨明文言眉头微促 女婷妹妹 师父带我们恩重如山 为了她老人家 就算牺牲性命又算什么 我们又怎么能贪生怕死呢 就当雷雨婷刚想反国的时候 却被杨明突然打乱 指着她身后的小老头问是谁 这位是我找到的一个二品恋丹师 若是她能就义父的话 可她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男主突然哈哈笑道 老夫纵横江湖 包治百病 不管任何疑难杂症 老夫都是要到病除 听到男主这么说 杨明顿时露出不屑的神色 哼 原来是个老骗子 你要真有本事 早被供起来 还用像现在这样到处行骗吗 想到此他极为堵定道 师妹 被回笼掌打伤的人 只有回笼掌可以治好 难道你不相信维兄吗 谁知还没等雷雨婷开口 男主再一次跳了出来 小兄弟 给个机会吧 我真的很擅长疗伤啊 见这小老头乍乍乎乎的 杨明一拳砸了过去 直接将男主打得低流转圈 滚出老远才停下来 只听男主颤颤巍巍道 不让治就不治了 干嘛出手打人呢 就当杨明刚准备上去补两拳的时候 雷雨婷挡在了面前 这位先生是我请来的 你要打他就先打我 杨明健壮冷哼一声 你爱让他治就让他治吧 把师父治坏了我绝不放过你 说罢便气冲冲地转身离开 等他走后 雷雨婷愤怒地望向男主 都是你 师兄都不理我了 我就不甘心 师兄他这么关心义父 怎么会害他呢 雷姑娘 看人不要看他说什么 而要看他怎么做 刚刚他不让我治 是不清楚我的实力 可是在他试探之后 觉得我实力不济 便又让我治了 你说他对你义父是好是坏 听男主这么一说 雷雨婷方才如梦初醒 画面一转 当两人来到老寨主的房间时 发现杨明正在给他喂药 看起来很孝顺的样子 见男主两人过来 不悦道 相互骗的 我师父要是有什么差池 为你试问 说罢便起身走到一旁 男主见状微微一笑 随即上前为老债主好迈 不多时便转头看向雷雨婷 令氏的病症老夫已经寻得 是义无入体 此话一出 杨明顿时心头一惊 立马冲过来将男主拉开 怒吼道 一派胡言 这过激的反应 让雷雨婷看得有些不明所 师兄 你怎么了 然而杨明却不打反问 师妹 你的贴身丫鬟吗 雷雨婷文言顿时有些心虚 我 我让他去办点事 谁知他刚说完 杨明就突然发难 一掌将他击飞 雷雨婷还没来得及反应 整个人已经掉进了陷阱之中 与此同时 男主也被一同丢了下来 这时雷雨婷终于醒悟 这一切竟然真的是自己师兄搞得过 眼见事情败露的杨明 此时也不装了 本来不想这么早动手 可惜那老头诊断出了病因 谁知男主却装出一副傻萌的表情 什么病因 我就是觉得他常年不动 体内毒素淤积态度 想给他开个清肠单 统统肠胃啊 什么 一听此话 杨明顿时懵逼了 早知道就不用这么激动手了 可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他只能恨恨地离开 心里早已经把这个老骗子骂了八百多度 然而陷阱中的雷雨婷 此刻已经彻底陷入绝望 碰到了渣男不说 就连自己的小命也即将不保 谁知男主此时却露出神秘的微笑 一切都按计划行事 放心吧 晚上我们就能出去了 可雷雨婷却觉得 他是在表演小母牛云风啼叉 吹牛逼 男主无奈叹息一声 并没有打算解释 毕竟跟女人讲道理是不明智的选择 到了夜里 就当雷雨婷呼呼大睡的时候 男主一个响指召唤出了自己的本命血液 只见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冰冷 随即单手一挥 去吧 裂了他们 男人竟然将自己的未婚妻推进了陷阱 并且还将男主也一同丢了进来 就在刚刚 雷雨婷终于看清了杨明的真面 可惜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就当他绝望的时候 男主却告诉他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我们晚上就能出去了 雷雨婷当即表示 我信你的鬼 说完就跑到一边睡觉去了 到了夜里 男主放出了自己的本命血液 悄无声息地就干掉了一众守卫 最后逼着一名小卡拉米 把他们给放了出来 男主看着依旧躺在那里的老寨主 表示自己可以治好他 不过以后必须听从自己的话 老寨主虽然不能说话 但眼睛还可以动 当即眨了下眼睛表示同意 男主微微一笑 随即手指轻动 控制着血鹰钻进老寨主的身体 见到这一幕 雷雨婷大急 还以为他要伤害自己的义父 男主解释 老寨主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身体里有魔物 而他现在所做的 就是在把魔物清除掉 果不其然 老寨主很快便清醒过来 雷雨婷见状激动不已 上前一把抓住义父的手 可就在这时 一只蠕虫从老寨主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雷雨婷一看 原来就是你害的义父成这番模样 说着就要拍死他 但却被旁边的男主给拿了下来 雷雨婷不解 他为什么要阻止自己 然而男主却并没有解释 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虫子收好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种寒潭血蚕生于极冷的潭水之中 极为稀有 而大多魔道之人将它们养为补残 只是作为猎等魔物 不过 寒潭血蚕有个致命性的天赋 那便是一旦被他寄生 除非寄主快要身亡 他要去找下一个寄 否则无论用任何办法 都无法将它去理 刚刚血鹰用天魔大化绝 将他的幼虫一化掉 让他误以为寄主生命力在急速消失 他才不得不钻出来 而刚刚血鹰之所以可以把他的幼虫消灭 也不过是饲养人不得其法 使着血残产下的幼虫 失去了血残应有的克星 成为一般蛊虫无二的东西 男主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到这天大的机缘 想到此他让雷雨婷背上老债子 先回风凌晨再说 刚来到屋外 眼前的一幕让雷雨婷彻底震惊了 他没想到黑风扇三四百的人 竟然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死了 就在这时 他发现刚刚打开机关的小卡拉咪正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男主见状笑咪咪地走上前 真是多谢你替我们打开了机关 说罢便操控血鹰直接让他隐恨西北 身后的雷雨婷本能地想上前阻止 可已经来不及了 男主冷漠地转过头 舍不得了吗 这种时候就得快刀斩乱麻才行 若是你们被救走的事 走漏了风声 那么不知我们危险 就连你们派往风铃城的弟兄们也会被全部灭口 这时老债主也出声赞同男主的做法 平儿他说的没错 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 雷雨婷陷入沉思 不知道跟他联手到底是对是错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与他为敌 会死得很惨 对这个把自己放出来的小卡拉咪 男主虽然嘴上说着谢谢 可下一秒就直接让他去了西北 看男主如此杀法果断 雷雨婷深知不能与眼前的这个男人为敌 不多时 他们就回到了风铃城 再次看到自己的贴身丫鬟 雷雨婷十分激动 询问对方有没有事 小丫鬟告诉雷雨婷 其实洛家的人除了那个姓卓的坏管家 其他人都挺好 听到这话 男主立刻就不爽了 小丫头 说人坏话也不能当着别人面前 小心老子收拾你 就在众人谈笑之际 老寨主颤颤巍巍地走过来 是云商和云海吗 老天保佑 郑南兄的两个孩子都安然无恙 这一幕看得洛云商姐弟俩有些懵圈 还不知道这老头是谁 当从男主的口中得知他就是那帮山贼的首领时 洛云商一惊 眼神中瞬间迸发出杀意 谁知这时老寨主却突然跪地 一副任凭处置的样子 洛云商见状当即一正 不明白这老头在搞什么鬼 这时男主解释 其实这一切都是杨明的阴谋 而老寨主也是着了对方的道 袭击洛家的是跟着老头没什么关系 得知一切的真相 洛云商这才恍然 连忙上前将老寨主搀扶起来 然而老寨主却仍旧十分自责 我与这男兄八败之交 但是洛家却因我而亡 老夫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 听到这话 洛云商不禁奇怪 前辈 为何我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您呢 洛家名门望族 老夫却是出身山贼 怎能高攀得起 只是我与你父亲一见如故 便结为了兄弟 后来怕影响了洛家的声明 我们便暗自来往 况且我雷家嘴去 不得与洛菜两家为敌 这时洛云海突然开口道 以前爹爹也告诉过 无论发生何事 都要与雷菜两家共存亡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旁的男主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询问 老头 你们雷家有没有家传武技 我雷家的灵阶 低级武技惊雷指 因为我嬉笑武子 所以传给了廷儿 可惜 后来这武技的遇见 被杨明那个畜生给打扑了 听老寨主这么说 男主顿时露出恍然之色 这就对了 他们是冲这个来的 说把他连忙迈步向外走去 同时嘱咐众人待在这里 等他回来 画面一转 男主再次来到了乾隆阁 可这次他却被龙奎和阿杰 给拦在了外里 男主告诉他们 有重要的事情要跟龙九谈 然而龙奎却不以为人 想到上次男主抱着两个女人回来 他就莫名地生起一股怒怒 说什么也不让男主进去 男主见状玩耳一笑 实话说吧 我去查了幽冥谷的动向 很快他们就会来突袭乾隆阁 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说把他转身装作要离开的样子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打开了 里面传出龙九的声音 请卓兄弟进来 当男主进入大殿时 龙九已经坐在那里等着他 卓兄弟 你找老夫来又是合适 不过老夫要提醒 今日你若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夫可绝不轻然 幽冥谷高手已经赶到 马上便要突袭阵 算是大事还是小事 男主的话音刚落 龙九的身后突然传出一道声音 若是真的 当然算大事 只见两道身影防缓转过身来 与此同时 一股庞大的威压从他们的身上迸发而出 看得男主不禁生出冷汗 这两人是谁 男主从老债主的话中 察觉到了幽冥谷的阴谋 于是便跑来乾隆阁 打算将事情告诉龙九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乾隆阁竟然来了两名神秘的老者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王八之气可以看出 这两人的实力都非常彪悍 男主见状立刻谨慎起来 表现得极为恭敬 这让红发老者觉得奇怪 听龙九说你小子狂得很 怎么今天却看起来如此客气 我和九个打过不少照面 我知道他的底线 可你们我却是第一次见 听到男主的回答 龙九瞬间报起 我靠 原来你压的是看人下汗 我还真以为你见谁都是这么狂了 男主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 我对九哥狂 是因为我把九哥当自己的 九哥又是心胸宽广的前辈 不会与我一般见识 若是遇到了心胸狭隘之人 我跟他狂不是找死了 那就不叫狂了 而是白痴 此话一出 两名老者不禁暗暗赞赏男主洞悉人心的能力 这是白发老者问起了幽冥谷要来突袭的事 男主告诉他们 半个多月前就发现了孙家除了姐长老外 又多了两道十分强悍的气息 只不过这几天没空监视 后来他们有没有再来人就不清楚 龙九闻言当即拍而起 哼 来得越多越好 他们来一个 老子杀一个 白发老者见证制止道 老九 不要意气用事 随即看向男主 小兄弟 你是怎么知道的 猫有猫到 鼠有鼠到 我也有我的办法 旁人不方便告知 一旁的龙九也出声附和 三哥 卓兄弟的情报确实可信 先前减凡那混蛋 来封灵城的消息 就是卓兄弟告诉 白发老者听后略感差异 随即询问男主的师父是谁 男主瞬间想到了九幽魔帝 于是稍加改动后 说出四的字 九幽霸子 如此霸气侧漏的名号 顿时将三的老头给唬住了 虽然没听过 但一定是位隐士高人 否则培养不出 如此年轻的五级正事来 这时男主突然问道 对了九哥 你身上有复原丹吗 龙九闻言拿出一瓶丹药丢过去 你们洛家有人受伤了吗 然而男主接过丹药后 并没有多说 感谢医生就准备告辞离开 龙九这才反应过来 这个臭小子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 为了白嫖丹药 画面一转 男主回到洛家 将丹药给到老寨主 希望他能尽快恢复实力 当得知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 复原丹后 雷雨婷瞬间不淡定 这可是三瓶丹药 十几万零食一颗 我们黑风山抢一年 也不一定能抢几千块零食 洛家竟然随手就扔出来了 原来洛家这么有钱的吗 一旁的洛云商似是 看出了对方的想法 上前解释道 你放心吧 乾隆阁欠我们一千万了 一瓶三瓶丹药而已 全当利息了 这不解释还好 当听到一千万后 雷雨婷瞬间被打击的心态崩了 与此同时 在孙家的密室之中 剑长老叫来了弟子幽宁 而来人赫然就是黑风山的杨明 当听到剑长老问起黑风山的行动时 幽宁解释 临时出了点意外 无碍事 谁知下一秒一道光束 便擦着他的脸庞飞溯而过 幽冥只感觉自己如同在地府走了一圈 只听剑长老森然道 这个暗月计划 家族已经布置了十几年 若是因你自大而功亏于愧 坏了家族大计 老夫保证叫你生不如死 一番警告后 他便让幽冥先行退下 幽冥连忙英氏 刚准备离开 就听到剑长老又说道 洛家绝不能放走一人 尤其是那个卓凡 从男主有了本命血阴后 修炼速度如同坐上了火箭 再加上他本就是修的魔道 别人需要耗费多年的苦修 他只需要吸食血气便可以轻松突破 然而现在大战在即 他也不敢再冒险放血阴出去 就当男主暗自叹息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外面有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于是他连忙跑出来查看 只见龙九正立于虚空 看这架势应该是准备迎进幽冥谷的呼吸 男主见状嘴角浮现一抹糊度 如此一来 双方在没有和解的余地 那洛家就真正安全了 就在这时 天空中忽然出现一团血物 只见剑长老从其中缓缓走出 双方一见面 顿时剑拔弩张 首先是一顿嘴炮输出 男主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龙九的一只眼睛就是被这剑长老给毁了 更加让他意外的是 这只眼睛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子雷惊眼 相传这子雷惊眼乃是上古十地中 最强三地之一 天地的神眼 能目放金光 暗含灭天神雷 圣级高手被他看一眼都会神魂俱灭 男主没想到 如此神通的修炼法门 居然会在凡街修者身上遇到 这要是被人设计混了 此仇比杀父夺妻更甚 难怪龙九这么狠啊 此时双方的嘴盾已经结束 进入撕逼的阶段 龙九率先出招 灵气幻化成一条金龙弓向对方 然而剑长老根本不慌 抬手间竖到灵气化成的铁链 就将金龙死死缠住 就当他嘲讽对方不行的时候 龙九突然从侧面闪身过来 将他一把抓住 紧接着剑长老就被扔到了下方 而在那里 前龙阁的另两位长老正等着他 见势不妙 剑长老大喝一声 出手 只见血雾之中又冲出两道强悍的身影 龙九剑撞随即掏出自己的大宝剑冲上去 锦一剑就将对方给击退 让其不敢直视锋芒 两人这时也认出龙九手中拿的 竟是三品云兵 奥龙剑 看龙九那边占了上风 白发老者也不甘示弱 当即向简凡杀过去 老九 看三哥如何图了他 一般这样的Flight一出口铁定要出意外 果不其然 只见一道光芒闪过 下一秒白发老者直接被击飞 与此同时他口中喷出一口老血 见到这一幕 龙九两人顿时面露震惊之色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再看简凡 他的身影缓缓从血雾中出现 此时间头正站着一只乌鸦 男主看到后 顿时心头一惊 没想到这件长老纪恋的魔物 竟然是吞噬鬼鸭 这种魔物可以吞噬万物 并将对方的属性赋予自身 只是此等魔物在简凡手里 真是可惜了 就当男主想着 要不要把吞噬鬼鸭抢过来的时候 他突然注意到 这鬼鸭竟然有一只三重天的紫雷金眼 这肯定是从龙九那边夺去 想不到居然在这魔物身上 随即男主的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有意思 简直就是天助我眼 一下间最强捅树紫雷金眼 竟然在一只乌鸦身上 龙九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怎么可能 只见简凡狂笑不止 龙九 你没想到吧 你那只举世闻名的神眼 现在却在我计恋的魔物身上 说罢他便操控着鬼鸭向龙九冲过去 龙九本能地享用奥龙剑抵挡 结果一击之下 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 老三和老五剑撞连忙杀向简凡 想着只要解决了他 那鬼鸭也不足为惧 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到面前 随着简凡的手指倾动 鬼鸭的眼中便射出两道紫雷 下一秒 三长老和吴长老也步了龙九的后铲 男主一看 不好 这紫雷惊言果然霸道 三重偏实力就逼得三个天玄高手 毫无还手之力 照这样下去的话 乾隆阁必败 到时候落家也要完蛋 不行 老子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想到此 男主果断召唤出本命血因 准备伺机而动 而此时 简凡这边正洋洋得意 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样子 看他这封尿性 三长老顿时背弃的火冒三丈 当下便让龙九和五长老都不要出手 我要搜了 说罢便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学 龙是爪 随着他的双掌推出 一条SXX2号的金龙随之出现 简凡健壮立马放出鬼压迎击 然而这一次 来了小脾气的三长老 却稳稳地压过了鬼压一头 简凡一看 糟糕 这老头目不是看过龙珠 一生气就能提升战力 连子雷惊眼都奈何不了 想到此 他连忙招呼其余两人一起上 只见刚刚还处于上风的三长老 瞬间就稳了 不过输人不输阵 就算打不过 三长老嘴上还是硬气的 你们也就是仗着子雷惊眼而已 简凡黑黑一笑 说得对 说罢便准备给予对方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 一直在旁边暗暗观察的男主 终于等到了时机 趁着简凡不注意 操控血鹰钻进了对方的身体 一瞬间 简长老整个人便僵在原地 而他们三人合力布下的困阵 也随之土崩瓦解 三长老一瞧 立马瞅准时机开始雄起 操控着金龙静直向简凡冲过去 眨眼间就卸掉了他的一条胳膊 此时 三长老还不知道 刚刚是因为男主的帮忙 本能地以为是自己弄逼 立马开始凹造型 哼 也不过如此 而简凡这边也同样不知情 还以为是乾隆阁音了自己 没想到堂堂魔道高手 竟然被正道人师用魔物偷袭了 说出去哪还有脸面在魔道上欢 不过现在也不是纠结的时候 见情形对他们不利 于是脚底抹油立马开溜 乾隆阁的三位长老健壮也当即追了上去 而男主则再一次化为吃瓜群众 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不过那只紫雷惊眼他还是十分在意的 这世上能让他这个魔皇看上的东西不多 天地的紫雷惊眼绝对是其中之一 想到此 他邪魅一笑 前戏既已唱罢 接下来就等贵宾迎门了 男主一手挑起了乾隆阁和幽冥谷之间的大战 而他自己却悠哉地当起了吃瓜群众 等着坐收渔翁之力 就当乾隆阁三大长老忙着追击减凡的时候 幽冥谷的大部队已经杀向了洛家的宅院 起料乾隆阁早已经布下重兵守在这里 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一看情形不对 一众小卡拉咪连忙撤退 阿杰和龙奎见状立马带兵追了上去 这时 幽冥带着一票人从另一边缓缓出现 一手调虎离山之际被他们玩得贼溜 可他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男主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套路 早早地就等在这里 见男主拦住他们的去路 幽冥还以为他是洛家某个不相干的小嘎嘎 谁知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着返本败 正是他们幽冥骨头号要击杀的对象 于是他让身旁的小龙套上去收拾对方 结果刚一照面 就被男主一巴掌固在嘴上 一朝天魔大化觉化得连扎都不胜了 见到如此屌炸天的魔宫 幽冥整个人都惊了 你究竟是何人 洛家绝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男主装出吕虚的模样了 小兄弟 老夫就是个江湖老骗子 你不记得了吗 幽冥瞬间反应过来 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他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污语 后悔当初没立刻杀了他和雷雨婷 男主却微微一笑 你不会动手的 因为你没看到小丫鬟 能在黑风山潜伏这么久 说明你是个极为谨慎的人 在没确定丫鬟在哪里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下杀手 被完全猜中心思的幽冥顿时一阵打寒 他没想到男主的城府如此之深 简直比幽冥谷的那些老不死还要恐怖 不过越是这样 越坚定了他要除掉男主的伤 当即便飞身上前 使出自己的权力一击 结果还没到男主的身前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震得口吐鲜血 倒飞出去 幽冥当场就懵了 这是什么玩意 男主微微一笑 又怎么会告诉对方 这是自己部下的五级防御大阵 只见他单手一招 一条通体金色的巨龙瞬间腾空而起 下一秒便朝着幽冥俯冲过去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树道由灵气幻化而成的铁链 一瞬间便将巨龙给死死缠住 让其无法动态 紧接着一名长袍老者 从黑雾中缓缓出现 落地后 二话不说便让幽冥先退下 不 云长老 我说过 我要亲手拿下灼烦的人头 可幽冥的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云长老给踹飞了 你呀也配 以前剑里无论星际天赋都是一流 算个可造之才 但跟着小子比 你连蝼蚁都不如 说罢云长老又看向男主 小子 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肯投靠我们幽冥 我们的恩怨就既往不救了 听到这话 男主呵呵一笑 霸气回到四个子 你们也配 看起来人出无害的少年 他的灵魂其实是个心狠手辣的魔皇 无论是天赋还是心计都非常人可比 就连他的对手都忍不住升起了招揽之星 面对云长老抛出的橄榄枝 男主不屑地表示 你们还不够格 云长老一看 这小子未免也太嚣张了 于是准备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结果他身旁的一众小嘎嘎 就成了杀鸡紧活的工具人 我靠 招神惹谁了 紧接着云长老再次看向男主 臭小子 你最好识相点 否则就跟他们一样 谁知男主这时却突然狂笑不止 随即轻蔑地指着二人道 幽冥古在我眼里 就跟他在你眼里一样 连蝼蚁都不如 不得不说 这话伤害不大 侮辱性却极强 听得云长老顿时血压飙升 当即就要冲过去把男主给撕了 男主见状立刻开启阵法 金色能量照 瞬间将两人给护主 任凭云长老如何攻击 都无济于事 见谷中长老都拿男主没有办法 幽冥心中的妒忌更甚 有一种寄生于何声量的济世感 不过目前的情况 他也不得不接受事实 留下一句你给我等着 便准备离开 这一幕却落在了雷雨婷的眼中 看到这个渣男要跑 他不管不顾的便追了上去 男主也注意到了他的动向 于是放出本命血鹰悄悄跟在他的身后 然而男主这一分心 却给云长老抓住了时机 当即一套连招放出 上上下下BABA 打得男主险些破防 他瞬间心头火起 怒吼一声便朝着对方拍过去 云长老也没料到 这小B仔子竟然还敢还手 连忙后撤步 两人遥遥相望 云长老不禁感慨 小小年纪就能如此熟练地 操控三级阵法盘龙阵 的确不简单 可惜你今天遇上的是老夫 说爸便再一次俯冲而下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男主操控的根本不是什么三级阵法 而是五级大阵 随着男主双手结印 口中大方 一重天 一条金色巨龙腾空而起 云长老见状不屑地冷横 雕虫小记 说爸单手招出数道铁链 将巨龙缠住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傻眼了 只见男主手中动作不停 接连喊出 三重天 四重天 五重天 转眼间 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九条巨龙 握了个擦的 这还玩个屁啊 豪虎也架不住群狼啊 更何况还是九条龙 一击之下 云长老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 随即一口老血喷出 显然已是身受重伤 这是男主玩味的孝道 只有这点能耐就能当长老了 幽冥古究竟是怎么混进 玉下七世家的行列的 这天玄境高手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死在一个聚气境的小背手里 就在刚刚 男主利用五级大阵召唤出灭天神龙 一招就将云长老轰得吸嘴 巨大的动静瞬间吸引了周围的所有人 龙九三人一看是乾隆阁的方向 当下也不再继续追杀简 立刻返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幽冥古的几人看到如此恐怖的力量 知道自己过去也是白白送死 此刻也顾不上云长老的死活了 纷纷撤退逃离 但他们还不知道 云长老早已经化为了尘埃 而见证这一切的雷云天 此时已经被惊到不幸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的男子 不敢相信这个少年只一击 就将对方轰得连扎都不剩 真是太恐怖了 这时男主转头看向他 雷老爷子 洛家这边就劳烦你先照看一下 我去把雷姑娘找回来 放心吧 除非从老夫尸体上踏过去 否则没人能伤害云商和云海一根汗毛 有雷云天的照看 男主这才放心去找雷玉婷 在离开前 他注意到了云长老留下的三体魔宝 于是他打算先收起来 这种好东西不要白不要 也许以后会有大怨 另一边 受了伤的幽冥正狼被逃窜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站住 他连忙转身看去 发现竟然是雷玉婷 随即惊慌地看向四周 这才发现男主并没有一起跟来 只有这个傻妞 那自己还怕得鸡毛啊 随即嚣张地笑道 师妹 凭你一个人也想拦我的去路吗 谁知雷玉婷却一脸认真的看向他 有一件事我想知道 你 究竟有没有喜欢过我 此时的幽冥哪里还有闲心陪他玩过家家 鸡笑道 老子可是幽冥古的天才弟子 就算杰青也是在七世家中学 你这个女人怎么配得上我 听到如此绝情的话 雷玉婷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也终于破灭 好 那我们就在今天来得了断 说吧 他突然飞身向对方冲过去 然而他的这点修为哪里会是幽冥的对手 轻松躲过攻击后 幽冥举起魔爪便向雷玉婷抓过去 眼看着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个时候 一道血气突然轰在了幽冥的身上 巨大的力量使得他整个人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树上 雷玉婷诧异地转过身 想看看是谁在帮他 他没想到男主居然肯拿自己的宝贝来救他的命 而此时 幽冥已然身负重伤 犹如一条死狗瘫坐在那里 看着眼前的渣男 雷玉婷毅然决然地走上前 准备亲手为自己的这段错付画上句号 可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的攻击却突然打断了他 等到烟雾散去 简长老的身影缓缓出现 他当即回头看向幽冥 你怎么会落到这不田地 计划怎么样了 一听简长老问起计划 幽冥顿时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见他这副怂样 简长老新知计划十有八九十歇灿 于是恨恨的 先跟我回去再说吧 不过 回去前得先把这丫头灭了好 说罢便向雷玉婷抓过去 这女人因为是山贼出身 不仅被渣男抛弃 此刻更是要被渣男的师父一掌毙命 危急时刻 一道流光突然出现 打断了简凡的攻击 带到烟雾散去 男主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其中 简凡一看又是这个臭小 而且他手上拿的分明就是云长老的武器 难道说云长老已经死了 那怎么可能 但不管如何 幽冥顾的魔宝绝不能落到外人的手 与此同时 男主这边正在传音给雷玉婷 让他等回找准简凡的位置 然后闭上眼睛 用金雷指戳过去就行 雷玉婷十分不紧 这天玄境高手的身体极为强硬 据气劲的人根本破不了防御 为什么会让自己攻击呢 突然他意识到 男主本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之前就自己 肯定是为了让他做诱饵去送死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 那又怎么样呢 反正自己追来就没想过活着离开 只听男主大喝一声 动手 随即两人立刻飞身冲过去 见到这一幕 简凡都愣住 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敢先动手 不过也没关系 现在唯一能伤到他的 也只有男主手上的邪运 很明显 这小丫头只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果不其然 这时男主的身影突然出现 准备打他的措手不及 可他的手臂却被简凡一把抓住 哼 你那点小伎俩在别人面前有用 但老夫可不会上当 然而男主的脸上却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可是 你还是上当了 话音刚落 本命血鹰便钻进了对方的身体 一瞬间简凡只感觉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此时他也终于反应过来 之前害他失去一条手臂的人就是男主 他立即调动全身的灵气 打算将血鹰逼出来 可就在这时 男主再次笑道 简长老 你又上当了 不等他反 男主突然侧身闪开 身后的雷宇婷已然杀到面前 由于简凡正集中精力对付体内的血鹰 此刻正是他最薄弱的时候 雷宇婷这一集 很轻易地便洞穿了他的身体 简凡这才反应过来 他原本以为自己猜中了男主的寂寞 谁知男主早就预判了他的预判 但现在才知道已经迟了 就这样 简凡带着满满的不甘 恨西北 男主一看这个老东西终于死 他长呼一口气 随即浑身力竭地瘫坐在地上 作为一代魔皇 他早就有了觉悟 为了达到目的 就算是自己的命也可以利用起来 然而一旁雷宇婷却不知情 还以为男主是为了他才这么做 见男主受伤 他的心里更加觉得愧疚 可男主却告诉他 就不关你的事 刚刚我的血鹰受重伤时 我就已然内伤了 得知血鹰原来对男主这么重要 可即便这样 他还是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挡了致命一击 想到此 雷宇婷顿时小脸一红 就当他心里小鹿乱撞的时候 男主突然让他去搜简凡的身 见雷宇婷不紧 男主解释 幽冥谷的长老一定有很多好东西 男主因为一个无心之举 让这个女山贼误以为他对自己有意思 看着对方扭捏的样子 男主满脸问好 奇怪他怎么感觉点怪怪的 不过他也没多想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看看 简凡都有什么值钱的宝贝 让他意外的是 在储物界中 竟然发现了雷家和蔡家的家传武器 虽然不明白三家的武器有什么秘密 但幽冥谷一直在搜紧 他决定先收起来再说 至于剩下的功法武器之类的 他则随手丢给了雷宇婷 这些东西在他眼里跟垃圾没什么两样 这时 男主突然注意到一个布袋 他认出这是可以装活物的稀有道具 如此看来 里面装的肯定是那只吞噬鬼鸭 男主喜出望外 有了这东西 也许就能套出紫雷惊艳的秘密 整理好了所有的战利品后 男主在雷宇婷的搀扶下准备打到胡府 这时他突然想起来 刚才似乎没看到幽冥的身影 雷宇婷这才反应过来 咬牙道 该死 让他溜了 一个小角色 不打紧 说着男主突然邪魅一笑 不过就算在小的嘎嘎 留着总是麻烦 下次遇见一定要赶他 与此同时 龙九三人已经回到了乾隆阁 得知龙葵和阿杰都是凯旋而归 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 这时三长老突然想起了之前的巨大动静 于是询问龙葵二人是否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果两人也是一脸懵 还以为那动静是三位长老造成的 龙九提议 可以去洛家打听看看 他们一直躲在小院里 应该会知道 说罢便带着一行人前往洛家的小院 画面一转 当乾隆阁的众人来到洛家时 惊讶地发现这里竟多了一名天玄境强者 难道昨晚那场动静就是此人造成的 想到此 龙九连忙客气地询问 不知兄谈是哪位 在下黑风扇雷云天 久仰乾隆阁大名 今日得见三位长老 真是幸会幸会 见几人的脸上都挂着愁容 龙九不解地问道 雷家主 你们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雷云天叹息一声 卓管家昨晚受了重伤 现在还生死未卜 一听此话 三长老瞬间大惊失色 什么 昨天这里也被袭击了 难道说他们预备了两批人马 而一旁龙葵却幸灾乐祸地笑道 哼 那卓凡不是一直很狂吗 还扬言说十年内超越七世家 结果来了几个小毛贼就受伤了 真没用 结果他话音刚落 就遭到了龙九的呵斥 小葵 住口 随即又看向雷云天抱歉道 这丫头不懂事 你别见怪 不知昨晚是何人 连你天玄境实力 都没有保护好卓凡那小子 雷云天顿时有些尴尬 说来惭愧 在下昨天刚刚突破 还没那个能力保护卓管家 不过 昨天来的那个人也是个天玄高手 有人称呼他维云长老 什么 翻手维云 幽云青 龙九听后满脸震惊 想不到昨天他也来了 再联想到先前闹出的动静 很多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随即龙九佩服道 雷兄弟 你真了不起 你可知道那幽云青 乃是幽名古十二长老之一 数十年前便已入天玄境 你刚入天玄境就能挡他一夜 当真了得了 听到这话 雷云天更加尴尬了 三位长老过欲了 其实 雷某真的连他一招都挡住 不是你 龙九闻言一脸惊恶 那么整整一夜 你们怎么可能还阿然无恙 雷云天满脸正色地回道 多亏了卓管家 否则这里所有的人恐怕都难于幸免了 说什么 一听此话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这美女刚嘲讽完男主没用 下一秒就听到了他对抗天玄强者的消息 顿时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怎么可能 三长老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你是说 卓凡凭借具弃静的实力 将雷云青那老家伙给逼退了 逼退 雷云天看向众人道 你们别太轻视卓凡这小子了 听到这话 三位长老都有些不明所以 我们哪里有轻视 放眼整个大陆 聚气静将天玄静高手逼退 什么时候发生过 只听雷云天继续说道 那老小子根本没来的击退 便被酌凡一招秒了 扎都不上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龙九更是连声音都开始打颤 天玄静被一个聚气静秒杀 怎么可能 他完好无损地杀了幽云青 可 可他怎么受伤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 九哥 就在这时男主走了过来 九哥你不是想知道我怎么受伤的吗 说着他从储物界中放出了减凡的尸体 见到这一幕 这哥仨幽幽幽被震惊了 竟然是秃鹰减凡 怎么可能 龙九连忙问道 秃鹰减凡竟然会死在这 谁杀的 尸体是我拿出来的 杀他的人还能有谁 男主回道 我知道这老头与九哥有过节 正好碰到就顺便宰了 九哥你该不会怪我多管闲事吧 怎么会 此时龙九显得有些激动 这老鬼回我神眼 害得老夫一声颜面扫地 恨不得饮其血 是其肉 又怎会怪兄弟替我出手呢 说罢他突然转身对着男主抱拳道 卓兄弟 从今往后 老夫拿你当亲兄弟看待 若有用得找你九哥的地方 你尽管说便是 哎 九哥你这就见外了 兄弟我不过是举手之劳罢 男主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谁承想这一动 顿时尹的伤口一阵剧痛 龙九见状连忙拿出一瓶疗伤药 兄弟不要乱动 九哥这有三瓶疗伤药药 你服下后三日之内必然痊愈 这一幕顿时尹的龙葵心生极度 哼 这着凡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 走了什么狗屎运才白白捡了两个人头 据气境怎么可能杀得了天玄境啊 对于这个傲娇的大小姐 男主哪里会惯了 当即霸气地回到 若非老子当时因为杀了一个天玄高手后 严厉哭泣 又怎么会被只有一条胳膊的捡掌老冻伤 若是在平时 要杀那老东西 还不是手到擒来 哎 昨晚运气实在太差了 不像某些人了 带了一群人出去 有没有运气都无所谓 安全自然有保障 这番话一出口 顿时将龙葵对得哑口无言 这时三长老对龙九说道 老九 你先留下照看卓兄弟伤势 再留下几百名护卫驻守小院 我和老五先回去给总部传信了 这里的情况还得要通知阁主才行 听到这话 龙葵和阿杰不免有些惊讶 怎么连三长老也称呼卓凡为兄弟 谁知男主也不见外 张嘴就来 三哥五哥 慢走啊 这顺甘爬的技术 瞬间将二人整得有些无语 画面一转 众人将男主送回卧室休息 谁知男主却让其余人先出去 因为他有事要和龙九单独聊聊 男主表面上看只是个惧气劲的小嘎嘎 可他却连续弄死了两个天玄境的高手 其中一个正是与龙九有着血海深仇的简单 这把龙九给激动了 当即就要与男主拜拜 然而这时男主却让其他人都出去 他有事要和龙九单独谈 九哥 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就当龙九不明所以的时候 男主从布袋中放出了吞噬鬼鸭 龙九在看到鬼鸭上的紫雷惊眼后 彻底惊呆了 这不就是减凡的那只魔物吗 没错 男主笑道 自从那老头死后 这鬼鸭便是无主之物 九哥你拿回去训养 相信不出多长时间 它就能成为你的灵宠 守护在你旁边了 听到这话 龙九激动得差点落泪 兄弟 谢谢 你有心了 趁着这个机会 男主则问出了心中的不解 九哥 小弟有一件事一直不明白 既然你能练成一只紫雷惊眼 为何不能再练一只呢 龙九闻言叹息一声 兄弟有所不知 老夫这一只神眼也是因缘际会所 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这神眼并非乾隆阁的炼制法人 而是老夫无意中寻得 说到此他突然问道 兄弟 你知道大陆的三大险地吗 见男主摇头 龙九呵呵一笑 那九哥来告诉你 三大险地分别是洛雷霞 冰玉山和千岩洞 这三个地方都是随机出现的 或许今天出现在东方 明天就跑到了西方 而在他们出现的地方 通常会卷起一阵 谁都逃不掉的龙九 说着龙九逐渐陷入回忆之中 原来他年少的时候 就无意中闯入了洛雷霞 那里面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紫雷 他身边的高手 但凡被紫雷击中的 全都灰飞烟灭了 而他的眼睛也在那时被紫雷击中 本以为会和其他人一样 泥灭在其中 谁知这时脑海中 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那人在念一段口句 龙九稀里糊涂地变照着 开始运弓 结果那只被雷电击中的眼睛 竟然生出了紫雷 与此同时 洛雷霞中的那些紫雷 也不再攻击他 等到龙卷过后 也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 还因祸得福 炼成了这紫雷惊艳 听到这里 男主也有了大概的猜测 这洛雷霞绝对就是 天帝留下的遗迹 里面肯定有天帝的修炼功法 想到此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那里 到时候有了天帝的功法 再加上九幽摩帝的九幽秘露 上古最强三帝 其中的两大传承 近归我远 天下间谁还是老子的对手 不过谁又能想到 地级高手的遗迹 竟然会在凡间出现 男主越想越兴奋 只感觉这次的夺射重生 真是赚大了 过一个月的闭关 男主的修为和本命血鹰 都突破到了聚气五层 就当他刚走出房门时 恰巧碰到了 雷雨婷的丫鬟小错 可奇怪的是 这小萝莉一看到他就跑开了 难道说我闭关出来后 有什么变化吗 我又不是什么痴人的怪物 跑什么 等等 这时男主想到一个可能 应该是当初抓小翠回来的时候 太过粗鲁 又一把扯掉了他的衣服 让这丫头的心里留下阴影了 就在男主思绪万千的时候 庞同龄走了过来 可刚打了声招 这家伙也着急忙慌地跑了 这你妈 到底是什么鬼 男主顿时懵逼了 要说小翠怕他还情有可原 可这老庞也怕他说不通啊 就在这时 身旁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卓管家 男主偏眼看去 只见雷雨婷正一脸娇羞地走过来 卓管家 感谢你那天救了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 说着他将手里的篮子递了过去 男主刚一打开 一阵香气就扑鼻而来 看着里面的美食 男主顿时眼前一亮 不禁有些好奇 哪里买的 风陵城有这样好的菜馆吗 哼 才不是买的呢 小翠解释道 这是我家小姐每天花十个时辰做的 就等卓管家出关的这一天来品尝啊 得知这丫头竟然每天都准备 男主多少是有些感动的 毕竟一个月没吃饭 以他现在据气劲的修为 还真有点饿了 就当他准备好好品尝美食的时候 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只见骆云商也提着个篮子走了进来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他的语气中满是优越 呦 想不到已经有人给卓管家送来早餐了 倒真是白操心了 男主一阵无语 不明白这丫头今天怎么这么大脾气 骆云商没好气地将篮子扔在桌上 卓管家 这可是本小姐亲自为你做的 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 男主一脸认真的回到 可是我已经有一份了 我又不是饭桶 没必要吃那么多 结果他的话音刚落 就迎来了对方的死亡凝视 下一秒男主瞬间秒怂 答应两份都尝一尝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有退缩的一天 可刚刚第六感却告诉他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当他打开篮子后 却发现里面放着一坨不明物体 男主瞬间感觉 吃了这东西似乎更加危险 于是他指着雷雨婷做的饭菜 弱弱道 我看我还是吃那个吧 听到这话 骆云商立马跳了起来 你刚刚说好吧 是两个一起吃的 看着他满含期待地望着自己 男主一时间也心软了 无奈道好吧 一起吃 骆云商文言瞬间转备为喜 开心道 先吃我的 这下雷雨婷不干了 当即出声 不 先吃我的 就这样 两个女人谁也不愿意让步 而夹在中间的男主 隐隐察觉到有两股杀气在碰撞 他十分不紧 这两人变成如今这样 究竟是因谁而起的呢 为美女同事看上了男主 都想让他先品尝自己做的菜 见他们炒得不可开交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先吃雷雨婷的 不得不说 雷雨婷的厨艺真的很阿赛 就连男主都位置一阵 夸赞其手艺真的没话说 作为捧根的小翠也事事站了出来 我家小姐十岁就能下厨了 整个风铃城都没人能超过我家小姐的手 骆云商见状迫不及待的让男主也尝尝自己的菜 可看看这一坨 男主真心下不去这口 但既然自己刚刚已经沉默了 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尝一尝 结果刚一入口 卧槽 这他们什么玩意 无药都比这个好吃 随即他嫌弃地将这盘黑暗料理给推开 非常理智地选择了雷雨婷做的菜 就在这时 骆云海走了进来 当看到桌上的美食后 连忙凑到男主面前 叫嚷着也要分一杯羹 男主摆摆手 去去去 是你姐做的去 骆云海文言一阵无语 直言他姐根本不会做菜 就连厨房的门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听到这话 旁边的骆云商一时羞愤难当 直接哭着跑开了 见到这一幕 骆云海却一脸嗡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说错 只是有人不自量你 说着男主站起身 我去乾隆阁一趟 你们在这待着 不要出去 以防幽冥谷的人还在周围 另一边 在天与帝国的皇宫之中 此时乾隆阁和幽冥谷的家主都在这里 由于两家的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惊动了皇帝陛下 幽暗山率先开口 启禀陛下 乾隆阁连杀我幽冥谷两大长老 已经破坏了七世家的协议 请言成乾隆阁 龙一飞闻言淡定道 你也好意思首先告状 幽冥谷的长老擅闯我乾隆阁领地 那又如何算 究竟是谁在破坏七家协议 我谷中弟子幽权在枫林城被杀 我派个长老去调查不应该吗 龙一飞 你就是借此报复二十年前的事 报复又怎样 龙一飞呵呵一笑 二十年前 我乾隆阁九长老被你们社局骗到落叶场 毁了一只神眼 你们说他犯了七家协议 善入你们地盘 我也就不说什么 这次可是你们的长老跑到了我们的领 还一次就去了四谷 这是调查吗 就当双方争执不休的时候 皇帝突然拍案而起 够了 这件事情双方都有不同 传阵旨意 乾隆阁退出枫林城 那里以后不再是你们的领地 幽冥谷与乾隆阁的人 也终身不得踏入枫林城一步 一听此话 两位家主都表示不服 刚想再争辩两句 却见老皇帝已然露出不悦之责 怒喝道 就这么定了 退下 今后朕不想再听到 七家再有任何纷争团处 见此情形 两位家主也不敢再有意义 只能乖乖接受现实 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老皇帝若有所思 幽冥谷的人居然会去枫林城 看来千年前的密令 他们已经知道 话音刚落 他的身后出现一个人影说道 这皇城之中一直就是是非之地 各大势力的耳目也全都分散其中 这一点 陛下应该早已知晓 老皇帝闻言悠悠道 看来 那个计划该启动了 正吉说道 男主让众人留在家里 他要去乾隆阁一趟 刚来到乾隆阁 就看见一顶豪华的轿子落在门口 看这架势 此人的来头恐怕不小 可当男主看到轿子里的人后 不禁暗自付费 人 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样子 不过虽然这胖子人长得不怎么样 修为也不算太高 但他身边的护卫却是各顶各的高手 难道他也是七世家中的一员吗 就当男主一边想着 刚准备进门的时候 那胖子却突然跑过来叫住了他 等等 男主不禁奇怪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胖子嘿嘿一笑 你是乾隆阁的人吧 我只是跟乾隆阁有点交情 并非他们的人 谁知胖子听后却并没有失望 开心道 那也好 总之你能进去就行 麻烦兄台帮再下一个小狼 请你去转告龙奎小姐一声 他一日不出来见我 我就一日睡在这里 不走了 一听此话 男主差点没笑出声 原来这个奇葩竟是龙奎的追求者 于是他当即答应道 好的 没问题 我马上让他来见你 说吧便静止向大门里走去 说来也巧 刚进来就遇见了龙奎 龙小姐 多日不见 你还好吗 然而龙奎看见他就来气 哼 本来挺好 见到你就很不好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直接询问龙九在不在 龙奎没好气地回道 不在 男主看他的样子似乎不像是在说谎 而且龙姐也不在 应该是跟龙九出去办事了 既然如此 那要打听的事就先还一还 不过 那胖子嘱咐的事还是要办的 所谓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最关键是能看这个 一向高傲跟自己不对付的小姑娘难堪 打发一下时间 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此 男主不厚道地偷笑起来 龙奎满脸迷惑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外面有一个很有钱的帅哥 让我给你带话 你不出去见他 他就不走了 说着男主凑上前 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表情 龙小姐 他是谁啊 这把龙奎给气的 当即冷哼一声掉头就走 画面一转 自觉丢了面子的龙奎立刻跑到外面 死胖子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 我是不会答应你求婚的 你还死赖在这里干嘛 胖子一脸委屈 龙奎妹妹 我从十岁就开始向你求婚 现在都快二十了 整整十年 已经求了一千多次 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 谁知龙奎还没说话 身后却传来一道声音 感动 必须感动 只见男主跑过来起哄道 龙奎小姐 难得痴心狼啊 这位连兄如此痴情 你就从了他吧 见这两个混蛋居然还一唱一喝 龙奎差点没气出内伤 突然他眼前一亮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随即装出一副娇羞的模样 聪哥 你从小到大一直待我很好 我又启能心里不知 可是 现在小妹心里已经有了别人 听到这会儿 胖子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立刻询问那人是谁 而一旁的男主瞬间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丫头该不会把脏水 拖到我头上吧 果不其然 在龙奎的眼神暗示下 胖子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当即对着男主怒默而是 我说你怎么能随意出入乾隆阁呢 原来你就是那个情敌 这下男主彻底悲剧 没想到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男人生平 有两大逆龄不能触碰 一是杀父之仇 二是夺妻之恨 就在刚刚 龙奎为了摆脱这胖子的纠缠 故意说男主就是他的心上人 胖子十分不服 奎妹 我究竟哪一点比不上这小子 听到这话 男主两人都无语了 你怕是对自己的长相有什么误解 然而胖子才不管那么多 说什么都要和男主决斗 这反倒让男主有些意外 他还是第一个没有在自己面前 爆出家族背景的大家子 就从这点 也要对这胖子高看一眼 想到此男主也来了兴趣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不过你这些护卫 每一个都比我强 他们若是出手 我绝对敢过 胖子想想也对 于是他为了维护自己 在龙奎面前的形象 当即冲着护卫喊道 你们几个在这里别动 在老子回来之前 谁敢动一下 老子就杀了谁 说罢又看向男主道 你挑地方 咱们单打独斗 没人来打扰 见两人似乎要动真格的 龙奎上前提醒男主 你不会真要打吧 告诉你 他要是伤了 前龙阁也保重 男主听后却玩了一笑 莫名说了句 其实这胖子人还不错 引得龙奎满脸问好 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然而两人的窃窃私语 却让胖子极度不满 暗暗发誓 一定要将男主做成猪头 画面一转 三人一同进入了小树林 这时男主饶有兴趣的笑道 胖子 你真有种 居然真的一个护卫都不带 哼 老子说话一向算数 况且这关系到老子与奎妹的终身幸福 更要让你这臭小子输得心腹恐 免得事后再找借口来纠缠奎妹 然而还没帅过三秒 就听男主说道 你就不担心我在这里有埋伏吗 此话一出 胖子瞬间紧张起来 赶紧四处张望 不会真的有埋伏吧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哼 老子单枪匹马附混 你要是还做出这种下三滥的勾档 奎妹岂能看得上你 最后就算挨一顿打 也还是老子赢了 一听此话 男主突然放声大笑 小子 够豪气 我喜欢 那咱们现在开始一对一 决一胜负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胖子的拳头就已经砸了滚 一时间男主被这波操作给整个有些懵逼 死胖子 我还以为你是光明磊落之人 没想到也会搞偷袭 你刚刚不是已经说开始了吗 老子哪里偷袭了 这话说的 让男主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这死胖子外表看起来憨直 其实内心狡猾得很 就当男主郁闷的时候 胖子却是满脸博弈 臭小子 怕了吧 就这点本事还敢跟老子抢奎妹 听到这番不要废死的话 男主顿时被气笑了 突然男主似乎看到了不可思议的话语 随即指着胖子身后大喊道 龙奎 你脱衣服做什么 胖子一听 连忙心酸地转过头 在哪在哪 而男主则趁着这个时机 百米冲刺来到他的身前 飞起一脚 直接踹在胖子的脸上 这波操作顿时尹的龙奎修奋部 大骂男主无耻 然而男主却毫不在意 脸上洋溢着计划成功的喜悦 哼 死胖子 你太天真了 上集说到男主不讲武德 和胖子单挑的时候大喊龙奎没穿衣服 虽然这招很无耻 但不得不说非常有效 立刻就吸引了胖子的注意力 男主则趁机飞身上前 直接一脚将他踹飞 得知自己被骗 胖子愤怒不如 混蛋小子 你竟敢出言侮辱卑妹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 男主文言淡定道 我刚刚只是语言轻浮了血 但是你听到我的话后 马上就扭头了 当时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是不是也在侮辱着我们的龙大小姐 听到这话 胖子顿时一愣 这小子说的有道理 虽说他刚刚对龙奎语言上的不见 但刚那一刹那脑袋里出现的画面 不更是亵渎心中的女神吗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对方 看他一脸猥琐的样子 男主一阵无语 这次胖子绝对是在想什么静置画面 这时胖子突然回过神 指着男主说道 小子 刚刚的事情老子就不追究了 现在老子要认真起来了 只见他迈着三百多斤的步伐向男主冲过去 小子 我这可是高级武技镇山拳 不想受伤就躲开 男主见状却微微一笑 将原力集中在手掌 静静地等着他过来 胖子一看瞬间就怒了 这明显是瞧不起自己 你一个聚气五重在我聚气七重面前装个鸡毛的茶呀 然而打脸的时刻来的是那么猝不及讽 就当胖子刚接触到男主的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击飞出去 胖子都懵了 这怎么可能 明明老子的修为更高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击飞 而一旁的龙魁则显得十分淡定 毕竟男主可是能连续击杀两个天玄高手的人 与内侍相比 现在也只不过是小场面而已 这时男主竟直向他们走过来 胖子 刚刚你手下留情了吧 我知道你没使全力 也许刚刚那事在你眼里是公道 但是在我眼里确实仁慈 听到这话 胖子顿时心头一惊 没想到自己刚刚一刹那的想法 竟然被男主察觉到 这下他输的是心服口服 不愧是魁妹看上的人 有一套 就当二人说话之际 突然一道流光向他们袭来 男主眼急手快 连忙拉着胖子闪到一跑 紧接着 只见许多个蒙面人向他们这边飞升过来 很快便将三人包围在其中 见到这一幕 龙魁顿时有些慌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 谁承想胖子这时候却挺身站了出来 你们要找个是我 跟他们没关系 放了他们吧 为首的蒙面人黑黑一笑 不愧是皇室成员 果然有王者风范 说着他摘下面罩笑道 不过可惜 我们做事绝不会留活口的 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做得这么绝 胖子虽然愤怒 却也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男主缓缓走上前大乞讨 这胖子是我赵的 你们想杀他 先过我这一关 那个不起眼的胖子 竟然是皇室的成员 此时他正遭受一伙蒙面人的围攻 关键时刻 男主站了出来 这胖子是我赵的 小头目寻声望过去 发现只是个聚气劲的小鬼 也敢强出头 于是他决定就先拿男主开刀 胖子见状交集道 兄弟 他们找的是我 一会儿我向东跑 引开他们 你马上带奎妹回乾隆阁 男主文言呵呵一笑 以你的速度 跑不出十米就被他们杀了 还怎么引开 这下胖子彻底没了主意 不知该怎么办了 只听男主冷冷地回道 当然是 宰了他们 说罢便举着邪悦轮冲了上去 刺客没想到男主手里 竟然还有魔宝 就在他刚想有所动作的时候 血鹰已经悄悄钻进了他的身体 一瞬间他整个人 直接僵在那里 无法动弹 男主顺势手起刀路 带他领了一份最新鲜的盒饭 这一幕直接把胖子看上了 他没想到男主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更没想到他会如此杀法果断 而周围的一众小卡拉米也惊呆了 不过作为专业的刺客 他们很快就反过来 当即全都向男主涌上去 打算先干掉他 见到这一幕 男主不仅没有丝毫举色 反而还有些小兴奋 举着刀就杀进了人堆 刚一照面 又是几人成了他的刀下王 只见男主对着他们邪魅一笑 赶到我的地盘来捣乱 那就别想活着离开了 这把剩下的小嘎嘎看得一阵打寒 纷纷升起了退役 不过有一名刺客却不信邪 对着众人吼道 大家不要怕 一起上 他不过就是个聚气劲的小鬼 全凭那三品魔宝而已 只要把他围住 他就逃不掉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受到了鼓舞 纷纷向男主冲过去 对于这些送上门的经验 男主也是求之不得 再次举刀迎上去 而这一幕 却是看得胖子不禁冷汗直流 这种熟悉的威严感 跟父皇一样 不 这种上位者的威压 甚至比父皇还要强 仿佛所有反抗他的人 都会被他赶尽杀绝一般 君作死的小嘎嘎以为包围了男子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他们被男主一人给包围了 只是眨眼的功夫 这些刺客就接连领了盒饭 看着最后一个小喀拉咪 男主眼神淡漠地问道 说 谁派你们来的 面对如此杀神 这名刺客浑身抖如筛糠 刚准备回答 可这时却突然传来一阵笛声 结果下一秒 刺客就直接当场暴毙 男主见状顿感不妙 这是一面杀人 是神兆强者 这样的高手 就算他靠着血阴和邪悦轮 也绝不是对方的一盒之地 只见一名白衣男子 缓缓走出来 看着造型 刚刚的笛声定然是他发出的无疑 然而当龙奎两人见到他后 却是露出惊喜之色 方前辈 你怎么来了 胖子更是亲切地称呼齐老师 男主警惕地看着对方 你就是皇室五大护龙神卫之一的 号称天宇第一剑神的 玉霄剑神方秋白 话音刚落 一旁却传来了龙九的笑声 我说的没错吧 这小子的眼睛毒得很 老夫只跟他说过一次 他便一眼认出了 见到龙九也来了 龙奎顿时眼前一亮 九叔 你和方前辈是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早点出现 龙九笑道 自卓凡兄弟和三皇子比试时 我们就已经到了 说着他又看向男主 卓兄弟真有你了 面对十几个断骨镜高手 还能面不改色 独自一人冲上去 就算老夫年轻的时候 也绝没有兄弟你这样的胆量 佩服佩服 听见龙九如此夸赞男主 旁边的龙奎当即不服气地冷哼一声 可即便高傲如他 心中也是春潮涌动 不自觉地开始偷瞄男主 这时胖子看向方秋白问道 老师 既然你们两位前辈都到了 为何不早点出手 害徒儿一阵担心 我一个人没什么 就怕连累了奎妹他们 方秋白呵呵一笑 老夫若是一开始就出手 岂不是看不到这位少年奇才 大显身手吗 听到这话 男主连忙拱手 前辈过誉 只是不知前辈为何要杀了那人 莫非 方秋白闻言 忽然目光一鸣 年轻人 你的确非常聪明 但是以你现在的实力 聪明未必是件好事 一听此话 男主瞬间明白 对方是在警告他 这种上层权力的斗争 无视他现在这个级别可以参与 而将那个杀手灭口 也是为了保护他 想到此 男主终于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恭敬道 晚辈受教了 今天这件事晚辈马上把他忘记 方秋白闻言赞赏道 你不但聪明 而且知进退 真是难得 没想到除了七世家外 世俗之间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存在 若非你数魔道 老夫一定要把你带回去调教两年 日后必不可先量 此话一出 顿时引来胖子和龙葵的惊讶声 什么 修徒 这方秋白是什么人 别人也许不清楚 七世家的人可是都知道他的脾气 每位家主都想把自己的子弟 送到他门下休息 可他脾气确确的很 一个也看不上 连皇帝的面子都不鬼 而胖子是因为在他门前跪了三年 方秋白才勉强教他几招 但也并非是收徒 所以胖子一直叫他老师 而非师父 万万没想到 方秋白这才刚见到卓凡 竟然主动邀约 若非二人的修行方式不同 估计卓凡就是第一个 败入剑神门下的人 那以后走出去 就算七世家的子弟见了 也得绕着走啊 然而就在龙奎羡慕的同时 男主却是一阵郁闷 我堂堂魔皇 能做我师父的 也只有弟级高手了好不好 这时方秋白对龙九说道 三皇子还有公务在身 我先带他走啊 说罢也不等胖子吧 提着他就搜的一下不见了 带到两人离开 龙九突然叫住男主 卓兄弟 你跟我到乾隆阁一趟 我有东西给你 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本领 静影的超级世家与他联盟 就在刚刚龙九将男主叫来乾隆阁 说是有东西要给他 接着他拿出一张A4纸递给男子 打开一看 这竟然是一份结盟的契约书 男主十分欣喜 有了这个 乾隆阁不但能成为洛家的大靠山 而且会无条件资助洛家 那么在短时期内将无人再敢觊于洛家 而他也可以安心去发展家族势力 见男主没有丝毫惊讶 龙九不禁奇怪 你好像早就知道一样 男主瞥瞥眼 心想并不是早就知道 而是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纸契约 不过这些他自然不会告诉对方 当即就准备拿着契约回洛家 可龙九却拦住了他 让他现在就在这里签 男主笑道 我并非洛家家主 只是管家 我签的日后也许无效了 谁知龙九却告诉他 我们阁主的意思是 这同盟协议并非与洛家签 而是与你卓凡签 听到这话 男主不免有些差案 只听龙九继续说道 以卓凡所在之处 便是我乾隆阁结盟之所 男主闻言微微一笑 看来当初选择乾隆阁式赌盾 画面一转 男主回到洛家后 准备将此事告诉洛云商 可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人 于是询问老庞 那丫头人在哪里 然而庞彭领听后却叹息一声 哎 我带你去吧 男主见壮一脸的疑惑 这是发生什么了吗 人刚刚断骨镜 可面对比自己高出一个大境界的天旋强者 他却丝毫不拒 女子见他竟然还敢主动冲上岸 连忙抬手回击 结果打中的却只是男主的一个分身 女子反应极快 发现不对后立刻调转方向再次追上来 然而这一举动却正中男主的吓唤 只见他突然转身抓住女子的手 就当男主准备给予对方致命一击的时候 手中突然传来一股极其寒冷的气息 紧接着一道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两人弹开 这熟悉的一幕让男主瞬间意识到 眼前的女人正是温女 随即脱口而出 楚楚姐姐 听到这熟悉的称呼 楚楚也是一惊 红十心中已有了大概 趁着他愣神之计 男主脚下一蹬迅速向远处逃离 很快 他就来到了与秦采清约定的地点 与此同时 楚楚也悄悄地跟了过来 不过男主一早就发现了他 之所以没有揭穿 是因为他想借着这个机会 看看秦采清有什么目的 红十也能弄清楚这个温女的身份 不多时 秦采清便如约来到了这里 男主没有多说 直接将锦盒交给了他 然而秦采清看后却并没有表现出一场 没错 这就是我们花语楼的镇楼之宝 菩提续根 宋公子你干得非常好 见到这一幕 男主心中也猜出了大概 看来这秦采清从一开始 就并非真的想让他偷菩提续根 为的就是用着假货 去骗毒手药王那个老鬼 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传来一阵笑声 男主立刻警觉起来 什么人 只见严松缓缓向他们走 臭小子 你挨了老夫一记弹指 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我被你打伤过吗 男主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知道了 老子狠揍严父那小兔崽子的时候 出手偷袭我的就是你这个老王八蛋 此话一出 严父顿时被气得不行 放屁 上次老夫只是出手教训 算不得偷袭 老不要脸的 偷袭就偷袭了 还不敢承认 尤其这么大把年纪 打架还跟徒弟一起上阵 两人合伙欺负我 听到男主的话 严父简直都要气炸了 可偏偏嘴顿还不是人家的对手 他索性也就不再争论 打算先看看菩提续根 回头再收拾男主 然而当他打开锦盒后 一眼就看出这里面的菩提续根是假的 当即愤怒地看向秦采青 试问这是怎么回事 谁知秦采青听后也露出惊讶之色 怎么可能呢 这菩提续根一直在护宝阁中存放 没理由被人掉包了 难道是 说着他亦有所指地看向了男主 宋公子 我以为你即便在不知好歹 也是知进退之人 没想到竟会干出偷梁换柱的事情来 到此时男主终于恍然 原来秦采青早就想好了退路 若是这假的菩提续根能瞒过严松还好 要是瞒不过 他就顺势将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如此一来 菩提续根保住了 他也免于严松的逼迫 只不过是牺牲了一个三流家族的愣小子 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 不过他却算漏了一件事 无论是什么青花楼主 还是什么毒手要我 我着烦要解决你们两人 虽不是一事 但也不会太难 这时秦采青率先向男主发起攻击 然而下一秒 他却突然调转方向 一掌拍在了严松的身上 这一幕完全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 这是怎么回事 万万没想到 秦采青会在关键时刻临阵倒过 这一幕让男主也同样感到意外 他本以为这青花楼主会拿他当气死鬼 可没想到最后会把枪头对准严妇这老小子 果然是女人心海底针啊 真是猜不透 这时严妇突然冷空道 秦采青你别忘了 你的命还在老夫手里 难道你想死吗 谁知秦采青听后却立声喝道 严松你给姑奶奶几好吗 我就算拼了这条性命 也绝对不会让你把花鱼搂毁的 严松文言满脸不屑 哼 凭你这臭女人的本事 当真以为可以杀得了老夫 那我们就试试看 秦采青冷声回道 你已经中了姑奶奶的韩玉掌 心脉受创 心脉估计也被冻结了大半 已经没有可能再使出七彩云裸掌了 严松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即便老娘没了解药 中毒身亡也无怨无悔 说罢他台长便向严松的面门拍过去 然而下一秒 秦采青突然口吐鲜血硬声倒闭 只听严松黑黑笑道 臭娘们 你也不想想老夫是谁 哼 看看你的手掌发 这时秦采青才发现自己的手掌上有一道黑线 原来刚刚那一掌 他在击中严松的同时 自己也已经身中剧 严松得意地笑道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老夫现在就了结了你 你的日后麻烦 就在这时 一直藏在暗处的楚楚突然出现 直击严松的面门 严松心下一惊 仓促间连忙抬手迎击 可在强大的力道之下 他还是被震退了十几米之远 此时男主赶紧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跑过来 楚楚姐姐 你怎么会来的 我知道了 原来你一直在后面跟踪我 楚楚闻言轻哼一声 偷了我们花语楼的阵楼之宝 难道还不让我跟了 怎么 楚楚姐姐你也是花语楼的人 那么 你是花语十五楼其中的一楼楼主 说着男主突然指向秦采青 楚楚姐姐 这不关我的事 我也是被逼的 就是他 他是你们的内奸 抓他好了 千万别找我 楚楚见状没好气地拍了下他的脑袋 你这小鬼 没有承担这件事的胆量还敢做此事 就算把你抓回去严惩也丝毫不冤枉 说罢他便不再搭理男主 静止来到秦采青身旁 这时只听言松突然冷声笑道 话语楼总楼主 楚清诚 你终于肯出现了 不知你现在的伤势是否有所好转 需不需要老夫帮忙啊 此话一出男主顿时满脸惊讶 什么 楚楚姐姐你就是楚清诚 男主没想到 平民窟里的温女竟然就是堂堂花雨楼的总楼主 难怪能拥有如此美貌 这一点早该想到的 他不禁怀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下降了 可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下降了呢 可能是在看到楚清诚容貌的那一刻吧 即便是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 男主依然会觉得心旷神疑 这时楚清诚为了给秦采清解 他又拿出了菩提玉叶 一看到这宝贝 男主和严峰的眼睛瞬间就直了 看到其展现出来的庞大生命力 两人竟生起了相同的心思 要不要现在就把那瓶子抢过来 只听严峰黑黑笑道 这菩提玉叶果然神奇 楚楼主 我们打个商量如何 现今那老太婆已经做过 整个花雨楼由你做主 不如你将菩提蓄根交给老夫 老夫将解药给你 这样你们花雨楼也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楚清诚不屑的冷亨 菩提蓄根是我们花雨楼的根本所在 没了他你们妖王殿就可以横行无际 我们花雨楼也无法再立足于七世家之中 严峰 你当我是三岁孩童吗 会上你的当 这时已经恢复过来的秦采清突然说道 清诚 他已经被我打伤了 不可能使出玄界武技 现在和我二人之力 一定能干掉这老家伙 楚清诚文言却露出为难之色 因为他知道秦采清 以及很多楼主都中了七彩云魔斩 没有解药就是死路一条 然而秦采清却依旧目光坚定 在他看来只有灭了这严松 花雨楼才能有未来可言 为此 他们十五楼主即便全部牺牲也在所不惜 经过一阵劝说 楚清诚终于下定决心 今天势必要将严松这个老贼斩杀于此 见两人一副吃定自己的架势 严松缓缓将手搭在腰间的葫芦上 随即面露争鸣道 楚楼主 你可要想清楚地再动手 千万别后悔 素宰了你这老鬼 我楚清诚才会爆汗终身呢 说罢两人脚下一蹬 当即向严松冲过去 就在这时 空中突然落下一道紫围 瞬间激起满地烟尘 只见龙九等人从烟雾中缓缓走出 楚清诚两人见状均露出意外之色 九书 而男主则是有些无语 不明白怎么会这么多书人 看着眼前的一幕 严松面色稍显凝重 神眼龙九 想不到你那只神眼又回来了 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 一道紫雷当空披下 来人正是乾隆阁的神眼龙九 严松脸色渐渐凝重 因为此时龙九的那只神眼已经回来了 见此情形 他紧了紧腰间的葫芦 冷冷道 龙九 你是打算跟两个小姑娘一起对付老夫吗 龙九斜眼瞥了瞥对方腰间的葫芦 随即摇了摇头 你别误会 我这次来是劝架的 有龙九当何事老 楚清诚狠狠地咬了咬牙只好作罢 哼 严松 这次我就先放迷茫 严松见状也没有再做纠缠 立刻飞身离开 看着他远离的背影 秦彩青有些埋怨 九书你为何要阻止我们 难道你忘了姥姥的仇了 龙九无奈摇头 眼中满是凝重之色 这严松是我们这一辈的人 老夫太了解他了 你们这次贸然出手 很可能只是白白送路 秦彩青文言反驳道 他都已经被我打伤了呀 只见龙九的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秦儿 你有留意他腰间的那只葫芦吗 听闻此言 秦彩青不犹疑症 只听龙九继续说道 老夫与他见过树面 都未曾见他身带葫芦 这次他腰间突然多出一个诡异的葫芦 其中必有猫腻 你们今天莽撞出手 实在是太冒险了 秦彩青似乎还有些不甘 难道真的没办法对付这老肥了吗 龙九轻抚了一下胡须 要是我那兄弟在的话 应该有些办法 一旁的卓凡瞬间无语 他嘴中说的兄弟不会是老子吧 果然 此话一出 龙葵便不高兴了 嘟囔着 九叔 干嘛又提到那小子 你这几个月都把他吹到天上去了 龙九见状笑道 小葵 你是不是嫉妒他呀 你们这一代有谁能把那老王八蛋干掉 别说是让我龙九跟他做兄弟 四处青城眉头一条 九叔你们说的 可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恶魔灼凡 龙九点了点头 随即一脸感叹 即便在七世家中 像楚楚你这样的绝世天才 也属凤毛绫角了 不过我那兄弟绝对能与你们这样的天才比见 此时龙姐也出生附和道 如今的灼凡不论钱力还是实力都在我们之上 虽然为人是嚣张了点 但绝对称得上是可媲美七世家六龙一凤的天才人物 一旁的男主暗自敌 老子明明很低调 来花语城这么多天都没路过真容 什么时候嚣张了 这时楚清城一脸严肃的看向龙九 九叔 你说这卓凡真的有能力杀了那阎松吗 龙九成瘾片刻 若是以后这阎松真的死在一个人手 那多半会是卓凡兄弟了 楚清城文言顿时一惊 没想到龙九对这卓凡的评价这么高 听九叔这么一说 那我倒真想见见这位旷世凄惨了 众人一边说着 一边返回花语城 男主见状准备趁机开溜 其料楚清城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拽着他的脖领子就一起回去了 画面一转 在花语城的某间屋子 男主看着眼前的四个大美女 心中一阵忐忑 啥情况 怎么转眼就被三个天旋强者给包围了 众人此刻心里慌得一批 因为他正被四个大美女死死地盯着 尤其是萧丹丹 眼睛都快拔不出来了 忍无可忍之下 男主直接吼道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见自己徒弟被欺负 牡丹楼主不干了 臭小子竟敢在我花语楼撒野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管你什么地方 你也不能让一个小丫头 这么肆无忌惮的世间老子 听到男主的话 众人一脸茫然 神 什么世间 男主指着萧丹丹不愤道 你看他那两只眼珠子 都快把我看穿了 老子可是穿着衣服 还这么色眯眯的盯着老子 这还不叫世间了 此话一出 三位楼主当即投给他一个 不要废死的白眼 这时楚清城出生制止道 宋玉 不许满口粗语 男主闻言一秒变身想买狗 好的楚楚姐姐 牡丹楼主这才知道 原来眼前的小子 就是欺负他徒弟的宋令 肃怒之于他抬手 就要拍死这个小王八蛋 关键时刻却被萧丹丹给拦了下来 牡丹楼主一脸茫然 丹丹 他不是三番两次羞辱你吗 你为何还要替他求情 然而萧丹丹却羞涩地 低着头不发音 牡丹楼主一看 不会吧 难道你看上这小子了 话音刚落 男主立刻跳出来反驳 喂喂喂 药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就算你是牡丹楼主 也不能随意造谣声势 损害本公子的名誉 你还有名誉 牡丹刚准备发飙 却被萧丹丹拦了下来 师父 我只是觉得这小子 肯为那姑娘出头 得罪我们花语 也算是世间难得 不想这个世上 再少一个能为女子牺牲的好男人 牡丹文言瞥瞥眼 就他 也算好男人 一根筋的愣头青 他若有那传闻中 灼烦的本事也就算了 实力不够还敢得罪七十家 简直就是找死 上次若非遇上了总楼主出手相救 他早就被那严妇梦死了 这时楚清晨开口打断了他们 好了 今天将你们聚在这里 其实是为了今夜 不保个失窃之事 随即他让青花楼主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 原来早在三个月前 秦彩青在一次外出时 就被严嵩的七彩云罗掌打伤了 并且据他所知 现在整个花语楼除了牡丹楼主 其余十四的楼主都中了毒 受到严嵩的威胁 听到这些 众人均露出震惊之色 只听秦彩青继续说道 当时我就在想 与其让花语楼被他夺取 不如趁机除掉他 所以我一直须以为蛇 直到他让我偷菩提蓄根时 才有了对策 这时男主突然出声打断道 所以你才让我去偷假的菩提蓄根 这么做并非要愚弄他 而是让他在愤怒之下 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上 新花楼主果然好算奖 对药王殿的强烈攻势 如今的花语楼已经危在旦夕 一群女人也不知道 现在该如何是好 总楼主楚清澄认为 如今之计只有借助外力才行 可秦彩青这时却提出了质疑 七大世家一直都是各自为政 即便是与他们关系较好的龙九 这次遇到严嵩也是畏守畏武 他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会为他们出头 谁知楚清澄却说 还有一个人一定会帮他 众人闻言均是一脸疑惑 是谁 只听楚清澄缓缓说出四个字 七家之首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 脸上重新燃起了希望 而一旁的男主也立刻反应过来 他们说的正是帝王门 要知道遇下七世家中 可以说各个高傲 谁也看不上谁 但是所有人心中 却有一个公认的最强家族 那便是千年来一直占据 七家之首的帝王门 听说帝王门的实力 即便比起七世家中 其他任何一家 都要高上三层以上 没有一家可以与其相比 男主没想到这次百丹盛会 帝王门的人也会来 只是不知道来的人会是谁 实力又如何 如果真是如传言所说的一样 那他就必须更加小心了 毕竟现在的花语城强者阴急 一旦有一丝疏忽 他都有可能会万劫不复 想到此 男主下定决心 必须尽快拿到菩提玉业 否则越拖就越危险 这时楚清城突然转头 看向男主 宋玉 你也住到花语楼来吧 一听此话 男主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如此一来就更方便行事了 不过他表面上 还得装出吃惊的样子 楚清城见状安慰道 别担心 我知道你怕那个毒手药王报我 不过在花语楼中 他还不敢公开杀人 说罢便和其余几人先行离开了 看着对方的身影 男主一时间有些动摇了 我时刻想着如何偷他的菩提玉业 甚至已经想好要杀人夺药 但是他却是在处处为我着想 这菩提玉业 我究竟还要不要夺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 男主经过一夜的思考 最终还是决定果断出击 准备当晚就找机会与楚清城独楚 夺下他手中的菩提玉业 想想自己居然为这是苦恼一整晚 他不禁觉得有些可笑 自己可是魔皇 即便是杀人夺药也在死不惜 绝不能因为一个女人 就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能够顺利夺得自然最好 要是有什么变故的话 那我也只能对不起 清晨为了男主的安全 让他直接搬到花语楼入主 可谓是处处都为他着想 可男主却在打着杀人越货的主意 就当他下定决心 要在当晚动手的时候 却发现花语楼的人突然变少了 这是怎么回事 正当他疑惑之际 不远处传来一阵动静 瞥眼望去 原来是萧丹丹 此刻正极匆匆地向门外跑 男主一个闪身瞬间挡住他的去路 结果萧丹丹反应不紧 直接被撞倒在地上 他刚准备破口大骂 抬头却看见了男主的面袍 一瞬间萧丹丹小脸羞地通红 不敢与对方指示 见到这一幕 男主还觉得奇怪 这萧丹丹平日里性子泼辣 这次怎么转性了 想着他缓缓走上前问道 你要去哪 为何今日这花雨楼如此冷清 除了几个守门的 其他人都不见了 那是因为他们都去看黄埔公子 黄埔 男主闻言略显差异 难道是帝王门的人来了 怎么会这么快 没错 而且这次来的是帝王门的二公子 黄埔青临 听说他跟我们总楼主少年相识 算是青梅竹马 他一来 估计那独守药王也不敢放肆 一听这话 男主顿敢不妙 刚准备要动手 就来了个七十家的高手 而且还是那处青城的青梅竹马 那老子怎么办 他俩整日腻在一起 老子还动个屁的手 想到此 男主拉着萧丹丹就往外跑 走 我也想去看看这位黄埔公子 究竟是什么货色 当两人来到门外时 眼前的一幕不禁让男主感到意外 只见帝王门的人还没到跟前 所有世家便开始攻赢 而七世家以外的人更是跪地迎接 这样看来 若非有绝对的实力 这帝王门绝不可能让其余六家 做出如此没有颜面的事情 男主不禁好奇 这七家之手究竟强到何种地步 竟然能震慑六家到这半境地 然而下一秒 男主直接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发现仅是台轿子的四个人 修为就已经达到了天旋级 虽然这四个天旋高手都是刚刚突破 但依此可见 帝王门的实力的确精明 恐怕并不向外界传言的 实力估计已有一半以上超出其余六家 眼看着帝王门的队伍来到众人的身前 这时轿子里突然传出一阵笑声 呵呵 晚辈不过一黄毛小 怎劳烦得起六大士家长老亲自相迎 听到声音男主立刻察觉到 这是元神压制 里面的人说话虽然谦虚 但是做的事却是狂傲得很 敢当着各世家长老的面 展现如此强大的元神 分明就是给他们示威 这时楚清晨缓缓走上前 清云 十年不见 想不到你的实力已真挚如此境界 恐怕我再不是你敌手了 黄浦清云闻言从轿子里走了出来 清晨 你就别取笑我了 在你面前我可不敢动手啊 此时男主也终于看清了对方的修为 竟然是天玄二重练体修者 这样的话应付起来就更麻烦了 关键是这练体修者还不止一个 看男主一脸愁容 萧丹丹还以为他是为花雨楼的事烦心 于是出声安慰道 放心吧 现在有黄浦公子给我们撑腰 那严嵩肯定会乖乖交出解药 男主一阵无语 哼 鬼才为你们的事仇呢 况且 这小子也不是省楼的当 终于飘摇的花雨楼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帝王门 因为这黄浦青云和楚清澄从小就相识 乃是青梅竹马 然而男主却看出 这位帝王门的二公子并不是什么好女 这时黄浦青云也注意到了男主 奇怪花雨楼里为何会有男子出现 楚清澄见状只能借口说他是花雨楼的女婿 黄浦青云笑道 花雨楼昭叙极言 能入坠花雨楼想来应该是人中龙凤 只是不知我什么时候有此冷血 楚清澄文言一乱 他知道这话是冲着他来 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故马 而谢天阳见这小子居然将自己等人晾在那 心中顿感不愤 哼 有这时间本公子还不如去练剑 说罢就要转身离开 这时剑随风赶紧拦住他 是一起忍一忍 然而他们的动静还是引起了黄浦青云的诸误 他缓缓走到两人面前 这位想必是剑侯府的二公子吧 失敬失敬 剑随风剑撞连忙拱手致歉 二公子恕罪 天阳这孩子骄纵惯了 老夫疏于管教 还望海寒 哪里 谢公子也是性情中人 在下也想要多交些这样的朋友 说着他顺势将手搭在谢天阳的肩膀上 下一秒 谢天阳突然感受到一笔距离喜爱 抓得他骨头咔咔直响 而黄浦青云仍旧一副和善的笑容 我最喜欢谢公子这样爽快的人 否则周围一片拍马逢迎之辈 本公子好以厌倦 说把他大笑着向花雨搂走去 而谢天阳则在原地藤的冷汗直流 剑随风叹息一声 哎 天阳 你这又是何必呢 只听谢天阳咬牙道 八长老 现在我知道您儿当时的感受 想不到我们见侯府也会有这一天 黄浦青云 却比仗我记下了 总有一天 我要你加倍奉还 另一边 萧丹丹突然发现男主的脸色无比阴沉 于是询问他怎么了 男主沉默片刻 突然问道 要是你的姐妹受到欺辱 你会怎么办 这要看谁了 萧丹丹回道 要是一般人 我自会带人去出气 要是欺世家的话 那我会比您师父 由他做主 男主听后冷哼一声 那有什么用 如果有人敢气我兄弟 我要让他满门灭 永不超生 看着对方满含杀意的眼神 萧丹丹既害怕又欣赏 内心没来由的一阵悸动 画面一转 各个世家随着帝王门进入大厅后 纷纷开始录作 可见侯府的位置却始终没有人过来 见到这一幕 黄浦青云面色稍显不悦 这时严嵩趁机提议 既然人不来就把位置给撤了 此话一出 立刻就得到了黄浦青云的支持 严嵩长老所言极是 这桌子空占地方实在碍眼 然而花音未落 龙九就站了出来 二公子 建侯府毕竟是七家之一 就算人位置也该留有席位 因如此做法实在有侮辱之险 恐怕会引起建侯府的不满 见此情形 黄浦青云也不好直接翻类 于是笑道 这里是花雨楼 这张桌子是去试留 还应由清城绝对 楚清城文言皇法出生 建侯府是花雨楼的客人 理应占有一席 听到这话 黄浦青云的眼中闪过失望之色 紧接着又呵呵笑道 一切以清城所言为是 在这里 清城才是真正的主人呢 就在这时 他突然注意到从门口经过的男主 随即嘴角微微上扬 不过 虽说如此 桌子空着总归不好 说着他看向门外的男主和萧丹丹 你们二人 近来与我们同你一杯如何 听到这话 男主的眼中闪过一丝红芒 与谢天阳一时的冲动 黄浦青云对他们建侯府产生了不满 于是在七家齐聚的宴会上 他直接提出 让男主和萧丹丹去坐建侯府的位置 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么做无疑是在打建侯府的脸 楚清城作为东道主 立刻站出来反对 清云不可 那位子是给建侯府留的 岂能让他们两个小辈入座 谁知黄浦青云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清城 我已经答应你不撤建侯府的桌子 难道你还不准我请两个客人入座吗 那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楚清城心下意惊 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如此强硬 而一旁的男主却很轻松 黄浦青云就是想用此事 来分辨哪些世家可收服 哪些不可收 如此看来 帝王门的胃口比其他六家要大的多 明显是要一统七世家 现在必须尽快找寻长老人许 提高洛家实力才行 否则七家归一 那真的是连天宇皇室都难以撼动的庞然大物 就当现场众人思绪万千的时候 男主却大大咧咧地走向建侯府的位子 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一幕直接震惊了所有人 没想到这个小子竟然这么胆大 龙九连忙出声提醒 小子 不该坐的位子随便坐 小心招来杀身之祸 谁知男主闻言微微一笑 九爷 您此话一出 当心有灭族之祸 听到这话 龙九瞬间一个机灵 呆愣在当场 这一幕在别人看来 只以为男主是个愣头青 在威胁龙九而已 不过黄浦青云却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他万万没想到 一个三流家族的少爷 竟然能在一瞬间就猜透他的心子 这时龙九缓缓站起身 就当众人以为他要教训 这个狂妄的臭小女士 下一秒 龙九却对着男主公公 静静地鞠了一躬 多谢公子出言提醒 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傻眼了 满脸的不可思议 堂堂前龙阁九长老 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子给吓退了 是怎么可能 再看龙九 此刻更是眼角勤泪 只见他突然放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宝 是魂鸭 所谓悟通人心 男主知道龙九这是已经认出了自己 毕竟能用如此桀骜的语气 叫出九爷的人 恐怕就只有他捉绑 然而这怪异的行为 却引起了皇甫星云的怀疑 一个三流家族的小子 敢对前龙阁长老口出望 此乃一旗 前龙阁长老对此不闻不问 反而有些怂了的意思 此乃二旗 而且看两人的样子 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义 这真乃三旗 就在这时 谢天阳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话语楼还真是待客周到啊 连一些不入流的角色都能有一席之外 三流世家的少年和一群满籍大佬坐在一起 冷显得泰然自若 这让众人不禁以为此人是个愣头青 只有前龙阁的长老认出了少年的真实身份 毕恭毕敬地对他拱手行李 这一幕彻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就在这时 谢天阳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质问花雨楼为何让一个不入流的小子 占他们建侯府的位置 楚清城见状连忙让男主和萧丹丹起身离开 谁知却遭到了黄浦青云的阻碍 他本就有意打压建侯府 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 见此情形 谢天阳更加愤怒 当即就要告辞离开 楚清城一看 糟了 他这样屈辱地回去 建侯府一定会把所有罪过怪在花雨楼的头上 正此危机关头 绝不能得罪任何一家 想到此他赶紧叫住谢天阳 谢公子留步 这次是花雨楼安排不周 还请见谅 本座愿为谢公子再摆一桌当面谢罪 一听此话 谢天阳立刻停住了脚步 他知道楚清城作为花雨楼总楼主 能够放低姿态亲自道歉 已经给足了建侯府念 按理说不该在强人所难 可这帝王门实在欺人太甚 而花雨楼作为东道主 却对其如此方向 想到此 谢天阳冷声道 楚楼主 既然您已经有帝王门这座大靠山了 又何必于分将柜 给我们这小小建侯府赔礼道歉 在下可万万受不起 说罢便静止向门外走去 楚清城自然也听出了 这话语中的挖苦之意 可如今他们花雨楼正处在危机关头 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帝王门 可如此一来 却是冷落了其余世家 此刻他也不知道 这样的决定到底是否正确 一旁的龙九见状暗暗摇头 哎 作为主员 在自己的地盘上 都不能保证冰客的严命 微信尽失 日后谁又会来支持你呢 而男主在看到这一幕后 却顿感无恙 他看出这就是黄浦青云的离间之计 以此孤立花雨楼 等到花雨楼消失 下一个就是建侯府 乾隆阁这些不满他账的世家 届时七家一捅 洛家也就不好再出头了 想通这些 男主立刻出声喊道 谢兄弟 我这里还有些位置 如蒙不弃就在兄弟这里挤一挤 一起入宴如河 谁知谢天阳听后却更加恼念 他没想到一个三流小喽喽也敢跟他称兄道弟 这明显是不把他们建侯府放在眼里 而另一边 男主见他迟迟未动 无奈之下只能大声喝道 洛夫 你就这么怕与本公子同桌吗 此话一出 在场中人全都傻眼了 啥情况 这小子究竟是傻子还是疯子 之前威胁乾隆阁长老 现在又公然侮辱见侯府公子 这小子不怕死吗 此刻楚清城都快气疯了 在他看来 之前九长老没出手可能是顾忌被打 可谢天阳却是个热血青年 被当众侮辱 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这小人 果然 就连见隋风这个老六都听不下去 眼看着就要开启暴走状态 这时却见谢天阳突然转身走了回去 他默默地来到男主面前 就当所有人以为他要对男主动手的时候 谢天阳却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面而进 紧接着便向没事人一般和男主肩并肩地坐了下 而男主则看着他微微一笑 若是兄弟的话 就好好坐下陪我喝几杯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再再再一次张大了嘴巴 满脸的难以置信 见隋风更是彻底懵逼了 天 天阳 你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 然而谢天阳听后却一把老婆男主笑道 巴长老你也做 和这位兄弟同桌 不会辱没我们建侯府的 与此同时 只见他手上的雷灵戒微微泛起了紫毛 各在别人眼中不入流的小龙龙 仅一句话就让愤然离席的世家公子同心入座 在场的众人都懵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原来就在刚刚 谢天阳敢应到手上的雷灵戒有了反 于是他便知道眼前的少年就是男主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却打乱了黄浦青云的计划 就当他准备再次发难的时候 楚清城突然打断了他 青云 这次借着百丹盛会之机 我才好不容易将七世家的人都招来做个见证 你就不要再为难谢公子 见此情形 黄浦青云也只能呵呵笑道 我怎么会为难他吗 毕竟我可是为女儿来的 开始吧 趁着七家人都在 彻底解决你们花雨楼和药王殿的事情 听到这话 楚清城心中大喜 有了帝王门的支持 他终于可以逼颜松交出解药 想到此他转身看向众人 今日本座有一事想让大家做个见证 说着他突然立声喝倒 颜松 你与我们花雨楼的恩怨今日也该做个了断了 呵呵 楚楼主说什么老夫可不明白 莫非是因为老夫不请自来吗 见对方故意装活谱 楚清城愤怒道 颜松 今日有七家各位长老在场 又有帝王门二公子做见证 容不得你狡辩 你若是不把七彩云罗长的姐要交出来 今天休想活着离开这儿 说吧 秦彩青和牡丹也一起走上前 大有马上就要动手的架势 这时黄浦青云缓缓开口 颜长老 若是您真的对花雨楼的弟子下了毒 不妨交出解药 以免伤了两家和企 二公子所言有理 颜松黑黑笑道 老夫的确伤了贵楼楼主 但是这解药 却是万万不能交 一听这话 三女瞬间释放出强大的威压 颜松 你好大的胆 连帝王门的面子都不给 是否一定要本座闹到陛下那里 让他做个评判才罢休 谁知话音刚落 黄浦青云却突然打断了他 声称陛下日理万机 此时还是不要去惊动他为好 话虽然说得漂亮 可男主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 帝王门就是要把七家的事物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此来巩固七家之手的帝王 可不管怎么说 眼下的事情还是要解决的 只见黄浦青云瞥眼看向颜松 颜长老 连这个面子都不给 你是不把帝王门放在眼里 还是不把本公子放在眼里 颜松闻言却淡定的笑容 二公子误会 实在是解药不能给 哪有人被偷了东西 还给一群小偷送东西的 此话怎讲 黄浦青云事实露出不解之色 这时颜松却转身看向楚清城 楚楼主 你该不会忘了楚清天那个小鬼吧 谁知当楚清城听到这话后 周深顿时散发出无尽的杀意 这一幕看得现场中人均是一惊 就连男主也是第一次看到 楚清城如此失控 但温柔如水的楚清城竟然失控了 周深散发出无尽的杀意 只因那颜松提到了楚清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当年花雨楼为了得到七彩云罗掌的简单方 派楚清天败入颜松的门下 虽然成功偷取了单方 可因为实力不济 最终炼制失败而亡 并且还让不少楼主也中了毒 而这楚清天正是楚清城的地 如今听到颜松再次提起当年的事情 他直接进入了暴走状态 然而颜松却是不以为意 他转头笑道 二公子 这要是放在你们帝王门 会给一个细作解药吗 谁知黄浦青云不仅不反驳 还觉得颜松说得也道了 这下其余几家都懵了 在他们看来帝王门是花语楼请来的帮手 可现在怎么会帮着药王殿说话呢 秦采清见识不妙 连忙站出来解释其中的缘由 可还没等他说话就被黄浦青云打断了 好了 既然本公子和朱家长老都在这 那就让本公子做个评判 朱家长老做个见证 化解两家恩怨可好 颜松立刻抱拳表示 全凭二公子评断 楚清城也点头同意 他仍坚信对方一定会帮他们花语楼 只听黄浦青云朗声道 好 本公子评判 颜长老将七彩云裸掌的解药交给花语楼 不得推却 听到这话 楚清城顿时一喜 可还没高兴多久 却听黄浦青云接着说道 不过花语楼有错在先 为了公平起见 颜长老可在花语楼任选一物作为补偿 此花一出 如同一道惊雷落下 在场所有人均是露出震惊之色 要知道 这花语楼就是不愿交出震楼之宝 还迟迟得不到解 否则的话 他们早就跟颜松换了 而黄浦青云如此平派 显然是在帮药王殿 楚清城也反应过来 这两人分明就是在唱双簧 其实他们早已串通好了 只见颜松装模作样的抱拳道 二公子盼的宫女 老夫心服口服 那我就不客气了 老夫就要那菩提续根 此花一出立刻遭到了楚清城的反对 不可以 我花语楼的震楼之宝绝对不能交给你 然而这却彻底激怒了黄浦青云 只听她吼道 清城 是你请我来当平派 我已经为你们做出了最公正的评判 现在竟然又反悔 是在戏耍我吗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全都恍然 原来这黄浦青云并非是为楚清城而来 只是借着这个由头 方便插入药王殿与花语楼的纷争霸 如此一来 其他世家也没有人再敢放花语楼了 楚清城也万万没想到 他给予全部希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带来的竟然是最无情的背叛 什么从小的青梅竹马 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叛徒 这时牡丹也怒气冲冲地站了出来 表示绝不可能交出菩提须根 这下黄浦青云彻底失去了耐心 当即吼道 先前已经说好了有本公子评判 现在已经评判过 我们就要照着做 不然帝王门的怒果你们承受不起 听到这话牡丹瞬间哑然 如今他们花语楼正处风雨飘摇至即 根本无法抗横帝王门 就在这时 现场突然传出一声倾向 呵呵 黄浦公子 如果在下刚刚没听错的话 您说的是您来评断 在场的长老们做个见证 现在您已经评断过来 该轮到各家长老见证是非的时候了吧 鹰小卒仅停一句话 就左右了顶级世家长老的决定 这一幕看得在场众人全都懵逼了 感觉跟做梦一样 黄浦青云见状 也只能继续询问剑侯府的意见 见随风这个老六 见自己终究没能逃过去 刚准备起身 却被谢天阳给拦了下来 八长老 这件事由我决定 说罢也不管见随风他不答应 直接转身向男主那边凑过去 只见他见兮兮的笑道 小子 我跟你一见如故 但如果你真的是花雨柔的女婿 那你就轻你老和一下 证明给我看 男主有些莫名其妙 你小子什么意思 找打是吧 然而谢天阳却不打算放过他 喂喂喂 我知道你想让我支持你 可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左 那这一票我就不知道要投给什么 听到这话 男主虽然气得不行 却也拿对方没有办法 无奈只能乖乖在萧丹丹的脸上 拨了一口 下一秒 萧丹丹直接被这酷如其来的幸福给砸晕了 而谢天阳也是乐得何不容忍 你也有今天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 那他就对你彻底死心了 此时 在场的众人也看出他们似乎以前就认识 不过闹归闹 正是还是要办的 只见谢天阳一脸严肃地看向黄浦青云 二公子 我是绝对不会支持你的 所以 我们见侯府认为你平叛不公 如此公然地挑衅帝王门 这让黄浦青云无比愤怒 好 你小子有种 给本公子等着 这时楚清澄赶紧开口 既然二公子的评判得不到七家长老的任务 那这次评判无效 谁说评判无效 黄浦青云突然吼道 难道你忘了还有我们帝王门吗 话音刚落 一旁的男主再次出声 还第一次听说评判还能参与投票 帝王门一开始就是无效投票 黄浦青云一听 又是这个臭笑 如果不是他话语楼早就投降了 此刻他恨不能亲手撕碎对方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再次开口 若是二公子对此结果不满的话 在下还有一个提 不如各退一步 严长老交出解药 话语楼内除菩提须根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可挑选一样如何 严松文言当即摆手拒绝 不行 老夫除了菩提须根 其他一律看不上 谁知男主听后却表示 你要菩提须根也不是不黑 只是这阵楼之宝 你不能白拿 得凭本事来读 严松文言露出不解之色 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 马上就要摆端盛会了 就把这菩提须根作为奖 盛会的冠军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得到 一听这话 严松顿时哈哈大笑 他自信在炼丹上还没人能超越他 立刻就答应下来 黄浦清云也同样对严松的炼丹水平很有信心 于是他当即朗声宣布 好 就这么办 楚清澄见状本想提出反对意见 可黄浦清云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直接宣布宴会结束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楚清澄准备追上去问个清楚 这时严松的声音却突然在身后响起 楚楼主 你这次可是彻底压错保 比起我们要王殿 真正想要菩提蓄根的 其实是帝王门 什么 听到这话 楚清澄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 挽救花语楼 楚清澄向帝王门寻求帮助 殊不知这么做却是在隐王入室 就在刚刚严松坦言 真正想要得到他们菩提蓄根的 其实是帝王门 得知真相的楚清澄彻底崩溃 他不敢相信 竟然是自己亲手把花语楼送上了绝路 另一边 男主刚走出宴会厅 就看见谢天阳等人正在前面等着自己 不过他身边还有个萧丹丹 如果就这么过去叙旧 自然会暴露身份 于是他打算把这个爱事的女人支开 谁知萧丹丹却说 你刚刚对伦家做了那种事 现在伦家都是你的人了 你去哪 我就去哪 男主文言一阵无语 老子对你做什么了 不就亲了一下 有什么了不起的 再说这还不是为了救你们花语楼啊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 老子跟你可没什么关系 还有以后离我远点 说罢便丢下他 独自朝谢天阳那边走过去 看着男主决绝的背影 萧丹丹觉得自己被抛弃 羞愤之余 也只能转身离开这 没了萧丹丹在身边 男主重新戴上雷灵剑 看向众人笑道 好久不见 谢天阳露出一副早知道了的表情 果然是你想的 要不是你骂我一句懦夫 我还真不敢相信是你 说着他还不忘调坎男主 怎么没看到嫂子 男主一阵郁闷 看来这事是接不过去 就在这时 一旁的龙九出声打断了他们 兄弟 我想问你刚刚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们可是彻底得罪帝王门了 还没等男主回答 身后的龙葵却惊讶道 兄弟 难道你是卓凡 一听这话 剑随风和阿杰也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什么 他是卓凡 这时谢天阳也疑惑地看向男主 是啊 卓凡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你这么做 一定有你的理 可千万别说 你又把我卖了 我们可是生死与共果的 男主听后坦言道 两位都是我卓凡最信任的人 若非必要 我绝不会把你们牵扯到这种危险境地 只不过 你们已在险地 还不如早做打算 一听这话 两人军事露出诧异之色 什么意思 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帝王门 要一捧七驾 什么 一捧七驾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全都炸过了 你怎么会知道 这我不知道 只是猜的 男主开始为众人分析 那黄浦青云一下车 便给辜负他的谢天阳一个下马威 若这姑且算是一个 嚣张子弟的品行的话 那后来对一张桌子的探讨 就是真正的帝王心术 表面上他是借题发挥 故意羞辱建侯府替自己出气 但实际上他达到了两个目的 其一 削弱花语楼主人的地位 挑拨建侯府与花语楼的关系 其二 便是将在场家族分成三类人 顺从的 无顺的 还有强头草 很显然幽名古药王殿算是顺从 而花语楼建侯府和乾隆阁 多次对他的决定提出反对 自然就是不顺的 听到这里 众人的脸上均露出民众之色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所以 那帝王们有意一统七家 你们已经被划入了必须消灭的名单 与其被动挨打 还不如现在就划清界限 跟他反抗道 过男主的一顿分析 谢天阳等人如梦初醒 难怪黄浦青云会有那么多反常的行为 原来他是在区分不愿顺从的世家 好将他们一一铲除 实现七家一统的伪业 这时龙奎突然提出了质疑 这些只不过是你的猜想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 那我们可是无缘无故跟帝王们交恶 男主文言微微一笑 的确如此 不过你们认为 与到时候被他们打个措手不及比起来 跟他们交恶又算得了什么 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是我的话 只要他们有一点点苗头 我就要把他彻子掐灭 听到这话 龙九和剑随风面面相去 心中不禁赞叹 此子做事很辣果断 真乃霸主之才 这时谢天阳突然开口 好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 就当是帝王门已经对七家 是淡淡了 可是花雨楼这个烂摊子 要不要都无所谓 你让我们支持花雨楼 岂不是提前与帝王门开战吗 花雨楼的确是七家最弱 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所以帝王门才拿他下手 说着男主抬眼看向众人 你们可以想想 若是花雨楼消失 那帝王门下一个对付的是谁 此话一出 众人心中顿势一正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花雨楼是你们的一扇门 这道门被破开 帝王门就可以长驱直入 侵吞各大事家 况且有花雨楼在 我们还能清除帝王门的进攻方向 花雨楼落散了 那他接下来的目标 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听到这里 所有人均是认同的点点头 唯独谢天阳不置可否地看着男主 那么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以我对你的了解 没好处的是你绝不会走 男主见状并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看向龙奎问道 还记得我们的十年之约吗 龙奎有些不太确定 你是说十年之内 让洛家超过七十家吗 不错 我要的好处就是 托曼帝王门征战的不花 十年之内让洛家崛起 这时龙九突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 即便他们愿意齐力保住花雨楼 可现在两家已经达成了协议 他们根本没理由进去插手 一旁的谢天阳也附和道 你这小子 提什么建议不好 非要比单夺宝 这不是症状那独守药王的枪口上吗 然而男主听后却自信地回答 这次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操心 只要你们日后帮衬着你 别让花雨楼被吞了就好 不用我们操心 听到这话两人顿感差异 难道你已经有了对策 只见男主咧嘴笑道 炼丹而已 我去会会那个独守药王 什么 死话一出 两人顿时被惊得张大嘴 要知道那独守药王乃是七品炼丹师 绝对的高手 恐怕整个天语没人比得过他 可看卓凡的样子似乎并非忘了 难道说他如此年纪如此修为 已经有如此造影了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 炼丹 正法 皆是独步天下 还有这么强的实力 年轻一代中也嫌有人达到 虽然知道这小子炼丹手法不简单 但也没想到他如此年轻 就已经是七品炼丹师了 不过事事无绝对 龙九还是不放心地问道 如果你比试输了该怎么办 只见男主目光突然一凝 冷声道 那就只能明抢 狐提续跟到了我手里 帝王们他们一定会把视线转移到了身 那花语楼也算有个喘息的机会 龙九文言连忙出声提醒 可是到时候 你要面对的将是三大世家的追杀 那又如何 男主朗声笑道 反正迟早要为敌 不如趁早打乱他们的计划 只要有我吸引他们的视线 你们三家都可以好好部署一番了 听到这话 龙九和谢天阳顿时心头一震 他们知道 男主这么做 无异于是拿自己一人的性命 换来三家的准备时间 想到此 谢天阳一把抓住男主的肩膀 感激之情已无法延引 唯有传达兄弟间的情意 可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 谢公子手下留情 原来萧丹丹之前并不是父亲离开 他以为谢天阳等人会对男主不利 于是赶紧叫来牡丹楼主帮忙 然而这一声却把谢天阳给喊懵了 哎 啥情况 他在让谁手下留情 清城带着男主来到花语楼的后院山崖 这里竟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山洞 进去后 男主惊讶地发现洞内的温度极低 即便他的金刚之躯也感受到了寒意 说明这里必定有吉英之宝阵神 果然 当来到山洞深处时 他看到了一块万银悬钉 而上面正盘腿坐着一名老妇 只是此人已经中毒极深 完全靠一口气掉着 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传来一个老妇的声音 傻小的 他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只是个活死人而已 楚清城见状连忙上前解释 陶姑姑 他修为低得很 只有一股蛮劲 没发现你也正常 还请别责怪他 陶姑姑闻言笑道 楚楚丫头 老身还从未见你如此维护过一个男子 莫非你给他看过了 听到这话 楚清城一愣 随即一片羞红飞上脸颊 而一旁的男主则是一头雾水 看过 看过什么 宝物吗 可还不等他多想 楚清城突然把他往前一推 宋玉 这位是我们花语楼首席炼丹师 陶姑 快去拜见 男主一阵郁闷 好端端的 带我见你们首席炼丹师做什么 难道是让我跟他学炼丹 算了吧 老子教他 还得看他资质够不够了 虽然心里这么小 但表面上还是得装装样的 就在男主抱全行礼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心头一惊 只见这位陶姑姑的脸上变得七色毒斑 分明就是七彩云罗掌所致 不过男主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这虽然像是七彩云罗掌的杰作 但似乎又不是 听到这话 陶姑姑不禁赞叹出声 好小子 看来你对着丹毒还颇有见数 实不相瞒 这并非七彩云罗掌所致 而是老生在研究解药十恋丹所致 只是这三年来 老生越研究这张丹方 越觉得这四丹非丹 四毒非毒 说着陶姑姑瞥眼看着某个方向 独守药王你果然有一手 老生真是自愧不如啊 男主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下一秒直接瞪大了双眼 因为那里正悬挂着一张人品 而上面写的居然是七彩云罗掌的解药丹方 只一眼男主便看出这张丹方是真的 不过里面确实有些猫腻 陶姑姑见他盯着丹方出神 呵呵笑道 行了小子 这丹方乃是药王殿的不传之秘 老生苦言数仔 依然未能参透 你这小子就算在炼丹树上有些造诣 又岂能知晓其中奥妙 说着他突然看向楚清城 楚楚丫头 你几日前来 该不会就是让老生替你摆一下这小子的官吧 一听这话 楚清城顿时休的满脸通火 随即他把今天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 当陶姑姑得知弟王门也参合进来后 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看来这次花语楼真的是在劫难逃 那么楚楚 你打算怎么办 难道任由花语楼被他们所毁了 楚清城文言坚定道 我想要请出供奉 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花语楼生死焚王之际 楚清城打算请出楼中供奉 与帝王门拼个鱼死网破 听到供奉 男主目光一鸣 要知道遇下七世家每一家都有供奉 而且个个都是神赵敬修为 乃是每个家族最后的保卫力量 除非是危难关头 否则七世家不可能请出供奉 如此看来 花语楼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之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下 面对几个神赵敬高手的拼死一搏 这样一来同样是拖慢了他们征战的步伐 想到此 男主立刻开始煽风点火 好啊 楚楚姐姐 我们就把供奉请出来 让他们知道破船还有三千钉呢 我们花语楼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谁知楚楚这时却突然迟疑了 认为请出供奉恐怕会引起七家之战 到时候必将天下大乱 生灵涂炭 他不忍看到内营了 而且一旦开战了 花语楼必摆 到时候楼中所有弟子的下场可想而知 他作为总楼祖 不能不为他们的日后做考虑 毫不顾问眼感叹道 难怪当初姥姥力排重力 让资历最浅的你做总楼祖 现在老神终于明白为什么 然而男主却认为这就是妇人之人 如果是他 会把这股势力化整为零 由明珠暗四处杀戮 挑拨离间 搞得天下大乱 再趁机反扑 宁可我赴天下人 不让天下人复古 作为魔道枭雄 就该踩着别人的脑袋登上巅峰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处京城毕竟不是魔道 而且又是一位女子 心词手软 自然没有如此魄力 这时处京城提出 想请陶姑姑出山参加百丹圣会 以此饱下菩提蓄根 谁知陶姑姑却自嘲地笑老 楚楚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为了破解那老鬼的七彩云罗掌 搞得人不人不顾 我这点本事哪有资格跟他补够 可处京城似乎对这点老有打算 只见他凑到陶姑姑身旁 低声而语了几句 陶姑姑听后瞬间恍然 原来如此 现在我知道你为何带着小子来此了 说着他突然看向男主 让其对着一旁的活死人磕三个响头 男主一阵郁闷 好端端为什么要滚 难道跪拜了会有好事发生 不过想了想他觉得还是算了 毕竟死者为大 给一个死人磕头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就在这时 楚清城突然来到他身旁 也跟着一起跪拜 钢铁直男有心懵 不明白他怎么也跟着一起磕头 这时陶姑姑朗声道 好了 李承 过来吧 男主只感觉莫名其妙 怎么磕完头什么都没发生 谁知还没等他从郁闷中缓过来 陶姑姑再一次让他跪下 我靠 怎么又跪 前面还没整明白这又要跪 还跪这个死老太婆 就当男主准备发飙的时候 楚清城突然立声喝道 快跪下 结果男主瞬间就蔫了 乖乖下跪 接着陶姑姑开始给他讲述花语楼的嘴句 原来在几百年前 花语楼和药王殿还是同盟 两家还经常联姻 关系好的不能再好 药王殿的七彩云罗掌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强的威力 但是在花语楼提供了菩提玉液后才渐渐改善 最后进化成了现如今威慑妻世家的独能武器 直到后来 药王殿和花语楼和亲了一对夫妻 因为半嘴大打出手 丈夫用七彩云罗掌将妻子打伤 妻子一怒之下访回花语楼 可到疗伤时却发现 能够解百毒七死回生的菩提玉液 竟然无效 花语楼高层意识到了严重性 药王殿的毒已不可控制 所以变断了对他们菩提玉液的功力 两家也因此结下仇恨 直至近百年 药王殿开始不断骚扰花语楼 有七八个楼主死在他们掌下 甚至两代总楼主皆是因此而亡 因为皇室需要药王殿供奉丹药 所以对两家恩怨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花语楼甚至数次被药王殿逼至楼毁人亡的境 就在这花语楼最危急的百年间 一位其女子横空出世 她便是铁娘 不必君 她实力强横 处世干练强硬 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抵抗药王殿 另一方面与各世家联姻扩张势力 竟让药王殿数次惨败 损失惨重 楼中弟子们尊称她为老了 虽不是总楼主 但却辅佐三代总楼主 将花语楼维持至今 对于这位女子的手腕 七世家中无一不配 若是没有她 花语楼早就完蛋了 可惜 即便是铁娘子也抵不过暗算 楚弊君位就三位楼主中了来 被七彩云罗长所伤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硬撑地逃了回来 临终之前 她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 将花语楼总楼主之位 传给当时年仅13岁的楚清城 由青花和牡丹两人辅佐 而之后 所有人都以为姥姥已死 但其实是被陶姑姑 吊着最后一口气 存于这万年玄冰之上 成了活死 说完这些 豪姑姑突然抓住男主 和楚清城的事 好了 这些你要记住 以后由你把它传下去 只要有人还记得这些 花语楼就不算忘 故多时 楚清城便带着男主回到洞外 到此刻男主还是一头雾水 楚楚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楚清城却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默默摘下面纱 把姐姐两个字去掉 叫我楚楚或者清城 帝国第一美女楚清城 在男主面前摘下了面纱 还让她以后不要再叫自己姐姐了 这其中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可对于阴谋论满及的男主来说 这等男女之事 她却异常迟钝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时楚清城提出 要带她去见见自己的家人 随后不明所以的男主 便跟着她来到一处坟墓前 只见一块空着的墓碑上挂着一件披风 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一单清天 男主一看 好大的口气 估计就算那独守药王坐井观天 也绝不敢有这样的口气 楚清城告诉他 这是我弟弟楚清天之墓 而这件披风是我亲手为他做的 楚清天 听到这个名字 男主瞬间想起 这不就是花雨楼派去药王店的戏作吗 只听楚清城继续说道 宋玉 你可知道自从你在那贫民窟送我水果 替我跟那些人打架 我便觉得你跟清天很像 尤其是你与严富决战时 那股不顾一切的愣景 简直跟他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男主一阵汗烟 他以为能接近楚清城 是自己泡妞技术挪叉 原来搞了半天是被人家当成了弟弟 想到此他尴尬道 原来楚楚姐姐是把我当成另定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却听楚清城骄怒道 不是让你把姐姐二字去掉吗 怎么又忘了 男主顿时无语 你把我当成弟弟的替代品 还不允许我交个姐姐了 似是知道男主心中所想 楚清城解释道 也许一开始我的确把你当弟弟看 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弟弟了 说着他又重新看向墓碑 缓缓诉说起曾经的过往 原来当年为了偷取七彩云罗掌的解药丹号 姥姥特意安排楚清天假意判出花雨了 败在严松的门下 不过因为药王殿看管急严 最后他只能把丹方用药物刻在身上 才成功带了回来 听到这里男主顿时恍然 原来那山洞内的人皮就是楚清天的 只听楚清城继续说道 清天的回归令整个花雨楼兴奋不已 于是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他和陶姑姑开始了解药的练制 可是那张丹方却太古怪了 他们练成的解药给中毒的楼主 结果却当场独发而亡 连他们本人也中了与七彩云罗掌相似的毒 最后姐妹们怀疑他是药王殿的心 故意用假的丹方来毒害大家 所以便趁我和青花牡丹两位师姐不在时 将他活活打死了 等我们回来一切都晚了 不过这是花雨楼的丑物 我们只能对外宣称他是中毒而亡 也只有陶姑姑依然在坚信那张丹方是真的 还在苦苦钻研 同时因为清天身份的关系 无法入恋花雨楼的目的 我便把他埋在了这里 还怕有人侮辱他 连名字也不敢刻上去 之后我把父母的墓也签了过来 也算是和家团聚了 说着他突然牵起男主的手 宋玉 若是哪天我死了 希望你能找回我的海口 将我埋于他们身旁 听到这话 男主心中有些奇怪 他要干什么 怎么像在说一言一样 想到此他出生安慰宝 傻丫头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谁知这撩妹十足的话 却把楚清成岛 不好意思 你这小子真是得寸进士 我让你直呼名字 你竟敢叫我傻丫头 不过他虽然嘴上这么说 下一秒却主动牵起了男主的手 好了 接下来去最后一个地方 画面一转 两人又重新回到了平民窟 男主不禁想起 两人刚见面时的场景 对了 为何你贵为花雨楼总楼主 还要在这里当温女吗 男人成为了帝国第一美女的丈夫 可他自己还傻乎乎的不知情 以为对方是把他当成了弟弟的替代品 只见楚清成突然扑进男主的怀中 宋玉 清天他曾经说过 我是一校清成 他是一旦清天 我希望你能让我重温一下少时的生活 谢谢你 如此美人在怀 即便是他堂堂魔皇 一时间也忘却了自己的雄徒霸业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两人在这平民窟里 过起了难跟女之的生活 这反而让男主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平静 如果是放在以前 这是他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 可如今他堂堂魔皇 居然也过上了这么平庸的日子 不过这种日子 却是没有一丝的仇怨 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一般 可就在两人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 一双眼睛已悄然盯上了他们 此人正是帝王门的随从 在发现男主两人的行踪后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去 随即将男主和楚清成的情况 汇报给了黄浦清云 得知楚清成居然为男主摘下了面纱 黄浦清云顿时怒不可恶 他和男主那个二傻子不一样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气急败坏之下 他直接朝着两人的方向杀了过去 而不知情的男主 还在享受着甜蜜的二人世界 这几日他与楚清成回想而识的生物 竟然是如常人一般白天劳作 夜晚相依而眠 虽然无继父之亲 但是彼此依靠着 让他有一种安宁的感觉 对于他这个无亲无故的魔头来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 看着楚清成这祸国殃民的爵士容颜 他突然有一种 什么都可以不顾的冲动 管他什么春秋大夜 什么执掌天下 又岂能比得上美人印象 男主发现自己似乎堕落 不过他又很享受这样的堕落 美人在前 男主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欲 缓缓将嘴唇凑了上去 就在两人的距离相差0.1毫米的时候 楚清成突然猛地睁开眼睛 随即一把薅住了男主的玻璃 男主还以为自己被抓住了现象 谁知下一秒 楚清成却拽着他跳到了空中 与此同时身后的房屋瞬间被封成了碎渣 硝烟过后 只见黄浦清云从其中缓缓走了出来 看到自己的温馨小屋居然就这么被包奸 男主彻底被激怒了 他妈的欺人太甚 当老子没脾气是不是 他当即就准备过去撕了这个二十 就在这时 忽然听见楚清成开口道 宋玉躲在我身后 男主这才冷静下来 现在还不能动手 否则就给了帝王门对花语楼出手的口识 这样一来 老子的计划就全都泡汤了 想到此 他强压着怒气说道 清成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然而他这声称呼 却让黄浦清云更加怒火中烧 清成 叫得好亲热呀 一对肩夫淫妇 本公子今天一定要你们不得好死 男人面露争鸣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之所以如此愤怒 是因为他那貌美如花的未婚气 奔别人跑了 这对一个男人来说完全就是奇耻大辱 黄浦清云怒声喝道 楚清成 当初我们蒙事 你的面纱要为我而接 可是现在 你却是先给这小子看到了真容 楚清成文言当即反过 是你悲心欺义在现 我又怎会为你揭开面纱 听着两人的争吵 男主却是一头雾水 那个 你们先等等 我怎么有点糊涂呢 接个面纱你就要打药杀的 就算清成是你的青梅竹马 那你也不能不让人看了 老子又没抢你老婆 然而这番话落到黄浦清云耳朵 就如同在说 我用完了现在还给你一半 这你马 舒克人他婶婶也忍不了 暴怒之下 他当即抬手拍出一张 只见一道如有实质的 气劲直奔男主的面门 然而男主却丝毫不慌 毕竟他的身体强度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 不过楚清成并不知道这 生怕自己的情郎被拍死 连忙将他拉开 看到男主被楚清成救了下来 黄浦清云冷哼一声 清成 你看到了吧 这小子只会躲到你身后 关键时刻还要你来保护他 这种男人哪里配得上你 谁知楚清成却满不在乎地回答 那又如何 我愿意 反正话语楼中不都是这种男人吗 哎 清成你等等 这可关系到我的颜面 虽然我不想反对你 但你要知道 我真的不是吃软饭的 听到男主的话 楚清成没好气地让他闭嘴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吧 不过却已然迟了 只听黄浦清云哈哈笑道 说得好 若你真的还算得男人的话 就别他妈躲在女人身后 出来根本公子丹田 话音刚落 男主全身突然迸发出无尽的杀意 你与我必有一战 可惜不是今天 要是想死的话 多等两日也无妨 此话一出 楚清成和黄浦清云均是一阵 楚清成没想到男主如此大胆 居然敢放出这样的豪言壮子 要知道那黄浦清云 可是天旋二重的炼体修成 即便在天旋境中也少有敌舍 而他不过是个刚刚突破 断骨二重的三流家族少女 哪里来的底气 可是看他的眼神 却又不像是假的 仿佛届是他真的能做到一样 另一边 黄浦清云则是怒急反向 他也没想到自己 居然会被一个小喽喽宣布了死亡预告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暴怒之下 他当即飞身朝男主冲过去 楚清成健壮连忙局长迎击 只听一声巨响 两人的交锋瞬间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可楚清成终究还是落了下风 逆击过后 他连退数米才看看稳住身形 黄浦清云见他几次三番地护着男主 都快气炸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只见他整个人的气势突然急速攀升 全身的灵力外放 隐隐凝聚成一条金龙 男主一眼便看出这是龙脉连体 他瞬间恍然 原来对方的体魄之所以如此巧 是借助了龙脉精气来修炼的原因 这时楚清成也认出了 这是帝王门的玄阶武技 黄极霸体 黄浦清云呵呵笑道 清成 我劝你不要再包庇这小子 当心丢了自己的幸运 说罢便再次向男主冲过去 楚清成健壮连忙操控无数仇段进行阻拦 一瞬间便将对方包成了一个大粽子 可还没坚持到一秒钟就被黄浦清云彻底挣脱开 随即他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男主身前 见此情形 男主心知这一战是躲不过去 如今只能暴露身份 与这小子分个生死了 因为男主的关系 遇下七十家互相对立的局面提前出现 可奇怪的是 黄浦清云在局势对自己有益的情况下 却主动提出了撤 回去后 严松不解地问道 二公子 刚刚为何要放了他们 与我们的实力 他们几个绝对没命 谁知黄浦清云听后却骂他糊涂 杀那几个人容易 但是杀了之后呢 到时必然会引起七家大战 最后就算我们赢了 也绝对死路一条 听到这话 严松三人更加糊涂 二公子 这话怎么说 只见黄浦清云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别忘了 这天语之内可不只有御下七十家 还有皇室和四主 此话一出 三人顿时到西一口凉气 险些铸成大错 只听黄浦清云继续说道 总之 花雨楼现在已经是分崩离析了 至于乾隆阁和剑侯府 没必要逼得他们狗急跳墙 哼 本公子这次也算看明白了 他们都是刺头 迟早也要收拾 一日清晨 男主走出房门享受着和煦的阳光 看着眼前的小桥流水 他突然一阵感慨 若非那黄浦清云倒乱 现在应该还与楚清城在那间小屋里 你们我能吧 不过即便没有昨天的事 再有一日便是百丹盛会召开之日 也该行动了 那种田园日子始终不是归宿 至今之际楚清城朝他走了过来 男主见状刚准备上前打招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对方给强行拖走了 画面一转 楚清城带着男主又重新回到了贫民窟 就当他不明所以的时候 却发现萧丹丹和董家兄妹竟然也在这 这让男主心中更加疑惑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时楚清城突然转身看向他 你已经见过姥姥和我的家人 按理说我该去建令尊令堂 但是路途遥远 只能先见见你的朋友了 说罢便不由分说地拽着男主进直往前走去 见到这一幕 萧丹丹心中思绪万千 他万万没想到 师父让他带董家兄妹来这里 结果要见他们的竟然是总楼主 而且还带着心中的内侠 而一旁的董天坝子完全看傻眼 自己这位屌丝兄弟竟然勾搭上了花语楼总楼主 天宇第一美人楚清城 他总感觉眼前的画面是那么的不真实 想着他看向一旁的董小婉 妹妹 我早就跟你说要早点下水 看吧 你没机会了 董小婉也是满脸傲 哥 我哪知道宋宇哥哥 会跟花语楼总楼主牵扯到一块 然而比他更郁闷的是萧丹丹 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人 结果情敌居然是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一时间三人全都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 当他们跟着楚清城进入屋内后 发现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 董家兄妹何曾与这等大人物一起用过餐 颤颤巍巍地坐下来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位总楼主并没有想象中的盛气凌人 此刻反而更像一个小媳妇 在男主和董天坝的调节下 饭桌上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不知不觉间 时间很快来到了深夜 这时楚清城突然开口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也该是分别的时候了 分别 男主疑惑地看向他 明天不正是百丹盛会吗 这时候分什么别 然而楚清城却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让他们跟着自己去一个地方 不多时 几人来到林间的一条小道上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秦彩青和牡丹以及董家的长老 正在这里等他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楚清城指着马车对众人说道 你们连夜离开这里 再也不要回来了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均是一惊 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离开 这对小夫妻上一秒还在你浓我浓 下一秒女人突然翻脸 让男人和他的朋友赶紧离开 啥情况 男主几人完全懵逼了 董天坝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得罪了花云 谁知楚清城却告诉他 这跟你们没有关系 本来不想把你们牵扯进来 可是那黄浦青云心胸狭隘 我怕他会对你们下手 董天坝一听 黄浦青云 帝王门 他差点没下哭了 这时男主看向楚清城问道 你要干什么 千万别做傻事 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 楚清城轻扶着他的脸颊柔声道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有些事要请你帮我去做 说吧 他突然将萧丹丹和男主的手放在一起 以后请你照顾丹丹 也许他是我们花雨楼唯一的血脉 一听此话 两人顿时露出惊讶之子 刚准备开口说话 却被楚清城伸手打断了 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你一定要帮我完成 说着他将一枚储物戒指交到萧丹丹手里 丹丹 拿着他陪送玉回家吧 不过只有到了那里 还可以看里面的东西 以后要好好照顾夫君 不要再任性了 知不知道 萧丹丹强忍着泪水不停的顶后 见到这一面 男主知道楚清城 这是想为花雨楼留下最后一丝血脉 所以他决定先顺了他的意 等把几人送远了自己再访回来 想到此 他当即转身喝倒 我们走 看着几人的马车急驰而去 牡丹突然有些不愤 哼 他娘的二话不说撒鸭子就跑了 楚清城也没想到 在最后生离死别之际 男主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舍 哪怕是一点点 也不枉他们相处一场 可他不知道的是 男主根本就没打算走 当马车行驶出一百玻璃后 他突然停了下来 随即让几人自己驾车离开 而他则准备独自回去 萧丹丹见状连忙叫住他 夫君等等 你不能回去 要不然岂不枉费了清城姐的一片恐惧 不许叫我夫君 男主突然怒喝道 还有 楚清城不是你们总楼主吗 有你这么当弟子的吗 没大没小 萧丹丹闻言弱弱地回道 那还不是因为夫君的关系 奴家是总楼主亲自交到夫君手里的 自然是夫君的人 而总楼主又是夫君的妻子 自然要称姐姐 不得不说 这小娘皮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蛮准确的 然而男主却是听得一头雾手 他一直认为楚清城是把他当作弟子 可现在姐姐怎么突然变成妻子了 这时萧丹丹拿出那枚储物戒说道 夫君你要是还不信的话 那就看看这些 说着他将戒指中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 而那菩提玉业赫然就在其中 男主顿时眼前一亮 老子费那么大劲都没弄到手 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了 与此同时 还有一块木牌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翻过来一看 男主瞬间瞪大双眼 只见木牌上写的镜是 王七楚清城之墓几个字 这时萧丹丹长叹一声 哎 这件事我本不该知道 但是有一次听到师父他老人家提起 他们准备跟独手药王同归于尽 话音未落 男主突然怒声吼道 连不该知道的弟子都知道了他的计划 他们还怎么跟那老鬼同归于尽 哼 一群傻娘们只是送死罢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看着手里的两样东西 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随即脚下一根 以极快的速度朝花雨楼飞驰而去 男主从萧丹丹口中得知 楚清城他们准备和严松同归于尽 他彻底被这帮傻娘们的聪明镜给雷倒了 就连不该知道的徒弟都知道了 这计划还怎么能实行 于是他连忙以最快的速度向花雨楼挡的去 萧丹丹一看拦不住 当即决定回去帮助夫君 而董天罢本不想掺和此事 可考虑再三 最终还是不忍让兄弟一个人犯险 另一边 花雨楼的百干盛会即将开始 按照楚清城的计划 他们已经提前在展示台周围布下了囚龙阵 只要严松进去 就必定会被困在里面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帝王们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他们对黄浦青云所在的看抬也设下了禁止 眼见所有的工作全都准备就绪 楚清城这才松了口气 这严松即便在厉害 凭借他们三人联手必能将他击杀 只不过到时候 他们也一定会被对方毒死 虽说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楚清城却又不忍看到自己的两位师姐陪在 秦彩卿见状柔声安慰道 清城你不必如此 当初我们两姐妹 答应姥姥要辅助你的时候就起过失 一切以你马首是斋 如今花与楼既然左右都要亡 不如就让他亡得轰轰烈烈一把 听到这话 楚清城感动过 毕竟两人本可以置身事外 可现在却要陪着一起以身训楼 这时楚清城突然想起 怎么其他楼主还没到 然而话音刚落 一阵极为嚣张的笑声从门外传来 只见严松缓缓走了进来 而他身后站着的赫然就是花与楼的众楼主 见到这一幕 三人均是一脸诧异 虽然知道他们受制于严松的毒药 但是谁也没想到 竟会公然站在对方的身边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背叛 可即便如此 楚清城却没有任何要责怪的意思 反正花与楼也将不复存在 他只希望几人好好珍重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谁知严松却是冷哼一声 好宽容的总楼主啊 不过 不知你看到他们几个是否还能宽容得起来 说着他突然拍了拍手 随即门外又走进来几位楼主 见到来人牡丹彻底不淡定 春雨楼主 你在花与楼的资历最老 你怎么会 只听春雨楼主淡默道 花与楼大势已去 本楼主只是为自己 再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罢 我劝你们也该为自己找个好的归宿 不要再想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听到这话 牡丹难以置信地望着对方 目光中竟露出些许慌张 楚清城也看出了不对劲 询问他这是怎么了 谁知牡丹却说 布阵的事就是让这个春雨楼主去做 此话一出 楚清城如遭雷击 彻底陷入了绝望 只听严松节节笑道 老夫早说过 这花与楼早已在老夫掌控之中 你做任何事都是徒劳 你就看老夫 如何名正言顺地取走你们的镇楼之宝 不提续根吧 听到这些 楚清城气得紧咬牙关 可如今他已没有任何办法扶植队 牡丹此事无比自责 他没想到自己一时大意 竟破坏了整个季篓 秦彩卿也忍不住骂他胡 这种事怎么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然迟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严松老贼 想拿走我们花与楼的宝贝可没那么容易 只见陶姑姑不知何时站在了高楼之上 楚清城精心安排的计划 却被严松提前发现了 而且这老小子还策反了 花与楼几乎所有的楼主 这让楚清城感到无比的绝望 就在这时 陶姑姑赶了过来 楚清城三人顿时眼前一亮 目光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因为陶姑姑是目前 花与楼炼丹水平的巅峰 有他出马 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严松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盐里 早在二十年前 陶姑姑还是六品丹尸的时候 严松就已是七品丹尸 而如今两人的差距更是犹如云泥之笔 不过陶姑姑却是不以为然 俗话说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他自信满满地表示 新玉只要有老身在 你就休想拿走菩提蓄根的一丝一片 严松也不想与对方做无意义的争论 留下一句咱们走的桥就离开了这 这时楚清城连忙出声询问 陶姑姑你真的有办法赢他吗 谁知陶姑姑却叹息一声 哎 傻丫头 老身刚刚只是给你壮壮声是吧 在炼丹这方面 独守药王可以说真的是天与敌 无人可粗其佣 此话一出 楚清城再一次跌入谷底 难道 我们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看他这般状态 陶姑姑顿时有些不忍 于是立刻说道 那倒不然 无论是再强的炼丹师 炼丹都有失败一数 只要在炼丹时有一丝尊神 那此丹大半就要被捂 纵使他独守药王炼了数十年丹 也决逃不了这个 必听此话三女军事眼前一亮 那么说您还有赢他的希望 陶姑姑闻言默默地点了点后 三女健壮顿时喜笑颜开 没了先前的愁容 可只有陶姑姑清楚 这独守药王有数十年的炼丹经验 心性何其稳固 又岂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他现在只不过是给这群年轻姑娘一些 自己都不相信的安慰 与他们紧张的气氛不同 台下的观众席上则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大大小小的炼丹师都聚集在了这里 其中一名老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有人认出他就是昌平成 西门家的首席炼丹师刘义珍 一年前在帝都的敬丹大赛中 从龙获第二名 只是晚了几秒 才惜败给药王殿的天才弟子严肤 听着周围人的吹捧 刘义珍也是满脸享受 他呵呵笑话 刘某虽然在炼丹上小有名气 但是学无止境 刘某此次前来 也不过是跟诸位同仁切磋一番 绝对无关名利之事 听到这话 周围人顿时无语 得了吧 你就装逼 分明就是冲着花语楼来的 就在这时 台中央响起了裁判的声音 宣布摆丹盛会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注意到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分别摆着20个炼丹幕 裁判介绍道 这是专门为最优秀的20个炼丹师准备的 顺序从左到右 也代表着名次的先后 参赛者自行选择对应的位置 刘义珍立刻就明白了这背后的海 刘义珍立刻是心性 若是连一点自信都没有 还能练出什么好番来呢 周围人闻言纷纷附和 刘大师说的对 我们这些人姑且不知该排第一 但刘大师一定是排第一啊 听到这话 刘义珍也是飘了 当即就朝着一号炼丹奴走过去 那么这第一老夫就当然不让了 然而他刚迈出脚步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贺声 滚开 别挡本公子的道 花语楼的百丹盛会吸引来了 帝国各地的炼丹师 其中刘义珍刘大师 无疑是现场最亮的开 曾经差一点就赢了严松的徒弟炎 就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向一号炼丹炉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滚开 别挡本公子的道 刘大师回头一看 竟然是自己的老对手炎父 该死 这臭小子怎么也来了 他不是药王殿的吗 来花语楼的百丹盛会是几个意思 这时旁边的吃瓜群众 也认出了刚才那人就是炎 显然这第一的位子是轮不到刘大师了 刘义珍只能尴尬地善笑一声 炎父这小子的确是百年难得的炼丹期待 上次也算胜老夫一筹 这第一的位置让给他也就罢了 老夫去第二 吃瓜群众闻言赶紧一个彩虹屁跟上 刘大师果然虚怀入骨 佩服佩服 就在这时 陶姑姑没好气地推了他一把 你还走不走 不走就让开刀 刘义珍下意识地瞥眼看过去 结果整个人彻底震惊了 吃瓜群众还在奇怪这老夫是谁 难道也是炼丹师吗 只见刘义珍浑身颤抖地回到 三十年前老夫还是个二品炼丹师 他依然凭着五品炼丹师的身份 享誉整个天与帝国 与独守药王严松齐名 有南丹北独之称 听完刘义珍的讲述 吃瓜群众也是满脸震惊 没想到对方这么大来头 可如此一来 这位刘大师的第二也就保不住了 只能屈居第三了 要说这刘义珍也是个能屈能伸的主 即便这样他依然很乐观 老夫就算不是第一第二 但世上有三甲之说 就算是第三 那也是投列存在 跟第一第二并排着的 不比他们差 周围众人一阵无语 这位刘大师还真会自我安慰啊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爆喝从身后传来 滚开 几人顿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转头一看 他们瞬间麻了 居然是天羽第一炼丹师严松 几人赶紧缩头退到一边 连大气都不敢喘下 只见严松禁止走到一号炼丹炉旁 如此一来 前三的位子都已有人站顶 这下刘义珍彻底绷不住了 都他娘已经是成名人物 还跑到这里来装逼 实在是太他们欺负人了 等到所有参赛者全部站定后 主持人开始解说禁单规则 此次百单胜会共分三轮比试 每一轮都会淘汰相应数量的炼丹者 而每一轮前二十名的禁单者 则能够占据相应赢次的炼丹台 直到最后决出冠决 说到这里 主持人让人将冠军奖品给拿了上来 正是花语楼的镇楼之宝 菩提续根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淡定 而严嵩一眼便看出这次的菩提续根是真的 随即目光中不佳掩饰地透露出贪婪之色 一旁的陶姑姑见状怒吓一声 老贼 有老生在你休想则成 见此情形 刘一珍也终于明白 这些大佬之所以会来参加这百单胜会 都是为了这天台地宝来的 这时主持人开始宣布第一轮的禁单题目 炼制最低级的一品单 什么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均是满脸震惊 就连严嵩等人也露出诧异之色 一个三流家族的少年 竟然在练单大会上 力压帝国第一练单师 这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故意 严嵩当即表示不服 认为男主肯定作弊了 否则不可能比自己快 在他的挑唆下 现场越来越多的人对男主产生怀疑 要求裁判对其进行检验 无奈之下 裁判只能让男主再练一次 以证明自己的青睐 谁知却被男主一口围剧了 这下现场的人更加肯定他就是作弊 否则为什么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练单呢 一旁的陶姑姑心中不免叹息 虽然知道这小子有心帮花雨楼 但是练单作弊这种事被当场抓住 连花雨楼都保不了他 想到此他当即开口道 小子 心要正 不要老想挟得歪的 不然吃苦的就是你自己 说着便让裁判取消他的资格 让后来的顶替 然而严嵩这时却突然开口 慢着 百单盛会上出现作弊行为 居然只是取消资格就完事了 花雨楼的规矩什么时候如此松懈 此话直接对着陶姑姑哑口无言 他本想帮男主接过此事 谁知竟被严峰抓着不放 楚清城也没想到男主会作弊 这下想不办他都难了 不过一旁的龙九却感到奇怪 照理说这小子笔猴都惊 不应该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只见男主突然咧嘴笑道 谁告诉你们我作弊了 老子只是说不用再练而已 严富文言讥笑一声 你不练就代表你心绪 一群白痴 男主不屑的冷恒 刚当的练单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老子身边站一枚女监视着怎么作弊 而且只要听到我炼成的丹药 你们就知道为何我能在如此短时间内炼好 说着他让那名女弟子 爆出刚刚炼成的丹药名称 结果女弟子却慌了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这把周围众人看得一脸茫然 只是爆个丹药名字 这么紧张干什么 迫于压力 女弟子只得硬着头皮说道 宋公子所炼丹药为 开胃完 此话一出 众人军事一愣 随即开始哄堂大笑 这也能叫丹药 这小子果然是蒙混过关的 女弟子见状更加慌了 要知道这可是他下的评判 如果被追究起来 他可是要被问准了 其实他也知道这开胃完有多低级 但当时 不知怎么就给这小子通过 这时高台上的秦彩青看出了端女 断言这小子肯定是用了魔音兽 这才让那小女子稀里糊涂地给了他通过 可是如此一来 这第一轮的冠军明摆着就失效了 只听裁判朗生宣布道 抱歉 这是我们花语楼弟子的失误 所以第一轮禁丹大赛的名次要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男主直接打断 慢着 难道我的开胃完不是一品丹吗 话音刚落 只听丹妇哈哈笑道 那开胃完也能算丹药 男主闻言微微一笑 那就请独守药王的得意门声 丹妇公主告诉 这开胃完是个什么玩意儿 丹妇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 那当然是 可说到这里他却突然一震 不知该如何回答 男主见状呵呵笑道 怎么 说不出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那我就来告诉你 临丹十二品 最低一品丹 只要老子将药材扔进原力之火中炼制 这颗丹药没有炼失败 他就属一品丹行列 老子就是第一 男人在炼丹比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但却遭到了所有人的比试 因为他炼出的丹药毫无作用 是一个劣等品质的开胃完 不过这开胃完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 它都符合比试题 这让众人虽然不服 却也无话可说 真是太阳了的狗的 就连现场的裁判都看不下去 宋公子 无耻的人我见多了 但像你这么无耻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然而男主听后却显得无所谓 什么叫无耻 我这叫星星沉稳 你们刚刚不是考星星 老子绝对是这里面星星最沉稳的一个 裁判文言一阵无语 老娘真是醉了 你可真是个奇葩 然而就在所有人觉得男主只是运气好的时候 唯有留一针面色浓重 他一眼便看出男主绝非表面这么简单 能看穿考题真正的海面 还瞬间炼制出最符合竞端题目的单样 能有这等水平 显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炼丹奇才 另一边 裁判虽然极不情愿 但还是不得不宣布男主为第一轮的竞端冠冠军 一时间 全场响起一片虚声 纷纷对男主表示辜负 然而男主对此却毫不在意 依旧选择一笑两只 这时严嵩突然瞥眼看向他 这次让你解个便宜 下一轮老夫让你直接滚出这里 你有那个本事吗 男主指着后背说道 看好了 你只是独手要望 老子可是一单青天 你以为背个死人的披风 他就会保佑你了吗 严嵩不懈地笑道 楚清天那小子虽有天赋 但是在炼丹上永远超不过老夫 说出这种话 只能证明他还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活该死在老夫的丹方上 听到这话 高台上的楚清成器的浑身颤抖 他无法忍受弟弟冤死后 还要被仇人羞辱 就当他怒不可遏的时候 却见男主微微一笑 可是现在 我带着他的披风站在了你的前面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瞬间让严嵩面色铁青 对他来说 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战 是想要代替楚清天挑战他 成为最强烈单师 楚清成也没想到 男主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一时间无比感动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虽然只是三流家族的公子 但是对他却付出了可以付出的所有 此刻他只觉得 能在最后将明节托付给这样的男人 此生无法 而另一边 当黄浦清云见到这一幕后 却是开心不已 他本就想要置男主于死地 这下好了 不用他操心 这独守要王就不会放过对方 只见严嵩恶狠狠地盯着男主 臭小子 你是想代替楚清天挑战老夫吗 谁知男主听后 却露出不懈的笑容 老家伙你没搞错吧 我挑战你 说着他突然猛的一跺脚 整个人如同一把利剑般 注立在原地 你看好了 老子才是站在第一位上的人 你才是那个挑战者 注意看这个男人 他将会把嚣张这个词 演绎出新的高度 面对天宇第一恋单师严嵩 男主直言 老子才是站在第一位上的人 而你才是那个挑战者 这话落在严嵩耳朵里 无疑是一种羞辱 他没想到眼前的臭小子 竟然比那楚清天还要狂 暴怒之下 他当即出声警告 小子 做人太狂妄可没什么好下场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主听后却更加嚣张 对着他勾了勾手指 若是你今天能把我 从这个台子上赶下去 老子的向上人头双手奉上 此话一出 全场顿势一片哗然 楚清城等人更是满脸震惊 不明白男主为何会如此狂妄 而严嵩在听到这番话 后则直接被气笑 小子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可别下得跪地求饶 淘姑姑见状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小子别大言不惭了 这严嵩长老毕竟是长辈 你向他认得错 收回刚刚的旺 想来他也不会跟你计较 然而男主却毫不在意 只听他霸气道 老子说话向来一言九鼎 而且 不只是这老家伙 在场所有人 有一个算影 只要有人能让老子离开这个台 老子的人头就双手奉上 此刻的男主 像极了我认识的一位大师兄 而他的这番话 也成功引起了全场的功本 这明摆着 就是在向天羽 所有的恋丹师抢心 严嵩不屑地冷笑 觉得对方就是在自寻死路 而淘姑姑则直接看不下去 就这德行还就个屁 早死早超伤 楚清城却是面露疑惑 虽说男主平时也会目中无人 可并不像今日 这般嚣张的毫无底线 与此同时 男主也注意到了 高台上的楚清城 随即他指了 指背后的四个字 似乎想表达什么意思 见到这一幕 楚清城顿时恍然 下一秒他彻底绷不住了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秦采清见状连忙上前 询问他怎么了 楚清城此刻已经泣不成声 他告诉众人 男主之所以这么做 是在帮他弟弟完成一丹青天的心愿 听到这话 牡丹两人震惊不已 只感觉自己的三观彻底被颠覆 常说男人靠不住 但是此时此刻 就有一位男子为了心爱的女人 敢犯天下重 这样的男人难道还靠不住吗 只是这小子如此做吗 虽然在践行楚清天的心愿 但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就当牡丹感慨万千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谢天阳等人正悠闲地讨论着男主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龙奎认为 那小子怕炼丹输了 一定会趁严松炼丹时下手要了他的命 这样也算他炼丹没输 保全了自己的颜面 这个观点瞬间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 毕竟男主给他们的印象 一直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卑鄙无耻的事也不是干不出来 这时牡丹再也看不下去 我们花雨楼的人在下面生死相果 你们还在这幸灾乐祸 谢天阳见状知道对方是误会了 连忙出声解释 别看那家伙在你们面前是个乖宝宝 其实他才是真正的魔王 独守药王在他面前可不要太善良了 然而这番话却听得楚清成他们一脸茫然 就在这时 炼丹场上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竞赛 裁判告诉众人 第二轮的题目是炼制三品丹药 不过只能用他们花雨楼提供的药材炼制才算通过 并且只取前五十名入为第三轮 其余的全部淘汰 然而当众人拿到药材后却傻眼了 因为花雨楼给他们的是二品药材 又怎么可能练得出三品丹来呢 男主也同样有些苦恼 因为丹方太多 他不知该选择哪一个 才能让那独守药王输的心浮苦 一个不起眼的少年 竟然在练丹大赛中展现出逆天的练丹水平 这一幕看得现场众人满脸震惊 就连天宇第一练丹师都不得不避其锋芒 看着一开始嚣张无限的炎松 此刻却沉默不已 男主不懈地笑道 你练花药材的速度如此缓慢 不如等你练花好后 我再让你三息如何 听到如此挑衅的话语 严嵩顿时瞪大双眼 心态差一点就要崩了 这时陶姑姑突然过来提醒道 小子 趁着现在领先赶紧练好丹药 博取冠军 免得夜长梦多 而刚刚瞧不起男主的裁判 也附和道 是啊宋大师 这进丹场上瞬息万变 还望您抓紧机遇 男主闻言微微一笑 评判小姐 你知道我这丹是什么丹吗 大师这是要考我吗 评判小姐也来了兴趣 见大师刚刚所练花的药材 大都是吻合的阳性药材 一丹方应该是温阳丹 主要作用是驱除体内邪气 温润经脉 据气静修者 可提高一级修为 呵呵 评判小姐果然见多识广 男主笑道 但你知道 我这颗丹药练出来是要送人的吗 就当评判小姐茫然地摇头时 却见男主突然恶狠狠地看向他 是送给你的 因为你嘴太浅 想必是体内邪气太薄 所以我帮你调理调理 听到这话 评判小姐顿时背弃得不行 而高台上的楚清诚也是无语 这小子怎么如此小心眼 对一个小姑娘都能如此羞辱 楚楼主说的是 这小子的心眼确实不大 刚才这小姑娘竟敢嘲讽轻视他 他可不惯着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惹他 当心他报复我们 听着谢天阳的评价 一旁的萧丹丹无比自豪地点点头 这把牡丹看得一阵无语 喂喂 你骄傲个什么鬼 然而就当众人说笑知己 男主那边却发生了意外 严嵩趁其不备将一滴青蟒灵液扔进了他的药液中 要知道这青蟒灵液乃阴寒之物 宇文阳丹本就相冲 如此一来男主的丹药就彻底报废了 只见严嵩缓缓走到男主面前 小子 还记得你刚刚的誓言吧 一旦你离开这个位 就要把脑袋浇出来 老夫可是在这里好好等 一旁的陶姑姑见状不惊叹息 这小子空有一身恋丹绝技 但还是心性不稳 可惜了 而在高台之上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牡丹没好气地责怪这小子太狂妄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现在全没了 这样一来别说让他就花雨楼了 估计一会儿我们还得想想怎么救他 说着他看向龙九等人 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应对之策 谁知己人却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救 救什么 那小子需要我们去救吗 我估计那小子现在已经气得肺都快炸了 像他那么精明计算的人 这次居然被别人掀阴了一把 他能忍下去才怪 就当牡丹不明所以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有人跌倒的声音 只见董天爸此刻正满脸惊惧地望着下方 那人 那人不是我宋玉兄弟 听到这话 三女连忙向下看去 惊讶地发现男主周身充满了煞气 此等气势哪里是一个三流家族的少爷能拥有 见过这样炼丹的吗 先往丹炉里吐一口陈年老坛 接着在多花五毛钱把特效拉满 最终就得到一颗足以闪瞎众人狗眼的丹药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宋大师的丹药不是已经被毁了吗 怎么可能还能练出三品丹来 评判小姐难以置信地问道 宋大师 您确定这是磕三品丹吗 男主闻言将丹药递过去 你是评判 当然是你来鉴定 如果用肉眼看不出来的话 你扶下它我也不介意 评判小姐听后一阵尴尬 光是看到这练丹的配方 她就绝对不会吃 不过周围的观众却不断催促她给出街 无奈之下她只能接过丹药查看 然而入手的一瞬间她却有些意外 这丹药不但没有刚出炉的灼热 甚至连丹香都没有 仿佛是用泥土合成的泥丸一般 根本看不出品阶 想到此她有些为难地看向男主 那个 抱歉 宋大师 您这枚龙羊丹 恕我眼作看不出品阶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开始质疑男子 但凡丹药皆有品阶 哪里有无品阶的丹药 还是说这丹药只不过是一堆药诈 所以才看不出品阶 然而男主对此却毫不在意 她淡定地回道 要不然 你服了她 看她到底是极品丹 听到这话 评判小姐都快哭了 这丹药若是真的还好 若不是的话 那不等于吃了她口水吗 就在她纠结要不要服下丹药的时候 刘一真突然开口 其实不服用也可以 只要将这丹药一分为二 自然能分辨七匹阶 是不过 可还不等她把话说完 评判小姐直接打断道 没什么不过 就按刘大师您说的办 就当丹药被破开的一瞬间 里面突然迸发出一股磅礴的药物 见到这一幕 在场中人均是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 这扩散出来的药力 竟让他们体内的灵力开始躁动 那要是完全服下去 还得了 只见评判满脸震惊地 看着手中的丹药 这 这是五品丹 听到这话 刘一真心中更是惊骇不 竟用二品药才炼出五品丹 这位宋大师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然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间 眼前的一幕再一次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 只见那颗丹药竟然开始自行降低品级 从五品变成了四品 再到三品 二品 最终在众人的眼前直接消失不见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诡异的画面 竟然有丹药会凭空消失 说出去你敢信 就在这时 严松刚好完成了炼丹 当评判小姐看到丹药后 再一次被震惊了 不愧是毒手药王 这颗丹药竟然是准四品营丹 能够将二品药材炼成准四品丹药 可见炎老的炼丹术简直神乎奇迹 然而他说完这些后 却发现周围的人全都不为所谓 评判小姐不禁奇怪 你们这是怎么了 宋大师那颗丹药究竟是极品 现在还尚无定论 可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刘一针打断了 什么尚无定论 就算别人不清楚 但站在这里的前世名炼丹师 恐怕都清楚那丹药的厉害 小姑娘 你还太年轻 就算姑且能当我们这些人的评判 但也绝对评判不了宋大师那颗丹药的价值 评判小姐没想到 刘大师竟然对男主的丹药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随即他又看了看其他炼丹师 结果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刘大师的观点 最终就连严嵩也对他点头表示肯定 评判完全懵逼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和那宋大师不是对头吗 怎么也会向着他说话 而这一幕也让高抬之上的楚清城震惊不已 能让这老家伙心服口服 绝对不简单 这假送玉究竟是何方神圣 男人用二品药才净炼制出了五品丹药 更加神奇的是这丹药竟然自行降低品级 最终还消失不见了 如此一来可愁坏了裁判小姐姐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若是判定男主胜利 他根本说不出这其中的理 可若判定独守药王胜出 显然更没办法向大家交代 无奈之下 他只能向刘一珍求主 刘大师 不知您可否向大家讲解一下 宋大师刚刚那没丹药的神妙之处 谁知刘一珍在听到这话后 却是率先向男主行了一个大礼 见到这一幕 评判小姐顿感意外 他没想到刘大师对男主的敬意 已经达到如此低 只是讲解对方的丹药 又要先争得对方的同意 只见男主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 刘一珍这才放心地开始解说 小姑娘我来告诉你 刚刚宋大师的那一手 是有多了不起 那招可是上古诗传的炼丹秘法 神龙瘾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什么 上古秘法 居然有人会使用上古秘法 还是一个如此年轻的炼丹师 评判小姐也忠于恍然 难怪连一项极傲的毒手药王 都要甘拜下风 在上古秘术之下 论炼丹术 每个炼丹师可比吗 不过他还是不明白 那丹药又为何会消失不见 谁知刘一珍却说 那丹药并非是消失 而是被我们所有人服下 什么 听到这话 现场众人均是一惊 只听刘一珍继续说道 但凡炼丹 即便是极品丹 也不过是将药材中的 五成药力提炼出来吧 但是上古秘术神龙瘾 传说可以将药材中的 所有药力都提炼出来 人一旦服下 便瞬间化入体内 所以先前那泄露出来的 金色气体 便是整个丹药的全部药力 若是一人服用 恐怕堪比无品丹丹 只是发散出来后 被众人吸食 也就不及一品丹的效率 听闻此言众人这才谎 原来如此 难怪我吸到那丹香之后 会感到神清气爽 这时评判小姐又提问道 为何那丹药的品质 会逐渐下降呢 然而这次刘一珍 也说不出个所以来 毕竟神龙瘾这等上古秘书 他也只是在一些古籍中 见过记载的 至于其中的关键 恐怕在场 也只有宋大师才知道 见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自己 男主黑黑笑了 想知道吗 那就跪地求我了 听到这话 评判小姐顿时一正 还以为对方 是在跟他开玩笑 谁知下一秒 男主的脸色突然变得冰了 口中吐出两个字 跪下 这下评判小姐彻底麻了 她意识到对方是认真的 不仅如此 现场的观众 竟然也站在男主那边 纷纷要求她跪下 见到这一幕 黄浦青云眼中满是肚骨 怕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有手腕 居然短短时间内 就能携中一丝 这简直就是 最高明的帝王之术 这让她更加坚定了 要除掉男主的乡 而另一边 评判小姐此刻都快哭了 即便内心一百度不愿意 可在这种情况下 她也别无选 就在这时 高台上的楚清城 再也看不下去 当即喝倒 宋玉 闹够了吧 话音刚落 男主秒便乖宝宝 那个 我只是开个玩笑吧 你看我像是如此很亲的人吧 随即她转身看向严松 其实呢 本公子之所以会使出如此秘书 还要感谢严长老的那滴青蟒灵液 少年靠着一身匪夷所思的恋丹绝技 连续斩获恋丹大赛前两轮的投名 即便是身为天羽第一的独守要王 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不过她却一点都不慌 还扬言男主有一个致命弱点 在下一轮禁单中必输无疑 开始宣布第三轮的禁单题目 那便是现场炼制无品名单 并且炼制的速度越快 证明手法越娴熟 谁先炼成便可以入围最后的丹王决赛 众人文言纷纷开始抓紧时间炼丹 可唯独男主站在原地没有任何灯 这时龙九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哇 这小子遇到难关了 原来男主之前虽然能赢两局 但那完全是仗着一手通天彻地的炼丹秘书 可他手中的火焰终究是最普通的原力之火 更为关键的是 他目前的修为才断骨二重镜 这样的修为换作一般人 也不过刚刚能够成为三品炼丹师而已 他却能用二品药材强行提高到接近五品丹药的地理 可现在让他以五品药材炼丹 他的火焰不足 修为不够 这已然是极限了 届时药材还未完全炼化 他就会因为灵力不足而失败 听到这话 楚清成等人纷纷露出担忧之色 而在炼丹场上 男主此刻正在考虑是否该祭出神秘的青岩 不过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毕竟青岩是他最后的一招 不能如此轻易地展现 可这样一来 他能用的手段就只剩下了一招 想到此男主将手打开 一团火焰缓缓缓出现在掌心 而他这一动立刻就吸引了所有炼丹师的目光 结果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却是如此普通的炼丹手法和如此普通的火焰 这下参赛者们的心里都乐开了花 心想这小子的死穴终究是在这第三轮凸显出来 而评判小姐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男主的表现似乎跟先前有所不同 这时严嵩忽然嘿嘿笑道 那是因为他的炼丹术已经走到头了 他只能炼制低阶丹药 根本炼不出高阶灵丹 炼丹一般分为文火和乌 在炼制高品接药材时 以乌火为主 可是这小子修为不够 根本无法长时间支持爆裂的乌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炼制无品以上的灵丹 评判小姐闻言却更加疑惑 刚刚宋大师不是炼制出无品的龙羊丹了吗 严嵩呵呵笑道 那是将二品药力强行提炼制无品 不能算真正的无品营丹 若是他能炼制无品丹的话 估计能将丹药提至七品程度 不过可惜 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听到这话 现场的观众纷纷露出惋惜之色 明明拥有举世无双的炼丹技术 却因修为不够就要止不于此了 看着男主落寞的背影 他们心中生出一丝不忍 就在这时 有人突然大喊 宋大师加油 我们听你 有了这一声开头 其余的观众也纷纷开始为男主加油助威 更有甚者 还要给他生吼着 见到这一幕 男主立刻切换到标系模式 诸位 多谢你们的支持 在下一届三流家族的子役 能够来到这花语堂 将毕生所学展示出来让人所共知 已经心愿一了死而无怨 但是 练丹一图 但练心静 我心第一 便是第一 只请诸位看我练完这最后一枚丹眼 那么在下虽败犹容 要说不说 男主这番话的情感拿捏的是相当道文 台下的观众当场就被感动到 下一秒 为宋大师加油助威的那喊声 铺天盖地的喜爱 一时间响彻整个练丹场 男主不仅练丹牛叉 演技更是堪比影帝疾病 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 立刻就得到了现场所有观众的支持 见到这一幕 严嵩却是不懈的冷笑 小子 携中鱼丝这种事情是没用的 就算你鼓动起下面那帮废物来救 他们也没这个能 而且 老夫已经大功告成了 说着严嵩拿出已经练好的药液 这下 第三轮禁单的冠军和你小子的脑袋 就都是老负我的了 然而男主这时却露出莫名的危险 哦 那可不一定 说吧 他突然打了个喷嚏 下一秒 严嵩刚练好的药液便应声炸裂 这一幕看得周围众人全都蒙了 严嵩也傻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手心 只听男主呵呵笑道 不好意思啊 严长老 最近偶感风寒 听到这话 暴怒的严嵩再也忍不住了 当即就要冲过来拍死男主 不过这一击却被楚清城给挡下来 严长老 这里是百丹盛会 若是你想惹事 请立刻离开这里 楚楼主 可不是老夫要捣乱 严嵩指着男主怒声喝倒 而是这小子破坏规矩 扰乱老夫炼丹在先 老夫那五品龙丹马上就要炼成 就是被他那一喷嚏给弄得崩溃一块 然而男主听后却淡定一笑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今日偶感风寒 那是个意外 话音未落 只听严嵩吼道 放你娘的屁 有段古镜高手偶感风寒的吗 你才放屁 准你七品炼丹大师建出丹业 不准老子偶感风寒啊 此话一出 严嵩瞬间背对得哑口无言 好 算你小子有种 连打个喷嚏都他娘的这么准 你真行 男主闻言笑道 哪里哪里 你我都是高手 所以特别有默契也不一定了 你看 你是独守药王 我是一丹青天 你炼丹是把药业建出来 我是偶感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严嵩打断 爷他妈再说你偶感风寒了 他实在受不了男主 在他面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只能信信地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楚清城突然开口 夫君 能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吗 男主有些意外 你都知道了 并不完全 楚清城柔声回道 等你给我老实交代呢 夫君 听到这声称呼 男主顿时慌了 哎 先别这么叫楚楼主 这里面有误会 这件事等我们以后再说 我先去把那个老家伙踢出去 说把他头也不回地赶紧开练 看着男主仓皇而逃的背影 楚清城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难道我对他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而男主此刻则是冷汗直流 在他心里 节操和女人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另一边 严嵩看着男主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虽然自己的丹药被破坏了 但在他看来男主也不可能入围 如此的话 不管是谁完成了炼丹 男主都将会失去第一的位子 到时候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攒了男主 这时楚清城等人也反应过来 顿感大事不妙 然而男主却依旧泰然自入 老家伙 既然老子说了会一直站在这个位子上 就根本没人有机会染指他 说着他手中火焰突然变得狂暴起来 你不行 其他人也不行 他因为修为太低 所有人都认为他无法炼制出无品名单 就当严嵩坐等他淘汰的时候 男主手中的灵火突然间变得狂暴起来 随着他单手托起 熊熊的火焰直接将药材全部包裹在内 只见男主的脸色愈加疯狂 情底之蛙 老子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说吧 他手中的灵火突然猛增 瞬间形成一团巨大的火球 可是下一秒 火球又以极快的速度四散开来 紧接着男主突然猛的一抓 将所有的火焰全部熄灭 一时间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搞得有些懵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时严嵩哈哈笑道 老夫以为你要干什么 结果还不是把一手药材全毁了 男主文言咧嘴一笑 老家伙 别拿你的常识来判断了 结果未必如你所想 说着他将手高高举起 各位 五品灵丹炼制完成 下一秒 一颗金光璀璨的丹药赫然出现在男主掌心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怎么可能 这哪里是炼丹 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啊 严嵩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这是炼丹术 怎么可能 只听男主缓缓开口 老家伙 上古秘术一掌乾坤 听过吗 这一刻严嵩彻底傻了 他被眼前的画面完全震慑住 男主见状不懈的冷横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一单青天和独守药王的差距 天壤之别 说吧 他向评判小姐走过去 并将丹药扔给对方 抱歉 我修为不够 只能练个五品上品人丹啊 极品恐怕达不到 不会影响我的名次吧 评判小姐不可思议地望着手中的丹药 随即赶紧宣布道 宋大师练制五品上品人丹成功 为本轮冠军 晋级最终丹王决赛 话音刚落 男主顺势就摆了个pose 只要老子站在这个位子上 就没人能再站上来 一时间所有的观众 都被他意气风发的样子所感染 纷纷举手呐喊宋大师 见到这一幕 谢天阳不经感慨 这小子真是走到哪里都是个人物啊 若是在乱世必为一方霸主 呵呵 即便是太平盛世 这小子的崛起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吧 龙九也赞叹道 老夫早知他非等闲之辈 但是每次见到 还是让老夫忍不住大吃一惊 真不知这小家伙究竟有多大的潜力 听到周围人不断地夸赞自己的夫君 楚清城心中也是春潮涌动 直到此时才发现 只有这个男人才是最值得依靠和信任的男人 另一边 炼丹场上所有的观众都在高呼宋大师 隐隐有失控的趋势 可评判小姐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 男主打出一个收的手势 下一秒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各位给我一个面子 别的炼丹师还在炼丹吗 请安静一点 可恶 听一间又被这小子给装爆 评判小姐一阵郁闷 这究竟是谁的地盘啊 而在高抬之上 王普清云看着眼前的婴儿 气得牙齿都快咬断了 这臭小子声望越高 对他下手便越困难 这样的结果绝不可出现 要降下他的声望 只能在炼丹树上拔盖他 而要做到这一点 在场所有人中只能靠毒手要亡了 可他却不知道 此刻的严松心态已经完全崩了 即便场上不断传出选手完成炼丹的消息 他也没有任何反 这时男主过来准备给他再加一包 炎老 你不是说这轮静丹要夺下第一名吗 可现在看来 你连前三位都保不住了 老子今天就是要彻底 把你这个老家伙踢出去 这个男人简直是疯了 为了炼丹竟然将自己打到吐息 不过靠着这心头之血 严松终于在最后关头 抢到了入围明朗 就当评判小姐准备宣布 进入下一轮的时候 一名炼丹师突然站出来表示不服 等等 我和炎老只差毫厘之间 可是我炼成的是五品上品临丹 他只是五品列品丹 按理说 第十个入围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却被男主怒声打断 闭嘴 你刚刚没听新规则吗 这次比的是速度不是质量 连要求都没搞清楚就动手炼丹 输了活该 还有什么脸面在这像疯狗一样叫嚣 别说你们是以前以后炼错的临丹 就算你们同时炼成 这老家伙先叫出了声 就是他胜了 此话一出 现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之前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这位宋大师恨不得把这老头一脚踢出去 可是现在怎么会帮对方说话吗 男主望了望四周朗声道 你们心里想什么老子都清楚 没错 老子的确是要把这老家伙给踢出去 不过 这老家伙连用两口心血炼丹 丢了小半条性命 终是留了下来 那就算老子阴谋泡汤了 无话可说 可是下一轮决赛老子依然会赢 但在此期间 老子绝不允许这老头在口舌之变下 被迫离开 若是那样的话 只能是老子身为炼丹师的耻辱 听到这话 严嵩整个人顿时一正 与此同时 全场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所有人都在为男主的这份气度而高呼 此时此刻 众人心中宋大师的形象又提升了一个新高度 见到这一幕 谢天阳心中也不免感慨 卓凡虽然卑鄙无耻 但也不能算是小人 只能说是恶人 而这份恶却是恶的大气 恶的英雄 就连黄浦青云都被男主这份气魄所动用 此子真乃枭雄 我不如耳 一旁的灵子天健壮 还以为他看上了男主 想收为紧 谁知却被黄浦青云果断否认 他有一种感觉 如果这个小子不尽快除掉 必将成为他们帝王们的心腹大范 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 即便今天得不到菩提须根 也要将男主给干了 画面回到炼丹场上 此时入围的十个人已经最终确定 即将进入最后一轮的丹王决赛 这时陶丹娘还不忘过来挖苦一下严嵩 老家伙 该你让位了吧 言松文言不屑地冷哼 你急什么 又不是你把老夫赶下去的 说着转头看向男主 小子 老夫纵横大陆数十年 没佩服过任何人 不过今天 说到此他意味生长地笑了起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大战一场 看看谁才是天语第一恋丹士吧 见到这一幕 豪丹娘顿时露出意外之色 随即他看向男主 小子 那老家伙已经完全将你当成了他的毕生对手 就是对你的认同 听闻此言 男主一脸无语 想他堂堂魔皇 还需要这个凡夫俗子的认同 不过他还是出声提醒严松 先前练丹你已经丢了小半条命 再练下去 整条老命就都该没了 谁知严松却无所谓的笑道 老夫的命由老夫自己决定 总之 老夫今日必要赢你一次 这一幕不禁让男主对这老头生出些许敬意 倒有点真正练丹大师的意味 呵呵 来让我刮目相看吧 百丹盛会终于进入到最后的丹王决赛 所有入围的参赛者也不再藏私 分寸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手段 首当其冲的便是刘一珍 只见他寄出的火焰竟凝聚成一条巨蟒的样子 见到这一幕 周围众人均是一脸震惊 评判小姐一眼便认出 这火焰是取自四级灵兽 焰天烈焰蟒的内担心 在这等特殊火焰的加持下 炼出的丹药将会有更高的品质 见到周围人艳羡的目光 刘一珍的虚荣心顿时得到了极大的忙 就在他得意之际 严妇的声音突然响起 哼 区区一条臭蟒蛇的火焰 有什么可拿出来嘚瑟的 说着他也寄出了自己的火焰 瞧着气势似乎比刘一珍的还要厉害 刚一出现 刘一珍的火就受到了压制 瞬间变小了很多 评判小姐满脸惊讶 难道说这是五级灵兽严宇燕的寿火 没错 严妇笑道 这严宇燕的寿火 火中有水 水中有火 水火相继 阴阳双生 这才是最适合炼丹的火焰 只有我们药王殿 才懂得去寻找这样的火焰 也只有我们药王殿才能出当王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感受到身后传来一股强大的威压 转身探去 只见陶姑姑的周身 正笼罩着一团极为恐怖的紫色火焰 哼 还你的寿火最适合炼丹 那你有没有问过老生手里 苍月炎鹰的寿火搭不搭意 这一幕看得炎父目瞪口呆 什么 六级灵兽 评判小姐眼前一亮 陶姑姑 不知您这六级灵兽的火焰是如何得到的 此乃我们花语楼祖上传下来的火焰 只传历代首席炼丹师 陶丹娘自豪道 这苍月炎鹰长飞于万丈高空 夜间出没 夕月鹰金华 是高山灵药 所以这火焰中本身就带着灵气月经 炼制丹药更是可以提高丹药品质 哪是什么炎与炎可以比 海丹王只能出在药王殿 小子 牛可不要吹得太大 当心风大闪了舌头 炎父一看自己拼不过这老太国 炎王搬出了自己的师父 我们药王殿的第一炼丹师可不是我 而是我的师父足手药王 然而炎松却没时间搭理这些小菜籍 此刻在他眼中 男主才是他唯一的对手 只听他突然问道 小子 这最后的丹王决赛你是否还留有后手 男主瞥了眼回道 老子有没有准备关你批事 这当然关老夫的事 老夫要与你一决刺雄 自然要公平竞争 若是你还有手段未曾使出 那老夫就要祭出珍藏多年的火焰 全力以赴 可是你若已经前驴祭穷 那老夫也不占你便宜 只用普通的元力之火对你 听到丹松的话 男主突然一振 没想到这老小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丹王决赛开始后 所有炼丹师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 各种特殊火焰层出不穷 一个比一个凶猛 可丹松对此却毫不关心 他此刻只想与男主堂堂正正地来一场公平对决 如果对方没有什么更强的手段 他将会用普通的元力之火应对 男主呵呵一笑 老子的确还有手段没落 你就放心地使出全力吧 反正最后的丹王德主依旧是老 听到这话 丹松一阵开怀大笑 好小子 你能说出此话 那老夫也放心了 数十年来你还是第一个 能够在炼丹术上让老夫想要拼尽全力的对手 说吧他突然让男主先开始炼丹 男主有些奇怪 为什么要我先出手 不是所有人一起吗 年轻人不是老夫自夸 丹松得意道 即便你炼丹术了 但只要老夫的火焰一出现 你可就连炼丹都不好炼 为了让你能使出真本事 跟你真正分个高下 老夫就在你丹城之后再炼也不迟 一听此话 男主忍不住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心想这老头对自己的火焰还蛮自信的 就是不知跟亲眼底是强还是弱呢 想到此男主也来了兴趣 既然炎老如此自信 不如将您那珍藏火焰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让在下看看是否应该就此脚械投降了 既然你真的想见识一下 那老夫就让你开开眼界 说吧他便召唤出一团白色火焰 看上去十分诡异 刚一出现 所有炼丹师手中的火焰全部萎靡下去 似乎受到了某种压制 男主也颇为意外 他也没想到这老家伙还藏着这等好货色 炎富健壮不经得意的大笑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师父独守药王十年前偶然得到的天地灵 古灵真言 什么 竟然是天地灵火 一听此话 豪丹娘满脸震惊 这天地灵火乃是集天地灵气 孕育千万年才出的火之精灵 本身火焰之中已有生命存在 可说是火中王者 独守药王本就是天宇第一的炼丹大师 再有如此至尊火焰相助 恐怕即便是这个小子 也无能为力了吧 另一边 黄浦青云在看到这一幕后 整个人兴奋不 他没想到这老家伙居然还有这样的宝物 如此一来 真是想输逗难了 此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男主落败的场景 当即开始安排林子天 只要男主一认输就立刻取了对方的手机 然而初估所有人意料的是 男主不但没有丝毫慌张 还让严嵩先炼丹 这让严嵩不禁心中一正 难道他有比这古灵真炎更强的火焰吗 所以他怕他的火焰会影响到老夫这古灵真炎 不过转念一想 他又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小子在装枪作势 想以此来扰乱他独守药王的心境 哼 这种小把戏你前两轮都用过了 老夫可不会再上当了 男主见状咧嘴笑吧 独守药王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的计谋可不止如此 要说对一个炼丹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一定是他所掌握的火焰 而在这方面 独守药王的古灵真炎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刚一出现 其他炼丹尸手上的火焰就受到了压制 可即便如此 男主仍旧一脸轻松 还让他们先炼丹 否则的话自己一旦亮出火焰 恐怕就没人能再炼出丹了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就连谢天阳都觉得 这小子装得未免有些过头了 同样的 严嵩也认为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世间怎会有如此霸道的火焰 他笃定道 若是你真能拿出来 老夫当场给你磕三个想投影 然而话音未落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瞪大双眼 只见男主手中出现一缕青色火毛 吓一鸟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 瞬间席卷整个炼丹场 与此同时 严嵩手中的古灵真炎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其余炼丹师就更加悲催了 甚至连火焰都召唤不出来 见到这一幕 严嵩满脸难以置信 他没想到天地灵火居然被压制住了 而且还压制得如此彻底 这究竟是什么火焰 只见男主放声大笑道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那么 你还要跟我一起炼丹吗 见此情形 严嵩虽然不甘 但也只能低头表示歉意 老夫先前不自量力 拖大了 还是让老夫先来吧 好 我这人大气 就让你先来 说着男主收起了手中的青年 一瞬间周遭的威压立刻消失不见 而高台之上的谢天阳 早已震惊的张大祖 他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真的有后手 不是在装插 这时他突然想起男主手中的青年 好像在对付幽鬼七世野用 当时他一直以为是什么武器 现在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件天地之宝 想到此他瞥了眼身旁的龙九 这小子身上的宝贝可真不少 这样的底蕴恐怕不在七世家之下 他真的只是来自三流世家吗 然而对于这点 龙九同样是一头雾水 因为卓凡的出身 乾隆阁一早都查清楚了 这小子自小在洛家长大 从没出过山门 但是自从洛家灭族的那一夜 却是完全都变 那一夜之前 他只是个忠厚老实 胆小懦弱的小家伙 但那一夜之后 卓凡却瞬间变成了一个阴险狠辣 运筹为物 即便放在七家之中 也是无人可及的家族大管家 而这所有的一切就在那一夜改变了 可是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恐怕只有卓凡一人最清楚了 另一边 黄浦青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再一次气得面色铁青 他清楚此刻想指望 严嵩赢下男主是不可能吗 所以他决定等会亲自动手宰了这小子 虽然与处清成为敌会让他心中不安 可如果不除掉这小子 他的心更加难安 所谓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自从男主收起青年后 严嵩的古灵真言 再次成为全场最亮的仔 可如此 还是对其他炼丹师的火焰造成了影响 为了公平起见 评判小姐提出 按照火焰游弱到墙的顺序逐个炼丹 然而严嵩却不愿意 他认为等这些小菜鸡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炼丹师们迫于他的阴危 虽然心中不爽 却也只能强行忍受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开口 老家伙 既然是敬丹就给别人一个机会 何必做绝呢 听到这话 严嵩沉默片刻 随即默默地收起了手中的古灵真言 这一幕看得严父满脸差矣 想他师父是何等骄傲之人 怎么会有如此反应 幽名古的五长老也是一脸疑惑 不明白严老头怎么突然转性 只有黄浦青云心中清楚 这才是真正的权威 与这些人服从他不同 林子天他们只不过是 涉于帝王门的威势 口服心不服 而眼前的小子 却是从一开始 就将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到了他身上 一步步地让所有人对他产生幸福 这就是真正的帝王之术 获得权威之法 这个人一直在做的事 便是挑战他黄浦青云的权威 想到此 黄浦青云对男主的杀意更浓了一分 画面回到比赛场上 一群炼丹师正在菜鸡护拙 最高也不过炼出了五品丹 这让观众们彻底没了兴趣 轮到刘一帧炼丹时 他表示这一次将会赢下严妇 一血前耻 严妇本不以为意 认为对方只是在口放绝词 然而下一秒 他惊讶地发现这老家伙 竟然用心头血炼丹 最终竟让他炼制出了六品上品银丹 要说不说 这老家伙真是够拼的 可他这一举动也同时刺激到了严妇 只见严妇也同样喷出一口心头血融入药物 最终他竟然成功炼制出了一枚七品银丹 见到这一幕 刘一帧彻底没了脾气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超越眼前的少女 而这颗七品丹的出事也瞬间震惊全场 这代表着严妇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七品银丹士 除了独守药王严松之外 药王店竟然又出了一名少年药王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音叫 转身看去 只见陶丹娘也着手开始炼丹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他居然也向丹炉里喷出一口心头血 真不知道这老娘们凑的是哪门的热闹 只听他冷哼一声 老生就是要让你们清楚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你们两个的炼丹术还差得远啊 说着他缓缓将手张开 一枚闪耀着七彩光芒的丹药 出现在掌心 独守药王的爱徒严松竟然炼出了七品丹药 虽然是夏品丹 可这也意味着天与帝国又出了一位少年药王 就当丹妇享受着周围众人艳羡的目光时 陶丹娘竟然用心头血炼制出了七品 中品丹 一时间引得在场所有人为之惊叹 丹妇都郁闷了 这老太婆 我们两个解决在帝都当会的恩怨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陶丹娘摆出一副宗师的姿态 年轻人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没必要为一次的胜负而纠结到现在 然而花音未落 她的心头突然一荡 转身看去 只见独守药王严松终于出手 古灵真言释放出的威压瞬间威慑全场 就在这时 严松突然举拳再次砸向自己的胸口 下一秒 心头血喷出 与药材完全融合在一起 见到这一幕 众人全都震惊了 要知道这已经是严松第二次喷出心头血 照这样下去绝对会危及幸运 然而严松却全然不过 似乎只要炼丹比试能赢 她怎么样都无所 这让龙九不禁赞叹 虽然独守药王这老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但对丹药的这种执着 却着实让人敬佩 不愧是天羽第一炼丹师的门号 只见严松操控着古灵真言 不断炼化药医 不多时一颗丹药就出剑雏形 然而下一秒 这枚丹药突然冲天而起 仿佛要挣脱束缚一般 这一幕看得众人全都目瞪口呆 他们没想到严松竟然能赋予丹药灵性 天羽建国一千多年 还绝没有一人可以炼制出活的丹药来 可是现在 严松他竟然做到了 只见他的掌心赫然出现一枚散发着悠悠冷光的灵丹 评判小姐见状不禁奇怪 这枚丹药显然超过了七品几品 但似乎又没达到八品 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男主出声解释道 这颗丹药已然是七品之间 但却是七品中最完美的丹药 如果非要定义的话 算是超品丹吧 不过炼丹之徒 最难炼制的就是完美的 所以它虽然是七品 但价值却绝非一般八品丹可以 听到这话 所有人的脸上均是露出惊骇之刺 他们没想到竟然还有超越八品丹的七品丹 不过由此也看出 能炼制出这样的丹药 这独守妖王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而让他能如此豁出性命 与之一较高下 也唯独那一人 对一个修炼者来说 心头血至关重要 如果一次性连出五口心血 此人必会丧命 然而严松为了炼制出更高品质的丹药 居然连吐四口心头血 最终炼制出了七品丹中的完美临丹 见着老头如此拼命 男主也决定拿出点真本事 只见他缓不来到丹庐前 就当众人以为男主要开始着手练丹的时候 他却在周围布下了数颗灵石 紧接着一道阵法围着显现 在场众人一脸茫然 都不明白他这是在干什么 练丹练得好好的 怎么一言不合就开始布阵了 随着男主口念法诀 场中的阵法立刻开始运转起来 下一秒 练丹场周围突然出现许多灰色的声音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向阵法中心汇聚 紧接着丹炉中的炉火竟放化成了数条火龙腾空飞起 这一幕看得周围众人全都目瞪口呆 这时男主召唤出一缕青年 然后将他投进丹炉之中 只见所有的火龙纷纷开始回炉重造 再出来时已经变成了青色火龙 随即男主将所有的药材全部抛向空中 紧接着操控九条火龙将这些丹药分别吞噬 如此壮观的景象瞬间把所有人都看傻 不仅如此 这些药材刚进入火龙就被瞬间炼化成了药液 见到这一幕严松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没想到男主竟然瞬间炼化药液的同时 还能将不同的药液给区分开来 要知道炼化药液对药材的掌控 与火力的精准控制要求极高 他不但做到了 还将上百种药液瞬间分成不同的九份 世间怎会有如此神奇的炼丹术 这可是他独守药王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时评判小姐忍不住问道 宋大师 不知您刚刚这又是什么秘法 竟然如此惊天动地 男主呵呵一笑 此乃丹阵只是一个辅助炼丹的小阵法吧 高阶丹药若想达到超频 就必须要赋予灵丹灵性 靠自身心血来将天地灵火中的灵性赋予丹药 是一种方法 但这却太拼命了 若是每一个炼丹师都这么做 每炼一次丹都要九死一生 那实为不至 听到这里 评判小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那么宋大师您这也是傅灵吗 莫非 刚刚的灰色东西 没错 我们周围都有灵体寄存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天地灵火便是灵性的来源之一 尤其是玉下七家的所带 皆是灵气充沛之地 这样的地方生出的灵体更薄 不过一般人找不到而已 而我今日所布的就是上古阵法 画龙阵 少年在炼丹决赛中竟然挽起了阵法 这让在场众人惊叹的同时也是一头雾水 男主解释 古来丹阵本为一家 不过随着门派各立 丹阵也就分道扬镳了 而我今日所布的画龙阵 能将周围灵体引来化为龙灵 虽然不是真的神龙灵体 但也勉强带着一点龙灵威视 绝对不比那些千万年显现出来的 天地灵火的灵体差 此话一出 周围众人均是满脸惊骇 要知道 这丹阵之术 即便是在上古典集中 他们也从未看过 如此看来 这位宋大师别说是天语 就算整个大陆上 也没人能在炼丹树上超过他了 一代宗师毫无疑问 而严嵩也是无比震惊 什么丹阵之术 他这个独守妖王连听都没听过 不过对于这场比试怕还抱有一丝希望 毕竟他的修为要超出对方一大减 就在这时 男主手中快速掐指 九条火龙迅速融合到一起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又重新分开幻化成为十八草小伙子 这一幕看得刘一珍等人再一次惊呆了 又是瞬间炼化 在他们手中每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竟然一次次都是眨眼间就完成了 只见男主咧嘴一笑 呵呵 差不多也该收稳了 说着他拿出一个小玉瓶 刚一打开 一股磅礴的生机就从里面迸发而出 所有人立刻意识到瓶子里装的正是菩提玉叶 这让刘一珍不禁奇怪 花语楼的镇楼之宝 怎么会出现在这位宋大师手里 难道说 他是花语楼请来对付药王殿的高手 花语楼举办这次百丹盛会 就是要向药王殿示威 要向药王殿反攻了 只见菩提玉叶在男主的操控下 分别飞入十八条火龙之中 不多时 十八条火龙逐渐消散 露出了其中的丹药 每一颗丹药无论是品级还是灵性 都要远超严嵩的七品完美丹 这一幕看得严嵩彻底傻了 他拼死拼活才炼制出的丹药 人家一出手就瞬间炼制了十八颗 此刻他的心态完全崩了 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炼丹术 在此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值一品 另一边 看到男主正在收集丹药 评判小姐忍不住上前询问 宋大师 恕我眼中 您炼制的到底是几品丹 男主文言缓缓开 十八颗八品超品丹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一次性炼出十八颗超品丹 如此逆天的事情 也只有在上古神话中才可能出现 这小子究竟是怎样的怪胎啊 就当评判小姐准备宣布 本次大会的丹王得主时 却见男主默默地走向领奖台 评判小姐一脸茫然 不明白他这是要干什么 只听男主霸气道 除了我自己 没人有资格宣布我是丹王 话说毒手要王 拼了老命 终于练出了一颗七品超品丹 在场众人全都为之惊叹 结果眨眼的功夫 男主一口气就练出了十八颗八品超品丹 直接把这位天语第一练丹师给丹字笔 见到这一幕 谢天阳都不禁为毒手要王赶到同情 然而旁边的龙九却是一脸惊骇 他看出了男主更深层次的用意 这小子本可以用一颗八品超品丹获胜 可他却偏偏练至十八颗 就是为了在对方最引以为豪的练丹术上彻底机会啊 如此打击 回到炼丹场上 男主将一丹青天的披风挂在场中央 也算是帮楚青天完成了遗愿 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还楚清澄的赠要之气 这时台下的观众纷纷开始高呼一丹青天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心中的崇拜之气 而事实上 就他们看到的这场鄙视而言 男主也的确配得上这四个子 见到这一幕 楚清澄的眼眶再一次湿润了 他望着男主的身影 心中默默到了声谢谢 在全场的高呼声中 严松也颓然地抬起头 看着高高扬起的披风 他不禁自嘲一笑 想不到世上真有人能做到这四个子 另一边 男主在做完这些后心中也在无牵挂 接下来也终于该去做他自己的事了 就当男主伸手准备去拿菩提蓄根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一道黑影向他飞驰而来 仔细看去 原来是黄浦青云趁着男主背对之际发起了偷袭 楚清澄见状当即惊呼出声 小心 再看男主 却没有丝毫要躲避的意思 反倒是目光中透着一股冰冷的杀意 就在黄浦青云准备向男主挥拳的时候 冷不丁突然出现一道流光 擦着他的脸庞飞掠而过 顿时将他惊出一声冷汗 可还没等他缓口气 男主的身影已然来到他的面前 一拳挥出 黄浦青云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巨大的力道使得他重重地砸进墙壁之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看得在场众人全都傻眼了 尤其是五长老 心里更是掀起了惊泡骇腊 以黄浦青云的实力 出手偷袭不但没有成功 还被人给反击了 这怎么可能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断骨镜的小 想到此他转头看向男主那边 结果却看到那无比熟悉的紫雷霜 这一刻他终于恍然 这哪是什么三流世家的公子 分明就是卓凡 他是一个天玄境的炼体修者 不管放在哪里 都妥妥的是强者中的强者 而他要出手偷袭一个人 那对方绝对是非死即残 更何况这次他的目标 还是一个断骨镜的小垃圾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这个小垃圾反手就把黄浦青云给拍C了 当看到他的那对紫雷霜一时 武长老立刻就反应过来 此人正是着返本凡 楚清成等人也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少年竟然就是传说中的着返 可现在他们却面临一个抉择 是否要跟着一起对付幽冥谷和帝王门呢 为了不连累花雨楼 楚清成打算独自下去帮助男子 谁知谢天阳这时却黑黑一笑 哎呀 楚楼主还真是真烈 不枉我叫你一声嫂子 不过我们今天谁也不用去 放心吧 这是那小子早就一手安排好 他还千叮万主不要让我们插手 相信他自会料理 听到这话 秦彩青却不禁怀疑 他一个断骨镜就算再厉害 又如何能从四大高手的手中逃脱呢 说着他看向龙九问道 若是他真的陷入危难 你们会不会出手 会 龙九想都没想便直接回答 毕竟他是老不认准的兄弟 一旁的谢天阳也出声附和 我也会 本公子欠他的琴还没还完 说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 不过 也许我们是多虑了 他大大早有把握了吧 毕竟他可不是什么卯夫 只要他决定要做的事 一定是有绝对把握他去做 画面回到炼丹场上 被男主拍飞的黄浦青云 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他不可思议地盯着男主 原本以为这小子不过断骨尽实力 但没想到 其不只是速度达到了天旋径 竟连一身横链筋骨也如此强硬 他不敢想象 世上居然还有比帝王门的皇级霸体诀 更强的炼体功法 这时幽冥谷的五长老爷赶了过来 他看向男主怒吓道 小子 你就是杀了老七的卓凡 清明城中 可是有很多人见过你背后的那对雷衣 别想否认 只见男主身上的伪装逐渐退去 呵呵 我有说过我要否认吗 再说了 除了老子以外 谁还敢如此光明正大的强拧七世家盯上的东西 见到这一门 台上的观众瞬间恐慌起来 一听到恶魔卓凡的宁号 所有人都纷纷开始跑命 而五长老见到男主如此嚣张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就要冲上去拍死这小子 然而面对这个天玄五重的炼体强者 男主却丝毫不慌 不等对方近身 直接操控着双翼刺了过去 速度之快 让五长老顿时心头一惊 随即一个极限后仰才堪堪躲过这一击 可还不等他缓口气 子雷双翼就再一次派了过来 只听一声乍响 现场瞬间沉烟滚滚 碎石纷飞 下一秒 五长老的身影从沉烟中倒飞了出来 他不可思议地望着男子 此刻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幽鬼妻会被眼前的少年轻易地盖起 这小子根本就是个怪物 这个少年表面看上去只是个断骨镜的小太极 可在这群天玄大佬眼中 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 战力实在高的黎北 这时被击退的五长老再一次冲了上去 然而男主却不打算跟他们耗下去 当即就要飞身离开着 五长老一看 想逃 立刻就跟了上去 毕竟是天玄镜的实力 他很快就追到了男主 男主健壮再一次用紫围双翼向对方刺过去 可这一次五长老却早有准备 直接掏出一把四十米长的大锤子抡了过来 男主一看 无品魔宝 他连忙用紫围双翼护在身前 可饶是如此 却还是被五长老一记重锤给砸进地 见到这一幕 楚清城等人顿时一惊 纷纷为男主捏了一把冷汗 这时黄浦青云大笑着走过来 五长老不愧是幽冥古 数一数二的炼体高手 就算比起我们帝王门的皇纪霸体诀 恐怕也不遑多让 以五长老的实力 那小子现在估计不死也是重伤难动 不知五长老可否答应本公子一个请求 听到这话 五长老目光疑惑地看向他 只听黄浦青云继续说道 若是那小子没死 请五长老让出为贵谱七长老报仇的权利 让本公子亲手了结了他 对此五长老自然不被反对 您尽管动手便是 不过他的脑袋我得带走 鬼谱中交差 在两人达成协议后 黄浦青云便向男主坠落的深坑走了过去 楚青城见状连忙看向龙九 九叔 还不动手吗 然而龙九却并没有答复 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下方 见此情形 楚青城再也忍不了了 当即就要冲下去救他的郎君 可就在这时 废墟之中突然抱起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让众人一惊 就在黄浦青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只脚已经踹在了他的脸上 只见男主突然从废墟中窜了出来 一脚将他给踢飞 与此同时脚下一蹬再次飞身上前 还没等黄浦青云落地 男主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准备给予他致命一击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武长老却挡在了中间 再次抡起大锤将男主击退 见此情形 男主不甘地催了一口 歇 差一点就能要了这小子的命 而另一边 黄浦青云则是满脸惊惧 刚刚若飞武长老及时赶到 他肯定就要赶了 他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一直在废墟里装死 才真正意识到这传说中的魔王有多可怕 险些丢了性命的黄浦青云 终于见识了传说中的恶魔灼烦有多厉害 而男主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就连龙九都不禁为之震撼 他先前就听说这小子的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可没想到会这么厉害 要知道那幽冥古武长老一身强横肉身 即便是他们乾隆阁的三长老也极为忌惮 可这小子硬来了那家伙一记铁锤后 竟然还能安然无恙 实在太变态了 说着他看向谢天阳 想知道男主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谢天阳仔细想了想 似乎只是一夜的功 他就从一个凭本身实力 连断骨镜都打不过的聚齐六斗 变成了瞬间将幽鬼七秒承扎的断骨变态高手 什么 一夜之间 龙九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画面回到男主这边 他一脸戏谑的看向五长老 你这该死的家伙 刚刚那一锤都把老子的五脏六斧轻微震上了 听到这话 五长老顿时一惊 他没想到自己的权力一锤 居然只是轻轻震伤了这笑 不过转念一想 幸好他还不是天玄境 还发挥不出那强硬体魄的优势 不然就惨了 就在五长老愣神之际 男主脚下一蹬 当即就要飞身跑里 五长老健壮连忙追赶上来 对于男主这样的妖孽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虎归山 否则日后必成大患 就当他准备再次抡出大锤的时候 男主却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五长老健壮立刻挥拳迎击 结果打中的却只是一个幻影而已 男主本体早已经飞到远处 眼看着就要逃出升天的时候 黄浦青云不知什么时候拦在了前面 男主没有丝毫犹豫 静止向对方飞过去 随即再次施展出迷宗幻影 一时间黄浦青云被眼前的画面整蒙了 等他反应过来时 男主早已经飞出老远 看着谢天阳等人的身影 他心中暗暗道的声 再见了 然而他刚转过头就看见一条腿飞速抽了过来 下一秒 男主直接被一脚快回了地面 见到这一幕 龙九等人顿时心中一领 而黄浦青云则笑开了花 实乎干得好 定睛看去 挡下男主的不是别人 正是以速度著称的林子天 这时男主从沉烟中缓缓走出 我当这一脚虽快 但为何无力 原来是来自快火林的林长老啊 林子天一看自己竟然被鄙视了 当即便让黄浦青云他们都不要动手 他要一个人对付这狂妄的相 听到这话 五长老都懵了 心想连老子对付这灼帆都要小心谨慎 你压凭什么就能一个人对付他 谁知黄浦青云却同意了林子天的请求 并且承诺会记下他的这份人情 以后定会答谢 五长老不解这二公子 为何做出这样的抉择 刚准备询问 却发现黄浦青云脸上露出阴影的笑容 五长老顿时恍然 这黄浦青云哪里是真的依仗林子天 根本就是拿他当出头鸟 去试试灼的金粮 看他还有什么手段 想到此他立刻换上一副全靠你的表情 林长老那就有劳了 与此同时 男主也看出了他们的心思 无懈的冷哼一声 且还要跟一只小白鼠缠斗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便对凶名赫赫的恶魔浊凡 黄浦青云和五长老都有些束手无策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林子天这个老六竟然主动请应要独占男子 见对方三明天玄境 其中两人还是炼体修者 男主心知不可立敌 趁着对方还在商讨之际 立刻转身逃离 与此同时 他还不忘嘲讽一番 黄浦青云 幽名古的老五 咱们山水有相逢 后会有期 见到这一幕 五长老两人顿时气的咬牙切齿 但最为恼怒的却是林子天 因为男主从头到尾 连他的名字都没提过 简直就是吃果果的无事 为了证明自己 林子天当即一个闪身就窜了出去 眨眼的功夫 他就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然而男主见状却没有丝毫慌张 对于他来说 林子天就跟一张白纸没什么两样 五长老也同样明白这个道理 像林子天这样的脆皮 与卓凡这种怪物正面交锋 简直就是白送 这时黄浦青云突然出声 我们赶快追上去 五长老文言一脸奇怪 就算他们现在过去 也不可能救下林子天了 谁知黄浦青云压根就没想过 要救那个老六 他只是想利用林子天 能稍微拖慢男主的速度 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也就正好能赶上了 然而黄浦青云却不知道 男主早就预判了他的预判 就当林子天举拳冲上来的时候 他再次使出迷宗幻影步 一个闪身便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黄浦青云没想过 这小子面对林子天这个脆皮 居然都不选择正面硬刚 只听男主讥笑一声 你当我和这姓林的一样白痴吗 会让这脆皮拖慢我的速度 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 黄浦青云这才知道 自己的意图早就被这小子发现 然而一旁的林子天则彻底怒了 左一句脆皮又一句脆皮 当真他是尼捏的吗 可他再次冲上去 却是连黄浦青云都没想到 此时再想追赶已然来不及了 不过这样却是正宗男主的下回 他也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先干掉鱼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林子天的速度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 居然不用任何空间技能 就能瞬间移动到自己身旁 维吉他一拳向男主的面门砸过去 不过他的速度虽然极快 但这一拳的力量却无法对男主造成伤害 然而林子天这时却露出了诡异的效果 下一秒 无数道拳影铺天盖地地向男主砸过去 起初男主还并不以为然 认为这种绵软无力的拳头 即便再多也是无尽于事 谁知话音刚落 他就发现了不对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林子天一拳给彻底轰飞了出去 这一幕看得在场所有人全都震惊不已 居然一拳能将怪物灼反打飞 这还是那个墙头草林子天吗 这时男主缓缓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只见他邪魅一笑 看来我太小看你了 林长老 所有人都没想到 平时作为墙头草的林子天会有如此实力 竟然将恶魔灼反给直接拍飞了 简直战斗力爆表 男主也想不到自己居然看走眼了 看到众人惊讶的表情 林子天表面上十分得意 不过心里却是一阵妈妈皮 该死的 这小子的肉身怎么会硬到这种程度 这还叫人吗 打他一拳 手都快飞了 这时黄浦青云大笑着走过来 林子天的表现着实让他感到惊喜 当即对其一阵褒奖 说着就要联合三人的力量将男主一举麻下 照理说面对这种局面 男主依然是瓮中之鳖 绝无可能再逃脱 可他却早已经想好了对策 只见男主咧嘴一笑 林长老 没想到你也是个绝顶高手 并不在黄浦青云和那五长老之下 一听此话 五长老当即得意的大笑 你现在才知道啊 晚了 谁知男主这时却突然话风一准 说他之所以会被忽视 就是因为快火灵的名声实在不怎么想象 而且也不怎么好听 外面谁不知道 他们快火灵就是一群见了女人就走不动道的强头头 虽然这些都是事实 可黄浦青云和幽名古的五长老 却很不厚道的在一旁脱笑 这下林子天彻底绷不住 也不等黄浦青云他们跟上 直接就向男主冲了过去 男主见状连忙闪身向后跳去 然而还没等他站稳脚跟 林子天已经杀到面前 飞起一脚直接将男主彻底踹飞 趁着他还没来得及站起身 林子天再一次飞身上前捕刀 一时间 男主竟被对方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幕看得黄浦青云直呼干得跳 他没想到 发飙的老六竟然如此膜差 仅凭一人就把这个棘手的小子给干趴下 此时龙九和谢天阳也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 然而全场只有严松隐隐发现了不对劲 奇怪这小子身上的那份桀骜 怎么突然消失了 照理说王者就算脱下了王冠 也依然是王者 那股屁腻天下的气势永远不会消失 可是现在他却消失了 与其说是消失 不如说是被隐藏了起来 就像毒蛇一样 等时机一到一招夺取对手的性命 想到此 严松急忙出声提醒 那小子的目的是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却见男主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死吧 少年上一秒还一脸桀骜 霸气侧漏的样子 德克却被一个老六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如此反常的画面只有严松看出了不对劲 连忙出声提醒 那小子真正的目标是你徒弟 可现在才知道已经太迟了 男主已然闪身到林天宇的面前 林子天 你刚刚踢老子踢得很过瘾吧 现在老子就宰了你的宝贝徒弟 林子天健壮急忙飞身过来救场 卓凡 刘种冲我来 别动老子的徒弟 结果话音刚落 男主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不等对方反应 直接一找取走了他的心脏 林子天满脸难以置信 不明白男主为何会超过他的速度 男主淡然道 只要知道你的猎物在哪里 再快的速度也没有用 说吧他手中突然发力 瞬间将心脏给捏爆 下一秒 林子天便彻底失去了生机 至此又一位天旋高手就此隐落 见到这一幕 王普青云两人满脸惊骇 他没想到一个天旋强者竟被一招绝杀 最恐怖的是 对方轻松自如地跟踩死一只蚂蚁没什么趣 还有他那运筹帷幄的脸神 仿佛早已料到所有一半 将对手的生命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任何时候都能轻松取走 简直就是恶魔一样的存在 而在高台之上 楚清成等人更是被这一幕震惊的无以复加 此刻他们终于知道 卓凡之名要远比那毒手药王可怕多了 另一边 严松缓缓来到黄浦青云身边 看着男主认真道 你从史之中的目标 就只是林子天一个人吧 而且你们一直像林天云那灵动 也是你引导的吧 没错 男主笑道 林子天那个白痴 一直以为是他主动发起攻击 事实上每一次的攻击路线 都是我谋划好的 听到这话 黄浦青云不甘地咬了咬牙 好阴险的小子 可惜当时本公子没看出你的轨迹 不然有我和五长老一起出手 也容不得你如此轻易害了林长老的性命 谁知男主听后却突然大笑起来 黄浦青云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 想看出老子的技能 初出茅庐的愣头小子 以为读了几本帝王之术 就可以肥意揣克人心了 你还差得远啊 若是幽鬼妻在此 老子还姑且跟他在智谋上比个高低 但你们几个还不配 此话一出 黄浦青云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耻辱 想他堂堂帝王门二公子 还从未被人如此小看 如果这样还能忍 他就不是帝王门的功夫 可他却不知道 男主只是在故意激怒他 黄浦青云 你很不服气是不是 从头讲给你听 证明你根本没有帝王之财 就别再遭见帝王之术了 原本你们三人联手 傻子才会去硬钢 所以我必须要先离见你们一人 那就是智商不高 又浩大喜功的林子天了 首先帝王要有识人之财 容人之量 林子天本身虚荣 我就偏偏污他铭解 惹他发怒 这个时候你不但不及时平息他的怒 还嘲笑他 令他怒上家梦 以至于失控脱离的你们二人 与我单独打包 此乃你的过失 接着 帝王应该掌控大局 一切以大局为重 在这里 能克制我身法速度的 只有林子天一人 但你却让这个质敌法宝 完全脱离了你的掌控方 但凡你在他身边 他也不会死 所以这还是你的过失 听到男主的分析 房浦青云顿时恼羞成怒 明明是对方杀了林子天 现在却变成自己的责任了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帝王之所以是帝王 正是因为他乃众人之水 推卸责任之人 没资格成为帝王人选 不配被别人跟死 此话一出 五长老心中不由地产生共鸣 也认为这黄浦青云 根本不是领袖的了 而时刻注意着两人的男主 此时嘴角闪过一缘不度 他知道自己的离剑技奏效 男主没想到 严松的随身葫芦中装的 竟然是三级灵兽震天血 而这血服天生自带强悍天父 震天福波 可通过声波直击对手灵魂 然后他便会哭上去咬断对方喉咙 引其鲜血 而十只震天血服聚在一起 就算是四级灵兽也得望风而逃 这老头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宝贝 看来就算喷了四口心血 身体衰弱 依然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 另一边 当龙九等人赶过来 看到这次场景时 彻底惊呆了 面对十只震天血服 别说他一个掌翅宝断无尽 就算天旋高手也插翅难逃 只见严松一脸惋惜地看向男主 卓大师 阁下的炼丹术老夫甚是佩 只可惜 你我敌对 老夫也不得不对你出手 谁知男主闻言却是呵呵一笑 言长老 你未免太高看你这十只处手 他们合起来的实力 的确堪比四级灵兽 但毕竟他们不是一体的 说罢他脚下一灯 飞身向震天血服冲过去 虽然十只血服不断发出阴波攻击 可男主却靠着诡异的身法轻松躲过去 黄埔轻云一看 疯了 这卓反好生狡猾 竟然看准了这十只血服 彼此间协调不齐 趁着声波剑的空隙要冲出去 说着他就要拉上吴长老 一起去拦住对方 可却被严嵩给拦了下来 二公子莫急 你们要是冲上去 跟那些血服冲突了 反而更乱 带老夫出手 他跑不了 随着严嵩口念法诀 此经葫芦中 竟飞出了数不清的震天血服 一时间无数的声波 一起射向男主 直接将他整个人 又重新砸回地面 见到这一幕 就连黄埔青云都傻了 如此阵容 别说是卓凡这个怪物 就算神兆强者来了也得跪 一旁的龙九更是看得冷汗直流 这下就算这小子再厉害 也回天乏术 而事实也正如他们预计的那般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震天血服 男主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强大的声波直击原神 瞬间就震得他口铺鲜血 黄埔青云顿时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 这上白血服的威力竟然强大至此 以对方的肉身 居然也会请客间受伤 这时严嵩突然开口 二公子 这拙凡好歹也是一代炼干大师 即便死最难免 也给他留个全尸吧 对此黄埔青云倒没什么意见 反正只要人死了就好 于是他便做了个顺水人情答应 严嵩见状微微点头 随即便加大了血服的声波强固 下一鸟男主的原神就遭到了更猛烈的攻击 眼看着他就快要支撑不住了 楚清澄当即就要冲上去帮忙 可却被龙九给拦了下来 这种情况下 他们即便全部冲上去也是白给 根本毫无意义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楚清澄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主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死去 就在这时 男主的周身隐隐泛出蓝光 惨叫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他的尸海中突然出现一抹青色的光芒 十只镇天血服就能够让天玄强者束手无策 而面对成千上百只血服时 即便是神赵镜大佬也得妥妥地跪 在强烈的声波攻击下 男主的原神眼看着就要彻底被击碎 就在这时 一缕青岩突然从他的额头冒了出来 与此同时血服的声波攻击也瞬间没了效果 而男主的惨叫声突然消失 也让黄浦青云觉得奇怪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独守药王放水 听到这话 严松顿时气得不行 想他们药王殿一直扶左帝王门 何曾有过二星 现在居然也被怀疑 然而黄浦青云却觉得药王殿是否真的忠心 还有待考证 这时幽名古的老五体 他们直接过去宰了这小子 以免实则生变 反正现在有镇天血服围着 也不用担心对方趁机逃脱 黄浦青云也觉得这话有道理 于是便让严松先撤掉血服的声波攻击 下一秒 只见男主低头跪在那里一动不动 见到这一幕 楚清成顿时心声不忍 当即就准备冲上去救人 龙九见状连忙出声制止 再等一等 一旁的谢天阳也出声复合 没错 要是这小子还是在用什么计谋的话 我们贸然出手 不但救不了他 还容易打乱他的计划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黄浦青云 几次的交锋 他已经清楚了灼烦的路数 主要就是出气不易 攻气不备 往往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 就掉入了他的圈套中 虽然现在他是闭着眼不动 但谁知他还有什么鬼花样 此时的黄浦青云内心也慌得一批 生怕对方像之前那样突然冲过来 只见他小心翼翼的来到男主面前 费机试探性的向对方挥出一拳 结果男主就这样被他给拍飞了 一时间黄浦青云都觉得 这画面是那么的不真实 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 这小子果然已经在那声波中失去了意识 就算没死也没有反抗之力了 见到这一幕 龙九等人终于坐不住了 做事就要冲上去救人 可就在这时 现场突然传来一声炸弃 一瞬间沉烟四起 下一秒 只见男主好端端地站了起来 刚当谁打了老子一拳 站出来 老子保证不打死你 黄浦青云见状当场就麻了 他没想到这小子在那么多血浮的声波下 居然还能安然无恙 龙九这边看男主没事 也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楚清澄却不敢放松 在他看来危机并没有解识 谁知谢天阳却告过他 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了 那小子现在的眼神已经变了 这种眼神我只见他露出过一次 就是杀幽鬼气的那次 那种冷漠与自信 我终身都不会忘记 看着吧 这小子要虐人了 再看黄浦青云这边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想到自己一方还有上百只镇天蟹 他这才放心了不少 随即大笑道 卓凡 你现在已无路可逃了 乖乖受死吧 好 男主闻言呵呵一笑 是啊 已经无路可逃了 不过既然你们不想让我逃 那老子就随你们的意也留下来 说吧 他周身突然迸发出无尽的威压 惊隐的一道惊雷从天而降 这一幕看着黄浦青云他们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 竟然是原神压制 只听男主口中继续说道 留下来把你们都杀光 一个修为只有断骨镜的小嘎嘎 只是站在那边 竟能让天旋大佬感到畏惧 可见其原神力量恐怖如斯 可是这堪比神照镜的原神强度 他一个断骨镜又是怎么做到的 想到此黄浦青云更加坚定 这个怪物绝不能有 若是不趁现在杀了他 以后他掌握了意念杀人的神通 就更难对 随即两人一起向男主冲过去 而此时的男主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面对两人的夹击 他竟显得游人游人 无论黄浦青云他们如何攻击 都被男主轻松躲开 见到这一幕 龙九等人彻底看傻了 两大天旋高手围攻一个断骨镜 一百多招都没摸到人家一根毛发 这是只有神诏境强者才能做到的神识领域 只要在神识领域覆盖之下的范围 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 哪怕是动一下手腕 他便早已知道你要出手的轨迹 龙九万万没想到男主已经变态到这种程度了 要知道那可是神诏强者的神通 他苦修一辈子就是渴望能突破到神诏境 可现在却被浊凡这个后起之秀的毛头小子杰族先登了 即便是自己兄弟 但龙九不得不承认 他此刻是真的酸了 同样感到挫败的还有谢天阳 原本他还想努力修炼追上男主 现在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 另一边 黄浦青云他们不管如何努力 却还是连男主的一脚都碰不到 五长老终于受不了了 臭小子 有主你别动 咱们真刀真枪来一把 结果这话刚一出口 就引来了围观群众的嘲笑 两个天选打个断骨还不准人家动 干脆绑着手脚 让你们打好了 黄浦青云没好气地看向五长老 你压丢人也就算了 还拉着本公子一起丢人 谁知男主这时却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老子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像先前炼丹一样 老子在这里同样放一句话 要是老子双脚离开这里 人头双手奉上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全都震惊不语 虽然这拙大师的确是豪气甘云 但这么做无疑就是在自掘坟墓了 这让黄浦青云不禁怀疑 对方是不是又有什么轨迹 结果他的反应却再一次 引来了围观群众的嘲笑 人家一个断骨劲 豪气冲天 胆气如 你们鸭俩天玄境 却畏手畏畏 胆小如鼠 听到这些话 黄浦青云顿石器的咬牙切齿 这时男主呵呵笑道 谋略自然也有 但不是阴谋 只是些必要的手段 说着他拿出一个小玉笔 从里面倒出五颗丹药 严嵩一看瞬间瞪大双眼 是无品灵丹 报人丹 他要自报 一听此话 黄浦青云两人撒腿就跑 严嵩健壮急忙出声提醒 快阻止他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然迟了 只见男主将五颗抱园丹 全部吞了下去 男主因祸得福 在震天血浮的声波折磨中 领悟出了神识领悟 在如此强悍技能的加持下 他可以说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可男主这时却突然服下了五颗抱园丹 见到这一幕 严嵩当场就麻了 这是要自报元神 和所有人同归于尽 只见男主的气势开始逐渐增加 修为更是如同坐火箭丹一路飙升 严嵩健壮顿感不妙 这气势越强 自报时的威力就会越大 然而片刻后 他所预想的大爆炸却始终没有出现 再看过去 发现男主竟然硬生生地 将这股狂暴的力量给压制住 在场中人均是满脸惊骇 难以想象这小子的身体强度有多恐怖 才能坚持到这种程度 不仅如此 让他们更加震惊的是 男主此时的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了天玄境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黄浦星云他们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面 下巴都快被惊掉了 只见男主朝着两人勾勾手指 你们不是要和我正面一站吗 来吧 黄浦星云健壮顿石器的咬牙切齿 他何曾被如此挑衅 桑吉就向男主冲了过去 笑 有种挑衅 就有种别躲 说罢他一拳挥出 竟直砸向男主的面门 巨大的力量使得地面完全塌陷 可见黄浦星云这满寒愤怒的一拳 其威力恐怖如斯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一幕让众人直接瞪大双眼 黄浦星云那使出全身力量的一击 竟被男主用一只手就轻轻松松地挡下 就在这时 五长老趁机从男主身后发起偷袭 这一锤比起黄浦星云那拳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破坏力让龙九等人都忍不住惊叹 不愧是五级神兵 可当烟雾散去后 五长老他们就彻底傻眼了 只见男主依然站在原地 别说受伤了 连毛都没掉一根 紧接着紫雷双翼一甩 瞬间将五长老给震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男主单手抓住黄浦星云的脑袋 直接将他给摁在了地上 只听他轻蔑道 二公子 记得你跟我谈起过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现在我就送你一句话 这个世上只有站着的才算男人 听到如此羞辱的话 黄浦星云顿时怒不可落 当即暴起就要对男主再次出手 与此同时 先前被震飞的五长老也同心杀了回来 然而两人的前后夹击对男主依旧毫无作用 反观男主此时却显得无比轻松 这一幕看得牡丹等人完全傻了 怎么断骨镜强得如此变态 反而天玄竞若成这个损样 太强了 恶魔卓凡果然名不虚传 实在是强得太变态了 就连谢天阳都被眼前的画面给震撼到 八长老 我还是回去找大哥练剑吧 妄想有一天能赶上这小子 这个梦想太远大了 我放弃 剑随风这个老六此刻也是郁闷的不想 跟卓凡一比 他这辈子算是活到狗身上了 另一边 黄浦青云则是越打越心惊 他不明白 他们两个天玄高手 怎么会被压制成这样 自己这是在和什么样的怪物战斗啊 天玄竞的炼体修折有多强 可以说不管放在哪里 都是不当一面的超级大佬 可现在两个这样的大佬 却被一名少年无情碾压了 无论黄浦青云如何攻击 都伤不到男子分好 五长老本想趁机在其后面偷袭 结果却被男主一翅膀给扇飞了 可就在这时 他额头上的青年突然变入了狠 这也代表着男主吞服抱人丹的效果 也差不多到时间了 见此情形 他也不准备再陪这俩活完下去 当即开始反击 一拳挥出 直接砸在黄浦青云的身上 巨大的力量 使得他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 这一幕彻底把五长老看傻眼了 就在他愣神之际 男主已然来到他的身前 不等对方反应 子雷双翼猛然挥出 直接将他整个人重重地砸进地 只一击 这个以身体强横著称的五长老 就被打断了五根类子 而黄浦青云那边也好不了多少 他一直引以为豪的黄鸡霸体 绝就这样被一拳打崩了 只见男主缓缓走向脸 刚刚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 是你们自己没这个实力 那么现在该轮到我取走你们的性命吗 此话一出 两人顿时如遭雷击 一直高高在上的他们 何曾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性命 也会被人难应 看着男主冷漠的眼神 黄浦青云真的怕了 他第一次感觉死神离自己是那么紧 可就在这时 严松的声音突然响起 七彩云罗长 下一秒 七种毒物瞬间将男主包裹在其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男主有些意外 严松 你这副样子为何还要这么做 严松艰难地回道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见到这一幕 最开心地莫过于黄浦青云 只见他哈哈笑道 严长老 这次又多亏了你 不过这小子实力之强 是所罕见 您这七彩云罗长可以知得住他吗 不是自主 只是在拖延时间 严松解释道 二公子 抱缘单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旦过了十线 他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而且他强行提升原力 无论肉身有多强 都会损伤到筋脉和肌肉 到时候必然全身重伤 原力衰竭 动弹不得 成为砧板之肉 听到这话 房祖青云顿时眼前一亮 这么说 只要我们拖过时间就不炸胜了 一旁的五长老却有些不放心 不知道这小子还能撑多久 严松笑道 撑不了多久 刚刚他头上的青年变弱后 气势也在不断下降 而且他中了老夫的七彩云罗长 估计很快就要束手就擒了 两人文言顿时安心了不少 就当他们以为稳操胜券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男主的大笑声 不愧是独守要王 这抱原单的弊端还是瞒不了你 不过你有一点说错了 剩下的时间老子杀你们 足够了 男主自从吞下抱原单后 战斗力瞬间爆表 房普青云和五长老在他面前 犹如婴儿般脆弱 可抱原单却有着时间限制 一旦没了效果 男主将会彻底失去战斗力 成为砧板之肉 阎松正式看出了这点 于是用七彩云罗长困住他 想以此拖延时间 谁知男主对此却不屑一顾 自信能在剩余的时间内 干掉他们所有人 然而阎松却认为 他这是在装腔做事 哼 卓大师 也许你先前还有时间 但是中了老夫这七彩云罗长 大半灵力要用来抵御不幸 消耗得更快 然而话音刚落 阎松就惊恐得更大双眼 只见原本包裹着男主的七种毒 瞬间被他吸收殆尽 而男主却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 反而灵气似乎更强了一分 见到这一幕 三人顿时就麻了 这怎么可能 药王殿研制千年的毒药 竟然毫无作用 男主不懈地笑道 老头 你的那种毒 也不过是折磨一下那群落着罢 在老子这里根本屁用都没人 现此情形 阎松的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 一股深深的恐惧感 再次迈上黄浦青云的心头 竟使得他不自觉地开始后悔 眼看着这个恶魔 杀气腾腾地向这边走过来 阎松连忙掏出两颗丹药 递给黄浦青云他们 两人接过来一看 竟然是爆人丹 这啥意思 要自爆吗 黄浦青云十分不紧 即便用自爆的方式 才能挡下那小子 可也不用两个人一起吧 他当即就把这个 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五长老 还声称事后 会亲自登门表彰他的阴影 五长老心里一阵妈妈批 这人都死了 还表彰着鸡毛蛋了 见五长老始终未动 黄浦青云急得不行 急忙催促他快吃下丹药 一旁的阎松 差点没被这两人给蠢 出声提醒道 二公子五长老 老夫给你们这丹药 不是让你们自爆的 是让你们学那小子 一样增强灵力用的 你说什么 一听此话 两人均是露出震惊之色 显然他们都觉得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阎松解释道 二位都是炼体修者 虽不如这怪物变态 但也是肉身强横之辈 那小子连服五颗都没事 你们只服一颗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横竖都要死 不如拼死一搏 听到这话 两人犹如皮肤惯了 立刻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 于是也不再犹豫 赶紧扶下手中的抱怨丹 下一秒 两人就如从之前的男主那样 全身的气势陡然猛增 并且也和严松预料的一样 因为他们身体强度高于普通人 并没有因此发生自爆 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黄浦青云只觉得 自己现在无比强大 怂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自己牛叉一下 随即他盯着男主 本公子要亲自拿下你的脑袋 说罢他突然浑身一震 一道金光猛然迸发而出 黄极霸体绝第七宠 这一幕看得龙九满脸惊骇 哇 他居然在这时候突破 那他的实力 岂不是又要增强十倍不止 只见黄浦青云眨眼间 便冲到男主面前 挥拳就向他的面门砸过去 此刻的男主也不敢答应 连忙使出自己的最强武技 魔杀三绝第一势 魔龙冲天 随着双方碰撞的瞬间 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迅速向四周扩散回来 就连严嵩都被这股力量 给震飞了出去 当他在抬眼看过去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彻底让他惊呆了 这一击过后 男主竟然受伤倒了下去 不过 黄浦青云却为此直接丢了性命 到死他都不敢相信 这小子竟然强到这种地步 自从男主扶下抱园丹后 其实力就攀升到一个 极其恐怖的地步 对付黄浦青云和五长老 就跟玩似的 眼看着自己等人即将小命不保 不得不说 这视觉效果拿捏的还是相当到位 只是实力这块就不敢公文 刚一个照面 他就被男主给彻底KO了 看到男主瞥眼看向自己 五长老整个人瞬间就不好 想到黄浦青云服下抱园丹后 依然被抹 那他现在冲上去也是白 于是他打定主意 等会直接找个机会开溜 另一边 黄浦青云的几个随从 见自己主子挂了 一群人彻底慌了神 如果就这样回去 他们肯定小命不保 既然如此 还不如现在就找男主拼命 可就在这时 男主服用抱园丹的副作用开始出现 他必须要尽快离开阵 然而这些小卡拉咪却一起扑上来 要与他不死不休 即便此刻的男主并非鼎盛状牌 可也远不是这些小菜鸡能够对付 随手解决了这些人后 他便立刻飞身离开阵 严嵩健壮连忙提醒五长老 快拦下他 刚刚与二公子的一战耗了他太多灵力 他马上就支撑不住了 绝不能让他跑了 五长老本已经没了再战之意 可当看到一向很辣的男主 竟反常地留下了活口 他瞬间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学不能就这样错过 于是他赶紧追了上去 男主一看着难缠的家伙又跟了上来 随即操控紫雷双翼 先卸掉了对方的五品神钉 然而这恰恰中了五长老的圈套 在他看来 此刻的男主没了紫雷双翼的保护 无疑就是待宰的羔羊 当即使出临街高级武器 向对方冲杀过去 可面对如此状况 男主的脸上却不见丝毫聚色 只听他口中突然喝道 魔杀三绝第二事 鬼龙倒 下一秒 男主的身影犹如鬼那般 在五长老面前一闪过 等他再反应过来时 自己的手臂已然消失不见 然后整个人直接从空中坠落下来 见到这一幕 严松的目光中满是惊恐 他不敢相信 这天下竟然有如此恐怖之人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咬了咬牙 随即操控镇天血幅将男主给包围了起来 卓妃 你别忘了 还有老夫呢 老家伙 你别给脸不要脸 男主目声喝道 老子竟你是一个真正的炼丹大师 放你一马 你别自寻死磨 然而严松却依然念路坚定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总之 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说吧 他便操控着所有的镇天血幅 向男主发出声波攻击 见此情形 楚清澄不禁念路急切之色 可男主这时却悠悠地开口道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便成全了你 说吧 他当即使出魔杀三绝的第三事 幽容鬼赢 下一秒 无比强大的声波 以男主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散 所有的镇天血幅一瞬间全都被镇死 并且由于威力太过强大 就连龙九等人都不得不运功复助心神 他们再一次被男主展现出来的实力所震惊 要知道整个天与帝国都没有玄界的声波舞技 而严松这边则彻底看傻了 他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少年居然还懂声波舞技 也太玄幻了吧 就在他愣神之际 男主依然来到他的身前 随即一拳挥出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 本就已是强弩之末的严松 被男主这一拳打中后 两眼一番直接弃绝倒地 这时男主突然有些癫狂的大笑起来 遇下七家 以七敌一上不能胜 真是图具须名 说吧他脚下一灯 飞身跃入空中 在一阵大笑声中渐渐远去 花雨城一战 男主仅凭一己之力就干掉了黄浦青云和严松 幽名鼓的五长老也被废了一条胳膊 可与此同时 他也给花雨城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场战斗竟使得城内死亡四千余人 重伤高达三万六千多人 而轻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经此一役 卓凡之名将会再次响彻天下 不过却并非是什么好名声 以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就只有两个字 魔王 谢天阳不禁感叹出声 死了这么多人 这小子的仇家一下子又增加了不少 然而话音刚落 一旁的萧丹丹却不愤倒 哼 那又不是我夫君一人的错 那还有一部分责任要帝王门他们来扛才是 谢天阳一阵无语 心想有谁敢去怪帝王门啊 但话又说回来 想找卓凡的麻烦也没那么容易 现在即便是天玄强者看到他也得绕道 这时谢天阳突然话风一转 不过 你们刚刚没听到独守要王的话 那小子实现一道便完全不能动 届时一个三岁娃娃都能要他的面 此话一出 楚清城顿时心头一惊 当即出声喝道 来人 让所有弟子搜寻恶魔卓凡的下午 要活的 本楼主要给帝王门他们一个交代 然而他的话刚说完 谢天阳就不急不缓地说道 不用这么紧张 早就有人去搜寻了 听到这话 现场中人均是一愣 萧丹丹率先反应过来 是董家兄妹 说着他立刻向男主的方向赶过去 见他如此反应 牡丹有些奇怪 傻丫头 你急什么 不急不行 萧丹丹回道 董家那个小妮子早就对我夫君有意思 不能让他们先得手 一听此话 牡丹瞬间无语 对于这个痴女徒弟 他也是毫无办法 另一边 离开后的男主此刻已是强母之目 他必须要尽快找个可以躲藏的角落养伤才行 然而还没等他落地 整个人已然到达了极限 接着他眼前一黑 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只见男主整个人静止掉了下去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在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就这样过了一夜 当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时 一直昏迷的男主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不过他此刻的状态 就是想动一根手指头都办不到 更加悲催的是 这种状态至少还有一个月才能缓损 那么在这一个月内 要是被强者发现的话 虽然很不喜欢这种将命运交给上天来安排的感觉 可不得不承认 他现在就是砧板上的肉只能任人宰恶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传来 男主不知是谁找了过来 会不会是来杀自己的人呢 就当他猜测之际 原本封死的深坑被人挖出一个小洞 一缕阳光随之照射进来 下一秒 董小婉的身影便出现在洞口 大哥 是他 我们找到了 一看是这个妮子 男主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看来 我还是命不该绝啊 花语成一战 男主虽然大杀四方 可吞服暴元丹的副作用 却让他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此刻他就连动一动手指都办不到 就在这时 董家兄妹及时找到了他 然而等他们把男主从地下救出来后 董天霸却突然拿剑指向男主 他要为自己的兄弟送予报仇 董小婉见状连忙张开双手挡在身前 大哥你忘了吗 他帮过我们吗 你今天若把他杀了 不但是趁人之威 还是恩将仇报 一听此话 董天霸也迟疑了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一道鹤声突然传来 谁敢动我夫君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董小婉就被人从身后一掌击中 只见萧丹丹一副护士的样子盯着俩 董天霸 你好大的狗胆 连我的男人都敢动 见此行刑 董天霸瞬间就怂了 此刻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谁承想男主这时却突然开口 让萧丹丹鬼开 萧丹丹闻言一脸急切 夫君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会伤害你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就看见了男主的死亡人士 我说 滚开 没听见吗 见到这一幕 萧丹丹顿时一惊 连忙闪到一边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萧丹丹你听好了 这是我们俩的事情 你没有插手的权利 要是你因此感动他们一下 就别再叫老夫君 一听此话 萧丹丹瞬间眼前一亮 那么你是接受我了 然而男主却不再搭理他 而是静静地盯着董天霸 等待他的选择 此刻董天霸心中无比纠结 一边是自己的好兄弟 另一边妹妹董小婉说的也没错 更何况这着烦 还有花语楼护着 考虑再三 他最终还是决定算了 哎 婉儿说得对 你对我们有恩 若是杀了你 岂不是恩将仇报 如此算的话 今日我们就恩怨一笔勾销吧 男主文言呵呵一笑 放我一马 来报我的恩 没错 董天霸一脸惋惜地回答 只是不能为我宋玉兄弟报仇了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一道红色的身影 从眼前一闪而过 下一秒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炸响 转身看去 原本郁郁匆匆的树木 此刻已经被轰成了碎渣 只见男主的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董天霸我告诉你 我的命 不管任何时候 都只攥在我的手 刚刚你那一件钥匙赶刺下去 现在早已没命了 这一幕看得董天霸心惊不已 他只感觉自己刚刚简直就是在鬼门关前反复横跳 而另一边 两女则是被男主这该死的霸气 你得不要不要 就当消单单准备带男主离开时 一阵细微的脚步声突然传来 男主连忙出声提醒 等等 有人来了 众人文言顿时警觉起来 不停地观察着四周的变化 以免遭到突袭 然而下一秒 刘亦珍却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卓大师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没事实在是太好了 男主一阵无语 哎 这会是个什么东西 男主因为丹药的反噬变得十分虚弱 此时如果遇到强者 他将必死无疑 好在董家兄妹和萧丹丹先后找到了他 就当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刘亦珍这个老头竟然也找了过来 并且还表现得十分热情 男主一脸疑惑 他和这老头压根不属 不明白对方为何这么关心自己 谁知刘亦珍这时竟拿出了一枚六品名单 回扬丹 什么 回扬丹 男主见状不禁有些意外 要知道有了这颗丹药 再加上菩提玉叶 绝对能瞬间恢复 想到此男主果断将回扬丹服下 下一秒 一股温热的能量瞬间变步全身 刘亦珍健壮微笑道 再过半个时辰 卓大师就可以行动自如了 就在这时 男主又拿出了菩提玉叶倒入口中 见到这一幕 刘亦珍顿时眼前一亮 我怎么忘了 卓大师手中还有这天财币宝呀 有了他 卓大师估计半个时辰之内就能完全恢复了 话音刚落 只见男主全身的气势陡然猛增 董天霸见状当即震惊到 他竟然突破了 然而他的话刚说完 男主身上的气势变在一次攀升 这一幕看得众人均是一脸惊骇 又突破了 一口气突破两极 这样的好运气 天下有几人能够碰到 就当众人震惊之际 却见男主全身的气势不降反松 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下在场的所有人都麻了 竟然连跳三极 如此潜力简直闻所未闻 片刻后 随着男主的修为境界逐渐稳定 他身上的伤势也已经恢复如初 不仅如此 他还能清楚地感应到周围的所有事物 这种熟悉的感觉 正是他之前使用过的神势领域 男主没想到 这次突破不但身体强度 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 就连神赵敬的元神力量 也终于稳固住了 那么接下来 他也就可以修炼意念杀人的神通了 这时 一旁的刘一珍连忙出声祝贺 恭喜卓大师身体康复 修为更上一层楼 见到这一幕 傻子都知道这老小子肯定是有事相求 于是男主开门见山道 你既然啃出一枚六品云丹柱 有什么事那就直接说吧 刘一珍善笑一声 卓大师果然其人也 老夫的心思真的丝毫瞒不过您的法眼 说吧 他突然对着男主跪地扣盘 弟子刘一珍 仰慕卓大师炼丹绝技 恳请大师收我为徒 见此情形 男主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拿出一块玉剪地给对方 这里面记下了我三招炼丹密码 就当是对你的回报 我们日后各不相欠 至于拜师之事 说到此男主又想起了那顿不堪的过往 随即毅然决然地说道 以后不必再提 我从不收妥 接着男主扔给萧丹丹一枚储物剂 并让其交还给储卿成 你告诉他 就说正要知情我已报答 之后我和他也同样两个相欠 说吧他脚下一蹬 直接飞身离开了这里 萧丹丹本想追上去 却发现男主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而同样感到失落的还有董小婉 自始至终男主压根就没看他一眼 见此情形 董天爸也只能轻声安慰 婉儿 那小子注定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 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另一边 在花雨城的平民窟中 楚卿成正站在这里静静地仰望星空 这时谢天阳忍不住出声询问 楚楼主 已经四天了 你确定他会回来这里吗 楚卿成目光坚定道 这是我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我相信他若能平安 必会回到这里 白给你一个这样的美女媳妇 你会不会开心地飞起 如果再给你搭配一个这样的小妾 我仿佛已经看到屏幕前你那猥琐的笑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享受其人之福的机会 男主却主动放弃了 话说楚卿成一直在平民窟等的男女 他坚信只要对方平安就一定会回来这里 就在这时 一阵马车升船来 他连忙转身看去 发现是出去寻找男主的萧丹丹和董家兄妹 可是 卓凡呢 董天爸告诉他 卓凡在疗好伤后就直接走了 什么 他走了 一听此话 楚卿成顿时一正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一声不吭就走了 只见萧丹丹泪流满面地跑过来 卿成姐 傅君他不要我们了 说着他拿出那枚储物借道 傅君说赠要知情他已经还了 今后跟我们再没关系 楚卿成接过来一看 里面放着的正是他自己的灵位和菩提蓄根 陶丹娘见状顿时大喜 太好了 那小子没把这阵楼之宝拿走 还算太有良心 然而楚卿成却倍感落寞 对方除了拿走一瓶菩提玉叶 把能还回来的都还回来 显然是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 难道说自己真的被利用了吗 就在楚卿成无比伤心的时候 谢天阳却偏偏跳出来补刀 那个楚楼主 其实那小子曾经跟我们说过 来花雨城就是为了菩提玉叶 只是突然窜出帝王门捣乱 他才顺便帮了你 但其实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考虑 其中实在没有多少好心 你也不必为此太难过 此话一出 楚卿成顿时如遭雷击 一个亮枪差点没栽倒下去 一旁的牡丹实在看不下去 无分道 这小子竟敢伤我们总楼主的心 看老娘以后见了他不扒了他的皮 然而话音刚落 谢小刀再一次跳了出来 哼 你打得过他吗 想到男主那变态的实力 牡丹瞬间就怂了 那个 当老娘刚刚没说 老娘在心里诅咒他 这时陶丹娘突然发现 盒子里有个小药品 刚一打开 里面就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药箱 这不是卓凡在决赛时炼制的 八品超品丹吗 怎么会送给我们 疑惑着他倒出所有的丹药 发现里面刚好有十七颗 一瞬间 陶丹娘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当即扔给秦采清一颗 并让其服下 秦采清虽然不明所有 但还是一言照做 然而就当他刚吞下肩药的一瞬间 整个人的气势突然暴增 他居然当场扑破了 这一幕看得在场中 人均是震惊不已 不仅如此 就连他身上因为七彩云裸掌 留下的剧毒也完全解除了 陶丹娘大惊 难道说这是能够解除 七彩云裸掌的解药 他没想到自己苦言多年不解的丹方 那小子只是看了一眼 不但瞬间破解 还加以改进 硬生生将丹方提高到了八品超品间 这样的话 就算姥姥也可以完全恢复 此话一出 龙九等人顿时被惊得张大嘴 什么 姥姥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陶丹娘解释道 还有一口气 不过很快就会复活了 得知这一消息 龙九的心理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 卓凡这一手玩的可是够大了 不但让花雨楼摆脱了药王殿的控制 就连那个铁娘子都救活了 就凭这一点 他就是花雨楼的大恩人 此时楚清澄的目光中再次泛起柔光 嘴中喃喃道 现在他不欠我的 但我欠他的 我们两个还是有瓜葛 然而众人并不知道 就在不远处 男主正悄悄地关注着他们 见一切都已安排妥大 他的嘴角不禁闪过一门弧度 随即纵身一跃 化作一道黑影 悄然没入星空之中 男主稍稍使了点障眼法 让众人误以为独守药王已经被他杀了 可转眼他就将假死的严松给唤醒 目的就是为了招揽对方成为洛家的长老 谁知这严松却是一身傲骨 硬死不屈 眼看摆脱不了男主的控制 他竟然直接选择自爆 然而男主只是打了个响指 原本还乍乍乎乎的严松 下一秒就突然熄火了 哎 咋回事 只听男主呵呵笑道 忘记告诉你了 血残入体 你全身上下便全都有我控制 想要自杀 不好意思 没有我的允许根本不可能 这下严松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连死都做不到 这时男主突然拿出一个沙漏 严老 我也没时间跟你耗了 你要想死也简单 等这个沙漏全部落到底 你也就自爆而亡了 不过 我敬你是一代丹王 怕你路上寂寞 我先去把你的宝贝徒弟送上路 也好让他在黄泉路上好好伺候您老人家 等 等等 一听此话 严松立马就慌了 卓大师卓大爷 老夫认输了 老夫惹不起你 究竟要如何做 您才能放过小徒啊 男主微微一笑 再次向对方抛出橄榄枝 严松心中了然 要想自己徒弟活下来 唯有归顺于对方 可药王殿是自己的家门 他又怎能背叛呢 就当严松无比纠结的时候 男主突然开口 严老 难道你以前没背叛过药王殿吗 那你告诉我 楚青天是怎么回事 他那张单方又是怎么回事 你别他妈告诉我 一个潜入药王殿的奸细 会那么容易拖到单方 难道不是你给他的吗 此话一出 严松瞬间大惊失色 你怎么知道 只听男主叹息一声 哎 因为你跟楚青城嘴里的楚青天实在太像 你们两个对丹药同样如此执着 一个恋丹执着的师父 遇到一个对丹药同样热忱的弟子 怎能不喜欢 虽然你谈起楚青天时 嘴上满是不屑 但从未否认过他的天赋 其实你的心里对他是极为可惜的 听到这里 严松也无奈地常叹一声 那孩子刚刚败入老夫门下 我便知道他的来源 一开始老夫也没安什么好性 的确是想将计就计 肯引一把花与笼 不过后来 那孩子的天赋的确令老夫惊叹 心下便也不忍了 所以我将真正的解药丹方 故意让他偷走 让他自己去破解 全当是他的造化 若是他真能破解出来 自然是倾出于蓝 可惜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也是老夫平生 唯一对不起药王殿的一件事 听到这话 男主心中不禁安息 只要对方承认有过背叛 后面也就好办了 想到此他开口道 严老爱徒心切 留出一件谁都解不开的丹方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况且你已经死了 就更没人去追究此事 严嵩听后却是一脸茫然 什么 我死了 没错 人们都亲眼所见 是我杀了你 那么你当然死了 现在的你是我亲手救活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命是我给的 跟药王殿再没关系了 听到这些歪理邪说 严嵩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崩塌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现在你再做一次决定吧 是作为药王殿的独守药王严嵩 跟徒弟一起成为我的敌人 被我再杀一次 还是接受我的邀请 成为我们风铃城洛家的单方长老 再次浴火重生 叱咤风云 在男主的威逼力又下 严嵩最终还是被忽悠权了 表示愿意跟随男主这样的枭雄 再次搅动天与风云 俗话说得好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男主一顿骚操作 竟直接把独守药王严嵩忽悠成了小弟 不过这大哥也不是白做的 他当即就拿出一颗八品超品单作为见面 帮其化解体内的毒素 不得不说 浴火重生后的严嵩竟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他满脸惊喜地看向男主 落谢卓大师的人丹 否则老夫因为练功积累的毒素 恐怕这辈子都排不干净 男主无所谓地笑了笑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也就别叫卓大师了 你现在已经是洛家长老 而我是洛家管家 你以后就称呼我为卓管家吧 洛家 听到这话 严嵩突然想起男主是来自一个三流家族 可这洛家他却是没听过 但现在看来 既然能出卓管家这样的奇才 这洛家也该是藏龙卧虎 不是出的绝强世家吧 对于他的脑补 男主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解释 虽说现在洛家还是名不经传的家子 不过有他这个魔王在 崛起是迟早的事 想到此他自信道 严老 我向你保证 我们洛家绝对是天羽第一最强的世家 没有之一 此话一出 严嵩顿时有些恶然 如此豪言 即便是帝王门也不敢夸下海口 但看他的样子绝不是在开玩笑 这下严嵩更加坚信 洛家一定是个比帝王门还要牛的存在 这让他迫不及待的想回新家族看看 男主立马就尴尬了 于是连忙岔开话题 他觉得还是先不要破坏这老头的幻想 让他再歪歪一回吧 这时严嵩突然想到 帝王门可能要吃苦头了 因为二公子被男主杀了 帝王门一定会去找洛家算长 在严嵩看来 届时强大的洛家一定会让帝王门好看 男主听后却是面露疑惑 皇室已经对风铃城下了禁令 七世家的人又怎么可能进入呢 然而话音未落他突然心头一惊 难道说他们在试探皇室的底线 没错 严嵩笑道 七家一直在试探皇室的底线 而且近百年间 因为皇帝的软弱一再退让 使得如今的七家虽然敬他 却并不为他 而这一次 帝王门一定会借助此事故意踩一下这道红线 看看皇室究竟还有多少惊艳 听到这里 男主顿时就慌了 急忙叫上严嵩飞声赶回洛家 这次真的麻烦了 他要是不赶紧回去 恐怕整个洛家连渣都找不到 另一边 在帝都的王城之中 老皇帝正和四柱之一的司马先生对 这时与文聪火急火燎地跑过来 父皇 不好了 见他如此慌张 老皇帝冷哼一声 什么天大的事 难道天还能踏了不成 我天与帝国这百年来一直风调雨顺 活泰民安 最大的事也不过是幽鬼妻被杀的那次 难道还能有比那次更大的事吗 父皇 这次是快火灵的六长老林子天 林子天 老皇帝文言瞥了瞥眼 虽然算个人物 但对于这种强头草他也没太贼 不过还是顺口问了巨师谁杀的 宇文聪一脸郑重地回道 是洛家管家 卓凡 听到这话 老皇帝顿时瞪大双眼 又是他 男主在花语城大杀四方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天与帝国 当老皇帝听说林子天死在他手上后 显得有些气愤 哼 到处惹事 先前侥幸杀了幽鬼妻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然而一旁的司马辉却认为 子子是个可造之才 不禁升起了爱才之心 老皇帝见状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让他亲自去快活林安府一下 这时宇文聪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个 司马先生 要不你再走一趟幽冥谷吧 司马辉不解 去那干什么 因为那小子还顺便把幽冥谷 长老的一只胳膊卸下 现在幽冥谷更加暴跳如雷 如果您的面子够大的话 也许您嘻嘻 此话一出 司马辉和老皇帝都震惊了 要知道那幽冥谷的老五 可是与乾隆阁老三齐名的炼体高手 有南郊北渊之称 现在居然被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废去一遍 听到这话胖子都无辱了 还名不见经传 现在整个天语估计都没人不认识他了 魔王浊凡 大闹花与楼百丹盛会 一笛七 所向披靡 遇下七家 三死一残 一笑大方 听到这话 老皇帝顿时一个激励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三死一残 林子天死了 幽冥谷老五残了 那还有两个是谁 是药王殿的毒手药王严松 听到宇文聪的话 两人再一次被震惊了 这严松比起幽鬼气来只强不弱 连他也死在了浊凡手里 那药王殿一定是不死不休啊 老皇帝彻底不淡定 他本来还指望着男主振兴落家 现在倒好 竟给自己捅牢子了 同时也打乱了他接下来的安排 这时司马会出声安慰道 陛下莫及 大不了老父亲自出手 他就来 不要再闯祸就舍了 至于那三家 还不敢公然蔑视黄威去找洛家的麻烦 话音刚落 只听宇文聪悠悠道 那三家是不敢 可帝王门就不一定了 浊凡把帝王门的二公子黄浦青云也给杀了 此话一出 两人的心态彻底崩了 这次就连司马辉也不再求挺 主动劝说老皇帝还是舍弃洛家为好 谁知老皇帝却表示 洛家和浊凡他都要一宝道的 为此他不惜下令让独孤老元帅即刻回朝父母 一听此话 司马辉两人瞬间张大了嘴巴 什么 四处之二的战神独孤战天 要知道独孤老元帅如今在镇守边陲 如若此时调他回朝 恐怕边疆迟早会出问题 然而老皇帝却管不了那么多 多年的忍让使得对方得寸进尺 现在他已经退无可退 他必须要借此机会告诉他的表兄 天下依然是他宇文家的 然而老皇帝刚下令不久 丞相府里的诸葛长风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他呵呵一笑 终于把他逼急了 居然连那老东西都掉了火 看来他和七家四破脸的时候快到了 那老夫就在家一把火 说着他换来阴阳双老 让两人去一趟寄雷山 将里面关押的四个人给放出来 听到这话 阴阳双老瞬间露出惊恐之色 因为恶魔灼烦的强势崛起 使得整个帝国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各方的势力也纷纷开始暗流涌动 诸葛长风让阴阳双老前往寄雷山 去放出封印在那里的四个魔道兄 两人惊讶的同时也十分不紧 那四个老家伙曾经是魔策宗的人 虽然实力强大 却没那么容易掌控 即便放出来恐怕也不能为我所 然而诸葛长风却是无所谓的笑了笑 让两人只管去做便室 其余的他自有安排 与此同时 龙九也把消息带了回去 一瞬间整个乾隆阁都炸锅了 什么 他把幽冥古老五的胳膊屑了 龙九知道他这位三哥是心里烦恶 连忙解释 那小子是吃了抱怨丹才那么猛 然而龙三却不以为人 毕竟那幽冥古的老五也同样吃了抱怨丹 龙九无奈地笑道 话是没错 可那小子吃了五颗 要是您吃五颗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龙三打断 我要吃五颗就当场炸了 想到那卓凡还是个断骨镜 他就更加沮丧 只觉得这些年的修为全都炼到狗身上去 不过众人在震惊的同时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今这件事已经牵扯到帝王门 那他们乾隆阁是否还要与卓凡继续维持联盟关系呢 有人觉得因为一个卓凡就此格对帝王门 显然是不知之举 对此也有人提出反对 认为无论有没有卓凡 这帝王门想要吞并其余世家的野心已成事实 即便现在与卓凡断了联系 也只是必及一时罢 就当双方意见不合而争吵不休的时候 阁主终于开口了 好了 当初跟卓凡结盟是我同意的 而且现在也不打算改变 这小子的表现令我大开眼睛 死子日后必是我乾隆阁一大助力 还是那句话 卓凡不死 与卓凡结盟不变 不过 我们和卓凡的结盟可以在暗中进行 面上还是以帝王门马手斥斩 如此一来 他们只要找不到理由 便奈何不了我们 此话一出 瞬间赢得在场所有人的赞同 就在这时 一名守卫突然跑进来传信 阁主接过来一看 顿时露出震惊之似 原来这是帝王门的来信 而信的内容则是通知其余六家 半个月后齐聚帝王门 共同商讨如何灭杀恶魔灼返 另一边 不知情的男主正和严嵩赶回洛家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等等 身后的严嵩一脸茫然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男主解释 前方一里外的山林里有埋子 躲在西侧的两人气息阴沉 像是幽冥古门 而东面的两人脚步轻盈 应该是来自快火林 至于北方的二人 全身气息沉重 银而不发 我实在太熟悉了 黄极霸体诀的修炼者 是帝王门的高手 而且六人皆是天选五重以上修为 听到这话 严嵩不禁佩服男主的本事 千里之外便已知晓对方的一切 如此神通着实厉害 这样的话 二人也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他们 谁知男主却邪魅一笑 为什么要避开 既然来了 总得跟他们打个照面才行啊 这个少年拥有一种无比牛叉的境目 可以很轻松地探查到千里之外的一切事物 而且还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那种 什么千里眼 在他面前完全就是个弟 然而欺世家的人并不知道这 还作死地在半路上设下埋伏 见此情形 男主准备将他们给一锅端了 谁知严嵩却认为不同 毕竟对方组有六名高手 而且还提前做了准备 即便男主选择嗑药 可对方只要稍加拖延就能轻松取胜 男主听后却是微微一笑 当初我是一个人 这次不是还有明老助我一臂之力吗 严嵩闻言却无奈地摇摇头 世人怕我皆因七彩云裸斩 可是面对这么多人 只要有一人舍身缠住我 老腹必败 可是 若这一掌能让他们所有人中毒吗 听到男主的话 严嵩顿时有些愕然 那怎么可能呢 对方又不是傻 况且他们都是天旋高手 恐怕还没等我们接近 身上的气息就已经被对方发现 根本没法出手 只见男主突然神秘一笑 要是他们察觉不到我们的气息呢 说着他便扔给严嵩一颗丹药 这是一瓶灵丹 银锡丹 只要吃了它 一天之内你我的气息都会消失全无 说罢便在严嵩面前 秀了一下丹药的效果 严嵩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天夏间竟有如此神奇的丹药 男主呵呵笑道 以后我会慢慢传给你的 反正把你招进来 就是为了助我炼丹 不过现在 你就先跟我解决掉 这些凡人的苍蝇再说 见到这一幕 严嵩愈发觉得 跟着男主混还是挺有前途的 完全不亏啊 另一边 快火林的两名长老 正悠哉地等着男主自投罗网 不过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人 他们也感觉有些乏味了 可两人却不知道 此时一条黑影 正慢慢向他们靠近 下一秒 紫雷双翼猛然 洞穿两人的胸口 他们难以置心地转过头 就看见男主正一脸邪笑地 站在身后 哎 难得老子怕被你们发现 还特意用出了前影诀 你们居然在闭着眼睛装逼 说罢他一把抓住两人的脑袋 开始运转天魔大化绝 不多时 快火林的两名长老 就被画了个干净 接着男主又迅速赶往西边 此刻幽冥古的三长老和四长老 正守在那 不过这二人相比快火林的两货来说 就要谨慎了许 时刻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见到这一摞 男主一时也不知该如何下手 就在这时 位于北方的树林里 突然传来一声乍响 两人寻声望却 惊讶地发现竟然是七彩云罗爪 这要亡殿的人怎么来了 一开始不是没有他们吗 虽然疑惑 但此刻也容不得他们多想 瞧着动静恐怕灼就在那边 就当两人刚准备过去驻镇的时候 却发现两道身影从毒物中退了出来 再一看 这不是帝王门的两位长老 为何他们会被七彩云罗掌打伤 两人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整懵逼了 可他们却不知身后的危险正在悄然接近 下一秒 这位幽冥古的四长老 也步了快火林两人的后尘 等到三长老发现的时候已延迟了 刚回过头 就看见男主内心红的毛子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俗话说得好 实力不够演技来凑 这个少年将这句话演绎的灵力尽致 就在刚刚 男主趁着幽冥古的两名长老不注意 出手抠戏干掉了一个 然而剩下的三长老却是天旋八重的绝顶高手 即便他刻要与其战斗也未必能赢 男主心念急转 看着地上的尸体问道 看你如此暴怒 难道他是你兄弟 你们平日关系很好吧 那又如何 三长老闻言怒吼道 你杀了老七和老四 还废了老五 我今日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 这时男主突然提起四长老的尸体 这一幕看得三长老心头一惊 你要干什么 只听男主诞声道 如果是其他人 作为我的敌人 我不但让他死 还要狠狠鞭尸 让他死不瞑目 但是 看你们如此兄弟情深 我就放过他吧 其实我也有个生死与共的兄弟 最后却死在了幽鬼七的手下 若非如此 大概我也不会与你们幽冥古有任何纠关 听到这话 三长老心中恍然 终于知道了这卓凡 与他们幽冥古为敌的缘由 可即便如此 他也不会放过对我 只见男主将四长老的尸体丢了管 我为兄弟报仇 遭致今日之祸 无怨无 只是今日见你我有同样遭遇 就不对他鞭尸了 把他还给你 我与你堂堂正正绝个胜负 你为你兄弟 我为我兄弟 报仇血分 见此情形 三长老的心中也不禁升起一股豪气 好 今日我与你堂堂正正 学一词 然而他的熊子还没说出口 一道红色身影便穿透了他的胸膛 三长老不可思议地看着心口处的窟窿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只听男主悠悠地解释 这是我的魔物 先前我将他藏在那尸体中给你扔过去 而且为了降低你的警惕心 我那兄弟被杀的故事也是编出来 我杀有鬼妻 就是看他不顺眼 听到男主的话 三长老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最终他怀着深深的不甘气 绝倒地而亡 另一边 严嵩的处境就没那么顺利 此刻他正被帝王门的两位长老 到处拧着跑 见到这一幕 男主不禁暗自敌 这还是那个威风八面 在花雨楼面前不可一世的独手要亡吗 怎么在帝王门长老面前 吓得跟个孙子一样 见男主过来 严嵩顿时眼前一亮 严盟躲到其身后 左管家你终于来了 快救救我 看到来人是断骨镜修为 而且倍声雷意 两名长老立刻意识到 他就是大闹花雨城的那个魔王左反 当即就要冲上去将他剥皮拆 男主见状冷哼一声 切 吹牛不打草稿 就你们这点实力还想杀我 你们能先杀了他再说 说吧男主突然将严嵩给推了出去 猝不及防之下 两名长老下意识地接住 不等他们反 本命血鹰突然从严嵩身体里冒出 瞬间钻进了其中一名长老的身体 吓一秒 他整个人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干扁下去 吓得另一名长老急忙后退躲开 只见男主不屑地笑了 看到他的手段了吧 你现在还认为能轻松要我们的命吗 说着他来到严嵩身旁 悄悄将血鹰转移到自己身上 而不知情的帝王门长老 还以为真是严嵩搞个鬼 于是决定避开这诡异的老婆 先拿下男主再说 只听他哈哈笑道 好小的居然找到了这么一个靠山 那老夫今天就饶过女儿 正说着 他突然指着两人的背后大喊 哎 是谁 男主两人下意识地转头望去 帝王门长老则趁机飞身上前 将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在右拳之上 准备给予男主致命一击 注意看这个老头 打算趁少年不注意在身后发起偷袭 眼看着即将得手的时候 少年身体里突然窜出一道红色身影 老头猝不及防之下瞬间被冻穿了身体 只见男主轻蔑一笑 这种偏三岁小孩的把戏 你们还在用吗 你真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四肢发达 猴毛简单 说吧 他一脚将这位帝王门的长老给踹了下去 一旁的严嵩还处于懵逼状态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于是男主将一开始把魔物放在他身体里的是说了一遍 究其缘由 还是因为这两名长老太过自大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严嵩听后心中无比惊悍 卓凡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是引那两人上钩的诱饵 再不经意间将他们全部斩杀 这与其说是卓凡提前布下的圈套 倒不如说是他临时起义 摸清了二人心性 诱导二人落入了圈套之中 如此心计真是世所罕见 想到此言松敬佩道 卓管家致勇双拳谋略过人 实乃相才 只是作为一族管家实在是去彩了 哼 你不必拍我马屁 男主笑道 我的才当我自己最清楚 若是想要慰及人臣 或者夺取天下也不是什么男士 只不过 说到这里 男主便想到了那该死的心魔 这才让他不得不留在洛家 然而严松却给理解差了 认为这卓凡年纪轻轻便有如此神通 却甘愿做一族管家 足以说明这洛家的强大 而且看卓凡的样子 竟是对那洛家如此死心塌地 那洛家家主又是怎样可敬的人物啊 想到自己等会就要见到这样了不起的大人物 严松的心里无比兴奋 只是这一幕看得男主有些无语 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那瞎激动啥 接下来 两人为了避免暴露 决定先徒步保路 这时男主突然想起 之前快火灵的两人有提到 这次的埋伏是一个叫冷先生的人安排的 冷无常 听到这话 严松顿时满脸惊骇 难怪啊 我说回封灵城的路这么多条 为何他们偏偏堵在这条路上伏击我们 原来是冷无常安排的 男主闻言有些好奇 这个冷无常是什么人 说起来 他跟卓管家一样 也是管家出身 是帝王门的大管家 只听严松继续说道 天与帝国公认的三位置心 丞相诸葛长风自不必多说 天下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他所做出的决定却是绝对正确 这个无人可以否认 天与帝国这数百年一直风雨飘摇 外族入侵不断 直到他坐到丞相之位上 才又稳定了下来 作为四柱之首 皇帝恨他 却又离不开他 遇下七家也皆忌惮于他 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天与帝国第二之心 便是这帝王门的大管家 神算子冷无常了 帝王门作为皇帝远亲 常以帝王术教导后人 他们的管家也是以丞相之才认命 所以这冷无常虽是管家身份 但在帝王门中位高权重 相当于是诸葛长风在天与帝国的位置 而论其才 传闻他并不在诸葛长风之下 虽然他们没在智谋上较量 但这冷无常算无一策 却是最为人所尽 至于第三个智行 便是被卓管家宰了个幽鬼妻 这七窍鬼玲珑阴险毒烂 毒计疊出 可要与前两人比起来 那差的就不是一心断链 幽鬼妻只善阴谋 却是小气了许露 而那两人更善阳谋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是圈套 你也不得不往里跑 孰高孰低也就显而易见了 而如今既然冷无常出手了 那我们以后就更要小心行事不可 男主闻言心中顿时了然 既然对方是远超幽鬼妻的智行 那就不跟他比自己 只跟他比实力 所谓一力降实惠 届时就算他神经量算又怎么样 所以当务之急 还是要把精力放在找藏者助阵落架上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心头一惊 他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靠近 从气息上判断 对方竟然是神赵剑 就在卓凡和严松赶回洛家的路上 以帝王门为首的三大世家派人在途中埋子 不过对于实力和智力双在线的男主 这些烂番茄臭鸟蛋 很快就被解决了 就当两人刚放松下来的时候 男主突然感应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在迅速靠近 从气息上判断 此人竟然是神赵剑 两人见状故不得许多 赶紧加速逃离 可他们的速度在对方面前根本不够看 眨眼的功夫 那名神赵强者便追到了两人 看到来人的样子 严松顿时满脸惊恐 怎么会是这个老魔头 见他如此反应 男主不禁奇怪这人究竟是谁 只听严松颤颤巍巍的说道 天刚狂尊 丽惊天 这时丽惊天已经来到两人面前 哈哈笑道 你不是严松那小子吗 变化挺大呀 还有旁边的那个小鬼就是啄函的 你们两个都给老夫停下 老夫找你们有事 此时的严松已经完全被吓破了他 站在原地不停打仗 男主还从未见他怯懦成这副德行 足以说明这个丽惊天绝对不是什么善美 想到此 他连忙拽着严松撒腿就跑 丽惊天见状冷哼一声 敬酒不吃吃法酒 说吧 他的周身突然金光乍现 下一秒 一股凝炼成实质的意念射向男主两人 关键时刻 青年突然出现 阻挡下了这一击 不过男主也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了 这老头的意念已经足以威胁到原神的成果 刚才若飞这青年及时闪现 估计现在已经被震晕过去了 而丽惊天此时也同样震惊 他没想到这小子才断骨镜 就已经拥有了神兆镜的神通 等他成长起来那得多恐怖 说不定会比三百年前的那个小怪物还要可怕 像这样的怪物的确不能留 不过在此之前 他一定要先把对方的功法搞到手 想到此 他迅速飞身向两人猛扑过去 速度之快 还没等男主他们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抓住 所谓一力详实惠 在此等强者的面前 男主纵使手段再多也无力回天 只见丽惊天看向严嵩笑道 老夫看了刚刚的战场 你这小子已经背叛要王殿 转而投靠卓凡了吧 严嵩顿时一惊 没想到对方会一语中递 但是到如今他已经别无选 他独守要王可不是林子天那样的强头草 反正要王殿是回不去了 如果再背叛卓凡一次 那就太没结糙了 想到此 他双眼一臂直接认命道 没错 老夫已经脱离药王殿了 此时正要跟着管家访回落家 你要杀药寡戏听尊殿吧 这一幕看得男主不禁暗自赞叹 不愧是老子看中的男人 要的就是这份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的傲苦 历经天见状却是哈哈大笑 认为这老小子还算是个人物 决定今天就先放他一马 随即他又瞥眼看向男主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 男主却呵呵笑道 我杀了你们的二公子 你自然要为他报仇 可是我刚刚听说你只是客座供奉 应该不是帝王门的直戏吧 听到这话 历经天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 冷冷道 那又如何 那我们就谈个条件吧 只听男主继续说道 你投靠于我 帝王门能给得起你的 我着凡同样给得起 而且双倍奉上 俗话说得好 打不过对方就要想办法加入对方 而男主更决 则是想办法让对方加入自己 他心知历经天这个舞池 是冲着自己的功法来 于是决定利用这点来招安这个超级大能 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搞清楚 对方为何放着黄极霸体诀不学 偏偏要找自己 历经天告诉他 自己名义上虽然是帝王门的客座供奉 但黄极霸体诀却只学到第七重 最后两重的功法 帝王门说什么都不传 越说越气愤的他突然一声怒吓 随即一道强劲的钢风从他身体中迸发而出 见到这一幕 男主不禁感慨 这里今天不愧是一代武痴 天赋惊人 要是真让他把独门功法都练成了 那帝王门还怎么控制得了他吗 不过越是如此 男主的招揽之心就越发的强烈 只是对方有些太过桀骜 他必须要想办法管制住才行 这时历经天突然看向男主 现在老夫已然坦诚相告 实相的话就赶快把你的链体功法交出来 谁知男主却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强悍的肉身 并非完全依靠功法 大半是依靠家传的链体灵丹 只要一颗就能让肉身强壮五倍以上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历经天文言瞬间瞪大双眼 要知道链体高手本就是强在其肉身 除了不断艰苦的修炼外 没有其他阶级 若是能用丹药来加强肉身修炼 那还有什么优势呢 可如今卓凡这个事实就摆在眼前 若非他真的吃过这样的药 凭他断骨精的修为 又怎么会强过黄浦青云那么多呢 想到此 历经天当即喝倒 小子 立刻把丹药交出来 否则老夫当下就毙了 谁知男主却表示丹药已经被他吃完了 历经天一听立马就急了 让他现在立刻赶紧去练丹药 这时男主的目光不经意地瞥向严松 严松当下一阵 瞬间明白他的用意 只听男主笑道 练着那种丹药需要用三级灵兽 赤尾冰狐的鲜血做药 我得先去抓一只才行 然而谨慎的立经天却不打算放他离开 表示抓一只三级灵兽 让严松一个人去就行了 听到这话 男主从怀中拿出一只葫芦 严老 这里面的虫子是那赤尾冰狐最喜欢的东西 你拿它做诱饵 应该能很快得手 谁知立经天这时却突然抢过葫芦 想要查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结果却发现葫芦里装的只是一只显红色的虫 虽然奇怪这狐狸为什么会喜欢吃虫的 但没有发现异常 他也就放心把葫芦交给了严松 见到这一幕 男主不禁暗自嘀咕 这老小子还真是小心谨慎得很 想得也算周全 不过正因如此 你才一步步掉入了老子的陷阱 神教强者立经天 是男主至今为止遇到的战力最强之人 红石也是最为小心谨慎的人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踏入了男主为他设下的圈套 临近傍晚时分 严松终于带着赤尾冰湖赶回来 同时他也早已经将血痰放进了灵兽的身体里 就当男主准备开始炼丹的时候 却被立经天给拦了下来 只见他凌空一挥 赤尾冰湖瞬间被一分为二 随即他又在灵兽的尸体里一顿翻长 最终竟然将严松提前放进去的血痰给找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后 他这才放心让男主炼丹 此时严松的心里已经开始慌了 然而男主仍旧一脸淡然 那好 我就为立老练一颗丹药 证明晚辈所言非虚 谁知立经天却要求男主炼至十颗 男主文言解释 一人一生只能服一次 多服没有任何作用 可即便如此 立经天仍然坚持要男主必须炼出十颗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听从他的要求开始炼丹 只见他将药材回于掌心的灵火中 随即抓取了些许赤尾妖符的血液一并融入药盘 不多时 便炼制出了十颗闪着银银光辉的灵丹 见此情形 立经天迫不及待的就要服用丹药 可刚拿到手 他又突然停下 让男主把剩下的九颗丹药也全都给他 随即拿出其中一颗递给男主 让他先吃下去 男主见状再次强调 我说过 这丹药多吃无效 这老夫当然知道 可是多吃也没关系吧 你要是不吃 就证明有问题 老夫当即杀了你 听到立经天的话 男主只能乖乖将丹药服下 谁知这时 他又让男主再挑一颗给严峰吃 就这样循环往复 一直到手中还剩下三颗丹药的时候 立经天这才拿出一颗放入口中 下一秒 他瞬间感受到了一股凉意席遍全身 不等他惊叹 身体中又爆发出一股让他极为舒服的暖 于是他赶紧盘腿坐下 开始运功 就这样 过了三个时尚后 立经天才缓缓睁开眼睛 男主见状走上前 怎么样立老 是否全身舒畅 没错 身子的确畅快得很 说着立经天有些迟疑道 可是 老夫怎么没觉得肉身变强了呢 只见男主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道 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 根本没给你吃什么炼体丹药啊 一听这话 立经天顿石目露凶光 说什么 恶魔灼凡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敌手 面对立经天这样的神兆强者 一切阴谋手段都是虚妄 不过男主却看出了其中的关键 对方没有直接将他们二人一掌毙命 显然是另有所谓 于是他提出让立经天跟自己混 而他灼烦也会给出比帝王门更多的好处 对于男主是否能拿出有价值的东西 立经天一点都不怀疑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就答应 而是冷哼一声 黄毛小儿 物知天高地厚 居然想收买老夫 老夫是那样的人吗 你可知道老夫当年是怎么进的帝王门 他们又给老夫怎样的带云了 一听此话 男主心知这老家伙是想坐地起家 索性便顺着对方的话询问起他往日的丰功伟绩 见有台阶下 立经天也是开心不已 不过让他自己说出当年的壮举 却是显得他在自夸 于是便让严嵩这个老小子替自己讲 严嵩不敢怠慢 连忙清了清嗓子 卓管家 这位立老当年在天与帝国可是少有的传奇人物 想当初立老不过是一届散修 不属于七家任何一家的高手 可是却一心向武 孜孜不倦 手中没有功法 便去别家抢来修炼 从最初的凡阶功法到灵阶功法 再到玄阶功法 立老可谓便运五道贬字 这时男主突然打乱 严老 你是说立老以前是强盗 此话一出严嵩顿时就慌了 可还没等他解释 立经天就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子 不该说的不要说 随即他有些尴尬的善笑一声 那个 陈年就是 也算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谁知男主这时却摆摆手 表示弱肉强食 这是自然法 本就应该这样做 听到这话 立经天不禁哈哈大笑 无愧是近日在天鱼搅动风云的魔王着返 果然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 实乃枭雄之才 随即他便坦然承认 当年自己为了变强到处寻找功法 只要哪家有声名在外的厉害功法 他就会直奔你家去 就这样一路抢一路修炼 直到天玄境 期间无一对手 后来听说帝王门的皇级霸体诀乃七家最高功法 便前去抢队 当时帝王门三位长老联手都没能打过他 至此被当时帝王门的大长老黄虎丰围看着 腰围帝王门刻作供奉 男主听后心中了然 这立经天当年看似硬闯帝王门 实则是以这种方式向帝王门自建 不得不说 这样一个厉害的炼体修者 还能有这份心计 实在是难得 想到此 男主的招揽之心更加坚定 只见他目光诚恳地看向立经天 现在我知道立老想要什么 说实话功法我这里有 但我不清楚的是 既然立老已然成为帝王门的刻作供奉 应该得传皇级霸体诀了 为何还要来找我要功法 然而立经天却故意装作听不懂 什么功法 我是来杀你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男主立生打乱 若是立老不能坦诚相告 那么就算杀了卓凡 恐怕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立经天显得有些差异 没想到这小子竟看得如此透彻 见此情形他索性也不装了 哼 不错 老夫今日来此 就是为了抢你功法 立经天服下男主炼制的丹药 幻想着能再次提升肉身强度 可结果等了半天 却发现自己吃了个寂寞 此时男主也坦诚告诉他 其实根本就没给你吃什么炼体丹药 这夏立今天彻底怒了 这么说 你是在愚弄老夫了 严嵩见状慌的一批 赶紧让男主别再说了 那血残都已经被对方给捏死了 谁知男主却一反常态 突然哈哈笑道 愚弄你又怎样 老东西 你当老子是你以前遇到的那裙白痴吗 想从老子手里抢功法 白日做梦 此话一出 差点没把丽惊天的鼻子给气歪了 当即脚下一蹬 向男主猛呼过去 他决定今天就算拼着不要那练体功夫 也一定要将卓凡这小兔崽子避雨长下 就在这时 男主的眸子突然红光一闪 下一秒丽惊天就感觉一股非人的疼痛 瞬间袭遍全身 见到这一幕 严嵩还有些懵逼 哎 卓管家 成功了吗 那是当然 男主呵呵笑道 严老 这件事你鞠躬之务 本管家给你系上一躬 听到这话 严嵩这才放心地大笑起来 心想你鸭也是活该 在卓凡这小子面前装插 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 此刻的丽惊天早已是痛苦不堪 他还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主黑黑笑道 丽老 你这个老江湖难道不知道 什么叫陌生人的东西不要乱吃吗 一听此话 丽惊天瞬间反应过来 是那丹药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对方明明也吃了呀 男主解释 这丹药没有问题 不仅不是毒丹 而且还强身健体 说着他从葫芦里拿出一只血残 真正在你体内闹腾的 是这玩意儿 这是我炼制的魔物 一旦进入你的体内 就会控制你的血脉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就算你是神兆强者 也依然踢出不了 然而丽惊天却更加不紧 他明明已经在男主炼丹之前 就把那虫子给捏死了 而且也用原神扫了一遍冰壶的尸身 并没有发现一场 只见男主神秘一笑 呵呵 这一点我当然知道 要不然我怎么会提出找赤尾冰壶呢 我这血残乃是生于寒潭之中 而赤尾冰壶最大的特点便是血液寒如玄冰 所以我让严老把这血残味给冰壶吃 并非是要直接以血残入用 而是血残一旦发现周围环境冰冷 就会开始缠乱 所以就算你把血残剔除了 但那冰壶血液中已然存在血残的残乱了 听到这里 严松也终于恍然 原来如此 神兆强者的原神探查 只能探查到一般的生命气息 但是残乱尚未孵化前 还不能算完整的生命 所以丽惊天也探查不出来 此话一出 丽惊天彻底呆愣在当场 他没想到自己纵横一事 今天会被一个矛头小子算计到这个份上 也是怪自己太贪心 否则也不会搞到现在晚节不保的地位 这时男主突然丢过来一块玉剂 丽老 我早说了 功法我有 这是玄阶中极魔弓 魔杀绝 威力惊元 练成之后 不比玄阶高级功法差 绝对比那黄极霸体绝要强 同时我在奉送三招配套的玄阶武技 你若肯跟随我加入洛家 就拿起他 以后你就是我洛家长王 否则你就可以离开了 回到帝王门继续做你的客座供奉 我绝不加祖安 仅剩了一辈子的丽惊天 因为一时贪婪 惨遭男主的算计 就当他以为自己今天要栽的时候 男主却丢过来一部功法 让他自己选择 是加入洛家 还是回帝王门做供奉 丽惊天狐疑地捡起玉剑 当看到上面记载的功法后 他直接被惊得张大嘴 我靠 这三招武技中 竟然还有一招玄机声波武技 这可是在整个天宇都没出现过的 这洛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居然随手就能拿出这样的宝贝 一旁的严嵩不屑地冷吼一声 一脸的优越感 话说 这老小子在得一个什么劲呢 这时男主看向丽惊天问道 那你的决定呢 干 怎么能不干 丽惊天当即哈哈笑道 小子 你早拿出这功法 老夫早就跟你混了 何必搞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哦 是吗 男主悠悠地笑道 要是我早拿出这功法 你不是想着杀人灭口 再拿我的人头回去立功吗 被说重心思的丽惊天顿时宜了 随即只能用哈哈大笑来掩饰尴尬 不过他心里对这个少年也更加配人 这卓凡果然如传言一般鬼诈过来 什么事都瞒不了他呀 难怪连杀四家高手 还能如此逍遥自在 死子有枭雄之才 其所在的家族恐怕更是深不可测 的确值得跟随 想到这里 他目光坚定地看向男主 请多指教了卓管家 男主见状也笑着回应 欢迎加入洛家立长老 另一边 六大世家应邀前来帝王门参加屠龙大会 神算子冷无常早早地就站在门口等候众人 首先到达的是乾隆阁和幽冥 这两家一直都是死对头 刚一见面就开始互掐 而两位家主所展现出来的气势 就连帝王门的长老都不禁位置一阵 这二人的实力真不是盖 简直恐怖如斯 就算在帝王门中 能压制住他们的人也屈之可数 眼看着两人就要动手的时候 一道声音悠悠地传来 二位 这里是帝王门 冷无常的声音不大 可两位家主却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连忙对其拱手致歉 请冷先生海寒 哪里 只是这里是帝王门的地方 二位又是我帝王门贵宾 若是你们在这里大打出手 冷某人可就难做了 听着冷无常的话 两人谁都不敢吭声 对这位神算子 他们还是非常忌惮的 就在这时 药王殿和快火灵这两家也赶到 而快火灵的家主林如风 刚一到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冷先生 那灼梵有没有处理掉 冷无常见状都无语了 这头蠢猪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们暗中私通了是不是 非要这么大声讲出来吗 于是他连忙出声打乱 林家主莫及 此次前来就是要商量如何对付这恶徒之事 不过这一幕还是引起了龙一飞的注意 看来帝王门在会议之前已经开始行动了 而且还把乾隆阁排除在乱 这下可就麻烦了 要是帝王门真的有一统七家的野心 那乾隆阁肯定被放在了首批被除掉的门单 想到此他不禁为男主念了把汗 浊凡 千万别出事啊 老子还等着你崛起以后助我们一臂之力呢 帝王门叫急遇下七家 共同商讨如何对付魔王着凡 可乾隆阁却发现 这帝王门已经联合其他几家提前展开了行动 显然乾隆阁已经被他们排斥在外了 就当龙一飞感觉孤立无援的时候 见侯府府主谢孝风带人赶过来 看到同一阵营的人来了 龙一飞连忙笑脸相迎 一旁的冷无常则默默地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随即他缓缓开口了 七家已经基本到齐了 鉴于花雨楼刚刚被那恶仆大闹一番 想来无暇来此 那么我们就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谁说我花雨楼无暇来此 只见秦采青和牡丹 跟随着一名有龙乃大的女子缓步走 看到中间女子的长相后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竟然是铁娘子楚碧君 她居然还活着 其中最为震惊的就是要王殿 作为花雨楼的死对头 她对这位很凶的女人是又恨又怕 只听楚碧君冷哼一声 严伯公 你要王殿这些年对我花雨楼的种种照顾 老身会一笔一笔的还回去 此时的严伯公还处在震惊当中没缓过来 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队 冷无常则不动声色的走了过来 恭贺楚楼主重掌花雨楼 哪里 冷先生客气了 楚碧君拱手被道 花雨楼主一直是倾城担任 只是百家争鸣马上就要召开 老身便让他先闭关去了 冷无常文言也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便带着众人前往内殿 而楚碧君择故意落后几步 与龙翼妃他们走在一起 三人相视一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当众人进屋后 却发现如此宏伟的大殿内只放了七个位子 意思很明显 就只有各位家主他有资格落座 可各家的长老在家族地位尊崇 即便是家主也要离待远家 却没想到在这里是这种待遇 连个位子都不给 就当他们准备提出意见的时候 冷无常却率先出声 各位请先入座 我先去请门主出来 说罢也不给众人开口的机会就直接离开了 见此情形 众人也没有办法 只能先找位子坐下 最终只有乾隆阁和建侯府 仍坚持要维护自家长老的尊严 就在这时 帝王门的门主黄埔天元走了出来 众人见状纷纷拱手相迎 刚一落座 他便瞥眼看向身旁的楚碧君 楚楼主能安然无恙 本门主甚是欣慰啊 花雨楼与帝王门一向交好 楚楼主能够保重身体 也是我帝王门的心愿 说着他那只贤猪手便向楚碧君摸了过去 楚碧君见状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暗骂一声 伪君子 老头正向身旁的美女伸出他那四叉号的贤猪手 楚碧君见状虽然心里十分厌恶 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将手抽了回来 黄埔天元兴兴地撇了撇子 随即看向龙一飞两人 龙阁主谢辅主 为何还不落座 是座位坏了吗 那本门主马上让人去管 龙一飞闻言连忙摆手 随即看向冷无常故作疑惑道 哎 冷先生乃天与三大至心之一 此次聚会岂可无作 龙某的位子让给冷先生来 见到这一面 旁边的谢孝峰不禁暗自赞叹龙阁主机制 既没有当面驳斥帝王们的这种做法 又说明了原因 实在是个妙招 想到此 他也跟着跳出来配合演戏 争抢着给冷无常让座 见此情形 冷无常出身婉俱到 多谢二位家主的好意 但是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君臣不得同喜 这七个位子都是给各位家主准备的 即便是我这个帝王门大管家 也实在没有资格落负 听到这话 龙一飞两人瞬间恍然 看来这次七家聚会 商量对付浊帆只是一个谎 目的其实是要威逼六家向他臣服 这帝王门是要借着对付浊帆之机 一 七家呀 只听黄浦天元缓缓开口 我想在座各位来此的目的已经相当清楚了 既遇有一恶徒浊帆 屡屡挑衅我遇下七家的威严 从幽名古七长老开始 到现在大闹花雨楼 如今我们七世家已成为天语的笑语 若是再让他这么闹下去 就算某一天杀到我们某一家的总部也不稀奇 所以我提议 以七家名义发出屠魔令 彻底将这隐患消灭干净 什么屠魔令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全都瞪大双眼 要知道这屠魔令已经三百年没用过 它是七家堪比皇室的一种至高命运 其残忍程度在株连九族之上 屠魔令对目标人物每时每刻进行的绝杀 遇下七家所有战力 包括全部供奉都一起出动为主 但凡目标人物出现过的地方 一律绝杀灭净 目标人物出现在一个城池 不管这城池规模多大 也一律屠杀干净 不过屠魔令的发动 必须七家家主同时认可开心 只要有一家不参与 那便相当于是对皇室的僭越行人 以谋反论处 别说卓凡只是杀了四家的人 即便是他真的杀权了七家之人 与七家为敌 为此就出动屠魔令 却也是太过残暴 毕竟这屠魔令之下死的大多是无辜之人 三百年前 若非那个小怪物实在太难产 七家也不会一致同意出动屠魔令 可这次只是个断骨劲 用得着出这样的毒招吗 见众人没有回应 黄浦天元再次问道 各位 你们意下如何 幽冥古药王殿 以及快火灵三家互相望了望 随即一口同声地答应了这个题 然而龙亦非这时却提出志 认为现在就动用屠魔令 有些太过 毕竟这样一来天雨大动 皇室那边也不好交代 况且三百年前那个小怪物的实力 根本不是现在的灼烦门 为他动用屠魔令怎么也说不通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却听幽万山冷哼一声 直言乾隆阁之所以这么说 完全是因为他们和灼烦是一股 虽然是事实 但龙亦非自然不会在明面上承认 当即便和这老匹夫争吵起来 眼看着两人一副要动手的架势 一旁的黄浦天元立声喝倒 二位 这里是帝王门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从他身体中迸发而出 瞬间将两人完全震慑住 不敢再发意 他们没想到这黄浦天元竟然这么强 虽然同为天玄巅峰 但他们跟黄浦天元比起来 却犹如云一之别 为了对付男主 帝王门竟然打算发布图魔令这样的大杀戟 不过这也需要七家家主同时认可才行 对此 幽冥古药王殿 以及快火灵三家自然没有意见 而跟男主交好的另外三家 则都保持了沉默 这时黄浦天元看向花语楼这边 楚楼主 你的意见如何 谁知楚碧君却无所谓地笑了笑 门主的提议 碧君当然举双手赞场 卓凡这个恶徒回我花语魔 实在该尽早除掉 此话一出 乾隆阁和剑侯府的人君是满脸震惊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就当他们以为花语楼要反水的时候 却听楚碧君突然话风一转 可是门主 既然要发动图魔令 您可一定要快点了 尽快把那小子除掉 要知道那小子手上 还有我们花语楼的镇楼之宝 不提续根 要是把他逼急了 那小子把那宝贝吃了增强体力 我们花语楼可就损失惨重 听到这话 黄浦天元顿时心头一惊 随即叹息一声 哎 请老夫再三思量 无魔令之事还是算了吧 太生灵徒叹了 这下轮到幽冥古三家傻眼啊 什么情况 耍我们呢 然而黄浦天元并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借口今天十日已晚 让德加先回客房休息 如魔之事改天再营 看着楚碧君离开的背影 黄浦天元口中喃喃道 这个老太婆依然饱到不老啊 是啊 冷无常也由衷地感慨 打蛇打气寸 这老太婆一眼就看到了您的软肋 几句话就让您打消了图魔令的打算 也实在难得 以在下看来 花语楼虽是欺家最弱 但这楚碧君却实在不好对 比起龙一飞跟谢孝枫二人 要难搞得多了 是啊 这个老太婆一复活 花语楼又成了一块难堪的补 正说着 黄浦天元突然发现幽冥古三家去而复返 不过他们的脸色并不是很好 显然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耿耿于怀 冷无常见状笑道 各位 我完全清楚你们心中的疑虑 不过请各位放心 我们帝王们对各位没有丝毫恶意 刚刚只不过是门主一世兴起 收回了话 改变了主意而已 听到这话 三人军事一愣 没想到自己还未开口 这冷无常已经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了 丢万山佩佩道 先生不愧是神机妙算 我们这点心思完全逃不过您的法眼 可是冷先生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对付那左凡呢 谁知他的话刚说完 黄浦天元就哈哈大笑起 幽谷主 亏你是一谷之主 一个黄口小儿竟让你如此惊慌 实在有诗七家风范 一旁的冷无常也笑道 幽谷主 我们不是已经派出人去拦截他了吗 然而幽万山对此却仍有些不放心 再说我们不就是为这件事 才要出动涂魔令的吗 黄浦天元露出不屑之色 须须一个断骨镜的小 又怎配得上出动涂魔令 这小子不过是个油头儿 那涂魔令另有用的 此话一出 在场中人均是一脸震惊 没想到这涂魔令竟然不是为了卓凡 这时冷无常一脸自信的开口 虽然在下对那小子掌握的情报不多 但是我们三家各出两位长老 一共六位天玄高手 干掉那小子的几率在九成以上 不过现在 已然是十成了 听到这话 黄浦天元也有些奇怪 为何他会如此确定 只听冷无常解释道 因为在下刚刚得知 门中的客座供奉丽惊天 也主动追去了 想必他是听说了花语城的那场大战 是去抢夺卓凡身上的功法 不过按照利老的秉系 拿到功法后 必然会把那小子除了 那小子已经确定是必死的人了 说着他突然看向幽万山几人 各位家主 封灵城那里也该行动了吧 幽万山文言确实不及 我们派人去守住封灵城 不就是为了除掉卓凡吗 现在卓凡已然必死无疑 还动那个地方干什么 无头 只听黄浦天元突然立声鹤断 卓凡是从那来的 难道你们能保证 不会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卓凡吗 到时候又是个麻烦 如如趁机将那里移为平地 天与帝国七家之首的帝王门 为了除掉魔皇灼凡 决定利用旗下的三世家 把封灵城移为平地 就当几人商议之后 刚出帝王门 只见幽万山一拳砸在墙上 愤怒道 这帝王门分明是拿我们当枪使 而此时要王殿家主却说道 那封灵城乃是皇室 两年前设置的境地 他帝王门是想让我们 去试探一下皇室的底线 他们自己却不敢去做 显然拿我们当冤种了 而一旁的快活灵家主却说道 如果我们不去做 便是得罪了帝王门 要是做了就有可能招拉皇室的报复 这属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了 这时幽冥谷的五长老 却缓缓开口了 无主 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亲 我们如果不动封灵城 必然会遭到帝王门的报复 但动了封灵城皇室那边 会如何我们还姑且不知 不如我们就赌一把 就赌皇室现在实力薄弱 不敢动我们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惊 幽万山更是思索两者之间的利益 随即大吼一声 拼乱 只见三人都拿出了传音御己 向空中抛去发往封灵城 看到空中飞过的传信御己 冷无常不屑地发出了一声冷笑 皇普天元开口道 看来那三个家伙猜透了老夫的意 但又不敢不去做 那三位好歹也是世家家 岂能不会明白门主的意思 他们权衡利弊之后 还是选择门主这边 皇家威是在七世家眼里 已然荡然无存 是啊 经过千年的洗礼 七家捉件强大 而皇室却渐渐没落 直到当今皇帝 更是千年以来最软弱无能的皇帝 实在是我谋反了大好时机 只要此次封灵城一战 皇室那边没有动静 那本作就可以大张旗鼓地 开始启动图魔令 铲除违背我意愿的家族 将七家逐一收容 最后掌握整个天与帝国 道是七家皈夷势力之大 即便是四柱也奈何不得我 那臣就在此 提前祝贺门主荣登大宝 冷先生一带相才 岂能一直屈居于帝王门管家 等我成就盖世霸业 四柱之首 丞相之位必将属于先生末属 多谢门主抬爱 等丽老杀了卓凡 将菩提蓄根带回 冷某马上驻门主修炼九龙金刚身 道是即便是皇家五大护龙神位 也在奈何门主不得 我担心的是丽老乃一介武痴 他要是对天才地宝没兴趣 把菩提蓄根直接给我丢了 该怎么办了 门主说笑了 那利老只是武痴不是白痴 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宝物丢弃 而且以利老的神通 那卓凡根本没有损害宝物的机会 皇谷天元听闻此话 暗自得意了起来 而这时的乾隆阁与建侯府家主 却请教道 老了 这帝王门究竟想要做什么 一旁的楚碧君却缓缓说道 老神一声与六家家主打交道 可以说六家的行事 作风老神心里一清二楚 就拿刚刚进入大殿的座位来说 你们肯定以为冷无常在敲打你们 事态你们君臣知道 其实不然 他们只是想知道 你们是否愿意服从 帝王之术的根本就是智人之术 最终归结与服从 从刚进大殿之内 无一步透露着服从二子 就比如你刚刚进殿 因为座位展现出的一点小聪明 在他们眼里都是不服从的表现 必然将进入他们清除的名单之中 听闻此话 两人也是一惊 难怪姥姥一直顺着他讲话 这样花语楼在铲除的名单中 应该被他们排在后面 只见楚碧君拐杖突然敲击地面 立生和赤道 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们三家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们其中一家遭难 其余两家覆灭也是迟早的事 姥姥以大局为重 我等属世惭愧 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结成真正的盟友 共同阻止帝王门前进的争承 刚刚听帝王门的话 似乎是有发动屠杀令的意思 恐怕不止只是为了卓凡 而是想要搅乱天与帝国局势 并趁机吞掉其余六家 老神深知他们一直在乎菩提蓄根 故意说在卓凡身上 才打消他们使用图摩令的想法 不过也等不了多久 那个卓凡只要一死 图摩令必将再起 帝王门为了一统六家 在冷无常这个智谋的帮助下 制定了一套滴水不漏的策略 可却被话语楼老家主义也识破 而此刻的铁娘子楚必均深刻地认识到 如果帝王门令三世家 以铲除卓凡落家为由 来摸清皇室的底线 就可能对封灵城肆无忌惮地发动图摩令 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封灵城动落家 我们要提前阻止帝王门统一六家的征程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三家合一的实力 随即吩咐两人和自己同去封灵城 两人还没做出反应 只见铁娘子楚必均已飞至远方 两人感慨道 铁娘子许久不问世事 如今实力还是如此彪悍 画面一转 此刻的封灵城 卓凡带领着两个实力彪悍的小弟 已到达封灵城下 男主感慨道 一别两年 也不知道落家现在如何了 庞护卫该不会修炼魔杀绝炼死了吧 而严嵩却追问丽老一路 帝王门有没有对封灵城发动图摩令之事 而丽老已经被气得清金暴击 老子特喵地告诉你八百次 我是自己主动追来的 帝王门还没发动图摩令 至少在我离开之前没有 再敢问我一遍 老子现在就思论了 此刻的灼烦心想 知道图摩令的恐怖之处担心也是正常 不过丽今天是绝对不会骗我们 这个舞痴 真就是为了抢夺功法而过来的 和家族命令无关 否则他一见面就会杀了我 根本不会给我机会把他降服 随即男主出声安慰道 放心吧严老 就算七家发动图摩令也不会那么快 我们还有时间准备 就在这时两人突然一惊 这是神石波动 难道说图摩令真的发动了吗 这也太突然了 我们几个还尚且能自保 但整个落家必将受到波及 而这时的丽老和卓凡同时发动了神石领域 突然探向风凌晨 丽老感慨到这个卓凡真是个杀人不眨眼家 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灭掉对方 竟然把神石隐藏在老夫的神石之下 让人无从察觉 等一会大打出手之时 也可以随时偷袭杀人 在等两人用神石探查敌情的时候 一旁的严松暗想到 我特喵的心态崩了 比我强的使用神石领域我理解 没我实力强的也使用神石领域 我特喵的就很难受 而这时丽老突然睁开眼睛 随即说道 三个神兆高手 两个神兆三重镜 一个神兆四重镜 还有几个天旋强者 等等 居然还有这两个人 早就知道他们不可靠 可当初没有好的理由除掉他们 这回 看我怎么涂掉你们一族 而当立老转头望去一脸惊讶 我擦 这洛家果然非同反响了 居然有着这么强大的一个防御阵法 丝毫不弱地王门的防御阵势 就算神兆竟破解此阵法 估计也是相当费力 而这时的严松已经惶恐不离 一下子出动三个神兆强者 这绝对是七家发动了图魔链呢 严老 别太紧张 如果他们是发动图魔链 我部下的防御大阵早就不复存在 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还在等待动手的命运 可不是图魔链 为什么一下出动三个神兆强者 当然是为了我 他们享有十足的把握把我为杀掉 途中可能会有乾隆阁高手干涉 所以才设下如此高保险的陷阱 可以说有三位神兆竟的强者作阵 我只要一进封灵城就会被他们斩杀掉 可惜啊 老子身边也有一位神兆强者 而且还是神兆六重镜的炼体强者 哈哈 有老夫在那几个垃圾 老夫分分钟斩杀他们 三世家为了铲除魔皇卓凡 请来三家供奉 个个都是神兆竟强者 可惜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神兆六重镜的顶级强者 帝王门的历经天临时反水 而这时的历老信誓旦旦的保证 要进入封灵城内斩杀掉那三位神兆竟强者 卓凡却摇了摇头 历老经一道 难道你是不相信老夫的实力吗 别说三个神兆三四重的老家伙 就算是三个与老夫同等修为的神兆强者 老夫也有自信斩杀他们 那如果是让历老把他们都留下来呢 什么 同等修为斩杀对方并不困难 但如果是将他们留下就没那么容易 历老你现在可还是帝王门的客座供奉呀 而历老慌忙解释 卓管家 我现在可是真心真意 刚想表忠心的历老突然才想明白 男主邪笑道 没错 你加入我洛家 世人还尚且不知 随即卓凡就在历老耳旁一阵私语 记住 进去之后多说无意 上前一人给他们一个大嘴巴子 然后让他们去攻击守山大阵 哈哈 明白 装逼这种事 老夫在行 随即历老化身一道流光向远方飞去 这时只见卓凡一把抓住阎老 向洛家方向进发 画面一转 此刻的孙府 蔡家父子一份填应道 该死的孙家与幽明 我们已经把黑风扇里里外外摸得一清二楚了 却因为没有注意到护山大阵 而遭到他们的冷落 这卓凡真的深不可测呀 临走之前居然还布下四的护山大阵 不过骆云长也够谨慎的 两年一直对外保密 直到我们判出洛家才启动大阵 我们的地图对于护山大阵来说 的确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哼 肯定是那个可恶的卓凡教他的 那个贱人什么都听卓凡的 就差一身相许 把卓凡推向洛家家主的位置 那个卓凡只不过是一介下人出身 我蔡孝婷堂堂堂蔡府公子 她哪一点能给我比 凭什么那骆云长有了卓凡之后 连正眼都不瞧我 而听闻此话的蔡家主也是一脸汗颜 而这时门外突然走来一名女子 桀骜地说道 长老要见你们 赶紧跟我来吧 随即甩袖离去 而听闻此话的父子二人 仿佛终于等到了机会般 只见蔡家父子刚进门就跪倒在地 药王殿的长老却善笑道 真是条忠诚的狗呀 幽名古的长老打趣道 严长老这么喜欢这两人 不如招入你们药王殿好了 幽老六 人家明明来投靠你幽名古 你把人家推来推去 有点不尽人情了吧 而旁边的女人却嘲讽道 真是两个软骨头 当初真是老娘瞎了眼会看上她 而一旁的几位长老却说道 这次若能立功 我们也会给你家族相应的照顾 毕竟狗摇一摇尾巴 主人还是要奖励点肉的 而此刻的蔡家二人 已经怒纳当场 跟这两个废物费什么话 赶紧把事情问出来 一旁的蔡家主已经被吓得满脸续汗 心中暗响 我只向幽名古弟教过孝中书 没想到一下子来了三家 一家之怒我还能凭借卖掉洛家平息 可三家之怒就算洛家完了 也可能把气撒在我父子二人身上 而一旁的长老说道 蔡荣你就先说说洛家 现在都有哪些高手作证吧 随即蔡荣如竹铜倒豆子般 把洛家的消息全部告知 洛家最强战力只有一名天玄境高手 剩下的都是一些小楼 蔡荣一番话搞得三位长老一阵无语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敬业的叛徒 那大阵是怎么回事 知道怎么破解或者从哪可以绕过去吗 那大阵是着凡临走石流下的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 各位长老可一定要相信我们呢 行了行了 这么敬业的叛徒 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们 可还没等三人说完 三位神赵敬强者已然来到屋内 三人反应过来 赶忙上前行礼 参见三位供奉 刚刚我们发现风铃城外来的三个人 一个断骨五重镜 一个天玄六重 还有一个却是神赵六重的强者 而此刻男人突然一惊 糟了 那个神赵高手向这边来了 神赵六重的强者来这里干嘛 究竟是敌室友 话音贵中 一道金光已轰至房门外 烟雾散尽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而三位神赵敬长老一脸惊讶 您 您是 天刚狂尊 立 立今天 当不可一世的三位长老 看到三位神赵敬的客座供奉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而三位供奉看到神赵六重镜的立今天 更是惊得连嘴巴都合不上 真是你强人你强 老子就是狂 而三位供奉逼还没装完 就被立老一个大笔东扇飞出去老远 幽敏谷供奉惶恐道 您 您是 帝王门客座供奉 天刚狂尊 立今天 还没等他说完 立老一把抓住他的头问道 废物 为什么迟迟还没能拿下落家 害得老夫又跑了一趟 而一旁的蔡家父子 已经被下的满头是汗了 那 那可是客座供奉 神赵敬强者 就随随便便给了人家一巴掌 而一旁快活灵的客座供奉慌忙开口了 我们埋伏了六个天玄高手来围杀他 难道这样都被他给逃了吗 话还没说完 立老一巴掌就又扇了过去 你们这么多人都没能拿下那个小子和落家 真特么的一群废人 现在所有人 有一个算一个 和老夫一起去攻杉 而一旁药王殿供奉却说道 我们还没接到家主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 放你喵的狗屁 那三个老家伙不就是想拿下落家吗 现在老夫来了 你们还特么的犹豫什么 现在马上跟老夫去攻杉 否则老子不介意现在就宰了你们 随即化作一道金光飞向远方 而这时的两人一同问道 现在怎么办 幽名鼓供奉说道 还能怎么办 还嫌巴掌挨得不够多吗 说完三人也一同跟上 而剩下三位长老也是不敢怠慢 六道光芒都跟了上去 只剩下瑟瑟发抖的蔡家父子 蔡家主感慨道 在这四位强者面前 就算那三个天玄境的长老 也如同蝼蚁一般啊 谢 你还有脸说别人 也不看看当时自己的内副德行 与飞妹妹 我们两家一向交好 为何你如此说父亲 你也是一样 没出息的家伙 而一旁的孙家主慌忙说道 与飞 我们也赶紧去黑风山吧 爹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 当然是给各位长老供奉加油补契 女儿你记住 能否得到大家族的青睐与关照 就靠这些细节了 听闻此话的蔡家父子 感觉十分有道理 亥隆慌忙拉住儿子赶往黑风山 不能让孙家压我们一头 我们也赶紧去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说不定我们还能抱上帝王门的大腿 到时候看孙家 还敢在我们父子面前嘚嗦吗 爹 你说的没错 到时候孙宇飞那个小贱人 还不让我蹂躏 画面一转 此刻的黑风山内 洛家众人围站在一起 讨论着该如何应对三世家的围攻 而此刻的众人都是一脸惆怅 洛云长身之浊帆布置的防御大阵 以自己的能力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而就在这时 洛云长惊恐地发现 自己失去了东方独龙镇的控制权 而此刻的天空七道流光滑过 厉老带领着三家的长老 与供奉你来到黑风山 众人站在防御大阵旁一阵感慨 一旁快活灵客座供奉说道 真是难以想象 这是一个三流家族布置出的阵法 而此刻的厉老却一脸欣喜 心中暗想老夫投靠的洛家 果然气派 随即指挥三个天旋 进长老去破东边的独龙镇时 剩下的三位供奉跟我来 四人一眨眼的功夫 已然进入了黑炎镇身子 此刻的洛云长察觉到 有四位强者闯入了南方的黑炎镇中 刚进入大阵的一刹那 大阵已到达崩溃的边缘 众人皆是一脸惶恐 这该怎么办是好 要是卓凡在就好了 洛家遭受四名神兆强者围攻 就当防御大阵即将崩溃之时 洛家的雷长老请营道 就让我来会会他们 而一旁的洛云上焦急地表示 那四位任何一人都深不可测 即便在大阵的加持下 我们也根本不是对手啊 而雷长老拳头紧握地说道 以前洛家因老夫而亡 现在就拿老夫的这条命陪上吧 你们快走吧 老夫先挡他们一阵 而此刻的众人深知 雷老去了根本就是送死 这时的旁护卫也来到近前 我一生受洛家恩惠 岂能在危难之际选择离开 只不过再没机会见我那卓凡兄弟一面 而一旁的雷雨婷也是静止向两人走去 洛云长还想出声阻拦 却听到雷雨婷说道 义父带我恩仲庐山 我怎能看着他去死 带你看到卓凡那小人 帮我狠狠给他两巴掌 他走那么久 我临死前都没能见他最后一眼 姐姐 他们都要去赴死吗 云海 你记住 我们虽然没了爹爹 但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 等你逃出以后就去找卓凡大哥 找到他你就一定会没事的 那姐姐 你呢 云海 你要记住我们的家训 忠肝一胆 我不可能抛下他们而不顾的 说罢 转身向山洞外走去 而此刻的三位供奉这边已然进入了黑炎镇之中 一旁幽冥谷供奉却说道 此乃五级阵势 威力不可小觑 可惜操控阵势者实力太弱 否则就算是帝王门的高手全部攻打 也是个难啃的骨头 正在几人交谈之际 阵法中缓缓走出一人 历劳等人也是一惊 随即说道 来着何人 我乃洛家大长老为云天 天玄一重的垃圾就当上了大长老 洛家果然是不入流的三流家族呀 而历劳却暗想到 洛家应该是个影视大家才对 比起七世家也不遑多让 有着卓凡那种变态的管家在 这长老实力怎么这么低 不对 卓凡一个断骨五重镜就能连杀六名天玄强者 难道这类长老也像卓凡一样变态 能有斩杀神照镜强者的实力吗 如果是这样一切就能解释得通吗 随即吩咐幽冥谷供奉上前与之对战 幽冥谷供奉一脸自信的就要上前杀了这个嚣张的老头 而在厉劳眼中这个家伙依然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这个白痴肯定被洛家人的修为骗到了 而此刻的雷老一声大吼 身旁紫雷闪动 气势汹汹的就冲上前去 却突然被人家一巴掌拍飞出去老远 厉劳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我擦 这特喵的不应该是幽冥谷供奉被秒杀吗 怎么不按剧本走呢 卓凡来的时候千叮明万嘱咐 让我保护好骆家人的安全 这特喵的要死一个 我咋交差呀 而就当幽冥谷供奉嚣张之际 天空中突然一道金光杂落 旁护卫闪亮登场 紧接着雷宇婷也来到雷长老身前 就当幽冥谷供奉想嘲讽两句之时 几条阵法广化的不龙嘶吼着向他扑去 一声巨响过后 骆云上也跟了过来 我们是一家人 要死也是一起死 我是不会抛弃你们的 而一旁的雷老问道 云海呢 他去哪了 他已经长大了 马上突破聚齐镜的人了 我就让他独自去找卓凡了 而这时被独龙镇村市的幽冥谷供奉 缓缓开口了 原来还跑了一个聚齐镜的小鬼啊 你们骆家的管家卓凡竟杀我七家长老 今天我就把你们骆家赶尽杀绝 一个不留 等会杀了你们 我再去找到那个小鬼 亲手杀了他 听闻此话的骆家等人都被震慑在当场 而这时一阵声音响起 不劳你们找了 小爷我来了 只见骆云海信誓旦旦的拍着胸口 我们骆家的祖训就是忠肝义胆 我岂能丢下你们苟且偷生 听闻此话的众人都露出欣慰表情 而此刻的历老才察觉到 骆家以后的崛起并非是拥有多少强者 而是整个家族都透露着一股情合力 这样形成的凝聚力 日后的骆家必将崛起 而这时的幽冥谷长老狂笑道 骆家人已到齐 现在我就一口气解决你们 骆云上怒吼道 想动我的家人 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随即启动黑炎大阵向幽冥谷供奉轰 而幽冥谷供奉身旁气息一阵黑炎瞬间被震飞 骆云上被震的口吐鲜血 众人连忙上前搀扶 五级阵法的确厉害 不过可惜你实力太弱 根本不配操控大阵 我现在就把你们一个个屠杀带紧 忽然一阵鲜血溅出 此刻的众人都是一脸惊讶 慌忙转头向身后望去 只见快活灵和药王殿的客座供奉身体 已经被两只大手贯穿 三世家为了铲除洛家与着返 不惜派出三位神兆境强者 而就当幽冥谷供奉要斩杀所有洛家之人时 厉老突然发难 直接就解决了两名神兆强者 嘴手就让两位客座供奉血洒当场 而看到这一幕的幽冥谷供奉 已经被吓得神不附体了 结结巴巴的想询问厉老这是怎么回事 而此刻的厉老应沉沉地说道 还没想明白吗 你们这群白痴 这是个圈套 专心为你们设计的圈套 听闻此话的幽冥谷供奉转身就跑 一刻也不敢停留 生怕慢一步就会葬身于此 可厉老却不为所动 只见他两指抬起 意念所动防御大阵的黑炎瞬间把他包围 而幽冥谷供奉还在诧异力 今天怎会使用此大阵之时 厉老并没有做出回答 而是阴森地说道 刚刚你们不是嫌弃阵法威力不够吗 现在老夫操控这阵法 你感觉够吗 随即立老口念法绝黑炎四起 只一瞬间 一位神赵静强着就此欲目 而洛家等人皆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画面一转 此刻的三世家长老这边 要往店长老掏出壁毒丹 刚得两人服用下去 眼方就出现两道身影向这边走来 等到两人靠近 卓凡与严嵩已然站在面前 看到两人的三位长老满脸惊讶 断骨修为的家伙 难道他就是卓凡 随即就拿出画像与之比对 而发现真是卓凡本凡之后 三人也是一阵后悔 早知如此 就不该闯这个大阵 卓凡这个怪物可是出了名的很 仅凭一己之力就斩杀六位天玄境高手 而这时的卓凡却缓缓开口道 放心 我还不屑与你们动手 就让我洛家这位单房长老与你们交手吧 而严嵩一脸自信的让卓凡放心即可 这些家伙都不是什么成名人物 老夫一人足以对付 听闻此话的卓凡随即顿血 而三位受到藐视的长老破口大骂 黄口小儿 你装你马啊 你以为你是卓凡啊 我由老六不杀无名之辈 快报上名来 老夫怕报出名来吓破你们的狗胆 呵呵呵 若家这么一个三流家子 除了卓凡这个怪胎以外 竟还有跳梁小丑出来 真是可笑啊 那你们可听好了 老子乃是独守药王 严嵩 三世家围攻黑风山却被卓凡一一攻破 并令严老除掉三世家长老 而三人听到严嵩自报姓名之后 更是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而药王店长老心中暗想 严嵩不是在花语楼被卓凡斩杀了吗 怎么又好端端的站在这里 而且还成为了洛家的单房长老 严嵩阴沉一笑 看来你发现了吗 严嵩长老 竟然真的是你 你为什么要判出药王店 而严嵩却缓缓道 以前的那个独守药王 已经在花语楼被卓凡杀了 算是因公殉职 死得其所 而现在的我 是一个重生的严嵩 有何来判出之说 再者 老夫不在药王店 独守药王的名号 你们不就有机会了 我死了之后 估计你们都暗自窃喜了 此刻的三人看严嵩的态度 深知这场恶战必战无疑了 随即要王店长老 就率先发难 独掌放话的巨蛇 就向严嵩哭去 而严嵩嘲讽道 严正兰 你个连七彩云裸掌 都修炼不明白的废物 也敢在老子面前搬门弄死 真是找死 随即七道独掌放话的 娇容嘶吼着 就向严正兰冲去 而就当严老愣神知己 三世家的两名长老 已杀到严嵩面前 严正兰狂笑道 严嵩 你中计了 而就当几人以为 就要得手之时 严老一阵抱贺 瞬间两条毒龙从身边窜出 而严正兰这边的两道毒龙 也来到了境前 一声巨响过后 严正兰瞬间被阵飞了出去 等烟雾散尽之后 三人齐齐看向严嵩 而严老却戏谑道 以为老夫没有七彩 罗云掌的毒物庇护 只要在这里 老夫就是无敌的存在 四周都是毒物 老夫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就这也想暗算老夫 真是一响天开 而这时的三位长老 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 而另一边的护山大阵外 孙家妇女正慌忙地赶路 这时孙家主忽然喊了一声 恭迎六位长老齐开得胜 孙与飞一阵汗言 父亲 这里又没有人 您这是干什么 傻丫头 这次六位长老必将横扫落家 现在练习练习 免得等会儿见到 各位长老出现插翅 与飞你也快跟为父一起练习来 而这时又听见一声 恭贺利老大胜而归 蔡家主一脸嚣张地说道 要投奔就投最强的帝王门 只要取得他老人家的欢心 附属家族什么不都有了吗 孝亭快跟爹一起练习 而孙家主却说道 蔡荣不得不说你没见识 这供奉虽然强 但在家族中是不问俗事的 只有长老才掌握实权 听闻此话的蔡家父子 感觉十分在意 而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拍马屁这种事情 拍不好可是会惹祸上身的 你拍了长老没拍供奉 岂不是冷落了供奉 听闻此话 两家主突然像想明白了些什么 可随即发现是谁在说话呀 而卓凡从树林中缓缓走出 闭脸和善道 别紧张各位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 来这里看戏的 各位长老围攻黑风扇 孙蔡两位家主正练习 如何拍几位长老马屁之时 卓凡却从树林里缓缓走出 一脸善笑地看着众人 别紧张各位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来这里看戏的 而这时的两家主也是后怕 怎么会遇到这个杀星 蔡家主赶忙装起好人当 卓凡念在咱们都为洛家孝伯利的份上 我劝你还是赶紧逃吧 殊不知蔡家主的想法 是赶紧把这个杀神忽悠走 以免获释上身 而蔡家主这点小伎俩 在卓凡眼里简直不够看 而这时作死的蔡孝婷却说道 爹 他才断鼓舞重进 我们和孙伯伯联手拿下他去向七世家邀功 我们两家不就离越龙门了吗 蔡家主看着傻叉一样的儿子 刚想让他闭嘴 可蔡孝婷还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自豪 孙家主心中暗想 真是个傻叉 还分不清局势呢 哼 拿我的脑袋献给七世家 真是不错的主意吗 而一旁的蔡家主已经被吓得满头大汗 芳芒解释 还哭口活心地让卓凡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不然等长老出来就真的走不了了 而卓凡却玩耳一笑 老子的阵法老子自然清楚 里面要能跑出一人 我把脑袋都给你们 话音未落 一个人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来人竟是要王殿的严正兰 这不是啪啪打脸吗 卓凡瞬间恼怒不已 冷冷地问道 你是怎么出来的 我只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 我 我趁严松不注意闯出来的 切 你应该死在里面的 那样最起码还能留个全尸 说罢了 一道道寒光就将严正兰大卸八块 此刻的众人已经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而蔡孝婷更是吓得瘫倒在地 嘴里大喊着怪物 稍微冷静下来的两位家主庆幸道 刚刚幸好没有莽撞行事 真要拿卓凡当作断骨武重镜 估计我们现在死得连渣都不剩了 而这时严松也从远方走来 看到地上的尸体仿佛明白了些什么 慌忙说道 多谢卓管家帮我收拾掉这漏网之鱼 严老 以你的本事怎么会让此人逃出大阵 严松赶忙解释是刚刚一时掉以轻心才让这家伙跑掉 卓凡却说道 我刚刚和这群人打赌 如果有一人能逃出这大阵 我甘愿把脑袋奉上 你这不是啪啪打我的脸吗 听闻此话的严老狂咽了下口水 卓凡紧接着说道 我现在面子丢了 你感觉我应该拿谁的脑袋顶罪 此刻严老已是悔恨不语 本想同门之情 放言正兰那小子一把 可没想到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火 随即严老突然灵光一动 指着孙家和蔡家等人说道 卓管家这不是有着四个县城的头颅吗 而卓凡也是会心一笑 这样也好 他们死了 我吹的牛就没人知道了 而听闻此话的几人慌忙磕头求饶 只求卓凡能放过他们一条小命 而卓凡都不屑正眼瞧他们 随即吩咐严老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问到那两位施家长老怎么样了 严老说道已经出力掉了 那好 这几个人就留给云海那小子出力吧 也该教教他该如何当家主啊 而这时 一群人从大阵走出 在阎老的带领下洛家等人都安然无恙 看到卓凡都是欣喜不已 洛云海更是一把扑向卓凡 两年没见 几人都变化颇大 而这时雷云婷来到卓凡面前 上前就是一巴掌扇去 杀人不眨眼的魔皇卓凡 却被一个女人反手给了一个大嘴巴子 而被打的卓凡还一脸诧异 心想这女人发什么疯 却只看见雷予婷已经泪流满面 自从你走后 你知道我们扛下整个洛家有多累吗 卓凡歉道 我知道你们这两名为洛家操心了 现在我回来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转头的瞬间却看到受伤的大小姐 大小姐却说道 欢迎回家卓凡 随即就晕倒在了男主身上 而男主还在回忆刚刚那句话 家吗 我一带魔皇也算有家了吗 画面一转 此刻富丽堂皇的房间内 洛云商缓缓睁开眼睛 旁边的丫鬟欣喜道 小姐你终于醒了 而洛云商随即问到卓凡呢 他去哪了 卓管家正在开会 估计一会就来看你了 不行 我要去找他们 等等小姐 你身体虚弱 先把这参汤喝了吧 而洛云商却不管不顾地前往了会议室 此刻的会议室 卓凡坐在椅子上问道 雷长老 你现在修炼得怎么样了 老夫愚钝 两年了一直未突破 的确是够愚钝的 以你的资质确实很难突破 随即雷云廷怒吼道 卓凡你什么意思 一回洛家你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这两年都可是我们称的洛家 你还好意思说 两年前我让你组织的暗影队 一方面作为家族潜在力量 另一方面作为家族的耳目 打探天与帝国的消息 可谓和洛家的联络点 都是一些小城战 别说帝都了 连七世家主要的城池都没摸进去 哼 你以为混进去有那么容易吗 我派出十拨人去幽冥谷 主要城池都被揪了出来 幸好他们都是死士 不然一年前幽冥谷的人就来到这里了 那只能说你无能 我是怎么混入花语城的 你不提此事我都忘了 卓管家为家族奔波 还不忘四处留情 真是好生潇洒呀 正当两人吵得起劲之时 庞护卫慌忙上前打圆场 卓凡兄弟做的一切肯定也是为了家 这不是也给洛家带回两位高手吗 而此刻的卓凡画风一转 指向庞护卫 干得非常好 当初我给你磨煞绝的时候 就没想到你能活着练成 看来远超我的预期了 听闻此话的庞护卫也是满脸汗颜 幸亏老子修炼的时候挺过来了 放心 练成之后你已脱胎换过 日后必将成为洛家的注尸之一 而卓凡眼睛突然望去 臭小子 你现在修为怎么样了 卓 卓大哥 我还是个孩子 求放过 我特喵地问你修为是什么境界了 洛云海心想 你分明能看出来还问我 但也赶忙回答道 筑基九层马上突破聚气境 随即旁护卫插嘴道 卓管家 云海每天都刻苦修炼 两年就达到了筑基九层了 可以说是天才之姿了呀 那么每天修炼几个时辰 而洛云海自信满满地伸出三根手指 那行 以后再加七个时辰 凑个整 一天十个时辰吧 听闻此话的洛云海如同晴天霹雳 卓大哥 这样会把我累死的 放心 我天天给你喂丹药 不会死的 一天还有两个时辰休息的时间 你就再拿出一个半时辰来读书 免得你肌肉发达 头脑简单 随即就把五年家主三年模拟递给洛云海 而看到这一幕的厉老和言松 也是暗自一笑 爷的家族继承人都是风光无限 众星捧月 没想到这小鬼碰到卓凡 反而落下了个凄惨的童年 不过在卓凡的鞭策下 再加上这个小鬼的天赋 洛家崛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两位天与帝国屈之可数的强者 跟随卓凡投靠洛家 本以为洛家是个隐世大家 与七世家也不遑多让 可万万没想到 洛家竟如此落魄 两人心中都不免有些失望 而这时大小姐来到众人面前 像两位长老行了一礼 而立老两人却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卓凡也察觉到了他们的些许变化 恼怒道 当初加入我洛家可是你们自愿的 现在又给我搞妖娄子 怎么 加入我洛家 有损你们脸面吗 听闻此话的两人也是一惊 而洛云商却开口道 阎老 立老 首先感谢你们能够加入洛家 但我也知道 洛家这样的小家族 不配拥有二位这样的大人物作证 但请你们一定相信 只要有卓管家和你们的支持 洛家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若二位执意离开 只能说我洛家没有这部分 而两人相识一望 仿佛在思考些什么 而这时的浊凡怒吼道 你们两个老家伙 别特么的别脸不要 你们不就是嫌洛家弱吗 老子向你们保证 五年 不出五年 老子必将让洛家与七世家齐平 不出十年 必将超越七世家 成为天与帝国第一大世家 若你们执意离开 我也不阻拦 近来容易 出去的话 都特么的给我躺得出去 听闻此话的两人皆是一脸惊恐 慌忙跪倒在地 请求卓凡与大小姐的宽恕 而洛云山赶忙向前扶起二人 并看向卓凡 想让男主放过厉老二人 而卓凡却一脸凶恶 今天之事若不是大小姐为你们求情 我定不饶你们 独有下次 你们知道后果 此刻的厉老二人已经被吓得满头大汗 他们深知卓凡的手段也不足了 而卓凡突然大喝一声 给我滚 两人慌忙退了下去 卓凡 你走这两年 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厉害 都不像我认识的那个你 而且你是不是对他们过于严厉 玉下之道 必当恩威并施 你平时对他们都是施恩 我回来就要向他们示威了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洛家真正的主人 可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呢 在危急时刻 生死与共之际 人都是会变的 要想自己手中权力地位不变 就要时刻警惕所有人 也许你最信任的人 明天就会成为你最大的敌人 就像七世家本是开国功臣 但现在都成为了皇室的隐患 难道有一天你也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吗 也许吧 那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上 也不愿与你为敌 而卓凡突然注视着骆云商 默默地叹了口气 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清呢 画面一转 此刻的大阵外 一个身穿铁甲的人站在山崖上 元帅让我们千里迢逃地来到这 能见到如此高明的大阵 果真有高人居住在这里啊 就当洛家刚经历一场恶战后 又迎来了四个不速之客 而四人其中一位相貌英俊的男子感慨道 这平级之地 竟有如此奥妙的阵法 竟连我一时都难以参透 如若有人操控这大阵 哪怕是天玄境修为 恐怕我四人合力也难以攻破 他奶奶的 人家有大阵护着 那我们还千里迢迢地持缘个屁啊 而一旁的黄发蓝呵斥道 三帝 君令如山 元帅让我们持缘这里 不管这里是刀山火海 还是固若金汤 我们都要赶来 难道你忘记你上次喝酒物 是被元帅惩罚的事吗 听闻此话的红发蓝瞬间耸 一旁之人也是一阵暗笑 而就在此刻四人齐齐抱拳喊道 天玉帝博独孤元帅坐下四大将 前来拜见黑风山洛家主人 而此刻的灼烦突然一惊 什么 四柱之二的战神 独孤战天的手下怎么会来到这里 大小姐你先带云海去修炼 我出去看看 随即消失在房间之内 而一阵子黑色雾气越来越猛 此刻的男人突然一惊 灼烦已然来到近前 在下是洛家大管家灼烦 不知四位是 我们四人乃是独孤元帅坐下四大将 得知洛家有难 奉军令前来池援 在下是孤独风 我是独孤林 我乃独孤火 独孤山 风铃山火 天玉四虎 早就听说四柱之二的独孤战天 有四翼子 各个骁勇善战 实力惊人 因他们四人在战场上屡历战功 被人称之为天玉四虎 老大独孤风 其疾如风 擅长突袭作战 号称疾风 老二独孤灵 其徐如灵 兵法韬略 烂熟于心 以惊之洞 号称卧灵 老三独孤火 脾气火爆 勇猛无敌 号称猎妖 老四独孤山 不动如山 更是有着一副当关 万副莫开之勇 最擅长防御 号称镇伤 四人联手在战场上杀敌无往不利 常伴随独孤战天身旁 形影不离 如果他们都来了的话 那独孤战天离这也不远了 而这时一旁的独孤风说道 卓兄弟不必四处张望 这里只有我们四人 我们是奉命千里持援的 元帅稍持就到 那行 我会把这件事告诉大小姐与少女 你们回去吧 什么 连门都不让进 岂有此理 你这卓管家好生无理 我们千里来支援你们 你不敢恩就算了 进连门都不让我们进 不瞒各位 前几天我洛家刚经历一场恶战 伤亡惨重 万一你们和那些家伙是一伙的怎么办 你说你们来持援的 你们要趁虚而入 岂不是给我洛家带来灭笔之灾 独孤林暗想此话在 这卓管家并非轻视 而是小心谨慎 而独孤风却说道 我们乃是独孤老元帅坐下降落 坐视一向光明磊落 绝不会与歹人为伍 难道你还不相信独孤元帅的人品吗 独孤元帅乃我天与注视 我洛家全体上下一项尊敬 尤其是大小姐和少爷 每天沐浴焚香祷告 祈求元帅身体安康 拥倒我天与帝国不倒 听闻此话的几人都欣喜不如 没想到洛家之人竟如此爱戴我们衣服 而这时的卓凡却画风一转 元帅帐下的天与四大将 这世道冒充的人太多了 不能信誉为真 而老大独孤风却说道 卓管家此乃我独孤大军的将军令 可以当作姓武 而卓凡却摇了摇头 不是说了吗 这年头甲的东西太多了 你说什么姓卓的 别特么的别脸不要 信不信老子一路打进去 几个破阵也能拦住 你看看 原形毕露了吧 独孤老元帅至君严明 爱戴百姓 怎么会有人强闯别人宅院之说 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独孤火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老大独孤风呵斥到 混蛋 你想让元帅背上七名的污点吗 听闻元帅之名 老三独孤火也是冷汗之流 而卓凡却邪媚一笑 还是等独孤老元帅来给你们证明吧 随后消失在众人面前 老二独孤灵却问道 大哥现在我们怎么办 该如何向元帅禀报 先在封灵城附近找个客栈落脚 元帅问起就如是禀报 这洛家果真不简单 这么偏远之地 竟能摆出四个五级大阵 看来得需要元帅亲自出面了 黑阵天下的天羽似虎千里持缘洛家 却被一个小小的管家阻挡在外 甚至连门都不让进 而老大独孤风却看出其中的玄机 只能等独孤元帅亲自前来了 而黑风山洛家这边 大帝突然颤抖 来了 好大的气派 不愧是天羽帝国的战神 所有人都给我准备好 洛家能否崛起就看这一次了 话音落下 门外的人纷纷顿去 小子 接下来就委屈你了 一定要演得像 把你平时飙戏的演技给我展现出来 卓大哥 非要这么做吗 你说呢 眼砸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呢 画面一转 此刻的风铃城外 战马孤笑而过 数以万计的独孤铁骑威严地站在城门之外 而天羽似乎早已在城门外等候多时 看到来人 四人齐齐跪倒在地 末将四人 功赢元帅大人 而只见战神独孤战天身 骑一匹高大魁梧的棕黑色骏马 国字脸 破天美 坚毅的眼神中透露着不怒自危之事 随即开口询问洛家如今的现状 而老大独孤疯道 洛家现在一切安好 那就行 也算没有辱墨黄恩 你们去洛家探查有什么情况吗 在我们来之前 洛家遭遇过袭击 什么 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伤亡多少 歹徒抓到没有 这 这个 我们全然不知 我让你们提前来 你们连这点小事都给我办不好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难道一点小事 都要让我亲自教你们怎么去做吗 来人 给我军法伺候 而这时的老大慌忙说道 连帅息怒 听我们解释啊 那黑风山上乃有四个五级大阵守护 而洛家也是刚受到重创 我们贸然进入 恐怕使人生你 所以才等到您来再做定夺 难怪了 陛下如此着急让老夫回来保护洛家 这里果然有高人隐居啊 既然是五级大阵守护 进不去我也不惯意 而一旁的老三独孤火却说道 连帅 这小小大阵要不是大哥拦住我 我早给他破了 估计现在已经在洛家了 这么的 狗东西 老夫军中有不问字拿善闯民宅的人吗 你特喵的要敢硬闯进去 败坏了老夫的军规 老夫狗头给你砍了 被呵斥的老三一脸无奈 而这时的老大说道 连帅 那洛管家说您到了才让我们进入 看来另有深意 似乎有一请您过去 老夫奉皇命而来 本无意去洛家 不过既然有高人 那老夫就要去见上一见 传本帅命令 大军不得进入城池扰民 在东南方二十里外安营扎寨 一声令下独孤大军息息响应 这时一旁的老三说道 元帅 洛家那个卓管家十分谨慎于刻骨 一会儿对您要言语青年千万别动 而老二却说道 那卓管家并非小心 而是另有玄机 目的就是为了见元帅 至于什么目的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你们四人还是灵儿看得透彻 这洛家见老夫 肯定有所图 好 就和老夫去看看 他们究竟要搞什么鬼 天与帝国四处之二的独孤占天 为了一探究竟前往黑风山洛家 大阵外天与元帅高喊道 独孤占天拜会洛家主人 而这时阵法外子屋慢慢消散 再次望去卓凡已然来到境前 拱手道 在下洛家大管家卓凡 拜见独孤元帅以及四位将军大人 你就是洛家管家 听说你很谨慎 我的四位将领拿出令牌你都不信 怎么这一次一见到老夫 就确定老夫就是独孤元帅 无怕老夫也是冒充的吗 独孤元帅说笑了 战神在世 天下谁敢冒充 那么 就开始我的表演吧 您那一身气势谁能模仿得了 在下只是远远一闻 就秀出您那股如雄魂力量在体内奔投 也只有当今的独孤元帅 才能拥有这等蓬勃的力量 可谓是真男人 真汉子 宝刀未老 天下无敌 我对您的崇拜可谓是长江泛滥滔滔不绝 又如海蹄溃崩 一发不可收拾 一阵彩虹屁给其余四人吹的木凳口呆 独孤战天荒芒打断道 好了好了 老夫明白了 而独孤元帅 一脸无奈地感慨道 真不知这穷乡僻扰之地 却真有高人坐镇 连一个管家都有着如此拍马屁的实力 老元帅随即问道 小兄弟 老夫现在可以上山拜见洛家主人了吧 早已恭候多时 请各位将军一步俯中 嘿嘿 现在知道我们是真的了吧 卓凡随即回答道 当初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各位不要见惯 而老二独孤灵却暗想道 应该是想多了吧 如果这一切都出自这么一个年轻的男子之手 那么他简直就是另一个诸葛长风啊 画面一转 在卓凡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洛家演舞场 而看到如此场面的洛家 独孤战天也是一愣 卓凡却说道 元帅切勿见惯 先前有歹人袭击洛家 现在洛家全体上下都在严阵以待 尤其是护卫们 日夜操练 老元帅乃是天与帝国战神 是否能指点一下我洛家的儿郎 我洛家上下当真感激不尽 而来到演舞场的独孤战天等人皆是一惊 演舞场上的士兵正在整齐地操练 发出阵阵大喝之声 可谓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而这时的浊凡却心想 这独孤战天常年行军住在营帐中 对这些营帐自然是亲切无比 也不枉我把洛家所有的房子都拆了 改成了行军营帐 只为投其所好 制造出一点亲切感 而老元帅却感慨到 真是难以想象 这一个个如此年轻的孩童 有的甚至不足十岁 竟能有着如此精淡的神色 老夫带兵数十年 自认带兵友方 但也没有办法将士兵短时间内 打造成一个拥有如此坚异神色的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 在这如此平级的洛家竟能有人做到 果真是山中出高人啊 而卓凡却心想 意志不坚定的孩子早被磨练死 然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我们洛家刚遭受大难 只剩下些残兵败将在这里操练 实在让您见笑了 你小子少来这套 这些小子虽然修为尚起 但个个眼神犀利可谓是精兵中的精兵 如果这些都是老弱病残的话 原先的洛家护卫兵团岂不是都是怪物 那还用老夫来支援你们呢 而卓凡却察觉到 独孤战天果然不喜欢序的 真不愧是天语战神 刚之不阿 我现在真想见见你们洛家家 究竟是怎样的人物 能训练出如此精锐之兵 并不知出四个五级大阵 而身后的四位大将也是暗想 这洛家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能有如此能耐 让天语战神都想拜见一番 不过 这小小的护卫队的确比我们的精兵还要强上许多 而这时的卓凡却说道 看来元帅是等着急了 那就随我来吧 想必家主也等着急了 卓凡带领着几人一路前行 经过一处宅院时 里面却传出朗朗读书声 而老元帅还在狐疑 是谁在此朗读兵书 卓凡却说道 我差点忘了 少爷已经扎马布十个时辰了也该休息了 随即众人都跟上前去查看一番 当两人推开门时 老元帅突然一惊 只见骆云海颤颤巍巍的蹲着马布 少有差池可能就菊花一景 看到这一幕的老元帅不解的询问卓凡 而卓凡却说道 我们洛家全体都很尊重独孤元帅人 所以全家老少都是以军事化要求自己的 尤其是少爷 更是一边训练一边背书 也好日后能败入您的麾下 而老元帅也是一脸猛逼 心中暗想着 洛家主人练兵固阵都这么 投奔我干鸡毛 这洛家上下都透着一股神秘感 到底想要搞什么鬼 而卓凡却紧接着说道 元帅 我们少爷投奔了 您老会收吗 那自然是愿意 年轻人愿为国家出力 征战沙场当然是好事 而卓凡赶忙一把抓起洛云海说道 少爷还愣着干什么 独孤元帅愿意收你 赶紧去倒茶呀 洛云海慌忙剑兮兮地去倒茶去了 心想 只要不扎马不干什么都行 而独孤老元帅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卓凡打断道 元帅 您不知道 小少爷能够跟随您是我们洛家全体上下一生的心愿 而卓凡却邪媚一笑 仿佛阴谋得逞了一般 天与帝国的独孤元帅 本想去洛家拜见一下高人 却糊里糊涂地把人家少爷收了 正当几人谈话间 突然听到洛云商惊呼道 独孤元帅 真的是你 我还以为在做梦呢 而独孤站天转头询问卓凡 此人是谁 卓凡赶忙介绍道 还没给您老介绍 这位是我洛家大小姐 洛云商 而卓凡来到洛云商进前说道 我的大小姐 你刚刚飙戏飙过头了 听闻此话的大小姐也是一脸尴尬 随即卓凡介绍道 这是独孤元帅与帐下的四位将军 洛云商赶忙上前行礼 参见元帅 小女不知元帅驾龄 没能出去迎接还请恕罪 独孤元帅却笑道 无妨无妨 而洛云商转头看向四位天羽四将 简简单单地回眸一笑可谓百昧荡漾 瞬间引得天羽四大将 各个面红耳赤 而这时的卓凡暗想 真是应了那句话 镇守天羽边关三年 母猪也能赛貂蝉 一点也不假 而卓凡随即提议道 元帅今日能来到我洛家 不如我们喜上加喜 结个亲如何 听闻此话的老元帅一愣 结亲 随后问道 不知洛家主会不会同意 洛云商赶忙回答道 放心元帅我爹爹肯定同意 他都期望好多年了 老元帅看向自己的四个义子 各个像发了情的母猪一样 他们跟我厮杀疆场数十年 也该成个家了 既然洛家主同意 老夫自然是乐意至己 随即卓凡给洛云海使了个眼策 洛云海一把跪倒在地 您请喝茶 独孤元帅刚喝上一口 就听见洛云海说道 孩儿洛云海 拜见义父 独孤元帅一口茶水全喷了出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刚刚叫我什么 而一旁的几人也是心中暗响 元帅刚刚只答应收他当大口兵 什么时候收他为义子了 而洛云海却说道 义父 孩儿这样称呼您不对吗 着凡赶忙帮腔道 是啊 元帅刚刚您不是说同意洁亲一事吗 难道您堂堂天与元帅 而此时的独孤元帅一脸目呢 这卓管家说杰亲 也没说解哪种类型的亲呀 这洛云海拜义父 也是杰亲的方式一种 只是洛云商在场 便下意识以为与他杰亲 不过这丹西跪地双手奉茶 也是认负一事 这只能怪老夫一时迷糊呀 而卓凡却开口道 元帅以为是哪种杰亲呀 识别的老元帅 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而卓凡随即吩咐洛云海 赶紧给你一副�3的响头 而老元帅心想 原本想给这四个傻子 讨个媳妇 没想到讨来个弟弟 而洛云海上前 就是咚咚咚三个响头 老元帅心中暗想 这小子资质也算不错 整个洛家又如此推崇军员 收在帐下以后 说不定也能成为 老夫的一员伙将 随即嘱咐道 云海 今日你拜我做义父 就要遵守我独孤家的规矩 老夫一向公私分明 只要老夫站甲不离身 你就要行我元帅 不能称为义父 若违反军规 老夫绝不姑息 有不明白的 你可以询问他们四个 还有就是你要赶借 老夫一子的名义姿势 被老夫发现 定斩不饶 是 义父 不不不 元帅 随即卓凡拱手道 恭喜元帅 又收一位聪明伶俐的义子 也恭喜四位将军 又得一位肝胆相照的兄弟 而四人却是一脸尴尬 心想 我们兄弟够多了 我们只想要媳妇啊 而这时的独孤元帅说道 卓管家 义子我也收了 是不是该去见见洛家主了 而卓凡却缓缓抽气头 我想家主也早想见元帅 那就跟我来吧 几人一路前行 来到义营帐前 卓凡示意元帅请进 当独孤元帅进入营帐 却看到一座灵堂 赫然是洛家主的灵位 看来还是我来晚了一步 让歹人得爽了 各位急哀哑 而此刻的卓凡却露出一抹邪笑 天宇元帅来到洛家拜见洛家主 却发现洛家主已被歹人杀害 那就自己还是来晚了 随即独孤占天及四位大将 持相继拜过洛家主后 叹息道 洛家主一个断骨镜的修者 能布置出四个五级法阵 并训练出如此精锐的护卫队 实在是千古七才 不过真的是可惜了 如果洛家主还活着 老夫真想将他请入我军中 做个参谋将军 我带领将士们每次在战场上厮杀 都缺少大阵的辅助 如果能得到一名高级阵法师 老夫的独孤军团 必将更上一个层次 而卓凡却一脸汗颜 幸亏没有承认 阵法是我不止的 不然真被他拉去当大头兵了 随即老元帅愤怒道 是哪些歹人竟如此凶残 告诉老夫 我必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而卓凡却意识道 终于来了 就等你开口上钩呢 随即露出一脸为难之色说道 老元帅有所不知 那些歹人势力太大 而且个个凶残无比 我们洛家十万多家丁 现在被他们杀得连一万都不到 而洛家姐弟也是一阵汗颜 咱黑风山本来就不到一万人好吧 而老元帅却信誓旦旦道 我天宇帝国境内 居然还有如此泯默人心的歹人 你告诉我是谁 老夫回朝第一个把他们除掉 还天宇帝国一个安宁 随即洛家姐弟也是慌忙上前煽风点火 独孤元帅要为洛家做主呀 老元帅一正言辞道 放心 老夫眼里容不得沙子 会为你们讨个公道的 而天宇四将的老大一把 搭在洛云山肩膀上 出声安慰道 就算我们没有这层关系 我们天宇四将遇到这样的歹人 也是绝对不会放过 说完就要向洛云山扑去 却被卓凡一把拦住 随即附和道 有四位将军的支持 我们洛家当真感激不尽 而老大独孤风却一脸憋屈 独孤元帅却思索道 爷说是为了天宇帝国的安宁 就算为了我这四个义子 能得到云山姑娘的青睐 我这当义父的 也要将此事一管道理 随即问道 卓管家那些人是谁 现在在哪 老夫现在就带兵扫平了他们 卓凡随即说道 独孤元帅果然神有无比 气概非凡 实不相瞒 那些歹人之一的 正是七大世家的幽冥 听闻此话的天宇元帅瞬间一惊 你你说他们是谁 幽冥谷啊 怎么元帅有困难吗 而此刻的独孤元帅却犯了难了 心中暗想遇下七世家 可是天宇帝国的根基啊 这要随便动了 遭难的可是天宇帝国 难怪陛下让我来持人了 除了天宇四柱 谁能遏制了七世家的威风 陛下呀 我来的时候 您怎么就不提醒一下老陈 现在可好 牛吹出去了 这可怎么办 而这时的老二却说道 卓管家 你们确定是幽冥谷吗 可有什么证据 毕竟此事事关重大 无凭无据就对七世家动手 恐怕会引起内战 而卓凡案想到 来袭的三家长老和供奉 都被我赶尽杀绝 哪有什么证据啊 紧接着说道 他们跑得太快 倒没有留下证据 不过我们抓住了 他们的内应孙家与蔡家之人 应该能做个人证吧 老二却说道 区区一个内应 与幽冥谷三肝子打不着 根本不足以作为凭证 而就当卓凡尾 找不到证据犯满之时 突然冲进营帐的旁护卫高喊道 卓管家 我们的探子发现 三道流光在风陵城上空盘旋 卓凡一惊 走我们出去看看 当众人来到外面 赫然看见天空中 漂浮着三块传讯御警 独孤元帅赶忙 吩咐老大独孤风上前 取回御警 而天空中瞬间 一道紫电划过 卓凡赫然已经回到地面 取回御警 独孤元帅几人一阵感慨 断骨镜五重的修为 竟可以凌空飞行 而且速度堪比天玄高手 想不到这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管家 竟有如此令人扎舌的本事 而卓凡拿起手中的御检查看一番 邪眉一笑 随即将御检递给了独孤元帅 您不是要证据吗 现在有了 这正是幽名古药王殿 和快火灵三家家主 向这里的长老供奉 发出进攻洛家的命运 但看到御检上内容的几人 都是一脸惊骇 男主设计圈套 引诱独孤元帅与七世家开战 最后还是被狡诈的卓凡给忽悠了 本来还发愁没有证据 可天空中传来的三个传讯御检 可谓铁正如山 老元帅指的妥协 随即卓凡问道 元帅何时出兵幽名古 我等好助元帅一臂之力啊 出兵一事 老夫还需要启揍陛下 放心 老夫一定将证据成北皇上 还你洛家一个公道 那老元帅 幽名古既然要除掉 不如就将快活灵和药王殿一起办了吧 歹人的证据可也有他们两家嘛 而老元帅却一脸黑鞋 除掉幽名古就已经非同小可了 再加上快活灵和药王殿 干脆像千年前一样 来个七家大战好了 随即卓凡又说道 元帅反正你要回去参他们一本 不如再捎带一个吧 不过 这个有点麻烦 而且还没有证据 什么 还有 七十家都让你扯出来三个 难道元帅就不想知道 他们三家背后的幕后主使是谁吗 元帅也是一愣 三十家背后的人 究竟是谁 告诉老夫 七家之首的帝王门 听闻此话的众人一片寂静 不仅独孤元帅 旁边的四大将也是心头一震 而独孤元帅心中暗想 你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老夫虽然不怕帝王门 但我的独孤大军可是保家卫国 怎能在内战中消亡殆尽 而卓凡也察觉到独孤元帅的异常 问到元帅怎么了 有难度吗 元帅随即说道 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先回营地好好捋一捋其中的关键 元帅难道您就这样不关我们了吗 老夫说话就一定算数 只不过老夫要回去先思量一番 我就在距离此处十里外安营扎寨 护你们周全 而卓凡却仿佛阴谋得逞了一般 虽然没能挑起独孤军团和四世家正面开战 但能护我们周全也不错 而一旁的骆云海却问道 卓大哥 我非要和那个老元帅去当兵吗 那有什么不好的 独孤占天纵横一室 手下似虎将各个骁勇善战 被他调教一番也是你的福气 那你为什么不去当 他们不是很欣赏你的阵法吗 臭小子 不想去当兵 那就继续你每天十个时辰的修炼吧 那我还是去当兵吧 而这时的骆云商却开口道 如果刚刚独孤元帅受益子反悔了 你会不会把我嫁出去 也许吧 所谓的政治联姻 骆家绑在一起 岂不是赚大发了 如果把利益最大化 就嫁给那个老三独孤伙 他为人粗鲁 最好利用 一点就着 去死吧 死卓凡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 随后就气呼呼地走了 卓凡却一脸猛逼 这不还是为你骆家着想了 嫁谁不是嫁呀 画面一转 此刻的独孤元帅等人 正在回营的路上 而这时的老二却说道 元帅 我们是不是入套了 听闻此话几人恍然道 的确如此 我们进入黑风山转一圈 什么都没搞清楚了 就收了一个义子 和许下了一大堆成梦 而且还和洛家 绑在了一起 面对四大世家 时间一晃 半个月后的黑风山 卓凡正在盘膝修炼 这几天没有骆云海那臭小 整个洛家都安静了不少 不过那小子也是激烈 败独孤占天为义父后 没几天就讨得了老头的欢心 索性直接住在军营部回来 而此刻的卓凡一惊 终于来了吗 我正发愁 都没理由把那几个老家伙引出来了 想不到你们却找上门来了 随即吩咐旁护卫去独孤大营 请独孤占天前来 就说洛家有难遭受嫡喜了 好了 你快去求援吧 配角都到了 我这个主角 可不好当诸位久等呀 男主正悠闲地喝着茶水 却发现苦苦等待的敌人终于触动 随即就向远方飞去 这次必将要三十家付出血的代价 而此刻的风铃城外三道流光划过 花语楼等令两位家主和各家长老 已到达风铃城外 而楚碧君暗叹道 希望我们没有来晚 而乾隆阁家主龙一飞却表示 城内静悄悄的 就算动手应该早就动过手了 而且这风铃城乃是皇室颁布的七家境地 我们确定要进入城内一探究竟吗 听闻此话的几人也是相视不宜 随即楚碧君一仗砸下 我们既来到此处 就要进去一探究竟 无入虎学焉得虎子 而旁边的两位家主也是相视同意 而就在这时一道金光轰然落下 拦住了众人的去 烟雾散去后 幽冥谷和其余两位家主等人 缓缓浮现在面前 结结结 想救洛家人 可惜你们来晚了 老夫半个月前就放出传讯预解 在风铃城埋伏的人马 早已经收到我们进攻洛家的传信 估计现在的洛家已经失衡变眼了 听闻此话的楚碧君惊讶万分 而一旁的乾隆阁和剑侯府家主暗下 这下可完了 皇室再对此不闻不问软弱下去 那帝王们争讨其他势力将更加肆无忌惮 第一个就会拿我们三家开刀 而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看来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洛家最近安然无恙 别说势横遍眼了 就连鸡都没死一只 此刻的龙九却暗喜道 就知道这小子总是能让人出乎意料 而一旁的幽冥谷众人惊呼道 你不是在回城的途中就被截杀掉吗 你说那几个老家伙啊 早就被老子斩杀了 怎么 怎么可能 那可是天选五重镜的高手呢 实在可惜 修为是有 不过脑子不太好使 埋伏我的时候竟还闭着眼睛装插 被我悄悄潜到身边都没有发现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脑袋都已经被我削掉了 真有你们快活灵的特点 都是一样的蠢 听闻此话的快活灵家主气的咬牙切齿 随即幽老五怒吼道 浊凡你把老三老四怎么了 他们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被我斩杀了 看上去他们关系很好 所以我让他们死在一起了 谁让我那么好心呢 幽冥谷家主二人已经愤怒不已 幽老五更是嘶吼道 要与卓凡势不两立 而卓凡却轻飘飘地回了一句 老子本来就跟你们是不两立好吧 而被震惊的还有花雨楼等人 幽冥谷和帝王门的长老可 都是天选境的高手 尤其是幽老三和幽老四 都是一等一的天选强者 而即便如此 六位高手截杀一人 依然被他反杀 由此可见卓凡这个怪物 到底恐怖到什么程度 而铁娘子楚碧君 更是被颠覆了认知 从他苏醒到现在 不过数月 想不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 七世家是什么样的存在 竟被人欺压 世家威严更是被如此讨厌 看来七世家的地位 将要彻底洗牌了 而这时幽冥谷家主嘶吼道 臭小子 老子今天必杀了你 而药王殿和快火灵两家主 也是出生负荷 今天必要为族人抱着血仇 而这时令三家家主 却一口同声道 保护卓凡 而卓凡却邪媚一笑 危机一跃至封灵城上 就凭你们几个老家伙还想杀我 真是异想天开的蠢货 不过 我就是喜欢看你们干不掉我 又拿我没办法的样 听闻此话的幽冥谷家主 等人瞬间抱起向卓凡杀去 就在这万分危机之际 卓凡却丝毫未动 而是邪媚一笑 随即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两位家主振飞 而两位家主站稳身形后 却看到一柄六级灵宝的 囚龙斩月刀 威严的树立在当场 世家家主齐聚风临城 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而卓凡的出现 却成为了大战的导火索 幽冥谷家主瞬间 抱起向卓凡杀去 而要望殿家主 严伯公也是上来就是大招 七彩云罗掌 直接向花语楼等几位家主哭去 而就当幽冥谷 与快火灵两位家主 即将得手之时 一股巨大的力量 瞬间将两位家主击飞 只见一柄六品灵宝的 囚龙斩月刀浮现在面前 烟雾散尽后 一个人影缓缓浮现 随即只听见一人说道 幽万山 这么久不见 你连老夫的贴身冰润 都不认识了吗 而这时的两位家主 满脸都是掩盖不住的惊恐之色 幽冥谷家主心中暗想 这下可糟了 没想到他能来支援洛家 随即继续说道 独孤元帅 这是我们三家 跟这小子的恩怨 还希望您老不要插手 笑话 老夫凤凰命阵守风临城 岂能因你三言两语 就让老夫撤决 你未免太看得起 七世家的权威了吧 什么 竟然是皇室的调令 难道皇室真要动真格了吗 可恶的帝王们 被他们当枪使给坑敞了 随即向独孤战天府软道 老元帅阵守风临城 我幽冥谷自然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但这着凡小儿 连杀我三家庶民长老 连我幽冥谷五长老 都被他废掉一笔 请您把他交出来 让我们处置 我们立刻撤离风临城 听闻此话的独孤元帅 也是一惊 这小小断骨镜的管家 竟能斩杀庶民是家长老 随即问道 卓管家他说的可是真的 而卓凡却说道 元帅您会相信 一个歹人所说之话吗 再说幽万山 你知道老子 跟独孤元帅什么关系吗 敢让元帅把老子交出去 实在是吃了雄心抱子弹 而独孤元帅 却心中暗想老子 跟你有毛关系 而卓凡却嚣张地说道 告诉你们 我们洛家小少爷 乃是独孤老元帅的 第五义子 听闻此话的众人 下巴都快惊掉了 习其看向独孤元帅 而独孤占天 也是点了点头 而此时的卓凡气势 又燃了上来 幽冥谷 老子乃堂堂 洛家大管家 少爷的心腹 你让老元帅 将我交出来 岂不是等于 让小少爷将我交出去 那不就相当于 让老元帅 将四位天羽大将 交出去一样吗 你说元帅少爷会答应吗 百万独孤军团会答应吗 而且前几日 你们幽冥谷几家 对我洛家的大肆屠戮 又该怎么算 可怜我那十万家丁的冤魂啊 就这么死在你们手里 听闻此话的幽万山 差点没当场隔屁 你们洛家一个三流家嘴 哪来的十万家丁 就算七大世家 也没有十万家丁呀 你克喵的栽赃嫁货 也栽得太夸张了吧 而卓凡却不依不饶地继续道 你们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 是让人不齿的 无视我天与帝国的圣上 而且陛下说过 封灵城是七家禁地 你们还来捣乱 分明没拿当今圣上放在眼里 这特喵的不是分明要造反吗 独孤元帅像这种 有着谋反之罪的家伙 就算您先斩后奏处理 他们也不为过的 而一旁的洛云海也是附和岛 义父 孩儿愿做马前卒 为您领兵百万踏平幽民 保我圣上龙岩 而独孤元帅心中一阵马迈皮 这两个小鬼一唱一鹤的 我还没说话吗 就说道出兵征战幽民谷 而其余两位家主也是恶人 不是说只杀卓凡吗 这怎么就跟独孤占天的百万雄士杠上 幽万山慌忙说道 老元帅宁可千万莫听这两个小鬼胡说八道 要以大局为重了 踏平幽民谷必将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这也不是您想看到的局面吧 老元帅也是深知这一点 而一旁的卓凡哪肯打算就此罢休 高喊道 你说打就打 说不打就不打 你当我百万独孤大军是你家的 干脆跟你一起信友好 幽万山想掐死卓凡的心都有了 而一旁的独孤元帅更是气得瑟瑟发抖 你压的一个小小的管家 凭什么代表独孤大军向别人耀武兰威 而且还是堂堂的幽民 唯恐天下不乱了 而这时的幽万山也是只好选择妥协 退出封临城 此事就此作罢 而幽老五还想说写什么 却被幽万山一个眼神给吓了回去 随即说道 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独孤元帅也是点头同命 也许这样是最好的选择 而卓凡眼看事情没有挑拨起来 赶忙不依不饶的嘲讽起幽民谷等 却突然遭到独孤元帅的训斥 你拿老夫的独孤军团当自己的了吗 男主不断地挑拨独孤军团与释加矛盾 却遭到元帅的历生呵斥 这时卓凡才信信蔽子 一旁的四大将都投来鄙视的目光 这个小管家心思太过于奸诈了吧 独孤元帅也没有过多责怪 而是黄凡说道 幽谷主 金玉之士就此作罢了 不过老夫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这天与帝国依然是姓语文 不要随意惹事 老元帅的忠告我们记下了 但不知老元帅来封临城的路上 有没有遇到我幽民谷之人 刚想说话的独孤元帅被灼反打断了 幽谷主 老元帅手下的四位将军各个骁勇善战 用得着元帅见你谷中那些人吗 我劝您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一下他们的家属吧 听闻此话的幽万山心中一颤 几位家主心中已然认定各家供奉被独孤战天斩杀了 幽万山咬牙切齿道 您做事可真够觉得 这笔账老夫记下了 费机脚步一顿 就向远方飞去 临走说道 独孤战天 咱们以后走着瞧 老夫就不信你这般老迈能够永远是天语战神 而独孤元帅看着离去的几人也陷入了沉思 而旁边的老三和骆云海还一愤填膺的想要教训他们一顿 却被独孤元帅大声呵斥 云海 老夫跟你怎么说的 也扯着老夫的旗号去耀武扬威 你是怎么做的 独孤大军是可以随意触动的吗 还有你着管家 刚刚原本可以心平气和地劝他们回去 你一直挑事生非 差点没把幽冥谷那群人给气扑血了 听闻此话的花语楼等 也是掩面而笑 老元帅叹了一口气 随即向身后等人说道 想必各位跟那群人目的不同 并非来此闹事的 不过老夫黄命在身 你们也不能踏入风铃城半骨 请回吧 几位家主也是点头同意 随即老元帅一声大喝 走 回营地 而这时卓凡却叫住了独孤元帅 老元帅 洛家有些地方需要少爷出面 不知可否让少爷回家几日 这小子今日惹得我一肚子气 他就交给你吧 老夫今天不想见到他了 随即几道流光向远方飞去 而这时的洛云海惆怅道 难道义父真的讨厌我了吗 天空中突然一道人影停了下来说道 武帝放心 元帅他老人家嘴硬心软 况且又最疼爱你 等他气消了就没事了 这时的两人脸上才露出了释然之色 随后卓凡向众人说道 谢谢各位前来我洛家之缘 现在洛家已经没事了 大家不必担心 有卓老弟在 洛家必然是安然无恙 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乾隆阁家主 龙亦妃 这位是剑侯府家主谢孝亨 而这位是花语楼的铁娘子楚碧君 而楚碧君却细笑道 还是我花语楼的女子眼光不错 卓管家伦武双全的确配做我花语楼的女婿 身后的几人也是调侃道 恭喜花语楼喜的一位金龟婿啊 而卓凡一脸吃了苍蝇的酒色 这是过不去了是吧 天诈的男主利用各家神赵进供奉的死 成功把仇恨转移到了独孤战天身上 让独孤战天与幽名古义行人成功结下梁子 而这时的楚碧君还想招卓凡入坠花语楼 花语楼能拥有这样的天台必将受益匪浅 而卓凡对此却嗤之以鼻 随即解释道 当初我去花语楼是为了菩提玉业 跟你们家主楚清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而楚碧君却暗想 我花语楼又不是什么洪荒猛兽 干嘛就这么直接撇清关系 而一旁的龙依妃也是纳闷 这楚清城可谓天资伯色 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女神 怎么这小子这么不待见 难道她是弯的 还是某些方面不行 而这时的花语楼长老却吼道 卓凡 枉费清城对你一片痴心 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 我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们整个花语楼都是老子救的 包括这个死老太婆也是我救的 老子根本不欠你们的 而这时的楚碧君感慨道 老身纵横一世 还是头一次被人指着鼻子吗 尤其还是一个毛头小 不过这小子的确有手段 今日短短时间内 就让独孤占天和幽冥古一伙人 稀里糊涂地结下了梁屋 真可谓是一个狡诈多端阴险的人物 而这时一旁的龙九赶忙打圆场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大动干火呢 几人也是附和道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四家的危机 而楚碧君随即表示 刚刚是老身唐突了 还请卓管家见谅 而这时的卓凡也是微微一惊 没想到这个女人有如此诚服 为了花语楼的利益 竟放下自己的颜面率先陪队 卓凡也是给台阶救下 先前是在下鲁莽 也请见谅 今日诸位聚集在一起 想必已经认同联盟之事 我们四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或者说被逼得不得不结盟生存 三位家主也是点头表示同意卓凡的看法 楚碧君紧接着开口道 我们刚刚参加了帝王门的七家会议 与卓管家当初预料的一样 这帝王门果真有一统七家的野心 而且幽冥谷他们都已投靠帝王门 七家会议吗 都是说了些什么 说来听听 随即楚碧君就把会议的内容 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出来 听完此话的卓凡 已经明白帝王门的心色 随即感叹到这帝王门门主黄浦天元 还真是一号人物 派幽冥谷等人来试探皇室的底线 自己却一人不出 等皇室那边出了问题 也好撇清关系 这个计策可谓十分绝妙 皇室追查下来把责任全退给其他三十家 可进可退的计策呀 而一旁的洛云海都囊倒 他们推出三十家当替罪羊 分明是一群胆小鬼罢了 而卓凡却说道 臭小子 看来今天我要给你上一课了 给你讲一下里面的厉害关系 也免得你以后吃暗亏 这第一个帝王门的无情 老子杀了他一个儿子 他居然没有暴跳如雷 反而派一群高手来追杀我 说明此人心形沉稳 第二 他痛失意子后 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不但不找我报仇 反而利用这次机会去试探皇室的底线 说明此人心怀远大非常人所见 这才是干大事的人该有的样子 小子 你以后继承洛家 实力如何先不说 但心机你要记住一点 必须无情无义 而一旁的三位家主也是震惊不已 五天之下谁会这样教育自己少主呀 不过卓凡说的也对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情义有时真的是拖累 而这时的卓凡却说道 皇室已表明了态度 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至于洛家背靠独孤大军 更是高枕无忧 而龙九却出声询问道 卓兄弟你们跟独孤战天到底什么关系啊 而且还收了云海当义子 我们跟独孤猿率相识也不过半个月 我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跟天宇四处拉上关系 只能说明天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此情此景又被可恶的卓凡狠狠地装了一把 而一旁的洛云海也是附和岛 像我这样优秀的小少爷 被高人看中收为徒弟 那不是迟早的事吗 旁边的两人心中暗想 这孩子绝对被卓凡给带坏了 而楚碧君却更看中卓凡 不仅把洛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面对几大势力也丝毫不漏起 更是把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论其管家之姿 估计帝王门的神算子冷无常 也未必能比得上这小 毕竟能让一个三流世家瞬间搭上超一线势力这条线 世间也少有了 三世家与卓凡达成统一战线 共同抵御帝王门一统七家的野心 而花与楼的楚碧君却甚是看好卓凡 更是扬言洛家能有卓凡足以抵上七世家千年抵御 而听闻此话的乾隆阁家主赶忙说道 既然洛家已经如此牛掰 那乾隆阁对洛家的资助就到此为止吧 而如此高貌卓凡根本不接 并且表示不仅要继续资助洛家 而且其他两家也要给予补给 听闻此话的两位家主也没有吝啬 毕竟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而花与楼表示负责洛家的全部药材 剑侯府负责灵兵魔宝和各种矿石的运输 而其他的物资全抛给乾隆阁包了 而乾隆阁家主还想犹豫一下 却被灼反打断道 你乃天与帝国最大的商务 你还吝啬个屁啊 得到了三家的支持 洛云海高兴道 真是有彭自远方来 无意乐乎 而一旁的牡丹长老却细笑道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你张口就来 那必然知道 卓大哥这几天特意教我了 我能记一辈子 此刻的卓凡已经宁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只听见洛云海信誓旦旦的说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么多兄弟朋友来了 都可以被我利用 实在是开心啊 听闻此话的卓凡一把捂住了这小子的嘴 这小子嘴欠 不会说话 大家别介意哈 一段闹剧过后 此刻的洛家大厅之内众人齐坐一堂 随即卓凡说道 今天叫大家聚在一起 主要是做个见证 自两年前三家合并 封灵城就化归我洛家所有 而现在七世家正在相互撕咬 而这正是我们洛家崛起的时候 不过 蛇无头不行 今日我们就把舌头定下来 而这时的雷雨婷道 你不就是我们的舌头吗 难道你要名正言顺地篡夺家主之位 听闻此话的洛家姐弟也是点头认同卓凡 而卓凡却说道 我可没兴趣当家主 而且我也不想被家族所困一辈 今月请诸位来此 主要为了立这小子为家主 而这时外面大门突然被人踹开 只见旁护卫压着孙蔡两家人来到殿前 跪在殿前的四人已是瑟瑟发抖 卓凡随即一道金光抛出 一把大刀直挺挺地插在地上 差一点就让蔡家断子绝孙 卓凡道 云海你以后就是洛家家主 这几个叛徒就由你处置了 而洛云商赶忙出生阻拦 他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让他干如此残忍之事 身旁的旁护卫也是附和道 卓管家 解决他们就不要脏了少爷的手了 我来就行 而卓凡却呵斥道 闭嘴 你是未来家主吗 蔡荣以前也是洛家长老 除了家主没有人有权利处置他 而这时的延老与立老心中暗想 看来卓凡是想树立洛云海在家中威信 不再让别人把他当作小孩 虽然看起来不尽人情 但的确是为洛家着想 否则洛云海这个家主从小就被人架空 将来也必定是个废物 看来卓凡是想培养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而此刻的洛云海已经打退堂鼓了 卓大哥 我还是个孩子呀 而卓凡却说道 没有爹娘的孤儿称不上孩子 你必须负重前行 如果你今天不去走 我敢保证两年内 洛家被涅门的惨案将会再次宠免 听闻此话的洛云海低头不语 随即提刀走向四人 而阎老也是一把禁锢住几人 而这时的洛云海仿佛已经变了一个人 随即只听见蔡家之人求情的呐喊 云海 你还记得蔡伯伯小时候有多疼爱你吗 还有你孝婷大哥每次去洛家 都给你带好多好玩的 而听闻此话的几人 也是转头视而不见 洛云海提着刀在地上摩擦出阵阵火花 随即大刀高高举过头顶 洛云海也深知 洛家的命运以后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我怎能辜负死去的爹娘和洛家冤火 随即一刀斩下 空中发丝缓缓飘落 再次望去 蔡家两人头发已经被削去 洛云海出声道 我洛家祖去乃忠肝义胆 你对我不仁 但我不可对你们不应 今天我削发带手 从此你我洛蔡两家恩断义绝 如有下次再害我洛家 我必斩你们首级 而你们孙家与蔡家有联姻 蔡荣毕竟曾是我洛家长老 我今日就放过你们 希望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们 而这时的延老与历老也是惊叹 没想到洛云海小小年纪 就能有如此臣服与气量 虽显至难 但也隐隐约约有了上位者的气势 但这小鬼这样做 就等于直接违背了 卓凡想出掉几人的意愿 男主有意培养洛云海 成为洛家继承人 并帮其在洛家树立威信 而今日洛云海却违背了卓凡的意愿 放过了孙蔡两家之人 而卓凡却一脸认真的说道 小子 你真的决定好了 放过他们不后悔 而洛云海却支支吾吾的说道 若卓大哥要想杀他们 动手便是 我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死在洛家手路 听闻此话的严老与利老同事感慨道 真是天真无邪的臭小子呀 紧接着卓凡道 没办法 老子是很想除掉他们 但家主开口了 那就只好放走他们了 随即便吩咐严老解开他们的禁止 严老刚点了点口 忽然反应了过来 卓管家真放呀 卓凡立马给一个眼神 严老瞬间就怂了 赶忙当几人解除了禁骨 而此刻的蔡家主却一脸不可思议 这卓凡做事一项杀法果断 紧接着卓凡开口道 既然我家主已经放过你们 就赶紧滚吧 不过我还要送蔡家主一句话 从今往后的洛家 你们已经高攀不起了 而听闻卓凡一番话 蔡家主也是懊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随即转身向门外走去 而雷云廷也是诧异 这卓凡还是第一次像个管家一样 听从主播的话 而一旁的骆云海却问道 卓凡大哥 我违背了你的意愿 难道你不怪我吗 而卓凡却说道 小子 你才是洛家家主 我身为管家只会给你建议 没有什么违逆可言 况且我只是让你处置他们 并没有说必须杀了他们 一群小喽喽而已 放了就放了 无所谓 不过你这么做 我既欣慰又难过 卓大哥 既然欣慰为什么又难过呀 我欣慰的是你终于有胆子顶撞我了 有点家主的气势了 而难过的是 你跟我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道路 但凡上位者 大到一国之君 小到世家家主 要登其位 虽然千万条道路 但最有效和最实用的就两条 一是以德夫人的王道 二是以武夫人的霸道 我做事情向来不讲道理 可你小子却满口仁义道德 跟老子根本不是一路人啊 而一旁的骆云商说道 骆家有你一个大管家 我们就已经天天提心吊胆 怕被骂了 要是云海变成你这样子 骆家还能呆吗 一个卓凡就把两位高手 制得服服贴贴的 再加一个 那我们不得分分钟变成奴隶了 而此刻的卓凡却历声呵斥道 真是妇人之言 每个王道经历万人追捧 都是锦衣玉石吗 哪个不是在血雨厮杀中翻滚出来吗 如果骆家真拿以德夫人发家 我保证骆家比两年前死的还惨 随即骆云海慌盲道 我还是跟你走霸道之路吧 我现在就把他们抓回来杀掉 卓凡叹息了一声 其实我今天让你处置四人 只是看看你有没有当家主的资质 不错 你通过了我的考验 我只是看看你适合走哪条称霸之路 虽然不尽人意 但没关系 有我在 你不愿做的事情我帮你做 你不愿沾的血 我会用雷雷白骨给你堆成金字塔 让你站在最底端 你继续你的王者道路 我会用我的霸道给你扫平一切 直到你站得足够高 没有人再可以摸到你为止 骆家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有我卓凡一人便足够了 随即吩咐旁护卫卫 把骆云海送到独孤军团那 并安慰道 可能独孤老头妈更适合你 随后便吩咐众人退下 历老与严老留下 商讨要是 等众人走后 卓凡问道 你们两人有没有火系和水系的高手人才 要两个吗 卓管家问这做什么 如今我骆家只是暂时的安稳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来捣乱 现在黑风山有四个大镇守护 东方独龙镇有阎老掌控 西方金光镇有历老 所以还需两位强者掌握南方的黑炎镇 和北方的冰影镇 到时候就算有人来闯 也可以让他们有去无回 而历老却出声道 老夫道是有两个人选 卓凡慌忙问道是谁 烈火老祖 仇颜海 与冰月魔女 雪清剑 听闻此话的眼老大惊 要请那两个老怪物出山 不行不行 那两个老怪物太顽固 而且脾气极其古怪 帝王门请他们出山 他们都不肯 后来帝王门抢来 还被他们斩杀了好几位神赵进高手 那他们修为如何 都是神赵五重的强者 当年老夫与他们交过手 单打独斗老夫能胜上一筹 但若两人连手 水火共济 五个老夫也打不过他们 居然还会水火相生之术 那行 救他们了 明天就出发 把他们抓回来 为我洛家所用 男主本想亲自叫洛云海称霸之路 却不曾想他要以德夫人 卓凡只好充当坏人 用自己的方法 为洛云海铺出一条血路 首先成就洛家崛起的大业 就要招揽人才 听闻利老的建议 卓凡成功把目标盯上了 烈焰老族与冰月魔女二人 帝王门都请不动的人 而卓凡却一点自信 随即问道 利老上次剩下的春羊丹你可还有 那神奇的丹药 老夫怎么可能舍得丢 想必冰火两人脾气在古怪 遇到此丹药也要乖乖束手就起 随即三人不约而同的兜奸笑了起来 画面一转 来到了一处冰天雪地 杳无人烟的地位 这时的卓凡感慨道 这要打多久才能将地貌都给打遍行了 有着如此实力 在神赵镜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的确有资格把他们两人招了回去 而这时的利老向卓凡解释道 这冰火二人本是一对恋人 当年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凶煞 但因他们性格极其古怪 又修炼相反属性的功法 谁也不服谁 后来隐居深山才还天与帝国一片安宁 不过却毁了这一片大好河山呀 卓凡随即追问道 既然二人如此不和 当初帝王们还治不了他们 说来也奇怪 这对恋人在一起相处不和 但对敌侵入却一致对外 二人的配合更是天衣无缝 当年我们十个神赵镜强者 都被他们打得灰头土脸信心而归 原来是这样 他们虽然貌似不和 但心却相依着 我明白了 等会知道该怎么做吧 那是当然 能智取就不和他们为敌 而这时天空一阵声音飞速传来 只见一团赤焰就向这边砸来 随即一个头冒火焰的小老头 浮现在两人面前 毕竟天一把挡在灼烦面前说道 丑严海 多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没风度啊 身为神赵镜强者 竟对一个晚辈施加威压 风度 难道你们帝王没有风度 当年十个人打我们两个 天刚狂尊 你今天又来干什么 就凭你一人 也敢再来这里与我二人决斗 烈火老祖放心 这次前来 并非与你们为敌的 而是我们门主这位少爷天生火性体质 黄极霸体决不太适合他 奉家主之命 带他前来向你拜师学义 拜师 你帝王门功法众多 还用得着向我拜师 你说的没错 可我们帝王门功法虽多 但没有一门能赶的上皇极霸体决 而少爷要求极高 非要修炼天与帝国最强火系功法 所以老夫才找到你 而仇颜海却嘲讽道 历今天 自从你加入了帝王门越来越没种了 竟亲自带着小子来拜见我 真可谓是帝王门忠诚的狗呀 历老强压怒气 特喵的 等你吃了血残 看老子怎么整死你的狗东西 紧接着开口道 你到底收不收这个弟子 而烈焰老祖却平淡地回了一句 不收 当初你们帝王门功打我二人 现在又想让老夫收你门主少爷当弟子 你以为老子像你一样没种吗 而历老已经被气得清金暴气 随即着返赶忙打住公道 历老 你当初把这个烈火老祖都吹上天了 可今日一见 还不如我帝王门家中的天玄长老呢 放屁 我一人打你们帝王门十个供奉都没输过 你竟说老夫不行 那你看你放了 竟被冰冻上了 肯定是火力不够 你懂得溜呀 老夫看你年轻 不跟你计较 而这冰子不过是我和老婆子打架石流下的惨作 别说你帝王门那些长老 就算是你家中供奉 也远远不及我 那酬老肯定是打不过老婆的人了 一个大丈夫还没有一个女子厉害 真是太无能了吧 听闻此话的酬老头一口老血喷出 男主与厉老来到极寒之地 为了收服冰火两个神照镜强者 正准备激起酬老头的好胜心套路他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老不死的 你看连一个小鬼都能看出来 老娘要比你强 你还不认输 而卓凡却一阵恶寒 特喵的 这萝莉分明是个老太婆 这是花大量的修为 保持青春永住的容貌呀 如果拿这份修为放在增强实力上 他实力必将突飞猛进 而卓凡却突然变脸 一脸可爱可亲地说道 姐姐 你真漂亮呀 而雪女瞬间闪身到卓凡进前 姐姐虽然不喜欢帝王门的人 但你睡得例外 谁让你这个小鬼嘴那么甜呢 而卓凡赶忙成胜追击 姐姐你应该是他的孙女吧 可又不像 他那么丑 哪能生出来你这么貌美如花的孙女啊 听闻此话的丑老头气得咬牙切齿 而一旁的雪女却掩盖不住对卓凡的欣喜 身旁的厉老更是一脸汗颜 心中暗响 卓管家你的节操一点都不要 在这调戏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太婆晚 而这时的丑老头看到卓凡他们两个 亲密的动作彻底爆发了 臭小鬼你眼睛用来出气的吗 这老太婆用修为保持的容貌 已经一百多岁的人了 哪还有半点少女的样子 你呀的 帝王门里没有女人了是不是 而听闻此话的雪女气得瑟瑟发抖 转头道 老不死的东西 老娘哪里不像小姑娘了 而丑老头却嘲讽道 哪有小姑娘整天自称老娘的 一大把年纪了 还这么没羞没臊的 而雪女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随即小手一挥 冰晶瞬间向丑老头飞去 丑老头一惊 赶忙换化出赤焰抵挡冰晶的攻势 随即大骂道 死老太婆 一言不合你就大打出手 又想打架了是不是 谁让你在孩子面前拆老娘的老底呢 拆你老底又怎么样 谁让你一大把年纪了 还想老牛吃嫩草 胡说八道 想打架就直说 而卓凡却给丽老使了个眼色 丽老赶忙上前劝解道 二位 老夫今日带孩子来拜师学艺的 不是来看二位吵架的 既然仇兄不愿意 那老夫只好另寻他路了 而雪女慌忙教主二人 这孩子我甚是喜欢 收下了 而一旁的仇老却挖苦道 你收个屁啊 人家是火性体质 你一个练水系功法的 瞎掺和什么 而雪女却一脸不服气道 老娘跟你打了一辈子交道 你那焚天烈焰绝 老娘早已经倒背如流 怎么收不得这孩子 得知此话的丑老头也是一惊 紧接着说道 老夫之所以能成为 天语第一火系强者 并不是单单靠着一套功法 随即就打了个响指 一个巨大的赤焰火 求福现在众人面前 左凡也是一惊 这是天地灵火 地海报言 悠喝 臭小子挺有眼光啊 没错 你要是拜老夫为师的话 除了这份天烈焰绝之外 老夫还会传授于你 一些地海报言的子言给你 而卓凡却暗想 难怪这老家伙如此厉害 这地海报言 乃是生于地心火山之中 天生狂暴 乃是舞阳火 不但可以增强练气 而且战力也是事半功倍 这烈火老祖 实力果然了得 不过 我的厉老当年在地海报言下 还能吻压丑老头 可见体魄强悍到了 何种变态的成语 天当狂尊真是难得的武痴 当初能收服他 真是捡到宝啊 而卓凡继续说道 姐姐 他说拜他为师 就能得到天地灵火的子言 要不我就拜他为师吧 等等孩子 别急 他有的老娘也有 而卓凡却一脸汗颜 只见雪女也打了个响指 一个冰晶凝聚的六行冰心 浮现在空中 卓凡瞬间大感意外 这乃是冰心月灵 与天地灵火齐名的至宝 同样产生与天地之间的水系至宝 雪女转头道 孩子见识不短啊 冰心月灵你都能认出来 而卓凡憨笑道 以前在古籍上看到过一点点 而丑老头却嘲讽道 老太婆人家适合我的火系功夫 我还是劝你别下场话 雪女被气得咬牙切齿 而卓凡赶忙上前道 姐姐 我真的很想跟你修炼 可惜我们的属性不合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让老头把地海抱岩传我 而看到两人如此亲密地动过 丑老头怒吼道 臭小子 放开我家老太婆 而雪女却眼眸认真道 我帮你给他要 随即道 老不死的 我们打个赌如何 丑老头一惊 你要和我打赌 男主位得到两位神赵敬强者 不惜变身为绿茶 使得雪女与丑老头打赌 雪女随即说道 丑老头 你只要能胜过我一招办事 我就不收这个孩子 如果你输了 就要把地海抱岩交出来 给我的徒弟当见面了 卓凡赶忙绿茶了起来 姐姐 这太危险了 我还是不要那地海抱岩了 随即雪女抚摸着卓凡的脸说道 放心 这老家伙一辈子没赢过我 这时的丑老头已经气账 该死的小鬼 放开那个老太婆 而雪女却一愤填膺道 我就不放 你能拿我怎么定 而丑老头已经念慕争鸣 该死的小鬼 看我一会怎么整死你 随即大喊道 来就来 老夫还怕你不成 说完一道流光向远方飞去 而雪女也是紧跟其后 迅速飞向远方 卓凡却还一脸不舍的样子 姐姐 你要当心啊 随即却变了一副嘴脸 你们可一定要好好地打一场 身旁的利老却挖骨道 老夫要是不知情 还真以为你是个阳光的少年吗 而卓凡却说道 你真以为那两个老家伙会上当吗 他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留一手 那我们的计谋被他们识破了 他们不会真打 不 他们会打 而且还会打得天蹬地 只要那个老婆子想打 那个丑老头就会陪着 不过 他们二人都会留一手用来防阵 但他们却不会提防于我 随即只见一兵一伙 两道流光猛烈地撞击在一起 发出阵阵炸裂之声 而卓凡却善笑道 这两个老家伙一个急兵 一个急炎 实力可谓十分了得 不过 都逃不掉老子的手心 这两位长老 老子要定了 画面一转 数小时过后 卓凡意识到差不多了 随即吩咐厉老该出场了 接下来就该你表现了 厉老憨笑道 放心吧 交给我了 自从老夫修炼魔杀绝后 数月间老夫的实力可大有长进 一定不会辜负卓管家所望 随即两人就向扁方飞去 而这时的学女与丑老头的战斗已经停止 丑老头慌忙上前说道 对不起啊 老太婆把你打伤了 而学女却愤怒道 对不起有什么用 虚伪的家伙竟然隐藏实力 说到底还有什么阴谋瞒着我 我跟你这么多年同仇敌侃 哪里有什么阴谋呀 没有阴谋隐藏那么深 现在比我强那么多 真是虚伪的男人 听闻此话的丑老头 手舞足蹈的慌忙解释 随即叹气了一声 老婆子歧视这么多年 我每次都是让人 只因你性主太好强了 怕你受不了 所以才一直隐瞒让你的事 不说 以前让着我 现在为什么不让我 现在能让吗 这次要输了 你就真把那个小白脸给收下了 再说你又保持着青春容颜 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听闻此话的老太婆掩耳一笑 傻瓜 这么多年我能不知道你一直让着我 老娘只是借这个小鬼 让你亲口说出来 不然你到死都不会承认 这么说你原谅我 不收那个小白脸为果 这个嘛 看你以后表现了 而正在两人打情骂俏之时 厉老婆卓凡突然来到境前 而卓凡慌忙上前道 姐姐 你受伤了 这是可以疗伤的丹药 你快吃了恢复一点原力吧 而雪女却一脸 无疑地看着卓凡手中的丹药 有惊羞的一声 丹药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随即卓凡呵斥道 厉老 你要干什么 而厉老却说道 小公子 这二人乃是我帝王门的大主 此时他们虚弱不堪 正是除掉他们的好机会 男主为了收复两位神赵敬强者 设计使二人拼杀到精疲力竭 卓凡和厉老才闪亮登场 开始了影帝般的演技 厉老道 小公子 我们就趁此机会除掉他们二人 解决我们帝王门的心头大患 而卓凡却一把挡在二人面前 厉老 我是来拜师的 你为何还要对他们大大出手 能拜成最好 拜不成不如就杀了他们一了百了 小公子 你最好闪开 不然伤了你或者杀了你 老夫可不负这个责任 卓凡却吼道 厉惊天 你敢 我爹可是门主 门主又如何 我相信他知道此事 肯定也会支持我的做法 以他儿子的一条小命 换两个大强敌 实在太滑地来了 而这一幕在冰火凉老看来 这帝王门的风格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时卓凡却看向一旁的丹药 随即就扑上去想要捡起丹药 嘴里还喊着 姐姐 快吃了丹药 恢复一些原力 而厉老突然抱起 臭小子 真是找死 一发能量球即将砸到卓凡身上之时 就被丑老头一把挡下 顺手一甩 带着破空之声被瞬间弹飞了出去 而雪女急忙问道 小弟弟 这弹药真的有用吗 卓凡一脸肯定道 当然有用了 你们赶快服下吧 而这时立老脚步突然用力 根本不给二人反应的机会 就已经要杀到境前 而两人相识一望 随后两人双手合十 只见一兵一伙两只放化的神兽 浮现在众人面前 水火共济 龙凤城翔 两只神兽嘶吼着就向力老冲杀过去 而卓凡感慨道 地海暴炎之龙与冰心月灵之皇 这要是被击中 神兆六重的高手也带当场隔屁啊 不过 遇到力今天这样的练体强者来说 就另当别论了 而看到水火共济两只神兽袭来 力老瞬间兴奋无比 脸上都露出了争鸣的笑 只见力老左手一抓 魔杀三绝 第一是 魔龙冲天 瞬间两道能量碰撞在一起 而紧接着力老一口热气呼出 魔杀三绝 第二是 鬼龙爪 一 两只幻化的神兽瞬间被力老的魔爪撕碎 而两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噬 双双吐血 烟雾散尽后 力老的身影缓缓浮现 而现在的二人才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黄极霸体诀 追问道 力今天 你又练了什么变态的功法 而力老根本不做回答 你们在我眼中已经是两个死了 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而学女也意识到 看来这次她要完真的了 今天的状态根本不是力今天的对手 随即就看向手中的丹药 而躲在一旁的卓凡却尖笑了起来 看来终于要上钩了吗 随即只见卓凡一把抱住力老 嘴里大喊道 姐姐快走 我挡住他 而力老也是配合道 小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非要逼老夫对你出手不成 而卓凡却道 我不管 反正你不能伤害姐姐 听闻此话的二人也是一惊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重情重 随即两人眼神相识 赌一把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也不知这丹药能帮我们恢复多少 但也是孩子的孝心 不能辜负他的一片好腻 这时只见学女手上戒指轮动 小乖乖 出来为我护法 这时打闹的力老二人 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物 琪琪看去 只见老太婆召唤出了一只五级灵兽 寒玉雪阴 高昂的漂浮与空中 而丑老头也是不甘示弱 随即召唤出的也是五级灵兽 立心赤眼 而看到这一幕的力老 惊叹到卓凡的厉害 这两个老家伙果然还是留了一手 而两只神兽 威势十足地站在两人身前 看到这一幕的卓凡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 想要得到二人的冲动 老子今天必要将你们抓回去 唯我所用 男主看到两位神照进强者 手段层出不穷 让卓凡按捺不住地 想要把他们抓回落家当长老 而冰火二老召唤出的灵兽 虎视眈眈地盯着立老二人 而卓凡这边 还在尽情地标记 立老大吼道 小公子 你快让开 老夫今天必须要趁此解决他们 而卓凡却还死死地抓着立老 而立老随即高高抬起手掌 既然如此 就休怪老夫无情了 而看到这一幕的二人 也是焦急不已 赶忙入定 看来这小子活不成了 等会我们会帮你报仇的 吃烟虎 血鹰 为我们护喊 两只灵兽赶忙 对立今天警觉了起来 而就当立老一掌 即将拍下之时 两人突然击掌庆祝了起来 这一下瞬间 给两只小宠物整不会了 然而卓凡说道 接下来就等他们炼花要力了 而立老却在一旁吹嘘道 卓管家真是神机妙算呀 一点也不需帝王门的神算子 这两个老家伙仅剩一辈子 最后还是被卓管家拿下了 卓凡却说道 立老此言诧异 我只是有意引导他们而已 在危机时刻 再谨慎的人也会放下戒心 只要有一丝生机 他们都会当作救命稻草牢牢抓住 听完此话的立老惊骇不已 暗想着卓凡真是文武全才手段狡诈 阴谋诡计更是层出不穷 使人防不胜防 真可谓是千古罕见的枭雄 而这时的卓凡突然开口道 立老 我听你说帝王门曾经有意收复此二人 甚至还出动了十位神赵敬强者 难道神算子没有出计谋吗 当然出了 可惜他没有你那血残 他献出的计谋是围杀二人 用武力使二人臣服 可后来损兵折将不说 就算最后胜了 这二人要誓死不详 也没办法 所以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到最后也只好作罢了 原来如此 看来那冷无常并非无能 而是手段没我多而已 如果我没有这秘法的魔物血残 恐怕也没办法 将这两个老怪物怎么样 片刻过后 二人已经完全炼化完丹药 缓缓睁开眼睛 忽然发现卓凡与立老站在一起 竟都安然无恙 惊讶到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刚刚这小子不是被你打死了吗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两位前辈 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并非是什么帝王门公子 而是洛家的一个管家 名叫卓凡 亲于代表我家子 特意邀请两位前辈入住为我洛家长老 还请两位前辈赏脸 听闻此话的两人也是一惊 你们竟不是帝王门的人 而立老庞笑道 老夫早就不是帝王门的供奉了 现在已经加入了洛家成为了弃长老 想到二位实力强悍 所以才特意前来邀请 而此刻的二人却一脸狐疑 这洛家到底什么来头 竟能将立今天如此罕见的强准 从帝王门中拉出来 而且这已经不是啪啪打帝王门的脸 而是直接翘他墙脚了 而即便如此 帝王门居然还不向他们动手 否则 他们也没时间来招揽我们了 这洛家到底是何方神圣 连帝王门都不敢动啊 而学女却戏谑道 小弟弟 帝王门给我们大量的好处 都被我们给拒绝了 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世家 还敢来招想我二人 而卓凡却冷冷地说道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喜欢勉强别人 但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老子看上的东西 就一定要搞到手 否则就毁掉他 小鬼你未免太嚣张了吧 就平立今天你们二人 老夫就不想 你们能怎么定 卓凡微微一笑 随机手指上红色光芒闪烁 丑老头二人瞬间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看到主人如此惨壮 两只堪比神照镜强者的灵兽 瞬间向卓凡二人冲杀过去 而卓凡却站在原地丝毫不动 两只畜生 如果你们再向前一捕 就等着给你们主人收拾吧 而这两只灵兽转头望去 只见丑老头伤势更加严重 利老心中暗想 卓凡手段果真毒辣 当初我要是不顺从与他 也必将落到如此下场 卓凡随即上前道 二位感觉如何 要不要加入我落家 而学女却说道 你究竟给我们吃了什么 那当然是 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好东西了 卓凡利用血残控制二人 一步步击溃二人的心理防线 而这时的卓凡却说道 老头 我给你机会了你不要 那就好好看看这个老太婆的真实容貌吧 随即一下把老太婆推扫出去 这时的丑老头已经接近崩溃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小老头 信不信老子还可以让老太婆 展现出更羞耻的一面 只不过老子没兴趣看 那就便宜你这个老头子了 也不知道这位姐姐的玲珑的身躯 你还有没有兴趣 说着就要去撕老太婆的衣服 看到这一幕的丑老头再也按了不住 慌忙向着卓凡磕起了头 卓管家 您高抬贵手 我们想了 求您不要再折入我们了 随即看向地上奄奄一息的学女 也是颤抖地点了点头 而卓凡道 你们早如此的话 哪还能遭这么多嘴 然而卓凡就立马换上了另一副嘴脸 仿佛先前凶恶的家伙根本不是他一般 慌忙掏出两粒丹药 两位长老快扶下巴 而听闻又是丹药 两人皆是一惊 颤颤巍巍地向后退了两步 而卓凡却眼眸一喊 怎么 又不听话了 见到卓凡如此 两人心头一颤 赶忙接过丹药 而这时的利老却感慨道 如果当初我要是不想 也必将落到如此下场 而这两个谋杀 短短几分钟就被卓凡逼成这副残药 可见卓凡手段有多么狠啊 三个时辰后 冰火二老已经消化完药力 卓凡随即上前道 恭喜二位长老伤势好转 我们就即日启程回家吧 而看到卓凡的学女 赶忙躲到丑老头身后 而卓凡却一脸和善道 你们不必如此敌视我 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姐姐 难道你忘记我们的姐弟情依了吗 呸 谁是你姐 当初真是老娘瞎了眼 才没看出你这小恶魔的毒辣心肠 而丑老头赶忙道歉 卓管家息怒啊 我这婆娘口无遮拦 您别和她一般见识 而卓凡道 你们的命都在我手中 愿不愿意跟老子交好是你们的事情 总之落家长老 你们是当定了 随即就向远方飞去 留下两人在风中凌乱 当卓凡走远后 两人才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二人叹息道 连帝王门都没拿我们怎么样 今天却栽到一个小鬼手里了 而这时的丽惊天说道 老家伙 你先前不是还嘲笑我没种吗 现在怎么样 之前是老夫得罪了 还请见谅 老夫怎么都没想到 你会跟这么一个狠辣的主 随即丽老大笑道 我丽某人也算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归顺落家并非完全受制于那血残 能让老夫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 必非凡人 你们别看这卓管家年纪轻轻 但做启示来却雷厉风情 手段非凡 实乃枭雄之姿 跟着卓凡你们绝对不会吃亏的 随即两人也是一乐 能让桀骜的丽惊天给出如此高评价之人 想必定是不凡之辈 随后丽老继续道 大家以后一起共识 我就提前给你们讲一下 洛家的生存法则 丑老头抱拳道 还请丽兄明示 这洛家除了卓管家以外的人 都很好相处 尤其是大小姐 一定要格外的交好 虽然卓管家嚣张跋扈 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但唯独对洛家忠诚 大小姐的话 她多半也会听的 所以日后一旦惹她发梦 第一时间找大小姐求情 那你们的命多半就能保识 随即两人齐齐拱手道 多谢丽兄提点 客气了客气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而丽老却心想 先卖你们一个廉价的人情 到时候还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 随即才发现 老夫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阴险 这大概就是禁诸者事 禁末者黑的缘故吧 画面一转 此时的帝都 门外的太监喊道 启禀陛下 兵马大元帅 独孤战天求见 宣他禁殿 男主用毒辣的手段 终于使得冰火二老臣服 而这时的独孤元帅 率领百万大军 已至帝都外 老皇帝已在龙椅上等待多时 独孤元帅到殿前高喊道 臣独孤战天 叩见陛下 而老皇帝连忙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一把扶起独孤战天道 元帅千里奔波实在辛苦 快快请起 老皇帝随即问道 独孤元帅 封灵城那边的情况如何了 你快和朕说说 而独孤战天却叹气了一声道 封灵城形势不容乐观 我奉命前去支援的时候已经晚了 封灵城一战十分惨烈 洛家光家丁就死了数十万之多 而听闻此话的老皇帝 差点没把舌头咬掉 大吼道 洛家一个三流家族 哪来的十万家丁 元帅 你是亲眼见到的吗 那 那倒没有 都是那洛家管家向我汇报 我也感觉其中有蹊跷 而老皇帝却阴沉道 那管家应该是叫卓凡吧 陛下英明 您是怎么知道的 而老皇帝却暗想 果然又是他 那个小子简直就是个惹是惊 这么大的伤亡都能信口不周 而独孤战天也是后知后觉 现在想来一个小家族 哪来的十万家中啊 而一旁的司马辉也是说道 别说一个小小三流世家 就算遇下七世家也没这么多家丁啊 而独孤战天却表示 这次战役洛家确实伤亡惨重 他们连家主都战死了 听闻此话的老皇帝一阵眩晕 老元帅 他们洛家家主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独孤战天一惊 什么 洛家主都死三年了 我特喵的去一趟丰临城 却被一群小鬼耍得团团转 让我在陛下面前颜面尽失 你们两个小鬼给老子等着 看我回去不扒了你们的皮 而老皇帝也是一阵无语 你特压的去一趟丰临城啥也没干 算了算了 这些先不提了 你和我说说洛家姐弟现在状况如何吧 他们都没事 连一点伤都没有 洛家的旁护卫 雷长老还有奇影 一根毫毛都未少 老皇帝随即道 既然他们都没事 那洛家就根本不算伤亡惨重 不过这洛家倒是挺有能耐的 被帝王门和幽冥谷那些家伙盯上 都能安然无恙地挺过来 而独孤战天赶忙道 陛下 那洛家黑风山外 有着洛家主生前布置的四个五级大阵 一般高手根本就进不去 听闻洛家有四个五级大阵守部 皇帝二人惊讶不已 随即老皇帝就想明白了 我早就听说过卓凡这小子会排丁布阵 没想到一下子整出来四个五级大阵 卓凡这小子真是越来越让人惊讶 而此时的独孤战天惊讶万分 那四个五级大阵竟是卓凡布置 而老皇帝吐槽道 我特喵地让你去封灵城打探消息 现在倒让老子给你解释了 老皇帝紧接着道 洛家三年前就连同家主被命了 只剩下一对姐弟和卓凡 还有一名护卫 而如今的洛家 都是由卓凡一手撑起来 这小子是个难得的人才 但可惜也是个惹惑的人精 真是让朕又爱又恨了 洛家的是非都是他惹出来了 真不知有这么一位管家 洛家是服是货 而独孤战天心中却是惊骇不如 卓凡居然是我一只苦苦寻觅的阵法奇才 老夫一定要把这小子给弄到我军营里来 而这时的老皇帝开口道 元帅 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要汇报的吗 而独孤战天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三对御检 这是幽冥古几家袭击洛家的证据 而且这三家还曾在老夫面前抢闯过封灵城 请陛下定夺 而看到御检上内容的老皇帝忽然大笑了起来 有了这铁证 朕一定要好好敲打他们一番 随即又问道 元帅在封灵城可见过帝王门的人 而独孤战天思索道 御下七世家老夫都在封灵城见过 但唯独没有见过帝王门的人露面 是吗 朕的那位表兄 隐藏得可够深的 维基狠狠地一下把三对御检砸在了地上 朕 这次就要拿着三家敲山证物 让天下人看看 谁才是天与帝国的主人 画面一转此刻的幽冥谷 幽万山死死地盯着灵位上被卓凡杀害的长老 随即一掌把面前的桌子拍得稀碎 阴沉道 卓凡 让老夫抓到了 必将你碎尸万段 而一旁的幽老五却道 老子现在就要去把卓凡那个家伙给攒了 然而却听见远处飘来一段销声 大骂道 谷中都死了四位长老了 特喵的是谁还有闲情在这吹销 而这时幽万山开口道 你来我幽冥谷做什么 这时远方树上缓缓浮现一人 竟是护龙神尉的御霄剑神 方秋白 老皇帝抓住三家的把柄 只为敲山镇虎威吓帝王门 展现皇室的威严 但此刻的幽冥谷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御霄剑神方秋白已经悄然间来到幽冥 幽万山带领几位长老赶忙出门查看 而只听方秋白说道 奉陛下旨意 宣幽谷主立刻前往都城面见圣上 不得有误 听闻此话的幽万山咬牙切齿 平起平坐 就算是宣兆也得恭敬客气 这次居然派护龙神尉来传旨 这分明想压我七十加一口 如果这次认损了 以后岂不是有理都说不出了 随即到 方先生远道而来传旨 真是辛苦了 不过本谷主最近偶感风寒 身体不适 恐怕要过几个月才能入朝面见圣上 还请方先生海寒 而一旁的幽冥谷长老 还在暗叹自家谷主说话 有理有据气势非凡之时 只见方秋白眼光一寒 手中长笛转动 随手一下敲向远方的山峰 只见远处一大股蓝色能量爆出 发出一阵巨响 而爆炸掀起的余波就差点把几人吹倒 而再次望去 远处的山峰都已经被方秋白给削平了 而此刻的方秋白说道 幽谷主 我再提醒你一句 立刻启程 随即就向远方飞去 留下一脸冷汗的幽万山在风中凌乱 这护龙神为方秋白实力也太变态了吧 照这个样子 他一人就足以覆灭我整个幽冥谷啊 而这时几人身后缓缓走了一人 定眼望去竟是自家的大供奉 看到来人幽万山瞬间来了自信 大供奉你可算来了 你可知道刚刚那方秋白有多嚣张 老夫当然知道 我就是等他走后才敢出现的 吴主 要我怎么说你好呢 咱们这次真的踢到钢板上了 老皇帝虽然是个纸牢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身边的五个护龙神为哪一个 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凶煞呀 赶紧入朝给皇帝赔礼道歉吧 现在的皇室根本不好惹 画面一转 七日后的皇城内 幽万山刚缓步进入房屋 就看到另两位家主早已等待多时 而幽万山落座之后却问道 林家主 去你们快活林轩指的是谁 而林如风叹息了一声 是黑白骑圣 司马辉 幽万山道 那老头平时修身养性 在护龙神威中脾气是最好的 不像那方秋白 到我幽冥谷 直接把我谷中半个山脉都过轰停了 而林如风却吼道 那老家伙道 我快活林二话不说 直接几枚棋子砸下 他那一枚棋子 相当于一颗小型流星的威力 几枚棋子砸下来 我快活林已经被他平了一半了 快活林近千年的底蕴 差点就毁于一旦 你们说这老东西还算人吗 而这时药王店家主 严伯公却说道 你们这跟我药王店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派去你们拿的还算是个人 而去药王店宣指的 简直是个畜生 我药王店可以说几乎全毁 而且连丹药和药材 全被砍得个干净 而听闻此话的二人一惊 连药材都被吃了 莫非去药王店的是那个家伙 皇帝居然把那个 无法无天的小怪物都放出来 看来皇室是真的怒了 我们七世家原先来皇城 哪个不是趾高气昂 这次各个像上刑场的死刑犯一样 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 一名男子禀报道 三位家主 陛下宣各位入殿 三人也是相视一眼 携带着压抑的情绪 前往了皇宫 画面一转 老皇帝威严的端坐龙椅之上 三位家主骑其道全道 三世家家主 拜见皇帝陛下 而老皇帝却阴沉道 三位家主 可知朕召你们来 所为何事 三人相视一眼冷汗直流 随即道 启禀陛下 我们不知 皇帝一下把三个御检丢在了地上 你们不知 那你们可认得这三道传讯御检 来给朕说说 为何公然抗制 强闯朕制定的禁地封灵城 就算你们是开国元勋 也没有这个权利吧 看到皇帝如此暴怒的三人 赶忙下跪请求皇帝的原谅 而老皇帝却道 尔等都是开国功臣 忠心为国 想必其中必有蹊跷 你们可以大胆地说出来背后的指示者 如何逼你们去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朕会酌情宽恕你们 听闻此话的三人一惊 这皇帝的意思是要拿帝王门开刀了 老皇帝恐吓三家家主 逼三家说出帝王门的阴谋 以此来敲打帝王门 而此刻的幽万山已经想到其中的厉害关系 皇帝不需要知道我们为何要闯风临城 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奉谁的命令去闯了就够了 这次皇室真的要拿帝王门开刀了 我们只不过是棋子而已 皇帝这只在深宫的老虎终于要出来吃人了 可帝王门这只猛虎也不是好惹的 我们夹在中间 只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要是当初没听帝王门的话 皇室也找不到理由惩戒我们 可现在不把帝王门供出来 皇帝定会拿我们开刀 可要是把帝王门供出来 我们会死得更惨 横竖都是个死 而一旁的独孤战天也看出几人的犹豫 于是抱贺一声 快说 背后的指使是谁 由万山为之一颤 心里已经接近崩溃 就当要说出背后之人时 乌然听到门外一声高喊 帝王门门主皇埔天元 拜见皇帝陛下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惊 怎么在这关键的时候他来了 这下可瞒办了 随即几人开口道 丞相诸葛长风 帝王门大供奉皇埔风雷 帝王门门主皇埔天元 帝王门管家冷无常 参见陛下 而此刻的司马辉心中也是暗叹不语 这帝王门第一高手皇埔风雷 怎么来了 他可以说是天与帝国中 数一数二的顶尖存在 没想到帝王门这次能把他给带过来 而这时只见诸葛长风道 三位家主 遇下七世家自古与皇室平起平坐 你们就算对陛下再怎么爱戴 也没必要下跪啊 而且你们如此做的话 还会让别人以为陛下有意压制七世家 费了祖宗的规矩 遭人耻笑 你们这不是献陛下语不义吗 快起来 听闻此话的皇帝瞬间血气翻语 随即冷静下来说道 表兄数十年不来我皇城一次 此次前来 不知有何要事呀 启禀陛下 在下此次前来 是来领罪的 皇帝随即问道 表兄此意振甚是不解 帝王门乃皇室贵卿 替皇室驻守所隆成 而且一向安分守己 不知何罪之有 为陛下 遇下七世家辅助皇室千年 本应该为天与帝国安定做出表率 可如今幽冥谷三家公然抗制 进犯风临城 引得民间怨声刺激 我帝王门乃七家之首 没有做好监督之责 实在有罪 老皇帝气的手都在发抖 这是请罪 这分明是来夺权的 安稳好情绪后随即道 表兄此言过重了 幽冥谷三家罪责 怎能由表兄来承担 而诸葛长风赶忙附和道 是啊 皇埔门主 虽然帝王门是七家之首 理应单则 不过 您要强行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实在太苛刻要求您自己了 况且 三世家未必有那么大的罪 需要您来替他们承担 而皇帝应沉道 丞相此一是说朕做错了吗 那倒没有 陛下当然不会做错 只不过 是太小题大做了而已 而皇帝已经气得清金报气 这诸葛长风欺人太甚 随即独孤占天大吼道 诸葛长风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 公然抗制是小事 如果人人都这么想 皇室威严何在 老元帅息怒 在下并无此意 违抗圣旨自然是大罪 不过 要是帝王的无能 任性妄为呢 听闻此话的独孤元帅报名 说什么 老元帅切勿动怒 在下所说并非指陛下 只不过有道之君 自在明里 惩戒他人之前也应该问明远游啊 陛下乃当是明君 更应如此 不是吗 看到救命稻草的幽暗山赶忙道 陛下 我三家禁饭风凌成全因落家的大管家着返 黄浦天原也是附和道 这小贼恶行累累 公然挑衅七世家与皇室为言 请陛下解开封凌成禁止 让我们将此恶贼救地政 以正陛下公正之心 而皇帝却犯难了 心中暗响 这次不但没有能够借三家扳倒帝王门 反而让帝王门有了对落家下手的机会 黄浦天原 诸葛长风 你们可真可恶啊 坏了朕的整盘布局 老皇帝本想敲打帝王门 却被诸葛长风和黄浦天原反将一军 矛头直指向了落家着凡的身上 而此刻的老皇帝却道 风凌成三年前因乾隆阁和幽冥谷两家恩怨 闹得名不聊生怨生在道 朕不想再看到风凌成生灵涂炭 所以你们不要再拿风凌成再做文章 至于那小贼着烦 就等他出来由你们处置便是 而皇浦天原却大笑道 陛下处处为天下苍生着想 乃天下兴盛 我等敬佩 而这无形的一战 皇室与帝王门的较量算是大败而归 不但没有拿下帝王门 甚至连其余三家都动不了 最可恶的是连风凌成这颗棋子都差点丢掉 更是让朕容颜失敬 成了所有人的笑皮 而这时的帝王门门主却开口道 感谢陛下 宽恕我等之罪 那我们就再次告辞了 就当己人要走出大殿外时 司马辉心中暗想 没得到陛下的允许就转身带人离开 分明没把陛下放在眼里 随即就叫住了己人 皇浦先生多年不见 可否与在下对弈一局 缩着一枚棋子就化作流光向己人射去 其速度之快 几人根本反应不紧 听轰的一声 皇城外都传来一阵轰鸣 再次望去皇浦风雷已经稳稳接住了棋子 而棋子还在发出阵阵白烟 此刻的司马辉心中惊叹不已 没想到这皇浦风雷竟已达到如此恐怖的实力 而皇浦风雷却淡淡道 司马先生其意精湛有其胜之称 老夫乃一介武夫与先生对弈岂不是自取其辱 我怎么不现这个丑啊 说着就把棋子给弹射了回去 其速度之快 肉眼根本分辨不清 司马辉赶忙后撤 用尽全力才勉强接住这枚棋子 紧接着道 数十年不见 皇浦先生的实力又突飞猛进了呀 恐怕现在老夫与先生交手 也没必胜的把握 司马先生说笑了 因天赋一礼 哪是老夫所能及的 只不过 在司马先生沉溺其道之时 老夫一直在加紧修炼吧 当一行人着见远去后 几人才一阵恶寒 能将护龙神尾逼得在地上踩出一道裂痕 可见刚刚黄浦风雷那一指的威势有多么恐怖 随即只听见杯子碎裂的声音 皇帝怒吼道 这帮乱臣贼子 竟敢在镇的朝堂上逼阵 陛下息怒 这诸葛长风在场 此人蛇灿莲花 论理我们肯定说不过他 所以我刚刚想压一压他们的气势 可不曾想 黄浦风雷的实力竟如此强悍 反而失了陛下的威严 此乃是在下之错 请陛下恕罪 而独孤战天却说道 这次本想借由鸣鼓三家打击帝王门的气焰 最不计也能分化他们 可没想到帝王门却出手救了三家 以后他们肯定会更加聚拢在帝王门的身旁 辛苦半天反而使得帝王门更加壮大 实在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而这时的老皇帝却缓缓开口道 司马先生 百家争名也快开始了吧 回陛下 还有五年时间 难道陛下您想 没错 帝王门自诩七家之手 还不是因为千年来百家争名他一直拿第一吗 这一次 他们若是落后了 气势必将大减 跟着他的家族也必然会分心 可是陛下 帝王门千年来人才辈出 尤其是这一届更是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怪物来 而其余六家虽然人才极紧 但和帝王门的那个怪物相比 实在相差甚远了 更是有人传言 此人天赋极高 甚至有希望突破神赵境的智谷 达到天羽巅峰第一人的称号 不知天下年轻一辈中 谁又配得上做此人的对手啊 说起怪物 如今谁能够比得上那个小家伙 陛下 难道您说的是酌烦 没错 我们护这小家伙和洛家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有点回报了 只要他能在百家争名中 力压帝王门 朕就顺势把洛家封为第八大师家 施衡帝王门的扩张 画面一转 此刻外面的异行人 黄浦天元拱手道 这次多谢诸葛丞相的帮忙 本门主就在此谢过 而诸葛长风却玩耳一笑道 你不用谢我 这不都在您大管家冷先生的意料之中吗 随即就转身离去 而黄浦天元心中暗叹 真不愧是诸葛长风啊 全被他看穿了 也难怪他能成为四柱之首 此人的心机 更是让人难以琢磨 真是个可怕的人物啊 冰火二老成功加入洛家 卓凡随手送出合体秘术 使得厉老眼红不如 听闻是双修秘术的厉老 也只好兴兴作罢 但这时的丑老头却羞涩道 卓管家 您给的这法觉我们也修炼不了 毕竟我和雪剑这么多年 还无夫妻之实 我擦 几十年的老家伙没有夫妻之实 竟都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那要是有了 以后还得了 而骆云商赶忙道 正好我们骆家多少年 没有办过喜事 不如就选择一个良辰 给二老办了吧 听闻此话的二人已经满脸羞红 而卓凡却呵斥道 办什么喜事 都是一些老俗套 就现在给老子把这套功法练起来 还有你个死老头子 几十年了守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都没把她搞定 亏人家还为你保持了几十年的容颜 而这时的丑老头赶忙一脸谄媚的来到雪女身旁 清剑呀 你看这都是卓管家的命运 为了家族的利益 咱们只好牺牲一下 而雪女却说道 瞧你那德行 随即两人就出了房门 而这时的骆云商却小声嘟囔道 你就会说别人 也不看看你自己 而卓凡望向他 骆云商一把转过头去 这时的丽老慌忙在一旁煽风点火 卓管家 大小姐这么漂亮的美女 您可别错过呀 随即卓凡就露出了一个想杀人的表情 吓得丽老有点不知所措 心中暗想 原来你这小子什么都明白呀 而这时只听严老说道 卓管家 您看别的长老您都赐给了法局 可是我还没有呢 我不是把炼丹术传给你了吗 您这话说的 可是我除了炼丹以外 我还是一名武道修准啊 还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了 行了行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原本我对毒工不是很推崇 不过既然你开口给我要了 作为自家人 我当然会尽量满足你 这是玄阶高级武技 九九旋罗掌 以及九九八十一种天下奇毒的修炼方法 除了掌法本身变换莫测伤人与无形之外 而且九九八十一种奇毒 每一种又是九九八十一种变化 每一种变化 都会随着个人修为和环境变化而变化 可以说 中了此掌法 除了出掌者亲自解除 不然根本没有固定的解药 这武技可谓是生死判官 别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而得到此武技的炎老兴奋无比 这可比七彩云罗掌牛太多了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卓管家 您真是神通广大 我炎某人以后跟定您了 而这时的利老却暗想 老夫要不要也拉下来 卖个蒙球一球卓管家 算了算了 贪多嚼不烂 而这时只听见山外传来一声 卓兄弟 我来看你了 几人听见街市一论 卓凡心中暗想这家伙怎么来了 随即就吩咐阎老 带全部的长老先躲入阵中回避一下 大小姐 贵客临门 还请您亲自出去迎接吧 行呀 不过 我身为大小姐 出门总要有个派头吧 卓管家快扶本小姐出去 而卓凡却气愤道 你压的是八十岁的老太太 走不动到了吗 还要我扶你 而洛云商却一点尴尬 别生气 我开个玩笑吗 而卓凡却一把牵住了洛云商的手 一脸不情愿 我特喵的可是堂堂魔皇啊 不过这种感觉也不错 画面一转 黑风山外 洛云商看着眼前这个如山的胖子 有些不知所措 而此刻的胖子却道 卓兄弟 你可算下来了 你要是再晚一些 我可真支撑不住了 而看到胖子的卓凡 也是冷汗直流 你压的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跑到这里了 这还不是父皇的旨意吗 要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个鬼地方了 随后卓凡也是请他们进入了风陵城 而胖子却呵斥到身后的人 快点把我抬上山去 这里实在太热了 看到几人抬起胖子 脚都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卓凡和洛云商都是一脸汗颜 卓凡随即问道 胖子 话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 可别提了 最近父皇心情不好 总拿我出气 搞得我心情也沮丧了 茶不思饭不想 郁闷的我又胖了几百斤肉 估计现在都有八百多斤了吧 真是遭罪啊 看到抬轿的几人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卓凡一脸苦闷 你压得心情不好 还长了八百多斤肉 真是个奇葩 哪里哪里 我们兄弟两人各有千秋 都是天赋异比 而卓凡却问向一旁的方秋白 你徒弟都胖成这样了 你也不管管 而方秋白却淡淡道 无妨 富贵之人 必有富贵之处 而卓凡却暗想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而这时的方秋白却转头问道 小子 你可是最近在天与帝国混得风声水起啊 搅得整个天与帝国都不得安宁 而卓凡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方秋白一眼 皇子凤凰命来到黑风山洛家 而护龙神卫的方秋白 却责问卓凡把天与帝国搅得鸡犬不明 就当卓凡以为此人来者不善时 却没想到方秋白对卓凡也是满脸欣赏 画面一转 洛家的房亭边 一行人已经等待多时 此刻的胖子抱怨道 你们几个快过来给老子闪闪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 而此刻的卓凡却暗想 这胖子三年前还能跟我过几招 现在算是彻底废了 而且他身后这些老头 似乎有些嚣张啊 随即就问道 胖子 他们不是你的手下吗 怎么不让他们伺候你 他们怎么能像下人一样伺候我呢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修为吗 卓凡淡淡的 天玄境高手 对啊 他们可是心事少有的天玄境高手 让他们伺候我 岂不是侮辱他们吗 而卓凡心中暗想 也对哈 看来我对我洛家长老还是好的 至少没让他们端茶倒水干粗活 而这时的皇子却说道 兄弟 实不相瞒 这些天玄高手不是我的手下 而是你的 这些天玄强者都是父皇赏赐给你们洛家当长老的 你们洛家能得到这么多天玄强者当长老 说不定马上就要崛起了 怎么样 兴奋吧 而卓凡却丝毫没有高兴的神态 反而却一脸嫌弃地说道 胖子 皇帝赐予我们天玄长老 也要和我洛家商量一番吧 也要看看他们配不配入住我洛家 听闻此话的胖子也是一惊 他们可都是世间罕见的天玄境强者 卓凡这个家伙怎么一脸嫌弃的样子 随后卓凡就向几人走去 你们以后就是我洛家长老了 在下洛家管家卓凡 今后你们凡事除了大小姐以外 就要听从我的命令 而几人并没有回答卓凡的话 仍然是一副指高气昂的姿态 随即其中一人说道 你就一个小小的管家 能管住洛家长老 这洛家也真是奇葩呀 听闻此话的卓凡眼光一寒 刚才是谁说的此话 给我站出来 切 黄口小儿 毛都没长齐呢 就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了 还没等男人再说话 就只听他的一声 不偏不已地打在男人脸上 叫老子卓管家 你没听见吗 而男人却大吼道 你个胆大妄为的狗东西 连我们御前侍卫你都敢出手 看我今天不把你们洛家之人挨个教训一遍 而正当大手即将抓到卓凡之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男人还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卓凡 卓凡一下把手抽出 男人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血洞 飞机扑通一声就瘫倒在地了 而此刻的胖子却叹道 卓兄弟 虽然我知道你一向很暗 可这些人都是陛下所赐的 你不能说杀就杀呀 卓凡并没有理会 而是定睛向几人看去 这些家伙根本没有天玄的实力 是伪天玄 胖子 到底怎么回事 你竟骗我 这些人根本不是天玄境高手 你给我弄来一群伪天玄干嘛 什么 这都被你发现了 废话 老子又不是没和天玄境强者交过手 再说你让老子带这一帮废物 去和别的家族干账吗 这些家伙相当于一群断骨精的废人 你这不是明显坑我吗 而胖子却憨笑道 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糟了 你出门带十几个天玄高手装插 还是挺拉风的吗 废话少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帮气派你从哪弄来的 胖子却一脸尴尬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而这时的方秋白却跳出来说道 还是让老夫来解释一番吧 其实他们本就是资质低微的御前侍卫 这辈子都很难踏入天玄境 所以皇室就有了培养天玄高手的计划 利用丹药让他们强行突破天玄境 大批量地制造高手 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而这批制造出来的高手 形似天玄而神不似 可谓空有天玄的修为 却没有天玄的实力 不过 跟聪儿说的一样 拿出去装逼还是可以的 就像二十年前 犬戎国本想入侵我天与帝国 陛下怕战争发动劳命伤财 于是便将数万伪天玄 拉到战场上溜了一拳 当即就把犬戎国的军队 吓退了回去 那时候我都不得不佩服 陛下的智慧过人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兵法上的确有着 这么一种上层兵法 实则须知 须则实之 不过 在真正的战场上 等待这些人的 只有死 皇子来到洛家 送来了十几名天玄强者 结果男主却发现都是伪天玄 而得知缘由的卓凡还想争取一下 皇帝既然给了 哪怕给十个天玄也成啊 听闻此话的胖子一惊 别说十个 一个也没有啊 大哥 你以为天玄境强者 是大街上的白菜吗 一个天玄境强者 哪有那么好培养出来啊 现在的乾隆阁才九个 幽冥谷也才不过十二个 还被你干掉了六个 我们皇室也是很紧缺 父皇他根本不舍地拿出来 而卓凡却道 既然要赏赐就要赐真的 这些假的不但实力弱 而且还不听话 你还是拿回去装插吧 我不要 那可不行啊 圣上所赐 哪有退回去的道理 你要真这么做 我回去肯定少不了 父皇的一顿小板子 随即就转头呵斥几人 不用你们嚣张 骆家要把你们退回去 回到皇城 你们人头也必将落地 而卓凡却说道 我还是不想要 你在这里他们当然跪地求饶 可你这个皇子要一走 他们仗着皇室出身 天天在我骆家摆苦 到时候我能怎么办 而胖子一跃而起 卓兄弟 这个你别管了 交给我吧 随即就呵斥几人道 你们几个狗东西 皇上已经把你们赐予落家当长老了 你们就应该遵从落家的规矩 更要以卓管家为命是从 况且 你们几个伪天玄 有什么可嚣张的 告诉你们 我帝国三皇子的兄弟 落家管家卓凡 可是拳打幽名鼓脚踢 花语楼的很准 天语七世家都被他打过来一遍 死在他手中的天玄 尽高手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 而他却活得好好的 就凭两个字 实力 如果你们有他的实力 你们自然可以不用听他的指挥 可若是没有还不听话 那死了也是活该 听闻此话的几人如同晴天霹雳 心中暗响 难怪连陛下赐予的人都敢随便杀着 看来这落家 一个管家有如此权力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这时的胖子问道 卓兄弟 怎么样 他们以后绝对听话 卓凡随即道 既然是陛下遇刺 又看在三皇子的面子上 我就勉强收下你们吧 不过你们既然进入了我落家 就要遵守我落家的家规 首先第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在这个家里 只有我才能装插耍帅 如果你们敢在我面前装插 我就宰了你们 而听闻如此奇葩的家规 几人也是一愣 三皇子也是汉颜 转头问向大小姐 落家真有如此无耻的家规吗 而卓凡紧接着说道 第二条 出了家门见到外人装逼 也是我先来 你们都不能抢在我前面 第三 就是今后必须只听我一个人的命 我让你们杀谁 你们就要杀谁 不得有违背之意 否则 也是死 听闻此话的几人也是一愣 随即几人就相互使了个眼色 而这微小的变化 却让卓凡捕捉到了 这群家伙果然有问题 前两条只不过是试探 放松他们的警惕性 他们若真是皇帝赐予的长老 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听从落家的命令 但刚刚的反应 在前一时终于他们心中的 另一个命令发生了冲突 所以才有些措手不及反应不过来 得知几人有问题后 卓凡也不再过多纠结 随即就喊道 雷长老何在 日见一道流光瞬间砸落在众人的面前 卓管家 有何吩咐 这些是陛下赐予我们落家的长老 以后就由你带领了 可一定要把他们带好啊 精灵的雷老头 一下就听出来卓凡话中的意思 随后就带几人离开了 而这时的三皇子却喊住了卓凡 卓兄弟 你落家的三个家归真把我给雷到了呀 不过现在本皇子要办正事了 落家大管家卓凡皆知 听闻是皇子的骆云商 一把跪倒在地 嘴里喊着无皇万岁 而相反的是卓凡悄然从胖子身边走过 走到石厅旁坐了下来 丝毫没有想跪下接纸的意思 而三皇子赶忙在卓凡耳旁小声道 兄弟 怎么说这也是圣旨 你如此藐视 可是犯了欺君大罪啊 要掉脑袋的 而卓凡却一脸无所谓的刀 反正就我们几个人 只要你不说出去 我相信方先生也不是那种嚼舌根的人 况且 说出去也无妨 皇帝既然向我下旨 就肯定有指望我的弟弟 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了我了 而胖子却暗想 这卓凡果然心机深沉 真让他说中了 可如此一来 皇室的颜面何在啊 随即就望向一旁的方秋白 而方秋白也是微微一笑 非常之人自然要非常对待 也不必在乎那些虚拟 而这时的骆云商 也是一屁股坐在了石阶之上 卓凡调侃道 大小姐 以您的性子圣旨到了这种大事 您可不该如此轻浮啊 切 你都不跪 我还跪着干嘛 反正出事了你先扛着 随即卓凡大笑道 不愧是我洛家大小姐 心中暗想 老子打造的洛家 可是要成为天下第一的世家 自然要自强不惜心理天高 怎能对皇帝的一张小小皇旨 就被公屈膝 哪还有称霸天下之雄心 随即胖子也是哀叹了一声 三年前洛家还对皇室毕恭毕敬 人家是有什么样的家主 就会有什么样的家主 而洛家却是有什么样的管家 就会有什么样的世家呀 算了 反正是个口语而已 就简单明了说了吧 随即道 陛下要让你参加百家争鸣 给他老人家狠狠错一错 帝王门的锐气 卓凡一脸诧异 要我参加百家争鸣吗 皇子特意邀请男主参加百家争鸣 来打击帝王门嚣张的气焰 而卓凡和洛云商相视一眼 似乎并不懂什么是百家争鸣 胖子却一脸嘚瑟 心中暗想 这下不知道了吧 让你嘚瑟 让你狂 现在成土鳖了吧 该老子装差了 随即道 这百家争鸣 每百年举行一次 能参加的都是天与帝国 最顶尖的精英世家 而像洛家这种 三流不到的小家族 去了也是当炮灰 所以干脆不如不去 久而久之就没人提了 你们不知道也正常 是吗 既然如此 陛下为何还要邀请 我们这种小家族参加 那请三皇子回去禀告陛下 听三皇子一戏话后 卓凡羞愧难当 觉得没资格参加 如此隆重的盛会 让他另寻一些高贵之人吧 爷啊 卓兄弟 你这样说的话 回去父皇会打死我的呀 算哥哥不对 不该在你面前装插 不该在你面前嘚瑟 你就原谅哥哥 这次口不择言的话吧 那你先说下去听听吧 兄弟说实话 这百家争鸣 也并非什么精英家族的盛会 而是天与各大世家 赌上一族荣物 为了家族更进一步 拼上性命的修罗场 有的世家因此一步登天 有的却瞬间没落 从一流家族 直接调到三流之末的 也比比皆是 所以你若参加 哥哥还要提醒你 这话怎讲 而胖子却叹气一声道 说起此事 还要追溯到开国之初 七家争斗之时 那时七家之乱虽然平息 但七家依旧是城水火 谁也不服谁 我天与开国皇帝 为防止七家再起争斗 便与七家立下了约定 以他们三十岁以下的族人 进行比试 胜利者为七家之首 毕竟年轻人的实力 才是代表家族的未来 这样一来 七家既不用再动干戈 又可奋出高下 大家便都同意 这就是百家争鸣的雏形 后来天与各大世家 希望能够崭露头角 被七家和皇室看中 便都纷纷加入了其中 就渐渐地形成了 现在的百家争鸣 不过说是百家 其实依旧以七家为主 其余家族 不过是附属在七世家旗下 冲锋献震霸 甚至于到后来 出现了一种怪象 七世家之间彼此留着颜面 不会真的拼杀 但其附属家族 却要拼个女四我王 只为主子能争口气 其中存留到最后的家族 自然就会得到七家的气转 成为附属家族 但大多数都成了矮矮白 可悲可叛啊 七世家的存在 令其他世家没有了出头之日 只能沦为七世家讥讽利用的工具 每百年一次的百家争鸣 更是让天与帝国战力受限 永远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现在的七家 已然成了天与最大的独留 而卓凡随即问道 那皇帝让我去百家争鸣的目的是做什么 打败帝王门吗 那倒不用 对于洛家这个新崛起的家族来说 打败帝王门根本不太现实 帝王门之所以敢号称七家之首 甚至有吞并其余六家的野心 就是因为他在千年来的百家争鸣中 从来没输过 所以陛下的意思是 让你从中捣捣乱就可以 七家中只要任何一家拿了敌 对帝王门的威信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而卓凡却说道 你让我去捣乱 是不是太大财小用了 卓兄弟我知道你的本事 可是你也不能太轻敌啊 就算是捣乱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 这是上一次百家争鸣的七家排名 你先有个了解吧 卓凡随即就打开了卷轴 胖子知道 这是上次的排名 第七名是花雨楼 你应该很熟悉了 带头的人是楚碧君 他虽然实力够强悍 但队友太惨了 当年只拿了个垫底 卓凡也是暗想 这花雨楼拿的最后一名 这百年来垫定了是七家最弱的 看来这百家争鸣的名字 还真说明了不少的问题 第六名则是快活灵 墙头草而已 没必要在意 而让卓凡意外的是剑侯府 只排到了第五 参加之人剑随风等人 第四名是乾隆阁 参加者是龙九等人 第三名幽明 参加者幽老七等人 第二名是药王殿 参加者独守药王严松 那这第一名必然是帝王门了 我们的盟友全是靠后的位置 前三名都被帝王门和其狗腿包了 不但最强战力比人家弱 而且总体实力也是被别人拉出一大截 卓凡叹气一声 看来真有点麻烦啊 而胖子却问道 兄弟也不用叹气 跟你骄傲的家族差不多早已经被你打残 实力早已大不如前了 卓凡不解地问道 此话怎讲 随即胖子说道 上次百家争鸣之所以有如此排名 完全是靠着几个惊世骇俗的人物 就像幽明谷排行第三 完全是靠幽老五的实力和幽老七的智谋 没有这二人 幽明谷的实力并不比乾隆阁强 而药王殿能排第二 完完全全是独守药王严松的独工太猛 根本没有一人敢靠前一谷 没有独长的辅助 药王殿连快活灵都不如 此刻的卓凡才恍然大悟 这些人不是被我搞死 就是被我挖了过来 这两大世家的实力肯定不如以前了 而这时的胖子又说道 百家争鸣的时候当真出了不少的成名人物 像幽鬼七这样的智星在七家中有着这样一句传言 二十位天玄高手不及七家第一智囊 独守药王更是千古难出的绝世丹王 而乾隆阁的九叔在那时候大显身微 子雷惊眼千古一绝 被所有人熟知 而此刻的卓凡却暗想 当初干掉幽鬼气看来是正确 至于独守药王严松 现在可是我的一员猛将啊 皇子为男主介绍百家争鸣的来历与残酷 百家争鸣更像是一场豪赌 输者加败人亡胜者一跃冲天 胖子给卓凡讲述完七家大体实力后 随即又掏出一张卷轴 而在里面记载着七家最强天才六龙一缝 也是本次百家争鸣中你将遇到最强的对手 听闻此话的卓凡也是一惊 这六龙一缝的名号我在花语楼就曾听说过 只不过当时没有注意 看过卷轴的浊凡心中暗想 这就是七世家下一届百年之内掌权者的名单了 而这时的胖子却说道 这六龙一缝是七世家积殿千年 出现有史以来天赋最高的弟子 就算相比于一些影视宗门的天才弟子也不遑多让 未来的七世家在他们手中 实力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内侍皇室将在难掌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帝王们急于一统七家的原因了 若是在往后推延时间 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 甚至永远不可能成功 而卓凡也是明白 这七家日益强大不光是皇室的一根心头刺 更是帝王门的隐患 如果再照这个样子下去 天与帝国可能会变成七家病例 将会出现皇室彻底被架空的局面 这样一来帝王门便再也不能以七家之手自军了 天下一旦分立 再想完成一统将会更加艰难 而正在卓凡思索之时 胖子给卓凡解释道 六龙一缝的其中一缝 这一缝便是花语楼现任楼主 飞天寒奉 楚清城 传闻这楚清城可是清国美人 天赋极高 小小年纪就只长一族的大权 但性格孤僻 似天下男人为粪土 不过他的实力确实强悍 在七家中许多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卓凡却问道 难道你见过 而胖子却嘚瑟了起来 想当年楚清城年方二八之际 哥哥有幸去过一次花语楼 他那恶挪多姿的身段 玲珑的姿态 真可谓是清国清城的美人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 但丝毫不影响他在我梦中扮演女主的角色 不过可惜的是 那时的他一直轻杀遮面 我在花语楼驻足一个多月 他就瞥了我一眼 就不再多看了 真是冷美人之名 名不虚传啊 听胖子一阵嘚瑟 感情人家就瞥你一眼啊 随即道 我在花语楼可是见过他的 听闻此话的胖子一愣 你见过楚清城真正的容颜 废话 没见过脸能算见过吗 胖子随即一把抱住着凡 快和哥哥说说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如传闻中那般美得 让人不可自拔 怎么说呢 陈于落雁碧月修花 也不足以形容他 只能说明他的容颜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美不到 而一旁的落云商 却酸溜溜的倒 他真有那么漂亮吗 那是当然 我和他相处三日 近距离观察过许久 可以说他的容貌完美无瑕 什么 你还跟他相处过三日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最讨厌男人了吗 这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 你不能因为你的遭遇 就说别人是个冷美人吧 兄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 我要是女人 我看你一眼 也不想再看第二眼了 听闻此话的胖子 如同晴天霹雳 瞬间实话在当场 咬牙切齿道 兄弟 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这点自尊心动 他的一点都不剩了 而卓凡紧接着道 楚清城的天赋的确很高 但也没像你说的那样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吧 他甚至于连黄浦青云都打不过 若这六龙一缝 都是这种程度的话 我现在就有着十足的把握虐杀他们 而这时只听方秋白说道 卓凡小子 如果你真这么想 五年后的百家争鸣 恐怕会吃大亏 卓凡问道 死话怎讲 方秋白紧接着说道 你也去过花雨楼 应该也知晓花雨楼这几年的处境 楚清城那个丫头的确是天资卓越 但可惜在这几年花雨楼风雨飘摇的情况下 耽误了他修炼的进程 以至于落后其他世家子弟一大劫 这才导致他现在的实力 在你面前没有那么逆天 刚刚你说他连黄浦青云都打不过 那我告诉你 楚清城在十二岁的时候 就和黄浦青云交过手 那时老夫正好在场就给两家做了裁判 你猜结果如何 他紧一招 就完胜了黄浦青云 可以说当时的黄浦青云在他面前 只能算是个普通人 听闻此话的浊凡也是不由的一惊 没想到那个丫头竟有如此天赋 而方秋白继续道 当时我就看出那个女娃 甚至有超越护龙神位的资质 而现在的花语楼有着楚碧君重新撑起 那个女娃就可以专心修炼了 真不知道五年后 她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而像她一样的其余六家弟子 比她修炼的时间更久 想必也会更强 这次的百家争鸣 还真是让老夫期待啊 而浊凡也是明白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如果这么说那六龙一奉的实力 都已远超自家长老 那么百家争鸣 我将面对的将是七个怪物般的存在 此刻的胖子随即向浊凡介绍其余六人 这六龙之中的快活灵 穿灵一龙 灵旋风 此人以速度成名 身发奇快 穿灵如风行似鬼魅 常人用肉眼更是难以捕捉 而六龙之中的剑侯府 金甲剑龙 谢天商 这谢天商比起她的弟弟谢天阳来说 不知强了多少倍 是真正的剑道天才 剑侯府的独门玄界五纪空灵九世 许多长老一辈子都未能参透 但这小子 十九岁就已练成 是真正的怪物 而卓凡也是点了点头承认此人的厉害 而这时的胖子又说道 只不过接下来这个人 跟前面那些人相比 就相差的不知一点两点了 这个人 才是真正的天才中的天才 怪物中的怪物 他就是 帝王门大公子 镇天帝王龙 黄浦青天 七家人才辈出 五龙一奉每个都天赋异比 都是怪物一般的存在 但和帝王门的大公子黄浦青云一比 他们只能算得上普通人 而胖子紧接着说道 他的弟弟黄浦青云你已见了 可是那家伙跟他大哥相比 只能算是庸才 并且关于他的情报极为稀少 但可以肯定地说 五龙一奉联手也不是其对手 是吗 六人联手都对付不了 那家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这么强大的对手 真是让我越来越兴奋了 而胖子却一把搭在卓凡肩膀上 与众心长地说道 兄弟 现在知道了吧 就算给帝王门捣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和那个真正的怪物相比 你还是不是那个所向拼你的怪物 卓凡就不一定了 而卓凡却阴沉道 放心吧胖子 五年之后的百家争鸣 你们的面前绝对会出现 一个崭新的卓凡和洛家 不过在此期间 我要去做一些事情 希望皇室能够保证洛家的平安 放心吧兄弟 你就安心修炼 为百家争鸣做准备就是 洛家的安危就包在我们身上了 而且你这次如果能在 百家争鸣中展露头角 父皇就会直接赐封你洛家 成为天语第八大世家的名号 到时候帝王门再想动你 就更难了 而卓凡却心想 果然是风险越大回报就越大 而这次百家争鸣 就是洛家登上巅峰的机遇 此时商讨完后 胖子带领几人捉见远去 而这时的卓凡却吩咐道 大小姐 把家里管事的全都叫来 也该是我们走出风凌城的时候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家大厅 也人听闻皇室要求 洛家对抗七世家的计划都是大惊 而稳坐桌前的洛云商 也是一脸愁容 厉老和严嵩也心中暗响 如今刚崛起的洛家 去对抗七家 就相当于以卵击石 这次皇室给的任务实在是太重大 卓凡随即就问道 厉老 您曾在帝王门里待过 您觉得 我现在遇上皇埔青天有几成的胜算 厉老却眯眼斟酌了许久 随即认真的说道 几乎丝毫没有胜的可恶 而一旁的学女却坐不住 厉老鬼 你可知道我们的卓管家根本不是一般人 断骨镜就能连杀十几名天玄高手的存在 天与帝国几人能做到 难道 那个叫黄埔青云的小鬼 还能比得过我们卓大管家吗 而卓凡却眼光一寒 学老 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 我希望你严肃一点 不然 我会以为你在捧杀我 听闻此话的厉老二人心中暗叹 也看卓凡平时放荡不羁 悟空一切 站在关键时刻 却是如此小心谨慎 这才是上位者该有的气势 不听于偏信 而被捧杀 被一些鳄鱼奉承之词蒙闭双眼 而厉老紧接着说道 卓管家 实不相瞒 那三皇子和方秋白 没有真正的见过黄埔青天 所以很多都是道听仆说的传闻 可但凡见过他的人 都只有一个印象 那就是天生的王者 是真正的怪物 刚刚学长老也说 卓管家断骨镜便能干掉天玄高手 而在此之前 卓管家并不是第一个能做到的人 早在十年前 黄埔青云就以断骨二重的实力 轻松击败了帝王门中的天玄长老 要知道 那些长老跟幽鬼妻他们不同 那些长老可是实打实地修炼 黄极霸体绝的炼体强者 听闻此话的灼烦也是一惊 心中暗小 我能打败天玄高手 一是背负着雷云翼 二是利用金刚流杀炼体 除此之外 实在难以想象还有怎样的办法 能让一个人强到如此变态的成果 厉老看着众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 随即解释道 这世间 就是有着如此怪物般的存在 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把所有的凡人和天才 都踩在脚下而来到这世上 老夫离开帝王门的时候 那怪物一直跟着大供奉修炼 也不知现在到达了何种层次 但连黄浦青云都达到了天玄境 想必黄浦青天最起码是天玄五重境以上的实力了 而这时的丑老头却问道 那照你这么说 卓管家就没有一丝胜算了吗 那倒未必 老夫只是说在实力上无法战胜那个怪物 但卓管家的手段 别人不知道 你们还不清楚吗 别忘了 我们都是怎么来到洛家的 听闻此话几人也是一喜 对啊 卓管家的能耐不在于他的实力 而是阴沉的心机和无人能比的诡异手段 随即利老说道 这一届百家争鸣 可算是千年来最强的一届了 幸好老夫早生了一百多年 不然在这届争斗中 也必将成为炮灰 而卓凡心中暗想 黄浦青天始终是个问题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 卓凡却打断几人道 诸位长老 你们可知道哪里存在雷云密布之地 几人却疑惑道 卓管家为什么要找雷云之地 卓凡随即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颗蛋 众人看到此蛋大惊失色 这是六级灵兽 雷云雀的蛋 卓凡以为各家天才已是逆天的存在 没想到黄浦青天更是怪物中的怪物 使得卓凡迫切想提升自身的实力 于是便拿出了六级灵兽 雷云雀的蛋 几人见到此蛋也是大惊 卓管家真是藏了不少好宝贝啊 连六级灵兽的蛋都有 这要是孵化出来 马上便有一只能让神照镜强者见了都要跑的灵兽了 丑老头也是附和 我们两人费尽千辛万苦 才不过搞了两只五级灵兽而已 没想到卓管家竟藏了一只六级灵兽 这样的宝贝连神照镜强者见了也得眼红不已 而卓凡紧接着道 这颗蛋也是我偶然间得到的 只不过受了一些损伤 我去花雨楼就是寻找菩提玉叶为他恢复 之后一直有紧急情况发生 也没顾得上他 最近才让他恢复了生机 但要使他孵化出来 就必须找到大量雷电聚集之地 吸收雷电之力才方可使他成功孵化出来 而力劳也是赞同道 马上要对阵黄埔青天那个怪物 身边当然是能多一个手段就算一个 若是说天与帝国有哪一处地方常年雷电轰运 那就只有那个地口 玄女随即吼道 不行 那里可是天与帝国的境地 而且我们现在连七世家都敌不过 难道还想扯上更大的麻烦吗 卓凡追问道 你们说的到底是哪里 几人沉默一阵后相视一眼 随即一口同声道 鸡雷山 卓凡狐疑 鸡雷山 那里怎么了 那个地方常年雷云溺补 惊为狂轰乱炸不止 已不知多少年了 相传在天与建国之前就有此地 那正好 老子就在那里孵化我的蛋了 而这时只听雪女大吼道 不行 如果是以前去倒是没什么 可就在六十年前 护国三宗之一的摩测宗 在那里流放了四个犯人 天天受万为是心之苦 如果我们去那里孵化 不小心解开了禁止 就相当于得罪了摩测宗 你说那四人是流放 那摩测宗有人看守没有 或者定期去观察 那倒好像没有 摩测宗似乎把他们放那就不管了 想来是料定没人敢去那里冒险 那还怕个屁啊 要是给他放出来了 我们拍拍屁股走人不就行了 反正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那倒也是 那就这么定了 雷小姐 严长老 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去办 待会来我房间一趟 丽老 准备准备 我们前往击雷山 画面一转 此刻的击雷山雷电交加 空中两道身影急速飞过 卓凡问道 丽老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抵达 丽老夫估算 三日之内必到 紧快到达 免得夜长梦多 而这次突然一道黑影袭来 左凡大惊 眼看就要闪躲不过去 只见丽老一击鬼龙爪 把来袭之物瞬间击飞 丽老 怎么样 不要紧 只是那件物品恐怕是一件灵兵 起码在无品里上 要不是老夫乃练体强者 现在估计就要挂采了 回击只见来人一把接住灵兵武器 既然能徒手接住老子 打出的五品灵兵骷髅杖 也算遇到高手了 看来今日能大捞一笔 随机浊凡惊一道 神赵进三重的高手 小红人狂笑道 既然知道老子的厉害 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老子也许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 区区神赵三重修准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竟敢在老夫面前口出狂言 这个老家伙竟然是神赵六重的强者 随机浊凡道 连对方的修为都不知道 就敢向对方出手 真不知道这小东西怎么活到现在的 现在老子问你 你是什么人 为何出手袭击我们 而小红人看到卓凡也是一愣 随机大笑道 一个断骨五重的小鬼 插两个翅膀就冒充高手了 也配打听你爷爷我的名号 卓凡咬牙切齿道 你这个不人不鬼的小东西 利老 什么都不用问了 使出全力赶紧解决他 我们上路 只见利老答应了一声 随机瞬间消失在空中 再次出现已然来到小红人身后 给老子去死吧 男主迫切想提升实力 于是刚来到积雷山就遭遇偷袭 卓凡本想问清情况在做打算 没想到红发小鬼就开始无脑地嘲笑起了卓凡 而卓凡却没那么多耐心与之伴对 于是吩咐利老迅速干掉对方 而利老也不多废话 瞬间来到红发小鬼面前 一拳就向小鬼轰去 刹那间 利老的拳头像雨点般砸向红发小鬼 打得他节节败退 还没等小鬼反应 利老携带原力一拳已经高高抬起 一拳重重地砸向红发小鬼 而小鬼也是使出全力来抵挡这凶猛的一击 一场交锋过后 小鬼猛然向后一跳 逃离战圈 心中惊叹道 特喵的这次真的遇到硬查了 而利老本打算再次追击 只见小鬼大喝一声双手瞬间合十 刹那间 小鬼周身被一股股怨气所包围 随即怨气化作的一只骷髅嘶吼着浮现在宫中 卓凡眉头微微一抖 刹一刀 实在没看出来这个白痴净是已因狠毒辣著称的魔道修者 不过老子传给利老的魔杀三句 可是在整个魔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而这时的小鬼却嘲笑道 没想到吧 老子可是最狠毒的魔道高手 爷爷我这一招玄阶低级武技 鬼影骷髅会把你们整个身体和灵魂都吞噬干净 而利老则嘴角一抽 真是个白痴 你可喵的竟敢瞧不起我 那就给我通通去死吧 而利老却眼光一寒 不长眼的东西 今天老夫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魔道至高武技 魔杀三绝第一世 魔龙冲天 携带着天地之威势就向骷髅虚影冲去 若豪没有学年 骷髅虚影瞬间被撞散 红发小鬼急速倒飞了出去 骷髅杖也顺势断为两劫 红发小鬼赶忙摆手求饶 我认输了 求放过 求放过呀 利老转头看向浊凡坚定的眼神 便知道了他的决意 这时只见利老鹰显一笑 不开眼的东西 现在知道求饶了 已经晚了 而这时只见红发小鬼惊叫道 兄弟们 你们大哥快被人打死了 快来救我呀 随即只听见三声 谁敢动我大哥 突然只见三道身影急速向利老袭来 利老慌忙侧身才显现躲过 此时再次望去 红发小鬼身边已然多出三个长相相似的小矮人 大笑道 我的兄弟们来了 怕了吧 识相的 赶快束手就擒 老子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 卓凡看着眼前四个都是神兆三重的小矮人 也是一头黑线 还敢在老子面前装插 随即就吩咐利老灭了几人 但此刻的利老却眼神一鸣 随即道 卓管家 看来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卓凡也是一愣 只见利老抱全道 各位可是传闻中被摩测踪放逐在鸡雷山的摩测似鬼 听闻此话的卓凡眼瞳一锁 转头看向四人 他们不是被静置困着的吗 怎么跑出来了 而听闻此言的四人 瞬间摆出一个极其傻叉的造型 大声道 没错 我们就是魔道阴姐 人称痴魅王俩的摩测似鬼 他还没装完 红发小鬼就一口老血可出 卓凡一阵无语 明明受了重伤 还拼命熬造型 真是一群奇葩呀 真不明白当初摩测宗怎么把他们四个收了呀 利老你还是把他们灭了吧 我实在忍不了了 而利老却不为所够 反而一脸凝重地说道 卓管家 你别看他们四个不太正常的样子 但四人联手的威力 当年可是轰动整个天与帝国了 而卓凡却一脸淡定道 那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能耐 而这时只见一个绿发矮人瑟索道 哥 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还是赶紧跑吧 而一旁的另一个矮人呵斥道 胆小鬼 我们的霸气造型都被你给毁了 以后再也不带你出来了 再说 老大被他们重伤成这样 难道我们能不给他报仇吗 卓凡一阵无语 看来这四个豆逼中还是有正常人的 随即只听白血矮人说道 就算不给老大报仇 老大的骷髅杖被他梦换 怎么说也要让他们赔一根吧 卓凡脸颊狠狠一抽 脑袋一头黑线 老子还以为有个正常人呢 感情里大哥还不如一个棍子重要啊 随即只听咚咚两声 红发小鬼大骂道 老子让你们来冲锋陷阵的 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老子戴的头都跟老子一起冲啊 三人正打算杀出去的时候 只见白发小鬼在一旁大喊加油 根本没有想动的意思 三个侏儒瞬间眼瞳不由一名 一时间打坐了一团 嘴里还喊道 每次你在旁边叫得最高 粗力嘴少 就会剪偏心 卓凡看着几人如此奇葩 也是一阵汉念 厉老 这四个奇葩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强吗 看到如此画面的厉老也不知该说点什么好了 卓凡和厉老前往积雷山途中遇到摩测似鬼 却不知他们竟如此奇葩 还没开战四人就先打了起来 看得厉老一阵无语 随即到 他们的传言老夫也只是道听途说 没有真正的交过手 传说他们四人是一乃同胞心灵相通 为此 摩测宗才将他们招入麾下 传奇合机之术 听闻他们四人可以以寡敌众 以弱胜强都不在话下 可他们一言不合 就自己打起来了 如何能对外敌 也许就是因此 他们才会被摩测宗将醉吧 虽然四人心灵互通 但是性格迥异 却是很难磨合 就拿那第一个红发小鬼来说 他正是摩测似鬼中的老大 凶煞鬼 为人凶悍莽撞 近乎无脑 常常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 一个人就敢向上冲去 比如我们刚刚来的时候 他根本没用原神探查我们的实力 就直接向我们发动袭击 以此不难看出他的莽撞 而那个让我们赔偿骷髅账的小东西 是摩测似鬼中的老二 令色鬼 他是四人中的铁公鸡 蜀木寸光 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利益 而不顾大局 是典型的剪芝麻扔西瓜的模范 而利老又看向那个一直跳来跳去的小鬼说道 那是摩测似鬼中的老三 凌厉鬼 此人心思聪颖 善于偷袭 传闻每次四人作战 他总是在朋友走 并不出力 但每每都能拿下对方手机力的大功 所以也算典型的剪便宜角色 卓凡也是认同道 这小子倒有可取之处 智取而不利敌 只是他的小聪明都用在跟自己人抢功劳身上 随后只听利老继续道 这最后一个 便是摩测似鬼中的老四 胆小鬼 每次战斗 他都是躲在几人身后 可是有传言他才是四人中实力最强的 所以很多高手应轻视他 而吃了大亏 卓凡微微点头道 利老 要不你去挑衅他们一下 看看他们的精良 而利老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卓管家 您别开玩笑了 别看他们现在这样 但是联手起来真的很猛啊 听说百年前他们只有天选九重镜 就将一个神兆二重的高手击毙了 现在他们神兆三重 我可不想把老命也搭在里面啊 而卓凡却道 那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们老大受伤了 合机之术的威力大概也会大减大 而看到如此模样的卓凡 利老心中已然认定会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随即卓凡突然指着利老道 喂喂 小鬼们 这老家伙说你们老爹肯定是配了母猪 才生了你们四个奇葩 而听闻此话的四人瞬间就停下了争斗 转眼恶狠狠地向利老看去 卓凡赶忙向后一跳 眼离利老百米开外 卓凡眉头一抖 几人的眼神瞬间都变了 而这却苦了利老 事已至此 只能上了 随即道 老夫早看你们四个不爽了 有种一起上吧 还没等利老反应 四道流光就向利老冲杀而去 而四道煞气又名为一的刚风 利老也是不敢在一起 紫色雷电在手上环绕 全武气势大放 聚起全身气力 狠狠地向前对冲了过去 一声震天巨响发出 利今天瞬间被撞飞出百米之外 贼凡心头不觉气血翻涌 而那四道黑气依旧毫不停歇地向他冲来 而利老也是咬牙切齿 吞麦的 想硬碰硬是吧 老夫奉陪到底 贼凡利老一声大吼 武痴霸气侧漏 魔杀三绝第一事 魔龙冲天 而四个小鬼却突然惊慌了起来 这下可完蛋了 就当利老来到镜前 魔龙冲天竟然一下抓空了 然而四人神情一变 嘴角露出一抹音效 随后只见四道身影从利老身旁滑过 再次望去 利老已经被四人完全包围了起来 在利老身边出现了道道残影 利安一拳狠狠地打在利老的脸上 利老还没反应又被揍了一拳 随即利老大骂道 你们四个小东西干嘛只冲得一面打 却不能换一面吗 几人戏谑他 我们乐意 你管得着吗 而卓凡也是察觉到 几人虽然速度变快了 但力量却弱了许多 难道说这就是他们合体秘书的破绽 卓凡突然大吼道 利老 让他们打 利老也是瞬间心领神会 四个小东西 你们这几巴掌 老夫一定加倍奉还 随后大喊道 你们四个小杂种 有种你们打老夫另一面 随即只听见红发小鬼间笑道 我们就打你一面 你能耐我们如何 一巴掌还没落下 忽然一把就将凶煞鬼狠狠地抓在了手中 该死的小鬼 老子不是让你打老子另一面吗 现在被老子抓住了吧 而察觉中计的小鬼已是后悔不已 魔测四鬼与利老正式交锋 实力丝毫不弱于天玄六重的利经天 就到魔测四鬼嚣张之际 利老一把抓住了凶煞鬼 可凶煞鬼神照三重的实力 哪里能从利经天神照六重的手中脱头 而其余三鬼在四周高速篡动 也是急得大叫出声 利老凶狠地看着凶煞鬼道 下地府见阎王去吧 你们四人的合击阵术 终于被老夫给破了吧 凶煞鬼不由大惊失色全身抖如筛康 大喊道完蛋了 这次真的要死定了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在这种危急关头 另外三鬼却并不打算出手相救 反而在一旁音效了起来 卓凡看着这一切 心中的猜测大致吻合 利老也不再迟疑 一拳就朝他脑门砸去 却被他低头躲过 利老一惊 这凶煞鬼竟如此狡猾 等他再次把脑袋露出来 才长出一口气 仿佛死里逃生一般 利老不觉心中怒气更甚 都特喵地抓在手里 我还弄不死你呀的 却都被凶煞鬼左摇右摆连续躲过 此刻的利老也是傻眼了 这鬼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躲过 这身法也太诡异了吧 就当利老有些迷茫之际 卓凡突然一声大喝 利老 小心 利老慌忙从思绪中醒来 却是发现三人已然 齐齐向他这里飞来 不过即便如此利老 已然不打算放过凶煞鬼 一手抓着灵力鬼 另一只手来应付其余三人 而这时胆小鬼 已是爬到了利老胳膊之上 张开大口 狠狠的就是一口咬下 剧痛之下 利老不得不松开手掌 凶煞鬼迅速逃离 煞世间 四鬼再次围着 历经天高速转动了起来 可现在的利老已经慌了神 他虽然是武痴 面对再强的敌人也不畏惧 但面对这些鬼东西 实在有些束手无策呀 而这时只见四声怪叫响起 四人已经冲杀过来 兄弟们 把这个老头的衣服给我扒光 让他羞耻贱人 而利老却一脸凝重 紧紧盯着那四道残影 可是漠然间 四道残影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已然来到境前 利老恍然大惊 本能反应的一拳击出 可那红色小鬼 却瞬间化作一股红色液体 缠绕在利老身体之上 只是眨眼时间 利老身上的外套和手中的储物戒指 便无声无息地被撸走了 看到此卓凡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他们的合击阵术 果然是魔道的伎俩 攻心为上 利老 我们不是他们对手 赶紧撤 说罢卓凡率先斩翅飞走 利老虽然气得咬牙切齿 但也迅速地跟着卓凡向远方飞去 而四鬼却气道 那老头侮辱了我们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松定啊 我追 凶煞鬼一声令下 四鬼也齐齐跟了上去 利老转手看了一眼 不由大惊失色 慌慌道 卓管家 这四个小鬼虽然是神兆三重的实力 但速度已然快过老夫 照这么下去 我们根本跑不掉啊 而卓凡却嘴角微微一翘 自信道 利老 等他们离我们近了 我们就一口气干掉他们 听闻此话的利老一惊 我们该怎么做 指 卓凡道 这四人用的是合击之术 自然不能单独对付 要想干掉他们必须一口作气 等会你准备好 魔煞三绝的第三式就行 保险起见 我们二人必须一起出手 而正在这时 四鬼的身影已追到了卓凡二人身后 老大凶煞鬼嚣张道 你们二人快快束手就擒 老子还会考虑留你们一条狗面 而卓凡二人转头看了一眼身后 猛然停下身形 只见利老和卓凡同事 魔煞三绝第三式 幽龙鬼赢第一式 如同两条巨龙的怒吼 夹杂的利津天和卓凡两人的原神冲击 猛地化为一道滔天巨浪 向魔侧似鬼勇去 那四人根本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便污染吐出一口鲜血 两眼一翻 彻底倒了下去 四人纷纷从高空中坠落于地面 待到一切再次平静下来 四人已是两眼泛白 瘫倒在地 利老本想取回自己的衣衫 却发现被晕过去的吝啬鬼死死地抓嘴 利老感慨真不愧是吝啬鬼 都晕过去了 还抓这么紧 老夫现在就送你们四个下地狱 当个真正的似鬼 却被灼一把拦住 他们四个我还有用 你暂且封了他们的修为 随即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邪笑 你们四个 以后要有苦头吃了 男主和利老合力击败魔侧似鬼 二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邪恶的奸笑 而再次醒来的凶煞鬼 一脸呆萌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突然发现自己手脚竟被人绑了起来 慌忙呼唤一旁的三人 你们三个快醒醒 我们被人抓住呀 这特喵的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 敢帮你四位鬼爷爷 赶紧放开我们 不然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而就在这时 卓凡和利老二人缓缓出现 你们四个小东西的脑子果然不好使 都成了案板上的鱼肉 还敢口出狂言 而这四人则是怒目而是 大骂出声 利老脸色一沉 四个小杂种 你们信不信再骂一声 老夫当即避了你们 刷的一下 所有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 只有那不屈的四双小眼睛 依旧在瞪着二人不放 卓凡一阵无语 说这四的家伙没脑子吧 还挺识实物的 只是稍微威胁一句 就马上听话了 紧接着卓凡道 我现在来问你们一些问题 老实回答 若是有半句虚言 立马就杀了你们 你们被困在积雷山 是怎么出来的 是谁放出了你们 而凶煞鬼一扬脖子 大骂出声 不知道 而卓凡却点了点头 好 有种 立老 灭了他们 随即立老顺势就要下手 而这时只见凶煞鬼一脸哀求道 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求求你 放了我们吧 我们刚逃出囚龙没几个月 还没好好玩够呢 不想死啊 立老却骂道 特喵的 既然不想死 那还装什么英雄好汉 我还以为你们多有骨气呢 卓凡看得直翻白眼 心中感叹 这几个奇葩呀 真是极品 老子一辈子没遇到过 可是心中的疑惑还没解开 便接着道 有人把你们放出来 你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人是谁呢 不是有意骗我吧 而凶煞鬼苦着一张脸道 我们的命都在你手里 哪敢骗你呢 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我们只记得八个月前 我们还在积雷山的禁制中 受万雷是心之苦 突然那个禁制便打开一个缺口 我们又不傻 有生路自然就跑出来了 可是出来后也没见有人在 便四处晃荡 杀个人放个火 毁个家族 灭个城池什么的 而听闻此话的卓凡也是有点不可置信问道 你说你们出来都干了什么 而吝啬鬼一脸嘲笑地说道 一看你呀就是书呆子 见识浅薄 我们可是魔道英杰 不杀人放火 算什么魔道高手 我们只有杀的人越多做的坏事越多 才越接近魔道真谛 也不枉费我们魔道英杰的仪式英灵啊 利老撇了撇嘴道 真是四个疯子 而卓凡心中暗漠 四个无知的东西 老子参悟魔道一辈子 达到魔皇之位 难道还没你们对魔道的理解深刻吗 所谓魔道 终归就是一个私字 魔道修者万物不盈于怀 只为自己的利益占天斗地 就算杀人放火 那也只是他们挡了自己的道路 这只是手段 并非目的 而这几个小东西 却把杀人放火当作修炼的目 真是滑稽至极 如果魔道真的是如此无恶不作的话 恐怕早就被所有人联合起来给灭了 真不知当初魔厕宗 是怎么带他们入道的 卓凡无奈地看着几人 心中疑惑 放出他们的人究竟是谁 又有何目的呢 思量了一会儿 卓凡便继续道 那你们为什么要偷袭我 又是何人指使 凶煞鬼沉吟一阵 低声道 我们只是碰巧 利老 还是宰了他们吧 几人慌忙解释 我们说 我们全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从积雷山出来 灭了三四个城池 杀了有几十万人 闲来无视正准备去灭第五个 结果路上遇到一个小鬼 便跟他打赌 没想到我们赌输了 就答应替他找药材 我们问他药材从哪里找 他就告诉我们 要打劫过路人 尤其是天选以上的高手 戒指中一定有很多药材 所以看到你们刚好飞过 我就二话不说 向你们扔出了那骷髅杖 原本我们还以为 能捞到不少好货子 去给那小鬼完成赌约 没想到竟得栽了 说着 四人如同孩子般 嚎啕大哭了起来 给卓凡看得一阵无语 行了行了 别哭了 再哭老子毙了你们 随即哭声瞬间戛然而止 差点给卓凡整不会了 而此刻的卓凡依旧有些狐疑 你们四人竟有如此守信 这么愿赌服输吗 随即只见凶煞鬼一挺胸膛 那是当然 我们可是魔道阴姐 怎能不守信用 卓凡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缓步走到近前 眼睛微眯细心思量 四人也是小心地看着他 心中坠坠不安 不知卓凡要如何处置他们 随即利老问道 卓管家 他们说的话可信吗 卓凡点了点头 应该大体可信 看来是有人为了制造天语混乱 才把他们放出来的 并非针对我们 厉老常叹了一声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可以安心地前往积雷山啊 不过真怕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踪 故意在路上设置陷阱啊 卓凡微微点头思考良解 随即道 这次的事并非那些家伙搞鬼 这积雷山一行就完全没有问题 而厉老却问道 我们前往积雷山 那这几个小鬼该怎么处理 我倒是有心收了他们 正好我这里也有一套四人合计阵术 刚好适合他们 厉老一笑 我早知卓管家让老夫手下留情 他们卓管家是不是在担忧收了他们后 会引来摩测宗的不满 那倒不会 摩测宗既然放逐他们六十年不管 现在也未必会再来领会 况且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一点风险都冒不起 就别想着什么争霸天下之事啊 男主有意把摩测四鬼收入麾下 并传授合机秘术 但卓凡此刻发愁的是 现在并没有体质冰寒的灵兽血液作样 该如何将血残的残勇混到丹药 骗这四个白痴吃下去呢 而厉老却提醒道 卓管家他们现在不都被我们控制住了吗 没必要再骗他们吃了吧 直接给他们强行喂下去不就行了 厉老一番话点醒梦中人 我凡身子不觉抖了抖 老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迟动了 以后要成为一代枭雄 就这一点点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丧命 随即喃喃道 厉老 刚刚的事 希望你能忘记 厉老也是一脸后怕 没想到精明如他 也有犯迷糊的时候啊 随后问道 卓管家能不能也给我两只那虫子 老夫也想试试把那小东西塞入别人嘴里的 卓凡眉头一挑 奸笑道 那是当然 随即二人拿着蠢子携笑着就向死鬼走去 在死鬼不断挣扎中 一只只血残就塞入了他们的嘴中 将一切搞定后 卓凡让厉老解开四人的绳索和禁止 并恢复他们的修为实力 而四人刚刚重新获得自由 就迅速地聚在了一起 摆出了那个颇为二逼的造型 大声叫嚣道 你们两个狗东西好大的胆 虽然敢保我们 还为我们吃虫子 今天我们必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而卓凡和厉老却发出了振振不懈的冷笑 凶煞鬼随即问道 怎么回事 你们两个怎么一点都不怕我们了 可还不等他们弄清楚原因 只感觉灵光一闪 随即就感觉整个脑袋犹如炸裂一般 疼痛难忍 而卓凡轻蔑地瞥了他们一眼冷笑道 你们已经被我控制 不想死的话 就只能乖乖听从我的命运 随即只见吝啬鬼吼道 我们一定听你的 快停下来吧 我的脑袋都要爆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让凶煞鬼那个救老大见鬼去吧 凶煞鬼大骂他关键的时刻不讲义气 随即只听见吝啬鬼喊道 爹 您是我亲爹 快把这些没义气的混蛋都收拾了 我一个人给您养老送中就好了 他们靠不住的 卓凡一脸黑线 这几个小鬼太没有节操了吧 随即卓凡口诀一遍 几人脑袋瞬间就不捧了 今天的刺鬼竟是七七跪到了卓凡脚边 祈求卓凡不要再让那小虫再折腾 而卓凡却一脚把他们踢开 老爹的意思是想要我们表现的有骨气吗 随即几人立马又摆出了那个二臂造型 大鹤道 我们以后就是老爹的小鹰 为老爹身先士族冲冲陷阵 然而尴尬道 老爹您贵姓啊 听闻此话的卓凡差点没一口气噎过去 卓凡音狠狠地道 你们在乱叫老爹 信不信老子马上让你们暴体而亡 似鬼立马会议 照卓凡的意思换了称 老娘 以后我们就跟您了 卓凡面色争鸣的 以后给老子叫卓管家 这下卓凡才长出一口气 紧接着说道 现在你们已经是我的人了 把你们的合击阵术告诉我了 几人突然一愣 不觉有些为难道 这合击阵术是摩测宗的秘法 我们不能随便外传啊 卓凡听闻此话也是倍感欣慰 摩测宗关了他们六十年 他们还依然愿意保守秘密 也是难得呀 可紧接着一句话 差点让卓凡想掐死他们 只听几个小鬼说道 这是我们几个的秘密 不能告诉别人 不然我们很容易被击败 要不我们把摩测宗户山大阵的 正式图画给你 还有存放宗门点击的地方 和宗主的相防位置等给你吧 听闻此话的卓凡又想把几人灭掉 真不知道收了你们 以后你们会不会把我也给卖 四人却没有回答 而是悠然地吹起了口哨 见此情景 卓凡心中怒气更甚 快说 不然现在老子就灭了你们 随即几人赶忙到 我们四人的合击阵术 是利用心灵互通的特性 达到能力共用 这合击阵术 名为四心阵术 取的是喜怒哀乐四种心情 老大凶煞鬼恋怒 怒则狂暴 一旦出手 如狂风大作势不可打 老二吝啬鬼恋哀 哀则幽怨 如幽灵俯身复古之躯 老三灵力鬼恋喜 喜则欢快灵动 如风随行速不可查 而老四胆小鬼恋了 乐则随心而动 能清晰查之对手的出手行动 一旁的利劳也是感叹此阵术的厉害 他们能将一个人的能力 同时分到四人身上 四人同时能拥有一样的能力 真是诡异至极 可是这阵术也有个弱点 就是四人不可能同时拥有四种能力 否则就太变态了 而卓凡却道 我还可以让他更变态一点 随即掏出一个卷轴 这是一套合击阵术 名为四项阵术 你们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这套阵术 可以使你们四人的能力 每个人都同时拥有 另外还可以使你们每个人的实力提升三级 利老大金 每个人提升三级实力 至于让他们每人再长三级实力 这不过是他们修炼四项阵术的初期罢 等到修炼到中期 这四项的相生之力就能够增长到六级实力 而将四项阵术练到巅峰 可以足足掌一截 也就是说 他们四人联手 便相当于四个超越神赵镜的高手一起出手 告此言 历经天已经完全惊呆了 看向卓凡的面色满是不可置信 卓管家 如此宝贝 您究竟从哪里弄到的 您该不会是哪个超级宗门逃出来的少主吧 而卓凡却神秘一笑 无知可否到 却是个不能说的秘密 而得到合体秘术的四人方块布 这时只听吝啬鬼说道 卓管家 如果你方便的话 能不能把骷髅杖赔偿给我们 卓凡轻笑一声道 没问题 贼机只见卓凡手中金刚流沙与青色火焰并用 不过顷刻之间就将那骷髅杖修复完全 甚至比起先前品质更高了 魔侧四鬼拿回失去的灵兵 不由更加兴奋地跳了起来 而这时兴奋过头的吝啬鬼 又恬不知耻地指了直立老道 卓管家 能不能把那老头的戒指和衣服也给我 那也是我刚刚丢的 这老头趁我晕倒 给我抢走了 随即立老破口大骂 特喵的 这本来就是老子的东西 怎么过一遍手就成你的东西了 卓凡也是脸色有些微沉 冷冷的 你们的臭毛病可以不敢 但绝不能对自己人出手 不然别怪我心狠手吧 凶下鬼赶忙来到镜前 一拳砸向吝啬鬼的头上 卓管家 我会看好这小子的 您就原谅这小子出言不逊吧 他就这脾气 别说是过了手的东西 就算他看一眼的东西没抢到 他都会难过好几天的 卓凡脸颊忍不住抽了抽 却压得还真是吝啬到家了 而吝啬鬼眼睛依旧死死盯着立老不放 却被凶煞鬼拽着耳朵拖到了一边 卓凡也是长叹了一口气 他难回到洛家要加强防盗了 随即正色道 我们现在要去寄雷山 你们对那里比较熟悉 在前面带路吧 而几个人却起起摇了摇头表示不行 卓凡却疑惑道 我们摩测似鬼乃是磨到阴姐 顶天立地的男儿 怎么能失信于人呢 卓凡思索道 若是旁人的话他定不予理会 可是这次的奇葩难得做点正经事 若是就这样把他们带走留下了坏印象 以后肯定更加难以管教 紧接着道 行吧 我们就先去找那个小孩 给他药材之后 我们再前往寄雷山吧 而似鬼却眼前一亮 卓管家 您真的有药材 卓凡微微点头 当然有 差那间 几人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我就说天上飞的人肯定有药材 打他们就对了吧 三鬼七七大喊老大英明 卓凡则是看得心中一阵不安 这四个家伙的行为 怎么让他感觉有点诡异啊 画面一转 此刻的落日余晖下 山崖之上隐隐约约地坐着一人 走近看去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端坐于突石上 随即几人就从空中一同落下 卓凡看到面前的男孩不由一愣 随即就忍不住心中一颤 仿佛是被什么凶恶的猛兽盯上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年轻的少年竟给人如此压迫感 此刻的利老提醒道 卓管家 这个少年乃是神兆二重的强者 卓凡也是一惊 心中暗想 难道这家伙莫非是什么老怪物变的 可这身形是伪装不了的呀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少年小小年纪就已达到了神兆境 这四鬼先前只说和一个小男孩打赌 可没说过这男孩是个神兆高手啊 他们故意隐瞒 修静是何目的 而这时男孩缓缓开口道 你们四个终于来了 若是再迟一点我还以为你们跑了 正要去抓你们呢 而这时的四鬼却全身抖落筛坑 急忙摆手道 不敢不敢 我们都跑了两次了 再也不敢跑了 而卓凡却察觉到这四鬼实力都比这个少年要强 还怎么会对这少年如此恐惧 而少年却问道 三天时间已经到了 药材找到了吗 凶煞鬼急忙指向卓凡二人 他们有 你找他们要便是 少年却一伸手道 快拿过来 卓凡见他没有恶意 便将一颗四瓶子罗根地给了他 而少年拿过药材却嗅了嗅 随即一口咬下 如同吃零食一般 看到如此的卓凡不由一惊 这可是药材 再没炼成丹药前就剩脚啊 就算是神兆强者这强烈的药性 也分分钟能把筋脉称暴 可是这小子 居然啥是没有 仿佛真的能把这药材硬生生消化一样 心中不由暗想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啊 卓凡第一次遇到神秘少年 少年的压迫感 使得卓凡都不由得几倍发凉 简直是怪物 卓凡也是第一次 对其他人说出怪物这两个字 以前这都是别人形容他的字眼 而吃过药材的少年 踢了踢牙刀 这四瓶以下的药材太刺 最近都吃腻了 你还有五瓶以上的药材吗 卓凡嘴角冷不丁一抽 心中富匪道 你呀还真挑啊 随即手中光芒一闪 拿出一根雪白的山绳 这是五瓶药材万年雪灵生 相信和你的口味 少年眼中一亮 赶忙拿了过来 好久没有吃到如此高端的药材了 随即大骂道 那些穿黄衣服的王八蛋就会为我点渣药材吃 弄得我都有点营养不良了 听闻此话的卓凡眉头一皱 心中暗暗思量 这孩子说的是谁 若是七世家的话 那就只有帝王门长穿黄色景服 可还不等卓凡继续思量 只见少年挥挥手道 好了 你们四个又有三天活命时间 赶紧给我再去找 要是找不到 就提头来见 四鬼不由大喜 这下不用死了 我们这就去找 可卓凡却阴沉道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挪一趟了呢 他们不是跟你打赌 赌输了才帮你找药材的吗 而少年不觉露出一股怒气 赌 我特么生平最讨厌赌了 老子平生就赌了一次 结果就赌输了 害得老子每天要啃那些渣子药材 所以老子发过毒誓 平生再不赌啊 而卓凡却问道 那他们是怎么回事 少年一脸理所应当道 他们四个在三四个城池杀人放火 被我逮到了 本来是要了结他们的 可是他们说愿意给我去四处搜寻药材 我就暂且把命寄存在他们那了 嘴软的道理我也是知道 吃了他们的药材 自然不好意思再要他们命 不过他们的罪过实在太大 所以我让他们三天送一份药材给我 直到超出我给的实现到了为止 也算是给他们赎罪吧 卓凡听了一阵 他们四个拿药材孝敬 跟熟他们杀人放火的最有屁的关系啊 真是四个真小人加一个伪君子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卓凡却继续道 不然我们商量一下如何 他们四个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给你十件无品药材 你把他们放了 让他们跟我走 如何 听闻有十件无品药材的少年眼睛不由一亮 口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但是想了一会儿 确实又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 既然你能拿出这么多药材 那还走什么 跟他们四个一起留下 给我找药材吧 卓凡面色彻底阴沉下来 真是得寸进尺啊 随后就退到了利老身后 小兄弟 既然你也是神兆强者 那我也不会把你当作无知的孩童啊 你刚刚的意思是想奴役我们吗 而少年却出声道 杀人放火要进牢房 奴役一下有问题吗 都是那四个小东西做的 跟我们有何干系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们能跟这四个家伙混在一起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稍微严惩一下绝对不冤 那照你这么说 大动干戈是不可避免了 虽然老子也不想对你一个孩子出手 但这只能怪你太贪心了 而少年却自信道 要打吗 我可是很乐意奉陪的 不过 我并没有杀你们之心 十颗药材 我就给你们十次机会挑战 若是你们能赢我一回 我就放你们走 而卓凡看少年的眼神 却是越来越凝重 连摩测四鬼都如此惧怕他 那他的实力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随即就问一旁四鬼 这少年和利老谁强谁弱 四鬼彼此传递了个眼神 随即道 这小子的实力很强 但是也未必能胜得了这老老 主要是这小子机灵得很 一眼就看穿我们的四星阵数 不然我们哪那么容易被他打败 卓凡恍然大悟道 我说靠强功 怎么可能就轻易地奴役四鬼 随即就吩咐利老道 对这孩子一定要全力以此 不可留守 利老一点头 眼中闪过一道赤裸裸的杀意 下一刻 利金天全身上下竟是如奔流般冒出鼓鼓黑气 强大的气势令的整片天空和周遭山脉 都经不住颤抖了起来 而看到利金天的四鬼心中大害 这老头竟有如此实力 和我们对战的时候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而卓凡也是心中暗想 这小子究竟是故作镇定 还是根本没把利老放在眼 如果是后者的话 这小子究竟强到了什么程度 而这时只听利金天大喝一声 魔煞三绝第一世 魔龙冲天 便冷得向那海风冲去 周身上下被黑色的龙影环绕 张牙舞爪 仿佛要将面前的一切都撕碎一般 可即便如此 少年仍是泰然自若 只是缓缓地抽出一只手伸了出去 砰的一声巨响发出 利老的权力一击狠狠地打在少年的身上 下时间 连空气都产生了气爆声 好像周遭的空间都忍不住要碎裂 而这时看到如此场面的灼烦心中 已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利老也是万分惊讶 老夫这全力以赴无可匹敌的一击 今时就这么被那孩童轻轻地一只手给打了下来 少年嘴角吃笑道 记住 这是第一次机会 话音刚落 少年一转手腕 瞬间整个百丈高山在一声暴响中崩裂塌险 卓凡和似鬼一惊 赶忙飞上高空 带到烟尘散去 地面已经深深地砸出了一个大坑 再次望距利老已是狼狈地扑腹在地 呼的一声 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液 眼中已满是惊恐之色 卓凡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满脸都是惊悚 随即只听少年说道 这座山被毁了 我在别的山巅等你们 记住 三天时间给我找回药材 对了 还有你的时间药材呢 卓凡也是二话没说 随手把储物戒丢给了他 而少年却欣赏道 你小子还挺不错 多找些药材回来吧 我不拜完童古三通 重重有赏 不拜完童古三通第一次出场 就以神兆二重的修为碾压了厉惊天 而古三通却也是对卓凡颇为欣赏 也让卓凡给他去寻找药材 而当古三通远去后 卓凡才常常出了一口气 听闻古三通的厉老慌忙冲到近前 满脸不可置信的 卓管家 他刚刚说他叫什么 他好像自称是不拜完童古三通 怎么 厉老你认识 咳么的 今天真是出门没看皇帝 也难怪老夫输得这么惨 遇到这个小魔头了 卓凡急忙问道 这古三通究竟是何方神圣 随即只听见四鬼喊道 嘿嘿嘿 连不拜完童古三通 这小魔头都不认识 卓管家果然见识浅薄呀 卓凡猛然间变了脸色 你们早就知道他是什么人 而且也知道他的实力是不是 而四鬼却一脸欠揍的样子 那是当然 我们可是魔道英杰 天宇什么样的高手没见过 像这小魔头这么大的名号 我们怎么会不认识 你以为都像你们一样那么没见识 卓凡双拳紧握 强压心中怒气 那你们是故意把我们引来 跟这小魔头对着干了 那是当然 我们可是魔道英杰 肯定不干好事 我们自己被那小魔头压制得很恼火 无处发泄 但是拉你们下水 看你们跟我们一样痛苦 我们就开心了 况且 我们魔道中人打赌 哪有守信用的 你居然也会相信 真是两个蠢货呀 而卓凡被气得脸色猙獰 那你们可真是好样的呀 贼疾大手一挥 瞬间结印 下一刻四鬼只感觉灵光一闪 额头上的血印骤然闪动 四鬼齐齐嚎叫出声 抱着脑袋在地上翻滚 而卓凡已经被气得满眼通火 想不到他聪明一世 居然被这四个二逼给耍了 而此刻的利劳也是一阵无语 这四个才是正儿八经的二逼 明明自己的命都在人家手 还敢涮他 实在是自找苦吃 不过 被天语最强的不败顽童古三通被缠上 也实在是极大的麻烦事 随即着返转头问道 利劳 那古三通到底什么来路 竟如此可怕 而利劳也是表示不太清楚 只是听说过一些不败顽童古三通的名号 相传古三通一生未有败景 三百年前还掀起过天语的轩然大波 令得整个帝国都接近覆灭 可是后来便销声匿迹 再也没听说过 却不曾想在这里遇到 听闻此话的着返也是大惊 三百年前 那小子才多大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年纪 而利劳却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老夫也是根据传闻推断罢 若这孩子真是不败顽童 那就绝对有三百岁以上 或者说 他是不败顽童的后人 顶着前人的名讳 而这时痛苦不堪的凶煞鬼却说道 这不败顽童骨三通 当年叱咤风云何等威风 号称天语有史以来最强的高手 谁敢冒充他的名讳啊 况且刚当他的手段 你也见识过了 若非真的不败顽童出手 你这利老头能被修理得如此凄惨吗 而卓凡转头道 利老都不知道的事 难道你们就知道了 凶煞鬼却赶忙说道 当然 这老儿虽然一大把年纪 但是三百年前的那场大战 他估计还没出生呢 而卓凡却疑惑道 利老不知 你们比起利老来也不见得多几岁 难道就知道了 而凶煞鬼却开口道 卓管家 您有所不知 当年这股三通的事情闹得太大 不只是七家之耻 更令整个天语帝国蒙羞 所以他的名讳 在帝国中几乎就是敬语 七家中也只有家主代代相传他的去向 至于长老却是多半不提 因为实在没脸提啊 但我们魔测宗却没这个线令 甚至来天语办事前 宗门长老还会特意叮嘱一句 千万别跟这小怪物产生纠葛 谁知我们这么倒霉 刚从禁制中逃出来 就碰上了他 卓凡看着几人哭得心烦 大骂道 别哭了 赶紧给老子从石道来 四鬼瞬间停下了哭声 只是窃窃道 那还请卓管家收了神通 让我们的思路清晰一点 卓凡眼睛一眯 轻叹口气 手中硬绝一变 四人便瞬间停止了身上的痛楚 随即只听卓凡强压心中怒火道 你们最好把这件事 给我一五一十讲清楚 先前的事我就既往不救了 否则的话 我就让你们变成真正的四鬼 四鬼听闻此话不由大惊 急忙道 卓管家放心 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以后再也不敢骗人了 随即道 据我们所知 这不败顽童谷三通 身世极为离奇 显直就是罕见 卓凡眉头一懂 此话怎讲 凶煞鬼却一本正经道 他的身世太过于离奇了 甚至于我们压根不知道他身世 压了个呸的 还敢耍老子 四个狗东西 你们还是给老子去死吧 而灵力鬼见状一惊 敢忙道 卓管家且慢 老大他说的没有错 这股三通的离奇之处 正是我们对他什么都不了解 仿佛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否则的话 以皇室 故国三宗 遇下七家的势力 别说一个大活人 就算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也能查出他的窝在哪里 可是这个股三通 却无处可查呀 这不离奇吗 而卓凡却暗想 这灵力鬼说的的确有些道理 一个实力强悍 却又不知从哪里来的小鬼 的确可 莫非 他也是来自圣语 就是这般大小 像个八九岁的孩子 不过那时他才天玄武重敬而已 可是三百年过去 他却还是这般大小 修为也指到了神兆二夫 可算进展缓慢 唯一不变的是 他依旧是天语最强 号称神兆第一强者 听闻此话的卓凡不由一惊 心中暗想 如果这老怪物 没有用大量修为维持年轻的话 那他会强到什么样的程度 四鬼向男主透露了 古三通的身份与世界 使得卓凡和利老惊叹不已 三百年前的皇室 竟有着五十名像玉霄剑神方 秋白那样的护龙神位 可想而知 当时的皇室实力是多么的强大 而这时的凶煞鬼却白手道 其实也没有了 当时入驻皇室护龙神位的资格 没有现在如此严格 怎么可能有五十个 跟玉霄剑神一样的家伙 即使没有五十个 玉霄剑神那样的实力 五十个护龙神位加起来 也是恐怖如斯的阵容啊 凶煞鬼却悠悠地说道 那时皇室战力还相当强横 大概有二十个 玉霄剑神那样的高手吧 而且剩余三十人 也全都是神赵五重镜以上的高手 尤其是其中有三个 号称天地人混元三圣的 比起那玉霄剑神 不知要强上多少倍 即便是那不败顽筒 也跟这三人消耗甚久 难以取胜 卓凡两人一惊 简直不敢想象 原来以前皇室的战力 竟有如此之强 呵呵 又没见识了吧 天玉皇室和玉下七家积殿千年 你以为就只有现在这么点战力吗 遥想三百年前 皇室五十名护龙神位可谓天下无敌 帝王门也有百名神赵高手 而其余六家 也有数十名神赵高手 所以七家才能平衡 可是自从与这股三通一战后 七家合起来数百名神赵高手 几乎全灭 最后的混元三圣 一直在与他交战不分上下 这一战打了有一年半载 可谓惊天动地 后来天地二圣皆因体力不支而陨落 最后只剩下三圣最强的人圣 与那小怪物缠斗 不过这个时候 二人也已经达到兵临极限之际 再这么继续下去 也许就是两败巨王的下场 卓凡听得目瞪口呆 同时心下暗自庆幸 还真多亏了这不败完童谷三通 固然的话 别说让洛家在十年内赶超七世家 就算百年也未必能让洛家崛起 卓凡随即又问道 既然现在这小子还活着 那么那个人圣就应该已经死了 可既然如此的话 为何这小子似乎三百年没现身呢 这就是那人圣最后的聪明之处 他知道一旦他们二人两败巨王 那么皇室将孤立难知 七家马上便会将天语瓜分 所以在最后关头 他看这小子还是孩童猩猩 不通人事 便很无耻地骗他 跟他定下了一个千年赌约 他站定不动应接那小子实权 若是实权内不死 那小子就要代替他成为皇室的护龙神位 再保皇室千年基业 否则的话 他若生死那股三通便 尽可踏遍天语各地 没有人再能阻止他 卓管家 你说这是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那人圣一旦身死 皇室护龙神位全命 谁还能阻止得了那小怪物 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但那小子当时就这么轻易地上当 也许是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 可是实权过后 那人圣仍然好端端地站着 因此这不败顽童 不得不被皇室拘役到现在 你真是个白痴 要是给了我 打他实权以后我就不认账 可此刻的浊凡是万万没想到 这不败顽童古三通 竟然就是皇室的第三名护龙神位 皇室五大护龙神位 可谓天羽最强战略 即便是七家高层 也只知道御肖剑神方秋白 和黑白骑圣司马辉二人 至于另外三人则知之甚少 也只有七家家主 才清楚这三百年前 几乎毁了整个天羽的小魔头 不败顽童古三通 随即浊凡不解地看向似鬼 既然皇室养着这么一个人物 还用忌惮七家吗 浊管家 你这就有所不知了 那混元三圣中的人生 当年号称天羽第一人 马上就要突破神赵境的稚固 修得化虚神石不死不灭 只可惜竟是遇到古三通这个小怪物 就算他在墙 也接不了这小怪物的实权了 不过 以他那几乎接近化虚的神石 硬是让自己多挺了那么半个时辰 之后便彻底神魂俱灭了 古三通进他中心 宁愿拼得灵魂溃散也要赢得赌注 宝天羽皇室一脉 便也遵守承诺答应 不过 古三通也不是傻子 事后便回过未来 所以他虽然愿意保皇室安危 但却只保不服 也就是说他只是一面最坚硬的盾 却并不作为茅廷皇室调遣四处攻法 不过这也算皇室赚到了 有他在天羽谁还敢不服 可是他的存在七家自然不乐意 要是他再发起风来 七家谁人可敌 于是纷纷上纵 要求撤离 没有办法之下 皇室只好要求这小子 以护龙神位的身份启示 七家若不先伤他 他不得杀七家任何一人 而且 皇室会对他进行监管 没有皇帝亲自允许 必须涌流皇城之内 不得踏出一步 毕竟当时天羽经过一场大战后 战力大损 若是七家再一撤走 必定与民国入侵 所以没有办法 这小子为了履行沉默 只好指天发誓 七家见此才勉强妥协 皇室更是将他不拜完童中的丸 改为顽皮之丸 意思为先前只是孩童玩闹 让这份恩怨一笔勾销 自此 不拜完童古三通被困皇室三百年没有漏命 但是不知为何 现在皇帝却放他出来了 而卓凡却心想 这不拜完童古三通虽然凶猛 但着实是个讲信义的男儿 至少比这四个东西强多了 随即嘴角露出一个邪义的笑容 难难道 不拜完童的是讲完了吗 差不多讲完了 不过接下来 卓管家你们可有耳福了 我给你们讲述我们四位魔道 枭雄的爵士传说 卓凡表示根本没兴趣 随即凶煞鬼只感觉灵光一闪 下一刻四人脑袋瞬间闪过血印 再次疼痛难忍地翻滚起来 四人哀嚎着 卓管家 你不守承诺 你说了我们给你讲了古三通的事 就既往不救的 我们魔道中人 什么时候讲过信用 这你们也信啊 四个小白痴 厉老捂着嘴差点笑出了声 先前这四个小东西拿卓凡开涮 现在卓凡又反涮了回去 果然 卓管家绝对不会轻易吃亏啊 而卓凡却转头问向厉老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厉老一愣 你该不会看上古三通了吧 是啊 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急切 想要把一个人收入麾下 男主了解过古三通的事迹后 被他的实力深深吸引 势必要将他收入麾下 而这时的厉老却提醒道 挖皇室的墙角要是被他们发现的话 有些不好吧 卓凡不屑地撇撇嘴 倒是我有这股三通作证 他就算知道又如何 难道三百年前倾全国之力都对付不了的小怪物 现在他就能对付得了啊 厉老回味过来也是大笑着点点头 卓管家英明啊 随即卓凡便脚下一趟 像古三通所在的山巅飞去 厉老 你先在这儿看着他们 我去那小鬼那里探探叙事 先前我好像看出了点什么 现在去印证一下 画面一转 卓凡脚步塌地来到山巅旁 只见古三通正如一般孩童一样坐在山崖间 待古三通见到他来后 不由眼睛一亮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难道你已经找到药材了 卓凡微微点了点头 你怎么找得这么快 赶紧拿给我看看 古三通口水流了一地 随即惊讶到 又是无品药材 便迫不及待地拿过来 在鼻子下好好闻了一点 一脸享受的样子 便二话不说 大口咀嚼起来 一边吃还一边夸赞卓凡道 你很不错 比他们强多了 那四个家伙三天找不来一件 你居然一下就找来了 好好干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卓凡却反问道 那你该如何奖赏我 古三通迟疑了一下 我多给你们两次挑战机会 只要你们能打败我一次 我就放了你们 先前那老头已经用过一次 现在你们还有十一次机会 卓凡一脸汗颜 我特喵的样能打过你 我早跑了 不过你给我等着 等一会儿老子就好好调教你这小鬼一番 让你知道什么叫一致取胜 随即卓凡就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那我再去给你找 也好多获得点这样的机会 快去吧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放力一转 卓凡再次飞回丽老身旁 丽老 这小子只有蛮力 很好对付 丽今天眼睛一亮赶忙当 此话怎讲 随即卓凡就拿出装着血残的葫芦 取出一只血残 放在那药材上 血残便自动往那药材里钻了进去 我刚刚用一只无品药材去试探他 果然 他对我的药材一点也不怀疑 直接就吃了 所以 我们把这血残放在这药材里 肯定能让他吞下去 到时候 说到这里 二人彼此对视一眼 皆是发出阵阵阴啸之声 而这时的胆小鬼正要出声 却被凶煞鬼一把捂住了嘴巴 随即就露出了一脸尖笑 一声破空声响 卓凡再次来到谷三通身边 谷三通兴奋道 怎么这么快 难道你又找到了 卓凡点头轻笑道 连连马上伸手道 你的效率实在太高了 赶紧把药材给我 我再奖励你十次挑战机会 卓凡一脸汗颜 随手把药材抛给了他 见到是六品药材的 谷三通不由的一彩连连 为了让你压上钩 打消你的警惕性 以防万一老子连六品药材都拿出来了 他压的 这种品质的药材 老子当年在花语楼也没打劫多少了 不过没关系 能用这六品药材 调到一个如此强劲的高手 实在太特喵的直了 只要这小子把这件药材吃下去 这位天语最强的高手 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谷三通还没下口 确实突然眉头一皱 难难道 这药材有问题 罗凡心脏一致 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难道说 被这小怪物看出来了 卓凡瞬间冷汗直流 随即道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六品药材 哪里有问题 谷三通从药材中抠了抠 随即就从里面拿出了血残 只问道 这是什么 卓凡心下大害 但表面上却装得很正经 这药材里面怎么会有虫子啊 想到这里 卓凡暗倒 打死都不能承认 必须撇清关系 而博三通却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手将虫子丢到了一旁 开始大块躲移了起来 还不忘吩咐道 下次找的时候要小心点 别再找带虫子的药材了 而卓凡赶忙向后退去 背后已然满是冷汗 这家伙没有用神石领域 是怎么一下子就发现了里面的血残的 幸亏这小子还是孩童心智 没有对我起信 固然的话 还不分分钟把我打爆 男主本想利用血残控制谷三通 却被他一眼识破 吓得卓凡冷汗直领 来卓凡再次回到厉老镇 厉老赶忙问道 卓管家一切可还顺利 卓凡冷冷道 你看我这张脸 像顺利的样子吗 厉老一惊 知道碰了臂也不敢再多言 只是疑惑道 难道那小子这次破天晃地用了神石领域 卓凡摇了摇头 可正因如此我才更加忧虑 这小子没有用任何神石探查 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发现药材中藏着血残呢 不搞清楚这一点 就很难让他把血残吃下去 厉老皱着眉道 卓管家 不如我们再用蚕卵试试 就算我们不知道那小子的门道 但是蚕卵是连神石领域都发现不了的东西 老夫就不相信 他还有什么手段能发现得了 不错 我也正有此意 随机卓凡就拿出了一件三尺长红白相间的灵药 这一次老子可要出大险了 见到此物的厉老惊讶万分 这是七品灵药 阴阳炎月根 不错 此等灵药外热内涵 冰火两重天 正是炼制阴阳条和类药材的不二之血 现在再去找一个寒吃 让血残缠卵肯定不可能了 只有让他进入这药材中央的阴寒之处缠卵 而且 这根药材阴阳兼具 那小子服下后也可起到春阳丹的效果 让这卵加快孵化 因为稀有 其价值甚至在一般的八品灵药之上 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舍地将它炼制成丹药 一旁的利老也看出卓凡很是心疼这株灵草 随机卓凡眼瞳不绝一鸣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舍不得老婆抓不住流氓 用一件七品灵药 换一个不败顽童在身边 这是多么划算的一笔买分呀 话音刚落 卓凡便拿出血残葫芦 将血残放入了灵草之上 慢慢的血残就钻入了其中 不一会功夫 血残又钻了出来 现在这株药材已经布满了血残的虫了 随机卓凡一脸间笑道 这次能不能拿下这小鬼 就看你的了 利老一抱拳 助卓管家齐开得胜 镜头一转 卓凡就来到了古三通面前 古三通奇异的看向卓凡 你找药材的速度可真快呀 那似的家伙根本没法 你这次又找来了什么 快给我看看 卓凡一伸手就把那颗满是重碗的药材拿了出来 看得古三通惊叹不已 这 这竟是七品药材 古三通眼中都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三百年了 三百年我都没吃过这么高品级的药草 那些穿黄衣服的家伙 就会每天给我喂一二品的渣子药材 才害得我营养不良 三百年才达到神兆二重 卓凡现在明白这小子口中所说穿黄衣服的人是谁 那就是黄成中的侍卫 而且还得到了一个重大情报 这小子提高修为 并不是靠修炼 而是吃天地灵药来提高的 这样一来的话 若是把他收回去 养他得耗费多少药材呀 不过转念一想 若说高品级药材皇室不可能没有 是故意如此 还是有意压制这小怪物的修为呢 毕竟他的实力越强 皇室便越不好控制他 这股三通似乎并非如传言一般天语低 最起码 皇室应该有收服他的办法 不然的话 就没必要压制他修为这么多年了 不知猜测对不对 但如果忽略了这一点 日后肯定会在皇室手上栽根头 虽然现在皇室还在利用我们 我们也在依靠皇室 但是以后的是谁说的准啊 总之 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敌人 就当浊凡思索之计 却突然眉头一皱 这根药材也不对啊 怎么你找回来的药材 总这么古怪 罗凡不由咯噔一下 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这药材又哪里古怪了 随即古三通就将药材掰断 脑 看见这里面的东西了吗 罗凡眼瞳猛的一缩 一般人就算仔细看 也分辨不出 即便神兆高手用元神探查 也探查不到 这小怪物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不但探查到了 而且还准确地找到了位置 随即卓凡却装糊涂的 你看不到吗 这根根灵药上涨的东西 倒是跟先前六品药材里的虫子差不多 应该是那些虫子的虫卵 卓凡心下一沉 这小子倒是耿直 我随便一说就信了 而古三通却用手把上面的虫卵 全部给抠了下来 这次我就不怪你又找回带虫子的药材了 谁让这是七品药材了 就算生过虫子我也不在乎 随即就大口啃了起来 此刻的卓凡心中都在滴血 又赔了一根七品药材 还没把它拿下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正当卓凡要走的时候 却听古三通说道 站住 我看你找药材蛮快的 不如时间缩短一些 一个时辰回来一次 档次就像现在这样 七品 此刻的卓凡气得咬牙切齿 磕磨的 一个时辰拿出一件七品药材 这个可恶的混蛋 回到厉老身旁的卓凡 两人大眼瞪小眼 厉老提议道 卓管家 不行我们就一走了之吧 何必在这小鬼手下遭罪呢 走 老子不甘心了 都已经扔出去六七件七品药材 还是没有发现那小鬼的破绽 若是这么一走了之 先前的那些头颅 不就全都打了水漂了 如此赔本的买卖 老子还从来没干过了 利老汗言 却是上头了呀 然而 这时一声诡异的轻笑声 却是传入了二人耳中 凶煞鬼赶忙捂住了嘴巴 随即卓凡英狠狠地看着他们 你们特别的在笑什么 男主本想泡路股三通 不曾想赔了夫人又折兵 使得卓凡懊不敌 但此刻却发出了一阵阵笑声 浊凡凶恶地转过头去 你们在笑什么 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老子 快给老子说出来 以前的过错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的话 我保证你们之后的痛苦 将会十倍百倍地递增 胆小鬼不觉身子一抖 就当要说出来之时 却遭到了凶煞鬼的大声呵斥 笨蛋 你刚刚忘记他是怎么骗我们了吗 你要敢跟他说一句话 我现在就活劈了你 差音未落 凶煞鬼额头硬绝在起 疼痛瞬间强烈了十余倍 周身刹那间被硬绝包围 看到这一幕的胆小鬼赶忙到 卓管家 我说 我全说 那股三通的鼻子很灵的 不管你在药材中加什么东西 都骗不过他 鼻子 卓凡转手与丽惊天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疑惑之色 随即就吩咐胆小鬼出来 胆小鬼颤颤巍巍地从三人中走出 给我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说清楚 胆小鬼沉吟了一下 巍巍点头道 其实这股三通不但怪力惊人 而且这鼻子也很明天 之前他让我们找药材 我们想下毒害他结果被吻了出来 直接把我们狠揍了一顿 然后我们想跑 可是他的鼻子千里之外 都能闻到我们的气息 很快就追上来又把我们揍了一顿 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也老实了 知道逃不出他的魔掌 只能专心替他找药材 此刻的卓凡心中暗想 难怪那小子如此放心 原来根本不怕我们逃走 这就算是神兆高手的神识领域 也万万比不了啊 这么说 血残和残卵也是他用鼻子闻出来的 这特喵是什么逆天的嗅觉啊 而一旁的利老说道 卓管家 照这么说的话 我们要逃跑岂不是根本不可能啊 胆小鬼小心翼翼地劝道 我劝你们千万别跑 不然会被揍得很惨啊 卓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股三通的神通 比他想象的还要难以应付 随即走到胆小鬼面前 你表现得很不错 比那三个家伙强多了 被血残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就先休息一下吧 随即卓凡就解开了胆小鬼的应觉 而这时的其余三鬼便不可置信的大叫出声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魔道中人向来不守承诺的吗 卓凡嘴角翘起一个轻蔑的笑容道 这不是承诺 是奖励 说吧 便再也不看他们一眼 只留下这三个小东西一阵垂胸顿足 后悔为何没能抓住这么一个得到解救的机会 而这时的利老 心中更是佩服卓凡的手段 这四个小东西软硬不吃 脑袋也不正常 要想调教 必须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奖励与惩罚 这样他们才知道什么是敬畏 还是卓管家会玩呢 紧接着道 卓管家 看来这四个小东西把我们引到了一片泥潭之中 想要抽身没那么容易了 不错 不过也并没有那么糟 至少我们也知道了古三通的神通 是他那逆天鼻子 这天地之间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他的神通 那就一定有办法破解 没有人可以天下无敌 包括怪物在内 听闻此话的利老心下腹游蜜 更加赞负着凡了 这才是成大事者该有的气魄 即便面对天雨最强也能淡然处置 这样的萧雄之才没有成为家子 实在太可惜了 而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发出 天空渐渐阴沉下来 卓凡仰天看了看 长叹了口气 天马上要下雨了 我去给那小子送完这一根药材在想对策 总之 我一定要将它受为麾想 正当两人谈话之际 远方却传来了古三通恼怒的大喊声 鬼老天 打什么雷 吵死了 下雨了 只听一声幕后发出 一道有如实质的声波瞬间从那山崖巅峰射出 直上九霄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那雷云便彻底震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空再次恢复了万里无云的情望 利老不由的惊叹出声 这古三通果然厉害 随随便便一吼 居然就要比老夫使出幽龙鬼影的玄阶声波舞技还强 这实力 实在深不可测呀 卓凡眉头皱得更深 从我们见了古三通后 他都是一脸淡然 甚至从没有发过怒火 利老自嘲道 那可能是我们还不配让他发怒吧 而卓凡却疑惑道 那他为何会对一块雷云发怒呢 大概可能是他不喜雷与天气 不是不喜 应该是害怕吧 利今天身子一抖 卓管家 你是说他的弱点就是雷 一夜过后 远方的太阳缓缓升起 被折磨一宿的三鬼已是疲惫不堪 卓凡随手给几人解开了硬据 淡淡的 准备一下 我们前往积雷山 凶煞鬼吃一道 我们现在还在那小子手里 这么着急跑那鬼地方干什么 老子的决定 你们照做就是 别那么多废话 否则的话 别别别 卓管家 我们什么都听你们 随即凶煞鬼迟疑的一下问道 那谷三通要是追来了我们怎么办 没关系 我跟那小子说 我们去稍远的地方给他找药材 而且那里还有八品营料 需要三天时间 他马上就答应了 可等到他回过味来 追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陷阱早已布置妥的 似鬼听闻是陷阱 奇奇一惊 不错 又补天语最强 不败顽童谷三通的陷阱 在男主细微的观察下 终于知道了谷三通的弱点 几人前往击雷山 开始设计陷阱捕捉谷三通 一个百丈高的巍峨高山上 山巅的头顶笼罩着 一片黑压压的乌鸣 不时有惊雷杂下 卓凡望着这壮观的景象感叹道 这就是击雷山 似鬼纷纷点头 我们被困在这里六七十年 每天被数万道雷电追着跑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那惊雷 劈个外焦里嫩痛入心扉 若不是哪个白痴 把这静置开了的口 让我们跑了出来 说不定我们现在 已经完全没了活下去的勇气了 随即卓凡淡淡的 对方不但不是白痴 而且还是故意破开静置 放你们出来的 利老一脸惊奇 是有人故意放他们出来的 卓凡微微点头 这个静置虽然是阴地质疑 在这座山脉天然大阵的基础上不下 但是却不得极为惊喜 少有漏洞 这个山崖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 除非是行家出手 否则绝难看出 什么 那人是故意的 那我们四个出来 怎么没看到他的身影 那人这么做 必然有他的目的 可是他绝对想不到 他的行动 却成全了老子 好了 不必想那么多了 当下我们最要紧的是部下阵法 等鼓三通入窝 我看这六级阵势只不过稍有残缺 待我好好修补一番 必定能让他威力加倍 卓管家 您就能肯定那小子会入阵吗 要是他看到这个阵势 察觉出这是个圈套 守在外面等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跟他耗不起啊 你放心吧 若是别人或许不会轻易入内 但他一定会进来 只因他不败顽童的绰号 一生从未败过 人没有经历过失败 就会自大 而自大就会盲目 我相信 这天底下没有鼻鼓三通 更好骗的神兆强者 利老赞叹道 卓管家果然洞察人心之身 非常人所及 老夫佩服之志啊 好了 你就别太马屁了 虽然我料定他会入阵 但是此人实力深不可测 能否顺利擒住 还是两说 但愿凭这天然大阵基础上的六级阵势 外加你我二人操控 可以一举成功吧 否则 我们都将葬身于此 伺鬼听到则是急忙跳了起来 那我们干什么 你们在阵中呼应 配合着我们二人扰乱的鼻三通 不要 我们也要尝尝操控阵法的滋味 以前在摩测宗 所有人都不让我们伺得动阵法 分明就是在歧视我们 我也歧视你们 一会儿我不阵时 别他们要给我乱动阵法 还有 鼻三通进阵后 你们要听从命运 给我卖力一点 不然的话 看到卓反手指动了动 伺鬼立刻身子颤动 忙不迭地点着头 随即转身就向远处跑去 三天后 一道流光从天空中划过 鼻三通气愤道 你们六个王八蛋 亏小爷如此信任你们 虽然又给小爷逃跑了 你们知不知道 小爷能出来的时间有限 你们不找更多的药材出来喂小爷 下一次再出来吃药材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随即大吼道 听着 我知道你们在山里面 赶紧给小爷滚出来 小爷看时间紧迫就既往不救了 要是让小爷亲自逮你们出来 那你们可就惨了 可是山脉之中 却是没有一点动静 好 这是你们自找的 看小爷把你们逮出来 怎么收拾你们 随即古三通化作一道流光 就向积雷山中央位置飞去 刚来到四座山峰之间 鼻子耸动 想要探查卓凡等人位置 却是呼的一声狂风大作 接着拖拖五股片 被古古黑色的气流所覆盖 同时头顶没名乍响 古三通眉头一皱 这竟是阵法 卓凡和利老二人看到 古三通终于来了 不由地露出了音效 随即一阵雷鱼乍响落于山崖之上 煞世间 便见一条雷龙沿着丝风盘旋而上 古三通顿时身子一抖 大骂道 该死的混蛋 摆什么阵法不好 偏偏是雷阵 卓凡二人露出了得逞笑容 这鸭的果然怕雷 也只有雷阵才能治你这小怪物 利老 一会儿我们先给他来点开胃彩 但是要小心 也许这雷电对他的伤害很大 我可不想把他弄死 我要活的 卓管家 交给我吧 毕竟浪费了那么多药材了 可不能白费 放心吧 老夫有分寸 于是 二人再次大笑一声 便开始结音 几声巨死花痴 数百道雷龙从天而降 直击补三通脑 而比三通去眉头深咒五转 道响声不断发出 在雷鱼不止之间 三通娇小的身影 瞬间被砸入地底 荡起了一片烟尘 等等 这小子怎么一点也不抵抗 难道说 这雷电对他是致命性的 那就麻烦了 我可不想让他死 随即浊凡眉头微皱 等烟尘散去后 定睛望去 让二人不敢相信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深谷地面 已是被古三通砸出了一个巨型大洞 宛如流星砸过一般 可是古三通却依旧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竟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此刻的浊凡已经惊恐万分 是 这家伙受到如此伤害 竟无伤 男主布置出了六级雷阵 却对古三通这个小怪物无伤 此刻古三通所在的地面 都被击出了一个深坑 浊凡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这怎么可能 这雷电应该是他的弱点了 随即吩咐四鬼 你们在一旁扰乱 给老子看清楚一点 他是怎么挡雷电的 厉老 我们这次加大威力 紧接着古三通身旁雷电再次浮现 四鬼便也化为四道蓄影 斜笑着向古三通冲去 古三通怨恨道 果然是你们几个在搞鬼 赶紧给老子停下这个阵法 小爷最讨厌打雷了 凶煞鬼却应笑道 雷电果然是你这小怪物的克星 我们就不停下 你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随即一拳就砸在了古三通后脑壳上 而古三通依旧捂着耳朵 站着原地一动不动 凶煞鬼却是扁着一张脸 扶着手腕大声道 特喵的 这小子的身体有多硬啊 揍他一拳 老子的拳头都快碎了 正在这时 天空中数千道雷电 汇聚成了一条雷动作朝着古三通冲去 瞬间一道巨大的能量轰响 雷鸣之声顿时爆响 这样的威力就算是神兆巅峰的强者遇到 也绝对难以幸运 而古三通所在之地 已是被狂暴的雷龙砸成了一片废墟 烟尘缓缓散去 慢慢地浮现出一个人影 只见古三通依旧双手捂着耳朵 姿势不变地站在原地 卓凡却是猛地眼瞳一锁 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随即就传音给四鬼 询问这小子到底怎样挡住这凶猛的雷电的 而凶煞鬼却颤声道 卓管家 这小子根本没有挡雷电 那条雷龙披在他身上 他就跟没事人一样在那站着 卓凡已是不可知心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难道说雷电并不是那小子的弱点 我的判断出错了 随即利劳吼道 卓管家 现在怎么办 那小子一直在阵中耗着 我们也奈何不了他 久了一定出问题 等他出来后找我们算账 我们就完了 卓凡沉吟一阵 对利劳说道 这雷电并非他的弱点 当初他对雷电咆哮 也只是厌恶雷电而已 算我估算错误 但这个阵势毕竟是天然大阵基础下的六级阵势 我们使出所有力量强攻他 就算他再厉害 也要让他出点血 说不定能成功 随即利劳答应了一声 就开始结应 卓凡则是一阵心惊 这场豪赌胜率不够五五开 但为了这么强的鼓三通 只好赌吗 这时只听利劳喊道 卓管家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怎么样 我也好了 话音落下 两人齐齐双手结应 刹那间 天空没云涌动 电闪雷鸣在那浑厚的黑沉沉的云影中 不断地翻滚着雷电之力 就连这六级阵势本身都有点承受不顾这样的威力 魔侧似鬼健壮 也是纷纷躲散 古三通却一脸厌恶地看着天空中的雷电 随即只听卓凡吼道 古三通 这一击你若还能挺住 那也许就是我卓凡的结束 轰的几声巨响 无数把围龙气气奔下 如万马奔腾 只是眨眼光子便缠绕在一起 这毁天灭地的声势 宛如要将地面所有一切都吞没一般的趋势 就向古三通杀去 这时古三通也开始认真了起来 一拳追天举起指导雷龙龙手 雷龙瞬间溃散得无影无踪 最后这道波动冲天而上 轰然一声 直冲天际 随即一声闷响 卓凡和利老七七吐出一口鲜血 看着那宛如战神一般助力谷中的古三通 隐格那九天之上的阳光 倾洒在了这个常年被雷云覆盖的地上 不败完头果然不败 显直强的太离谱了 难怪当年能够有以一敌国的不败之称 这次真的是我输了 看来赌 真的不适合我 随即吩咐利老再用雷阵困他一回 我们撤 这个不败完头 非我等所能收服 或者说 有机会的话等以后吧 利老也是一惊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卓凡说放弃之言 不过 古三通这样的怪物 并非凡人所能驾驭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计策都是无用的 利老随即双手核实 震觉在起 晴空万里的天空中 瞬间又多出了一朵朵乌云 古三通咬牙切齿道 你们六个真的太可恶了 随即气愤的双脚不停摸拨地面 老子不是说了吗 老子最讨厌打雷了 你们居然还要不为之 卓凡二人大惊 这整个积雷山宛如地震一般 下一刻只见古三通紧握双拳 狠狠砸向地面 下时间以古三通为中心 四周地面开始寸寸碎裂 一股无形的能量在向四周慢慢扩散 利老大惊 这是波门逆天的怪力啊 罗凡大吼道 快跑 我们困不住他 实在跑不了就往地下钻 可不等他们走两步 能量瞬间炸开 方圆百里所有一切都被移为了平地 而此刻的古三通站在原地 浑身散发着金色光芒 卓凡本想利用大阵收服古三通 却不曾想古三通这个小怪物实力竟如此之巧 锦一击就差点将整个雷击山移为平地 这时只见一只手猛然从地面钻出来 随即卓凡利老二人破土而出 卓凡利劫地瘫倒在地 看了看四周 已是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怪物 竟将方圆百里都余为了平地 随即四鬼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从地下爬出 惊叹道 这古三通也未免太可怕了 若不是卓管家关键时刻提醒我们往地底钻 我们现在估计都粉身碎骨了 不败顽通太变态了 以后再也不和他为敌了 就算被卓管家折磨死 也不坐着提心吊胆地活了 而就当几人吐槽间 古三通已然来到了几人的身后 你们四个小王八蛋总算被我找到了 四鬼不觉一激烈 身子僵硬在当场 随即惊恐地转过头 琪琪望向古三通 而古三通怒吼道 刚刚是哪个小王八蛋揍了小爷一拳 给我站出来 话音刚落 凶煞鬼脑袋还没抬起 三鬼就很没一起地 琪琪指向了凶煞鬼 凶煞鬼急忙喊道 不是我 不是我干的 是有人逼我做的呀 说出来 是谁 就当凶煞鬼要说出卓凡的名字的时候 卓凡和利老已然来到近前 跟古三通打起了招呼 随即一把抱住古三通道 谢天谢地 你终于来了 不然我们恐怕永远见不到你了 这一下给古三通整不会了 卓凡赶忙给四鬼使了个眼色 而这时古三通却一把推开了卓凡 而卓凡却装作一脸无辜地问道 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逃跑 又为什么在这里不下雷阵害我 卓凡面色一沉 利老也看出来不对劲 而卓凡忽然一脸莫名其妙地反问道 你在说什么 谁不雷阵了 难道这里的雷阵不是你们布的 当然不是了 怎么布的我们还会被困在里面吗 此言一出 四鬼也是一阵 这是要搞哪样 古三通不可置信道 你是说 你们也是被困在这阵中的 那是当然 否则的话 我们早就把药材给你拿回去了 什么 你们是为了给我取药材才被困在这里的 本来愤怒的古三通火气瞬间荡然无存了 而卓凡却淡然点头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六级阵法吗 因为这里有一株十分珍贵的八瓶药材 所以才有人设下雷阵守护 我们为了帮你拿这株药材 深入虎穴却被困住难以脱身 幸好你及时赶到 可是你为何说我们是逃跑的 在临来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们是来这里找药材的吗 古三通脸颊一红 瞬间给他整内疚了起来 卓凡两人也是露出了一脸得逞的笑容 古三通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随即眉头一皱反应了过来 对啊 既然你们是被困在里面的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里面窜来窜去 还打了我一拳 你们这是分明有意针对我 四鬼一惊 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厉老也是心中慌乱 难道要暴露了吗 此刻的四鬼心中暗想 卓管家该不会舍弃我们 跟我们撇清关系吧 而卓凡却反问道 你懂阵法吗 古三通摇了摇头 不懂 随即卓凡解释道 阵法论强弱大概有十二级 但根据类型又有困阵 杀阵和换阵之说 像刚刚那雷阵就属于杀阵 不过其中还附加着困阵 你发现了吗 古三通想了想 你是说我中了换阵 不可能 小爷以前又不是没中过幻阵 可以说眼前什么东西都能有假的 但我的鼻子绝不会骗我 揍我的人就是那个家伙 我不是说你被幻觉迷惑了 而是他被幻觉所迷惑了 我问你们四个 你们要抓要杀的人 真的是古三通吗 反应过来的四人慌忙跪下磕头 我们真中了幻阵 把您认成别人了 您原谅我们了 是吗 那你们口中的小怪物是谁 四人二话不说 十分有默契地指向了卓凡 卓凡脸颊忍不住抽了抽 随即卓凡因狠道 原来你们要抓要杀的那个人是我呀 男主本想帮四鬼开拓 却不曾想遭到古三通的追问 你们口中的怪物是谁 几人却纷纷指向了卓凡 古三通疑惑道 你也是怪物 在遇到你之前 他们的确称之我为怪物 随即卓凡双手一抖 背后的雷云翼瞬间展开 落下片片紫色羽毛 古三通一脸惊奇地上前抚摸了一下 原来如此 我一直以为你那是飞行魔宝 原来是长在身体上的 的确是够怪异 而一旁的利朗却暗赞道 不愧是卓管家 这一下一切就都解释通了 这种险境都能圆得过来 真是蛇灿莲花呀 就当卓凡为自己的言论 而沾沾自喜之时 只听古三通说道 既然你们说是为我找药材 才被困阵中 那八品药材呢 听闻此话几人身子不绝一颤 再次紧张起来 如果没有八品药材 就说明你们在骗我 凶煞鬼一急慌忙道 刚刚你那一拳 把这方圆百里都以为了平地 那八品药材早就灰飞烟灭了呀 放屁 八品药材哪天地灵物 似有灵性 连你们都知道 关键时刻往地里钻 它本身就长于地下 又岂会不知趋利避害 此话一出 似鬼都被吓得满脸冷汗 窃窃道 烂 那应该就是它已经顿地跑了 五三通一声大喝 你特喵的 更是放屁 八品药材的芬芳 平小爷的鼻子一里之内 就算它躲到地下千米都能闻到 又岂能这么容易逃出我的探知 凶煞鬼站在原地结巴了半天 愣是没说出半个字来 五三通了哼道 今天拿不出那八品药材 就说明你们刚才一直在骗我 布下雷震害小爷的就是你们 一时间 几人再次紧张起来 背后已是布满了汗水 就在这危机时刻 卓凡却是大喝出声尖色道 那八品药材确实存在 刚刚它也的确想要顿地逃跑 不过在雷震破除的一瞬间 我眼镜手快抓住了 你之所以没有闻到它的芬芳 是因为我一直将它收在戒指中的缘故 说着 卓凡手中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件通体散发着荧光的药材 那股振振沁香 让在场所有人只是一闻便 瞬间疲惫取消 提神醒脑 古三通赶忙嬉笑道 原来真的有八品药材啊 看来是我错怪你们 而就当卓凡想说两句的时候 忽然发现手中的药材已悄然不见 只见古三通边吃边说道 其实就算是你们布置的阵法也无所谓了 如果每次在阵中都放一件八品药材做奖励 而卓凡看着心在滴血 这药材可是老子从花语楼撬来的灵药 都被你活活干净了 这可是老子最后一件八品药材了 随即利老就在一旁安慰道 卓凡家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看开点 别想不开啊 而此刻的凶煞鬼抽着鼻子道 没想到卓凡家手里还真有八品药材 更没想到卓凡家居然如此爱惜我们 没把我们抛弃 我们实在太感动了 卓凡却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少来 老子只是在你们身上下足了本钱 要是把你们再赔进去 老子赔得更多了 总之 现在先安抚住这小鬼 以后再想办法吧 而此刻的四鬼看向卓凡的眼神 已是多了一丝敬意 不像以前只是畏惧 但此刻突然雷鸣乍响 声传千里 卓凡眉头微皱 看向四周道 积雷山不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吗 哪来的雷伤 利老迟一道 大概是真的有雷云吧 不可能 刚刚那小子的两拳 镇的方圆百里都晴朗一片 没有一片云彩 连雷云都聚不起来 哪来的雷雨 随即凶煞鬼指道 卓管家 你看那小子不对劲了 卓凡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古三通双手抱着肩膀 蜷缩着蹲下 全身颤抖 连他最喜欢的八品药材 居然都只是吃了一半 就扔在了地上 凶煞鬼大喜道 不愧是卓管家 果然阴险毒辣 竟在药里下毒 连他那那天鼻子都没闻出来 阴下的到底是什么毒啊 能不能也分我们一点 去去去 老子根本没对药材动过手脚 这小子不像是身上出了毛病 倒像是心里的问题 毕竟天眉头一挑 是害怕 这股三通居然也会害怕 卓凡一愣 此话怎讲 卓管家有所不知 以前老夫在帝王门 教导那些小鬼事 甚为严厉 到最后一些心智不坚持 听到老夫的声响 就会全身颤抖 像这小子一样 卓凡心中开始不安了起来 你是说 他是在害怕 可是什么东西 能让这小怪物害怕 我就在这时 空中猛然一声巨响 卓凡慌忙探头望去 只见整个天空 都开始乌云捏捕了起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 要从乌云钻出一看 挤劫子 倒到紫雷层那风洞之中 直屁而下 卓凡眼瞳一锁 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这 这竟是洛雷霞 这就是大陆三大险地之一的洛雷霞 也是天地一记所在 我一直苦苦寻找的圣地啊 卓凡一直苦苦寻找的洛雷霞 终于出现 这也是天地一记所在之地 更是大陆三大险地之一 卓凡回想起当初 龙九曾提起过 便一直在为进入这里 做着准备 可是之后一系列的事情 接踵而至 也就把这件事先放下 可是现在积雷山也没了 该如何孵化 可就算先前孵化了 雏鸟对着洛雷霞 也没什么用啊 只能说识不韵眼 现在还不是 进入洛雷霞的时候 随即转头 就吩咐几人离开这里 三大险地洛雷霞 进入者无意生还 现在只能撤离 说着几人就脚步一踏 向空中飞去 可飞了一阵 卓凡却是忽然反应过来 转头道 古三通那小子呢 众人一正 也是转头看去 却发现先前 还勇猛异常地不败完头 此时却宛如一个受惊的孩子般 一直捂着双耳 蜷缩在地瑟瑟发抖 心中只有害怕 已是完全丧失了理智 凶煞鬼大笑道 那小子居然会怕打雷 刚刚的凶猛哪去了 卓凡却看了看到 我明白了 原来他不是害怕雷电 而是怕那子雷 先前我们一直搞错了 凶煞鬼大笑道 卓管家 你此言差异 古天之下 谁不怕那子雷啊 就算是我们宗主 那样的绝世高手 现了那子雷 也得扭头就跑啊 可是这孩子不一样 别人还有跑的勇气 但这小子 却是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 他跟这洛雷霞 究竟有什么关系 利老 你和似鬼先走 我去救他 利老急忙道 不可 卓管家 这洛雷霞马上就要降临此地 凡是被卷入进去的 都要粉身碎骨 你切不可冒此凶险 凶煞鬼也是负荷 是啊 卓管家 就让那小子自生自灭去吧 卓凡看着四鬼也是新味道 还知道关心老 八品零药没白出 随即就吩咐利老 若是我有什么事 你给我看好这四个家伙 别让他们再给家里捣乱了 话音刚落 卓凡变头也不回地 向鼓三通方向飞去 利老一声大喝 卓管家 却是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紫雷披下的烟尘之中 利老狠狠咬了咬牙 大喊道 我们走 那我们就不等卓管家了吗 利老眼神间定道 他一定会回来的 羞的一声几人就向远处飞去 而这边的洛雷霞 也是遭到紫雷如蜘蛛往安纵龙骄子 整片天穷寸寸碎裂 管如马上就要塌陷的天幕 卓凡看着在乌乌俱小的围光下不停发抖 不由惊道 三通 还傻愣在这干什么 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卓凡大声喊道 你在说什么 五三通僵硬地抬起脑袋 露出了楚楚可怜的小脸蛋 眼瞳里已是溢满了泪水 弱弱道 救 救我 卓凡一惊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向不可一世的古三通 在这紫雷之下竟被吓成这样 随即嘴角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这是个机会 接着二话不说 扛起这个孩子就向远处飞去 富贵险中求 在这种险境下老子救他一命 以这小子的秉信 岂不是得倾全力报答我 到时候有古三通在老子背后撑腰 老子看帝王门那帮兔崽子 还敢在老子面前嘚瑟 正当卓凡思索之际 天空中的黑洞 骤然一股强大的吸力抓住了他 就向黑洞里脱起 卓凡不由心下大害 急到 古三通 快被吸进去了 你有什么办法脱身 而古三通已经被吓得浑身贪软 没有了行动能力 卓凡按骂道 这小子现在算是彻底废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紫色的雷芒狠狠地劈在了卓凡背后 就当古三通要坠落之际 卓凡拼尽全力一把暴弃古三通 暗自庆幸道 幸好是三重天的子雷 跟九哥的差不多 不然的话 老子可能要粉身碎骨了 话音未落 卓凡猛然一惊 第二到四重天的子雷已然劈下 陆天队已的再次击中了风 子便瞬间覆盖全身 雷芒的闪耀下 卓凡鲜血陡然飙出 而卓凡心中暗响 这越是接近那黑洞 子雷便也越密集 威力也越发巨大 要是让他遇到六重天以上的子雷 必定粉身碎骨 这一刻 卓凡彻底陷入了险境之中 下一次雷电如果不能化解 就得再死一次了 下一次就可能没那么好的运气再重生了 卓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 随即手腕移动 将那没雷晕雀的巨蛋拿了出来 就用这颗鸟蛋来吸收子雷试试吧 希望别一批就碎吧 尽可能地多吸收一些子雷 争取在静置中找出道路 紧接着又是几道更凶猛的子雷洗来 卓凡不敢怠慢 慌忙把手中的雷晕雀的蛋丢了出去 子雷竟是瞬间带连方向 静直地向他劈去 仿佛是被他吸引了过去一样 而在这巨大的威力下 蛋壳砰的一声 裂开了一个小口 卓凡骤然抱起 天魔大化绝 将那多余的子雷威力引入自己身体 刹那间多余的雷电在卓凡身上炸开 一阵硝烟过后 身旁还有些微弱的电丝游动 卓凡竟发现身体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看来这个方法果然可行 男主本想在洛雷霞救出谷三通 但却也陷入了险地之中难以脱身 而此刻的卓凡却发现雷云雀的巨弹 加上天魔大化绝 竟然可以抵挡子电的攻击 而就当卓凡思考该怎样才能逃离这片危险之地时 卓凡眼瞳突然一索 不由大害出生 这竟是六重天的子雷 这要被击中的话 把连神照镜强者也要灰飞烟灭啊 卓凡丝毫不敢怠慢 赶忙举起鸟弹运用起天魔大化绝 可那紫雷击到弹上 竟毫不迟滞地通过鸟弹击入了卓凡的体内 呜的一声 卓凡一口老血喷出 如今子电已然太快 他根本来不及炼化全身都已被电瓦了 现在的卓凡极其虚弱 已是没有更多的力量来应对下一道雷电了 可无漏偏风连夜 天空中又是一道六重的子电就绪 卓凡眼中已经没有了生的希望 自嘲道 这一下 我命休矣 真是没想到 可我共生死的竟是一个孩子 要不是救你 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吧 也是因为我太贪心 命该如此 不过老子也不后悔 人生难得几回搏 只不过 这次老子搏输了 下一次 老子要是再遇到这种事 还会再搏一把 只是 希望能有下一次吧 卓凡抱着谷三通 深深地闭上了双眼 突然卓凡脑海里出现了一道青涩的火焰 瞬间帮卓凡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此刻的卓凡额头上一团青涩浮现 万分惊讶的卓凡怎么也没想到 这青涩竟可以抵挡那凶猛的子雷 同时 万寿山脉的那个神秘高手的身影 又一次出现在了卓凡的脑海中 看来那人有意让我进入洛雷霞呀 难道洛雷霞中有什么他想得到 又不能亲自前来取的东西呢 随即卓凡摇了摇头不再去想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离开这 至于那人有什么阴谋轨迹 也是以后再说了 毕竟此时此刻 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但此刻一道道子雷 不断地分击着青涩形成的护照 越是靠近黑洞子雷的威力越是强劲 青涩也撑不了多久 必须尽快找寻活路才行 而这时卓凡心头一紧 一道九蓬天的子雷 携带着毁天灭地的趋势轰然落下 瞬间砸到卓凡身旁的青涩护照之上 而青涩护照已是接近支离破碎 若是再来一击 我们二人必定被轰成碎渣 而就在这凶险的关头 卓凡眼中红芒一线 只见那漆黑的洞口中 一道红芒一闪而过 卓凡一正 仔细看去那红芒只有碗口般大响 但是那红芒所射过的直线处 却是没有任何子雷通过 卓凡突然似乎想到了什么 九哥当时也被这紫色风暴席卷 但最后却稀里糊涂地出去 也就是说 天地的这个阵势并非完美 而是有破绽的 而且这还不是他故意留下的破绽 是有人将他这阵势毁了一段 没错 那红芒就是破绽 顺着他就能够进入一季之中 卓凡瞬间争鸣了起来 天地又怎么样 布下的阵势不照样被人打出这么大的缺口 随即呼喊古三通 快醒醒 现在该你上场了 而古三通还是一脸猛逼的状态中 卓凡芒指着那个红点吼道 你快照着那红点轰上一拳 把那缺口扩大 我们就能逃出去了 古三通拼令摇头 不行不行 我怕那些雷啊 卓凡眼睛一鸣大喝道 那些雷我也怕 可是你怕他们 我们也是死啊 反正横竖都是死 不如拼一把 古三通微微震了震 却依旧身子颤抖 而这时卓凡却平静了下来 缓缓摸了摸他的头柔声道 没关系 一切由我 我会把你紧紧抱在怀中 就算死 也是我先死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所以你也不要放弃你自己 生死关头一定要拼一把 就算不为了你自己 也要为我打上一拳吧 随即古三通身子 也停止了颤抖 瞬间转换了状态 认真地看着那个红芒 眼中一鸣 下一刻 只听其一声大喝 古三通的拳头之上 宛如射出了一条无形的巨龙 就奔腾着朝那红芒飞去 随即只见那红点逐渐破裂 哼的一声 红点尽数破开 射出诡异的红色光柱 见此情景卓凡大喜 好小子 干得漂亮 可不等两人庆祝 一道巨大的紫电迅猛地向二人冲去 卓凡一把暴戚古三通 用最后的一点青年抵挡了这一击 随后卓凡开始大口的科学 古三通急忙问道 你怎么样 不要紧吧 卓凡缓缓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虚弱地笑道 没关系 我说过 只要我活着 就会把你抱在怀里 不会让你有事 古三通已是正正注视着卓凡 行了 我们走吧 随即翅膀煽动 就向那红光之处飞去 进入那光芒笼罩之内 精疲力竭的卓凡 也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洛雷霞降临几个时辰之后 便消失不见 而他刚刚所降临之地 此时已经完全化为了虚无 大地被紫电击过后 也只留下滚滚岩浆从地面冒出 利老和四鬼重新来到镇 用神识探查 却怎么也找不到 卓凡和古三通的人影 灵力鬼哀叹一声 卓管家和那小鬼 肯定已经被那紫雷劈的魂飞破散了 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卓管家为什么要跟那小鬼陪葬呢 而一旁的胆小鬼抽了抽鼻子挨声道 其实卓管家对我们还挺好的 至少他关键时刻没把我们舍弃啊 凶煞鬼叹了口气 是啊 要是宗主的话 他估计早就把我们当替罪羊了 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 我们不是又自由了吗 听到此言其余三鬼疑了 也是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 对啊 我们自由了呀 随即利老阴沉地怒喝道 谁告诉你们自由了 既然进了洛家的门 哪有那么容易出去 凭你这老家伙也想管我们 你以为你是谁 卓管家吗 难道你们以为只有卓管家能驱使血残吗 四鬼不由心下意灵 狐疑又警惕地看向他 厉老动了动手指 不相信吗 要不要老夫试给你们看 四鬼七七大惊失色 别别别 我们相信 厉老 以后我们听你的了 厉老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像话 现在你们给我回风凌城 助手落家 老夫还会请求小姐 给你们个长老当当 要不然 给我当下人 洗毛测去 四鬼不由一急 纷纷听话地向风凌城方向飞去 嘴里还不忘大喊 我们要当长老 不洗毛测呀 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厉老长叹口气 卓管家 跟你待的时间长了 老夫也学会胡家胡威了 不过你放心 不管你现在在哪儿 老夫始终认定你还活着 我一定会誓死 卓凡成功忽悠古三通成为自己的义 但此刻的卓凡却疑问道 小三子 你以前确定没来过这里吗 古三通却满脸疑惑地摇了摇头 卓凡眉头轻皱 奇怪道 那你为何会如此怕这子雷 难道你以前没见过 古三通想了一会儿确定道 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子雷 但很奇怪 我好像天生怕这东西 一听到这雷声就全身发 不像是平常的那些雷电 我只是讨厌 却不害怕 此言一出 卓凡更加奇怪 不可能啊 没有人会天生害怕什么东西 这小子应该和落雷霞有关系 想到这里 卓凡又问道 小三子 你这么厉害 你师父是谁呢 我没有师父 那你三百年前 是怎么修炼到天玄境的 古三通摇摇脑袋 脸上一片迷茫道 从我记事起就是天玄境 也没有家人朋友 只有我自己到处找药材吃 卓凡此刻更加疑惑了 随即一个不可能的猜想 出现在了卓凡的心头 莫非这小子 根本就不是人 一般而言 人类都是通过修炼感悟 天道油弱变强的 能够化成人形的 出生就实力强大 若真是这样 凡借这个被圣玉高手 所藐视的蝼蚁之地 岂不是藏着真正可怕的存在 一想到万寿山脉那个神秘高手 卓凡心中的这个猜想 便越加肯定 随即古三通眼睛一亮 义父 用我的鼻子吧 以前陷入幻阵之中 什么都是假的 但唯有我的鼻子 不会欺骗我 我就用鼻子 找出一条通道吧 卓凡无奈道 这里全是沙子 哪有什么气味啊 要是这阵是留着 随即只见古三通耸了耸鼻子 突然眼瞳一亮 有了 义父 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跟我来 卓凡满脸不可置信 你特喵的鼻子这么腻天的吗 此刻的卓凡被眼前这个小怪物 已经震惊的目瞪口呆了 而这时只见古三通 指着前面一片空地说道 义父 这就是出口 不得卓凡反应 就拉着卓凡冲了进去 把卓凡一把插进了沙堆里 尝试间变换 他们本来是向下倒的身姿 却是突然直着身子走了出来 卓凡再次看向四周 却还是一片赤红 但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 卓凡心中万分庆幸 幸好这次由古三通随行 不然他就算进入这里 估计也要耗死在那幻境中了 而这时卓凡却听到一阵哭声 转头看去只见古三通 正依靠在一根通红的大圆柱子旁 不停地抽起着 卓凡问道 小三子 你怎么了 古三通一边哭一边摇了摇脑袋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闻着他的气味而来的 可是一接近他 我就止不住伤心难过 卓凡看着眼前这根通红的大柱 不由一愣 这柱子竟然有数百丈高 直冬天际 而且还能顶住这么多紫雷的狂轰怒屁 这其中甚至还有着最强十二成紫雷的轰击 这样的破坏力都依然不到 可见这巨柱的确非凡 这天地是白痴吗 这巨柱上这么大的味道 鼻子稍微灵敏的都能找到出路 随即卓凡就趴在巨柱上闻了闻 察觉到这个味道灵气浓郁还夹杂着野气 是属于灵兽的 不对 这 这是圣兽 卓凡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九幽密录中曾记载 上古时期五大圣兽并立天下 无人可敌 即便地级高手也不敢轻视锋芒 唯有最强三帝 方可与其比拟 那么他可能就是 上古五大圣兽之一的冲天麒麟 卓凡怎么也不会想到 与上古时地齐名的五大圣兽之一 冲天麒麟会在这里出现 而且死的只剩下一只脚了 难道杀他之人 就是十二重天子雷惊眼的主人 天地吗 这里好像并非是什么天地遗迹 更像是天地的屠宰场 而这时巨主和大帝都在不断地哄 卓凡慌忙道 小三子 你干什么呀 这保护我们的鸿芒 似乎是这冲天麒麟角发出的 要是他倒了 我们全都得死在这里啊 而古三通却抽气倒 我不想再看他被那些子雷劈了 我看着心里太难受了 卓凡一愣 似乎想明白了些什么 莫非古三通与五大圣兽之一的冲天麒麟 有着血脉关系 如果是这样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所谓血浓与水 怪不得他天生神力和灵灵的嗅觉 他与这冲天麒麟角产生了共用 才会为他而哭泣 随即着凡摸了摸他的脑袋道 如果你不想他在天之灵伤心的话 就不要这么做了 我死了倒无所谓 但是你若死了 估计这根大柱子也会难过 想来世上没有谁会希望自己的后人 或族人白白送死吧 古三通不可置信地道 你是说我是他的族人 甚至亲人 卓凡微微点头 你看到这只麒麟角被雷劈 心里会难过 若他知道自己留下的麒麟角 没能保护好你 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吧 古三通听闻此话 也是常常叹了一口气 可这时卓凡突然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迅速苍白下来 古三通见了不由大惊 赶忙上前搀扶 卓凡苦笑道 看来我就算没死在外面 也会慢慢耗死在这里吧 古三通一听 焦急道 义父 你不会有事的 我们才刚刚相认了 卓凡轻叹道 小三子 这枚戒指里面有不少药材 留给你了 希望你尽快长大 以你天生的血脉神力 日后应该有办法逃出这 古三通别着嘴 眼泪哗哗往下流 义父 你一定会没事的 卓凡缓缓地闭上眼睛 想我卓凡一生为恶 没做过几件好事 没想到临死前竟有人愿意为我哭泣 也算难得的好报了吧 卓凡刚收服古三通 却发现身体内的子雷根本无法练滑 伤势越演越烈 随即把身上的药材 像刘依产一般全给了古三通 古三通大哭出声 义父啊 我们才刚认识你就要走了 卓凡瞥了他一眼 别特喵地哭了 老子还没死透呢 随即就从戒指中 拿出了雷云雀的鸟蛋 嘱咐道 我死了以后 怕你在这里闷得慌 这只鸟也送给你吧 然而 卓凡话还没说完 那鸟蛋便已咔咔地开始碎裂 这时突然一声仰天长鸣发出 巨蛋轰然碎裂 只见一只小鸟浮现在两人面前 卓凡一惊 一出生就是一重天的紫雷 这雷云却该不会变异了吧 而小鸟扑扇着翅膀就向卓凡飞去 显然是把卓凡认成了自己的母亲 卓凡笑骂道 小家伙 这次来落雷侠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吧 一般的雷云却顶多成长为六级零兽 身上也只是一般的雷电 你这小东西却是在紫雷中运营 刚出生就携带着紫雷之力 日后不知要成长到何种恐怖的地 真是令人期待啊 而这时的古三通却躲得老远 大喊道 义父 快抓住他 不要让他靠近我 卓凡笑着连连摇头 小三子 你怕他干什么 他身上的紫雷只有一重天 连我都伤不了 更何况是你了 说起来这家伙也算是我的儿子 你这个当哥哥的 快来照顾一下弟弟 随即卓凡使坏道 去去去 找你哥哥玩去 雷云却猛然转头看向古三通 随即扇动着翅膀就向古三通冲去 古三通被吓得大喊 你不要过来啊 捡起地上的土石 就向他扔去 可是那雷云却虽然走路不 但却相当灵敏 一蹦一跳就躲闪过去 被逼急的古三通看到地上有块石头 捡起来就要向雷云却砸去 却发现没有拿动 古三通这小却脾气 卯足了力气就开拔 可喵的 连一个石头都敢欺负我 卓凡一惊 赶忙喝止古三通 可谓事已晚 古三通已经把石头重重地丢了出去 巨石瞬间砸到地上 溅起几米高的尘 烟尘消散后 卓凡赶忙忘却 雷云却刚孵化出来 你可别给他砸扁了 随即只见小鸟轻轻地落在了巨石之上 并可怜兮兮地看着古三通 此刻的古三通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 露出了胆怯之色 正当卓凡要出口开骂古三通的时候 却突然被眼前的石头给惊住了 这宛如巨蛋而表面光滑如镜的石头 竟是回饮时 卓凡忍不住的心脏咚咚直跳 这特喵的是剪刀宝吗 想不到传世圣族族长 用来传承绝技的西式珍宝 会出现在这个结界中 小三子 快给老子打扩这块石头 古三通却低头难难道 你要骂我就骂好了 我的确不该用这么大块石头去砸他 既然你也认他做儿子 那他就是我弟弟 我这么做的确过分了 你不用拿石头来指丧骂怀 卓凡一阵哭笑不得 你知错能改 为父深感欣慰 不过我没有要骂你的意思 我真的要你帮我打烂这块石头 随即古三通就明白了卓凡的意思 脚步一踏就像巨石飞冲了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 那块回饮时在古三通稚嫩的铁拳下化为快快碎片 巨石外壳慢慢碎裂 从中缓缓飘出金色浓雾 随即金色雾气迅速飘向天空 慢慢的浓雾形成了一只金铜 转眼间金色雾气已经凝聚成了一个身形 面色却极为庄严 两只眼瞳当中 左眼有紫芒闪动 右眼金光四射 卓凡只是一眼便认出 这是上古实地之手 天帝 而那人面色平静 宛如俯视万般楼影 缓缓开口道 年轻后辈 既然你有幸打开本作的回影时 那就是我足之人 本作将会把我的第一神通 空明神通传授于你 英文是空明神通 卓凡已经呆愣当场 身子不觉抖了抖 卓凡的嘴角慢慢翘起 随即情不自禁地大笑了起来 传说上古最强三帝中的天帝 有两大绝学神通 一是左眼紫雷金眼 二便是这右眼空明神通 这空明神通乃是天帝达到 地境时领略的神通 具有无上威力 是紫雷金眼无法比拟的 这所谓的空明神通 乃是童书中的无上神通 首先讲究一个空字 空则有荣 有荣乃大 万物皆空 万物不空 数天过去后 天帝虚影正经微作 一字一顿地传授口诀 细心讲解 卓凡则是紧紧盯着那高大的身影 不敢有一丝分神 而一旁的古三通和小鸟男男道 这人已经传了有三天三夜了 义父他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 这似乎对义父相当重要啊 而这时的天帝深吸口气 淡淡道 十二重空明神通的修炼法门 本座皆已受弊 而若有心 刺可得无上神威 利我足于不败之地 至于本座第二神通 紫雷金眼 亦是由这空明神通脱胎而成 而若天父聪颖 自不必理会 日后必有所悟 若天父欠佳 本座还另设一枚回饮食 诸而修炼 但想来而知成就 姑且止于此过 未必大成 予取予夺 而自斟酌 好自为之 话音落下 天帝的影像也随之消失不见了 古三通见了不由奇怪道 义父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只是我很奇怪他最后那句话 似乎并不希望后人修炼紫雷金眼 真不知道龙九当初进入这秘境 得到紫雷金眼 运气是好还是差呀 古三通自信道 义父要想学 还是这就帮你再找来就是了 卓凡笑着摇了摇头 不必了 这紫雷金眼与我无缘 紫雷金眼的回饮食 已经被龙九给拿去了 不过这回饮食中的影像 分明是留给他族中后人的 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到这 还便宜了我这个倒霉重生的魔皇呢 还有这麒麟角 一切都太巧合了 而这时只见古三通说道 义父只凭那空明神童 能治疗你的伤势吗 没问题的 有这空明神童已然足够 随机卓凡让两人过来 抚摸着两个家伙的脑袋道 小三子 还有你 我就叫你雀儿吧 我现在要摆下守护阵法 闭关修炼疗伤 也不知何时能出关 小三子 你要照顾好你弟弟 在外待着 不要离我太远 以免发生不测 随机着返手中口诀有动 大地浮现了一个阵法 最后吩咐道 小三子 雀儿就交给你照顾了 说罢就缓缓进入了大阵之中 时光荏荏 岁月如梭 不知过了多久 天穷外依旧打着紫雷 一只小老鼠正在原地发呆 只见身后露出一双争鸣的眼睛 古三通突然一把抓住小老鼠 正沾沾自喜的时候 却不知身后一股能量正在不断扩大 等他转头发现时 一大股能量瞬间爆出 余波阵的古三通都不得不向后退出树密 古三通也是十分惊讶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烟雾中缓缓浮现一个深意 向古三通走来 只见衣衫蓝绿的卓帆出现在面前 周身还不断地游动着金色雷芒 卓帆的幼童之中 金铜浮现光芒四射 随即一股极为强悍的气势猛地 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卓帆猛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 随即只听古三通欣喜道 义父 你终于出来了 而且还突破了 那你的伤好了吗 卓帆笑着点了点头 我的伤势不仅好了 而且实力大增 现在的我完全可以带你们两个 离开这个鬼地方 义父 你吹牛也要吹得实际一点好吧 都过去五年了 您才从断骨五重进 突破到断骨九重 连天玄境都没突破 怎么带我们出去 卓帆一论 这么快都过去五年了 而这时只听古三通继续说道 我指望您带我出去 还不如指望雀儿呢 说着 古三通朝着天穹之外的方向大喊道 雀儿 老爹出关了 赤红的天空中 一声轻锐地提鸣响起 随即只见一只巨大的紫色飞鸟 展翅于苍穹之上 卓帆吃惊道 这是雀儿吗 已经长成四级灵兽了 而且身上的子雷也成了四重天 可是外面的那些子雷 很多都是十一十二重天的 打在他的身上没事吗 古三通耸了耸肩 淡淡的 一开始我也担心 不过应该是他与那子雷同源吧 那些子雷打在他身上 基本都会被他吸收 吸收不掉的能量 就会被他自动散发出去 对身体倒是没什么影响 此刻的卓帆心中暗响 老子的义子是个怪物 养出来的灵兽也是个怪物 不过这也正常 老子现在估计也踏入怪物的行列了 现在就算面对小三子 应该也不会太吃力吧 随即又问道 小三子 我给你的药材都吃完了吗 早就吃完了 我已经有三年没吃过药材了 都营养不良了 不要紧 老爹这就带你们出去 得了吧 你才断骨酒重敬 就算是养伤 你这突破的也太慢了 我还是指望雀儿吧 他不怕紫雷 等摸清楚了出去的路径 就能让他带回药材来了 卓帆安笑道 小三子 你这明显是看不起老爹了呀 来吧 你向我打一拳 让你看看我现在的实力 我让你知道 修为可并不代表实力 谷三通眉头不绝一紧 我不要 你刚出关我怕一拳 又把你打闭关了 再说我这一拳 连神照镜都吃不住 更别说你连天玄境 都没突破的人了 废话少说 放马过来吧 谷三通无奈叹口气 老爹太任性了 就陪他玩玩吧 不过要千万控制好力度 别把他再伤了 随即谷三通手指轻轻一弹 嗡的一道波动 自他指尖划出 晚日一只长剑直射着凡而去 而就当光柱已然要 打在卓凡脸上至极 三通大惊 义父 小心 可不等他反应 卓凡已然使用 空明神童的第一重 一行换位来到了 谷三通的身后 谷三通表情瞬间一鸣 刚刚的一瞬间 完全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仿佛消失了一般 随即只见卓凡大喊道 小三子 击我一拳 这时只见谷三通不屑道 老爹 你能躲也就算了 可是你的拳头 对我真的没什么伤害啊 话音乐弱 只见一道紫色的雷芒 顿时向他奔涌而去 谷三通不觉大惊 本能地闪躲了过去 随后只听见 后方发出轰隆巨响 谷三通 切切地缩了缩脑袋 结结巴巴道 义父 你怎么也能发出这子雷啊 卓凡淡淡一笑 甩了甩手必到 这就是空明神童的威力 这空明神童 讲究的就是一个空字 主要是对空间法则的运用 空明神童第一重 一行换位 可以让我将原神探查到的 空间领域交换方位 能够让自己达到顺义之速 或者是 说着 卓凡随手一抓 谷三通 指头上的戒指便默然消失 或者让一些无法反抗的 死物变换方位 小三子 你既然已经吃光戒指里面的药材 那这没储物戒指我先收回 以后估计还有用 而此刻的谷三通 已然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惊奇道 那么这样说来 义父岂不是无敌了 这样的话就没 遇下七家最强天才子弟 六龙一凤纷纷出关 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做准备 但此刻的锁龙沉迷室内 黄浦风雷自信道 老夫亲自调教出的人 必是天下第一 而这时大门中一青年缓缓走出 轻声道 我镇天帝王龙 黄浦青天不是你调教才有所成就的 而是我本该如此 众人听闻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行 身体不觉一振 感慨道 真不愧是大公子 果然有帝王气势啊 黄浦天元深吸口气 既然你有这个自信 那为父就不多问了 相信你在这次的百家争鸣中 会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让我们帝王门的威势 笼罩七家 父亲 你又错了 我不是有自信 而是本该如此 我不需要让他们大惊失色 才能让帝王门威势笼罩七家 而是我的出现 便已足够如此 七家一同你完成不了 就由我来吧 即便黄浦天元见此 也不觉心中暗怒 这分明就是武力 几人看到父子的火药为狮子 心中不由一颤 可在帝王门这就是帝王气势 门主之位 就算父子相争也无所谓 只要优胜劣汰 能者居之 这就是帝王之术 在整个家族上下 都会得到一致认可 连门主自己也不能改变 冷无常缓缓来到黄浦青天面前 微微一功伸道 大公子有此气势 十分可贵 但也要谨慎行事才好 要不然可是会阴沟里翻船的 黄浦青天眼光一寒 此话怎讲 冷无常微微一笑 最近天语出了一个小煞星 名为卓凡 将整个七家都闹了一遍 死在他手上的七家长老 多达数十个 连二公子都被他杀了 听说他这次也会参加百家争鸣 望大公子小心哪 老二本就是个废物 被杀不足为奇 那些长老 比老二还废 更是该死 不过这小子连杀这么多人 还能让他活着 你们到底是有多废啊 还是说 他跟三百年前的那个古三通一样 有万夫莫敌之勇 冷无常恭敬到 古三通那样的怪物 自是千年含有非常人可比 不过他跟古三通不一样 古三通虽然实力强悍 但却是一见莽夫 竟以一己之力抗一国之威 实乃不至 可这小子却狡猾的 最擅长拉帮结派 至今我们一直没有拿下他的脑 也只是因为七家中有三家 跟他结为了联盟 他又抱上了四柱之一战 神独孤战天的大个 似乎皇室也在包庇他 让我们无法对他出手 皇普倾天淡然道 看来他还是个权谋家了 既然你们这么废物 那我在百家争鸣上 亲手把他解决好 大公子 请你务必小心行事啊 这几年来 但凡小看这小子的 都没什么好下场 皇普倾天突然眼光一寒 冷先生 阁下大财 我甚是欣赏 但是请别把我跟你们这群废物相赌 还有 拿到那小子的脑袋后 帝王门门主之位 父亲也是不是该让位了 众人听闻此话也是惊恶万分 皇普天园身子也不由猛地震了震 脸色阴沉得更加厉害 画面一转 五个月后的帝都皇城之内 皇帝正在御书房批阅奏章 一黑衣人来到老皇帝面前禀报道 陛下 云龙城传来了洛家消息 皇帝轻轻开口 城上来 那人便马上起身 将纸条公公静静地递了上去 皇帝结果打开 但只是看了一眼 便龙目一瞪 传手丢到了他的脸上 大骂出声道 这五年来 每次传来的情报都是一切安好 一切正常 可这次洛家在百家争民上大出风头 他们那些断骨精的少年高手是哪儿 你们的情报又是怎么做的 那人赶忙贵府下来 吓得瑟瑟发抖 微臣知罪 请陛下息怒啊 随即老皇帝眼中闪着深邃的寒芒问道 有卓凡那小子的消息吗 只见那人拜扶在地道 骑禀陛下 尚未查道 那么护龙神位 古三通的消息呢 黑衣人都快哭出来了 颤颤巍巍地道 骑禀陛下 也未查道 老皇帝眼中杀意领男 问什么都是三不知 镇养你们这帮废物 凶行事有什么用啊 赶紧给我滚下去 那人走后皇帝一阵头疼 古三通和卓凡同事失踪 难道那个消息是真的 他们真的全在骆雷侠遇难了吗 若真是这样的话 古三通也就算了 那小子不安定得很 也许从此在世间消失 也算是件好事 但是 那卓凡还没完成 镇交给他的任务 死了却着实可惜 只是不知现在这个骆家 在没有卓凡的情况下 还能否达到镇的要求啊 而这是一个文官禀报道 陛下 护龙神位古三通大人回来了 皇帝沉吟一阵 叹了口气 知道了 退下吧 看来麻烦的家伙 还是没有从世间消失啊 百年一次的百家争鸣 六龙一缝和其余天才少年 纷纷出场 与此同时 一座高大威严的城门前 刻着三个仓境有力的大字 云龙城 一入城内 卓凡便是完全被惊呆了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热闹 人山人海 即使比起花语城的那次百丹盛会 还要热闹十倍不止 传说这是当今皇室 宇文家族当年起兵建国时的 发家之地 每百年一次的百家争鸣也全都在这里举行 可是还不带卓凡走上井 一声声喧嚣 却是传入了卓凡的耳内 风铃城落家已经二十七连胜了 晋级二流世家决赛 成为了本次百家争鸣最大黑马 卓凡抬眼望去却是间嘈杂的小酒馆 于是缓步前去想看个究竟 可一进入其中 卓凡就感受到了一股浓重的酒气迎面扑来 人声鼎沸 一群大老爷们光着膀子挥拳大叫 只见酒馆正门面上架着一张宽大的赌桌 一群人就站在那赌桌旁 不停下注 背后墙面上则是贴着各个家族的名字和城池 甚至还有等级 卓凡抬手望去竟发现 那上面居然还有七十家的名贵 甚至连代表的天才弟子的绰号也写上了 但卓凡却被一个名会所吸引 冲天魔龙黑风山 这是谁的混号 而赌桌上的一个小肆不屑的赤笑道 香巴老 你从山里来的吧 连峰凌城黑风山落家 冲天魔龙灼凡都不知道 你也太无知了吧 这魔王灼凡当年大闹花雨城 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现在听说他要代表洛家来参加百家争鸣 自然要与六龙一奉并驾齐驱 所以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冲天魔龙的绰号 似乎是取自他当时用的一招五计 纯粹胡说八道 虽然当年魔王灼凡在花雨城 用了一招魔龙冲天杀了帝王门的二公子 但这个混号的意思是指 他将化为冲天魔龙冲破天穷 挑战七世家千年来的权威 什么都不知道 就不要给人家乱解释 真是误人子弟 卓凡淡淡一笑 冲天魔龙冲破苍穷吗 老子喜欢 而这时那小司却又是催了一口 对大汉大骂道 你才放屁呢 就算那魔王卓凡再厉害 以他一人之力哪能敌得过七家之威 七家屹立天宇千年 可不是等闲之辈 难道你没听说 洛家的后台就是剑侯府 乾隆阁和花雨楼吗 我估计 就算洛家最后到了七家决战之时 也会以这三家的附属家族身份参战 远趴的一声 卓凡一拍桌面 阴沉沉道 谁告诉你们 洛家是他们三个的附属家族 告诉你们 这次洛家将会以独立的一家身份 与七家共同竞争 绝不会躲在任何一家的庇护之下 而这时一声大笑 却是突然在众人耳前响起 不错 洛家就是要以一家之力 挑战千年不变的规矩 否则的话 百家争明到最后 每次都是七家之战 岂不太无趣了 卓管家 老夫与你神交已久 今日我们终于见面了 在下帝国丞相诸葛长风 方便一叙吗 卓凡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心头不由一惊 万万没想到 赐助之手的丞相诸葛长风 会亲自找上他 再看向他身边的两位老者 气息隐而不发 绝对是世上稀少的爵士高手 随即诸葛长风做了个请的手势 便和卓凡一同来到了旁边一张酒桌旁坐下 另外两位老者 则是站在诸葛长风身边 双手结印 一股无形的气层就将二人包裹在内 卓凡暗道 这两人居然做了一个屏障 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这可不是一般神兆高手能达到的 即便是神兆巅峰 也万万不能 此二人 一定是修习了某种特殊的功法 当真不可小觑 而这诸葛长风 虽然只有天玄二重敬修为 但身边高手众多 其人辈出 其势力当真不在七家任何一家之下 四柱之手 当之无愧 而这时的诸葛长风淡笑道 卓管家 你是否是在奇怪 老夫为何会来找你 卓凡淡然一笑 却是没有说话 只是双眼平视向他 宛如等着他的回答一般 诸葛长风眼中闪过一道赞赏之意 保持沉默 也保住了谈话的话语权 这卓凡果真也是个高手 随即继续道 卓管家果然是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更甚文明 老朽佩服啊 诸葛丞相过奖了 您的大名在下才是如雷卦 诸葛长风洒然一笑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我们两个的这套心机术 就不要再对彼此用了 否则的话 估计这场谈话 三天三夜都没完没了 诸葛丞相真是快人快语 在下也这么认为 而诸葛长风开门见山道 卓管家 洛家此次前来参加百家争鸣 恐怕是有人背后缩始的 卓凡眉头一挑 何以见得 诸葛长风淡淡出生 你我皆是掌控大局之人 虽然老夫相信 有卓管家这样的人才作证 洛家的崛起是迟早之事 甚至于日后凌驾于七家之上 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此时此刻便跳出来 显然是太早了点 以卓管家的成福 不可能做出如此急功近利之事 必是有人相逼 或是诱惑 才使得你不得不这么做 卓凡节毛微微一动 心下暗赞 这诸葛长风果然非常人索 竟是宛如看透了一切 说诱惑也好被逼也罢 都完全正确 之所以这样 就是不想失去皇室这座大靠山 或是得罪皇室 我看除了这诸葛长风以外 估计没有人会想到 今后洛家的发展会超过七十家吧 随即到 赐助之手 诸葛丞相 当真实至名归 卓凡佩 诸葛长风轻笑出生 卓管家过誉了 老朽只是静影此道多年 有些新的罢了 哪里比得上卓管家年纪轻轻 便一肩扛起整个家族的容忍 实在让老朽佩服不已啊 那么 诸葛丞相此言的真意是 诸葛长风眼中金光一闪 深深地看向卓凡道 当心你背后的那个人 男主来到云龙城参加百家争议 却遇到了天语第一志谋诸葛长风 而他却开口提醒道 你要千万小心背后之人 听闻此话的卓凡也是十分疑惑 随即只听诸葛长风继续说道 我知卓管家心中有猜疑 的确 老夫此言甚是可疑 天下又有谁会如此好心 替别人着想呢 老夫确实有私心 但是 请卓管家放心 老夫的敌人不是你 甚至与我们会有共同的敌人 卓凡一愣 此话怎讲 诸葛长风淡淡一笑道 欲棒相争渔翁得利 这句话 我想卓管家应该比谁都了解 那么 你是想当欲棒 还是想当渔翁 言及于此 相信以卓管家的聪明才智 应该不难理解 卓凡深深看了他一眼 似乎有所悟 嘴角划出一道莫名的笑 见此情景 诸葛长风不由心照不宣地笑了出来 跟聪明人谈话就是省力 卓管家 老夫今日所言指此一事 就此告辞 不过 老夫还有一件私事 心中一直存有疑惑 还请阁下能为老夫解答 卓凡欣然出声 但说无妨 老夫乃一国丞相 神算子冷无常是帝王门大管家 阁下又是洛家管家 说起来 我们三人本属同类 皆是为别人指点江山 运筹帷幄之辈 可是 老夫和冷无常皆有私心 只是实际未到 不能发作 但是以卓管家之才 为何干据洛家之内 以老夫所观 阁下不是为情所困 为意所累之人 这实在让老夫不解 卓凡深深地看了 诸葛长风一眼 思量少许后 却突然露出了 一个诡异的笑容 一字一顿道 我的野心 比你们大得多 诸葛长风眼瞳猛的一锁 一向淡定的四柱之手 竟也露出了胆怯之色 而他身边的阴阳双凹 似乎也是第一次 看到诸葛长风这副面 不觉一惊 看向卓凡的眼神 也不散了起来 身上的气势渐渐散发 一股浓烈的杀鸡 向卓凡扑去 但卓凡却宜然不惧 身上的杀意 也是瞬间散发了出来 随即幼童之中 金色光芒微微闪动 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 诸葛长风突然大喊一声 慢着 两人瞬间待在当场 看到阴阳双脑收起了气势 卓凡也不再释放那股杀意 诸葛长风走到镜前缓缓道 老夫不知阁下的野心 到底有多大 但是却十分期待 那一天的到来 希望不会是黄梁一梦吧 说吧 转身离开 阴阳二老赶忙跟上 带道出了酒馆 走了几十步后 其中一老出声道 丞相 为何刚刚不让我们解决了他 那小子的口气 实在太狂妄了 诸葛长风摇了摇头 老夫倒是觉得 他不像是在吹牛 可是 他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 以他之能 假以时日 完全能够称王称霸 但却一直带着洛家这个阔幽 真是让人不解 这小家伙算是老夫平生以来 第一个看不透的人了 阴阳双老彼此对视一眼 也不敢再出声 画面一转 云龙城的一座最大的露天演舞场中 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阵阵轰鸣掌声 演舞台上 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 洛云商一身净装 英姿飒爽 恶诺多姿的倩影在那身净幅的包裹下 显得更加玲珑剔透 而他的身旁 却站着一个面容冷峻的少年 大概十五六岁 断骨三重镜的实力 不过虽然年纪轻轻 却依然是天羽家喻户晓的天才人物了 天羽战神 独孤战天大元帅的第五位义子 天羽无虎中的将龙 洛云海 而他们身后却是有着十几个 与洛云海年纪相仿的少年 但是眼神却是比洛云海还要坚毅许多 而这时一名身穿长袍的老者宣布道 本次二流世家 家族战 获胜者 风铃城洛家 此刻阵阵欢呼与贺彩声不绝于耳 洛家姐弟脸上也露出坚毅之心 而这十台上的观众高呼道 这已经是洛家第二十八连胜了 真是不敢相信 他们以前是三流世家 是啊 而且我还听说他们的第一高手 还没出场啊 那个叫卓凡的年轻管家 听说有堪比七世家六龙一奉的实力 被人们称为天羽第七条龙 冲天魔龙 而看台的最上层位置 也是站着几个熟悉的人影 只见一男子开口道 说什么三流世家 当初那小子肯定在骗我 刚刚那个家族 在二流之中也算中上等 却被洛家以少胜多干翻了一地 若是这都算三流 那什么是二流呢 你说是吧 宁儿 而一旁的女子正式已经成为剑侯府 附属家族的薛家小女儿薛凝香 不过他却没有看谢天羊一眼 只是紧紧盯着那眼舞台 男男道 为何卓大哥不在 他不参加吗 而谢天羊却是一脸酸溜溜的道 宁儿 你干嘛老是提起他呀 而这时一旁的谢天商 抱着一把寒芒引入剑鞘的长剑 淡淡出声道 看来 那个传言是真的 冲天魔龙灼返 真的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薛凝香不由一己 什么传言 谢天商沉吟一阵 冷冷淡 传闻五年前 卓凡遇到了洛雷霞 已经葬身其中 可惜了 听你们对他如此夸赞 我倒也想见识一下 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却是无缘得见了 而谢天羊本想出声阻拦 却已经晚了 只见薛凝香已经满是泪水 不可置信地摇着脑袋道 卓大哥他不可能出事的 男主的野心之大 禁令四柱之一的诸葛长风都心底发寒 但此刻的演舞场高台之上 谢天商告诉众人 卓凡在洛雷霞遇难 有极大可能已经葬身雷海了 活着的几率寥寥无几 而这时的薛凝香已是满含泪水 谢天阳赶忙上前安慰道 银儿 你先别激动 他只是失踪 还没有人发现他的尸体呢 可换来的却是薛凝香的一阵怒事 天阳哥 你为何不告诉我卓大哥的事情 谢天阳一阵雨色 我就是怕你太伤心了 所以才没告诉你 就在这时一声大笑传来 两人齐齐转头望去 一个春意盎然的少年出生道 肠痛不如短碰 应该尽早告诉他 你难道不知道 长久的思念 只会让一个女人的痛处更深吗 谢天商眼睛微微一眯 手已经搭在了剑柄之上 咔咔作响 乾隆阁的深渊乾隆 龙行云 久仰久仰啊 龙行云赶忙白手道 别别别 我们可是联盟 你别一见面就想拔剑啊 谢天商无奈道 习惯了 抱歉 我一见到高手便忍不住想要较量一个 刚才多有得罪 失礼了 龙行云怒骂道 你特喵的真是个武痴啊 老子真害怕你砍完了敌人后 突然对着自己人挥剑 随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龙行云转而看向下方演舞台上的洛家人 在下也早就听说过这冲天魔龙卓凡的大名 这次本想见识一下 不过可惜 真的无缘得见了 薛宁相疑惑道 为什么都这么说 难道你也认定卓大哥必死无疑吗 不是还没找到他的尸体吗 龙行云无奈摇摇头 死在洛雷霞的人 根本死无全尸 若是卓凡像当年九叔一样侥幸逃生 有幸没死的话 应该会出现在这演舞场上 但是洛家连战二十八场中 他一次也没露面 其余二十七场也就算了 但这第二十八场 别看洛家全胜而出 却已相当吃力 恐怕一个不好 就会出现伤亡 这种情况他还没上场 我只能认为他不在世上 听闻此话的薛宁相不争气地流下了泪水 而这时龙行云阴沉沉的道 你们认为 没了卓凡的洛家 还有必要成为我们的盟友吗 而谢天桑却面色淡然道 在我眼里盟友什么都无所 只要是否值得挑战之人 龙行云淡笑一声 不愧是武痴 转而又问向谢天阳 那你呢 又是怎么想的 谢天阳认真道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与卓凡兄弟一场 若是他真的不在 只希望洛家能平安离开此地 二公子真是性情中人 不过 我们乾隆阁的结盟对象是卓凡 若是没了他 这个盟约就不成立 洛家是否能延续这个盟约 就要看他们之后的表现了 但恐怕他们很难等到以后了 看吧 这个没有魔龙庇护的小家族 已经被这里最凶猛的几条恶龙盯上了 二公子 你有把握从这几条恶龙手里夺食吗 谢天阳三人顺着他的指向看去 却是大吃一惊 原来对面高塔之上 也站着四道人影 幽冥谷的幽影鬼龙 幽雨山 快活灵的川林一龙 林炫风 还有 药王殿的云山毒龙 严半鬼 传说这炎半鬼练毒已经练疯了 连脸都不要了 而且天生毒体 虽然丹药方面没有严松严父师徒俩那么厉害 但毒公 却远超毒手药王严松 实在是个可怕的家伙 不过 他还不是最可怕的 真正的怪物是他们身后的 帝王门的震天帝王龙 黄浦青天 他才是怪物中的怪物 一阵清脆的响动发出 谢天商手中的剑鞘不绝一动 眼中已是闪过灼热的光芒 龙行云见状一阵无语 这个武痴知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可怕的存在 只是刚见面 就想向对方挑战了 真不知道这样的莽夫作为盟友 是福是祸了 与此同时 对面黄浦青天四人也像他们这里看来 却全都面色平静 尤其是黄浦青天 仿佛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一般 林旋风嬉笑道 大公子 您已经迫不及待要出手了吗 而这时只见黄浦青天开口了 林旋风 你最好注意一下你的言行 这个世上 还没有谁值得我去向往动手 在我眼中 只有被支配者和被我毁掉者 我只想看一看 那人配不配死在我的手里 若是他没这个资格 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而一旁的其余二人见了 不由心中吃笑 这个小子平日里机灵滑头 这次拍马屁 拍到马腿上了 而林旋风心中也是暗默 陈寅一阵后 突然眼中一亮 再次提一道 大公子 不如让再下去向那些洛家人找个茶 若是那卓凡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出现 若是不在 那就干脆做掉他们 黄浦青天微微点头 你去吧 随即只见林旋风身影一闪过 紧接着道 你们两位也跟去吧 也许 六龙要提前开战了 二人相视一笑 也是瞬间闪身不见 只有黄浦青天依旧站在那 连冷无常都推崇了人 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以前冷无常可绝对不会说 阴沟里翻船这种话 作为一个上位者来说 将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才是真正的安全 卓凡 我真是太期待你的到来了 百家争鸣的开始 六龙争锋相对 七家纷争正式打响 而在黄浦青天的促使下 六龙的争斗提前开始了 另一面 骆云商姐弟和十位少年护卫 在周围众人精益的注视下 走下了演舞台 庞通林赶忙上前慰问 大小姐 少爷 辛苦了 骆云商看着他微微点头 却是没有说话 似乎还相当疲惫 庞通林也不敢再打扰 而是向身后的少年说道 今天你们表现得也很不错 回去给你们记忆功 十位少年猛一点头 面上宠辱不惊 宛如铁打的一般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骆云海见了不由一阵赞叹 庞通林 你究竟是怎么训练的呀 这些护卫小小年纪却如此坚硬 即便我在独孤大军之中 也很少有这样的人 少爷 您这就有所不知了 这些家伙都是我按照 卓管家的法的训练 按他的话来讲 再优秀的军人也是冲锋陷阵的 可他们却是关键时候 随时为骆家赴死的死事 骆云商的身子不由抖了抖 骆云海也是埋怨的 让你说训练方法直说就是 说什么死字啊 庞通林赶忙甩了自己嘴两下 都是我这张臭嘴 又惹得大小姐伤心了 骆云海眼中再次闪过一道忧伤 安神道 五年了 都没有她的一点消息 虽然丽老说她一定活着 可是看她的样子 似乎也没有丝毫把握 若是她还在世 又怎会了无音讯到现在 而这时的骆云商 已是满脸泪痕了 抹去两颊泪珠 眼中再次闪过一道坚定 站起身来道 走吧 此时此刻 骆云商等人也是相视而笑 陪着骆云商向骆家的住所走去 一边走一边谈笑风生 而一旁之人全是暗暗扎舍 这骆家还真是名副其实的黑马 居然养了二十多个天旋高手 而且还有那十名参赛少年 戏事更是一个比一个强 而这时突然一道黄影划过骆云商的身旁 骆云商骤然一惊 汗珠不由地流了下来 众人也是不解地问道 怎么了云商 骆云商眼中闪过一道疑惑之色 我的耳环不见了 姐 是不是你掉到哪里了 所有人听着 我姐的耳环不见了 大家帮忙找一找 正在这时 一声怪异的笑声却是陡然传出 一群白痴 你们要找的东西 在这里呢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一位身着黄袍的鞋艺男子 手中正拿着一只精致的耳环 众人见此不由一惊 骆云海说道 这人竟是快活灵的川林一龙 林旋风 而林旋风冷哼道 不愧是跟了独孤战天那老家伙五年的地屋 的确有些见识 当然 我们虽然身在营中 但对天羽各大势力的成名人物 义父都会有所提点 我当然认识 道士女 这是什么意思 别忘了在这云龙城中 百家争鸣期间 各大势家都不能随意滋事 你今日在此拦路 难道想挑衅独孤元帅立下的禁令吗 你别拿那老头的名号出来唬人 本公子可不吃那一套 小子 你知道那老头为何让你了解天羽各大势力人物吗 安德士告诉你 有些人 他那老儿也照样忍不起 让你小心点 至于那禁令 只是禁止一般势家的 可管不到我们欺世家头上来 骆云商也是愤怒道 你敢公然违抗禁令 但我禀明元率定将你严惩 而林玄峰刷的一声 人影便消失了 待到再次出现时 已是来到了骆云商身边 真是天真 早点你说过那老头管不到我头上 随即俯贴在骆云商胸前 口水流了一地 邪笑道 美女 今日陪本公子一夜如何 骆云商一脸大怒 甩起巴掌就向他删去 然而 林玄峰再次闪身到树米外的地方 看着众人吃笑道 连找出一个能够碰到 本公子一脚的人都没 虽然也敢在云龙城 嚣张跋扈 雷云天固有大鹤 来人 我们一起上 说吧几人便冲了上去 此时雷老的修为 已经到了天旋五重 速度之快 一瞬间就来到了林玄峰身前 一指击出 林玄峰却是嘴角一窍丝毫不惧 推击只是轻轻一握 便已将那奔雷熄灭在了指尖中 一脸无趣地看向雷老 难难道 真是太慢了 说吧 林玄峰一脚踢出 煞时便将雷云天这把老骨骼踢飞了出去 紧接着雷云天身后的那二十多名伟天玄 瞬间被一一击倒 随即一脸吃笑的难难道 真是太慢了 能和本公子打一个来回的都没有 六龙之一的川林一龙 林玄峰 故意找茬欺辱洛家 瞬间就击败了洛家高手 六龙的实力果真恐怖如斯 而此刻的洛云海却满面民众之色 没想到这林玄峰竟如此厉害 以现在实力根本应付不了 随即只见林玄峰邪笑道 看来冲天魔龙卓帆 真的已经死了 否则的话 这种情形还不现身 那就真的是缩头乌龟了 几人心下七七一领 原来此人针对的居然是卓帆 想来他是认为卓帆是隐藏身形 不露面 所以才用这种方法逼他现身 而洛云商却开口道 如果我洛家的卓管家在此 哪里能轮得到你来嚣张 妖 看来你们对那卓帆真的很义重吗 不过 就算他现身了又如何 一个被一些不入流的世家 冠以冲天魔龙的称号 勉强机身六龙一缝的小 本公子还没放在眼里 随即林玄峰的身影再次消失不见 本又出现时 已是来到了洛云商身前 众人齐齐大惊失色 这林玄峰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吧 他们竟然丝毫没有任何察觉 雷老也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同样身为天玄强者 速度绝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巨大 果真六龙与一般天玄强者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林玄峰却一把掐起洛云商的脸道 洛大小姐 如果你成为了我的女人 那卓管家是不是也就成为了我的手下了 从今往后 要永远在我之下 洛云海一怒 回身一记飞踢静直地向他踹去 庞统领也是猛然间冲去 可还不等他们冲到境前 就一下抓起了洛云海 猛地砸向庞统领 雷后是大力尘的一脚 狠狠地向洛云海踹去 洛云海瞬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洛云长一急 赶忙大叫着哭去 却被林玄峰一把抓住了手腕 邪意地看向他 宛如一个恶魔般咧嘴轻笑道 洛小姐 成为在下的小妾如何 洛云商轻咬嘴唇 眼中泪光闪动 既害怕又愤怒 林玄峰见他沉吟不语 脚下又是一用力 洛云海再次发出一声震天彻地惨叫 但是叫到一半 却戛然停止 硬是自己憋了回去 洛云海深知 不能叫 若是叫了 姐姐将会更加被邀请 洛家的颜面也将一扫而尽 而林玄峰眉头一跳 还挺能忍的 随即眼中闪过一道狠色 脚下猛一用力 咔嚓一声 只听见腿骨断裂之声 洛云海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却依旧一声不吭 庞同领在一旁看得心急如焚 洛云商看着这一切也是心如刀脚 随即林玄峰一把抓起洛云商的脸带 咆哮道 说 你要自愿成为本公子的小妾 让我做卓凡的主 洛云商嘶喊道 你也配 跟卓凡比起来 你就是地上的一坨狗屎 别说当他主子 给他提鞋都不配 林玄峰瞬间暴怒不已 臭女人 真是给脸不要脸 老子让你成为我的小妾 是你的荣幸 说吧 就要痛下杀手 可突然一道白铃迅速向他飞来 林玄峰瞬间闪身不见 而那道白铃也将将从他原来所在位置划过 待到他再献出深爱 已是远离洛家姐弟数十米远 林玄峰一脸阴沉道 飞天寒凤楚清城 这里没你的事 少特么的多管闲事 欺负女人这种事 在花语城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而此刻的洛云商也是被他惊艳道 天下竟有如此掀起缭绕之女子 莫非他就是楚清城 随后青花牡丹两位楼主问道 云商 你没事吧 青儿姐姐 牡丹姐姐 我没事 两位楼主也急忙递上了丹药 楚清城没有看他们一眼 而是死死地盯着对面的林玄峰 面上一片寒色 林玄峰冷冷道 楚清城 这里不是花语城 更不是你们花语楼的地盘 别多管闲事 楚清城冷哼一声 抱歉 管习惯了 既然如此 那就得罪了 说吧 林玄峰身意如滚那般就向楚清城冲杀过去 楚清城眼神一寒 白气迅速从周身扩散 即便是迅捷如风的林玄峰也是被瞬间冻住了双脚 林玄峰大惊失色地看向楚清城 不可置信的 这竟是寒冰领域 随即猛然向后退去 不敢在前进分好 不可思议的吼抱 你的元神修为已经快要突破神兆 不是说你荒废了十年修炼时间吗 怎么会如此快的时间修为就追了上来 而楚清城却没有搭话 身边的寒芒瞬间笼罩全身 既然知道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 那就快滚吧 洛家大小姐遭受羞辱 险些丧命之际 楚清城华丽出手就差 而就当楚清城呵斥林玄峰离开之时 无人赶到背后一凉 一道身影急速从楚清城背后划过 楚清城丝毫不敢怠慢 本能地回首一掌击去 砰的一声 双掌交击 楚清城使劲一推 便把来人顶了回去 在看向自己手掌时 已是一片青绿之色 不过 楚清城掌尖凝着一层淡淡的双滑 原力一阵 就把那层带毒的冰霜震落在地 随即抬手望去 只见来人是个一半面目已经亲子之人 此人正是云山毒龙 言半鬼 林玄峰埋怨道 老毒鬼啊 你总算来了 要是你再晚来一捕 本公子此行可就功亏一篑了 楚清城心下一领 看来这下棘手了 而林玄峰却大笑道 现在可是二对一 你还有把握胜得了我们二人吗 楚清城眉头微微一皱 双拳不觉紧了紧 这时只见一上年轻笑道 同为六龙一缝 以二敌 不嫌羞耻吗 不如我们来个以三敌二如何 随即龙云飞带领着几人就来到了面前 薛宁湘看向骆云山的方向 迟疑了一阵 还是鼓起勇气道 骆小姐 你没事吧 骆云山尴尬地笑了笑 连点头 他确定这姑娘是第一次见到 为何却对我如此关心 可是当他看到薛宁湘手中的雷灵戒时 却不犹疑着 因为他见过卓凡手中也有着同样的一枚戒指 谢天阳赶忙跳出来道 这可是我们的情侣戒指 脑 我也有一个 薛宁湘赶忙解释道 骆小姐 您别误会 我们俩没什么 这是卓大哥送给我们的信物 骆云山微微点头 脸上不觉闪过一片失落来 心中难难道 那家伙都没送过我一件像样的误解 而这时的几人不觉背后遗憾 楚清澄更是周身寒气逼人醋意大发 龙行云来到近前 看向对面二人道 不知二位谁愿意再下过招 谢天阳冷哼了一声 你们不必出手 他们二人都交给我好啊 龙行云一阵大汗 这兄弟五吃的毛病又犯了 不过也不错 看上去倒是挺可靠的 这时林炫风脸色也是凝重了起来 以二对三 情况不利啊 要不要跑路 忽然 一声大笑响起 一道灰色身影迅速地从二人头顶划过 只见幽影鬼龙 幽玉山 脸色争鸣地来到几人身前 随即到 看来大公子说得果然没错 六龙一缝真的要提前开打 林炫风大笑一声 似乎又有了底气 现在三对三 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而这是一道金属的轻银声响起 谢天商的利剑已是缓缓拔出 你们二人都别出手 这三人交由我来对付 楚清澄眉头一皱 谢公子 你一个人可以吗 谢天商眼中闪过一道坚定之色 若是连他们三人都对付不了 又如何能够挑战那黄浦青天 这时 龙行云上前一步 脸色阴沉道 谢兄 其他二人我不管 但那幽玉山请交给我来对 乾隆阁和幽明谷的多年恩怨 可不能随便假手于人 好的很 在下也很想领教一下 乾隆阁深渊乾隆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配不配我们幽明谷如此重视 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 天空中突然飞来一道金光狠狠砸在地面之上 众人望去 只见天羽似乎 注立在两方势力中央 各位 独孤老元帅的禁令 云龙城内各家不得私动 即便七世家也是如此 希望各位能够遵守 可是就在此时 老大一惊 老三独孤火已是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洛云海 前去查看 却见他的腿骨已然断裂 不由怒火中烧 低沉着嗓音 宛如一只猛兽在低吼着 是谁干的 敢伤无五弟 老子必将他们碎尸万段 洛云海还未说话 洛云商就喊道 三哥 是那林旋风 请四位兄长 为我们做主啊 这时只见老大开口道 都别说了 今日之事 我希望就此作罢 不然的话 等老元帅出面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 众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四助之二独孤占天的面子 我们还是要给一点的 林旋风吃笑道 好吧 虽然今日没能好好领教一下诸位的高招 着实可惜 那就让我们最后七家决战实在会吧 而老大独孤风 已经被气的面色争鸣了起来 随即来到洛云海身边 哀叹道 云海 你不怪大哥吧 洛云海坚定地说道 我了解大哥的处境 我完全明白 大哥是以大局为重 独孤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小弟受了欺负 却不能为他出头 我还算什么大哥呀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怎么 事情还没解决吗 众人听闻此话身子七七一抖 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随即只见林炫风赶忙跑到他的身边 十足一个狗腿子模样 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黄浦青天微微点头 既然那灼烦还没现身 那就将洛家人全杀了好了 众人上一秒还在争斗不休 此刻却被一男子的出现 吓得不敢动弹 而看到男子的出现 孤独风赶忙上前劝嘴 但也被吓得满头冷汗 黄浦公子 老元帅的禁令 不许各家私斗 难道你要公然为令吗 黄浦青天不屑道 私斗和争斗 你们还不配与我发生争斗 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抹杀洛家而已 不算为令 听闻此话的众人都露出了 前所未有的民众之色 这黄浦青天 真是好大的口气 而这时 突然一道冲天见光默然闪现 宛如一道闪遍般直指黄浦青天咽喉 谢天商眼中闪着浓浓湛影 大吼出声 黄浦青天 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十年了 说着 手中的长剑就已经高高抬起 空灵九世 斩天世 十年 那很道歉 让你白等了 黄浦青天只是挥手随意的 剑刃就寸寸断裂 谢天商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还不等他反应 一道金光携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 就从他耳旁滑过 光是带起的鱼波就震得谢天商口铺鲜血 黄浦青天甩了甩手道 真是弱得可怜 杀你 简直像拍死一只苍蝇一样简单 一时间 众人的心深深陷入了绝望 这黄浦青天 就像是一座无人可撼动的高山丹 一步步向前走来 如此强大的气势逼得所有人都有些喘不过气 独孤风咬了咬牙 额头上已满是汗水的吼道 黄浦青天 你要想好了 金日如此做的后果 你们放心 我不会要你们天语无虎的命 毕竟 独孤老元帅的面子我还是要给一点 只要你们没事 相信他还不会找我帝王门拼命 不过 洛家大小姐的脑袋丢了 那老家伙应该不会发狂吧 众人面色不绝一尘 暗叹他竟有如此深泉的心境 居然连亲疏的分寸都哪里好吗 独孤灵慌忙喊道 洛小姐 您赶紧跑 去找老元帅 只要到达他那里就安全了 我们先顶一会 而洛云商却担忧道 那云海怎么办 放心吧 云海他是义父的第五义 那黄浦青天不敢对他怎么样 你赶紧走吧 不然我们可挡不了这怪物多久 洛云海也是出生的 姐 你放心吧 快走 而正在这时 薛宁香一把拉住了洛云商细腻的手 就向远方跑去 洛姐姐 以前卓大哥一直说我是雷坠 现在我救了他家大小姐一命 看他还敢不敢说我雷坠 洛云商一正 看着这个开朗的小姑娘 紧绷的面色也是缓缓舒展开来 林旋风看着二人邪笑道 想逃 看老子把他们追回来 随即只听幽宇山开口道 你想扫了大公子的雅兴吗 这下他才突然反应过来 没有黄浦青天的允许 私自行动拿了他看中的猎物 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这时只听黄浦青天戏谑道 小白兔总以为能逃过猛兽的捕食 最后也不过是疲于奔命 白白费力罢了 话音刚落 黄浦青天脚下一塔 身形陡然加快 直直向二女追去 似乎赶忙急急冲上前 四掌齐出 风铃火山 千军万马 轰的一声 宛如山逢爆发 惊涛骇浪 又犹如千军万马横扫江场 黄浦天元咧嘴惊笑 居然是配合阵术 不过可惜 太低级了 说着 便蓄力一拳就要轰出 闻如流星坠地 携带灭视之威轰然乍下 等待烟尘散尽后 似乎已经满身是伤得堂倒在地 忽然一声长银声响 一只龙爪漠然自黄浦青天下方窜出 直击咽喉 黄浦青天贴了他一眼 冷笑道 乾隆阁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到你这里 居然只会些偷鸡摸狗的招数 你管我 老子就这招乾隆勿用最拿手 黄浦青天一脸不屑 不就攻下三路吗 看我一脚如何破你的招 可是正在这时 他才骤然发现 双脚已然被晶莹的寒冰冻住了 与同时 楚青城高高跃起 龙行云的龙爪也是戏曲 这一下 他不能移动身子 却是下有龙行云的一掌 上游楚青城的御掌 两声巨响发出 楚青城一掌正正打到他的天灵盖上 龙行云也是适时地在他小腹上掏了一掌 周身都掀起了巨大的余波 可是 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两位天璇顶尖高手的一击 却是完全不能撼动这个怪物分毫 随后黄谱青天身后金龙猛然浮现 证明道 你们的实力太弱 简直是皮肤汗大树 自取其辱 轰的一声 二人齐齐被震飞了出去 鲜血忍不住地喷出 龙行云一脸骇然地看着他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帝王的证明 你还不配知晓 男人紧停一己之力 轻松拿捏二龙一缝 让众人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压迫感 而此刻的薛宁香拉着骆云商就向远处逃去 再无阻碍的黄谱青天一个闪身 就来到二女面前 这时的谢天阳就冲上前去大吼一声 宁儿小心 黄谱青天只是一挥手 谢天阳就被击飞了出去 随即黄谱青天伸出一掌 邪意地看向骆云商二人 骆小姐 我这一掌击下 你们二人必定粉身碎骨 死无全尸 若是这时那灼烦还没出现 要么他是真的死了 要么就是缩头乌龟 本公子见不见 也就无所谓了 此刻的骆云商死死抱着明儿 二人满脸恐惧 但眼神中更多的是一股坚毅 明儿却不屈地大骂道 你才缩头乌龟呢 卓大哥可是大英雄 黄谱青天阴沉的一笑 我也希望他是英雄 不过这样一来 就也证明他已经死了 说着 黄谱青天一掌缓缓压下 可是那速度虽缓 但力道却宛如一座大山一般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骆云海和谢天阳都想起身去救 可却是力不从心 黄谱青天冷冷地看着二人道 看来那卓凡真的不会出现了 真可惜 你们要为他狂妄的行为送命了 若非那小子得罪了我们帝王们 本公子也不会有这闲工夫 盯着你们骆家不放 所以 你们要怨 就怨卓凡吧 是他让你们年纪轻轻就枉死的 林旋风看到如此场面 也是嘲笑道 真是两个不开眼的蠢女人 好了 没用的废话就不用说了 你们可以安心地去死了 骆云商咬咬牙 一脸坚定 卓凡是不会死的 只是可惜 见他最后一年 卓凡 如果你真的还活着的话 就快点回来吧 黄谱青天争鸣道 下辈子希望你们别再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说吧 黄谱青天的一掌已然毫不犹豫击下 整片地狱瞬间被夷为平地 骆云海两眼正正地看着那一片废墟 仿佛全身的力气都失去了一般 狠狠地垂打着地面 两只眼睛已是止不住地淌出了泪水 正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彻在了所有人耳边 你们在找我吗 此刻就连黄谱青天都疑惑地转头望去 只见一道黑袍身影双手各抱着一名女子 闪身到了远处 仔细看去 两女子正是先前被黄谱青天一掌击杀的 骆云商和薛凝香二人 来人右眼泛着金光 此人正是 冲天魔龙 着伞 而这时的黄谱青天 已经愣在当场 眼中充满了惊异和疑惑 普天之下 谁能够在我震天帝王龙面前 悄无声息地把人带嘴 这个家伙的速度 就算以速度著称的林旋风也万万比不了 这时的薛凝香欣喜道 卓大哥 你果然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卓凡缓缓摘下斗篷 宁儿 好久不见 你都长大了 而一旁被打中伤的谢天阳 可怜巴巴地道 宁儿啊 为何你从来不用那种眼神看我一眼了 那时突然砰的一声 卓凡一个亮枪 捂着屁股咆哮道 大小姐 你又怎么了 一见面就 说到一半的话却戛然而止 因为他已经看到 骆云商已是满脸泪水地哭了起来 你问我怎么了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这五年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担心死我了你可知道 说着 一把将卓凡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仿佛这一刻 他要将卓凡紧紧抱在怀里 再也不让他离开自己一步 薛凡香在旁看着这一切 心中无来由有种酸酸的味道 楚清城远远地看着他们 心中同样酸楚 卓凡是他在花雨城认定的夫君 可是现在 怀里却是搂着别的女人 此刻的忧伤比他身体上的伤还要强烈 而这种场面突然被一道傲然的声音打断 魔龙卓凡 居然能被一个断骨镜五虫的女人踢到屁了 看来这冲天魔龙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随即骆云商一副小女人的姿态 娇声道 卓管家 好害怕快保护人家 卓凡回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心中疑惑 这丫头什么时候还学会撒娇了 这时 林旋风大笑道 大公子 我看这卓凡也没传闻中那么厉害 现在也不过是断骨九重镜而已 连天玄都没能突破 如果你与他交手的话 恐怕会失了身份 不如让再下代劳吧 黄浦青天沉吟一阵 这样也好 就拿这个白痴来试试申请 随即到 那就由你出手吧 本公子允许了 谢大公子 而卓凡却一脸邪笑 汉老子怎么虐杀你们这群狗杂碎 家族被辱 女人被欺 此时的男主强势归来 势必屠灭几个贼人 但此刻的林旋风还在不停地嘲笑着卓凡 而得到黄浦青天的允许后 信誓旦旦的就向卓凡冲去 而这时的骆云商却开口道 卓管家 就是这个人 先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卓凡好奇道 为什么 他有什么特别的吗 骆云商扭扭捏捏地开始撒娇道 刚刚那个家伙对我出言不逊 而且还对人家动手动脚了 卓凡一脸冷汗地看着自家的大小姐 心中暗想 大小姐还真是变了 这撒娇的本事真是长进了不少 不过既然大小姐都发话了 身为管家哪能不出头 特喵的 敢对我们大小姐出手 简直不想活了 林旋风嘲讽道 那又如何 谁让骆家没男人呢 不过都是一群任本公子欺辱的垃圾吧 可话还没说完 卓凡的脚已然来到了他的脸前 速度之快 连他的表情都还没变化 就被卓凡一 快飞了出去 几声轰隆巨响之下 瞬间就把墙壁撞他 埋入了废墟之中 给天宇似虎人都看傻了 我特喵的要举报 这小子开挂 而呆住的还有黄埔青天等人 都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烟尘散尽之后 墙面已然被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洞 卓凡居高临下地俯视道 敢特么地当着老子的面说 骆家没男人 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 而一旁的谢天商 看着卓凡的身影沉吟道 传说中的冲天魔龙 果真名不虚传 诡异非常啊 龙行云呆呆地苦笑出声 我现在总算知道 父亲为何会跟骆家结盟啊 也是知道小杰小葵 他们又为何那么拼命修炼 这个怪物 给人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 可就算拼命地修炼 也不可能赶得上这两个怪物 楚清城看着那熟悉而伟岸的身躯 眼中也是一彩连连 但是一想到他 还与另外两个女人有瓜子 心中便一阵不是滋味 此刻的林旋风扶着墙 从废墟中防缓站起身来 随即就催了一口 便吐出了两颗 带着鲜血的断牙来 看向卓凡的方向 已是带着些许惊恐 这冲天魔龙卓凡 真的是实力高深莫测 我连反应都来不及 就被他打掉了两颗门牙 要是他认真起来的话 那我还不得粉身碎步 难怪此人能把七家搅得鸡犬不明 却依旧安然无恙 其实力果然诡异至极 随后卓凡面色平淡地对骆云伤道 大小姐 您看这样的惩处还行吗 要不然我再去给那孙子补上一脚 听闻此话的林旋风心下不觉一人 身子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看这个样子 显然是已经被卓凡给打怕了 大小姐摇了摇头道 不用了 她只是对我言语轻浮而已 稍微惩戒一下就行了 但是 云海的腿 也被她给打断了 卓凡顺着骆云商手指的方向看去 却只见骆云海的腿骨已然断裂 卓凡瞬间杀一四起 这特么的是谁干的 而骆云海苦笑道 卓大哥 我不爱是的 还是算了吧 而骆云商却呵斥道 云海 你忘记他是怎么羞辱骆家与我的吗 还有折断你的腿这份仇 现在你卓大哥回来了 我们怎么还能忍气吞声任人鱼肉 而卓凡开口道 你姐姐说的对 弱肉强食的世界 若心慈手软就会被别人吞掉 所以别说是得理不饶人 就算没理也要争三分 这才是我卓凡的做事风格 老子不在的时候 你们受多少委屈我爱莫能重 但现在我回来了 岂能还让你们委屈求全 此言说吧 卓凡身上散发着浓浓沙意 让在场所有的男子都是七七心下意 对卓凡的霸气安安佩 而所有女子则是眼中发散出了迷醉之色 即便是对男人不感兴趣的牡丹楼主 也对卓凡差点着迷 卓凡问道 大小姐 告诉我是谁 骆云商一指那个林旋风 怒斥道 就是他 踩断了云海的腿 而此刻的林旋风孤独一声 狂咽了口唾沫 不自觉地向后连退两步 全身已满是冷汗 卓凡因狠狠地道 又特么是你 看来当当是老子那一脚 真是踹轻了呀 可是就在这时 黄浦青天向前轻踏一步 挡在了卓凡的面前 脸色淡然道 闹够了吧 几人一惊 难道这黄浦青天终于要出手了吗 优雨山等人也是得意的 有老大在面前挡着 那小子在嚣张还能对咱们造成威胁吗 而卓凡却一脸争鸣地问道 怎么 你要拦我吗 黄浦青天面色平静道 不是拦你 你想多了 就连你也不行 而不等黄浦青天反应 卓凡已然来到林旋风面前 黄浦青天一脸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 回首望去只见卓凡因狠狠地道 敢打伤我洛家少爷 你知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不等林旋风答话 卓凡一记西肘就狠狠地踢在林旋风的小腹之上 林旋风忍不住吐出一口夹杂着碎屑的血水 他的内脏都被这一脚之威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卓凡将林旋风踢飞后 又与山河言半鬼也不敢怠慢 默然一人一掌向卓凡夹击过去 刷的一声 卓凡的身影再次消失不见 在出现之时 已是来到了空中 一找抓着林旋风的小腿 随即露出了一个魔鬼般的笑容 小子 你伤我少爷一根腿 我献你一条腿 很公平吧 而林旋风却嘶吼道 这个混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遇下七世家快活灵的公子 你特么地感动我 而卓凡根本不听他废话 双手已经抓住了林旋风的小腿 枉然用力 随即一道鲜血如喷泉般涌出 伴随着林旋风一声震天彻底的哀号 他的一条腿已是被卓凡硬生生的撕断 抛到了空中 卓凡证明道 这就是欺辱我洛家的下场 男主强势归来 无人可敌 欺辱洛家之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此刻的黄浦青天脸上 也是第一次不平静起来 转身本想去救助林旋风 但是此刻 一道悠然之声 却是突然在他背后响起 豪府公子 你不是要拦我吗 背对着我算怎么个意思 黄浦青天头上 已是渗出了难以察觉的冷汗 满脸不可置信的暗道 将林旋风踢飞 接着将他的腿撕断 再又回到原先的位置 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 根本就像三个人同事完成一样 看来 我黄浦青天今日遇到了 有生以来最强的对手了 随即道 今天我不能再对你掉以轻心了 而卓凡却协议一笑 这么说 你刚刚是掉以轻心了 那么现在 准备好了吗 话您落下 卓凡已然来到了严半鬼的面前 这次 我就先收下你这根屁虫的脑袋了 然而 一掌凌空正要打下 卓凡的眼瞳却是猛然一锁 瞬间消失了身影 轰的一声巨响 爆炸之声就发生在刚刚梁女所在之地 黄浦青天的面前已是一片废墟 而卓凡的身影再次出现时 已是把梁女给救了下来 再看向黄浦青天的眼神 已是冰寒刺骨 黄浦青天也是转手向她探去 我说过 你跃不过我的面前 而严半鬼喊道 这两个怪物打架 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 我们在这里只会受到波及 快躲远一点 可等二人闪身离去后 只剩下林炫风在原地哀嚎 并没人理会 甚是凄凉 而这时的卓凡吩咐道 你们两个也躲远一点 不然肯定也会受到牵连 两女相识一眼后 就向远方跑去 而此刻的黄浦青天全身上下 泛起了阵阵金光 强大的气势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即便是谢天商等人离他那么远的距离 也不觉得有种窒息的感觉 卓凡周身的气势也是隐隐间黑气缭绕 隐而不乏 宛如一条蛰伏深渊的魔龙 一时间 黄浦青天的气势铺天带地 宛如帝王降临覆盖全场 有一种普天之下 莫非王浦之气势 终于 一声爆喝 黄浦青天猛然冲杀而来 其威势之强 似乎如天地之威降临 龙行云等人大惊 这是九重黄极霸体诀 而卓凡丝毫不绝 手中紫色雷电营绕 下一塔 也是反冲而上 宛如一条黑龙冲天而起 放眼望去 二人身前已是骤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势 黄浦青天身前金光弥漫 如黄威降临不可为灭 卓凡周围则是黑气漫天 紫雷流窜 一片天崩地裂之际 龙行云和谢天商两人叹道 这二人 真是天命宿敌啊 我龙冲天 黄极霸体诀 两声惊天怒吼之下 卓凡和黄浦青天两人急速冲杀而来 此刻一惊一暗两条龙王的身影 嘶吼着便要冲撞在一起之时 他们的手腕就被一双大手死死抓住 一道伟岸的身影 标策着把二人甩飞了出去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冲击波砸来 赫然就是独孤占天的六品灵兵 囚龙斩月刀 带到二人从废墟中站起 再向那里望去时 却见独孤占天那苍老却又伟岸的身影 威风凛凛的站立在那 老夫说过 云龙城里不得发生私斗 你们两个小鬼都把老夫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 此刻的黄浦青天虽然高傲 但是也知分寸 他的无敌是在同龄人中的 即便越界挑战 也不过是找一些普通的神兆强者 像独孤占天这样龙马一声 全身战气和血腥味的不败军神 可不是他能够随便招人 随即就认诵道 知道了 独孤老元帅的军令 在下不犯就是 独孤占天于是转头看向卓凡道 还有你 老夫一直知道你还活着 可你一出来就给我惹事 真是不让人省一点钱 而卓凡却正气凌然道 骑饼老元帅 这可不是我在闹事 你看看我们家少爷 您的义子 被人连腿都打断了 我要是再不出手 还算是洛家的大管家呢 听闻此话的独孤占天不由一惊 随即就向洛云海的方向望去 只见他的五个义子满身是伤 尤其是老五洛云海 更是腿骨断裂 血流潺潺 独孤占天被气得全身都在止不住的颤抖 随即怒吼道 这特么是哪个混蛋干的 老子定要灭了他 男主的归来使得洛家不再受到屈辱 面对妖孽般的黄浦青天 男主也丝毫不拒 而两人的大战即将一触即发之时 却被独孤占天一把拦住 而看到被踩断腿的洛云海 独孤占天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好笑道 是谁打伤了我义子 今日老夫势必废了他 而卓凡猛然一指黄浦青天等人道 老元帅 就是他们 对我家少主动的手 请元帅一定为我家少爷做主啊 随即独孤元帅质问道 你这小子为何伤我义子 黄浦青天阴沉一笑 因为 他们阻挡了我的道路 独孤占天眼中熊熊怒火燃烧 他们为何挡路 因为他们要执行老元帅的禁令 不准我私道 独孤占天眼中的怒火如玉喷出 那这么说的话 这就错不在他们了 随即就拿起了囚龙斩月刀 独孤元帅一向公私分明 才一阵鬼扯 接下来应该是要颠倒黑白玩音的 随即只听独孤元帅恼怒出声 那我五个义子是怎么伤的 而黄浦青天却淡淡倒 是他们挡住了我的去路 自己往我身上撞伤的 话而言之 也是他们动手在先 独孤占天双瞳赤红 低沉着嗓子咆哮道 那我的第五义子呢 他的腿又是怎么回事 你别告诉我 他撞你身上 会把腿骨撞断 那可不是我干的 是林旋风踩断了他的腿 我看在老元帅的面上 可是对您的五位义子 手下留情得很 那这个林旋风呢 他在哪里 老夫要找他好好算算账 老元帅 你不必再找他算账 就在刚才 这位卓管家 已经当着众人的面 帮他的主子 卸了林旋风一条土 您还要他怎样 听闻此话的 独孤占天不由一惊 而卓凡却邪媚一笑 果然如此 不过跟老子论颠倒黑白 你叫老子一声失足 也不为过 随即道 老元帅 您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啊 您可不知道 刚刚有多么凶险 我来到之时 他们四个围攻 我家少爷一个受伤之人 别提多凶残 别提多无耻了 双拳难敌四手啊 搞得我内外皆伤 只是一个不小心 卸了他们一条腿而已 我们才是受害者啊 秦老元帅为我们做主 看着卓凡的表演 黄埔青天人都傻了 我特喵的 不比你般的小金人都可惜了 随即又见卓凡抖着嗓音 一脸悲戏地说道 他们就是看我们 洛家势力小 人叮单博好气负 真是下流无耻啊 听闻卓凡如此 不要脸的发言 众人恨不得用脚趾 在地面抠出个三十一听来 真是太疼喵得不要脸吧 即便是心机深沉的黄埔青天 都差点被卓凡给搞破防啊 忍不住地想要破口大骂 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而这时又一道声音传来 只见洛云商一脸委屈地说道 卓管家所言虽然说得有些保守 大代是顾忌我洛家理念 但大体就是如此 请义父为我们做主啊 听闻此话的天语似乎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 大小姐这肯定是被卓凡给大话了呀 而独孤战天却瞥了卓凡一眼 卓凡说出来的话 连狗都不信 不过这样也好 趁此压一压帝王门的气焰 也不错 随即就到 黄埔青天 老夫虽然禁令不许私斗 但是你们以强凌弱 以多欺少 却更是比私斗更加恶劣 难道你们就是如此理解 老夫的禁令的吗 此事 老夫一定会找你们各家 好好商讨一番 黄埔青天也是平生第一次找几道 老元帅 您岂可听他的一面之词 而独孤战天却道 既然你认为是一面之词 那就让我们看看在场的人怎么说吧 说着 独孤战天便看向一旁之人 而一干人等都是七七点头道 卓管家刚刚所言属实 黄埔青天心想这下可糟了 这一干人都是卓凡的亲信 这分明就是有意打击我们 随即黄埔青天双拳紧握 颤抖道 老元帅 我本以为您是公正之人 没想到您也竟如此 独孤战天吃笑道 我怎么了 这里人证物证据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黄埔青天已然是被搞破坊了 怒不可恶的咆哮道 那些人都是向着着凡的 我们这边的林旋风 可是的的确确断了一条腿 独孤战天也大吼道 你们那边只伤了一个 而这边却伤倒了一片 到底是哪边的伤势更惨 谁在以强凌弱 你们当老夫瞎吗 黄埔青天的眼皮猛的抖了抖 眼瞳之中都发出了血红之色 真是可恶 老子还从来没受到过如此屈辱 冲天魔龙着凡 你这混号果然是冲着我 震天帝王龙而来 好的很 咱们走着瞧 而卓凡还不嫌事大的说道 独孤老元帅 您就这么放他走吗 他刚刚可在威胁我呀 这次突然一阵波动闪过 独孤战天和卓凡都是齐齐一惊 随即独孤战天一把 挡在了卓凡面前 白色物账消失后 两人都是心底发寒 随即只听黄埔青天阴沉道 冲天魔龙 这次算你运气好 等到百家争鸣七家决战之时 灵旋风转头离去 看着他的背影远远消失不见 独孤战天心有余悸地说道 这小子只是天玄巅峰境 居然已经拥有了 神赵晋高手特有的意念杀人之术 不愧是天羽第一天才 日后的成就不知要恐怖到何种地步 卓凡却不屑地难难道 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而独孤战天却转头大骂了 什么虚张声势 这叫实力 你压制不知道 刚刚那有多危险 虽然老夫知道你是炼体修者 与他硬碰硬也许还有一战之旅 可是刚刚那是原神冲击 意念杀人 估计你跟止胡的一样就没命 意念杀人 非神照强者可以对付他 就算你身怀神通 但跟那家伙对上胜算也不大 卓凡却安骂道 什么狗屁的意念杀人 老子五年前就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而这时的墙头之上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拉近一看 只见冷无常冷笑道 这小子 比老夫想象的还要心机深沉 男主与天羽第一妖孽的大战 告一段落后 此刻的庭院内 众人的伤势都有所好转 卓凡来到面前感谢道 今日多谢各位帮助我 落家阻挠帝王门等人 我卓凡感激不尽 随后龙行云出声道 卓兄 以前我还不明白我父亲的想法 现在总算明白了 见到你 我才知道以前浪费了态度的光阴 卓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嬉笑道 人不风流往少年 年轻人及时行乐是应该的 反正还有大把光阴可以荒废吗 不用那么介意 龙行云一阵汗言 而一旁的谢天商看向卓凡的眼神 却是灼灼燃烧 满是斗志 卓凡 待我伤好之后 我们较量一番如何 卓凡脸色一黑 我们才刚见面认识 我以前有得罪过你吗 为何要跟我打 你别理他 我大哥就是个武师 看到高手就想动手 随即一把搂住卓凡道 兄弟 你每次出现都要如此拉风吗 我家宁儿都快被你逆死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呀 而卓凡转头向身后看了一眼 只见薛凡香满脸羞涩的正盯着卓凡看 随后卓凡拍了拍谢天阳的肩膀道 抱歉 这个我可爱莫能助啊 你还是好好养伤吧 而这时卓凡突然看到门外来人 转头就想向远处跑去 而楚清城满是幽怨的大喊道 卓凡 你给我站住 你难道就没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而卓凡却淡淡道 感谢花语楼这次对我落家的元首 我会铭记在心的 你应该知道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我现在只想知道 当年你离开花语楼的时候 为何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我 卓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 该杀的杀了 该拿的也拿了 目的达到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楚清城咬了咬嘴唇 追问道 真的一点也不留恋啊 而卓凡却沉默不语 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 正在这时 只听见一道声音喊道 卓管家 老元帅召你前去一续 房间就在隔壁 这里由我来照料吧 卓凡如临大赦一般 急忙跑了出去 当卓凡走后 洛云商则是脸色一沉 楚楼主 我家卓管家是个粗人 若是哪里说错话 或是做错事得罪了你 还请您见谅 我在这里带他赔个不是 岂敢 卓凡自己犯得过错 又岂能劳凡主家带过 本楼主自会与卓凡妥善处理 就不劳凡大小姐操心了 一时间 二女互相对视 空气之中火药未知浓 似乎一点就炸 一旁之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扭过头去 不敢打扰二人 只有薛凡湘看着这一切 心中颇为不顺 仿佛他也想加入 他们争斗的行列 而这时的卓凡心中一阵庆幸 女人真是可怕 我宁愿面对一百个黄埔青天 也不愿再面对一个楚清城了 说着 就推开了独孤元帅的房门 卓凡狐一的探头望了望 却是只听见独孤战天嘎嘎的吃笑 你小子终于来了 来 快坐 老夫有事情跟你商量 卓凡心下谨慎 小心翼翼的坐下 询问道 老元帅 不知您找我来此有何事商议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想邀你入军而已 听闻此话的左凡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 连忙摆手道 让我当兵 不行不行 我不是那块材料 您老还是另找他人吧 独孤战天眼瞳一瞪 什么不是那块材料 谁是天生就当兵的 连云海那个矛头小子 都被老夫调教出来了 以你的资质 一年之内 必然能接任老夫元帅之职 既然您这么牛的话 找别人就好 干嘛非要找我呢 独孤战天不由常叹一声 不知啊 这条叫新兵容易 但培养一个阵势却太难了 战场之上 排兵不阵 用到阵势阵术的地方很多 军营里面没有几个像样的阵势 交战起来真的很吃亏啊 那你也不必找我呀 我只有蛮力 又不通阵法 你少来 老夫早已查清楚了 洛家家主早已身亡 现在洛家的一切 都是你给操办的 包括那四个五级大阵 卓凡看着独孤战天的两眼都冒着蓝光 心中一阵崩溃 老元帅 这活我真的接不了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突然砰的一声 一道清光闪过 独孤战天那把六品灵冰球龙斩月刀 不偏不已地插到了卓凡的面前 一脸严肃地质问道 为何 卓凡也就干脆扬起脖子说道 常言道 好铁不打钉 好难不 可话还没说完 迎接来的却是独孤战天的狂吼 口水都差点喷卓凡一脸 放屁 那特么都是愚人之见 你是有见识的后生 岂能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的想法 而且你小子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你拖着洛家梁姐弟这样被遗孤 尽忠尽则忠心耿耿 无愧于忠一二子 老夫不会看错的 那么当兵又是什么 不也是为国尽忠 这不也是一样吗 为什么你就不愿入武为国尽忠呢 而这时在隔壁房间的警影 都是俯身听着隔壁的动静 卓凡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中暗响 再不放点猛料 这老家伙是要紧抓不放了 于是探声道 独孤老元帅 我和你无怨无仇 拜托你不要把我推入火坑啊 独孤占天一乐 让你入军营为国出力 哪里是把你推入火坑 卓凡却一本正经地出声道 俗话说 入伍三年半 母猪赛貂蝉 这会严重降低我的审美观 影响老子以后成家立业的质量 而隔壁房间的三女听到 卓凡要成家 都幻想到了自己和卓凡 兴族的婚后生物 不由的脸上都是一片红侠 男主展现的实力 深深地让老元帅折服 强硬地想要拉男主参军入伍 随即卓凡就开始了大忽悠 宁死不去 无奈的独孤占天 只好开出了丰厚的条件 只要卓凡肯入军 就封他为参谋将军 卓凡心中暗想 真是快狗屁高耀 再不想想办法 真被他烦死了 随即道 红军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要再答应我一个条件 独孤占天眼睛一亮 急忙道 什么条件尽管说出来 只要老夫能办到 一定不会推脱 卓凡占天马上摇了摇脑袋道 胡闹 军中大势 岂能儿戏 不过你想要我兵权干什么 那还用说 当然是马踏山河 踏平帝王门了 独孤占天一惊 这可是军国大势 岂能如此任意妄为 卓凡挑了挑眉 嬉笑道 没关系 反正跟你一年之后 我就有军权了 到时候 想打谁想灭谁 还不都由着我来 独孤占天心下大海 不行 不能把这小子提拔太快 得好生树树他的野心才行 而卓凡却咧嘴一笑 老元帅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不过无所谓 我最擅长的就是拉帮结派了 等我进入独孤大军 以我的号召力 不出一年 这三百万大军就得跟我姓卓 有没有那将军头衔倒是无所谓了 突然一拍手道 对啊 我在这儿拼死拼活 也不知何时才能与帝王门相抗衡 但是入军一年 就能掌握四柱之一的势力 帝国军方的强大战力 何乐而不为呢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 老元帅 你一定要带我入军啊 别说在里面母猪赛貂场 就算处处都是好机友也没问题啊 这时独孤战天才明白过来 好危险 差点把一个混世魔王给招进来 他要入我军中 还不逮给我军营闹得鸡犬不明 而这一下 却换作独孤战天不愿意 急忙摆了摆手道 既然你不愿意入 那老夫就不强人所难了 不 老元帅我十分乐意啊 别别别 老夫一生绝不强迫别人做不愿意的事情 你还是好好做洛家管家吧 对了 三家家主好像也到了 老夫先去看看 说吧 就慌忙跑了出去 生怕卓凡在提入伍的事情 而卓凡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喃喃道 切 想让老子为你们卖面 想都不要想 不过要真把独孤战天的三百万独孤大军搞到手 也是不错的想法呀 镜头一转 此刻的房屋内 见侯府 乾隆阁和花语楼三家的长家人 见到独孤战天齐齐抱了抱拳道 多谢老元帅出手相救我各家子弟 独孤战天摆了摆手 不必客气 这是老夫职责所在 况且 就他们的另有其人 老夫只是过去劝家人 老元帅 实不相瞒 老身有一事相求 刚刚我们在这里听到老元帅要将卓凡带入军营 此事可否暂缓 百家争鸣可离不开他 独孤战天心虚道 当然当然 他一定得留下 至于入军之事 老夫还要细细考虑 还没有决定 各位尽管放心 随即只见卓凡迈着大步从门口走 几人见状也是七七一公身 以现在卓凡的实力 也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随即楚必军道 卓管家 洛家人今日全部受伤 恐怕无冤明日之战 您作为洛家管家 是不是该上去顶一下了 卓凡不至可否道 那是当然 你们不用管了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 而且这次我作为洛家代表 出战的第一战 一定会让你们眼前一亮的 到时候洛家可真的要跟你们欺平了 而龙一飞却倾笑道 那也要看看卓管家的这第一战 能造成怎样的轰动了 画面一转 第二天的云龙城演舞场中 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 演舞台上裁判高喊道 本次家族战获胜者 建越成薛家 入围最终百家争名决战 而周围再次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整声 随后二人兴高采烈地走下了演舞台 薛凡香一脸喜悦地出声道 大哥二哥 恭喜你们了 而这时远方却走来两位老者出声道 刚儿灵儿 你们表现不错 这下你们就真的进入最后决战 能够跟建侯府的少爷们一起参战 而说话的正是薛家家主薛万龙和薛家老祖薛定天 薛万龙大笑道 你们两个可记住 别给我们薛家丢脸 要好好护住两位公子 薛刚和薛灵齐齐点头 眼中也是充满了战意 而谢天阳来到众人身旁出声道 伯父 您又何苦让两位大哥参加如此血腥的战斗呢 老实说 这次战斗的惨烈可非比寻常 我真怕两位大哥有什么闪失啊 薛万龙却一抱拳出声道 二公子不必多说了 我一一决 否则这么多年受见侯府恩惠 却不得报答 让我薛家难安了 请二公子给我们一个机会 未见侯府效力吧 谢天阳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正在这时 演舞台上声音响起 下一场家族战 花语成董家 对战 天蓝成瑜伽 薛灵香惊奇道 那不是在花语楼见过的董大哥和我儿景吗 这里可都是熟人啊 而不大一回功夫 花语成董家就获得了胜利 两人气喘吁吁地看向台下 发现熟悉之人都在 于是上前道 谢公子 薛爷爷薛伯父 两位薛兄别来无恙啊 这时 一道身形富泰之人也是走来 薛兄 好久不见了 此人正是董家家主 董家兄妹的父亲 而正在这时 台上声音又是响起 下一场家族战 岳阳成红家 对战 清明城孙家 众人都是微微一惊 这清明城可是幽名古的看门狗啊 不知他们实力如何 而这时的台上已经站满了人 而孙家却只派出了一男一 但红家却是足足有五十多人 皆是断骨镜高手 其中领头二人甚至是天玄镜修为 但孙家二人却相当诡异 周身都散发着黑色的邪气 嘴唇紫黑 给人一种半人半鬼的感觉 宛如地狱修罗中窜出来的恶鬼一般 极为阴森恐怖 而对面领头的一个青年却嘲讽道 两个断骨巅峰 就想挑战我们这么多高手 真是自不量力啊 看你们这两个鬼样子 估计活不了两天了吧 一旁之人听闻此话都是大笑出声 那笑声刚落 他的脑袋已然被邪义的女人掌握 下时间 一道鲜血猛然喷涌而出 可再看邪义的女人已经回到了原位 速度之快根本让众人反应不及 红家众人的笑声更是戛然而止 看向二人的眼神 已是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天玄镜的高手 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被一招击杀 特么的 居然搞偷袭 兄弟们给我冲 杀了他们 一时间 红家五十多人七七笑二人冲去 而两人却邪魅一笑 仿佛两个看到猎物的修罗恶鬼一般 随即只听见惨叫声 哀号声不绝于耳 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然看待了 待到一刻钟后 场中只有二人站立当场 所有人都已没了气息 手段之残忍更是令人发指 敢于幽冥谷作顿 今天我就为幽冥谷清理门户 到最后决战之时 我们会把在座的各位赶尽杀绝 一个不留 而听闻此话的众人 都不由地流出了冷汗 两个不知名的跳梁小丑 稍微展现点实力 就竟敢叫嚣屠灭所有世家 而谢天阳向前一踏 怒吼道 你们两个要感动薛家 我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谢家二公子 你是由我们家主子来对付的 我们只对付薛家这个叛徒 但是现在的薛家 还不值得我们出手 这次我们的首要目标可是洛家 而薛宁香却是大吉 什么 你们要对洛家出手 我们就是要找洛家 把他们全都屠灭 一个不留 尤其是那个断骨精的管家卓凡 更要让他死无全是 听闻此话的谢天阳 差点没笑出声 连卓凡那个变态 你们都敢招人 真是老太太竟被窝 爷爷整笑了 而此刻看台上的众人 也是议论纷纷 又是一个找卓凡的 各家族真是拿卓凡 当眼中钉肉中刺猬 而黄发男却突然大吼道 快看 遇下七家 幽冥古的人来了 人们纷纷转手看去 难道说 他们要与您同乐 还是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重要角色要出现 如果是后者 那究竟是什么人 有这样的能耐 能引起幽冥古如此重视 而孙家那个怪异男子 看向高高在上的 幽万山不觉露出了 一副病态的笑容 看到了吧 幽谷主居然亲自 来看我们的家族战了 这说明幽冥古 对我们有多么重视 没错 我们跟那叛徒薛家可不一样 我们在谷主心里 可是心腹一般的存在 谢天阳直翻白眼 真是自恋的两个家伙 幽万山可没功夫 离你们两个怪胎 此刻又一声贺彩声传来 放眼望去 来人个个都是 面遮青纱的妙龄女子 正是花语楼的人来了 谢天阳心中一阵偷笑 又来一位 这一下那小子该烦死了 董家家主 却是立马挺了挺胸膛 面上一片傲瑟道 没想到花语楼的诸位楼主 会气息来给我们诸位 我们董家实在受宠若惊啊 虽说我们董家 也是花语楼的心腹 不过这待遇实在没得说呀 谢天阳鄙试地看了他一眼 原来自恋的 不止那两个神经病吗 而此刻的薛家众人 也是惊呼道 快看 是剑侯府 随即谢孝峰 就带领着众人威严的 向盐无常走 薛家主大笑道 看来剑侯府 对我们薛家的重视程度 也不低啊 谢天阳却打断众人道 各位 虽然我知道这么说 可能会打击到你们 可是 你们能不能放平心态 不要这么自恋了 那些家主打进场之后 就没看你们一眼 怎么可能会是为你们而来 正在说话间 观众席上再次发出一阵惊呼 几位长老 药王殿殿主盐国公 带着盐半鬼和盐府 还有快活灵等众人 齐齐到场 而身后的灵旋风 已然只剩下一只脚 一蹦一跳地向盐无台走去 高台之上众人议论道 这不是六龙一缝中的 穿林一龙吗 怎么还剩下一条独腿 这也能穿林吗 而最后出现的一拨人 让本该欢呼雀跃的盐无常 瞬间沉静了下来 怎么会 连他们都来了 而来人正是七家之首的帝王门 带头为首之人 正是帝王门门主 黄埔天元 强大的气势令在场之人 都位置一阵 直到帝王门来到 看台最上方位置 这股强悍的气势 才慢慢消退下去 场上的裁判都不由得心惊 今天这是怎么了 遇下七世家纷纷都来了 随即宣布道 下一场家族战对阵者 清风成万家 对风凌晨 洛家 话音刚落 众人齐齐看向 那个黑漆漆的入场口 终于轮到洛家出场了 可是放眼望去 却只见洛云海拄着拐 在洛云商的搀扶下 缓缓步入了盐武场 而对面万家之人 却嘲讽道 洛家少爷连腿都断了 他们现在已是强弩之末 这下我们赢定了 可此刻众人突然一惊 洛家等人身后缓缓 又走出一人 身上散发的气势 更是令人打寒 高台之上的几位家主 琪琪都投来注视的目光 卓凡扶了扶子间的魔龙界 进场的一瞬间 瞬间引起了在场 所有人的目光 众人高喊道 冲天魔龙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前所未有的兴奋了起来 心中满是期待 老庞 你们在这里照顾好少爷小姐 说吧 卓凡独自一人 向着演舞台走去 谢宁香向着卓凡挥了挥手道 卓大哥加油啊 这时 花雨楼的位置 一声声响彻天地的呼喊 回响在所有人耳边 肖丹丹大力挥动双手 夫君 加油啊 把他们全都打趴下 却被牡丹楼主大骂道 你这小妮子 还能不能矜持一点 而此刻的骆云商却调侃道 卓大管家 您可真是风流倜傥 处处留情啊 三个月后 骆家的大阵前 左管家 欢迎您回归 我来为您打开静置 苍老儿激动的声音说道 不用了 我亲自来开 卓一凡这样说着 向身后叫了一声 严父 你过来 随即就见一位青年 走进卓一凡 卓管家 您有什么吩咐 青年小心地问道 没什么 一会儿见到严老 你们师徒也算团圆了 你也算是骆家人 开启大阵静置的方法 我现在就教给你 你在旁边看着 说着话 卓一凡手掐法掘 大合一声开 解除了大阵的静置 黑色的能量散开 通往家族内部的台阶 显露在众人面前 严父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族 你和你的师父 卓一凡豪气甘云的话语 被碰的一声巨响打断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 让众人都愣住了 接着他们便听到台阶镜头的平台上 传来了吵闹打斗的声音 臭婆娘 臭老头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 卓一凡还是历经天 敢管我们摩测似鬼的闲事 卓管家 这是 严父震惊到说话都不利索了 这就是他的家族 他想象中的家族 不应该是温馨和睦的吗 自己这刚回家 怎么就碰上了这么的大惊喜 此刻 他已经脑补了大段家族内斗的大戏了 爆炸崩飞的石头 有一部分砸在了卓一凡的头上 他脸部的皮肤逐渐紧绷 抱起的清津 清晰可见 卓哥要发飙了 啊 卓管家 我去教训教训这几个小家伙 历经天也看到了卓一凡此时的状态 赶忙主动请应 不用 我亲自去 卓一凡说这番话的时候 大概是咬牙切齿的 然后他便带领着众人走上台阶 向平台走去 吵闹和打斗仍在继续 你们四个小可爱 居然把老娘的千年古镜打碎了 老娘一定要杀了你们 这是雪长老的声音 此时的他已经捏紧了小拳拳 随时准备再次开打 老太婆一大把年纪 照什么镜子 碎了不是更好吗 红发小鬼此时很是嚣张 清剑 别跟他们废话 用生死诀 生死诀 听到这几个字 历经天有点慌了 我去阻止他们 他说着就想上前 不用你出手 卓一凡的脸上依旧波澜不惊 也没见他有什么大动作 只是今天打了个响指 平台上正在打斗的众人 便突然一起喊头疼 然后全都倒在了地上 我的头五年都没疼了 怎么今天突然那么疼啊 红发鬼内心崩溃 是血残 历经天回来了 你们四个蠢货 历经天根本不懂得血残的控制之法 雷家大小姐是知道内情的 魔侧似鬼却非常惊讶 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们 天地之间能用出如此魔鬼手段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小子回来了 雷大小姐的话音刚落 随着烟尘的散去 卓一凡的身影出现在了倒地众人的面前 从他们的视角看去 此刻的卓一凡是那么的高高在上 历老 您跟卓管家说说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 是他们先挑逝的 酋长老挺不住了 跪爬向历经天 哀求道 卓管家会不知道吗 你们错就错在 不该说要使用生死诀 一旦你们真的用了 骆家就完了 历经天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们只是说说而已 没打算动真格的 老头越说越心虚 雷大小姐的心思更细腻一些 他看出 骆云上和卓一凡的关系非同一般 赶忙叫了一声大小姐 用哀求的眼神望着他 放心吧 骆云上轻声安抚道 这三个字 在雷家大小姐和老仆人耳中 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当初选择交好大小姐 果然没错 酋长老的心里暗自庆幸 众人走进了骆家的祭坛 看在骆云上的份上 卓一凡最终饶恕了打架的几人 这时只听一阵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 严复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再喊他的名字 转过头一看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 而又陌生的面孔 严复有90%的把握能肯定 他看到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师父 至于那剩余10%的不确定性 无他 只是因为这个男人太年轻了点 虽然男人解释 他变年轻 是因为服侍了卓一凡留下的八品灵丹 肃清了体内毒素 但严复还是保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但接下来 随着男人和他的对话逐渐深入 他已经可以100%的肯定 这就是自家师父 实锤了 因为这个男人和他说话的方式 用两句话来总结就是 小母牛是怎么上天的 吹上去的 而严复最清楚 这就是自家师父的风格 在且只在徒弟面前吹牛 这是师徒二人的小秘密 至此 这对师徒相拥而弃 总算是相认了 在欣赏完这对师徒的感情戏之后 卓一凡开始给严妇安排任务 卓一凡认为 严妇年纪尚轻 不足以独当一面 别让他先从家族执事开始做起 多谢卓管家栽培 严妇激动地说道 这时 卓一凡突然觉得 他好像忘记了点什么 但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算了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而此时 还处于血残折磨之下的魔测似鬼 正在树丛中 微弱的身影 他们已经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了 没错 他们就是被卓一凡忘记的那件事 而与此同时 皇城内 老皇帝已经从大臣口中 得知了卓一凡在百家争鸣中的表现 当他得知 多位高手的陨落都与卓一凡有关 甚至连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黄浦青天 都死于卓一凡之手时 他大为震惊 原本他派给卓一凡这个任务 对卓一凡只抱了五成希望 可是卓一凡给他的惊喜 实在是太大了 接着 老皇帝从大臣口中得知 黄浦青天的身上出现了龙魂 这位大臣猜测 帝王门的人很可能是有意将 皇室龙脉中的龙魂引出 并且驯服的 什么 帝王门居然胆敢动皇室龙脉 老皇帝经怒交加拍案而起 可是很快 他又冷静了下来 因为他从中觉察出一丝不对劲 既然黄浦青天身怀龙魂 理应有天地庇佑 为什么还会雨落在卓一凡手里 陛下 这卓凡恐怕不容小觑 他降服了龙魂 引得天摇地动 九日九夜不息 大臣如实禀告道 你是说卓凡降服了龙魂 成为了天命所归的王者 老皇帝又问了一遍 龙魂护主 天命所归 这是大祭司留下的千年预言 这些年来 天与祭司府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 只是对于卓一凡能杀得了身怀龙魂的黄浦青天 大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究竟是预言的漏洞 还是说卓凡真的是那个能逆天改命的人 黄浦青天是怎么死的 老皇帝问 他得到的回答是 被卓一凡活活咬死 活活咬死 这不就是吞噬吗 老皇帝自言自语 陛下 有何不妥 大臣有些疑惑 老皇帝却并没有回答 只是问起了后来的情况 帝王门的大公子死了 其他家族是什么反应 卓一凡遭到了其他家族的围攻 这位大臣回答道 你们救下他了 老皇帝又问 没有 此人的存在 终将是我朝的隐患 但念在他为我们出力不少 亲自对他动手 肯定会心慈手软 他如果死在其他家族手中 倒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老夫并未出手阻拦 大臣如实回答 不过接下来他的话锋一转 但是天罡狂尊历经天突然出现 就下了卓一凡 听到历经天的名字 老皇帝再一次被震惊了 在他的印象里 历经天是帝王门的供奉 并且已经失踪多年了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帮助卓一凡呢 据大臣的了解 历经天已经判出帝王门 投靠了洛家 并且成为那里的长老 他似乎对卓一凡为命失从 为了救卓一凡 他毫不犹豫地向黄浦天元等人出手 丝毫不念旧情 这么说 帝王门在云龙城被灭了 老皇帝面露惊恐之色 没有 大臣赶紧给老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 如果帝王门的高层被灭 于大局不利 所以老夫出手了 只是历经天的实力实在惊世骇俗 老夫拼尽全力 也只能勉强和他打成平手 那岂不是说 现在的洛家实力已经仅次于御下七家了吗 仅仅用了不到十年 一个原本走向衰败的家族 就成长到如此地步 卓伊凡的本事 当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老皇帝感叹着 走下了笼椅 来到大臣们面前 他从绣筒里掏出一封信递了过去 看看吧 这是祭司府送来的预言信 大臣们观看过后 面露惊讶之色 询问老皇帝的看法 朕本来对信中的内容也是一致半解 听了你们的描述 我好像也领悟到了一些信中的含义 帝龙指的应该是 以黄浦天元为代表的各大家族 天龙指的应该是卓伊凡从天而降 带领洛家崛起 而最后一句 将和湖海各称王 则是老皇帝最担心的 因为这可能预示着天与王朝的彻底分裂 有大臣当即坐不住了 请求对洛家发兵 可是被老皇帝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洛家藏了历经天这个老怪物 皇城这边居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可见洛家对消息封锁之言 贸然进攻实处无名 反而会适得其反 即便要对洛家动手 这件事也不能由皇城做 老皇帝随即下旨 宣洛家人到北都 册封为御下第八家族 授封典礼那天 要求御下七家随行 天下百家共同见证 大臣猜透了老皇帝的心思 大呼高明 在他看来 天下百家都来到北都 人多是杂 如果家族之间发生冲突 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私下解决 而皇城则可以置身事外 而帝王们作为洛家的死敌 一定会与洛家发生摩擦 此为借刀杀人 而皇城也可以借这次典礼 摸清楚各个家族的底蕴 此为一箭双雕 但老皇帝却并不认为 帝王们能奈何得了洛家 他倒更想看看 卓伊凡和洛家 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 而与此同时 一个一头青发 还同模样的矮子 来到了洛家大阵前 这就是老爹住的地方嘛 五级大阵 还不错嘛 小矮子点拼了一番 便扯着嗓子嚷嚷起来 老爹 我来了 快开门啊 要不然我就打进去了 小矮子的喊声 卓伊凡并没有听到 反而惊动了严妇 他从法阵里探出头 怎么是个小鬼 我还以为是谁打过来了 严妇满脑袋问号 小鬼 你在这干什么 严妇疑惑地问 我来找人 小矮子的回答简洁明了 找人 找谁呀 找我爹 你爹是谁呀 卓凡 当听到卓凡的名字时 严妇话都说不利索了 什么 谁 你找谁 卓凡 你刚才说卓管家是你的谁 老爹啊 怎么了 小矮子又确认了一遍 严妇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过在 卓管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大个儿子 哦 可能他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吧 我们也是刚刚相认的 小矮子又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话 听到这话 严妇倒觉得事情变得合理起来 这应该是卓管家的私生子 大新闻啊 想到这里 他赶忙回去汇报了 什么 卓管家的私生子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 整个卓家都沸腾了 大家把小矮子迎了进来 并把他团团围住 不得不说 小矮子长得是真的帅 大家看到他时都在议论 卓管家的儿子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想来这小矮子的母亲也是一个大美人 落云上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小朋友 你爹真是我们卓家的大管家卓凡吗 他再次确认道 你会不会认错了 小矮子这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你这女娃好生无理 小爷 我怎么可能会弄错 快带我去建模店 我来找她是有正事的 你们别妨碍我 女娃 听到这小孩对自己的称呼 落云上哭笑不得 这时 阎老和庞统领忍不住调侃道 这孩子小小年纪 脾气却像他爹一般狂傲不羁 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主啊 我落家后继有人了 说着 两人还伸手摸了摸小矮子的头 殊不知 小矮子最讨厌别人摸他的头 要不是看着俩人是老爹的属下 他早就揍扁他们 然后扔到山沟里去喂狼了 偏偏就在这时 雷家主仆两人又不知好歹地凑了上来 雷家老仆人同样伸手摸了小矮子的头 小矮子彻底绷不住了 其实他不是个记仇的人 因为有仇他当场就报了 刹那间 小矮子运起一股强大的灵力 砰的一下就把老仆人震飞出去 这一幕看待了旁边的众人 雷大小姐更是不禁感叹 儿子比爹更可怕呀 小矮子的耐心已经到达了极限 用命令的口气叫众人带他去见卓伊凡 这时 利津天和魔测似鬼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当看到小矮子的那一刻 利津天惊呆了 利老 你认识这个小孩吗 洛云上好奇地问 小孩 大小姐 您在他面前才是小孩吧 接着 利津天道出了这个小矮子的真实身份 不败完童古三通 三百年前曾大闹天语 无人可敌 如今更是皇室的最强龙位 是他们这辈人中最老的老怪物 即使在场的所有人联手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可是他不是卓管家的儿子吗 洛云上惊疑不定 谁告诉你 他是卓管家的儿子的 利津天帝问道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荒唐的玩笑 我告诉他们的 这时 古三通亲自开口了 神马 利津天的嘴巴张成了一个O形 这时 众人也再次证明 的确是古三通自己说是卓伊凡的儿子 利津天咽了一口唾沫 在这等着我去通报 说完 他便腾空而起 朝着祭坛的方向飞去 过了一会儿 利津天又飞了回来 卓管家让各位和小公子进去 当他叫古三通小公子的时候 明显感觉有些别扭 洛云上也终于确定 原来 卓伊凡和这古三通真的是父子关系 祭坛内 古三通终于见到了卓伊凡 小三子 好久不见了 卓伊凡温和地说道 老爹 他兴奋地大叫着向卓伊凡扑了过去 卓伊凡单手接住了他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直到这时 古三通才注意到 卓伊凡的右臂不见了 爹 你的右臂哪去了 谁干的 我帮你报仇 不用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 卓伊凡拒绝了古三通的好意 对了 你这次来不只是为了看我的吧 卓伊凡话风一转 问起了古三通此来的目的 我是来替皇家传旨的 古三通回答道 洛家在百家争鸣表现突出 三个月后 在帝都受封御下第八十家 届时 各家族的高层都会参加这次庆典 百家观摩 普天同庆 一旁的众人听到这个消息 惊讶地叫出了声 而卓伊凡 却从中嗅出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是这样啊 老爹知道了 多谢你来点老爹传信 卓伊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随即 他问起了古三通回宫后的伙食情况 别提了 皇宫那些人实在是太扣了 每天只给我喂一些普通的一二品药材 自从吃了老爹给我的八品药材之后 我在吃那些东西时 觉得如同嚼辣 古三通哭丧着脸 委屈巴巴地向自己老爹诉苦 既然这样 就在老爹这里 多住一些时日吧 卓伊凡说着手一挥 一颗八品药材就出现在古三通的面前 八品药材 给 给我的嘛 当然 老爹的东西就是你的 此时的卓伊凡 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 他这边的场面是和谐温馨了 一旁的阎老却感觉心在低血 一颗八品野生药材 如果用卓伊凡教授的炼丹之法 炼出九品丹药也说不定啊 可自家卓管家就这样送人了 接下来 卓伊凡的一番话 更是令他心碎 阎老 我儿子要在这儿多住几天 他这几天的伙食 你负责 我儿子喜欢吃野生药材 每顿饭中至少要有一颗六品以上的药材 杀 有那么一瞬间 阎老怀疑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可事实却告诉他 他没有听错 是 卓管家 阎老老泪纵横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卓伊凡 正有求于谷三通 好了 小三子 爹要跟你说件事 卓伊凡说出了他的目的 他要问谷三通要一样东西 借此来恢复他的断病 那就是那只麒麟角 而这件东西 对谷三通极为重要 非常珍贵 谷三通肯定不会轻易给人 卓伊凡本来也不会轻易动谷三通的东西 可是为了这条断壁 他现在非动不可了 如果谷三通不同意 那么现在的他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 从卓伊凡手里抢回那只麒麟角 第二 忍气吞声恨自己老爹一辈子 当然 卓伊凡也可以选择悄悄拿走麒麟角 但这恐怕会让谷三通对他一辈子心存芥蒂 与其这样 还不如直接把话说开 看他怎么选 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卓伊凡心里也没谱 他只是在赌 赌三通受能上一个异服的影响 知恩图报 听到卓伊凡的想法 谷三通沉默良久 终于开口了 这只麒麟角我是不会轻易给别人的 一听这话 卓伊凡的心渐渐凉了下来 果然还是不行嘛 可是 谷三通这时又开口了 但是老爹可以 正如老爹所说的 老爹的东西是我的 我的东西也是老爹的 听到这话 卓伊凡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 好儿子 他发自内心的赞美道 并且将谷三通报得更紧了 在做这些的时候 他的心里也暗自庆幸 幸好他是先用药材 将这个孩子与他捆绑在一起 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历经天安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 他不禁暗自感叹 卓管家真是神人 竟然和这油盐不尽的小怪物 相处得如此融洽 和亲生父子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 将来这对怪物父子联手 天语境内恐怕已无人可敌 当初自己投靠洛家的选择真是太正确了 而洛云上此事想得却非常简单 卓伊凡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古三通在卓伊凡这里住了半个月 这天 他终于依依不舍地扛着一大袋野生药菜回宫了 阎老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阿弥陀佛 阿门 无量天尊 这小祖宗终于走了 他实在是太能吃了 他要是再不走 洛家恐怕就要被他吃垮了 古三通离开的同时 历经天也要护送洛云上等人到京城去了 有力惊天护送 卓伊凡对洛云上等人的安全很放心 这一次他就不与他们同行了 他得留下来恢复他的断臂 目送众人走远后 他带着魔策似鬼 以及酬长老和雷家大小姐 来到了迷雾森林 我要闭关几日 你们为我护法 不许生人靠近 交代完众人之后 卓伊凡便走进了迷雾森林 他要来这儿取麒麟角了 真可谓外事俱备 只欠东风 如今 卓伊凡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只等他修复了这条断臂 他就可以脱胎换骨 这样想着他向迷雾森林的中央走去 那里有一大片空地 空地上有一个金光闪闪的法阵 而法阵的中央 一根巨大的麒麟足顶天立地 幸好在玉兽山发现了化形乳 不然还真没有把握 将如此巨大的麒麟角 换化成新手臂 卓伊凡抚摸着麒麟角 感叹道 其实在他刚发现化形乳时 他就有了这个设想 只是这个设想实施起来风险太大了 他也就一直没有尝试 可是自从与黄埔青天一场恶战 卓伊凡对这件事也下定了决心 反正一条手臂已经丢了 难道要一直这样独逼下去吗 果然 人只有被逼到绝境 才能孤注一掷啊 卓伊凡这样想着 纵身而起 那只麒麟角也在此刻 散发出万丈光芒 对时 一整个迷雾森林地动山摇 卓管家在搞什么鬼 竟然弄出如此大的动静 在外围为卓伊凡护法的众人 不禁疑惑起来 手掐法诀开始吸收麒麟角的能量 同时 嘴里念念有词 天地神威岛乾坤 麒麟铁蹄化手足 万物融合归一处 神必无敌破苍穹 卓伊凡念完口诀 猛然大喝一声 顿时 一股更加强大的能量扩散开来 为卓伊凡护法的众人 顿时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是要把自家基地都拆了吗 阎老对卓伊凡的做法实在看不透 而卓伊凡那边 原本巨大无比的麒麟角已经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赤红色的手臂 浮在法阵中央 这炼体之法果然神奇 居然连神兽的躯体都可以炼化 卓伊凡感叹了一句 随即摒弃宁神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 希望不会出现排一把 毕竟这条臂膀的前主人是一只麒麟 神臂归位 卓伊凡大喝一声 接着 只见一股强大的能量朝他的身体涌来 接踵而至的是无比剧烈的疼痛 疼到让这位曾经的魔皇 大声惨叫 阎老自然也听到了卓伊凡的惨叫 他很好奇 到底是怎样的痛处 能让这位善于隐忍的怪物发出惨叫 疼 实在是太疼了 这和上次的蚊子咬一般的感觉 可不是一回事 这是卓伊凡此时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他的身体此时碎裂开来 血肉横飞 经过漫长的煎熬 终于 卓伊凡的身体开始重组了 这是炼体成功的前兆 那条新的手臂也缓缓向他的断臂处飘来 接着慢慢地连接到了他的断臂上 成功了吗 卓伊凡的心情慢慢变得惊喜 可往往在这种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剧烈的疼痛感再次袭来 卓伊凡明白 他的这次炼体怕是失败了 随即 他就晕倒在地 什么都不知道了 此时 在他的石海深处 一只麒麟傲然毅力 区区一个人类 竟然想与我的麒麟之躯融合 你还不配 麒麟怒吼道 这时 一条金龙冲了过来 赫然是卓伊凡降服的龙魂 只是这龙魂在巨大的麒麟虚影面前 显得格外的渺小 麒麟的爪子向前一伸 就把他抓住了 区区一条小泥丘也敢跟我斗 人类看我不把你的原神冲散 让你魂飞魄散 麒麟发狠地说着 就要动手 这时 一道青蓝色的虚影拦住了麒麟 是你 麒麟微微有些诧异 是我 老伙计 青色的鸟形虚影 看上去跟麒麟很熟 这小子是老夫选中的人 将来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你既然已经生死 这份怨念还是消散得好 卓伊凡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并没有被麒麟的怨念吞噬 难道是他大发善心 放过了我吗 卓伊凡这样想到 但很快 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不可能 既然是怨念 那边应该只有怨恨 连平常心都没有 怎么会有同情心 这时 他猛然注意到 那条红色的臂膀已经接到了他的右臂上 与他融为一体 我成功了 卓伊凡狂喜 他活动着这条新生的手臂 我终于把麒麟角练成了麒麟神臂 自此之后 天雨之内 我将含有敌手 卓伊凡放声大笑 突然 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让他兴奋的好消息 他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竟飞上了半空 我会飞了 他赶忙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境界 天旋进三重 他的境界突破了 现在的他 龙气断体 龙魂附身 一切浑然天成 他的眼睛里红光一闪 本命血鹰缩的一下飞了出去 目标直指迷雾之森外围 护法的众人 一众长老之中 除了阎老境界稍低 其他人都对血鹰的到来有所感应 只是血鹰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们还没来得及探查明白 这魔物就飞得无影无踪了 此时 血鹰也突破了天旋进 他的速度之快 连神照进的神石领域 也赶不上他 所有长老都到迷雾之森这边来 卓伊凡大喝一声 一众护法长老听到这个声音 都知道是卓管家出关了 不一会儿 便纷纷降临到卓伊凡身边 阎老注意到了卓伊凡的新手臂 这新手臂和普通手臂就是不一样了 他感叹道 丑长老则是注意到了他的境界 这么快就突破了天旋进 这家伙真是个怪物 丑长老心想 此时 卓伊凡慢慢转过身 我闭关了多久 他问众人 音乐有余 严长老回复道 我刚刚用魔物 查看了一下大家的状态 卓伊凡开口 听到他的话 众人吃了一惊 原来他们刚才感应到的魔物 是卓伊凡的 你那是什么魔物 飞得那么快 丑长老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的手段还多着呢 以后你们会慢慢知道的 卓伊凡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接下来 他对见众人的表现 做了一个点评 雪长老和丑长老警惕性很高 严长老境界稍低 没有察觉到很正常 而且在单房做得勤勤恳恳 总的来说 大家的表现都还不错 除了某些人之外 磨测似鬼 卓伊凡怒喝一声 让你们给老子手震 你们居然跑去自己玩 说吧 老子该怎么惩罚你们 善离指手之罪 似鬼一听 也知道自己这一次是在劫难逃 只是请求不要用血残惩罚他们 其他的都可以 你们是觉得老子用手打不疼 你们是吧 卓伊凡露出一抹阴森的笑意 好 老子满足你们的要求 不用血残 就打你们一顿 磨测似鬼放心了 在他们看来 只要不用血残 其他任何刑法 他们都可以忍受 然而 很可惜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卓伊凡的脸上 还是带着笑 举起两只手掌说道 让老子看看 该用哪只手打你们 就用左手吧 要是用右手把你们打死了 岂不让你们白吃了 骆家五年的饭 话音刚落 他左手一挥 一道强劲的能量 瞬间从他的手掌迸发出来 狠狠地打在了地上 随着一声巨响 原本还算平整的地面 硬生生被这道力量冲出了一道 又宽又长的勾曲 然而 这股力量去世不减 又轰向了远处的一座小山 小山中间的部分已经被轰碎了 紧紧留下山体的左右两边 像两个弯弯的月牙 又像一个天然的拱门 老子如今已经和地脉龙魂融为一体 你们四个小鬼 谁先出来 让老子打一顿 卓一凡的声音咬牙切齿 脸上带着笑 但在此时 看起来却是那样的猙獰可怜 四鬼见识到卓一凡的战斗力 瞬间狂咽唾沫 他们一定在想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卓一凡使出的这一招 名为的龙爪 如今 他身负龙魂 这一招的威力自然是不容小觑 卓一凡收回了龙爪形态 四鬼此时同时咽了一口唾沫 要是被这条手臂打一拳 他们还能活吗 卓管家 您这地龙爪好厉害呀 红发小鬼恭维道 只是不知您这招 是只可以幻化左臂呢 还是 红发小鬼的发问意图 已经很明显了 只可以幻化左臂 卓一凡当然知道 这小鬼耍得什么心眼 但他还是如实回答了 四个小鬼 听到这话 自以为得到了重要情报 于是他们聚拢起来 开始窃窃私语 过了一会儿 红发小鬼转过头来 向卓一凡问道 左管家 您刚才说 让我们自己选择挨您哪条手臂一拳 不会说话 不算数吧 当然不会 只是无论你们选哪条都一样 所以我选择用左臂教训你们 卓一凡回答 不 我们现在改主意了 我们选择挨您右臂一拳 红发小鬼的声音中 带着兴奋与得意 这不太好吧 卓一凡故作迟疑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 卓管家 您是一家总管一言九鼎 可不能做出那种言而无信的事来 否则您以后该如何服众呢 哟 还学会用激将法了 卓一凡调侃了一句 好吧 就按你们的意思 我用右手吧 摩测似鬼此时非常得意 他们认为自己占到了天大的便宜 不愧是老大 眼光就是独到 一个小鬼对着红发鬼恭维道 那当然 谁让我是老大呢 红发鬼也不客气 立即开始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起来 他那只手臂是刚长出来的 还来不及修炼 一定脆弱得很 这时 另外一个白发鬼不服了 你放屁 这个主意是我先想出来的 他大声嚷嚷道 就这样 这四个小鬼为了争抢这个所谓的公王 居然又打起来了 这四个小鬼纯属找抽啊 阎老此时在心里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忘了 主管家是为什么发怒 从而要揍他们的吗 果然 阎老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此时的卓伊凡 身上的灵力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 就像一团团金色的火焰 当着你家卓哥的面 还敢分心 卓哥 不高兴了 你们四个谁先过来挨揍 卓伊凡滴滴地问道 没事 您干您的 打多少拳都可以 直到现在 四鬼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正忙着争攻吗 那好 先挨上一拳试试 卓伊凡话音刚落 便举起了右手 巨像 他大喊一声 冲天麒麟臂 紧接着就见卓伊凡的右手 在不断地变粗 变长 变大 变红 当巨像完成后 卓伊凡将这巨大的手臂握拳 大喝一声 然后狠狠地向四鬼的方向打去 四鬼这时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下意识地抱在了一起 然后就只有惨叫的份了 卓伊凡的那一拳 并没有真正地打在他们身上 强大的力量 蹭着他们的头皮飞了过去 狠狠地轰在了前方的空地上 那威力跟刻原子弹 也差不了多少了 四鬼一时间被吓得魂都没了 尤其是红发鬼 他本以为右臂是卓伊凡的薄弱之处 却没有想到 这只右臂居然比左臂还要变态 看着那只又粗又大又长的冲天麒麟 四鬼不禁怀疑 这位卓管家的两只手 到底还是不是人类的手 而卓伊凡在试验过麒麟臂的效果之后 也解除了麒麟臂的具象化 他得出了结论 麒麟臂只有在具象化之后 才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而且他刚才的那一拳 还不是麒麟臂力量的极限 现在的他修为还太低 所以无法发挥出麒麟臂的全部力量 但这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对于目前的天语王朝来说 已经足够了 在这方世界 他已经含有敌手了 你们四个刚才说 无论打多少拳都可以是吗 卓伊凡慢悠悠地走到四鬼面前 不不不 要是挨您一拳 我们四个非尘肉泥不可 或者您用血残惩罚我们吧 你也不想这五年的大米白白浪费吧 四鬼终于知道害怕了 跪在地上又是坐衣又是磕头 呵呵 越来越会求饶了呢 那好 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们 下次再敢玩户指手 我卷饶不了你们 卓伊凡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睛里冒着星红的光 是是是 卓管家放心 再也不会出现了 红毛鬼等人如是重负 很好 现在我们居帝都 和大小姐他们会合 卓伊凡做出了下一步的行动安排 是 卓管家 众人恭恭敬敬地回答 与此同时 帝都皇城门外 仪仗队已经列队整齐 百姓们也聚集到一起 讨论着第八世家 接受吃风的事情 这时 人群中挤进来两个公子 打扮的年轻人 紫发的年轻人 一看就是主人 而绿发的那个 看样子是他身边的仆人 我终于出来了 紫发青年开心地喊道 而绿发的仆人 只是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劝说 公子啊 您还是快回去吧 要不然小弟又要被罚了 本公子在家里憋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哪能就这么回去 紫发少年显然听不进去劝 他又继续说道 赖风第八世家 是难得一见的盛事 上一次说风遇下七世家 还是开国之初的事呢 我倒要见识一下 这帝八世家究竟有什么了不起 小仆人苦口婆心地继续劝道 公子啊 您晚一两个时辰就回去吧 否则以您这忙忙壮壮的性格 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我们可谁都担待不起啊 然而 这位小公子的脾气似乎很任性 随手用扇子轻轻拍了一下仆人的脸 张嘴 敢这么跟本公子说话 小心我回去打你板子 小仆人一听这话 却显得有些兴奋 那您还是赶紧回去打我板子吧 您要是出事 我小命就没了 就在这时 只听外面有人喊了一声 太子道 年轻公子听到太子来了 脸上 的表情明显慌张起来 糟了 大哥来了 绝不能让他看到我 想到这里 他赶忙拉起小仆人 挤出了人群 他刚走没多久 一辆装饰着金龙的马车 缓缓驶来 马车停稳后 一位身着华服的蓝发魁梧男子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他便是天语太子 宇文博 只见他走到众人面前 抱拳弯腰 行李带着歉意说道 遇下七世家的高层 尚未到来 城门不可打开 让诸位等候在此 受寒风侵蚀 本殿里应向诸位道歉 等在城门口的人们 见太子如此平易近人 连忙纷纷还礼 并且称赞太子 虽身在高位 却还如此礼贤下事 日后若是继位 必定又是一代明君 然而 就在这时 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二哥又在这心心作态 收买人心了 一道略带调侃与讽刺的声音 传了过来 然后第二辆金龙马车 也使惹人群 这次从马车上下来的 是天羽二皇子宇文勇 二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各大世家今日齐居帝都 是受我皇室之邀而来 如今却驻足寒风 不得入门 难道身为太子 本殿不应该关怀一下 我天羽的子民吗 宇文博的语气 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角柔造作 他们是应邀而来吗 他们也配 大哥 你如此同情心泛滥 日后怎能成为一代明君 宇文勇也不甘示弱 立即反击起来 宇文博这次也是真的发火了 指着弟弟吼道 你如此看待我天羽子民 根本不能像明君那样 将他们始如己出 像你这样的人 如果得到了皇位 又怎能成为一代明君 这大概就是父皇 不把皇位传给你的原因吧 宇文博一番犀利的反击 戳中了宇文勇的痛楚 你少给我得了便宜还卖乖 他愤怒地吼道 论修为论才智 我哪点不如你 你不过比我早生了一年半 占了老大的头衔 尊崇祖制 力掌不利诱 才得了太子之位 否则的话 你何德何能继承大统 听了宇文勇的一番话 宇文博才知道 原来他这个弟弟 一直对立太子一事 心存芥蒂 也正是因为这样 弟弟从小就对他充满了敌意 我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可以选择 我宁愿用这太子硬件 换回我们的兄弟情谊 宇文博真诚地说道 少虚情假意 宇文勇显然并不打算领情 自古以来 谁不想做皇帝 连帝王们都蠢蠢欲动 你会把主熟的鸭子拱手让人 不过也不需要你让 属于本皇子的东西 本房子一定会自己拿回来 宇文勇恶狠狠地说道 就在这时 一道憨憨的声音 在二人身后响起 大哥 二哥 好久不见 我想死你们了 是那头死肥猪 他不是出京办事去了吗 什么时候回京的 宇文勇微微感到有些诧异 宇文博却没觉得 这有什么不妥 这位三皇子 应该是老皇帝召回来的 说封第八世家这种大事 身为三皇子的他 要是不在的话 那才不合适 三弟 欢迎你回来 宇文博张开双臂 做出拥抱的姿势 然后就见一个 如山越一般巨大的胖子 腾空而起 向宇文博压了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胖子结结实实地 压在了宇文博身上 围观的人群中 爆发出阵阵惊呼 害怕这胖子 把太子压坏了 没 没事 我好歹是断体进九重高手 怎么可能 连自己的弟弟都抱不动 此时的宇文博脸上 青筋抱起 双手和全身 都在微微颤抖 老三啊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这是宇文博 此时最想知道的问题 还好吧 我上月750斤 这个月800斤 只涨了50斤哦 比以前好多了 大概是在外面 舟车劳顿的原因吧 胖子说话时的语气 格外轻松 但此时 被他压在下面的宇文博 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三弟 你能不能掀起来 宇文博颤颤巍巍地说 大哥 你怎么了 胖子说这话时的眼神 无辜而单纯 大哥的腰折了 宇文博的语气 充满了无奈 胖子终于站起身来 宇文博赶紧揉了揉自己的腰 这时就听见旁边有人喊 快看呐 幽冥谷的人来了 宇文博和胖子抬头望去 果然 幽冥谷的众人 在谷主幽万山的带领下 正向城门走来 胖子的额头渗出了冷汗 幽冥谷原来有五位供奉 都是神赵晋高手 现在只剩下四个 有一个被卓一凡干死了 幽谷主 好久不见了 太子主动打招呼道 城门太子殿下挂怀 幽万山赶忙还礼 接着便带领族人继续向城门走去 天与城门原来一共有九道 取九龙拱位的寓意 各大家族齐聚时 九门同开 与民同敬 皇帝走中间的城门 其余七道门则是七家与臣子进出的通道 而现在 九道门旁又新开了一道门 这无疑是给洛家提供的 届时 又是一番战队 就在幽万山等人与三位皇子擦肩而过的时候 二皇子却突然喊了一声 幽谷主 三日不见 近来可好 幽万山顿时脸色狂变 额角也冒出了冷汗 但是二皇子已经点名叫他了 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于是他只好转身再次行礼 说道 城门二皇子殿下挂怀 本谷主今日一向很好 但只是简单地应付了这一句 他就以开门时机为由 带着弟子转身走了 刚转过身 他便忍不住怒骂起二皇子来 这个蠢货 怎能如此张扬 他这个举动不是向诗人摆明了 我幽民谷和他关系匪浅吧 这时一个属下贴近幽万山劝道 谷主息怒 正是因为此人愚蠢才好操控啊 他若是过于精明 我们与他的合作 反倒不保险 他刚才的做法 无非是向太子显示 他有一定的实力罢了 就由他去吧 幽万山的气 这才消了一些 可是他仍然抱有疑虑 可他这样做 不就等于是 把我们原本暗地进行的计划 摆到了明面上吗 手下继续劝道 计划迟早是要暴露的 其他几大世家 估计很快也会走上 和我们一样的路 第八世家受封后 八大世家将会在朝外 形成牢固的三足鼎立之势 谁也奈何不了谁 而打破这种局面的方法 唯有皇权斗争 这位属下的想法是 扶植一位傀儡皇帝 借皇帝之手 干掉对手 到那时 他们只需再将傀儡皇帝干掉 这天下就唾手可得了 反倒是太子 他觉得 看不透 这时 太子正在训斥二皇子 老皇帝明确地对皇子们说过 不可与十家四交过身 二皇子刚才的做法 无疑是犯了大忌 三皇子这个铁憨憨 也在一边为大哥帮枪 可是二皇子却不在意这些 他这么做 是想告诉大哥 属于他的东西 他有能力自己拿回来 就在这时 前龙阁的人来了 三皇子见到龙奎时 又一次朝他冲了过去 但这一次 并没有像刚才那样 直接将对方压倒 这个灵活的胖子 在距离龙奎只有几厘米时 杀住车了 龙奎见到他的第一眼 只感觉这胖子又胖了 胖子又一次向龙奎表白 不出意外的他又被拒绝了 我们的魔皇大人 又被龙奎当成了挡箭牌 这次胖子并没有过多纠缠 很快就回到了哥哥们身边 因为 其余几个世家的人 这时已经陆续都到了 胖子一眼便看出 花语楼的高手数量 明显不如其他几家 这时 骆家人来了 当骆家从众人面前走过时 大家都在议论 骆家那位帅气的管家 当看到骆家的阵容时 二皇子有些不屑 只有一位神赵景高手 与其余几大世家比起来 实力似乎太差了 说得更直白一点 太容易被灭了 而胖子却不赞同二哥的观点 骆家用不到十年的时间 从一个三流世家 发展到如今的实力 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太子对三弟的说法表示赞同 可二皇子却依旧持之以鼻 如果真的发生战斗 骆家只有一位神赵景高手苦撑 显然 更容易被灭族 认为骆家的实力 吓唬一下那些小型世家人还可以 和真正的遇下七家相比 还是差远了 二哥 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 我们该考虑的问题 是那的小子才对 胖子的话一针见血 他指的是卓伊凡 其实太子对于卓伊凡也很好奇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其实对于卓凡 太子和二皇子都是有所耳闻的 他们了解的卓伊凡 是一位可以和诸葛长风 以及冷无常比肩的奇人 据说骆家之所以 能够如此快速地崛起 其实全靠两根柱子撑着 武靠丽惊天文浩卓凡 说到这里 他们的目光都情不自禁地 在人群里搜寻起来 他们还真想见一见 这位传说中的卓凡 到底是何等人物 然而 此时胖子的声音 却从两人后面传了过来 不用找了 那小子没来 什么 说风大典这么重要的事 这小子居然不来 两位皇子都有些失态了 没办法 他这人就这样 我行我素 胖子背对着两个哥哥说道 呵 有意思 太子轻轻地说了一句 而在二皇子眼里 骆家是一个发展畸形的家族 根基不稳 这样一个即将溃散的家族 并不值得他去结交 骆家依旧在人群中穿行 而人群中也正有两道身影 在注视着他们 正是之前的年轻公子 和他的小仆人 他们也听到了 有关卓一凡的传说 很想看看他究竟长什么样子 只是他们并不认识卓一凡 所以他们看谁都像卓一凡 那小公子竟然把严妇当成了卓一凡 可是公子那人不像卓凡啊 小仆人提醒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像卓凡 小仆人亦是有些害羞 我在外面听人说 骆家大管家卓凡 是凶神恶煞的 绝不可能是这种 唯唯懦懦的样子 如果他那样一个传奇人物 是这样的性格的话 又怎能成事呢 公子听了小仆人的分析 觉得很有道理 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卓凡 那真正的卓凡又是谁呢 在这群人中 他已经再找不到 比那个小白脸更像卓凡的人了 这时又听到有人喊 帝王门的人来了 看着帝王门的队伍 两位皇子既震惊又忌惮 三十多位神赵敬高手 帝王门如今的实力 已经直追京城了 落云上也看到了帝王门的人 但他并不想与他们发生冲突 便嘱咐立惊天 打算绕道而行 太子并未将内心的想法 表露在脸上 反而主动上前与帝王门主打招呼 皇谱门主别来无恙 托太子殿下红服 本门主一向安康 皇谱门主对太子也是笑脸相迎 这是二皇子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他竟直接称皇谱门主为皇叔 皇谱天元此时脸上笑嘻嘻 心里却早已开骂了 真是个眼高于顶的蠢货 不过他转念一想 这蠢货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大供奉 你的老朋友在这儿 不过去打个招呼嘛 白发男子对着身旁的黑面老者 说了一句 黑面老者目视前方 脸上带着一丝不屑 天罡狂尊 历经天 曾经的手下败将罢了 许久不见 就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长进吧 说着 这位大供奉便拦住了 骆云上的去路 在这一刻 他和历经天又一次面对面了 你当初加入我帝王门 是为了皇集霸体决 现在判出帝王门 投靠骆家 该不会又是以同样的理由吧 大供奉率先开口质问 历经天的回答理直气壮 没错 老夫一生痴迷舞道 追求强大实力 然而 你帝王门太过抠门 即使传我皇集霸体决 也还要留一手 让老夫如何死心塌地地追随你们 大供奉又问历经天 他加入骆家 是不是也是为了功法 这只是其一 历经天回答道 大供奉觉得历经天的言论简直荒谬 在他的观念里 天与王朝除了皇家 就只有他们帝王门底蕴最强大 一个三流小家族 怎么可能会有历经天想要的东西 难道你不知道 骆家有一位通天彻地的大管家吗 他能给老夫的东西 比你们给我的诱人的多 大供奉依旧是一脸的不屑 在他眼里 卓一凡不过是一个乳秀未干的黄头小儿 不过这小子值得历经天如此推崇 这位大供奉倒真想见见他 不过在那之前 他得先和历经天打一架 很好 多年前的恩怨 今天一并了结吧 历经天的身上也涌出一股强大的灵力 太子原本是想阻止这场打斗的 天子脚下打架斗殴成和体统 但他刚开口 一句话还没说完整 就被一大群皇家供奉拦在了身后 美其名曰保护太子 实际上是不想让他插手这场争斗 冷无常 双目微眯 眼神犀利 在他看来 帝王门这是要给洛家一个下马威 皇家的神龙位一直没有出动 这让太子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他也想到了 这是帝王门 故意给洛家的下马威 以此奠定帝王门七家之手的位置 可天子脚下公然动手 这岂不是有辱国体 难道这一切都是父皇安排的吗 他这样又捧又杀 用意到底何在呢 两人的打斗仍在继续 两股强劲的内力不断地碰撞 发出一声声的巨响 远处 两位老者观看着这场比武 并不时地交谈 老方 这二人的实力恐怕都不在你我之下 就这么贸然地让二人出手 场面恐怕很难控制啊 一位老者说道 被称作老方的人 赫然就是天语欲消剑胜 方秋白 此时 他却弃定神仙 无妨 陛下的旨意 让他俩去闹吧 如果局面真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再让小三子出手 他俩自然也就闹不起来了 方秋白说道 说的也是关键时刻还得靠那小怪物啊 老者感叹道 但随即 他又感到很不服气 这岂不是显得我们几个老家伙很没有吗 历经天和黄浦风雷都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枭雄 被他们赶上很正常 要是被一些心境后背赶上 老夫才要一头撞死呢 这两个人在城楼上谈笑风生 城下的百姓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两位爵士高手战斗的余波波及到了他们 大家纷纷开始四散奔逃 在拥挤而快速流动的人群中 年轻公子和他的小仆人被冲散了 而且那公子怀中的一只手镯 在一次次的推散和碰撞中掉了出来 而且好巧不巧地滚落到了两人比武的地方 那小公子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想要捡回手镯 这时麻烦来了 正在比武的两人 此时用尽全力朝对方冲了过去 而小公子正处在两人的中间 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他就要遭受到两大爵士高手的夹击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位小公子可就彻底地粉身碎骨了 两位皇子和方秋白同时注意到了这位小公子 他们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这位小公子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天羽王朝的永宁公主 而永宁公主此时也害怕极了 但小姑娘已经无计可施 她只有紧握手镯 不停地向母亲祈祷 求母后救她 因为她的母后曾经许诺过 会派一个人守护她一生的 她的祈祷真的起到了效果 她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道狂袄的声音 小姑娘凶手出没之地可不是一只小白兔 该来的地方 然后她就看见一位白发男子 以一种快到诡异的速度挡在了她的身前 双臂一震 便同时打退了两位高手的进攻 你是谁 你是母后派来保护我的吗 小公主一脸天真的问 直到这时 她才开始仔细打量男子 她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张年轻而英俊的脸 黄浦风雷被卓伊凡打得倒飞了出去 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 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心中惊疑不定 要知道他刚才的那一击 可是运用了黄极霸体绝的全部威能 如此强悍的一击 竟被这年轻人这样轻易地推了回来 他到底是谁 这是卓伊凡再次开口 利老 还不住手 卓管家 历经天一见卓伊凡 立刻单膝跪地恭敬行礼 而黄浦风雷和两位皇子 听到此人就是传说中的卓凡后 也是惊讶的何不拢嘴 无他 只是因为这位主管家实在是太年轻了 黄浦天元和冷无常 也很震惊 卓伊凡变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现在的他和百家争民事相比 强大了数倍不止 老方 我们是不是该去撞死了 新一辈的年轻人都这么厉害 我们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啊 方秋白旁边的老者感叹道 而方秋白此时也在思考 卓伊凡的强大 势必会让老皇帝改变对洛家的策略 以后和卓伊凡打交道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在将来 为了皇室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网 卓凡 你终于来了 洛云上看到卓伊凡显得很兴奋 而永明公主此时也缓过神来 你就是那个卓凡 好帅啊 比传说中帅了十倍不止 此时此刻 这位公主殿下的两只眼睛完全变成了星星 洛云上看见卓伊凡这家伙又惹下了桃花债 默默地捏紧了拳头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有人一声大喝 兄弟 你可来了 想死哥哥了 然后就见一坨硕大的肥肉 从天而降 眼看就要砸到卓伊凡了 然而 卓伊凡只是轻轻一挥手 那坨肥肉便狠狠地倒飞出去 砸在了城门上 兄弟 你这是干什么 倒地的胖子哆哆嗦伸出手 颤巍巍地问道 我怕你把我压死 卓伊凡的回答相当直白 你少来胡我 对于卓伊凡的话 三皇子显然是不幸的 别以为我没看到你一个人 碾压了两位神照镜巅峰 还会怕我这点重量吗 这时 永明公主插话了 三哥 你们认识吗 他好奇地问道 也就是这一生三哥 让他公主的身份彻底暴露 三哥 所以你是永明公主 洛云上惊讶地问道 是啊 永明公主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然而还没等他多说什么 太子便走了过来 永明 你怎么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刚才多危险 太子的语气责备中带着关怀 永明公主低头不语 接着 太子又转向卓伊凡 他本想多谢卓伊凡 对妹妹的救命之恩 可卓伊凡似乎并不买他的账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忽略了他禁止向帝王众人走去 太子看见这一幕 着实捏了一把汗 这是要开战吗 黄浦风雷等人也注意到了卓伊凡 双方并未直接开口 而是对视了一会儿 你就是那个卓凡 想来干什么 黄浦风雷这位大供奉开口了 他的语气依旧狂傲 没想干什么 今天是我洛家接受受封风的大喜日子 希望各位不要捣乱 否则我们就开战 卓伊凡平静地说 黄浦风雷听到这话 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 洛家不过就是的爆发户 只有两个强者 比之其他几大事件还少了千年底蕴 如何能与七家第一的帝王们对抗 二皇子也在旁边帮枪 就算你们两个再厉害 一旦被缠住 其他人就是一群带宰的羔羊 最好对付不过了 二皇子的语气充满了嘲讽 千年底蕴无法短期积累 老子就不能抢过来吗 卓伊凡邪恶一笑 来吧 他轻轻地说了一声 随即就见他身后 几道流光击射而来 感受到流光中所蕴含的气势 帝王门众人无不面色凝重 帝王门有三十位神兆供奉坐镇 可是这股扑面而来的气势 竟然能跟帝王门的气势打成平手 来人不简单啊 落到地面时 发出蓬蓬的巨响 烟尘散去 一道道人影显露在众人面前 磨测似鬼 阎老 雪清剑 仇颜海 当冷无常 见到雪清剑和仇颜海的时候 他非常吃惊 他想不通 被自己打败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落架 冷先生 你现在一定很后悔 当初没有把我们赶尽杀绝吧 可惜晚了 这一点我们主管家比你强多了 冷无常 听到这两个人如此犯贱的话 气得咬牙切齿 暗骂一生受虐狂 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的确很后悔 当初没有把这两个人斩尽杀绝 雪长老说的没错 在这一点上 你确实不如我 卓一凡专业补刀 得不到的东西 就应该尽快毁掉 以免日后威胁到自己 如果有一天 你栽在了我的手里 那一定是败在决断上 这就是为什么 同为大管家 我能为落家开拓领域 而你辅佐帝王们 却只能干些 出谋划策的边角知识 这就是君王侯的差别 然而 就因为这一点点差别 你永远赢不了我 冷无常被卓一凡 说得哑口无言 唯有脸上凸起的青筋 显示出他此刻无与伦比的愤怒 一直在观战的两位皇子 也震惊了 天语第二之星 神算子冷无常 居然被卓一凡 博得哑口无言 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更是怜气都喘不上来了 这太令人震惊了 不是吗 而黄浦风雷 此刻的注意力 悬在魔测似鬼鬼身上 他看了一眼身后的族人 又把目光转向 悬浮在空中的魔测似鬼 你们不是魔测宗的吗 你们不是被贬到积雷山中了吗 为什么会投靠洛家 难道是 突然 黄浦风雷想到了一种可能 你们四个不是魔测宗的吗 而且被贬到了积雷山 怎么会投奔洛家 难不成你们是偷跑出来的 若是我将此事告到魔测宗 不但是你们 就连收留你们的洛家 也会遭遇灭点之灾 黄浦风雷的语气中 饱含着浓浓的威胁意味 魔测似鬼一听这话 果然脸色大变 的确 他们离开积雷山这件事 魔测宗似乎并不知道 可就在他们惊慌失措时 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 你去告吧 这四个小鬼为我洛家效力 是经过魔测宗主邪无悦首肯的 说话的人当然是卓一凡 一听这话 惊慌失措的人 变成了黄浦风雷 因为他想到了一种 极其可怕的可能性 如果这四鬼为洛家效力 真的是经过了邪无悦的批准 那么也就说明 洛家的后台 是护国三宗之一的魔测宗 说管家 您说的是真的吗 魔测四鬼仍然有些不敢相信 卓一凡嘴上仍然在应付着他们 心里却暗暗思量 刚才的那番话 其实是他胡掐的 但想来邪无悦有求于自己 就算知道了这件事 他也不会在乎 魔测四鬼得到了卓一凡 肯定的答复 算是彻底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四个人再次抱上了一小团 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语起来 讨论了一阵空 此人的脸上泛起了邪恶的笑容 紧接着就见他们化作四团光球 腾空而起 猛地向帝王门的人群中冲了过去 然后卷起了一名帝王门弟子 就见那名弟子的身体飞到半空后 竟像爆竹一样炸裂开来 一瞬间 血雨倾泻而下 注意警戒 这四个小东西的合计数 可不是好惹的 千万别让他们钻了空子 黄浦风雷大喝一声 如临大敌 空中 魔测四鬼张狂地笑着 叫嚣着 老家伙 你不是要去告我们的状吗 我们现在可不怕你告了 有本事就从我们四个的包围圈中 冲出去告状啊 太子见到已经有流血事件发生 赶忙冲卓一凡喊道 卓管家 今日朔丰盛典 不宜见红 还请让四位长老回来吧 卓一凡对太子的话可不敢苟通 在这位魔皇看来 正因为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天点红色才喜庆嘛 天地飘红 大喜大利 随即 他将头转向立今天 谁先动的手 他的问题直击而简洁 历经天看似像黄埔风雷 是他 卓一凡的笑容更灿烂了 既然如此 我洛家可没有当缩头乌龟的人 各位长老 好好玩吧 随着卓一凡的一声令下 历经天 绸颜海 雪青剑 包括卓一凡本人 全身内力喷涌 虎视眈眈的望向帝王门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冷无常色色发抖 原本只是想给洛家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竟会惹上这样一尊大神 再这样下去 帝王们的高手恐怕都要雨落在这里了 冷无常眼角的余光 偷偷地撇向了其他几大世界 却见他们各个面无表情 一副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这些耸祸没一个靠得住的 他心里暗骂一句 此时 太子的心里也同样惊慌 这可是在天子脚下啊 那帮该死的护龙神尉都到哪去了 冷先生 你快想想办法 黄埔天元的鹅角也见汗了 冷无常被门主点名 这下好了 不想上也得上啊 卓管家 你这样做真的好吗 今日之事的内情你我都心知肚明 你应该不会做那种欲棒相争 愚人得利的傻事吧 冷无常试图劝服卓一凡 那也不一定啊 卓一凡的嘴角依旧带着笑 冷先生 老子跟你和诸葛长风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我不是一个完全用脑子做事的人 偶尔发点小疯 也是很正常的吧 这一点想必你早已深有体会了 卓一凡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狠的话 冷无常 无言以对 回想起以往的经历 对卓一凡 他开始发自内心的恐惧了 正如卓一凡是自己说的那样 有时他真相的疯子 要是把他逼急了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冷无常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 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所顾忌 对于这种人 他永远不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就像现在 他已经完全摸不到卓一凡的底线了 看着不断向帝王门逼近的洛家高手 冷无常承认 他怂了 你究竟要怎样才肯罢手 说这几句服软的话 似乎消耗了他很大的力气 卓一凡眯起眼睛 就这样盯着他 很简单 道歉吧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落在帝王门人的耳朵里时 却让他们很震惊 什么 道歉 帝王门中的一名弟子 听到这话彻底破防了 是可杀不可辱 这时的他怒从心头起 恶向板边声 运起黄疾霸体诀 朝着卓一凡冲了过去 别一个人冲出去 黄浦风雷急忙出言提醒 可是已经晚了 一来 那人现在处于暴怒状态 根本听不进去 其他人的劝告 二来那人实力不弱 速度很快 几乎瞬息之间 他就已经来到了卓一凡的面前 去死吧 那名弟子看着近在咫尺的卓一凡 伸出手掌向他打去 可是他的手掌并没有打到卓一凡 在这双手离卓一凡的皮肤 只有几寸的时候 前面突然伸出了另外两只手 抵住了冷无常的双手 是雪清剑和绸颜海 此时 两人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随即 他们发动了生死诀 结果是毫无疑问的 那名弟子就此灰飞烟灭 连骨头渣都没有剩下 顺杀 洛家的长老什么时候都变成一群怪物了 帝王门的人惊疑不定 大供奉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洛家了吧 黄浦风雷一脸惊恶 难道说这洛家真有什么强大的武技不成吗 若真是如此 那么 这个家族的实力就要重新评估了 黄浦风雷知道 你现在的情况看来 帝王门已经没有丝毫胜算了 黄浦天元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有人听令 他大喊一声 冷无常的讹角 冷汗直冒 他已经预见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幕了 果然 下一刻 帝王门的所有人都双手抱拳 卓管家 先前是我们冒犯在先 这里给您赔礼了 在帝王门服软的一瞬间 现场沸腾了 目睹了这一切的人们都在一论 在之前 他们可从未见过帝王门服软 在他们看来 这应该是帝王门最别屈的一次了 场边的三位皇子看到这一幕 也是目瞪口呆 冷汗连连 看到帝王门众人恭敬的样子 卓一凡的嘴角微微上扬 如此可叫 接着 他大声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布 从现在起 帝王门不再是八家之手 新的八家之手是他们落家 说完 便带领着落家人 雄啾啾气昂昂地 从帝王门众人身边走过 而帝王门的人 则连忙闪在一边 双手抱拳 一副恭送落家人离开的样子 卓一凡依旧是笑着的 但此时 他的笑容给人的感觉 却是充满了邪恶 楚长老 这就是我们的盟友吗 因为老婆婆用热切的眼神 看着旁边戴着面纱的女子 他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 卓一凡强悍的实力 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 得到了女子肯定的回答后 老婆婆的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 花雨楼崛起有望了 而此时的落家 同样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 阴暗的阁楼里 三名男子 呈三角之时站立 为首的是一名 手持与善的男子 两个面具男 站在他身后 想不到这小家伙 在落家藏了这么多秘密 现在才拿出来 真是身藏不露啊 因为面具男也感叹 卓一凡的实力的确强悍 他甚至在卓一凡身上 看到了古三通的影子 以天玄境顺杀神照镜高手的 除了今天的卓一凡 也只有古三通的怪力能够做到 卓一凡可比古三通棘手多了 诸葛长风说道 古三通一届五夫 只要略施小技 怎么也能把他拿住 他被困皇城三百年 其原因也只是因为 人生当初的一句谬言 而卓一凡却不一样 在诸葛长风眼里 此人异常狡猾 想要蒙骗或者利用他 难上加难 若是再让他拥有了古三通的实力 那就更加可怕了 这时 另一位面具男猛然想起 诸葛长风曾经说过 今天两家的争斗 是老皇帝暗中安排的 便开始询问其中缘由 在他看来 两家今天差点就打起来了 卓一凡杀了帝王们的两位供奉 若不是冷无常隐忍 这不正中了老皇帝的下怀吗 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诸葛长风说道 戏台子的确是老皇帝搭起来的 可是这戏怎么唱 他可无法控制 冷无常和卓凡 都是聪明人 他们也不希望开战 但经此一次 卓一凡已经摸清了冷无常的底细 而冷无常却因为卓一凡 百家争鸣时的超乎常人的举动 再也摸不到卓一凡的脉络了 其实 在诸葛长风看来 但凡冷无常能再强势一点 卓一凡是绝对不愿硬拼的 这一次三方角力 皇室借此摸清了洛家的实力 算是赢了半分 而洛家借此打压了帝王门 也算赢了半分 唯一输的就只有帝王门 打压新家族不成 反而丢尽了颜面 而此时 两位面具人也意识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事实 卓一凡很像冷无常与古三通的合体 一个文武兼备的怪物 丞相大人 如此危险的人物 应该尽早铲除 以免破坏了丞相的大忌啊 一位面具男劝道 是啊 丞相大人 趁那小子的实力 如今还未达到逆天之境 我二人还有办法应付 请丞相大人允许我们 为您铲除这个祸患 另外一位面具男也说道 诸葛长风的神情 却依旧云淡风轻 不急 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敌人 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帮手 如果现在就除掉他 有人肯定会偷着乐闹 诸葛长风慢悠悠地说 老头子的心思我已猜到了七八分 八大世家 千年密令 原来这一切早已注定 说到这里 诸葛长风突然哈哈大笑 这一切就从树丰盛会开始吧 说到这里 他冲两个手下招呼了一声 走吧 大会快开始了 与此同时 皇城门前 望着洛家人远去的背影 想着刚才遇见的卓依凡 永宁公主心里是一万个不服气 神气什么吗 不就是一个家族的管家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位小公主不禁嘀咕了一句 永宁 卓凡可不是普通的管家 洛家正是在他的手里 才成长成现在这样 可以和帝王们抗衡的强大家族的 以后见到洛家人 你不得无礼 太子的语气严肃而认真 这个洛家当真不可小觑 尤其是那个卓管家 一定要好生结交一番 二皇子低声说道 虽然他的声音很低 但太子还是听到了 二弟 你不可忘记了皇家禁令 太子呵斥一声 然而二皇子又怎么肯乖乖听话 你管我 他毫不客气地顶嘴道 这时 太子忽然想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永宁 你是怎么出来的 小公主顿时支支吾吾起来 犹豫了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钻狗洞 一听说妹妹是钻狗洞出来的 太子瞬间炸了 身为异国公主 怎能做出如此有损皇家体统和颜面的事情来 算了 大哥 皇妹也不是故意的 让他跟着咱们一会儿送他回去吧 小公主见三皇子为他说情 顿时对自己这位超肥胖的三哥感激涕零 谢谢你三哥 你最好了 虽然 你长得像头猪 可是你的脑袋却一点也不像猪 你比猪聪明多了 小公主这番话 把语言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胖子听后直接改变了想法 要把皇妹送到老皇帝那里去 最好让她禁足一年半载 小公主一听这话 立马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不要啊 三哥你最帅了 比那个卓凡还帅 卓凡表示 你礼貌嘛 就在这时 只听有人高喊一声 开城门了 随后九门齐开 看到皇城内的景象 卓一凡不禁感叹 论起千年的积淀 任何世家都不能和皇城比啊 数千神龙卫 还有各种攻击和防御的阵势 无不彰显着皇族底蕴的身后 八大家族踏着八条金色的大道 来到了宫殿门前 在这里 两位老者迎风而立 一位持善 一位持刀 随后 老皇帝到了 八大世家同时叩拜 而老皇帝的眼神 却一直盯着卓一凡的方向 随后 各世家大臣山呼万岁 老皇帝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先歌颂了一番天语王朝和皇室 又续情假意地表示 终于在这一带 找到了可以托付的新家族 之后是祭祀 然后 便正式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他封洛家为御下第八世家 为洛家划定了领地 这还不算完 他又封洛云海为昌平王 允许建造王府 卓一凡看破了老皇帝的险恶用心 他这是要将洛家打造成帝王门的对头 但对于帝王门 卓一凡采取的战术就一个自脱 因为他断定帝王门 也不会这么轻易地被老皇帝击降 老皇帝想拿洛家荡枪时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至于那些封地城池 那可是尚好的修炼资源 既然老皇帝要给 那他们就只好确置不公了 洛云海被封了王 立刻就有侍从 为他拿来了王冠蟒袍 并替他穿戴整齐 这时 老皇帝再次开口 这一次 他把目标转向了洛家大小姐洛云上 当听到老皇帝叫他的名字的时候 洛云上很疑惑 若是封赏 派洛云海为代表领袖就可以了 关他什么事 但对方是天子 他也不敢违背天子的命令 只好走上前跪了下去 老皇帝表扬了洛云上一番 他收洛云上为一女 封为永安公主 说是希望洛云上 与他的独女永宁公主 结为姐妹 共筑天羽王朝永世安宁 几位皇子听到这件事 无不震惊 对于这个封赏 洛云上原本是想拒绝的 他一见名女 怎么敢攀皇室的高知 但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老皇帝 以这是圣旨为由驳回了 洛云上无奈 只好谢人接受 本以为皇帝的封赏到这里 就该结束了 没想到接下来 他又喊出了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卓一凡 没错 老皇帝对卓一凡也有风赏 卓一凡也走上前来 但他并没有 像姐弟两人那样跪下来 而是就这样站着 皇帝身旁的宦官 见卓一凡这样无礼 大声质问 大胆见到皇上 为何不跪 你才大胆 卓一凡毫不留情地反击道 皇上还没说话 轮到你这个狗奴 才插什么嘴 难道你比皇上还大吗 宦官听到这话 也意识到自己的确犯了大忌 吓得结结巴巴 说不出话来 退下 老皇帝轻声喝道 随即 他将目光转回到卓一凡身上 那么卓凡 你为何不跪 我腿有毛病 膝盖不会打弯 跪不下来 想来陛下也不会抢逼一个 未来和您共住盛世的家族 大管家就犯吧 卓一凡的态度不卑不亢 刚刚老皇帝歌功颂德的时候 就说过 皇室要与八大世家共住盛世的话 如果现在反悔 为这点事情就找他麻烦的话 那就等于是在告诉天下人 老皇帝是一个辱墨祖动的昏君 卓凡 你还是跪一下吧 毕竟是天子啊 跪在一旁的落云上 此时却为卓一凡捏了一把冷汗 谁料老皇帝却并没有为难卓一凡 相反 他对卓一凡一番胜赞 还封卓一凡为天下第一大管家 内掌温泉 外调三军 所到之处如天子清零 这倒是着实让卓一凡震惊了一把 这老皇帝好大的手笔 不仅是他 整个朝野都震惊了 皇帝 这是要把江山拱手让人了吗 只有诸葛长风依旧稳坐钓鱼台 这老头是急着想把孙猴子推出来闹天宫啊 老皇帝对卓一凡的封赏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赐卓一凡紫荆披风一领 上面绣着天下第一大管家的字样合金龙图腾 冷无常的脸上青筋爆起 极度的火焰在他的胸腔中燃烧 你披风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 却被卓一凡夺走了 这时 皇子们终于坐不住了 父皇这不合理智啊 还请父皇收回成命 太子是最先开口的 太子之后 满朝文武纷纷下跪 请求老皇帝收回成命 但都被老皇帝无情驳回了 这时 太子注意到了卓一凡披风上的金龙图腾 只差半只龙爪就是五爪金龙了 五爪金龙是皇权的象征 这也就意味着 现在的卓一凡 地位已经仅次于皇帝 达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步了 甚至连太子和皇子们的身份都没有他高 其余几大世家家主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们眼里的卓一凡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疯子 如今又有了紫金披风和天下第一大管家的称号 他以后肯定会更加张狂 册封仪式结束后 老皇帝便命令各大世家出了皇城 但他却让卓一凡跟着他走 老皇帝带着卓凡来到皇宫中的一处凉亭中 这是朕之前与司马先生对弈之处 此时不分君臣 不必拘礼 请坐 老皇帝对卓一凡的态度很客气 卓一凡却一点也不客气 坐下后直接拿起一个苹果开始吃 巴鸡嘴的那种 对于卓一凡的大名 老皇帝早有耳闻 这大多是三皇子告诉他的 老皇帝的商业吹捧 卓一凡估计也没听进去多少 主打一个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你讲你的 我吃我的 但老皇帝也直言 但他一开始并未将卓一凡放在心上 在他眼里 卓一凡顶多算个称职的管家 能把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条的那种 但毕竟眼界有限 不可能有什么大出息 对于这一点 卓一凡倒是可以理解 毕竟换位思考 如果他是老皇帝 一开始肯定也会对卓凡和洛云上放松警惕 老皇帝真正开始关注卓一凡 是从他干掉清明城和幽鬼期开始的 那一战 他带给了老皇帝很多惊喜 堂堂的天语第三至心 幽冥古智囊 居然死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手里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老皇帝真正关注到了卓一凡 听到老皇帝的话 卓一凡放下了苹果 他也在内心反思 他原本的计划 是隐藏实力慢慢发展 不想引人注目 将狗盗进行到底 可是自从出了薛凝香的时候 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走到台前 面对这一切 这才有了后面幽冥古的事情 他的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 现在回想起来 他觉得自己有时真的蛮冲动的 但他喜欢这种冲动的感觉 这才是他 你不必为当初的失算感到懊悔 老皇帝接着说 朕知道像你这种隐忍的人 是不想过早树敌的 但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即使你再不想 那些事情还是会发生 只是你这个金子的光芒 实在太耀眼 朕的一双老眼都快被你晃瞎了 老皇帝说完 哈哈大笑 接着 他又说出了卓一凡大闹花雨楼 连杀三大师家供奉的事情 朕扶植洛家 是为了平衡各方实力 但因为你 差点功亏一篑啊 朕都在考虑放弃你们了 老皇帝继续打感情牌 哎呀 那真是抱歉了 因为卓凡的鲁莽 差点害得陛下功亏一篑 卓一凡口里应付着 心里却充满了不屑 这老皇帝看似是在推心置腹 实际上是在挑事 但他并未将不满表露出来 他倒要看看这老皇帝 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无碍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老皇帝挥着手说 而且朕也终于了解到 你的确才甘非凡 所以朕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急调独孤老元帅支援封灵城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哎呀 皇上对洛家的恩宠 臣感激不尽 老皇帝却笑了笑 朕此举并不完全是为了帮助洛家 而是为了保全于你 哎呀 陛下的恩宠 臣实在不敢当啊 卓一凡抱拳行礼 继续配合老皇帝演戏 没什么不敢当的 而且你之后的表现 也证明朕的决定是对的 老皇帝对卓一凡 仍然不吝啬夸奖之词 接下来 他便道出了此次单独 约见卓一凡的最终目的 卓凡 你觉得丞相之位与你如何 卓一凡暗自吃惊 表面上却仍是一脸平静 陛下 丞相不是一直由诸葛先生担任的吗 老皇帝又笑了 三大至心中幽鬼妻 擅长阴谋诡计 尚不得台面 冷无常 虽然有才 却气量狭小 魄力略微不足 最适合的人选 莫过于诸葛长风 可是他老了 难道朕闭眼之后 要留下一帮老家伙辅佐朝政 这恐怕不但会为世人所诟病 真的子子孙孙也不会愿意的 老皇帝夸赞了卓一凡的能力 说他的才能 不在诸葛长风之下 并且直言自己封他为天下第一大管家 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帮自己治理好这个国家 至此 卓凡算是明白了 这老头是在给自己的儿孙组建班底 但他心里一定还憋着别的事 不愿说出来 既然他不愿说 那就由自己帮他说 想到这里 卓一凡直接向老皇帝挑明了 自己身具龙魂的事情 您就不怕我在这里 冲撞了皇室龙脉马 老皇帝哈哈大笑 接下来 这老皇帝竟给卓一凡灌起了心灵鸡汤 说龙魂只是保佑天语风调语顺 其余并没有什么作用 他还举了帝王门的例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卓一凡放心 要是龙魂真的有用 皇普倾天也不可能被卓一凡杀死 老皇帝认为 天命这东西是虚无的 只需坐享其成即可 他还说从来不信什么天命 人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只需勤政爱民 奋发图强 天语一定会繁荣昌盛 虽然卓一凡知道这只是心灵鸡汤 但他不得不承认 老皇帝说的这些话 还真有道理 虽然卓一凡认可了老皇帝的话 但他怎么知道老皇帝 是不是真的信任自己 所以 他对老皇帝推托说 让自己考虑一下 也好 三思而后行 但朕真的希望你能为国效力 不辜负 这次给你的天下第一大管家封号 老皇帝一脸的真诚 如果这老皇帝 今日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那他干脆别当皇帝了 去当影帝吧 卓一凡心中想着 便向老皇帝告退了 望着卓一凡远去的背影 前一秒还笑容满面的老皇帝 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这时有大臣来报 永宁公主已经安全送回去了 这个永宁啊 真不让人省心 这次要不是卓凡 他就要出大事了 方秋白也同样 对卓一凡的实力感到惊讶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这个小怪物 何止是小怪物啊 这简直就是神兆巅峰的诸葛长风 老皇帝语气严肃 文武兼备 实在太过危险 老皇帝的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 剧烈地咳嗽起来 大臣们见状下了一大跳 老皇帝颤抖着摆了摆手 示意他没事 随机命人拿来了纸笔 然后在纸上写下了 他三个儿子的名字 把外面的事情 详细地给朕说一遍 尤其是他们三个的反应 老皇帝对大臣们说 在听了大臣们的汇报后 老皇帝对自己的儿子们 逐个做了点评 老大性格沉稳 待人圆滑 遵从祖训 倒是有圣君之姿 但你那么听话干什么 插调 老二勇猛善娇 行事果断而有野心 但行事莽撞 与虎谋皮 迟早被人荡枪使 不堪大用 插调 看到三皇子宇文聪 老皇帝却迟迟没有下评语 他看了看方秋白 他知道这位玉霄剑圣 是偏向三皇子的 可对于三皇子 老皇帝觉得他还要观察一阵 他感觉自己有些看不透这个儿子 传位之事 他十分慎重 他可不想辛辛苦苦 为儿子们铺好路 到头来却遇到个不孝子 同时 他的内心也感到了一丝惋惜 他这三个孩子 要是哪个有卓亦凡一半的成父 他也可以安然推位了 而此时的洛家门庭若氏 前来拜访的 拜访的人不计其数 可是都被庞统领拦在了门外 这时 卓亦凡回来了 给老子滚开 他轻贺一声 人们一看 原来是天下第一大管家 纷纷争着抢着上去拜师 卓亦凡的眼里充满着浓浓的不屑 一群墙头草 想到这 他也不愿跟这些人废话 一个瞬移来到府门前 打开门进去前 他嘱咐庞统领 看好大门 不要放这些人进来 当他来到内院时 洛云上和面纱女子等人 已经等候多时了 抱歉抱歉 那老头嘴太碎了 要不然我早就回来了 怎么舍得让你们等这么久 众人都笑了 敢说天与帝王嘴碎的 恐怕也只有这位 天不怕地不怕的浊管家了 面纱女子笑着说道 洛云上还是对卓亦凡 调侃皇帝这件事深表担心 那毕竟是帝王 他一再提醒卓亦凡 以后注意点 蓝色头发的汉子却觉得 这只是卓亦凡的一句玩笑话 其实我卓亦凡说话 虽然没有什么顾忌 但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卓亦凡开口了 紧接着 他面向众人 我今天之所以敢当着你们的面 调侃皇帝 就是因为我相信 你们不会把我告发出去 正如我先前所说 你们投资我十年 之后 洛家就会成为你们最大的靠山 现在还不到十年 洛家就已经可以和帝王们抗衡了 如果洛家倒了 你们也就完了 我现在很相信你们 是不是 卓亦凡说到这里 语调中蕴含着一丝危险 两个男人明显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卓凡一旦有了相应的实力后 身上那种王者的气质 简直比黄埔天元和冷无常 还要可怕得多 两人默默地想到 卓亦凡自然察觉了两人神情的变化 嘴角扬起一丝冷笑 轻横了一声 正式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打一个巴掌 也该给一个田草了 他换上了一副温和的笑容 示意大家都不要紧张 表示 大家都是朋友 卓亦凡向面杀女询问楚清城的境况 却得知对方又去闭关了 百家争鸣已经结束 现在又是八家争锋的关键时刻 楚清城身为一城之主 这个时候闭关做什么 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卓亦凡的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他刚想再问几句 却听到外面仆人通报 太子和三皇子来了 他们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卓亦凡有些疑惑 对于太子宇文博 卓亦凡的第一感觉是 这是一只隔岸观火的老狐狸 对方能主动来找他 向他示好 这的确是卓亦凡没有想到的 这时两个男人起身告辞 太子拜会卓管家 想是有要事相伤 我二人便不久留了 谢辅主考虑得周到 请 卓亦凡朝他们行了个礼 皇帝皇妹 你们这昌平府好热闹啊 门外围着这些人 围兄我差点儿进不来呀 听到太子这自来熟的称呼 众人立刻想到了胖子 这哥俩不愧是亲兄弟 性格还真相啊 都是自来熟类型的 但是骆云上兄妹 还是急忙上前与太子见礼 太子殿下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忘记恕罪 兄妹俩行礼道 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必那么客气 太子的声音中饱含着真诚 太子殿下真是谦和有礼 平易近人啊 骆云海毕竟心思单纯 看不透其中玄机 这时 玉文博注意到了 兄妹俩身后的卓亦凡 于是主动走到他跟前行礼道 左管家今日授封天下第一大管家 统领天宇一切要务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万事荣光 本殿道贺来迟 还望见谅 哦 知道来迟了 那下次来早点吧 卓亦凡一点也没给这位太子留面子 太子身后的胖子见了 立刻生气了 卓亦凡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 我大哥亲自前来道歉 你还如此傲慢无礼 你信不信我 胖子做出要打架的姿势 可是他我了半天 也并没有真正的发动攻击 卓亦凡一直听着胖子在闹我 顿时也细经附体 亮出麒麟臂 信你什么 你想打架 可是胖子却一点没有要打架的意思 只是嘴里一个劲地喊着 大哥 你别拦我 可是太子 根本连碰都没碰胖子一下 胖子完全是一个人在自娱自乐 而且由于他实在是太胖了 没动几下就变得大汗淋漓 太子现在终于理解 为什么胖子会和卓亦凡结败了 一个是我也想低调 实力不允许的大魔王 一个是又菜又爱玩 口气大过脚气的小菜鸡 真是一对奇葩组合 现在俩人又在这演戏 而且不光两人演 他这个太子也要被拉着一起演了 只见太子真的伸手 做出拦住胖子的样子 三弟不得无礼 本店是诚心诚意道歉的 简子家大哥出手阻拦了 胖子也就就泼下驴不再闹了 太子命人将准备好的礼物 抬了进来 装礼物的箱子被打开了 里面顿时蓝光闪烁 一对蓝色的翅膀显露在众人面前 其实这是生长在深海中的一种妖兽 擅长使用幻术和精神攻击 卓亦凡再一次感叹 皇家底蕴之身后 一个太子都能拿得出如此重宝 实力不容小觑啊 太子得知卓亦凡之前有一对雷翼 只是在百家争鸣时损毁了 于是他特地为卓亦凡准备了这个 然而 卓亦凡甚至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的道理 无功不受禄 太子今日宋卓某如此重礼 不知有什么吩咐 卓亦凡试探道 接下来 太子便说出了一番看似大义凛然的话 其实总结一下 也就四个字 为我效力 这摆明了是来拉拢卓亦凡和卓家的 卓亦凡自然知道了这一点 只是接下来胖子的几句话 却让卓亦凡对他刮目相看 卓凡 这再怎么说也是我大哥的一番心意 你就收下吧 再说卓家作为天语的一员 为天语效力不是应该的吗 胖子这番话看上去是在帮太子 其实是帮助卓家 摆脱了太子的枷锁 看来胖子也是一位隐藏的全谋高手 只是不知道 他的哥哥有没有听出 他这几句话中所蕴含的深意 太子和三皇子要告辞了 卓家最终答应为天语效力 卓亦凡将这两位皇子送出了门口 皇子们离开 而他却没有立即进屋 站在门口 他开始思索 从太子临别时的表现来看 他并没有发现自己被胖子坑了这件事 至于天语王朝 为天语效力又怎么样 将来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大街上 太子与三皇子并肩走在一起 三弟 今天的事情 多谢你了 要不是有你在 一拙管家孤傲的性格 维兄恐怕很难和他相交 大哥 咱们是兄弟 互相照应 应该的嘛 胖子一副铁憨憨的模样 不过大哥 您平时不是禁止我们结交遇下七家的吗 怎么这次 胖子的话没有说完 可是太子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 你以为我想去结交这些世家呀 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对朝政的处理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洛家和帝王们视同水火 最容易引起天语动荡 惹父王忧心 太子阿巴阿巴说了一大堆 俨然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为父分忧的孝子形象 三皇子也很配合地演戏 直夸大哥为国为民 为父皇担惊劣 让他佩服之志 还说太子以后如有什么吩咐 他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三弟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老二 要是有你这一半心思 我们兄弟齐心 一定可以齐力断金 太子的神色欣慰中带着些惋惜 胖子听到这耳 忽然一把抓住太子的手 安慰他说二皇子总有一天 会明白他的苦心 但愿如此吧 太子说道 兄弟俩含眩了一会儿 便互相告别了 等到胖子走远后 原本一脸笑容的太子 突然变得脸色阴沉起来 太恶心了 太子反复擦拭着那只 被三皇子拉过的手 这头死肥猪 悠长而黑暗的小巷中 两个披着斗篷的黑影相对而行 一人身后跟着士兵 而另一人身后跟着两个仆人 很快 他们相遇了 看太子殿下春风得意的样子 这次的事情应该很顺利吧 白发男子问宇文博 还算顺利 只是那卓一凡具要的性格 让本殿一腔怒气无法发泄 殿下 你就忍一忍吧 这卓凡自从入世以来无一败继 就连冷无常都被他反将一军 碰了一鼻子灰 卓一凡狂傲一下也是应该的 有才之人皆是如此 太子还是很怀疑 卓一凡 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 成为诸葛长风的继任者 而诸葛长风早就看出来 老皇帝想让卓一凡担任丞相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 卓一凡被封为天下第一大管家 而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大管家 做的就是丞相的事 老皇帝这是在为新皇寻找俯陈 或者说是在给他的儿子们铺路 但诸葛长风也承认 虽然卓一凡性格乖张 他胜任丞相却是绰绰有余 诸葛长风的话 宇文博显然是听进去了 但每当他一想到以后 要和卓一凡同朝共事 他就感到非常火大 殿下 您消消火 也许你没有那个机会呢 诸葛长风语出惊人 诸葛长相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宇文博忍不住质问道 这只是老臣的一种猜测 诸葛长风不紧不慢地说 但凡帝王传位 往往会将恩惠于人的事 留给新皇做 但老皇帝这次 并没有把选择朝臣的权力留下 而是直接指定了丞相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老皇帝还没有选定继位的人选 所以别看宇文博现在是太子 可事实上 他依旧毫无优势可言 就个人能力上来说 他们三兄弟其实相差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 卓一凡 这位未来丞相的意思 就变得极其重要 以臣定皇 看谁能和这位宫古大臣 配合得最默契 甚至是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 那么谁就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 所以此时卓一凡的意思 完全能决定三个人的命运 当然 如果殿下实在和卓一凡合不来 那么就放弃皇位吧 做个逍遥王爷其实也挺好 不得不说 诸葛长风这招激将法的确好使 宇文博的脸上青筋抱起 双目充血 不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多谢诸葛丞相点拨 说完这句话 他便头也不回地跑了 丞相您真有帮助太子夺位之意吗 太子走远后 一位手下问诸葛长风 我可没那个闲工夫 老头子把洛家家捧得如此之高 无非是想借洛家打破三足鼎立之势 坐山观虎斗 把水搅混 然后坐收余人之力 我又怎能让他如愿 他想把水搅混 那我就让水变得更浑些 把宫廷也卷进这场纷争 让他再也不能坐山观虎斗了 夜晚 洛家的阁楼里 卓一凡等人和他们的盟友 正在讨论今天白天发生的事情 就连太子这样彬彬有礼的人 都开始拉帮结派 可见京城的形势不容乐观 好在洛家现在的发展蒸蒸日上 所以卓一凡的策略是 已不变应万变 这时 庞同龄走进来了 他带来了一封信 准确地来说 是一封来自二皇子的邀请函 他想让卓一凡去见他 面纱女本来还想劝卓一凡 不要卷入皇室斗争 没想到卓一凡拿过信 只是看了两眼 就把他撕了 二皇子有什么了不起 凭什么他让我去见他 我就要去 应该是他来见我才对吧 听到这话 众人都笑了 他们熟悉的卓管家又回来了 这时 庞同龄帝国第二封信 这封信的封面落款是祭司府 而写这封信的人 则是云氏家族家主 云玄姬 卓一凡的确对这个家族很感兴趣 只是自己还没有去找他们 他们却反而送上门来了 这个云氏家族其实一直很神秘 传说他们每一代人中 都会有一个能预知天命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会被培养成大祭司 而现任大祭司 也是云家家主 半神云玄姬 只是 卓一凡听说这云玄姬一向不问世事 为什么他会找到自己的头上来呢 这时 面纱女倒说话了 卓管家 这位是前辈高人 他亲自写信找你 说不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要点拨你 你可以移去 卓一凡此时来了兴趣 你们四个对云玄姬那么推崇 他真的如此值得信赖吗 那当然 云玄姬在天语算个一数 白衣男子唾沫横飞 无论什么人 只要有疑惑 他都会一一点拨 我曾经也去拜访过 听君一言 豁然开朗啊 听了男人的描述 卓一凡的心里还是不以为然 直到现在 他还认为 云玄姬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江湖术士 对这些江湖术士 卓一凡还是心存芥蒂的 乱世初英杰 盛世杀术士 明明天下还算安稳 被这些江湖术士 以算命为由 一口咬定某人要当皇帝 结果引得全国震动 有时候术士的一句话 可能还会动摇国本 卓管家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蓝发男子说道 原来 云家人一向洁身自好 与各家来往都是待客 但并不与各家深交 不会参与朝廷纷争 始终保持中立 千百年来 也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家主 与越雷池一步 就这样相安无事地与他们生活着 而且云家人有一条祖训 大到三千 命运无常 瞬息万变 人定胜天 卓一凡听后心说 你这不是白说吗 最后还得靠自己啊 没错 黑发男说道 所以他们只是给你指明方向 怎么走 还得看你自己 卓一凡站起身来 向门外走去 虽然他还是觉得 这个云半神是个大忽悠 但既然那么多人推荐 他就去见见吧 毕竟能把那么多枭雄忽悠住 这也算是个人才了 要是能跟他学两招 没准以后自己也可以忽悠别人呢 比如眼前这几个同伴 他把这个想法一说 众人立刻跟他开玩笑 好啊 你快去学 以后就有人点播我们了 卓一凡来到云家大门前 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 一个小男孩打开了门 跑了出来 卓一凡谎称自己是过路的商客 来求云家主点播 实在抱歉 客人 小男孩彬彬有礼地说 这三天 我家家主在等待贵客 不便见外客 要不您三天之后再来 我给您预留一个名 见这小孩如此名利 卓一凡对云家的好感度上升了不少 看来这是一个以德福人的家族 和世俗的术士的确不一样 想到这里 卓一凡也不再隐瞒 捏了捏小孩肉糊糊的脸蛋 亮明了身份 原来是天下第一大管家 有诗远音 万万恕罪 小男孩儿行了一礼 卓先生 这边来 家族已经等候多时了 小男孩领着卓一凡走进了云家 在云家的那一院 有一座高台 小童说这叫观星台 此时云玄机正在另一个房间会客 小童正要去通报 这时只听后面有人嚷道 大祭司 您一向神断天命 从无失误 为何这一次却相差如此之悬殊 卓一凡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对小童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便悄悄走了过去 从门缝向房间内看去 房间里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赫然是黄浦天元 刚才说话的就是他 这时只听另外一个老人回答 是啊 我神算子算得了人心 却算不了天命 大祭司 对于这一点 老夫是十分佩服您的 可是这次的谬误是否太大了 二十年前我来求教 你说我门中大公子有帝王之相 开创圣事兆 可现在却 没错 贵公子的确有真龙之相 倘若能过了三节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老人回答道 是哪三节 黄浦天元问道 老人告诉他是天命节 父子节和罪己节 黄浦天元再问 卓凡在哪一节中 可得到的答案 却让他感到崩溃 都不在 既然都不在 那不就证明我儿子有第四节吗 难道你没看出来 黄浦天元吼道 老人的语气依旧不及不缓 天命无常 却有迹可寻 人生大到三千 命途多如牛毛 不过令狼的死 确实是个意外 门口的卓一凡 听到了两人的全部对话 不由的暗子发笑 云玄机的这段话 矛盾百出 不能自圆其说 他这不是要砸自己的招牌吗 大祭司 你以前不是说人生无意外 天命早已定吗 怎么到我儿子这儿 就有意外了 黄浦天元愤怒地质问 大到无常 天命运转 世间万物 皆逃不过命运的支配 老者双手合十 慢悠悠地说道 如同天地八门 开生修商 杜景今死 如走生门则生 入死门即死 入修门则持之迷茫 入景门则前程四景 但大体在八门中流转 命运逃不过天数 可总有一些人 或者说是异数 他们不受天命所控 您是说卓一凡 不受天命所控吗 黄浦天元 终于听出了点门道 冷无常则暗自思索 卓一凡不受天命所控 指的又是什么呢 而这时 云玄机却对两人 下达了逐客令 你 黄浦天元刚要发作 冷无常 却把他拦了下来 大祭司所言 冷某心中了然 多谢指教 先行告辞 改日再来拜会 说完 冷无常拉着黄浦天元 就往外走 冷先生 就这么走了吗 可我还什么都没有听懂啊 黄浦天元还是不甘心 门主 我们走吧 关于这件事 大祭司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点拨 卓一凡与我们非有非敌 此事本来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等回去之后 在下再向您解释 冷无常说话的时间 他们已经走到了门口 冷无常伸手推开门 却发现卓一凡就在门外 你怎么会在这里 冷无常一时间说话都不利索了 我也是来找大祭司求点拨的 只是我们对付彼此 却都是来问同一个人 这可真是太巧 卓一凡的语气中 仍然少不了调侃与讽刺 冷无常以为卓一凡是来拉拢祭司府 让祭司府给他出谋划策的 于是也反讽道 小子 祭司府从不参与任何一方势力的争斗 只为天下人指点迷惊 解开命运中的疑惑而已 想让他们为你出谋划策 你的算盘怕是打错了 接着冷无常又搬出了当下的形式 威胁卓一凡 很显然 他误以为卓一凡马上要对他们动手 你说的没错 卓一凡回答 既然冷先生知道这一点 那天为什么还在皇城外一再退让 冷无常 听到这话 瞳孔猛的一缩 好像是被戳中了痛处 然而 卓一凡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你明知道我不会动手 却还是一再退让 这只能说明一点 你怕我 说到这里 卓一凡用大拇指戳向了自己的胸口 你比我差的是这里 你没有我的气魄 这就是为什么你只能一直当个谋士 说完 卓一凡哈哈大笑起来 这笑声 在冷无常听来 像是刀 又像是锤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受到了重击 他的浑身开始发抖 缩在袖子里的手紧紧握上了拳头 但他最终没有什么动作 门主 我们走 最终 他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卓一凡看着几人远去 又回过头来 看向给他带路的小孩 这小孩只是一脸的恐惧 身体也在发抖 小孩 你是不是看到了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啊 仅需寥寥数语 就能让对方感到害怕 甚至把对方逼死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酷啊 此时的卓一凡是笑着 可是他的笑容在这时却显得非常邪恶 卓管家 请你不要教坏我族弟子 请进吧 晕玄机的声音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卓一凡走进去 在凳子上坐下 大祭司找我来 所为何事 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卓管家果非常人 云玄机感叹了一句 听到他这话 卓一凡不禁吐槽道 阿弥陀佛 施主真会废话啊 我要是没有如今的能力地位 你会亲自找我来吗 如果你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能将老子忽悠住的话 老子就要告辞了 至于你刚才说的那套命理玄说 省省吧 老子不信那个 说完 他便起身朝房门走去 这时 身后传来了云玄机的声音 你早该死了 短短的五个字 却让卓一凡大吃一惊 他转过头来与云玄机对视 只见这老者有一双深蓝色的毛子 其中 仿佛蕴含着日月星辰 深邃而神秘 这是我埋藏心底最深的秘密 竟被这老头一眼看穿 难不成真如传闻中说的那样 这个家族的大祭司 真的长有一双天眼吗 就算是圣域强者 也不可能练就如此神通吧 难道这世间真的有主宰吗 卓一凡想着想着 冷汗冒了出来 此时的他 心中已经有了一种猜测 这云氏家族 一定是圣级强者 否则 一个普通的家族 不可能拥有如此诡异的神通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云家到底来自哪里 卓一凡的这两个问题 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云玄机只是说云家隐居山林 后被天宇开国皇帝请出 供奉至今 别的就再没有什么了 难道这个家族 是因为历史太久远 忘记了自己的来历吗 还是说他们在刻意隐瞒什么 无论如何 此时的卓一凡对这位大祭司 早已没有了侵蚀之心 大祭司 我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不要见怪 我们刚才聊到哪了 好久没有和这么爽快的人聊天了 面对这个神秘的家族 卓一凡果断地选择了从心 卓管家果然不是凡人 能屈能伸啊 有我当年的风范 卓一凡听到这话 实在是忍不住了 你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夸你自己呢 云玄姬却没有接她的话 而是继续说 年轻人哪个不这样呢 只是到了我这个年纪 坐到了这个位置 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才想与卓管家常谈一番 为天下百姓尽些绵薄之力 人的命运与天地相关 但大体逃不过天地制衡 曾经的云玄姬 对这一点是无比自信的 所以她便开始利用祖先 留给她的一双神眼 为众生指点迷惊 开辟结境 直到八年前 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她对以前的观点 产生了怀疑 她感觉自己 曾经深信的一切 全都崩塌了 人生在世 谁还没遇到过点挫折呢 卓一凡以为 这老头是丧失信心了 便嘀咕了一句 然而 云玄姬接下来却说 虽然她的确丧失过信心 但她更多的还是感到惊喜 之前她认为 这世间的天地万物 都只是天地的玩物 如同被困在笼中的鸟儿 所以渐渐地 她看淡了一切 放弃了对名利的追逐 与争夺 可是自那件事发生之后 她才发现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 其实都不是必然的 天地的确将他们囚禁 于囚龙之中 但与此同时 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只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 卓亦凡听着老头 阿巴阿巴说了半天 此时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问题 这老头究竟想说什么 云玄姬也看出来 卓亦凡对命理玄说 并不感兴趣 于是他直奔主题 八年前 卓亦凡击杀幽鬼七 其实是逆天改命之举 幽鬼七虽然命运多舛 但却不至于那么早便死亡 惊云玄姬这么一说 卓亦凡想起来了 正是那一战 使他第一次名扬天语 难道这也和他的命运有关吗 其实命运大多与天地相连 云玄姬泡上了一壶茶 每个人的命运中 都有许多条路 这些路互相交错 终究是每个人的命运 都联系在一起 而幽鬼七的命运 也有很多条路 但短期之内 没有一条是死路 即便是有死路 也是二十年后 帝国动荡时的事 因此 当幽鬼七的死讯传来时 吃惊的云玄姬 立刻夜观星象 发现有一个 本该死的人活了 并且把这些命运的线 绞成了一团乱马 而他自己 却早已跳出了 命运的掌控 在其中肆意捣乱 所到之处 每个人的命运 都因他而改变 强者变弱 弱者变强 真如同混世魔王一般 听到这里 卓亦凡突然有种 躺枪的感觉 您说的混世魔王 不会就是我吧 你说呢 云玄姬笑了笑 洛家本是一个三流家族 如今在你手里 变成了八大世家之首 学家 没有你 幽鬼七也不会死 他们也不会投入剑侯府 学家大小姐 也会按命运的安排 死在幽冥古手中 花雨楼本应该是 被帝王们吞并的 第一个家族 而帝王们此后 也会不断扩张 最终引发大战 但是因为你的出现 让花雨楼起死回生 阻挡了帝王们的脚步 这难道不算命运吗 卓亦凡还想狡辩一下 也许吧 可老朽这双眼睛 从中没有看到 丝毫命运的迹象 也许是因为你是一个 游走于生死之间的人 不受命运束缚吧 卓亦凡一听 倒觉得有些道理 毕竟 他的情况不属于重生 更不属于灵魂夺舍 洛家的管家卓凡 和魔皇卓亦凡 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他只是靠着九幽秘露中的秘法 侥幸逃得一命 卓凡和卓亦凡 若是分开 便都是死人 只有合并起来 才能活着 卓管家老夫不知道 您是如何做到的 但请相信老夫 您的出现 给每个人的命运 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接下来 云玄机的一番话 让卓亦凡大吃一惊 他告诉卓亦凡 被卓亦凡杀死的黄埔青天 确实有帝王之相 但他命中注定要过三劫 第一 天命节 黄埔青天降伏龙魂 算是过了 第二 父子节 最是无情帝王家 黄埔青天想登上皇位 就必须抛家舍业 斩断亲情 第三 最几节 黄埔青天生性狂傲 必须借交借造 任用贤能 如果能做到这三件事 那么 二十年后 他率领的军队 将能与朝廷抗衡 四十年后 他将成为天羽王朝 新的帝王 对于黄黄埔青天 能借交借造 卓亦凡是不相信的 可云玄机却说 一切皆可变 要是黄埔青天 青天还活着 说不定他真能做到 大祭司 您告诉我这么多 究竟想干什么 造福苍生 云玄机之所以 和卓亦凡说那么多 是因为他预感到 大战将起 却不忍生灵涂炭 所以 想请卓亦凡 将战事最小化 得了吧 老头 你见过魔王 去拯救天下众生的吗 既然你已经 跳出了命运的摆布 又何必再走老路呢 云玄机叹息一声 继续劝导 虽然老父看不透 你的真身 但看你的行事风格 绝不是一个嫩头小子 而能让一位前辈高人 重新再来的 无疑是生死的结束 您能重来一次 跳出命运轮回 又何尝不是一次 新的历练呢 卓亦凡愣住了 的确 自从他重生以来 遇到了很多人 很多事 也从中得到了 许多不一样的感悟 由此说来 他的确是因祸得福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但我有什么好处 卓亦凡最终松口了 而他得到的回报 是云家的效忠 云家本来一向保持中立 但在卓亦凡这里 他们破例了 作为四柱之三的云家 成为洛家助力 这样卓亦凡欣喜不已 云玄机告诉卓亦凡 据他推算 洛家已有崛起之势 但有四股阻力 会阻碍洛家的发展 分别是帝王门代表的帝龙 皇室代表的盘龙 丞相诸葛长风代表的引龙 至于第四股势力 也是云玄机所担心的 对天羽百姓危害最大的邪龙之势 犬戎国 这四股势力 未来会将矛头指指落 听到这里 卓亦凡有些疑惑 犬戎国和天羽相距遥远 怎么会危害到天羽呢 可这是云玄机 根据星象得出的 云家并未在朝为官 不懂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 因此 对这件事也说不清楚 这时 卓亦凡想到了一种可能 天羽朝内 一定有人私通犬戎国 只有这样 犬戎国才有理由 参与天羽的内乱 想到这里 对这位点拨他的大祭司 卓亦凡充满了感激 他起身行礼 谢过云玄机 并向他告辞 要回去准备了 他向云玄机承诺 一定会尽自己的所能 让战士最想化 这时 云玄机叫住了他 并表示有一件礼物 要送给他 随后 云玄机向门口的小童 吩咐了一句 不多时 一位妙龄少女 便被人带了进来 再见到这少女的一瞬间 卓亦凡还以为是 薛宁香来了 后来才知道 这女孩是云玄机的孙女 这两个人实在太相望 一样的青春活力 一样的纯洁 这时 云玄机让少女 给卓亦凡行礼 在双方建立的过程中 卓亦凡知道了 女孩的名字 云霜 接着 云玄机的一番话 却惊呆了两人 他要将自己的孙女云霜 送给卓亦凡 做贴身婢女 卓亦凡的脑海里 瞬间闪现出了 无数不纯洁的情景 作为正人君子的他 赶忙拒绝 前世 他虽然是魔皇 可他做不出来 那种欺压盟友的事 云霜也惊呆了 他想不通 自己的爷爷 为什么会突然 把自己送人 云玄机知道 两人想歪了 赶忙解释 他这个孙女和他一样 觉醒了天眼 已被定为 下一任大祭司的人选 让他跟随卓亦凡 是为了帮助他 而云霜这时 也仔细观察着卓亦凡 他惊讶地发现 这人身上 竟然没有命运的痕迹 云霜仔细观察卓亦凡 发现他的身上 居然没有命运的痕迹 猜想他就是爷爷 经常提起的那个人 而云霜的这一猜想 也得到了云玄机的证实 云玄机告诉孙女 卓亦凡是跳出命运的人 但此人非常阴险狡诈 毁天灭地的事情 也不是干不出来 所以老爷子 希望自己的孙女 能引导卓亦凡走上正道 卓亦凡听到云老爷子的一番话 表示很无语 我还在这儿呢 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坏话 这样真的礼貌吗 云玄机却表示 反正你主管家自称恶人 刚才的那些话 你就当作是对你的表扬吧 阿弥陀佛 施主啊 你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这时 卓亦凡终于知道 为什么老爷子刚才说 自己有他当年的风范了 云玄机听到卓亦凡这样说 赶忙谦虚道 哪里哪里 左管家刚才在门口 把神算子气得 差点吐血的本事 老夫可是没有啊 接着 老爷子严肃地告诉卓亦凡 云霜就要拜托他照顾了 他拥有和老夫一样的天眼 不会成为累赘的 老夫不能时时刻刻 在你身边提醒你 他却可以 他是有用的 云玄机特意强调了一句 而与此同时 云家宅院外的一棵大树上 几个黑影已经知道了 院内发生的事情 这老家伙还真敢啊 一个黑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纵身一跃离开了 而此时 屋内的云玄机 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 为了天下苍生 我一家的荣辱算得了什么 云玄机喃喃自语 语气中充满了悲壮 而此时的卓亦凡 已经带着云霜踏上了归途 一路上 他试着和云霜聊天套近乎 太幽默的话语 让云霜忍不住笑了 我爷爷说你是大奸大恶之人 可我却一点没有看出来呀 云霜好奇地问了一句 那是你跟我相处的时间不长 等时间长了 你就会感受到的 总之你以后跟着我混 不会错的 此时的卓亦凡像极了道上的黑老大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不知从哪儿飘出了一阵黄烟 卓亦凡敏锐地判断出那是迷烟 赶紧让云霜捂住口鼻 但这一切似乎太晚了 不一会儿 两人就感觉天旋地转 晕倒在了地上 随后 浓烟中走出了一个黄衣人 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名仆人模样的人 卓大管家不过如此 他嘲讽了一句 黄梅老祖的毒 果然天下无敌 仆人模样的人恭为道 他的药王与您比起来也是远远不及啊 药王便算什么 黄梅老祖的语气依旧骄狂 当初他们下仲礼请老夫去做供奉 老夫提出与他们比毒 最后他们还不是一个一个的被老夫毒翻了 这是黄梅老祖注意到了昏迷的云霜 二皇子只要浊烟一人 这个丫头怎么办 他转头问那个仆人 这丫头与浊烟关系匪浅 一起戴上 可能对殿下有用 说完 他们将两人扛起 依旧化作黄烟 飞走了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 永宁公主的小侍女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 她吓坏了 但是却不敢叫出声 因为她必须隐藏自己 然后想办法回宫具给公主报信 而此时的皇宫中 胖子摊坐在永宁公主的寝殿外 汗流加倍 气喘吁吁 一副快要累死的样子 皇妹 你快出来 三哥 快要不行了 胖子虚弱地喊道 若大哥皇城只允许父皇一个人做轿子 其他人必须不行 这对我们胖子实在是太不仁道了 胖子抱怨道 那你还有事没事总爱往皇城跑 永宁公主探出头来笑道 老老实实在你的王府待着不是更好吗 一提这个 胖子更委屈了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父皇一有功夫就让我去 我不来安能行吗 太子大哥坐镇皇城总理文道 二哥 驻扎边疆手握边军 只有我这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胖子 一有什么外出的功干 总是轮到我头上 父皇八不得我从南走到北 再从北走到黑 永远不要回来才好了 胖子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哭腔 永宁公主的声音也带着一丝同情 二哥 你能活到现在 真是太不容易了 其实胖子此时出现在永宁公主的请殿 是带着皇帝的圣旨来的 永宁公主四字出宫的事情 皇帝已经知道了 什么 父皇已经知道了 永宁公主的语气 由同情和平静变为了惊恐 永宁公主私自出宫 禁足皇宫一年以观后效 这就是老皇帝对永宁公主最终的惩罚 一年不能出宫 这对于永宁公主来说 比杀了她都难受 正在她悲叹自己的命运时 出宫的小侍女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我不是让你去祭司府请双儿来为我看下吗 人请到了 公主问 没有 双儿姑娘合着管家被人绑架了 小侍女惊恐地说 什么 这是什么人干的居然敢绑架祭司府的圣女 公主和三皇子同时问道 可能是二皇子 当听到实施绑架的人可能是二皇子时 三皇子和公主又惊又怒 二哥真是太过分了 身为皇族淡出绑架之事 也就算了 绑架的居然还是祭司府的圣女 本公主这就去面圣 参她一本 这时三皇子却突然急急忙忙向外跑去 由于她实在是太重了 脚踩在地上都发出砰砰砰的巨响 这样的快速奔跑对她造成的负担也很重 但她却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二哥 你去哪 公主连忙问道 我去见父皇 要不然一切都晚了 胖子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公主倒是觉得如果绑架卓一凡两人的人是她二哥的话 那么 那么 两人的安全短时间内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 三皇子最担心的并不是卓一凡的安全 而是她二哥的安全 命惹燕罗王 不惹卓管家 这是从百家争鸣时期就流传的铁律 此时的三皇子爆发了以往从未见过的速度 他必须赶快向皇帝汇报此事 不然他二哥就完了 而与此同时 一道黄烟降临到二皇子的府上 黄烟过后 一个黄发黄眉的男人 将一男一女扔到了地上 二皇子见状 笑着夸赞道 不愧是黄风过处 无遗骨的黄眉老祖 就连令无数人头疼的卓管家都被你搞定了 黄眉老祖被二皇子夸得飘飘燃起来 二殿下过誉了 依我看来 这个什么卓管家不过是个孤名钓鱼之辈 老夫都还没有用出真本事 他就倒下了 老夫都觉得 愧对二皇子给我那么高的酬金了 这时 二皇子突然注意到 黄眉老祖一同带回来的那个女子 竟然是圣女云霜二皇子一时间呆住了 怎么 这个女人不能绑吗 黄眉老祖见二皇子面色异常 便问道 你做得非常好 本王在寄你一宫 多赏赐你几颗八品灵丹 二皇子感到又惊又喜 他连忙让黄眉老祖将云霜弄醒 他有事要问云霜 这又何难 黄眉老祖继续炫耀 他中了老夫的独门迷药 千年睡 解药只有老夫才有 若是没有这解药 他就得睡一辈子了 只见黄眉老祖掏出一个白色瓷瓶 放到了云霜鼻子前 不一会儿 云霜便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就看到了昏迷不醒的卓伊凡 他连声呼唤 希望能够唤醒对方 小姑娘 你别白费力气了 没有老夫的解药 这小子醒不过来的 黄眉老祖得意地说 而这时 二皇子开口了 云霜姑娘 不必害怕 你正在本王的府邸做客 非常安全 本王九幕姑娘圣女之名 只是碍于祭祀府规矩太多 不得败坏 今日姑娘光临 真令设下棚毙生辉啊 小王脸上也是欲有熔烟 把人强行绑来 还说是做客 此时的云霜非常恼怒 而二皇子却依旧平静 既然您来到这里做客 本王一定会以礼相待 但在这之前 本王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云霜问 听说圣女与大祭司一样 有一双能断命运的神眼 不知能否帮本王看一看 本王究竟有没有帝王之相 不可以 云霜立刻大声拒绝 云家有祖训 世代中立 不问世事 只就苍生 不管王侯 如果我此时给你断命 便违背了祖训 可你爷爷当年 不是也给帝王们的 黄埔青天批过命吗 二皇子不服气地问 那怎么能一样 当时的黄埔青天 并未成年 还不是真正的帝王之命 而你此时已然成年 若我这时给你断命 且真有龙相 那就是泄露天机 必定会赢得天下生灵涂炭的 没想到二皇子 还是不听劝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卓衣反 拔出剑来 指着他的脖子 我听说你和他关系很近 如果你不给我看下 我就砍了他 你们云家 不是有祖训拯救苍生吗 眼睁睁看着 如此一条鲜活的生命 即将逝去 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二皇子的声音中 透出浓浓的威胁 殿下 三思啊 一旁的侍卫劝道 他可是皇上清风的 天下第一大管家 放屁 二皇子发狂般地吼道 若是本皇子 真的能登陵大宝 天下第一大管家又算什么 接着 又面向云霜 快给我看下 他恶狠狠地说道 这时 爷爷的嘱咐 回荡在云霜的心头 卓管家是能逆天改命之人 事关天下苍生 卓管家一定不能有事 想到这 云霜咬咬牙下定了决心 好 我答应你 接着 他禀心灵神 看向了二皇子 眼睛里发出一道幽蓝的光芒 过了一会儿 云霜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你并没有帝王之相 我给你看向也不算泄露天机 此时的二皇子一脸的不可知性 圣女 你是不是看错了 要不你再看一次 二皇子声音颤抖地问 别白费力气了 云霜打破了他最后的幻想 你确实没有帝王之命 而且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走的这条路非常危险 趁早收手吧 不然你将万劫不复 然而 此时的二皇子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云霜的那一句 你没有帝王之相 突然 他的额头上青筋爆起 他猛地举起宝剑 砍向云霜 敢说我没有帝王之相 我批了你 云霜吓坏了 闭紧了双眼 然而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降临 原来 此时二皇子的宝剑 被一只金黄色的手臂接住了 不 那不能说是手臂 应该说是一条龙爪 卓伊凡的地龙爪 卓凡 这短短的两个字 二皇子却结结巴巴地说了好久 语气中充斥着惊恐与不可知性 请不到我就用绑架 你的胆子挺肥啊 卓伊凡看着二皇子 嘴角露出一丝猙獰的微笑 卓管家 你醒了 你没事了吗 云霜惊喜万分 那是当然 我说过 跟着我 你不会吃亏的 卓伊凡侧过头说道 怎么可能没有老夫的解药 你怎么可能醒过来 与二皇子同样不可知性的 还有黄梅老祖 别说你只是用迷药 你就是用毒药 也不能把老子怎么样 卓伊凡说着话 身上才散发出 强烈的能量波动 老子能走到今天 遇下七家都奈何我不得 尤其是你这种萧小 能够轻易放倒的 嘲讽完黄梅老祖 卓伊凡开始对二皇子发难了 老子之所以假装晕倒 就是想看看 是什么人敢对我动手 没想到是你这个二伙 只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老皇帝这么精明的人 怎么会有你这样 有勇无谋的儿子 既没有帝王之命 又如此的愚蠢 你真的是皇子吗 该不会不是轻生的吧 确定不是捡来的 不得不说 卓伊凡的嘴是真的毒 二皇子这下彻底破防了 来人 把他们给我拿下 黄梅老祖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这个狂妄之徒给我拿下 他大叫一声 这时 头铁的黄梅老祖又冲了上来 黄口小儿 目中无人 今天就让你尝尝 黄梅老祖的厉害 说完他对着卓伊凡 撒出一把黄烟 天魔大化绝 卓伊凡轻贺一声 然后 那股黄烟便诡异地消失了 我的千年睡呢 黄梅老祖惊恐地问道 被我吃了 卓伊凡依旧是笑着的 但这一抹笑容 在此时的黄梅老祖看来 却是如此的危险 这还怎么玩儿 我是玩毒的 他是炼体的 难道让我上去跟他肉搏吗 那我还有命活吗 想到这里 黄梅老祖只有一个念头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想到这儿 他化作一股黄烟腾空而起 殿下 山水有相逢 别忘了 你还欠老夫的二十颗丹药啊 黄梅老祖逃命时 还不忘记 向二皇子要好处 而此时的卓伊凡 双目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老家伙惹到他了 想走恐怕没那么容易 后会有期了 黄梅老祖化作黄烟腾空而起 然而 就在他将要飞走之时 一道巨大的灵力冲天而起 将他硬生生打了下来 得罪了老子还想走 卓伊凡一个瞬意 来到了倒地的黄梅老祖面前 掐住了他的脖子 卓管家 求您别杀我 这一切都是二皇子让我做的呀 黄梅老祖求饶了 我当然知道 他是主犯 你是从犯 你们谁也跑不了 吴伊凡的声音越来越冰冷 但黄梅老祖还是不想放弃 洛家刚刚崛起 想必正需要人才 老夫目前神照进八重 愿意投靠洛家 成为卓管家您的马前卒 效命于您 神照进八重 听起来不错 可惜你不够格 洛家的长老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贪生怕死 卓伊凡说完 毫不犹豫地将黄梅老祖灭杀 目睹了这一切的二皇子 此时早已体入筛康 卓管家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还请您给条活路 他哆哆嗦嗦地说 额头上的冷汗已经大滴大滴地往下掉了 卓伊凡也不说话 只是慢慢地靠近他 当卓伊凡的脸快要贴上二皇子的脸时 他猛然大叫一声 二皇子被吓得爹坐在地上 如果你还敢有下次 我保证你的下场会比他还惨 卓伊凡指的是黄梅老祖 这次看在你老爹的份上 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得收点利息 随后就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响声惊动了老皇帝那边 听音变味 他们知道这是二皇子府邸的方向 而且听着声爆炸就知道 能制造出这种爆炸的人 一定是高手 皇帝立刻派人前去查看 而同样听到爆炸的 还有幽冥谷谷主幽万山 此时此刻的他觉得非常解气 这小子终于被揍了 就凭他那愚蠢的性格 不被揍才怪呢 其实当初幽冥谷选择二皇子 作为合作对象 实属是迫不得已 太子心机太深 靠不住 三皇子掉耳郎当 在他们看来 也不是合适的人选 只有这个二皇子比较好掌控 而就现在这个局势 幽冥谷所能坐的 只有脚踏两只船了 他们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幽冥谷陷入如今的窘境 此时 二皇子的府邸 不 现在已经不能说府邸了 因为所谓的府邸 已经被卓伊凡诈评 不复存在了 二皇子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毫无反抗之力 想当皇帝吗 卓伊凡提着他的衣领 我要把你拉到街市上去 扒光了当众鞭吃 侮辱 然后游街示众 一个有这种经历的皇子 还会被选定为皇帝的继承人吗 皇帝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尊严 你的这段经历 无疑是有损皇家体面的 这样一来 你就注定与皇伟无缘了 除非整个皇室 就只剩下你一位合法继承人 听到这话 二皇子的脑子里灵光一闪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眼下最要紧的是 保住性命和爵位 求求你不要这么做 否则别说是皇帝 就连皇子我也当不成了 二皇子苦苦哀求着 看着眼前的景象 云霜似乎有点理解 爷爷为什么说 这位主管家 是可以霍乱天下的大魔头了 他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卓伊凡会对他说 自己只是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 不了解情况而已 此时 看这位主管家的手段 他真的有那个能力 让天下生灵涂炭 云霜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引导这座主管家 将他引入正途 这时 永明公主和三皇子 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他们是来为自家二哥求情的 兄弟 饶我二哥一命吧 胖子擦着汗 请求道 胖子 你倒是挺重兄弟情义啊 卓伊凡调侃了一句 但你二哥惹到了我 我如果不把他拉到闹市上 游接失重 还不知道有多少无知小辈 想要算计我 卓兄说得对 这世上的确有些人欠教训 但他毕竟是我二哥 就当是给我个面子 饶了他这一次吧 胖子再次请求说 这时 永明公主也搭枪了 是啊 这件事的确是我们二哥有错在先 可是你看你都把他打成这样了 王府也让你给平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听到永明公主说这番话 胖子敏锐地察觉到 这几句话表面上看 是在为二哥求情 实际上则是完全站在了卓伊凡这一边 果然 女大不中流啊 胖子感叹一声 好吧 看在你们俩的面子上 这次我就饶了他 面对两人的求情 卓伊凡答应了 不过这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胖子和永明公主 各欠他一个人情 我们只有一个二哥 为他求情 欠你一个人情就够了 为什么是两个呢 胖子疑惑不解 谁叫你们两个同时向我求情呢 我答应的是你们两个人 自然 你们得签下我两份人情啊 听到卓伊凡这一番抢词夺理 胖子心中对他的评价只有四个字 贪得无厌 但他们必须答应 因为这毕竟事关他们的二哥 卓伊凡向众人告辞 准备带着云霜返回昌平王府了 其实卓伊凡早就看出 胖子突然出现 是为了打断他与二皇子的谈话 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一武夺权的种子 已经埋在了二皇子的心底 卓伊凡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时 永宁公主凑了过来 我和双儿是很好的闺蜜 许久未见了 打算和她聚一聚 况且经历过这次事情 她一定受到了惊吓 很需要朋友的陪伴 永宁 其实我没有 云霜刚想说自己没事 却被永宁公主一把捂住了嘴巴 对于永宁公主的这一番说辞 别说卓伊凡了 就连胖子都不信 作为永宁公主的亲哥哥 胖子早就看出永宁公主 就是想去祭司府玩 你要去就去吧 我可管不着你 但父皇怪罪下来 我可不帮你背锅 胖子无奈地说了一句 各位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双儿姑娘不是回祭司府 而是跟我回平昌王府 兄妹俩听到这个消息 都非常惊讶 在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 胖子对云霜说 云姑娘想拯救天下苍生的心愿 在下深感钦佩 但是这卓伊凡的性格 可不仅仅是偏误那么简单 接下来 胖子用了一系列形容词 夸赞卓伊凡 比如十恶不赦 恶中之首 恶冠满英 听到胖子形容自己的词后 卓伊凡表示不服 我什么时候 成十恶不赦的人了 无所谓了 反正你不在乎名誉 胖子毫不留情地反驳道 此时的卓伊凡只想表示 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我竟无法反驳 那我就更给跟着他 时时刻刻保护他 永宁公主说 其实 对于永宁公主 也想去平昌王府这件事 卓伊凡是不反对的 那毕竟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带着她也许会有很大的用处 于是 卓伊凡带着两个女孩 辞别了胖子 回到了平昌王府 他让骆云上安排两女住下 自己就去闭关了 骆云上听说 云霜有一双神眼 可以预测未来 便请他帮忙看看自己的姻缘 云霜并没有拒绝 禀惜宁神 向骆云上看去 这一看 却发现对方的姻缘线断了 原来 骆云上的姻缘虽然不是太好 但是早该到了 你的姻缘我看不了 云霜如实回答 按理来说 你的姻缘八年前就该到了 但卓管家是逆天改命之人 八年前应该是他做的某件事情 斩断了你原有的姻缘线 听到这里 骆云上没有一点悲伤 反而问道 他破坏了我的姻缘 是不是该对我负责任呢 应该要负点责任吧 云霜不确定地说 太好了 谢谢你 骆云上此时高兴不已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他喜欢卓伊凡 懂得都懂 永明看到这种情况 也缠着云霜问他的姻缘 有人欢喜有人愁 与此同时 在一间昏乱的牢房里 大祭司云玄机被束缚住手脚 此时的他被人打得遍体鳞伤 大祭司你越界了 暗处一个声音悠悠地说 云家拯救苍生 从未越界 是您越界了 云玄机颤颤巍巍地说 关于那件事 你告诉了多少人 包括卓伊凡 躲在暗处的身影又问道 这件事风险太大 还不宜公之于众 老夫不会做涂炭生灵的事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黑影毫不犹豫地将云玄机杀死 很好 只有这样游戏才能接着玩 黑影如实说 与此同时 卓伊凡闭关的密室里 他正清点着太子送来的宝物 感叹一句 不愧是太子 好东西就是多 但在如此众多的东西里 卓伊凡最喜欢的 还是那对蓝色的翅膀 看起来接下来又要练体了 不过 比起的龙爪和麒麟臂 带来的痛楚 这对翅膀算不得什么 卓伊凡盘息而坐 不知过了多久 他紧闭的双眼 猛然睁开了 练体成功了 现在的他 天玄境三重修为 加上七级灵兽的翅膀 翅膀散发的光芒 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护盾 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更令他感到惊喜的是 他的空明神童 突破到了第三重 这大概是因为 两种神童的原理 是一曲同工的缘故吧 这时的卓伊凡觉得 就算面对反虚境高手 他也有一战之力 此时的他 春风得意 战意盎然 走出闭关的密室 他大喊一声 谁敢与我一战 这时只听一个脆声声的声音 在他旁边喊道 卓管家万恶皆由暴力而起 您不该如此暴躁 此时的卓伊凡很惊讶 难道云霜的天眼 连自己什么时候出关 都可以预测吗 听到卓伊凡的疑问 云霜笑了笑 也许吧 不过看不出你的 我是在这里等候了三天三夜 才等到你出关的 云霜实话实说 用毛巾敷一下脸吧 这样可以帮助你平复情绪 说着 云霜递上了一块毛巾 卓伊凡愣愣地接过 甚至还说了一声谢谢 但在这之后 他发现剧情有些不对 等等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是您的婢女 当然要贴身服侍你 劝你向善 说着 云霜掏出一本三字经 人之初 性本善 这教人向善的书籍 你应该好好学一学 说着就要把书递给卓伊凡 卓伊凡伸手猛地打掉 云霜手里的书 云姑娘 我把你留在身边 不是让你来服侍我的 而是让你帮我探查天机的 只要我知道 那些家族未来的动向 凭你的眼睛和我的头脑 我们完全可以掌控全局 卓伊凡说道 随后 他又问云霜 那几大家族最近有什么动向 可是云霜压根儿就没有看过 在他眼里 卓伊凡此时还是一个偏无之人 他担心 如果对方知晓了这些秘密 会对天下不利 所以他决定 在卓伊凡彻底欺恶从善之前 他不会再为对方预言 那么你可以滚了 此时的卓伊凡很生气 如果你什么都不能为我做 我留你在身边 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在卓伊凡还想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洛云上和永宁公主赶了过来 他们都在维护云霜 甚至因此责备起卓伊凡 永宁公主甚至威胁说 他要告诉皇帝打卓伊凡的板子 而卓伊凡则是用二皇子的事来堵他的嘴 二哥的事情已经处理妥当了 要不是因为此次二哥有错在先 父皇可没那么轻易饶过你 永宁公主依旧傲娇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胖子给二皇子求情 其实是在给老皇帝一个台阶下 老皇帝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儿子 而放弃整盘旗呢 卓伊凡略带嘲讽地说道 但卓伊凡的想法并不会因为他们而改变 云姑娘 他继续对云霜说 你爷爷把你交给我时 说了很多话 但我只记住了一句 你是有用的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为我提供帮助的人 而不是一个管家婆 如果我需要管家婆的话 这里就已经有一个了 卓伊凡看向骆云上的方向 骆云上瞬间羞红了脸 他叫我管家婆 那岂不是 骆云上的脑子里瞬间脑补了许多爱情片段 可是此时的云霜却没有心思想那些 卓伊凡的责备 使他备受打击 转身就跑 当他跑到门外时 宁家的一个小仆人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与他撞了的满怀 小仆人向云霜报告了云玄机的死讯 云霜当场崩溃了 发了风势地招云家的方向跑去 卓伊凡也很惊讶 云家身为天语王朝四主国之三 实力强大 居然还有人敢绑架云家家主 卓伊凡立刻叫上历经天等人前往云家查看 此时的云玄机死状凄惨 身上多处受伤 两只眼睛被人挖了 云霜此时正伏在爷爷的尸体上悲伤哭泣 对于这件事 你怎么看 卓伊凡偏过了头 看着一个方向 轻轻地问道 云家在天语 德高望重 又是天语四主国之三 是什么人敢对云家大祭司下手 历经天很吃惊 历经天和仇严海看到云玄机的情况 判断出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老爷子应该是被人杀死后再送回来的 看到老爷子的双眼被挖出 仇严海判断 凶手杀死云玄机 应该是为了他那双能看破天机的眼睛 如果是为了他的眼睛 那些人很久之前就可以动手了 又何必等到今天 此时的卓伊凡想起当日云玄机 把云霜托付给他的情形 如今看来 那时的云玄机像是在脱钩 卓伊凡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你们都是老江湖了 讨论了半天 有什么结果 双儿的爷爷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落云上和永明公主有些等不及了 现在京城鱼龙混杂 我们怎么会知道是谁杀了他 卓伊凡无奈地回答 都怪我 我以为爷爷能看破天机 从未给他看过命述 要是我能早一点给他看 或许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云霜依旧在抱着爷爷的尸体哭泣 云姑娘请节哀 卓伊凡安慰道 时至今日 我才明白 大祭司当时对我说那番话的含义 也许大祭司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但未救天下苍生 甘心赴死 此乃舍身取义也 如此壮举 卓某深感钦佩 我会遵守承诺 照顾好云家一门 说完 看向了落云上 这位落家大小姐也立刻点头答应 卓管家 对不起 云霜真诚地道歉 我之前以为您是大奸巨恶之人 但现在看来 你并不是个坏人 你是第一个说我不是坏人的人 卓伊凡自嘲了一句 接着分析道 现如今 京城局势错综复杂 云家群龙无首 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家族的炮灰 我的建议是云家一族举家 迁往落家的黑风山 云霜自然是听从卓伊凡安排 但他担心的是 云家全族迁徙声势浩大 必定会惊动皇帝 这样一来 云家恐怕不容易脱身 放心吧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卓伊凡自信一笑 将皇帝赐给他的紫金披风 拿了出来 然后叫过 历经天 历老 你拿我这件披风 护送云家人出城 到达安全地带后 再派一人向皇帝汇报这里的情况 历经天接过披风 悄悄对卓伊凡传言道 卓管家 你为何如此关心云家的事情 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圣女了 滚 老子没那么龌龊 卓伊凡传言回道 云家每一代都会出一位 能看破命运的祭司 如今 云家落难 趁此机会收服他们 对我们的将来很有帮助 这一点难道你看不出来 卓管家 高 您这招实在是高 这是前人灾数 后人成梁了 历经天发自内心地夸赞道 放屁 这叫他们在前面打枪 我们在后面抢梁 此时的卓伊凡 颇有几分李团长的味道 要是幕后黑手 知道他的做法 无意之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他估计得气疯了吧 听到这话 历经天吃了一惊 难道你已经知道 幕后黑手是谁了吗 卓伊凡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不可说 不可说 不说出来菜有的玩吗 而此时的皇城内 老皇帝也得知了云玄机 被人杀死的事情 他看起来非常愤怒 是啊 开国功臣 德高望重的长者被杀了 而且还是在天子脚下被人杀死的 做皇帝的要是不发怒 反而不合理了 老皇帝立即命令独孤占天封锁城门 严密盘查 独孤占天领命而去 不一会儿 身处济司府的卓伊凡的人 便听到了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 从皇城传了过来 这马蹄声还挺好听的 卓伊凡悠然自得地笑道 唯恐天下不乱 永宁公主有些恼怒地说了一句 是啊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乱起来才好呢 要是不乱 我怎么从中取巧啊 卓伊凡的脸上笑容依旧 终于乱起来了 皇城的水终于浑了 终于不再像以前一样 是一滩死水了 锁龙城 帝王门 皇浦天元接到老皇帝的圣旨 要他去皇城京殿接受问话 而此时的京殿之上 老皇帝高坐龙椅 正在大发雷霆 今天到场的 不是达官显贵 就是名流望族 对于大祭司之死 你们有何看法 这时 老元帅独孤占天站了出来 陛下 微臣认为 祭司府虽然少有侍卫 但大祭司本人 乃天玄境巅峰高手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带走 并严行拷打 这绝非一事 除了皇室之外 能做到此事的恐怕只有 独孤占天说到这里 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但是他的眼神 看似不经意地 飘了一眼皇浦天元 皇浦天元 哪能不知道真一眼蕴含的意思 独孤老元帅 是怀疑此事和我遇下八家有关吗 冷无常开口问道 但你别忘了 天宇内的顶尖势力 除了我们遇下八家之外 还有你们四柱 尤其是排在前两位的 冷无常这话 明显是在针对独孤占天 独孤占天 虽然性格直爽 却也听得明白这话的意思 立刻就火了 你是怀疑这件事 与老夫有关吗 大祭司当年对老夫 有之与之恩 我怎么会做这种忘恩负义之事 独孤占天说完 甚至用独孤大军的名誉 向皇帝保证 此事与他无关 老元帅 不要着急嘛 我说这话并非是有意针对你 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拓宽调查范围 以免被凶手钻了空子逍遥法外 冷无常的话 看似是安慰 语气里却带着一丝激讽 看到独孤占天还在执意要查出凶手 冷无常暗叹一声 这老家伙征战杀场是一把好手 但要论到权谋斗争 却神经大条得很 能杀大祭司之人 是他能够查得出来的吗 那幕后之人显然是要以此事为奇迹 将各方势力牵扯进来 然后齐聚一堂 各个击破啊 冷无常感觉到 这背后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一切 这种感觉令他阴阴有一丝不安 好了 老皇帝大喝一声 对大祭司下手的确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也不能因此怀疑在场的各位贵胄 老皇帝做完总结 又把目光转向了云玄机的孙女云霜 云霜姑娘大祭司身前最后见的人是谁 老皇帝问道 云霜看了一眼卓一帆 见对方点头后 便如实并报道 爷爷最后见的人是洛家大管家 卓一帆 卓一帆 满朝文武听到这个名字时 开始议论纷纷 以卓一帆的武力 要做到上述几点是很容易的 莫非是他与大祭司发生头脚 一怒之下 杀害了大祭司吗 这是皇帝叫了一声卓一帆的名字 问道 是你吗 陛下 这话是什么意思 卓一帆反问道 如果您问的是大祭司生前 最后见的是不是我 那我的回答是 是 但如果您问的是 是不是我杀死了大祭司 那么我可以告诉您 肯定不是我 我的证人有很多 当日 我与大祭司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临行前 大祭司让云霜姑娘到我洛家小住几日 我是和云霜姑娘一起离开的 他可以做我的第一个证人 而我的第二个证人就是二皇子了 卓一帆话音刚落 便被老皇帝及时打断了 皇帝明白 卓一帆这是要用二皇子的事来堵他的嘴 这招确实奏效了 老皇帝暗自叹息 以卓凡的狡诈 恐怕皇城也被他拉入了这滩浑水之中了 想到这里 老皇帝叹了一口气 卓管家才干卓越 光明磊落 朕相信他不会干出如此卑鄙之事 接着 老皇帝又问卓一帆 大祭司生前还见过什么人 卓一帆就将自己听到的 黄埔天元与云玄机发生争执的事情 告诉了皇帝 当时 黄埔门主极其愤怒 与大祭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双方不欢而散 黄埔门主和冷无常转身出门 然后就遇到了我 又在门口和我吵了一顿 黄埔天元听到卓一帆的话 还以为这小子要陷害他们 老皇帝此时却很兴奋 这家伙终于说了句人话了 好了 这都不重要了 老皇帝开口道 可是还没等他继续说 他的话就被诸葛长风打断了 不必吓 这很重要 当时 黄埔天元他们和大祭司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不知道门外有人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想对大祭司动手 一如反掌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想杀大祭司 凶手不是他们 老皇帝见自己的计划破产 脸色阴沉的可怕 所有人回府内待命 没有 甚至一律不许出城 说完这句话后 老皇帝便宣布散朝 离开了皇城 走在大街上时 冷无常突然从后面叫住了卓伊凡 卓伊凡让洛云上等人先回去 自己的留了下来 冷无常对于卓伊凡的出言相助 表示感谢 卓伊凡却说 眼下这个局势需要他们共存 所以 他这并不只是单纯地在帮帝王们 这是两人都明白的道理 这时 诸葛长丰也加入了两人的聊天 在朝堂之上 诸葛长丰早已看出 卓伊凡是想帮助帝王们脱身 所以才做了个顺水人情 触言相助的 三个人都是聪明人 他们明白老皇帝这个举动的目的 就是要借机除掉洛家和帝王们 能将两家同时法办最好 若是不能 只要两家中的一家坐实了 杀害大祭司的罪名 老皇帝也会让另一家负责脚灭 等两家斗个两败修伤时 老皇帝就会借助朝堂上的力量 将两家彻底剿灭 冷无常不禁感叹 如果他们三个人联手 就算皇帝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是可惜 他们终究是敌人 这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卓伊凡笑道 长言道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人生在世 总要有那么一两个竞争对手 才不会觉得无聊 卓伊凡说完 三人相视而笑 对于杀害大祭司的凶手 他们也早已经有了猜测 天与隐位的统领 四驻国排行第四 只属于皇帝的鬼王 来无影去无踪 除了皇帝 世上没人见过他真正的样子 这时云霜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他预感到 正在迁徙的云家会遇到危险 圣女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他的预测不会错 诸葛长风提醒了一句 于是 卓伊凡立刻打算过去支援 他将云霜 拜托给了冷无常和诸葛长风 城门都被封锁了 卓管家打算怎么出去 闯出去嘛 冷无常问卓伊凡 卓伊凡自然看透了冷无常的想法 如果他硬闯出城 难免会被皇帝抓住把柄 从而连累到洛家 而冷无常也完全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 总之 如果硬闯出城 无论是对卓伊凡还是对洛家 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但卓伊凡又岂能让冷无常如愿 只见他双脚移动地面腾空而起 化作一道金光 一眨眼就不见了 这是我管家当真是位奇人 既然拥有这等诡异的神通 冷无常情不自禁地说道 那是自然 否则你又怎么会败给他那么多次 诸葛长风调侃了一句 这无疑戳中了冷无常的痛处 从他脸上凸起的青筋和紧紧捏着的拳头 可以看出 此刻的他正在强忍着怒气 将云霜护送到洛府门前 诸葛长风和冷无常转身告辞 只是冷无常问了云霜一句 大祭司的后事如何安排 承蒙陛下赏赐 爷爷将以国里葬之 云霜如是说道 这是应该的 冷无常回答 但看着仇人在自己的葬礼上 惺惺作态 大祭司于九泉之下 还能明目吗 冷无常突然说了一句 听到仇人两个字 云霜立刻激动起来 冷先生 您刚才说什么 他立即追问道 哦 我没说什么 您就当是听错了吧 冷无常故意做出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可是我明明听到您说仇人了 您知道是谁杀死了爷爷 对不对 请您告诉我吧 好不好 云霜更激动了 抱歉 云姑娘 我真的不能说 如果您真想知道的话 就请去问卓管家吧 卓管家 难道他早就知道了 杀死爷爷仇人是谁了吗 看着冷无常离去的背影 云霜陷入了沉思 冷先生 你这么做可不地道啊 冷无常与云霜的对话 诸葛长风都听到了 卓管家刚暗中帮助了你们 替你们解了围 你就急着给他制造了一个麻烦 以云家和洛家现在的关系 云家要是闹起来 洛家也脱不了关系 诸葛丞相此言诧异 卓凡也说过 我们只是互保 他与我们并没有什么恩惠 我们终究还是仇人 若是换作他是我 恐怕他会做得比我还狠 而且京城这滩死水总要有人搅动 我们都不想做这个出头鸟 可现在有人搅动了这滩死水 这正是我们大有作为的时候 冷无常回答 诸葛长风哼了一声 并没有接他的话 与此同时 皇城外的一处山林 云家人正在洛家长老的护送下 进行迁徙 突然 众人的身后红光乍现 洛家一众长老面露兴奋之色 走了这么久了 终于有人来了 当他们细看来人时 发现这是一群 戴着恶魔面具的黑衣人 历经天毕竟经验丰富 境界也是众长老中最高的 他看出这伙人的不同寻常之处 立刻出言提醒 大家小心 他们虽然只有天玄境 但都很诡异 水火双尊却并不在意 诡异又如何 毕竟只有天玄境 他们不相信这世上 还有第二个卓一凡 想到这里 他们猛地朝那对人马冲了过去 那群人中有人看到他们 立刻出言提醒 大家小心 是洛家的水火双尊 正是老娘 血清剑怒吼一声 率先向那伙人发动了攻击 一击之下 瞬间就将一大片黑衣人 冻成了冰雕 血清渐渐此情况 得意地哈哈狂笑着 球眼海也不甘示弱 一时间 那火人陷入了冰火 两重天的境地 不出意外的 第一轮攻击过后 那对人马立刻倒下大半 有的人甚至肢体都被轰碎了 老夫真是眼光独到 一眼就看出 他们只是虚张声势 球眼海更加得意了 血清剑也好不到哪去 一直在嘲讽 那对人马境界太低 还嘲笑丽惊天太警小慎威了 还没个女人胆子大 两人继续在黑衣人的上空 狂轰乱炸 看到两人的战斗如此轻松 丽惊天的心中也闪过一丝疑惑 他分明地感觉到 这火人很不简单 怎么会如此地不堪一击呢 事实证明 丽惊天的担心 不是毫无道理的 可是让水火双尊 感到吃惊的是 他们的攻击 对那火人似乎并不奏效 即使是被轰成碎片 他们也能快速地 将躯体重组 水火双尊不过如此 那对人马中的一个 队长模样的人嘲讽到 水火双尊哪里忍受得了 这样的挑衅 居然敢嘲笑姑奶奶 血清剑彻底被激怒了 立刻加大了攻势 冰火双尊化作了 一个巨大的冰球 和一个巨大的火球 猛地向敌人冲了过去 碰撞之间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可是这一次 他们不仅没能伤到对方 自己反而差点被对方打伤了 在又一次 堵过了恶魔人的攻击之后 冰火双尊和敌人迅速拉开了距离 两人望向了 还在天空观察的历经天 历老头 你还在干嘛 快来帮忙啊 此时的历经天 已经看出了点门道 立刻出言提醒道 他们没有尸体 快用元神攻击 水火双尊一眼而行 摒弃宁神 看向了向他们 飞扑过来的敌人 红蓝两色的 光芒从他们的眼睛里 抒发出来 对恶魔人发动了元神攻击 哼 他们大叫一声 一道无形的力量将飞扑过来的恶魔人 震得退了回去 可一击之下 他们更加吃惊了 一老娘神兆八重进元神 居然只是击退了他们 连个被震晕的都没有 血清剑惊讶地说 然而 他们不知道 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先前一直是他们在向恶魔人发动攻击 现在恶魔人要反击了 列阵 恶魔人队长大喊一声 随即 就见恶魔人队伍中 血红色的能量再次冲天而起 形成了一道道红色龙卷风 发出呼呼的巨大响声 而每一个龙卷风的中央 都有一个恶魔人 历经天一见这种情况 立刻面如土色 因为他知道 恶魔人此时使用的阵法 叫合击阵术 不错 正是针对你们神召进高手的合击阵术 一个恶魔人得意地说道 受死吧 话音刚落 他们便发动了攻击 这一次 元神攻击不管用了 水火双尊的元神 还没碰到那群恶魔人 就被莫名其妙地弹了回来 不仅如此 暗红色的龙卷风 开始从四面八方 向几位长老逼近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诡异 水火双尊彻底慌了 这群诡异的恶魔人 所使用的阵法 居然连元神攻击都能弹飞 他们享用生死绝 但是 能量或者法术的攻击 对这群恶魔人 根本就没有用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丽惊天出手了 哦 不应该是出声吗 他一个瞬移 挡在了水火双尊的面前 丽老头 你想干什么 水火双尊 惊疑不定地问 当然是叫这群 嚣张的家伙 闭嘴 丽惊天邪恶地笑了几声 然后对着那群恶魔人 大吼一声 这是一种阴波攻击 而且专门针对元神造成伤害 这正是 魔杀三世的第三招 幽龙鬼鹰 一道道金色的能量声波 冲散了红色的能量阵 席卷了恶魔人的阵营 恶魔人们顿时发出了 鬼哭狼嚎的惨叫 这一击使恶魔人十分痛苦 打乱了恶魔人的阵势 恶魔人们认出 这是专门针对元神的武技 还有谁 丽惊天狂笑着 冲敌人的阵营大叫道 恶魔人们显然对 丽惊天的武技有所忌惮 他们被逼得连连后退 大家小心 这是专门针对元神的攻击武技 头领模样的恶魔人提醒道 可以啊 立老头 没想到你连攻击元神的武技都会 平时也没见你用过啊 水火双尊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羡慕吧 正所谓一物降一物 刚入落家时 卓管家给每个人都赐下了武技 老夫对你们的生死诀 也是眼红多时 老夫这门武技 虽然是属于阴波攻击 但却归在炼体内武技之中 你们夫妇二人 专攻水火交融之术 就算给你们这门武技 你们也炼不了啊 就像我炼不了你们的生死诀一样 历经天向水火 双尊解释道 听到这话 水火双尊也没有在追问什么 而是对历经天说道 这里只有你能对付他们 我们给你压阵 你速战速决 没问题 历经天骄傲地说道 浑身上下内力翻涌 随时准备再次发动进攻 然而这时 天空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无知小辈 只是掌握了些雕虫小技而已 别太狂妄了 听到这句话 历经天猛地一惊 历经天等人 定睛一看 只见那群恶魔人上方的空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漩涡 声音就是从漩涡里传出来的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根急速落下的巨大铁链 铁链的末端 是一个漆黑如墨的铁球 铁链下落的速度极快 历经天慌忙躲闪 那铁链重重地砸在地上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碎石和灰尘满天飞扬 好强的威压 历经天感叹一句 这人的实力可不是先前那些恶魔人所能比的 可是天罡狂尊又岂是窃战之辈 他大吼一声 便掌尾爪 磨煞三世中的鬼龙爪武器发动 向着再次抽打过来的铁链轰了过去 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地上泛起滚鬼烟尘 水火双尊紧张地注视着战斗结果 烟尘散去后 只见丽惊天捂着胸口 不断地咳嗽着 鲜血从他的嘴角渗了出来 他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显然是受了不轻的内伤 丽老头 水火双尊紧张地大叫一声 而这时一直隐藏在漩涡里的身影 也降落到了地上 那是一个同样头戴恶魔面具 却异常魁梧的男子 而其他恶魔人一见到他 口称统领 统领恕罪 属下那么长时间还没有拿下敌人 先前一直在指挥战斗的恶魔人说道 这不怪你们 这次的敌人确实很棘手 难怪你们请老夫出手 魁梧的恶魔人说完 将目光转向了刚才与他过招的丽惊天 却发现对方已经将铁链拿开 慢慢地站了起来 恶魔人统领似乎有些吃惊 你很不错 接老夫一招还能喘气的 已经很少有了 恶魔人统领语气狂傲 丽惊天听到这话 也是一笑 你这么说 未免太狂妄了吧 你实力虽然很强 但终究还没有突破话虚境吧 同为神照镜巅峰 想要一招击杀老夫 普天之下 恐怕还找不出这样的人来 历经天 浑身上下再次喷涌出一股强大的灵力 全身的骨节也在咔咔作响 此时的他 看上去依旧强横 但他此时的情况 他自己最清楚 刚才他完全是强撑着接下对方一击 倘若稍有不慎 他这条老命就交代在这里了 这时 恶魔人统领又说话了 小辈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有意在回避这个问题 即使是同一境界 因为天赋的不同实力也会天差地别 就比如你们的卓大管家 以区区天玄三重境界 就能对抗三大神照进高手 这等天赋当真令人羡慕 这倒让老夫想起了当年的一个老对手 如果有机会 我还真想见一见他 这时 恶魔人头领画风一转 我并不想那么早就与你们落家开战 现在请你们让开 我要把云家人带走 恶魔人头领话音刚落 水火双尊便又冲了上来 不可能 他们同时喊道 并且快速地向恶魔人头领发起了进攻 要是那么轻易地让你把人抢走 以后我们的脸往哪个 这一次进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恶魔人头领根本反应不过来 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招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滩黑泥 烟尘散去 就在水火双尊以为一击成功之时 却发现恶魔人首领的手下们 对于自家首领遭到攻击这件事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面色异常平静 他们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 落家的武技果然神奇 实乃老夫平生紧见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恶魔人首领的声音传了过来 其实这样的攻击恶魔人首领根本就不怕 他的躯体不一会儿就重组完成 现在的老夫半人半鬼 这样的攻击是根本伤不到我的 他快速地挥动铁链 缠住了水火双尊 水火双尊甚至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 就被狠狠地甩飞了出去 这一击伤害极大 只打得两人口吐鲜血 我说过我本不想与你们开战 是你们自己找死 就不要怪我了 说完 他再次挥动铁链 向倒地不起的两人冲了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历经天拖着重伤的身躯 再一次挡在了水火双尊的前面 魔龙三世第一魔龙冲天发动 再一次与恶魔人头领的铁链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历老头 水火双尊 尸声惊叫 你们两夫妻 老夫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历经天说完 口中鲜血狂勇 身体也无力地跪了下去 看不出你们三兄弟 倒是情意深厚啊 那我就送你们到地狱去做伴吧 既然你想救他们 那我就先宰了你 恶魔人首领看着历经天 再一次挥动铁链 历经天望着近在直屎的敌人 心中感到万般凄楚与不甘 想不到老子堂堂天罡狂尊 今天竟然要窝囊地死在这里 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此时 恶魔人首领的铁链 已经再次抽打过来 历经天闭上了眼睛 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恶魔人首领的脸上露出了猙獰的微笑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历经天惨死的样子 就在这时 奇迹出现了 一股庞大的紫色能量将铁链击飞回去 黑鬼 看来你以前没少遭到兄弟的背叛啊 是 恶魔人首领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 发出一句完整的疑问 就看见自己的锁链 快速地朝自己飞来 好在他经验丰富 实力也很强 危急时刻运起内力 用手狠狠地一推 将锁链推到了旁边的空地上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铁链砸在山石路上 溅起一阵阵火花 好在他经验丰富 果然男主都是要到最后才登场的 我们的卓大管家在众人最危险的时候 终于姗姗来迟 啊 不是 及时地赶到了 刚刚正是他用麒麟臂打飞了那条锁链 利老 怎么被搞得这么惨 这是什么鬼东西 卓管家 死人诡异 你要千万小心 身体能在虚与时之间自由转换 普通的武器对他根本没用 只有攻击他的元神 哦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了 利老 辛苦你们了 你们赶紧休息吧 接下来交给我们 卓一凡这边正在慰问部下 恶魔人那边 却在为自己的统领加油鼓劲 统领是不会输的 统领是无敌的 这些恶魔人 似乎很擅长搞对首领的个人崇拜 就像是被洗脑了似的 那小丫头看得还真准 我还以为 有利老这样的高手在 这次的护送是万无一失了 没想到对方竟然派了你这样的真正的高手 看来他们是很不希望云家人落到我们手里啊 卓一凡对那黑鬼统领说道 云家对于未来的每一方势力都至关重要 怎么可能让你们一家独吞 黑鬼统领解释了一句 随后 他又对卓一凡的实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你刚才那一记的怪力 到时让我想到了一个当年的老对手 黑鬼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回忆的神色 哦 那当年你是输了还是赢了 要是你输了 那你今天就走不了了 卓一凡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狂妄的小东西 当年老夫是输了 但以你现在的实力 想赢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黑鬼统领 话音刚落 他的铁链便猛地向卓一凡的左边 攻了过来 卓一凡看到他的攻击 按摩一声老狐狸 知道老子右臂厉害 就来攻击左臂是吧 今天不把你打得万朵桃花开 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想到这儿 卓一凡一伸左手 金黄色的地龙爪显现出来 将黑鬼的铁链直接抓到了手里 地龙爪 黑鬼大吃一惊 还没等他想明白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一只龙爪 只听卓一凡大叫一声 你给老子过来吧 然后左手猛的一用力 石金儿把铁链一扯 猛的就把黑鬼拉离了地面 此时的黑鬼身子悬在半空 根本就没法借力 卓一凡再把铁链猛的一甩 黑鬼直接就被甩飞了出去 然后狠狠地砸进了地面 是的 地面被黑鬼砸出了一个大坑 不一会儿 一缕红烟从大坑里飘了上来 在一旁休息的力 今天看出 这是黑鬼的功法 连忙提醒卓一凡 攻击他的元神 老子知道 卓一凡答应一声 然后他对着那缕红烟 用出了与力今天相同的招式 幽龙鬼影 但与力今天不同的是 卓一凡在使用这招的同时 又加入了一门新的武技 紫雷乍天 就这样 紫色地带着雷电的强大音波 狠狠地轰向了黑鬼变作的红烟 黑鬼顿时发出了鬼哭狼嚎的惨叫 当他好不容易落到地上 现出本体时 他似乎已经连身体的基本形态 都无法维持了 身体的某些部分 像巧克力一样 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他双手撑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站在一旁的他的部下 都吓傻了 就这样直愣愣地站着 这时只听见 卓一凡的声音传了过来 黑鬼 现在知道老子和你的老对手 哪个厉害了吧 天地万物 一物降一物 别以为你变成这种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老子就奈何不了你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老子一清二楚 区区一个灵魁 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敢在老子面前嚣张 当黑鬼听到卓一凡 交迫了自己的身份 显得很吃惊 他这门秘法 已经失传了几百年了 怎么会有人认识呢 老子就是如此渊博 卓一凡骄傲地回答道 若是你已进入话虚境 老子说不定 还真没那个能力和你一战 但现在 对于像你们这种 没有实体的东西 老子有的是办法 整死你们 在老子面前装烦 还做了老子的人 你们就别想活着回去了 卓一凡说完 眼睛里泛出阵阵金光 就连同人也变成了金色 空明神童第三重 幻空发动 黑鬼只是看了卓一凡的眼睛一眼 下一刻 他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幻境之中 这是幻阵 黑鬼反应过来 但他不明白 卓一凡是什么时候布下幻阵的 但黑鬼的这些疑问 对于卓一凡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认为这不是黑鬼需要知道的东西 你们把自己炼成了人魁 也算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虽然你们可以在虚语时之间自由转化 但如此一来 你们便没有了肉体 原神也失去了最后的庇护所 真的很容易魂飞魄散啊 直到这时 黑鬼才注意到 卓一凡已经不知什么时候绕到了他的后方 卓一凡凡凭空拿出一把宝剑 狠狠地刺进了黑鬼的胸口 你们的原神对事物的感知比常人敏感百倍 卓一凡继续说 这在平时或许是一种优势 但当你们遭受痛苦时 这优势也就变成了劣势 黑鬼突然被卓一凡刺了一剑 疼得哇哇惨叫起来 此时的黑鬼依旧保持着双手撑地的姿势 怎么样 要不要再来一下 卓一凡的语气中带着戏剑 黑鬼听到这话 又见卓一凡已经向自己抛出了宝剑 赶忙躲闪 可是他根本躲不掉 我看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卓一凡接着说 想必你已经发现了 这里是幻境 但你们灵魁最薄弱的地方就在此处 在幻境和现实中转换 没有实体的 你们显然比常人更加脆弱 幻境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只有痛苦是真的 当你们承受不住痛苦之时 也就是你们魂飞魄散之日 而且这里的时间流速和外界是不同的 别看我已经折磨了你好一会儿 外界恐怕连一息的时间都没有过 此时 在黑鬼的视角里 卓一凡身边悬浮着成千上万把宝剑 而下一刻 这些所有的宝剑 无一例外地全部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黑鬼再次发出惨叫 在他的认知里 自己正在遭受万简穿心之苦 可是在历经天的人的视角里 卓管家只是一直盯着那黑鬼 就把他弄得痛苦不堪 还有他那帮手下 看起来也是非常痛苦的样子 卓管家就是卓管家 一个眼神就拥有让敌人痛不欲生的能力 水火双尊经不住感叹道 历经天看着卓一凡的背影 感慨万千 曾经 卓一凡是要靠他们来保护的 而现在 他们和卓一凡的角色互换了 是卓一凡在保护他们 短短的时间内 竟突破到如此境界 卓一凡此人的天赋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们和卓一凡 已经不是同一个境界的人了 在他们眼里 卓一凡此时是十分强大的 可是卓一凡此时的状况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看着还在苦苦支撑的黑鬼 和他的部下们 不禁在心里暗自吐筹 这群灵魁的生命力 怎么会这么强 要知道为了维持这个幻境 卓一凡已经消耗了 大量的精神力量 如果再过一会儿 这些灵魁还是死不了的话 那么他就真的撑不住了 好在这个时候 黑鬼的属下们开始率先消失 黑鬼本人的身上 也开始冒起了黑烟 卓一凡就快要成功了 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不知从哪儿飞出来一个小石子 直奔卓一凡的面门而去 卓一凡伸出麒麟臂 接住了小石子 但也是因为这片刻的分神 他的技能被打断了 黑鬼抓住机会冲了出来 历经天见状 赶忙出言提醒 老子知道 卓一凡大喝一声 开启了空冥神童的第二重 这个形态说白了 就是个激光眼 两道金光朝黑鬼逃窜的方向 激射而去 黑鬼闪身躲过 但仍然心有余悸 仅仅是爆炸产生的音波 就让他非常难受 可见 这一击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那小子说的没错 他确实比自己当年的老对手强 现在黑鬼最迫切的想法 就是赶紧想办法逃命 突然 他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趁大家不备 猛地飞向云家的车队 然后抓住了一个年轻人 并最终以他为人质 逃之夭夭了 把人留下 云家是我罩着的 卓一凡大喊 但这终究无济于事 黑影带着年轻人 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混蛋 卓一凡大骂一声 历经天赶忙过来安慰 算了 卓管家一个没有觉醒天赋的年轻人而已 您不必太过自责 卓一凡听到这话 突然笑了 我并没有自责 一个成年之后 还没有觉醒任何天赋的人 他们抓也就抓了 但为了收买人心 一会儿见到云家其他人时 神情一定要悲伤 这样云家人与我们一定会更亲密 云家人一定会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效劳 卓一凡说道 历经天听了卓一凡的话 情不自禁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卓管家 您真是老六本六啊 历经天又向卓一凡问起了灵魁的事 没什么 卓一凡回答 不过是一群可怜人罢了 你们都知道修炼者修炼到化虚净之后 灵魂便可脱离肉体 魂游天外 也可在别人身上夺舍重生 但是若还未达到化虚净 肉体就先殒灭了 怎么办 卓一凡问众人 没有了肉体灵魂就没有了依托 顶多在人间逗留百日就魂飞魄散了 一众长老争先恐后地回答道 但是魔族却有一门秘法 可以让人不用达到化虚净就能神游天外 那就是灵魁 灵魁顾名思义就是灵界的傀儡 将死之人一旦转修灵魁 其原神的境界将再无精进的可能 整日飘荡于世间 与行尸走漏无翼 所以 除了死前有大怨念 大愿望还未实现的人之外 几乎没有人愿意转修灵魁 毕竟这要是传出去 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情 而且灵魁为了维持自身的原力 每月需要吞噬一定数量的元神 这可当真说得上是一门邪法 若是碰上卓一凡这种魔修 还好说 若是碰到那种认死里的捍卫正道的修炼者 那就只有夹着尾巴跑的缝了 毕竟灵魁这东西 留在世上于世人而言是个大祸害 那些所谓的正道修炼者 把他们杀了 反而还为自己积攒一份功德 可是卓管家 这不对啊 血清剑这是说话了 您刚才说 只有死前有大怨念或大愿望的人 才会转修灵魁 那这样的人应该不多才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那些都是量产的 卓一凡回答道 他们并不是自愿修成灵魁的 是被人逼迫转修灵魁的 天语王朝从未出现过一位化虚敬强者 修炼灵魂的秘法又已经失传多年 因此 若其他人遇见灵魁 还当真比较棘手 对方已经开始准备军队了 卓一凡分析道 但幸好修炼灵魂的成功率非常低 比庞通领训练小鬼的成功率还要低 众人一听 那岂不是今日之战就等于灭掉对方十万大军吗 卓一凡点点头道 所以你们想一想 对方手中还有得起多少这样的灵魁 卓一凡说完 忍不住笑了起来 血清剑此时 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用撒娇的语气对卓一凡说 左管家 你虽然有手段对付灵魁 可是我们没有啊 下次要再遇见灵魁 怎么办 要不你再教我们两手吧 听到血清剑这么说 卓一凡不知道真是直男矮晚期 没反应过来 还是纯粹太懒 不想教 居然直接对他们说道 灵魂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初级灵魁的灵体就和怨灵差不多 以你们目前的实力吹一口气就能灭掉 终极灵魁灵体上会附着一些简单的铠甲 就算你们无法将他一击必杀 将他打成重伤 你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高级灵魁 那是像黑鬼一样的人物 也是最难对付的 需要付出一定的武技 但那样的人物估计很少 甚至只有黑鬼一个 我已经将他打成重伤 短时间内无法再行动 因此 暂时可以不用担心了 血清剑看出来了 卓一凡纯粹就是不想教他们 于是提出等晚上时 他会登门拜访 到时候卓一凡想怎么教他都行 卓一凡顿时满脸黑线 姐姐 你一大把年纪 深夜跑别的男人房里干什么 再说了 你男人还在这儿呢 你这样说真的好吗 没想到球银海却一脸跃跃欲试的模样 没事 卓管家 都是自己人 我不介意的 甚至就连历经天都掀起了他的皮奥 表示他也可以为卓一凡献身 卓一凡看着这群为武技不惜一切的疯子 彻底被他们的天真给打败了 于是决定教他们一招 专门针对元神的武技 灭神指 而与此同时 黑鬼飞到了一处非常隐蔽的瀑布前 用双手分开瀑布的水帘 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密室 密室里有一块帘子和一张宽大的床 黑鬼是来这儿见他的主子的 他要来向主人谢罪 没有完成任务 黑鬼的主子见黑鬼受伤了 忙问是怎么回事 这时 一个头戴斗笠的男人扶住了黑鬼 并向帘子后面的老人表示 黑鬼只是遭到重创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当老人听到黑鬼遭到了重创时 他再次震惊了 当幕部后面的老人得知是卓一凡 重伤了鬼王后 表现得很惊讶 卓凡 他能有这么大能耐 岂止是有 老夫今天去就是撞在他手里了 鬼王感叹道 卓凡 这家伙不简单啊 老夫本以为灵魁之术早已失传 天宇之内 无人再能识破老夫真身 可是那小子不仅道破了老夫的真身 而且还清楚地知道老夫的弱点 将老夫玩弄于鼓掌之间 尽情地洗衣服 若不是老夫最后抓了一名云家人 做挡箭牌 这条老命恐怕就要栽在他手里了 这样的对手实在是我平生警戒啊 提起卓一凡 此时的鬼王感慨万千 前辈所言不虚 斗笠男也讲话了 在没有见过卓凡出手前 真的很难想象 前辈的每一次出招都被卓凡轻松化解 堪称完美 最后更是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术 几乎要了前辈的性命 老夫自知不敌 所以没有上前 只是从旁干扰 鬼王听到这里 恍然大悟 我说他怎么会突然分神 原来是你出手 随即 他双手抱拳 此恩此得老夫记下了 来日会还的 那其他人呢 目不厚的老者开口了 都死了 鬼王的回答很简单 却蕴含着太多的无奈 你妹的口 老者继续问道 不 他们都被卓凡杀死了 这个做饭倒是替我省了事 鬼王自嘲地说道 他不是替你省事 而是想告诉我们 他现在还不想和我们撕破脸 让我们也别去找他们的麻烦 以卓凡的狡诈 他如果想继续查下去的话 肯定会留活口 既然他选择全部灭口 就说明他认为那些人 对他而言是没什么用处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是谁 只是不想挑明罢了 帘子后面的老人 终于献出了真身 他就是老皇帝 尹王灯两人 听了老皇帝的分析后 都感到非常惊讶 老皇帝面色如常 又爆出了下一个大瓜 关于大祭祀的死亡真相 以诸葛长风喝了无常的头脑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怀疑到皇室 只是大家都努力保持着平衡 谁也不愿意率先撕破脸 否则 一向敌对的卓凡和帝王们 怎么可能会互相保护 互相力挺 分明就是怕老皇帝 一口吃掉他们 想到这里 老皇帝不禁赞叹起 卓一凡的心胸 大丈夫能屈能伸 居然连自己的敌人 都能包容并且联合在一起 这是个干大事的人啊 这时 斗笠男摘下了他的斗笠 并且告诉老皇帝 卓一凡准备把云家 遣到封灵城的事情 陛下 这该如何是好 斗笠男 哦不 应该说 方秋白问皇帝 鬼隐为第一小队全军覆没 前辈又身负重伤 短时间内不能再行动 洛家三大高手 再加上一个卓凡 真不知道还有谁能拦得住他们 方秋白担心地说 这正是朕最愤怒的 老皇帝的语气突然激烈起来 云家几百年都保持中立 为什么会投靠卓一凡 在老皇帝眼里 自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人 云玄机给黄浦青天 辟过帝王之命 自己没有怪他 因为老皇帝相信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并不是几句算命词就能决定的 但现在 云玄机居然将圣女云霜托付给了卓一凡 还明确表示 云家将投靠洛家 在老皇帝看来 这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老皇帝怎么也想不明白 云家和洛家之前并没有什么交情 为什么本来一直保持中立的云家 会选择洛家呢 在云玄机死后 卓一凡根本就没有帮助云玄机料理后事 而是马不停蹄地骗走了云家所有的族人 最关键的是 在老皇帝看来 云家人是卓一凡从他手里挖走的 云玄机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卓一凡 选择一个那样自私自利的人 老皇帝越想越激动 突然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不一会儿 他的嘴角甚至渗出了血迹 鬼王看到老皇帝这副模样 非常担心 陛下 鬼王和方秋白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放心吧 朕一定要把一座稳固的天与江山交到继承者手里 老皇帝说完又叫了一声鬼王 你是四驻国之一 也是朕最信任的臣子 这世界上没几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除了朕 谁都不知道 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命里这东西不能全信 也不可能不信 但这个卓凡可能真的是你生命中的对头 你以后还是躲着点他 尽量少和他打交道吧 可是皇上 鬼王的内心充满了不甘 老皇帝却摆摆手 继续说道 卓凡此人阴险狡诈 一身实力又匪夷所思 如果不能让他成为战争中的风暴之眼 真不知道还有谁能拿下他 一切看真的不数吧 老皇帝对两位大臣说完这些话 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朕本想养之户 去地震和那些野兽撕咬 却没想到是养了一条龙 而且是一条正无法控制的龙 卓凡啊 真的成长为诸葛长风和古三通的合体了 老皇帝正在感慨 却见一旁趴在地上的云家男人 已经醒了过来 老皇帝突然想到了什么 命令鬼王将另外一只神眼拿来 移植给那个男人看和不合适 鬼王领命而去 不一会儿就捧着一个盒子 凝笑着招云家的那个男人走去 你想干什么 男子惊恐地问道 当然是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成为大祭祀的机会 鬼王的语气里 蛊惑与威胁并存 这次眼球移植实验的结果并不理想 那位云家的男子 在移植完眼球之后 不久就遭到了神眼的反噬 戏绝身亡了 看来云玄姬这双神眼 就连他的童族也无法一只 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实验过 用一个普通人接受一只 结果那人却遭受了神眼的反噬 痛苦地死去 他们这才想到 用云玄姬的童族来试一试 现在从实验结果看来 就算是云家人在没有觉醒之前 也无福消受神眼带来的福祉 那么如此一来 能够看破天机的 就只有云玄姬的孙女云霜了 可是云霜还在洛家手里 想到这里老皇帝难免有些失落 陛下放心 您是真龙天子 无论是洛家还是云家的丫头 到最后都会落到您手里的 方秋白安慰道 但愿如此吧 老皇帝悠悠地说了一句 而此时 卓一凡已经回到了洛家 在护送云家的这段时间里 洛家并没有遭到其他势力的打扰 对于这一点 卓一凡非常满意 卓管家 就在这时 云霜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你是不是知道杀害我爷爷的凶手 他质问道 谁告诉你这些的 卓一凡问他 你别管是谁告诉我的 你知道谁杀了我爷爷 对不对 请你告诉我 看到云霜现在的状态 卓一凡明白过来了 这是冷无常和诸葛长风 两个老家伙在给他使绊子 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告诉云霜事情的真相 那么 洛家必将成为第一个 站出来反抗皇室的 如果不告诉云霜 云霜很可能会与自己离心离得 转而投奔帝王门或者宰相府 也是大有可能的 好好好 都想让老子当出头鸟 是吧 那咱们就玩玩吧 卓一凡已经想好了对策 当云霜再次问他相同的问题时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我凭什么告诉你 云姑娘 现在是你云家落难 而我们洛家在庇护你们 我们并没有欠你们什么 凭什么你向我质问 我就要告诉你一切 云霜一听这话 立刻愣住了 是啊 现在自己的状态是寄人篱下 还有什么资格去质问别人呢 那你要怎样才肯告诉我 云霜问道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很简单 只要你成为我的人 我就告诉你 卓一凡凑近云霜 悄悄地说 听到这话 云霜的眼睛里立刻泛起了泪化 左管家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趁人之危 你说对了 我就是恶人 我不仅会趁人之危 我还会落井下石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卓一凡问道 让我再考虑考虑 云霜丢下这句话后 便非也是地逃跑了 此时的卓一凡 岂是满脑袋问号 我只是想让他当我的军师 为我预测一下未来什么的 重码难决定的码 卓一凡想了半天 还是想不通 于是他决定先不想了 先去调教调教洛云海再说吧 他这样想着 向家族前厅走去 当他推开前厅的门时 突然愣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 前厅里 除了洛云上姐妹之外 还有一位紫发少女 永宁公主 你这家伙 不是被皇帝禁足一年吗 你是怎么出来的 不会钻狗洞出来的吧 永宁公主 听卓一凡 称他为这个家伙 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只是这吵架的场面 怎么看 怎么像情侣之间的互相调侃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 并且他虽然一直叫嚷着 让洛云上管管家里的奴才 却疯狂暗示自己来洛家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想见卓一凡 同为女人 看见永宁公主的反应 洛云上哪里还猜不透她的心思 但她同时又感觉非常吃醋 这家伙整天就在外面招风影蝶 这时 卓一凡对永宁公主出宫的方法 感到很好奇 你不会又是钻狗洞出来的吧 卓一凡直接了当地问道 这几句话又让永宁公主破防了 不过他也告诉大家 他这次之所以能出宫 是因为他取得了父亲的允许 出宫为父亲筹备受理的 而且他也给洛家人准备了礼物 看我对你们多好 永宁公主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我那么乖 卓凡 你快夸夸我 但他等来的却是卓一凡的四个字 关我屁事 永宁公主的内心是崩溃的 他不知道此时自己是该愤怒 还是该悲伤 云上姐 你们府里平时就是这样管教下人的吗 他拢刀落云上求安慰 公主妹妹不必挂怀 他就是这样 不知好歹 你不要理他 便是了 此时的洛云上看上去是在安慰公主 实际上 他内心的潜台词确实 你最好不喜欢他 这样我就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打药到人间清醒洛云海突然登场 拉倒吧 要是我卓大哥跟其他管家一样 你们还会像扑花蝶一样 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吗 女孩们被洛云海说穿了心事 顿时又羞又恼 你说谁是扑花蝶 两个女孩同时问道 此时的洛云海深深明白一个道理 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和女人讲道理 所以他果断地离开了这个修罗场 去找卓云凡了 卓云凡看到洛云海时 说他的脸色好多了 接下来 洛云海就被卓云凡拉去暴揍 而不是 训练了 两人之间的训练一直持续了一整天 直到天黑 洛云海精疲力尽地躺倒在草坪上 卓大哥 您今天还真闲呢 整整训了我一天 卓云凡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自言自语道 三年 三年的时间 如今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 京城这滩水已经被搅浑 以后再想找这么清闲的日子 不容易了 卓云凡最终伴着夜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是当他打开门看向自己的床时 却不由地大吃一惊 辈子里很明显有一个人形突起 也就是说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人 是谁 卓云凡历声高喊道 同时做好准备 随时都要冲上去 这时 云霜慢慢揭开被子 把头和半个身子探了出来 卓云凡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此时的云霜全身上下几乎不着寸驴 面色羞红 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 你躺在我床上干什么 卓云凡不解地问道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云霜用蚊子一般的声音回答道 我想要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卓云凡此时真的是 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谁料云霜此时 却突然激动起来 你不是说 让我成为你的人吗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自己说出去的话 不认账 你这个禽兽 是在故意捉弄我吗 云霜的语调里 已经带上了一丝哭腔 而此时的卓云凡 却要多无语有多无语 年轻人思想要单纯 我说让你成为我的人 没说让你成为我的女人啊 我的意思是 让你帮我看看天机 出谋划策之类的 别再搞那些什么劝人向善 仅此而已啊 云霜听完这话 才知道是自己误会了 他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变红 最后红得跟个熟透了的苹果似的 你赶紧先把衣服穿起来吧 你这纯属是在考验干部啊 卓云凡出言提醒道 然而 就在这时 骆云海和一众长老 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他们听说今天是卓云凡的生辰 本来是想过来为他庆祝生日的 但推门进来 就看见如此香艳的一幕 他们马上从卓云凡的房间里 退了出来 并贴心地带上了门 今晚的庆祝活动就暂时取消吧 卓大哥已经有安排了 骆云海说道 骆云海刚准备退出房间 骆云上又挤了进来 卓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骆云上扯着嗓门嚷嚷起来 然后他也看到了 蜷缩在卓云凡床上的那个女孩 你们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卓云凡无奈地说道 怎么可能出去 主管家被捉尖在床 这么难得一见的盛况 肯定要记录下来呀 摩测四鬼中的老太太 也来凑热闹 什么叫桌奸在床 红发鬼老大也飘进来了 卓管家一个单身的高富帅 有姑娘喜欢很正常吗 永宁公主也说话了 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谁 配不配得上我们卓管家 说着 他便跑了过去 抓住了盖在女孩身上的被子 过了一会儿 这一场乌龙好不容易结束了 卓云凡经此一闹 也没了睡意 走到房子外面 仰望着星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时 他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他知道 走来的人是云霜 还是那句话 要么彻底成为我的人 要么你带着云家 去封灵城避难 从此不要参与 这一系列的斗争 这样我也算对得起大祭司 对我的托付了 邪龙要来了 云霜只说了一句 邪龙骂 卓亦凡心想 那天他获云玄机谈话时 云玄机提到 邪龙指的就是犬龙国 难道犬龙国那边 有新的动向吗 他看向云霜 很好 现在我们是自己人了 与此同时 皇宫中 因为大祭司的案件 多日来追查无果 所以 独孤战天向老皇帝请求 加大排查力度 拓宽排查范围 并且继续封锁城门 老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这老元帅行事 倒是尽心尽力 中军报国 只是泰国耿直 一心抓着大祭司的案件不放 不懂得这朝堂之上 政治斗争的险恶 站在一旁的诸葛长风 暗暗想到 于是他走出了班列 启禀陛下 臣有本奏 连日来封锁城门 一是京城百姓人心惶惶 不得安居乐业 长此下去 恐有变故 望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 解除皇城的封禁令 打开城门 独孤战天一听这话可不干了 大祭司一案因果尚未查出 岂可就此打开城门 丞相大人如此着急 莫非此事与你有关吗 独孤战天此言一出 老皇帝的一双眼睛 也顿时紧紧地盯住了诸葛长风 然而 对方却依旧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大祭司的案件固然重要 但天朝的颜面也是不能丢失的 陛下不管天下的百姓 也要顾及一下外面的流言蜚语吧 说着 诸葛长风从绣筒里 掏出了一本黄色的奏折 卷荣国听闻陛下百岁诞辰将近 特派出使团前来道贺 请陛下准许 司马长风此言一出 独孤战天和老皇帝同时发出了惊呼 什么 卷荣国派出使团了 没错 诸葛长风回答道 事关国家外交 倘若犬荣国使团来到帝都时 看到我国城门紧闭 不准百姓出入 恐怕有损国家颜面 还请陛下三思 诸葛长风一副中军爱国的姿态 这狗东西处处在针对阵 老皇帝心中暗骂一声 倘若阵达不应打开城门 那阵岂不是成了一个只为自己颜面 不顾百姓安危的昏君了吗 如此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可是他偏偏又做得如此隐晦 让朕不好发作 此时的老皇帝要多憋屈有多憋屈 陛下 万万不可打开城门 这时 独孤占天又说话了 我国与犬荣国向来不和 历年来 边境摩擦不断 他们此时派出使团只恐有诈 况且时下帝都局势与龙混杂 不宜有外部势力介入 地下应言辞拒绝他们的请求 没要引狼入室才对 老元帅此言诧异 诸葛长风反驳道 正因为两国不和 此时才是促成两国交好的最好时机 况且人家好心好意前来贺寿 却被你言辞拒绝 不让进入 这实在与理不和 有识我天与威仪 让犬荣国小看我们 事关陛下颜面 国家尊严 老元帅行事又何必如此谨小甚微 诸葛长风话音刚落 兵部侍郎和中堂上书就都站了出来 对诸葛长风的想法表示支持 紧接着 满朝大臣也表示了赞同 只有老皇帝一个人气得肝疼 一群乱臣贼子 诸葛丞相 你好像很操心犬龙的事情啊 老皇帝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那儿当丞相呢 此话一出 下面立刻就有大臣听出来 皇帝这是在暗指诸葛长风有可能叛国 皇上这是糊涂了吧 丞相叛国 这样的话怎么能乱说呢 诸葛长风听到这话 却是微微一笑 陛下 请不要说这样的玩笑话了 老臣拿着天语的俸禄 自单为帝国的大事小情尽心尽力 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着想 希望陛下能够理解 此时的老皇帝突然笑了 只是这笑容怎么看怎么勉强 理解 理解 丞相的苦心 朕当然理解 随即 他突然拍而起 大声吼道 就依丞相所奏 准许犬荣国使团进入天语朝境内 传阵旨意 从即日起解除禁令 打开城门 大祭司遇害一案 待朕受臣过后再行商议 老皇帝话音刚落 陛下盛名的呼喊声就一浪高过一浪 老皇帝一屁股瘫坐在龙椅上 这一群乱臣贼子 放下老皇帝这里的情况暂且不提 云霜带着卓一凡重回了云家旧址 因为在那里的观星台上 还存放着一件云家世代相传的八品灵宝 通天仪 这通天仪就好像罗盘一样 周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看起来精致而又神秘 这通天仪与天地灵气相通 可看天下大事 云霜向卓一凡介绍道 昨天我夜观星象 发现邪龙即将入侵 可是只能看得大概 如果要更加详细地观察 还需要借助这台通天仪 那好 你快看吧 我给你把疯 卓一凡说这句话 完全是出自于好心和警惕 但他忘了一件事情 这里是云家的足地 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都能进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卓一凡刚才的那句话 让云霜觉得卓一凡有种作贼心虚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经过云霜这么一提醒 卓一凡也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但是 他决定要坚决发扬曹老板的作风 虽然我们确实做错了 但是要我们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他死鸭子嘴硬地说道 现在各家耳目混杂 我还是替你把守着点吧 虽然这句话纯属是卓一凡的狡辩 但因为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单纯的云霜姑娘还是被他迷惑了 他似乎并不那么坏 至少对身边的人应该不坏吧 云霜这样想着 不然那些人也不会想着给他庆祝生辰 再一想到昨天自己送货上门的情景 就好像把自己包装成个生日礼物送给他一样 云霜的脸顿时红得跟个猴屁股似的 我怎么能这样想呢 真是不知羞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之后 云霜开始用通天仪观测未来的景象 首先 他看到四条龙在空中缠斗 三强一落 随后便是无数的百姓七里子散 四散奔逃 哭声 哀求声响成一片 云霜结束了观测 卓亦凡看到他完成了观测 便走了过来 却发现此时云霜的身体正在剧烈地颤抖 眼睛里也流下泪来 这姑娘怎么了 看得天象还迎风流泪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这是结膜炎或者泪膜炎的症状 这时 云霜突然冲了过来 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哀求道 左管家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天下百姓 你可以不管我爷爷的事情 但请你一定要阻止这场浩劫 我一定尽力而为 卓亦凡安慰道 不过 卓亦凡说完这两个字后 故意略做停顿 不过什么 云霜擦了把眼泪 好奇地问道 你要知道我这个人一向公私分明 而且喜欢先私后宫 你是我的人 你的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 至于其他事 只能说是顺带解决 这就是我的风格 以后你就明白了 好了 现在说说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其实在刚才的观测中 云霜看到 邪龙这次来势汹汹 而且不知为什么 看样子他们是冲着洛家来的 俗话说 风险中往往也存在着机遇 所以这次危机按理说 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家族而言 往往也是一个增强实力的好机会 但奇怪的是 其他几家的实力都有所增强 这倒不奇怪 但唯独洛家的实力 却一次遭到了削弱 听到云霜的话 卓亦凡也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照常理推断 却荣国这次针对的 应该是皇城中的盘龙 也就是皇家那边 可是为什么他们堂堂一个国家 会对自己这样的小石家感兴趣呢 我洛家的命运 未来又会如何 卓亦凡接手问道 不知道 云霜回答 洛家的命运 应该是掌握在你的手中 但你本身 又是跳出命运之外的特殊 我是观测不到的 所以我只能观测到 现在和进来的趋势 至于将来 就无从知晓了 听到这话 卓亦凡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云玄机 曾经说过的话 命理之术 皆有生门死门 个人的命运不同 只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同的决定 踏入了不同的门槛而已 却容国如果要针对洛家 唯一的解释是 其他几家和皇室 不知道做了什么部署 让却容国掉转了矛头 直指洛家 但他们究竟做了什么部署 卓亦凡一时还猜不透 看来跳出命运之外 有时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弄清楚其他几家的计划 其实云霜看到这个玉石之后 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暗场里来说 邪龙第一个要对付的 应该是天与皇室 所代表的盘龙 但倾向预示的 却不是这个结果 云霜必定设施未深 再加上云家历来有祖训 保持中立 不问朝政 使得云霜对政治 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 所以他看不透其中的玄机 其实也很正常 但卓亦凡不同 此时 他已经在思考着应对之策了 我们先回去吧 他对云霜说道 这次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 我肯定发现不了这个变故 一边走卓亦凡 一边真诚地向云霜道谢 不用谢 我这也是为了天下苍生 在两人聊天的同时 远处的一座高耸的山崖上 两个两个元魁 正经盯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我们隐蔚还从来没有如此窝囊过 一个元魁抱怨道 距离这么远 看又看不清 听又听不见 这样的监视有什么用 忍一忍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另一个元魁出言安慰 谁叫我们要对付的是卓凡呢 等他们走远后 我们到观星台里去看看 说不定他们留下了什么线索 两个元魁说着 纵身一跃消失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几天 这几天里 卓亦凡的生活一切照旧 他思考着局势的变化 也和几位盟友会过一次面 而鬼影队忙活了半天 却忙了个寂寞 卓亦凡发现 只要他一提起楚清城 花语楼的众人 就都是支支吾吾 含糊其词 虽然他觉得很疑惑 但此时 他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了 邪龙即将到来 他们真的会像星象玉士的那样 对洛家构成威胁嘛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卓亦凡觉得 必须让丽津天等人提早做准备 三个月后 京城郊外的树林里 一支庞大的队伍 正浩浩荡荡地走来 而他们中 竟然有不少体型巨大的灵兽 与此同时 洛家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女扮男装的永宁公主再次到访 他是来邀请卓亦凡去看热闹的 公主殿下 我可没空陪你玩 你去找骆云海和大小姐吧 卓亦凡原本不想和他一起去的 但永宁公主却提到 这次邀请他去看的 是犬戎国进城时的场景 听到这件事 与犬戎国有关 卓亦凡的态度 立刻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甚至都来不及 向永宁公主打个招呼 变化作一道流光 向城门方向飞了过去 邪龙终于来了 他倒要见识见识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股势力 又是否真的会对洛家构成威胁 花语楼所属的茶楼今天都爆满了 很多人来这里 就是为了看一看 犬戎国进城时的盛况 但卓亦凡来这里 是肯定有空位可做的 而且卓亦凡还惊讶地发现 严妇居然在自己之前 就到达了这里 更令他惊讶的是 这严妇居然与花语楼的 一名女子产生了爱情 而好巧不巧 那名女子就是他之前拼命 想甩掉的那个 卓亦凡不禁为严妇 竖了一个大拇指 这小子帮自己解决了一个麻烦 也算是立了一功 就在这时 犬戎使团正式进城了 他们的身后 还跟着许多头高大的灵兽 引得围观的人群 发出阵阵惊呼 卓亦凡的嘴角微微上扬 邪龙终于还是来了 天与王朝的大街上 乾隆国的使团御寿而行 引得不少人围观惊呼 在使团中 高大威猛的将军不在少数 但是 有一位女子格外引人注目 她是使团中唯一的女性 而且那些高大魁梧的男人 对她的态度似乎异常恭敬 这些现象 无不再向众人招视着一个道理 这女子的身份十分不简单 卓亦凡身边的黑发青年 似乎也是个风流之人 看到了女人便挪不开眼了 相较下来 一头蓝发的谢贡凤 更关心的问题是 犬戎国的阵容 这套人兽组合的阵容 她很早以前就知道 犬戎国人以殉兽声名远播 也不知道这些人兽组合的战斗力怎么样 身为一名武之的她 其实很想下去和那些人比试比试 但是 人家毕竟是别国来的使团 又是以贺兽为名义到来的 如果贸然出去和他们动手 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事端 所以在众人的劝阻下 谢光丰最终忍住了想动手的欲望 而此时的卓亦凡也在观察着犬戎使团 她发现 这只使团无论是灵兽还是主人 其势力都不算是最强的那一类 就这样一只使团 真的能给洛家带来灾难吗 卓亦凡不禁产生了怀疑 永宁公主见她站在护栏旁呆呆地不动 眼睛一直盯着使团的方向 便好奇地走过来 问她到底在看什么 我再看七彪 卓亦凡的回答解明恶药 什么七彪啊 永宁公主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要是知道七彪在哪里 我还用看吗 卓亦凡对这位公主的智商感到非常着急 就在永宁公主想要和卓亦凡理论的时候 街上的犬戎国使团那边却发生了状况 一个天语国的小男孩 不知怎么的误打误撞挡住了犬戎人的去路 引得一个犬戎人的坐骑发出了嘀吼 小男孩哪见过这种场面 吓得当场跌坐在地上 眼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小男孩的爷爷也被吓坏了 赶忙上来赔礼道歉 对此 那名犬戎国的女子本来是不想计较的 而那个坐骑受惊的犬戎国男子 却仗着他们是外来使团 不断地刁难这对爷孙 扎拉罕 拉罕够了 女子斥责道 没事 小姐 我就是玩玩 查拉罕表情戏谑 开始变本加厉地羞辱这对爷孙 就算这对爷孙拼命地磕头认错 查拉罕也始终无动于衷 最后 事态竟然发展到查拉罕扬言 要用这对爷孙为他的坐骑 目睹了这一事件全过程的永宁公主 在这一刻彻底发怒了 但是令他无奈的是他的实力太过低微 至少和那群犬戎人比起来是这样的 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救那对爷孙 他看向了卓伊凡 这里实力最强的莫过于这位卓大管家了 于是永宁公主把希望也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期待着他能够出手教训一下那帮犬戎人的同时 救下那对爷孙 成是卓伊凡却自称自己是个恶人 没那功夫管这些闲事 他甚至还拉上了严妇和萧丹丹 这两个从前同为恶人的人 就为了证明一个中心论点 让一个恶人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好人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永宁公主听到这话 顿时又急又急 转身就想下楼去信侠仗义了 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声音 严肃地向犬戎国使团说道 各位是犬戎国的贵客 但客就是客 各位应该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 哪有像你们这样反客为主的 卓伊凡和永宁公主等人看向了说话的人 这一看之下 却都感到非常吃惊 原来 此时正在与犬戎国对峙的不是别人 正是云霜 是双儿 我们得拘救她 永宁公主这下更着急了 她再次望向了卓伊凡 别人的事情你管不了 自己人的事情 你总得管吧 永宁公主焦急地问 此时的卓伊凡 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云霜介入了这件事 那她还真有必要管一管 也正好趁此机会 探一探这犬戎国的底细 云霜和查拉罕的对峙 还在继续 小丫头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敢管我们使团的事 难道你们的皇帝 没有教过你们 什么事待客之道吗 查拉罕讥讽道 既然知道自己是客 那就应该懂得 客随主编的道理 天底下哪有那么放肆的客人 云霜毫不留情地反驳道 客随主编也要看主人 有没有那个能耐 查拉罕的话语娇狂无比 今天我就要这爷孙俩 给我的座棋打压计 谁来了都保不住 我说的 说完 查拉罕再不和云霜废话 直接驱动坐骑 朝那对爷孙冲了过去 以云霜的修为 怎么可能拦得住他们 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野兽的巨口 不断地朝那对爷爷靠近 不要 云霜绝望地高喊着 然而 野兽尖利的牙齿 最终没能碰到那对爷孙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那凶兽的嘴巴 被人用一只手狠狠地按住了 华语楼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暗骂卓伊凡 是个伪君子 明明说好的不插手此事 到头来 他却是第一个冲上去的 犬龙 人们也惊呆了 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单凭一只手 就阻挡住了一只 如此巨大的凶兽 喂 你们两个还要让我撑多久 还不快滚 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卓伊凡 心烦地向那对爷孙 吼了一声 那对爷孙感恩戴德地跑开了 见到卓伊凡到来 在场的天语国国民 无不欢呼雀跃 是他是他就是他 我们的英雄卓管家 那个在天语国 无人敢惹的恶魔 当卓伊凡出现的那一刻 围观的众人 似乎已经看到这些 犬龙人绿油油的坟头草了 仅凭一只手 就拦住了查拉罕的坐骑 卓伊凡的怪力 着实震惊到了 这只使团里的另一位狠角色 拓拔流风 然而 查拉罕这个铁憨憨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头铁的再一次冲了上去 这一次 卓伊凡可就不是拦下他的坐骑 那么简单了 小猫咪 睡觉吧 卓伊凡凝笑着说完这句话后 手掌狠狠地拍下 硬生生将这批灵兽拍进了地里 见起滚滚烟尘 好 卓管家威武 围观的众人看到卓伊凡 如此生猛的一招 又忍不住开始为他喝彩 拓拔流风听见众人 称这个年轻人为管家 猜想他可能是某个家族的管家 又看到那么多人都认识他 心里更加惊讶了 情报部门到底是怎么做事的 天语王朝什么时候 多出这么个狠角色 而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 互联柴也表示很冤枉 他也不知道 这祸是从哪冒出来的 他甚至都怀疑对方 会不会是在虚张声势 就在这时 只见一男一女 两个青年跑向了卓伊凡 这两人似乎是他的下属 一直在为采买延迟 而向他道歉 卓管家 我们知道您很急 但是希望你千万不要急 我们也想过去 但通道被人和异兽赌卓了 我们怎么过去啊 独孤流风看到这两个人 表现得也很吃惊 而这两个人的境界 竟然都达到了天玄境 能领导两位天玄境的高手 这更加证明了 这位卓管家 无论是实力还是身份 一定都很不简单 其实这两位家丁模样的人 就是永宁公主和严妇装扮的 目的就是要恶心一下 这帮犬容人 卓伊凡也不是个 没守成规的主 索性就配合他们演下去了 可是拓拔流风 不知道这情况啊 这孩子现在已经被忽悠瘸了 哦 不对 也不全是忽悠 毕竟卓伊凡的实力 确实深不可测 而且在天玄王朝内的威望 也的确很高 拓拔风流走下了坐骑 本来想借道歉的机会 探一探这个人的底细 但不料 卓伊凡完全不鸟他 只是在向他那两位下属 安排采购的事情 当得知他的两位下属 之所以采买延迟 是因为被这帮犬容人 挡到的时候 卓伊凡让他们 先在旁边等一会儿 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犬容人这边走了过来 街道是给人走的 四条腿的畜生滚出去 卓伊凡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露凶光 什么 拓拔风流听到卓伊凡的话 脸色肉眼可见的 变得难看起来 阁楼上的众人 看到这种情况 知道接下来有好戏看了 因为据他们所知 犬容人一向已逊手闻名 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坐骑 就等于是 对他们尊严的侮辱 他们是一定不会答应的 果然 犬容人一听卓伊凡 要他们放弃坐骑 个个都发火了 犬容勇士一向已受为伴 共同进退 是绝不可能与坐骑分离的 你要是有本事 就自己喝退他们吧 犬容人们挑衅道 卓伊凡听到这话 面不改色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 阁楼上的黑发供奉感叹 骆云海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觉得卓伊凡一定是将门之后 因为他一身英气 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磨练得出来 这时 一位少年将军也登上了阁楼 他身后跟着独孤占天的椅子 这少年将军显然就是 骆云海和骆云上的大哥 他们在指定的迎接地点等候 却没有等到使团 后来才知道 使团在这里被卓伊凡截住了 所以才匆匆赶来 他不禁感叹 卓伊凡真是个刺头 到哪都能和人杠起来 骆云上听到大哥这话 可不干了 这次可不是卓伊凡先挑的事 少年将军看骆云上 这富户独自的样子 赶忙出言解释 他不是在指责卓伊凡 两国之间的嫌隙存在依旧 其实他早已料到 犬戎士团会想方设法 给天宇一个下马威 而他们也做好了应对措施 但没想到 这帮人最先遇到的是卓伊凡 这倒为他们省了些麻烦 骆云海向自家大哥 打听起了犬戎士团的阵容 他问到了那个领头的年轻人 当然 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知道 他叫拓跋流风 但骆云海不知道啊 于是少年将军就开始为众人讲解 这只使团成员的过往 首领模样的年轻人叫拓跋流风 是犬戎国国主拓跋铁山的独子 此人不仅骁勇善战 而且精通兵法 善于排兵不振 算是少年将军的老对手 拓跋流风 虽然年纪轻轻 但以战功赫赫 在军中威望颇高 拓跋铁山已经决定 将来由拓跋流风继承他的位置 一听说这年轻人是少帅 众人还是有些吃惊的 接下来少年将军又为众人 介绍了拓跋流风身边的三个男子 据他们收集到的情报显示 卷戎王手下有八大狼卫 这次出使天羽王朝 八大狼卫来了三个 魁梧强壮的叫查拉罕 天生神力 骁勇善战 那个瘦高个儿大戎人叫护连柴 擅长伪装隐藏 他和他的部下专门负责搜集情报 最后一个男人是位神射手 号称射天狼 弓箭百发百中 就连独孤占天也在他手下受过伤 众人听到连独孤占天 独在那射手手下受过伤 都非常吃惊 独孤占天的实力 他们是清楚的 能够伤到独孤占天的人 可想而知 他的剑术是多么高超 这时 骆勇还指着犬戎人中一个老头 问自家大哥 那是谁 少年将军回答 那是犬戎国的国师韩铁魔 其地位就相当于天羽王朝的丞相诸葛长风 听到这一次来的都是犬戎国的重要人物 大家都非常吃惊 可以说 这一次 犬戎国把国内的一号人物都派过来了 他们就不怕天羽王朝把人扣下来吗 然而 事实上 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犬戎国和天羽国不一样 天羽国虽然有所谓的四国著 但君与臣 臣与臣之间 总会互相猜忌 就比如老元帅 独孤占天和诸葛长风之间一样 两人谁也不会百分之一百地信任对方 做事实总在斗智斗勇 反观犬戎国 却是一派君臣一心的和谐景象 拓拔铁山之所以赶让自己的儿子来 是因为他旁边有大国师陪着 而大国师含铁魔之所以赶来 是因为拓拔铁山已经在关外调集了五百万大军 一旦天羽皇城情况不对 他们将立刻赶到增援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看人家的皇帝 再看看天羽的皇帝 这二者之间简直没有可比性 那么独孤兄 黑发男子问独孤战天的义子 那位姑娘是谁 旁边的几个女孩听到他这样问 都默默在心里给他安上了一个色狼的标签